叶玄穿越成为被调包的皇子,还觉醒了天道酬勤系统。 你挥剑万次,领悟诸仙剑阵,杀伐无双。 你射剑万次,领悟射日一剑,剑灭大日。 你断体万次,掌握不灭魔去,万劫不孝。 你施令万次,掌握严出法随,逆天改命。 我已踏上无敌路,未婚妻竟然来退婚。 我让你肠子都毁清了。 第一章,天道酬勤。 大夏京城,叶府,如诗如画的桃林之中,一个剑眉心目的男子,手持木剑,专注着朝着前方斩出一剑。 白米开外,四个长相娇美的丫鬟,看着自家大少练剑。 白局道,咱家少爷的练剑方法,是不是太简单了? 粉局反驳道,你懂什么? 少爷说过,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到极致,那就不可匹敌。 此时,几位丫鬟口中的大少叶玄,再次聚精会神地斩出去一剑。 天道酬勤,宿主认真挥剑一千次,领悟开天剑意。 叶玄脸上流露出惊喜之色,自己果然是天纵奇才啊。 竟然连剑意都掌握了。 在这一方世界,自己总算是有了立命之本了。 没错,叶玄并非是这个世界之人,上辈子刷着黑棋的视频,听着法则小曲下楼取快递。 结果楼上不知道哪家夫妻俩吵架,从窗户上抛下了一把椅子,叶玄原地去世,当场投胎,来到了这一方世界。 此剑名为天玄界,地狱广阔,强者灵力。 有五道宗师,可移山倒海,有上古妖魔,可图成灭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世界。 而叶玄刚来这个世界,便死里逃生了一次。 他本是大下皇朝皇子,只可惜尚在强宝之中便遭遇了皇宫的阴谋霍乱。 叶玄在母族力量的拼死保护下,被送出了皇宫,保住了一条小命。 之后,他被大理寺政夫妇捡到。 叶成宗夫妇连续生了四个女儿,一直没有儿子。 那一日,他们夫妻前往金光寺求子,希望老天爷能够赐予他们一个儿子。 结果在返程的路途中,他们便遇到了刚刚逃过一劫的叶玄。 这一世的叶玄,和上一世一样,颜值十分出众,帅气逼人。 叶成宗夫妻一眼便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因此,他们收养了叶玄,当成了亲生儿子一样,呵护备致。 只是叶玄很清楚,在这个世界,没有力量。 一切的幸福和安逸都没有根基,随时可能成为泡影。 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努力着,终于在三个月前,顺利地开启了自己的外挂,天道酬情。 叶玄的外挂很简单,只要他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重复地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量变便会引起质变,从而获得实力的提升。 宿主,叶玄。 认真的修行,100斜杠100,以达标,奖励万川归海绝。 9701000,进行中。 认真的挥剑,100斜杠100,以达标,奖励碎金剑气。 10001000,以达标,奖励开天剑意。 10002000,进行中。 认真的锤炼身体,100斜杠100,以达标,奖励钢筋铁骨,3691000,进行中。 从这外挂的名字就能看出来,叶玄能有现在的成就,系统只占据了1%的功劳,剩下99%,都是依靠着叶玄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啊。 叶玄沉浸在精深莫测的开天剑意之中,久久不可自拔。 正当此时,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个家丁朝着这边跑过来,大事不好了,林家要来退婚。 叶玄的四大丫鬟,白橘粉橘黄橘绿橘立刻上前,拦住了那个家丁,站住。 少爷在练剑,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叶玄的酬情系统,唯有专注认真,心无旁骛,才能累积次数。 因此叶玄练剑,从来不允许别人打扰。 家丁慌忙道,都这个时候了,还练什么剑? 咱家大少的未婚妻,林家天骄林玉茶,年仅十八,便练出了剑气。 天剑宗宗主说他为清传弟子。 还断言,林玉茶有望在五十岁之前掌握剑意雏形,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如今正上门退婚呢。 四大丫鬟也面色大变,这林玉茶竟然如此厉害。 如今大下五道境界,分为九品,九品最低,一品最高。 九到七品为下三品,六到四品为中三品,三到一品为上三品。 以剑道五者为例,下三品的五者,追求的是剑招,中三品的五者,追求的是剑气。 而上三品的五者,追求的是剑意。 只可惜,剑意这种东西,飘渺莫测。 难如登天,整个大下上三品的剑道五者有数百人,而掌握剑意者,不足十人。 林玉茶年纪轻轻,便练出了剑气,未来更是有望掌握剑意雏形。 难怪看不上自家少爷,要上门退婚呢。 四大丫鬟正纠结片刻,道,少爷的命令不能违背。 我们亲自和大人解释吧。 支州府正厅之中,叶成宗夫妇面色冷峻,旁边是叶家的四个女儿,也就是叶玄的四位姐姐。 这四位姐姐,有两个已经出格,今天为了娘家撑场面,把自己夫婿也带了过来。 另外两位姐姐,同样是怒气冲冲。 虽然小弟是抱养的,可多年的相处,他们早已经将叶玄当成了亲弟弟。 今天这林家,实在是欺人太甚。 只听叶成宗愤怒道,林渊,当初这门婚事,是你亲自上门求娶的,如今却要来退婚。 你可将我这个四正放在眼里。 林渊乃是林家家主,多年来一直巴结叶成宗,面对叶成宗的质问,他面露怯色,无法回答。 然而此时,林语察身边,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却道,不放在眼里又如何? 难道你们支州府,要和我天剑宗掰掰手腕? 山鸡也想配凤凰,简直可笑。 这话一出,叶家人更是怒不可遏,但是却不敢轻举妄动。 老者名为天剑宗长老,莫问,天剑宗,乃是大夏皇朝鼎鼎大名的剑道宗门。 其宗主不仅仅位列一品高手,更是在108岁之时掌握天剑建议。 位列皇朝顶尖强者的行列,更是如今皇朝五皇子的师尊。 相比来讲,叶成宗不过是一个从无品的四正,之所以能在天子脚下有如此家宅。 也是,靠着祖上于阴,莫问自然不讲叶家放在眼中。 只见莫问将上三品的气势全开,压在了叶家人身上,使得叶家人都十分难受。 此时,白菊等四个丫鬟来到了客厅之中,叶成宗见状, 道,怎么是你们四个? 玄儿呢? 白菊恭敬道,老爷,少爷正在练剑。 他曾经说过,他练剑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叶成宗微微皱眉,这孩子。 而天剑宗长老莫问则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练剑? 笑死我了,在我天剑宗面前说练剑? 既然他在练剑,那就让本长老指点一二,算是此次退婚的弥补了。 叶之舟意下如何? 天剑宗虽然强势,可上门退婚,终究理亏。 他这也算是给了叶成宗一个台阶下。 叶成宗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道,那就按墨长老说的来吧。 叶璇的几个姐姐都很不甘心,可却无可奈何。 随后,几人在四大丫鬟的带领下,来到了叶璇练剑的桃树林。 远远的,叶璇手持木剑站在桃林之中, 他身姿挺拔,气质出尘,一身滑贵的长袍,宛如折仙灵士一样,光彩夺目。 林雨查看着叶璇的身姿,眼中也流露出一丝犹豫, 只是瞬间,这一丝的犹豫便被他压了下去。 他已经拜师天剑宗主,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自己的师兄,大下五皇子对他更是表示了好感。 未来的他,可是有望成为皇子妃,甚至五皇子若是登陵大宝, 他未来便是母仪天下的大下皇后, 这可比嫁给一个四正之子强出百倍。 天剑宗长老莫问,看着一动不动的叶璇,笑道, 架势倒是摆得不错,只可惜是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啊。 莫问说着,大步走向了叶璇, 他刚才所说,指点叶璇是假,教训叶璇才是真。 走了几步之后,莫问随手一挥, 一截桃树枝断裂落在了莫问手中。 莫问以桃树枝作剑,一剑挥斩了过去, 一道金色剑气朝着叶璇斩了过去。 莫问身为三品舞者,虽然此生剑意无缘, 但还是领悟了剑气的。 只是这一剑斩出去后,莫问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下一秒钟,只见桃林之中,叶璇睁开了眼睛。 他手持木剑,一剑朝着莫问的那道剑气斩过去。 一剑,开天门。 第二章,一剑开天门。 面对陌生人的袭击, 叶璇毫不犹豫地施展出刚刚领悟的开天剑意。 伴随着叶璇的一剑斩出,天地似乎被一分为二, 所有人都被这蕴含着黄黄天威的剑意所震慑。 虚空之中,一扇巍峨大门似乎被这一剑斩碎, 叶璇连人带剑,跨越了空间,出现在了莫问身前。 木剑对着莫问的脑袋一剑斩下, 莫问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这是剑意。 比天剑宗宗主更加恐怖的剑意。 剑意碎虚空,一剑开天门。 在这即将被一剑两扮的刹那, 莫问鼓足了全身的真气, 才终于喊出了两个字,饶命。 叶璇听到这两个字, 木剑微微倾斜,落在了莫问肩膀上面。 刹那之间,莫问一条胳膊连带着右肩被一剑斩了下来, 血液直接滋了出来, 一身白裙的淋雨茶, 衣服瞬间被血液染成了红色。 而莫问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这开天一剑, 他不仅仅生不起丝毫抵挡的勇气。 刚才喊出饶命那两个字, 都耗费了他全部的精气神。 外加上右肩右臂被砍掉, 他整个人都几乎废了。 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 天剑宗长老莫问要指点叶璇见到, 结果把自己一条胳膊指导没了。 满脸是血的淋雨茶, 同样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 匆忙来到了莫问身边, 莫长老你没事吧? 白菊吐槽道, 林小姐, 他一条膀子都被我们家大少卸掉了, 能没事吗? 绿菊也跟着道, 是啊, 我说过不要打扰我们家少爷练剑的, 你们非不听。 叶璇看向了自己的养父母, 道, 爹, 娘, 姐姐, 这谁啊? 应该不是咱家亲戚吧? 叶璇刚才正在体悟自己刚刚掌握的开天剑意, 忽然遇到了袭击, 自然二话不说, 给了对方一下子。 结果叶璇也很满意, 叶璇修行万川归海绝, 三月有余, 境界从七品提升至五品, 可面对上三品的莫问, 却能一箭斩之, 由此可见, 开天剑意之强了。 叶家人也是良久, 才反应过来, 四姐叶孟严说道, 放心, 她不是咱家亲戚, 林语查今日来我叶府退婚, 她是来替林语查撑腰的, 叶璇脸色一变, 撑腰, 她这么弱, 也敢来替人撑腰, 看来她背后的势力肯定很强啊, 要不要杀人灭口。 叶璇的话, 顿时让叶成宗都汗颜了, 天剑宗长老, 上三品的舞者, 你都觉得弱? 我啥时候这么出息了? 大姐叶孟云直接道, 小弟, 这位天剑宗长老可不弱,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叶孟云这话一出, 她给一个答案。 虚弱不堪的莫问, 一边吐血, 一边道, 你竟然领悟了剑意, 老夫穷其一生都无法触碰的剑意, 竟然被你掌握了, 老天何其不共? 莫问说完, 吐了一大口血, 彻底昏迷了过去。 林语查同样傻眼了, 剑意, 自己这个前任未婚夫, 竟然掌握了剑意。 要知道, 她林语查为什么被天剑宗主收为侵传? 因为, 她有望在五十岁之前掌握剑乳刑, 同时还是在她剑道之路非常顺利的情况下。 可和她同龄的叶玄, 已然掌握了剑意。 如果说她是天才的话, 那叶玄又是什么? 妖孽? 神仙? 叶玄的父母以及四个姐姐, 此时也是欣喜若狂。 玄儿, 你竟然领悟了剑意? 叶玄点了点头, 我依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外加上些许的天赋, 领悟了剑意。 不愧是我弟弟啊, 我们玄儿实在是太棒了。 大姐叶梦云上前, 惊喜地将叶玄抱在了怀里。 叶成宗夫妇同样感觉脸上有光。 随后叶成宗看向了林语察妇女。 两位, 既然你们林家要退婚, 那就退婚吧。 刚才这位长老说得倒是没错, 山鸡怎能配凤凰。 我儿叶玄有大帝之姿, 你这女儿配不上我儿子。 叶成宗的话, 让林语察妇女都是面色难看, 尴尬至极。 叶玄年纪轻轻, 已经领悟了建议, 未来只需按部就班的修行, 踏足上三品, 那她便是当时的顶尖强者, 谁是山鸡, 谁是凤凰, 一目了然。 林语还想挽回一下, 亲家, 你看这。 叶成宗立刻打断道, 闭嘴, 你们这门亲家, 我可高攀不起。 林语只能苦着脸道, 今日之周你, 心情不佳, 咱们改日再谈, 茶茶, 扶起莫长老, 咱们送莫长老去医治。 林语察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扶起了莫问, 几人离开了叶府。 至于叶玄刚才所说的杀人灭口, 只是玩笑罢了, 今天莫问带着林语察前来退婚, 天剑宗必然是知道的, 真杀人灭口了, 天剑宗必然找上门来。 而林语察和林渊妇女, 带着重伤的莫问, 刚刚走了一段时间, 林语察忽然从身上抽出了长剑, 一剑刺入了莫问的心脏。 昏迷重伤的莫问, 身体抽出了几下, 很快彻底失去了生机。 林渊看着这一幕, 顿时傻眼了。 语察, 你这是做什么? 林语察看了林渊一眼, 你说我是在做什么? 若是莫问长老活着回宗, 天剑宗知道叶玄有如此天赋, 恐怕会不惜代价, 拉拢他加入天剑宗。 而我这个五十岁之前, 有望领悟见义雏形的天才, 在叶玄面前, 却狗屁不如。 林渊用陌生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女儿, 所以你就杀了她。 可这事儿, 能瞒得住吗? 林语察直接道, 当然了, 莫长老之死, 若是有人问起, 你就说莫长老叶甫遭遇了偷袭, 其他事情你不必操心。 死了的天才, 可就不算什么天才了。 光凭林语察自己, 自然做不到一手遮天, 可五皇子可以做到。 大夏五皇子, 姬浩宇, 他别的都好, 唯独没有容人之量。 一旦他听说,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竟然领悟了剑宜, 那么这个少年绝对没有成长起来的机会。 而叶玄一死, 那林语察的未来, 便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第三章, 天人吐纳朔。 叶玄自然想不到, 林语察竟然这么心狠手辣, 此刻他正在和家里人坐在一起, 吹牛逼呢。 叶玄被叶成宗夫妇抱养后, 一直都是家里最受宠的那个, 叶玄也将他们当成了真正的亲人。 当然, 他还有一位亲人, 那便是他的生母, 虽然当时还在强宝之中, 可叶玄有着前世的灵魂, 清楚地记得生母的长相。 他雍容华贵, 慈祥貌美, 是叶玄见过最有气质, 也是最漂亮的女人。 他当时看着自己, 眼神里也充斥着母爱, 只可惜, 自己却被人掳走, 没能陪在他身边。 现在的他, 想必一定很想念自己吧。 等拥有了足够的实力, 叶玄便要进那皇宫之中走一遭, 将当年的事情, 好好清算一番。 叶玄正想着呢, 叶成宗却道, 玄儿, 你已经长大了, 有些事情, 为父也得。 叶成宗准备告知叶玄他的身世, 只是薛宁打断了叶成宗的话, 叶成宗, 你喝多了? 来来来, 我有话单独和你说。 薛宁说着, 揪着叶成宗的耳朵, 向远处走去。 他和叶成宗一样疼爱叶玄, 同时, 他和叶成宗想法不同。 在叶成宗看来, 叶玄有知情权, 应该让叶玄知道自己的身世。 而在薛宁看来, 他希望叶玄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那他们永远都是真正的一家人, 不会有任何隔阂。 叶成宗被薛宁拖走了, 几位姐姐和叶玄聊了片刻, 也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了。 而叶玄也回到了房间, 让手下四大丫鬟看门, 开始运转功法, 修行万川归海绝。 天道酬情, 宿主完成一次认真的修行。 当前熟练度917。 修行完毕后, 叶玄朝着门外道, 进来吧。 随后, 四大丫鬟的自首, 持一个长度超过一米的木锤, 走了进来。 而叶玄则是四肢张开, 整个人摆成了一个木字形状。 当然了, 为了安全起见, 叶玄穿着一件铁裤头, 保护着要害。 随后, 四大丫鬟抡起了一米多长的木锤, 砰砰砰地在叶玄全身上下, 锤积了起来。 过了足足半个小时, 叶玄的耳边再次有提示声响起, 天道酬情, 宿主完成一次认真的锤炼。 当前熟练度372。 叶玄这才对四大丫鬟道, 好了, 可以停下来了。 白菊揉了揉自己的胳膊。 少爷, 你好像越来越硬了, 搞得我胳膊都酸了。 绿菊赞同道, 是啊, 再这样下去, 咱们四个都招架不住少爷了。 叶玄则是道, 你们再坚持坚持吧, 等本少爷踏入下一个阶段, 你们四个就不行了, 到时候估计得安排四个壮汉, 把木锤也换成铁锤了。 接下来几天, 叶玄每日进行着训练, 熟练度飞涨。 天道酬情, 宿主认真修行一千次, 奖励天人吐纳术。 随后, 一套高深莫测的修行功法, 出现在叶玄的脑海之中。 这套功法比起之前的万川归海绝, 更强得多。 而这一功法出现在叶玄脑海之后, 还自行融会贯通, 叶玄不由自主地运转着天人吐纳绝。 伴随着新的功法运转, 天地之间的气, 一个个都倒贴了过来, 主动投入了叶玄的身体之中, 化作叶玄力量的一部分。 叶玄贪婪地吞吐着天地之气, 进行着修行。 半个小时后, 叶玄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身上的气息, 比起之前更胜一筹, 他已经突破了五品之境, 修为正式跨入了四品。 初次修行, 便帮助叶玄突破了一个品级, 由此可见这天人吐纳绝有多么强势了。 叶玄估计, 最多十天的时间, 他便能再破一个层次, 跨入三品。 到时候, 即便是大厦顶尖强者, 叶玄也有信心与之一战。 第四章, 透视眼。 而伴随着叶玄的突破, 他心中也莫名有了一种名物, 他的天道酬情, 可以多出一种努力方向了。 原本叶玄的天道酬情, 一共有三个进度条, 分别是修行、 挥剑、 锤炼。 修行决定了境界, 是一个人的根基, 挥剑, 提升攻击力, 锤炼则是提升防御力。 如今, 叶玄根基雄厚, 修为静静神速, 又领悟了剑意, 还身负钢筋铁骨, 综合实力堪称, 十分出众了。 而现在, 叶玄的锻炼方式, 可以再多出一种, 叶玄心情也不错。 而天道酬情系统, 也得出了叶玄三个选择。 认真的咆哮, 咆哮摆次后, 掌握鬼哭狼嚎, 终极大奖为初始雷音, 升弱雷霆, 天崩地裂。 认真的瞪眼, 瞪眼摆次后, 掌握透视眼, 终极大奖为火眼晶晶, 洞察万物, 邪魔险形。 认真的发号施令, 发号施令百次后, 掌握一言九鼎, 终极大奖为延出法随, 修改现实。 这三个选项, 终极大奖都颇为诱人, 初始雷音, 重攻伐, 火眼晶晶, 重辅助。 而延出法随的话, 可以修改现实, 简直是无敌。 只是认真的发号施令, 相比认真的瞪眼, 或者认真的咆哮, 毫无疑问执行条件要难出许多。 叶璇只是一个大少爷, 目前肯听他发号施令的, 只有白橘粉橘黄橘绿橘四个丫鬟, 要刷发号施令的次数, 显然没那么容易。 而发号施令百次后, 初级奖励, 一言九鼎, 听起来显然不如透视眼, 那么具有诱惑力啊。 而咆哮百次, 奖励的鬼哭狼嚎, 应该是一门阴公之法, 虽然也很不错, 可叶璇依然掌握了建议, 这鬼哭狼嚎, 显然不及开天见义的威力。 综合考量, 还是认真的瞪眼更适合叶璇, 初级奖励透视眼也好, 或者终极大奖火眼金睛, 对叶璇帮助都很大, 同时刷熟练度也没什么难度, 瞪眼就行了。 因此, 叶璇心中默默道, 我选择认真的瞪眼。 随后, 另外两个选项消失, 叶璇原本的三个锻炼进度条, 多出了一个认真的瞪眼零一百。 恰好此时, 白菊花敲门声响起, 少爷, 老爷夫人, 有事找你。 行, 我知道了。 叶璇说着, 叶璇认认真真的瞪了白菊一眼, 认真的瞪眼熟, 练度加一。 白菊则是撅着嘴离开了, 少爷也太过分了, 好好的瞪自己干什么。 几分钟后, 叶璇来到了正厅之中, 道, 爹, 娘。 薛宁打量着自己儿子, 道, 玄儿, 你已经十八岁了, 可有众异之人。 叶璇愣了一下, 才道, 暂时没有。 薛宁笑道, 玄儿, 你专注修行, 在男女知识方面有点迟钝了。 这样吧, 明日娘带你回一趟娘家, 去见见你那些表姐妹, 说不定你的良缘就在其中。 在大夏, 堂兄妹之间不能通婚, 可表情之间结亲, 算是亲上加亲, 十分常见。 而因为叶璇是抱养的, 叶璇和薛宁夫妻没有血缘关系, 外加上在大夏, 表情怜姻的合法性, 貌似确实可以考虑啊。 想着, 你长得怎么样? 倘若和我几位姐姐一样如花似玉, 也不是不能考虑。 叶璇宗听了儿子的话, 训斥道, 你这小子, 娶妻娶嫌不懂吗? 年纪轻轻的, 可不能只关注女孩子的容貌, 更要关注女孩子的内在。 叶璇实话实说道, 可如果她长得不堪入目, 她内在再美, 我也没兴趣啊。 再说了, 您娶我娘回家, 只是因为她比较贤惠吗? 薛宁顿时用危险的眼神看着叶璇宗。 叶璇宗慌忙道, 你小子, 别挑拨离间。 你娘那是既漂亮又贤惠。 叶璇赞同道, 没错, 那我也要找像我娘这样的。 一家人本来聊得挺开心的, 只是忽然三姐快步走进了房间。 叶璇宗立刻道, 孟涵, 你这是怎么了? 叶孟涵气愤道, 爹, 二姐刚才红着眼回家了, 脸上还有个巴掌印。 现在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句话都不说。 叶孟涵这话一出, 叶璇宗夫妻都是面色一变, 叶璇同样右拳紧握。 此时, 叶璇宗皱眉道, 他是被郑家人欺负了。 叶孟涵气道, 除了郑家人, 还能有谁? 以前我就听二姐抱怨过, 她那个婆婆瞒不讲理, 凶得很。 没想到, 现在竟然都动手了。 叶璇一听这话, 直接站了起来, 郑家人好大的勾胆。 我这就去找他们。 叶璇宗看了儿子一眼, 你有把握吗? 叶璇却道, 天剑宗上三品的长老都扛不住我一剑, 郑家算什么东西? 叶璇宗直接道, 好, 那你便去郑家, 替你二姐出一口气。 第五章, 出恶气。 叶璇宗也是有脾气的, 自家二女儿, 自从嫁入郑家, 原本活泼开朗的她, 笑容便越来越少了。 原本叶璇宗所想是家和万事兴, 不想参与女儿女婿的事情, 希望他们能慢慢磨合。 可现在既然动手了, 那还谈什么以后? 先把这一巴掌打回去再说。 叶璇也没有废话, 微微活动了一下手脚, 然后让家丁牵了一匹快马过来, 直接前往郑家。 叶孟涵见状, 道, 三姐也陪你一起。 她也想替二姐出气, 不过同时, 又怕叶璇出手太重, 把事情闹得太大了。 毕竟二姐的公公, 也是大理四成, 也是大厦, 从七品的官员, 倘若出手太重, 朝廷问责的话, 也是个麻烦。 郑家可没有叶家祖上的积累, 京城寸土寸金, 因此郑家宅院位于京城七环外, 颇为偏僻。 过了足足半个时辰, 两匹快马来到了郑家大宅, 两个护院见到来人, 顿时脸色微变。 不久之前, 少夫人才含泪回了娘家, 如今人家, 娘家人就杀上门来了, 看来这事难以杀了。 这两个护院也很识趣, 立刻跪在了地上, 叶少, 叶三小姐, 四成大人刚刚回府, 还望两位慎重啊。 叶璇直接道, 郑喜丁, 她再更好。 叶璇说着, 一脚踹在了大门上, 顿时, 一声轰然巨响, 郑家大宅的大门当场飞了出去。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免不了惊动郑家人。 很快的, 郑家老小便集中在了庭院之中。 这些人, 为首的郑氏案查思经历, 郑喜丁, 身旁有郑夫人, 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郑文和郑武。 郑武见到叶璇, 大声道, 叶璇, 你敢踹我郑家大门? 你活腻了? 郑喜丁冷声道,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粉。 叶璇, 如今叶璇出了这么大的事, 连累到我郑家, 他不亲自出面, 就有你一个小辈出面。 叶璇听了郑喜丁的话, 冷声道, 别说那些没用的, 我先问你, 谁动了我二姐? 郑武直接道, 是我打的, 那是他该打。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混账得罪了天剑宗, 我怎么会被天剑宗除名? 我郑家还没去你叶璇问责呢?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郑喜丁也道, 叶璇, 你二姐的是小, 我而被天剑宗除名世大, 此事, 你处理不了, 需要你父亲亲自出面, 给我郑家一个交代。 我今日, 不和你这个小辈计较, 让你父亲亲自来一趟吧。 叶璇和叶梦寒听了, 都是非常愤怒。 叶璇听了郑喜丁的话, 忽然道, 老东西, 你可知道, 我是怎么得罪的天剑宗。 这回, 叶璇的二姐夫郑文也色变了, 叶璇, 我终究是你二姐夫, 你就这么和我父亲说话。 叶璇瞪了对方一眼, 闭嘴巴你。 我二姐让人打了, 你连屁都不放一个, 你也配当我二姐夫。 此时, 叶璇的耳边, 认真的瞪眼熟练度, 在不断提升着。 只是此刻, 他非常愤怒, 没空去管这些。 只见叶璇从腰间抽出了一把长剑, 缓缓道, 我是因为, 差点劈死了一个天剑宗长老, 才得罪了他们。 郑武, 你哪只手打了我姐? 郑武听到叶璇所说, 顿时大笑了起来。 你小子疯了吧? 批死了天剑宗长老。 你可知道, 天剑宗长老都是上三品的存在, 一个巴掌就能呼死你。 你还批死了天剑宗长老? 你怎么不说, 你批死了阴山蛇神? 阴山蛇神是盘踞在阴山的一尊超级妖魔, 寿命超过千年, 岁月更变, 改朝换代, 阴山蛇神也从未发生过变故。 叶璇看着郑武嘲讽的模样, 同样笑了起来, 然后他一剑朝着前方斩出。 郑喜定眼见叶璇出手, 冷声道, 看来, 我今日得T4正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了。 郑喜定实力也不弱, 他乃是无凭舞者, 在云州也称得上是一方强者了。 叶璇在修行万川、 龟海绝和天人土纳术之前, 多年修行也不过七品的层次, 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年轻舞者的层次。 从下三品跨入中三品, 若没有特殊的天赋或者奇遇, 需要至少二十年的苦修打磨, 而从中三品入上三品, 除了几年累月的苦修, 更需要极高的武道天赋。 因此, 叶璇刚才说自己批死了上三品的天剑宗长老, 郑武才觉得很好笑。 这就像有人说, 自己喝了三碗酒, 然后醉酒打死了一头掉进白鹅虎一样, 在那人说自己叫武松之前, 没人会信。 只见郑喜定抽出了一把战刀, 威风凛凛, 用刀背向着叶璇斩了过去。 叶璇同样一剑斩了过去, 长剑和战刀刀背相撞, 剑一加持之下, 郑喜定手中的战刀直接被叶璇一剑劈碎。 眼看叶璇的剑要落在郑喜定身上, 叶孟含道, 玄儿, 不要杀他。 叶璇听到三姐所说, 改剔为拍, 用剑身拍在了郑喜定的胸腹部。 虽然是拍, 可在剑一加持下, 这一剑威力依然不小, 郑喜定口中吐出了一口血液, 整个人朝后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郑家人看着这一幕, 顿时傻眼了。 郑喜定身为大理四成, 同时又是无品无辙, 竟然被叶璇一剑击败了。 难道说, 叶璇所说的差点批了天剑宗长老之事? 是真的? 郑武正猛逼呢? 叶璇已经瞬间出现在郑武面前。 他冷声道,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用哪只手打了我二姐? 叶璇的剑已经架在了郑武的脖子上, 剑刃已经划破了郑武颈部的皮肤, 有血液渗透了出来。 此时, 你要动了我儿子, 你那二姐没好果子吃。 叶璇听到这个恶父的话, 也是怒从心头起。 这个恶婆婆, 以前二姐回家, 就抱怨过好几次, 经常对二姐挑三拣四, 嘴里没几句好话, 今天竟然还敢威胁自己, 既然不会说话, 那以后就别说话了。 想着, 叶璇猛地一拳砸了过去, 正中这个恶父的下恶骨。 叶璇的铁拳, 直接将恶父的下恶骨打得粉碎, 恶父顿时捂着下巴, 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下恶骨被打碎, 以后他说话可就很困难了。 第六章 夫人, 正文面色大变, 叶璇, 你今天伤我父母, 是逼我修了你二姐。 叶璇转头看向了正文, 道, 修? 你也配修了我二姐, 不如我今天直接砍了你, 让我二姐当的寡妇吧。 叶璇杀意凛然的话, 让正文下的身体哆嗦了一下。 你敢, 叶璇没有和他废话, 只是架在正五脖子上的剑, 拿了下来, 然后刷刷两刀。 正五的左手和右手都被叶璇砍断, 掉在了地上。 手掌刚刚脱离了胳膊, 神经还有一定的活性, 因此还在地上蹦跋了两下。 正五的手腕位置, 血如泉涌, 他口中也哀嚎着, 我的手, 我的手啊。 叶璇淡淡道, 我给过你机会了, 既然你不说是哪只手, 那我就把他们全砍了。 正家人终于彻底爬了, 正喜定被剑气重伤, 老夫人被打碎了下额, 正五被砍断了双手, 即便正文都面临死亡威胁, 正家人哪里还敢有半分嚣张。 正文内心非常慌张, 表面上依然强装镇定地看着叶璇。 叶璇, 我父亲是大理寺城, 你今日再次行凶, 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爹, 还是大理寺正吗? 你说我要是灭了你正家满门, 然后伪造成妖魔作乱的样子, 朝大理寺能查到吗? 叶璇脸上流露出危险的神情, 看着正家人。 正家人面色都是大变, 倘若叶璇真这么做了, 那他们真不一定有地方深渊。 毕竟这里是大厦, 又不是现代社会, 这里既没有监控, 也没有电话。 而他们正家因为贫穷, 家宅也位于七环外, 地处偏僻, 本就避免不了有妖魔袭击。 毕竟天玄界, 虽然是以人类社会为主导, 但是从来不乏各种妖魔, 甚至大厦的前一招, 警朝, 便是因为妖孽祸国, 才改朝换代的。 若是正家出事, 叶成宗这位大理寺正将此事归咎到妖魔身上, 三思法可能会真的往这个方向调查, 最终事情也会不了了之。 叶璇的话, 也让正家人彻底色变了, 他们这才意识到, 他们是招惹了怎样一个存在。 对方既拥有着, 把他们赶尽杀绝的实力, 又拥有是人命如草芥的心。 此时, 郑喜定咳嗽了两声, 道, 叶小友请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郑家上下全当没发生过, 希望小友给郑家一条生路。 叶璇却拎着低血的剑来到了郑喜定面前, 可我还是觉得死人才是最放心的。 叶璇说着, 举起了自己的剑, 一剑朝着郑喜定的脑袋劈了过去。 郑家人全部都面如死灰, 郑武更是后悔得要死, 自己为什么要打他二姐啊? 因为那一巴掌, 今天郑家要被满门抄斩了吗?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雪儿, 剑下流人。 来人正是叶璇的二姐, 叶孟雪。 叶璇的剑也堪堪停留在了郑喜定头顶两寸的位置, 剑气已经划破了郑喜定的头皮, 血液渗透了出来。 这看上去是个巧合, 实际却并非如此, 她还没那么丧心病狂, 因为一巴掌就灭人满门。 只是她已经察觉到, 二姐马上要到了, 既然如此, 自己就当个坏人, 让二姐来当个好人吧。 因为叶璇很清楚, 二姐没有真的打算和郑文离婚。 郑文虽然性子懦弱了点, 但是对叶孟雪还是不错的, 两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只是大夏孝道为先, 郑武打了叶孟雪一巴掌, 而郑武又受到家里二老的宠爱, 哪怕郑文心疼自己妻子也没办法, 他毕竟懦弱了点。 因此, 今天叶璇是斩了郑武的双手, 又给了郑喜定夫妻一个深刻的教训, 然后关键时刻, 让自家二姐过来救他们郑家人一条小命。 这样一来, 哪怕叶璇将郑家人收拾成这样, 郑家人都得对叶孟雪感激涕零, 不敢有半点不满。 他竟敢对叶孟雪有丝毫的不尊敬。 叶孟雪下了马, 来到叶璇身侧, 道, 璇儿, 你砍了郑武双手, 此事已经抵消了, 不要再动手了。 迟见的叶璇犹豫片刻, 才道, 看在二姐的面子上, 我就放过他们这回, 再有下次, 哪怕二姐你拦着, 我也要将这正负给涂了。 叶璇说着, 又瞪了郑家人一眼。 宿主完成了一次认真的瞪眼。 当前熟练度三十六, 叶璇也很意外, 第二的进度调了。 随后, 叶璇便和叶孟汉离开了, 只留下叶孟雪以及狼狈的郑家人。 郑文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孟雪, 你这弟弟也太过分了, 郑武被砍去了双手, 我爹娘都受伤了。 叶孟雪看着郑文, 道, 夫君, 你弟弟打了我一巴掌, 你无可奈何。 如今我弟弟上门, 替我讨回公道, 我同样无可奈何。 今日叶正两家闹到这种地步, 你我要不合离吧。 郑文面色一变, 他对叶孟雪的确是有感情的, 他不愿意合离。 此时, 郑喜定却道, 行了。 孟雪, 此时是郑武有错在先。 你弟弟替你出气, 也是情理之中, 此事不必再提, 以后你们小两口, 好好过日子吧。 郑武不甘心道, 爹, 你怎么呢? 郑喜定却道, 住嘴。 若不是你这混争, 今日郑家怎么会有此一难? 从今日起, 你搬出郑家宅院, 另寻住处。 郑喜定不傻, 当才叶玄身上的那股杀意, 做不得假。 叶玄之所以放过他们, 只是因为叶孟雪, 准确地说, 是叶孟雪和郑文之间, 还有夫妻情分。 若是今天叶孟雪和郑文真的合离了, 说不定今天晚上, 叶玄那个小疯子, 就杀上门来, 把他们郑家给灭门, 然后栽赃到妖魔身上。 到时候,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可没有人会替郑家讨这个公导。 因此, 可以说, 叶孟雪就是他们郑家的唯一救星, 唯有八件好叶孟雪, 他们郑家才有一条生路。 郑喜定是个老油条, 很清楚其中的要害。 如今大夏皇朝, 皇权至上, 可皇权的根基, 同样是力量。 叶玄能见斩天, 见宗长老, 随手重创他这个云州暗茶寺经历, 那他郑家就必须服软,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第七章, 杨皇后。 而另一边, 叶玄和叶孟寒一起回家, 叶玄神清气爽, 心情十分不错。 叶孟寒道, 小弟, 以后三姐若是被婆家给欺负了, 你也会替三姐出头吧。 叶玄立刻道, 那是当然, 谁敢欺负你, 我就剁了他。 可是三姐你眼睛可得擦亮点, 别像二姐一样, 找个懦弱不堪的男人。 叶孟寒则道, 你放心, 三姐的眼光可高着呢。 叶孟寒看着自家小弟, 内心也很欣慰, 自家这个弟弟都能为姐姐出头了呢。 记得小时候, 叶玄刚刚被爹娘抱回来, 她们姐妹四个都好奇地围着这个小家伙, 东看看西看看。 后来长大一些, 爹娘还曾经问过姐妹几个, 有没有人喜欢弟弟的。 她们姐妹几个都知道, 叶玄不是亲生的, 毕竟当初虚拧肚子都没带过, 忽然就有了弟弟了, 怎么可能是亲生呢? 叶成宗还想过, 怕叶玄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会离开叶家, 因此想将其中一个闺女许配给养子, 那叶玄既是养子, 又是女婿, 亲上加亲了。 只是姐妹四个都将叶玄当成了亲弟弟, 没人把弟弟当成童养夫的, 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叶孟寒看到弟弟如此出众, 心里也很高兴, 只是他隐隐有点担心, 若有一天, 弟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会不会责怪自己和爹娘, 不告诉他呢? 大夏皇宫, 昆明宫, 杨皇后端坐于凤椅之上, 而在他面前的, 则是当今五皇子姬浩宇。 杨皇后风姿绰约, 虽然已经年过四十, 可却雍容华贵, 美不胜收, 相比来讲, 他的儿子姬浩宇在相貌方面就有些平凡了。 而姬浩宇自小便天赋出众, 文韬武略兼备, 乃是非常热门的太子人选。 杨皇后也觉得自己这个字很优秀, 可不知为何, 面对儿子总是少了几分亲近, 不像其他的皇子和母妃之间相处那么亲密。 只听姬浩宇道, 母后, 杨皇后笑道, 是啊,若非当初怀了你, 母后如今可能也是你师父那样的人物呢。 姬浩宇自责道, 是孩儿之过呀。 最近孩儿多了一位师妹, 她同样天赋出众, 有空我带她来见见您。 杨皇后微微点头, 也好, 让母后替你把把关。 母子两个闲谈片刻, 姬浩宇便离开了昆宁宫。 姬浩宇离开之后, 杨皇后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 她轻轻挥手, 道, 进来吧。 片刻后, 两个宫女出现在杨皇后的面前, 她们手中端着一个木质托盘, 盘中放置着一碗清水。 杨皇后缓缓道, 动手吧。 两个宫女各自刺破了食指指腹, 朝着碗中滴了一滴鲜血。 两滴血液迅速融汇在了一起, 不分彼此。 杨皇后面色一变, 道, 你们先下去吧。 记住, 今日之事不得外传。 两个宫女不敢多说什么, 迅速离开了。 而杨皇后则是一巴掌拍在了凤椅之上。 她不由回忆起了自己生产之日发生的事情。 当时有一百族蜈蚣精袭击皇宫, 皇宫之中还有一头六尾狐妖释放狐火, 导致皇宫一片大乱。 而这也导致她和她的皇儿分开了不短的时间。 后来她的皇儿虽然被寻回, 可她却有种感觉这不是她的皇儿。 而皇帝为了安抚她, 最终想出了一个滴血认清的法子。 杨皇后和五皇子的血液顺利相容, 打消了杨皇后的疑心。 后来, 杨皇后虽然和五皇子依然不是很亲近, 可却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觉。 毕竟滴血认清, 在这个时代, 类似于后世的亲子鉴定, 还是较为可靠的。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杨皇后内心依然耿耿于怀, 尤其姬浩宇如今长大了, 她越发觉得这个子不太像自己。 因此, 她终于决定, 让两个宫女试试着滴血认清, 结果果果然如她所料。 两个毫不相关的同龄宫女, 血液同样相容了, 当初皇帝所谓的滴血认清, 纯粹就是一个笑话。 而这个结果, 也让杨皇后的心思非常的沉重。 当初皇儿和自己分开超过半个十玄, 自己担心皇儿被调包, 皇帝为何不担心呢? 要知道, 杨家在朝堂堪称权清朝野, 有着杨家这样的母族, 自己的皇儿, 有很大的概率登上皇位。 皇子被替换, 几乎意味着, 有人兵不认血地完成了改朝换代, 皇帝怎么能不在乎? 除非这个孩子, 同样是皇室血脉。 杨皇后母族实力强大, 当今皇帝若是没有杨家的帮助, 也很难登上地位。 而杨皇后自然也不是傻白甜, 她只是被一时蒙蔽, 如今滴血认清的事情被戳破, 她想到了很多。 皇帝为何要以滴血认清之法, 打消自己的怀疑? 她希望自己认下这个孩子。 那这么做, 对皇帝又有什么好处? 思虑片刻, 杨皇后终于想清楚了。 自己的母族, 势力太庞大了, 两个哥哥, 大哥在战场上功劳无数, 开疆拓土, 被封为国筑大将军。 二哥则是如今的吏部尚书, 掌控官吏的管理, 考核以及升迁。 杨皇后的父亲则是大侠太师, 虽无实权, 但是声望极高, 见了皇帝都不必下跪。 有着母族的帮衬, 杨皇后所生的皇子, 基本上一出生, 就已经有半个屁股坐在了皇位上。 而这显然是皇帝不愿见到的, 只是如今朝堂的局面, 即便皇帝要打压杨家, 也要承担巨大的代价。 因此, 他换了一种方式, 用其他皇子, 替换了杨皇后所生皇子。 如今杨皇后也好, 杨家也罢, 都在竭力地培养着杨浩宇。 而事实上, 姬浩宇的母妃另有其人, 杨家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 数十年后, 姬浩宇依靠着杨家的力量, 登上皇位, 他会怎么做? 在皇室之中, 血亲永远比感情珍贵百倍。 恐怕, 他会直接废掉成为太后的杨皇后, 让自己的生母登临太后之位。 杨家同样会遭遇清算, 一蹶不振。 杨皇后越想, 越是愤怒。 只是现在他最关心的, 还是一件事情, 自己那可怜的皇儿, 是否还活着。 又过了许久, 杨皇后稍稍冷静了下来, 让身边的太监去传旨下去。 皇后奉体欠安, 思念家人, 想让父兄入宫一续。 第八章, 杀手。 两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这天叶府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督察院复督御史, 钱人礼。 大理寺以及督察院, 刑部并称三思法, 许多重大案件都需要三思共同参与。 而钱人礼, 又曾经是叶成宗的老师, 因此, 叶成宗隆重地接待了钱人礼。 双方寒暄一番后, 叶成宗秉退了自己的子女和妻子, 对钱人礼道, 老师, 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可是有事要找学生。 钱人礼笑道, 你那样子, 天赋卓越, 你倒是捡到宝了。 犬子在剑道方面, 确实天赋出众。 钱人礼点了点头, 取出了一张新红色的羊皮, 递给了叶成宗。 叶成宗看了看羊皮, 上面有一些文字, 看着不像大夏文字。 老师, 这是何物? 钱人礼笑道, 此乃归心卷, 来自南边的巫族, 价值颇高, 只需以自身精血在归心卷上写下名字, 便会效忠于归心卷的主人。 叶成宗脸色微变, 学生不明白老师的意思。 钱人礼拍了拍叶成宗的肩膀, 成宗啊, 你这次走了大运了。 五皇子有言, 你只需让你的养子 在归心卷上书写下姓名, 从此以后, 保证你平不清云, 三年之内, 大理寺四卿之位, 非你莫属。 叶成宗听到钱人礼所说, 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老师是让我麦子求荣。 钱人礼却道, 成宗区区一个义子, 换来一片光明的前程, 此事根本无需纠结吧。 若是换了老夫, 即便亲生儿子又如何? 再说了, 五皇子在诸多皇子之中 都颇为出众, 未来有望登陵大宝, 效忠五皇子有何不可? 钱人礼健壮拍了拍叶成宗的肩膀, 道, 你仔细想想, 三日之后, 我来取回归心卷。 随后, 钱人礼便大步离开了。 钱人礼刚走, 叶成宗便将那归心卷丝的粉碎 扔进了火盆之中。 薛宁健壮, 啊, 夫君, 你在烧什么东西? 叶成宗将钱人礼所说 重复了一遍。 薛宁思索片刻, 道, 现在这种情况, 唯有请我父亲出面, 才可能帮雪儿渡过难关了。 叶成宗微微皱眉, 岳父大人君务繁忙, 对雪儿之事, 不一定会上心啊。 薛宁却道, 夫君, 咱们老夫老妻了。 你说这么委婉做什么? 我是庶出之女, 父亲毫不重视。 你我成婚之后, 父亲也从未给过些许帮助, 他对我们的事情, 确实不会上心。 可雪儿天赋出众, 未来不可限量, 依靠着这份天赋, 父亲必然会刮目相看的。 如今的叶玄, 天赋的确堪称无敌, 年仅十八岁, 便领悟了剑义, 只是修为仅有无品之境, 他能一击击溃天剑宗长老, 可若是对上领悟了义的绝顶强者, 就没有丝毫胜算了。 而大夏五皇子这个层次, 要调动一位绝顶强者, 并非是不可能的, 他们夫妻必须为叶玄找一个强有力的依靠才行。 薛宁的父亲薛怀远乃是大夏昭勇将军, 二品强者, 多年战场厮杀, 领悟了霸道刀义, 有他庇护, 可以保护叶玄的周全。 薛宁出生将军府, 因为是数出之女, 又不受宠, 因此才会嫁给叶成宗。 叶成宗也道, 那便试试吧, 希望岳父大人能护住玄。 而另一边, 五皇子姬浩宇冷着一张脸, 坐在那里饮茶, 在他面前的则是前人礼。 只听姬浩宇道, 这个叶成宗还真是不识抬举啊。 五皇子, 叶成宗说要考虑一二, 或许他能想得通呢。 姬浩宇却冷哼一声, 道, 那归心卷, 由本王幕僚留下的印记, 如今印记已碎, 归心卷已经被人毁了。 前人礼也气愤道, 那此人当真是不知好歹。 下官, 姬浩宇挥了挥手, 道, 这件事情你不必操心了, 本王会解决的。 前人礼微微躬身, 然后谦卑地离开了。 随即, 姬浩宇单手拿着一个茶杯, 然后微微发力, 瞬间茶杯被捏得粉碎。 姬浩宇则是一字一句道, 十八岁就领悟了建议, 大厦不允许有这妖牛逼的存在。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了吧。 叶府, 夜深人静,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气中。 此人名为掠影, 出自红楼。 红楼是大厦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 任务完成率极高, 哪怕是刺杀王公贵族也曾成功过。 红楼的杀手分为天地玄黄四个等级, 掠影乃是弟子级别杀手。 当然, 身为杀手, 最擅长的并非是正面对抗, 而是暗中刺杀。 掠影的轻弓超群, 踏血无痕, 纵地无声, 同时还擅长用毒。 因此, 他虽然只是中三品的杀手, 却曾经杀死过上三品的任务目标。 而此次, 他的目标是一个天才, 一个年仅18岁的天才, 见到天赋惊人。 可这对掠影来讲, 没有太大的难度, 见到天赋再惊人, 也得有拔剑的机会啊。 很快的, 掠影来到了叶玄的卧室外, 他用手将窗户轻轻戳出了一个洞, 然后将一根管子塞了进去, 开始朝着卧室之中释放毒气。 这种毒气, 名为醉生梦死, 哪怕是上三品的强者, 也会睡得如同死猪一样。 唯有部分以炼体为主的武者, 体质超群, 可以抵抗这种毒气。 可叶玄既然是剑到天才, 那必然沉迷炼剑, 不太可能在炼体方面有所成就的, 自然也挡不了这种毒气。 掠影吹入毒气后, 也不着急, 颇具耐心地等待着。 一直过了二十分钟, 他才彻底放心, 然后推开了叶玄的卧室。 推门的一刹那, 一道挺拔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掠影面色大变, 饶视他身为资身杀手, 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叶玄则是趁着掠影发呆的功夫, 一拳正中掠影的腹部。 钢筋铁骨加持下, 叶玄这一拳的力道相当之大, 掠影身体朝后飞了出去, 然后跪在了地上, 吐出了一大口血液。 叶玄则是追上了掠影, 然后一只手抓着他的头发, 然后将他的面部朝着叶玄自己的膝盖撞了过去。 只听到一声沉闷的响声, 以及滋血的声音, 掠影的五官都被叶玄的膝盖撞得彻底变形了, 看上去惨不忍睹。 说说吧, 是什么人派你来的? 叶玄看着惨不忍睹的掠影, 询问道。 掠影看了叶玄一眼, 嘴角开始流出黑血, 然后脑袋一歪, 死掉了。 叶玄见状, 夸奖道, 不愧是专业杀手啊。 眼看任务失败, 立刻咬破毒囊自杀, 不给敌人刑讯逼供的机会。 这就叫专业。 掠影, 在一个杀手执行任务之前, 嘴巴里面都要藏一个毒囊, 一旦任务过程被俘, 按照规定都得咬破毒囊自尽。 只是老一辈杀手, 才会真正地死脑筋。 任务失败就自杀, 年轻一辈的杀手, 底线都比较灵活。 掠影很早之前就想过, 一旦有一天, 自己被俘虏, 二话不说, 就把什么都告诉对方。 该说的不该说的, 统统说出来, 保住自己的小命, 才是最重要的。 杀手的职业道德? 叶璇一个袭击正中掠影的门面, 这一击直接打碎了掠影 藏在嘴巴里面的毒囊, 导致掠影被动自杀了, 可以说死得很冤了。 随后, 叶璇拎着掠影尸体来到了庭院之中, 挖了个坑把掠影给埋了。 毕竟人家如此的专业, 想必即便调查, 也不可能查到什么的, 直接埋了算了。 次日上午, 叶璇和母亲薛宁一起前往昭勇将军府, 叶成宗原本准备同行的, 只是大理寺那边有突发大案, 叶成宗身为大理寺政, 不得不前去处理。 而叶璇几位姐姐, 此次便不去了, 他们幼时曾经去过一次将军府, 将军府的规矩森严不说。 母亲薛宁在将军府还十分不受宠, 是个人就能斥责母亲几句, 这也导致他们对将军府十分不喜, 不愿前往。 半个时宣后, 教子停在了招勇将军府, 薛宁掀开了叫帘, 劳烦通报一声, 薛宁前来探望父母。 将军府有两个士兵看守, 其中一人听到薛宁所说, 便进去通报了。 叶璇看着这一幕, 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虽然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但是回娘家, 还要让下人通报的, 还是比较少见的。 由此可见, 母亲在这将军府并不受待见, 这也让叶璇有些后悔, 或许根本就不该来这一趟。 自己掌握了天人土纳树, 修行进度一日千里, 跨入上三瓶指日可待, 到时候自己便有初步的自保之力, 何必要看将军府的脸色? 母亲已经十年没有和将军府来往了, 如今因为自己, 却要来看将军府这些人的脸色, 这让叶璇着实不爽。 她低声道, 娘, 如果您是为了我来的, 我觉得大可不必, 您儿子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 薛宁看了叶璇一眼, 道, 不要胡说, 将军府不比自己家。 你虽然天赋出众, 今日也要收敛一二, 有你外公庇护, 你方能安然无恙。 虽然薛宁也不喜欢和将军府的人打交道, 可相比在将军府低头, 总好过儿子被五皇子的人针对吧。 过了七八分钟, 那名下人才来到了府邸门口, 老夫人有令, 将军正在会见一位贵客, 令你在大门口等候, 贵客离去后方可入府。 第九章, 怒斥招勇将军。 叶璇一听这话, 更是火不打一出来, 这大热天的女儿回娘家, 需要通报也就算了, 因为有客人就这么在外面晒着。 有贵客, 可以理解, 至少让人带到偏厅坐一坐吧。 连门都不让进, 简直欺人太甚。 叶璇直接道, 娘, 咱要不直接回家吧, 我不去了。 薛宁斥责道, 不要胡闹。 老夫人既然让等, 那便等着吧。 叶璇听了, 有些咬牙切齿地看了一眼招勇将军府。 老夫人是吧, 你给小爷我等着, 我迟早收拾你。 叶璇知道母亲是庶出, 那这位老夫人必然不是母亲的生母了, 难怪对薛宁如此冷淡。 而以对方现在对母亲的态度, 想必母亲在将军府成长的时候, 也受了不少的苛责。 当儿子的, 怎能不替母亲出这口气。 叶璇迟早让这老东西好看。 等待了二十多分钟, 叶璇心中的怒火也在积蓄着, 又过了片刻, 一道身形挺拔的男子骑马而来。 他对轿子道, 你们在招勇将军府, 有何贵干? 薛宁拉开轿帘, 声音有几分不确定, 道, 二哥。 薛宁愣了一下, 小宁, 二哥是我, 这是你外甥, 玄儿。 叶璇看了一眼薛勇, 有几分不情愿道, 见过舅舅。 薛宁笑道, 玄儿都长这么大了呀, 不错不错。 你们来了, 干嘛不进去啊? 叶璇直接道, 老夫人说了, 将军府有贵客, 让我们在大门口等着。 薛宁听了, 直接道, 娘亲也是的, 有贵客又如何? 招勇将军府这么大, 还放不下几个人吗? 小宁, 你随为兄弟府吧。 可是老夫人, 薛勇打断道, 无妨, 母亲若是责怪, 就让她怪罪我吧。 你许久没回过将军府了, 快进来吧。 薛宁见状, 便道, 走吧雪儿, 跟着你舅舅, 一起认识一下将军府。 这招勇将军府, 比起叶家的宅院, 的确大得多, 宅院之中, 光是护卫, 就有数百之重, 比起叶府强出太多了。 只是几人刚刚进了将军府, 便见一个精神绝朔的老者, 以及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夫人, 正在恭送着一位一袭红衣的女子。 红衣女子风姿绰约, 性感妩媚, 双风高耸入云, 腰直鲜鲜一握, 臀部弧度惊人, 让人望眼欲穿。 她身上的服饰同样高贵精致, 而能让昭勇将军夫妇恭敬相送, 显然身份不同凡响。 叶璇的目光, 也在女子脸上停留了几秒钟, 很显然。 这是一位得到造物主钟情的绝世美人, 绝美的脸蛋, 精致的五官, 找不到丝毫的瑕疵。 所谓的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带无颜色, 所说的便是这样的女子了吧。 正当此时, 银发老夫人用手中拐杖重重地敲在了地面上, 她大声训斥道, 薛宁, 我不是让你在大门口等着啊, 谁让你进来的? 冲撞了贵客, 你单呆得起吗? 薛宁顿时脸色煞白, 有些畏惧地看着老夫人。 薛宁则是道, 母亲, 是我让小妹进来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 老夫人打断道, 住嘴, 薛宁, 你冲撞贵客, 就在这烈日下跪上一个十玄赔罪吧。 薛宁看着气势汹汹的老夫人, 面色犹豫片刻, 准备跪下去。 她在将军府市述出, 本就不受宠, 今日她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拂袖离去, 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要么老老实实地受罚。 而唯有接受惩罚, 才能和招勇将军以及老夫人商议庇护玄儿之事, 为了儿子, 她忍了。 只是, 正当薛宁要跪下的时候, 被叶玄拦住了。 叶玄声音铿锵有力, 母亲, 我们不跪。 什么狗屁招勇将军? 我们不稀罕。 叶玄的声音不小, 狗屁招勇将军这六个字, 所有人都清晰可闻。 老夫人怒斥道, 大胆, 小畜生你找死。 薛怀远的面色同样很不好看, 她沉声道, 红鸾公主, 我这些不孝晚辈, 让您见孝了。 红衣女子, 乃是红鸾公主, 圣红鸾。 当然, 大厦国姓为基, 因此, 红鸾公主显然不是大厦公主, 而是代州公主。 天玄界地域广阔, 大厦四周, 同样有数个皇朝。 而其中, 大厦和大厦之间, 是最不可能发生战事的国家。 因为大厦和大厦之间, 相隔的是殷山。 在殷山, 有一尊盘踞了千年的殷山蛇神, 没有任何一个皇朝敢去触怒殷山蛇神。 大厦上文, 大厦宠武, 大厦为了表示两国勇为友邦, 让红鸾公主来到大厦留学, 修行剑道。 而这位红鸾公主乃是大厦第一美人, 她来到大厦, 除了修行剑道, 更是在大厦诸多皇子之中择序的。 大厦希望本国公主和大厦皇子联姻, 两国之间的关系也能更加长久。 圣红鸾虽为一国公主, 可如今大厦多位皇子都对圣红鸾热切殷勤。 因为一旦他们能拿下圣红鸾的芳心, 就相当于得到了大厦的支持, 未来继承大统的可能性会高出许多, 因此圣红鸾在大厦地位也颇高。 只是圣红鸾看着那个扶着母亲, 怒对老夫人的少年, 却不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圣红鸾在大厦贵为公主, 可她因为母族力量薄弱, 加上只生了一位公主, 没有皇子, 因此在后宫地位不高。 太后也好, 皇后也罢, 都可以将她的母亲随意摆布, 肆意欺凌。 而她这个当女儿的, 却从未敢于反抗。 直至两年前, 母亲因为冲撞了贵人, 被太后惩罚在烈日下罚贵两个十玄。 母亲因为身体体弱, 在烈日炎炎下罚贵, 直接昏迷了过去。 之后便一并不起, 郁郁而终。 一样是冲撞贵人, 一样是烈日下罚贵, 今日这一幕和当年之事何其相似? 而薛宁虽不及圣红鸾的母亲美貌, 但却和圣红鸾的母亲一样, 有种为母则刚的气质。 圣红鸾看着党在薛宁身前, 对昭勇将军横眉冷对, 大声呵斥的少年, 心中极是羡慕, 又是钦佩。 若是两年前, 他也有站出来的勇气, 那么, 哪怕他受伤些许的惩罚, 母亲也不至于被暴晒昏迷, 抑郁而终吧。 第十章 红鸾终情 此时, 老夫人大声道, 老人, 给我拿下这小畜生, 赶在将军府大放厥词, 简直反了天了。 是, 老夫人。 接下来, 将军府的一只精锐冲了出来, 二话不说, 攻向了叶玄。 这些人全部都是七品舞者, 虽然是下三品, 可数量有十二个之多, 对付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在他们看来, 问题不大。 叶玄看着冲上来的这群家伙, 悍然拔剑, 开天剑一家持下, 一朝秋风扫落叶。 只听到冰刃碰撞的声音, 这群舞者手中的剑, 瞬间被叶玄斩断, 剑气轰击在这些舞者身上, 让他们飞残疾伤, 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薛怀远看着这一幕, 冷声道, 放肆。 他缓缓拔出了长刀, 准备出手。 只是此刻, 圣红鸾却道, 住手吧。 圣红鸾此刻看着持剑的叶玄, 眼中满是流光异彩。 母亲受辱, 和他同龄的叶玄, 敢将昭勇将军说成是狗屁, 毫不犹豫地挡在母亲身前。 而叶玄刚才那一剑, 则更加的惊艳, 叶玄一剑斩出之时, 圣红鸾能感觉到, 挂在腰间的长剑, 在颤抖着。 圣红鸾自己的剑道天赋颇为不错, 有伴有名师, 在圣红鸾看来, 叶玄至少是领悟了剑一雏形, 初剑之时, 才能让万剑站立。 心念坚定, 为了母亲不惜对抗强权, 又拥有着妖孽般的剑道天赋。 这样的少年, 岂不是自己心目之中最完美的另一半? 虽然眼前的少年, 显然不是皇子, 可那又如何? 母亲之死, 让圣红鸾早就对大洲皇室颇为不满, 只是, 一直以来他孤身一人, 没人能给他反抗的勇气罢了。 而眼前不惧强权的叶玄, 恰好能给他这样的勇气。 薛怀远听到圣红鸾所说, 脸色微变, 红鸾公主, 此乃我将军府家事, 您不适合参与。 红鸾公主却道, 大夏也好, 大洲也好, 都是以孝道为先, 她维护自己的母亲, 何错之有。 至于说冲撞贵客, 你们口中的贵客, 应该是我吧? 我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冲撞, 又何来冲撞贵客之说? 此言一出, 薛怀远和老夫人面色都不太好看, 但是却不敢顶撞。 毕竟红鸾公主地位非凡, 一旦惹怒了她, 被几位皇子知道了, 不用红鸾公主发话, 那些个舔狗皇子们, 便能拆了这座招勇将军府。 叶璇也意外地看了一眼圣红鸾, 她确认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对方, 可红鸾公主却主动替她开口, 倒是省了她不少麻烦。 如今叶璇尚未踏入上三品, 若针对上薛怀远, 的确胜算渺茫。 因此, 叶璇感激道, 多谢红鸾公主。 红鸾公主微微汗手, 然后便缓步离开了将军府。 薛怀远和老太太几人恭敬道, 恭送红鸾公主。 叶璇忽然道, 母亲, 我们也走吧, 人家也不欢迎我们。 薛宁看了一眼薛怀远, 眼见对方满眼都是怒意, 知道自己的想法已经完全破灭了。 她只能朝着薛怀远和老夫人作依, 然后和叶璇离开了将军府。 母子两个刚刚出门, 便见圣红鸾正等在将军府的大门口, 在她身侧, 则是两个女见识。 薛宁上前道, 见过红鸾公主, 多谢公主替玄儿解围。 红鸾公主看着和母亲气质颇为相似的薛宁, 声音也很温柔, 夫人客气了。 令郎地见到天父, 似乎很不错。 薛宁听到这话, 似乎想到了什么。 自己此次来将军府, 只是为了给玄儿求一个庇护。 只是这个庇护, 为何非得是自己父亲的呢? 眼前的红鸾公主又何尝不可。 她身为大舟公主, 远道而来, 身边自然有高手庇护。 而红鸾公主又是几位皇子的追求目标, 身份敏感, 自家儿子待在红鸾公主的身边, 哪怕是五皇子, 也不好对叶轩下手。 因此, 薛宁道, 公主, 我实话和您说吧, 我儿叶轩, 有见圣之姿, 她年仅十八, 已经领悟了剑义。 圣红鸾震撼道, 剑义? 这怎么可能? 她还以为, 叶轩只是领悟了剑义雏形, 没想到, 却是掌握了剑义, 这已经不是天才两个字可以形容的了, 简直是妖孽吧。 薛宁则是道, 此事千真万确。 圣红鸾也很清楚, 薛宁欺骗自己,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这样的谎言, 太容易拆穿了。 她看着薛宁, 道, 夫人, 您告知我令王的天赋, 是有所求吧。 薛宁实话实说道, 没错, 几日前, 我儿无奈展露了剑义, 然后五皇子便命人送了一张龟心卷过来, 并向我夫君许下了大理寺卿之位, 可我们夫妇怎会卖子求荣? 今日我来将军府, 也只是想为玄儿求一个庇护。 刚才发生的事情, 公主你也看到了, 将军府这条路走不通了, 不知道公主是否愿意帮帮玄儿。 圣红鸾听到薛宁所说, 看向了叶玄, 她忽然道, 夫人, 可否让我和您儿子单独聊聊? 这个自然没问题。 随后, 薛宁回到了轿子中, 只留下圣红鸾和叶玄。 圣红鸾凭退了自己的两位剑士, 然后对叶玄道, 我该怎么称呼你? 公主叫我叶玄即可。 圣红鸾看着叶玄, 道, 你既然有求于将军府, 为何又如此得罪将军府? 你刚才若没有触怒昭勇将军, 凭借你的天赋, 以及你们之间的血亲关系, 昭勇将军肯定会庇护你。 叶玄却道, 我叶玄不需要任何人的庇护, 不管他是昭勇将军, 还是别的什么, 敢伤害我的母亲, 我就让他好看。 叶玄的话, 让圣红鸾眼眸之中 更多出了几分倾慕, 当初的自己, 若是有这份勇气, 该多好啊。 他又继续道, 倘若你面对的是大下皇室, 也有现在的勇气吗? 叶玄顿时笑了, 他身为穿越而来之人, 内心最不畏惧的就是皇权, 更何况, 他这副身体真实的身份, 还是大下皇子。 因此, 他淡淡道, 大下皇室又如何? 他们是比别人多长了一颗脑袋吗? 叶玄当初遭遇变故, 死里逃生, 这件事情必然有皇室中人的影子。 等到叶玄拥有足够实力, 迟早要去皇宫一趟, 把真相查清楚。 而那些陷害叶玄之人, 哪怕是皇室中人, 叶玄也会一剑剁了他们的脑袋。 圣红鸾能清楚地看到, 叶玄在提起大下皇室, 眼神之中没有丝毫的敬畏, 不论面对任何人, 他都可以提起自己手中之剑, 去保护自己身边之人。 这让圣红鸾更为心动了, 唯有这样的男人, 才是值得他圣红鸾托付终身之人啊。 第十一章, 吃龙玉佩。 相比来讲, 大下的几位皇子又如何? 他们虽然贵为皇子, 可倘若有一天, 大下皇帝说要处死他圣红鸾, 这些皇子们, 没有一位敢站出来的。 而眼前的叶玄, 哪怕是大下皇帝, 他也可以为他拔剑。 想着, 圣红鸾道, 五皇子是皇后嫡子, 母族能量庞大, 圣红鸾被眼前的同龄人彻底吸引了, 他心智坚定, 他一身傲骨, 他天赋惊人, 关键他, 长得也很帅气, 完全符合圣红鸾的审美。 因此他决定, 以自己仅有的力量, 庇护叶玄。 同时, 叶玄若是来到他的公主府, 两人朝夕相处, 圣红鸾就不信叶玄能不行动。 这是他身为大洲第一美人的自信。 叶玄愣了一下, 为什么帮我? 从一见面, 直到现在, 圣红鸾都在不遗余力地帮他, 这是为什么? 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圣红鸾笑道, 看你长得帅, 可以吗? 叶玄正要说什么? 圣红鸾已经来到了薛宁教子面前, 道, 夫人, 令郎天赋惊人, 我不能看着这样的天才陨落, 就让他来我公主府吧, 在公主府, 即便五皇子都不能拿他怎样。 圣红鸾虽然不受宠, 可为了保证大洲和大夏的联姻顺利, 圣红鸾的父皇, 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位绝顶强者的。 那位高手虽然年迈, 但是境界却是一品之境, 又领悟了权益, 号称赵一拳。 所谓赵一拳, 并非说他只能打一拳, 而是大多数人都接不了他一拳。 有赵一拳在, 公主府的安全系数还是极高的。 薛宁立刻下轿, 感激道, 多谢公主出手相助。 将来玄儿必然当牛坐马, 报答您的恩情。 圣红鸾笑了笑, 心中暗暗道, 当牛坐马就不必了, 圣红鸾便和叶玄母子分开了。 叶玄要回家一趟, 收拾收拾行李, 然后搬往公主府。 当然, 对外的话, 叶玄会是红鸾公主聘请地见到老师。 薛宁母子回家后, 将发生的事情和叶成宗说了一遍。 叶成宗也非常愤怒。 夫人, 你这嫡母简直欺人太甚。 等将来咱家玄儿出人头地了, 一定要回一趟将军府, 让她好看。 叶玄赞同道, 爹您说得没错, 那个老太婆, 我迟早收拾她。 薛宁则是道, 行了, 你这孩子就是太冲动, 还好红鸾公主心地善良, 愿意帮你, 否则的话, 你可就危险了。 叶玄解释道, 娘, 你儿子有这样的天赋, 寻求庇护并不难, 反正我绝对不能看着您被那老太婆欺辱。 薛宁爱怜地看了儿子一眼, 儿子长大了呀, 这十几年的心疼果然没有错付。 随后, 夫妻俩替叶玄收拾了不少东西, 然后安排一辆马车, 将叶玄以及这些生活用品送到了公主府。 红鸾公主的府邸, 位于龙都核心地带, 大致在二环内非常之奢华。 叶玄也在两位剑士的带领下, 来到了公主府的大厅之中。 圣红鸾换上了一身天蓝色的长裙, 这天蓝色长裙搭配上她清纯绝美的五官, 给人一种蓝莲花般清纯质感, 同时性感妩媚的身材, 却是这长裙遮掩不住的。 两者搭配下, 使得她看上去妩媚之中透着清纯, 堪称是又纯又玉, 说是纯玉天花板, 都不为过。 实色性也, 叶玄不是太监, 自然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女卫月极者容, 叶玄的目光, 让圣红鸾觉得, 自己今日没有白白换这一身衣服。 想着, 圣红鸾道, 叶玄, 阿清和阿子, 是我的贴身见识, 也是最信任的属下。 随后, 阿清和阿子恭敬道, 见过叶公子。 这两个丫鬟, 都是圣红鸾的母妃留给她的, 可以绝对的信任。 而叶玄尚未进入公主府, 圣红鸾便和阿清阿子说过了, 这位叶公子, 是她未来的夫婿, 让他们一定要对叶玄保持尊重, 不得有丝毫怠慢。 叶玄看着子卿见识, 道, 不必多礼。 公主, 我。 圣红鸾打断道, 以后你叫我红鸾吧, 我先带你四处转转, 参观一下吧。 圣红鸾缓缓站起身来, 走在了前面, 客随主便, 叶玄也跟在了圣红鸾的身后。 不得不承认, 圣红鸾的身材的确堪称完美, 这隐隐一握的腰肢, 还有挺翘饱满的翘臀, 形成了非常惊人的腰臀臂。 圣红鸾走在叶玄前方, 身姿摇曳, 诱人的臀部非常吸引眼球。 叶玄出于礼貌, 仅仅是扫了一眼, 便移开了目光。 圣红鸾带着叶玄四处转了转, 最后来到了一个类似于储物间的地方。 只见一件件颇为珍贵的礼物堆放在那里, 有价值连城的翡翠, 还有颇为珍惜的宝药, 消铁如泥的宝剑等等。 这些事, 圣红鸾解释道, 这些都是大厦皇子们送的礼物, 我已经明确表示不需要这些, 可他们依然送得不停。 圣红鸾带叶玄在这里, 其实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 是告诉叶玄自己有着一批田狗的, 这些田狗还都是身份尊贵的皇子, 让叶玄有点压力。 第二, 它是让叶玄知道自己对这些皇子们没兴趣, 他们送的礼物宛如垃圾一样被堆在这里。 只是此时, 叶玄的目光却放在了一块碧绿色的玉佩上。 这块玉佩色泽纯正, 质地透亮, 玉佩被雕刻成了赤龙的形象, 雕工非常的精致。 叶玄不由回忆起, 当初自己刚出生的时候, 手上似乎抓着这么一块玉佩。 只是后来在霍乱之中, 失去了这块赤龙玉佩。 没想到, 如今却再次见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 想着, 叶玄道, 红鸾, 这块玉佩是谁送给你的? 五皇子姬浩宇, 怎么了? 叶玄上前将这块玉佩放在了手中, 温润的质感, 和当初那块玉佩一模一样。 叶玄缓缓呼了一口气, 道, 红鸾, 可否将这块玉佩转赠给我? 这块玉佩, 既有可能是当初自己出生之时那块玉佩, 涉及到叶玄自己的身世, 哪怕这么说有些唐突, 叶玄也厚着脸皮开口了。 圣红鸾见叶玄表情有些凝重, 猜测这块玉佩里面可能有故事, 她自然不可能拒绝心仪之人的要求。 你若是喜欢, 就送给你吧。 谢谢。 叶玄由衷地感激道。 第十二章 叶成宗入狱。 这位红鸾公主, 人真的是很好啊, 从初次见面, 就一直在维护和帮助自己。 如今自己提出了这么不合理的要求, 她依然很纵容地同意了。 而她相貌身材都无可挑剔。 这样的角色女子, 如此主动地展露善意, 叶玄怎么会不心动? 圣红鸾笑道, 那边是阎舞场, 是我平常练剑的地方。 叶玄你看称见到妖孽, 可否指点我一二? 叶玄立刻道, 这是应当的。 随后, 两人来到了阎舞场, 叶玄和圣红鸾简单切磋了一番。 两人修为静静, 其实相差不大, 圣红鸾有着皇室资源支持, 加上修行天赋不错, 如今是五品层次, 在年轻一辈之中属于佼佼者。 叶玄的话, 在得到天道酬情系统后, 功法先是静界为万川归海绝, 后是提升为天人土纳树, 最近三个月突飞猛进, 从七品飙升至四品, 仅仅相差一品。 只是两人的剑道境界, 就相差许多了, 领悟了剑意的叶玄, 远非圣红鸾可以匹敌的。 因此, 两人的切磋, 其实主要就是叶玄秀自己的剑意。 开天剑意, 乃是极致的功法剑意, 一剑破开虚空, 瞬间来到敌人身前, 将一切对手都一分为二, 天都能开, 何况是人。 圣红鸾羡慕之余于, 也对叶玄更为佩服了。 唯有这不惧一切的性格, 才能掌握这种斩碎一切的剑意吧。 随后, 圣红鸾便给叶玄安排了住处, 并且要给叶玄安排丫鬟伺候。 只是这个环节被叶玄拒绝了, 她是来避难的, 不是来享福的, 还让人家红鸾公主安排丫鬟, 有点得寸进尺了。 在这公主府, 叶玄也继续着自己的努力, 认真的修行, 认真的挥剑, 只是认真的锤炼身体, 以及认真的瞪眼, 这两个禁毒暂时停了下来。 认真的锤炼, 需要白橘粉橘黄橘绿橘四大丫鬟来辅助。 而认真的瞪眼也是如此。 毕竟四大丫鬟和叶玄都熟悉了, 瞪极眼也没啥。 来到这公主府, 叶玄见得最多的就是圣红鸾, 莫名其妙地瞪人家公主, 再让人给赶出去。 因此, 为了自身的修行, 叶玄第二日提出, 希望让自己的四大丫鬟也能来公主府照顾自己的起居, 圣红鸾自然是同意了。 叶玄也就回叶家一趟, 准备把四大丫鬟调到公主府。 只是回家之后, 母亲和两个姐姐都不在, 四大丫鬟倒是在。 叶玄见状, 道, 我母亲和姐姐呢? 白橘有些为难, 道, 少爷, 夫人不让我们告诉你。 叶玄瞪了白橘一眼, 道, 快说, 不要浪费时间。 认真的瞪眼, 熟练度加一。 白橘被叶玄一瞪, 只能老老实实道, 老爷遭人陷害, 如今深陷淋雨, 夫人和小姐们正在想办法救人。 叶玄顿时面色一变, 身陷淋雨。 这是那位五皇子的手笔吗? 除了安排刺客之外, 还直接对自己的父亲下手。 他看了四大丫鬟一眼, 道, 你们先去红鸾公主府, 父亲的事情, 我会解决。 是, 少爷。 随后, 叶玄迅速赶往大理寺, 他要看看, 能否用正常的手段救人。 若是不行, 那就只能用非常手段了。 半个时辰后, 叶玄见到了大理寺少卿, 宋正阳。 宋正阳虽然是叶成宗的上司, 但是两人认识二十多年, 最初都是从大理寺主部做起, 只是宋正阳背景雄厚, 因此成为了从四品的少卿, 叶成宗则只是正六品的大理寺政。 叶玄微微躬身, 道, 叶玄见过宋少卿。 宋正阳摆了摆手, 道, 玄儿, 我和你父亲二十多年的交情, 你不必如此拘劣。 你父亲的事情我已经知道, 你母亲和两位姐姐, 其实也已经找过我了。 那宋叔叔可有什么办法? 宋正阳解释道, 目前大理寺卿也关注此事。 我虽然相信你父亲是无辜的, 可唯有拿出真凭实据才能救人。 随后, 宋正阳便详细地解释起了此次事情的缘由。 昨日, 叶成宗原本准备和家人一起拜访岳父岳母的, 可因为大理寺有突发大案, 叶成宗不得不前去处理。 这个案件起初是非常简单的, 叶成宗身为寺政, 带着大理寺的问世, 前往案件现场, 进行断案。 死者是一家五口人, 一对年过五十的夫妻, 这对夫妻的儿子, 儿媳以及女儿。 而凶手, 则是这对夫妻的女婿, 一个以杀猪宰牛为生的屠夫。 根据报案之人所说, 当时听到邻居家里有惨叫声传来, 就纠结了几个邻里, 前去查看情况。 然后他们便看到, 这家人的女婿手上拎着杀猪刀, 站在一群尸体堆里面, 一家五口, 全部都被残忍杀害。 而叶成宗进行了一番调查, 得知这家人的女儿在外面和人游染, 经常借着回娘家探亲的机会和肩膚私混, 娘家人还会替自己女儿遮掩, 将女婿蒙在鼓里。 纸包不住活, 屠夫女婿终究还是知道了此事, 一怒之下拎着杀猪刀, 将自己妻子一家全部都剁了, 自己也不准备活了, 因此杀人后并没有逃跑, 留在了原地。 这个案子, 事实清楚, 动机分明, 凶器也在现场, 没太多的悬念, 叶成宗便将此事就此盖棺定论, 并且上报。 只是到了第二天, 事情发生了180度的旋转。 原本已经认罪的屠夫, 声称自己是被叶成宗驱打成招, 他身上莫名其妙多出一些伤痕, 有边伤还有烫伤。 根据屠夫所说, 他是无辜的, 他和妻子感情很好, 对岳父岳母一家人也非常孝敬。 他妻子要回娘家小住一段时间, 昨天他之所以去岳父岳母家, 是因为那天约定好, 他要接妻子回家。 只是当他到了岳父岳母家, 却见到岳父、岳母、妻子、 大舅子等人全部倒在血泊之中。 他被吓傻了, 精神几乎崩溃, 傻傻地站在一众尸体之中。 而大理斯四政却把他当成凶手, 甚至驱打成招, 为的就是尽快破案。 之后, 大理斯对此案进行了重新调查, 那些问道的口供也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根据四方邻里所说, 屠夫和他妻子感情很好, 根本不可能杀了妻子满门。 而更重要的是, 在走访调查之中, 大理斯问世发现有一人神情慌张, 眼神躲闪。 他们上前审讯一方, 对方当众表示自己才是杀人凶手。 真凶都出现了, 屠夫自然而然成了被驱打成招的受害者, 叶成宗也因为驱打成招, 草菅人命被关进了诏狱之中, 等候发落。 第十三章, 透视。 而叶玄听完宋正阳所说, 忽然道, 宋叔叔, 我能见见这个真凶吗? 宋正阳听了,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要有问世随行。 多谢宋叔叔。 大理斯问世, 是大理斯最的基层成员, 类似于官府的牙医, 没有品级。 很快的, 一个大理斯问世带着叶玄来到了大理斯的监牢之中, 见到了这位真凶。 真凶身材消瘦, 看上去精神为敏, 只是他脸上却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反而一脸地放松。 叶玄瞪着这个真凶, 道, 你不是凶手。 一家五口, 被一个人所杀, 这个人即便手持利刃, 也要有足够强壮的身体, 否则很难做到。 眼前的凶手, 实在不像是能杀死五个人的样子。 监狱之中, 真凶扑斥笑了一声, 根本没理会叶玄。 叶玄狠狠地瞪着对方, 他看得出来, 这家伙心存死至, 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父亲拖下水? 除非有人对他许下了重力。 在这个时代, 底层的百姓活不下去得多的是, 人命如草茧。 有时候, 用自己一条小命换来家人的富贵喜乐, 很多人都是十分乐意的。 只是, 他该怎么保证, 在他生死之后, 家里人能真正得到回馈呢? 叶玄瞪着对方, 认真的瞪眼熟, 练度不断增加着。 片刻后, 一个悦耳的声音响起, 天道酬情, 宿主认真地瞪眼一百次, 获得透视眼。 下一秒钟, 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这个所谓的真凶, 在叶玄的视野之中, 顿时变了一个形态。 叶玄先是看穿了他身上脏兮兮的衣物, 后, 是看穿了他身上的血肉, 最后看到了他身体之中的种种器官。 再接下来, 叶玄的眼神也变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叶玄发现在这个真凶的后门之中, 塞着一个木塞子, 木塞的里面, 则是一块块指甲盖大小的碎金子。 这些稀碎的金子, 加起来有二十两左右的样子, 换成银子的话, 至少值白银两百两。 一两白银等于一贯, 也就是一千文铜钱。 这白银两百两, 也就是二十万文铜钱了, 大致等同于地球上的二十万元。 一个濒临死亡的凶手, 为什么能这么誓死如归? 能这么无所畏惧? 因为他有金子, 这二十两黄金, 足够让他的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了。 而以大夏的律法, 他也能保证他家人能得到黄金。 因为按照大夏的规矩, 死刑犯在斩首之后, 犯人家属可以收敛尸体。 到时候, 他的家属收敛了尸体, 拔开木塞, 就能得到这二十两黄金了。 基本上一家人一辈子便一事无忧了。 这的确是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这笔买命钱, 若是提前给了这个凶手的家属, 万一在大理寺调查过程之中, 发现了这笔不该有的金子, 那陷害叶城东的事情便功亏一篑了。 而若是事后给这个家属, 凶手不一定信得过, 毕竟前没到手, 他不一定能坚定地去赴死, 同样有风险。 唯有钱藏在这个凶手的肠道里面, 旁人发现不了, 等他生死之后, 家属收敛尸体, 可以顺利地得到黄金, 幕后黑手也好, 这个顶替的凶手也罢, 都能放心。 叶城东也算是吉人天象了, 在这关键时刻, 叶璇认真的瞪眼熟, 练度达到一百, 获得了透视眼, 才找到了其中的破绽。 想着, 叶璇直接离开了大理寺的监狱, 破绽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便是救人了。 只是此事显然涉及到五皇子, 叶璇虽然找到破绽, 可若是身边没有权威人士, 即便说出此事, 也改变不了什么的。 而叶璇所能想到的, 也只有红鸾公主了。 虽然叶璇很不好意思, 认识人家几天而已, 便让人家各种帮忙, 简直是贪得无厌啊。 可没办法, 为了父亲, 叶璇只能再厚颜一次了。 时间紧急, 叶璇来到了公主府, 找到了盛红鸾。 红鸾, 你能否帮我个忙? 盛红鸾看着急切的叶璇, 道, 出什么事了? 叶璇大致将事情说了一遍, 最后道, 我敢肯定, 那个所谓的真凶, 身上就藏着他的卖命钱。 只是对方敢设局, 诬陷一位大理寺政, 必然背景雄厚, 若没有权威人士在场, 怕是很难解救我父亲。 盛红鸾听完, 直接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大理寺吧。 而在夜玄忙着救人之时, 太师府同样一片肃穆。 太师杨业坐在主位之上, 旁边则是他的长子杨天刚, 次子杨天宝。 只听太师杨业道, 天雪的怀疑, 你们兄弟也知道了, 浩宇真的不是咱们杨家的血脉吗? 杨天刚沉默不语, 杨天宝纠结片刻, 才道, 大厦皇宫是整个大厦最安全的地方, 却在小妹生产当日发生了妖魔入侵。 此事我当初就觉得有蹊跷, 只是陛下以滴血认清的方式, 打消了我等的疑虑。 可既然两个同龄的丫鬟, 血液都能相容, 滴血认清, 完全就是扯淡。 杨天刚听到弟弟所说, 则是道, 我也觉得小妹的怀疑很合理, 只是对于我杨家而言, 倘若无法找到小妹真正的孩子, 那么一切行为都毫无意义。 杨家虽然权亲朝野, 可他们很清楚, 他们没有颠覆这个皇朝的能力, 只能说可以左右大下太子的人选而已。 若是能找到杨皇后真正的孩子, 那不必说以杨家的力量, 让那个孩子恢复身份, 甚至坐上太子之位都没太大问题。 可若是找不到, 一切都是屠楼。 第十四章 国筑大将军 杨叶同样叹了口气, 那个孩子活着的几率极为渺茫啊。 杨天宝沉声道, 若是如此, 此事不如就当作不知, 让天雪将浩宇继续当成亲儿子, 我等也将浩宇当成亲外生, 我杨家将来才能继续在大厦屹立不倒。 杨叶缓缓道, 天宝, 你秘密安排人手, 看能否找到那个孩子的踪迹, 至于五皇子这边, 维护好和他的关系, 不要让他看出破绽,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随后, 杨家兄弟便准备各自回府, 只是刚刚到了国筑将军府门口, 一个侍卫道, 见过国筑大将军, 五皇子有请大将军一叙。 很快地, 杨天刚来到了五皇子的王府, 见到了自己这个外甥。 或许是心理作用的关系, 杨天刚越看, 越觉得姬浩宇不像是妹妹的儿子, 而只听姬浩宇道, 舅舅, 孩儿此次请舅舅来, 是有个不情之请。 浩宇你说, 你我是一家人, 舅舅能帮你的, 定然会帮你。 姬浩宇缓缓道, 我想请舅舅帮我杀一个人。 杨天刚愣了一下, 杀人? 需要舅舅亲自出马。 姬浩宇直接道, 一个天才, 一个不识抬举的天才。 姬浩宇原本雇佣了杀手去对付叶璇, 只可惜, 那个所谓的帝级杀手一去不回。 叶璇能正面击溃天剑宗的长老, 既然杀手失败了, 那就必须请出一些真正的强者了。 而姬浩宇能指挥得动得绝顶强者, 也就只有他的舅舅, 国筑大将军杨天刚了。 杨天刚为列一品, 掌握了霸王枪翼, 叶璇掌握了剑意, 也不可能是杨天刚的对手。 杨天刚眉头微微一皱, 他不愿意做扼杀天才之事, 可外甥的请求又不好拒绝。 思索片刻, 杨天刚才道, 好, 此事就交给舅舅吧。 杨天刚决定去看看, 五皇子口中的这位不识抬举的天才, 究竟天才到何种地步? 若真的堪称妖孽级别, 那么, 哪怕和姬浩宇发生间隙, 他也要把人绑下来。 若是平平无奇的话, 那为了维系和五皇子之间的关系, 便顺手处理掉对方吧。 杨天刚身为国筑大将军, 经历过湿山血海, 可不会有妇人之人。 大理寺, 红鸾公主带着夜玄来拜访大理寺卿。 红鸾公主虽为大舟公主, 可在大夏影响力不小, 很多人认为, 红鸾公主未来会是大夏皇后, 母依天下, 大理寺卿自然也不敢怠慢。 红鸾公主既然直接来的大理寺, 那必然是为公事而来。 因此, 大理寺卿直接和两位少卿一起, 共同接待红鸾公主。 大理寺卿王宗旭客气道, 红鸾公主, 您此行是为了何事? 红鸾公主道, 我是为了四政叶成宗而来。 王宗旭看着圣红鸾, 道, 叶四正对无辜之人滥用私刑, 虚打成招, 证据确凿, 即便您贵为公主, 若是拿不出真凭实据, 也很难替他翻案。 若是其他的案件, 或许王宗旭会给圣红鸾一个面子, 可叶成宗的事情有五皇子的身影。 这种情况下, 王宗旭能做的就是秉公执法, 按照大厦律力处理此事, 不让任何人挑出毛病。 圣红鸾却道, 谁说我拿不出真凭实据, 我只希望让他们对不公堂, 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即可。 这一点, 王宗旭没理由拒绝, 这个自然没问题。 半个小时后, 大理寺公堂之上, 叶成宗, 屠夫, 以及那个自首的真凶, 全部都到场。 当然, 叶成宗看上去状态不错, 毕竟他是大理寺政, 在大理寺还是认识不少人的, 仅仅关押了半日, 目前也没受过什么苛责。 随后, 王宗旭便道, 叶成宗, 今日红鸾公主为你而来, 让你们对不公堂。 你若觉得自己受了冤屈, 便拿出真凭实据。 叶成宗立刻道, 四亲大人, 下官是冤枉的, 但是下官拿不出证据。 叶璇则是道, 如此精心地栽赃陷害, 我爹当然拿不出证据, 但是我可以。 王宗旭看着叶璇, 道, 哦? 你所说的证据何在? 叶璇淡淡道, 这个自首的真凶, 身份很明了吧。 王宗旭道, 当然, 他是城东郊区老张头的儿子, 因为家里快揭不开锅了, 才会杀人夺财, 受害人家中丢失的三罐铜钱, 也都在他家中找到了。 叶璇点了点头, 以他的家事, 除了那已经收缴的三罐铜钱, 不太可能有大量的银钱拉吧。 那是自然, 若非如此, 他家怎会揭不开锅? 随后, 叶璇便道, 在我看来, 此案的真凶就是那个屠夫, 此人不过是收受了好处, 冒名顶替而已, 这买命钱事关重大, 如果我猜得不错, 买命钱就在这小子身上。 王宗旭直接道, 不可能。 他入肩之前换过衣服, 全身上下, 绝对没有藏钱之处。 叶璇却道, 他刚才被问世压上来的时候, 双腿分叉, 步履艰难。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银钱就藏在他的后庭之中。 叶璇这话一出, 这个认罪的真凶顿时面色大变。 王宗旭身为大理寺卿, 该有的眼力镜还是有的。 他直接道, 来人, 给我检查一下。 几个问世上前, 直接准备扒那人的裤子了。 叶璇忽然伸手, 放在了盛红鸾的眼前, 道, 红鸾, 此目不雅, 还是别看了, 免得脏了你的眼睛。 然后从其后庭之中拔出了那个软木塞。 伴随着砰的一声宛如开酒瓶的声音, 嘶嘶, 献血一出。 同时, 一个半黄半红的小布袋从里面掏出。 这布袋上面的红色显然是献血, 而黄色是什么, 更加不言而喻了。 几个问世一脸的嫌弃, 小心翼翼地将布袋拎了起来, 将其中的东西倒了出来。 果不其然, 里面是一块块碎金子, 一共有二十两左右的模样。 第十五章, 真相。 王宗旭看着这一幕, 一拍桌子, 道, 大胆, 竟然收手银钱, 来冒充凶手。 说, 到底是什么人指使? 这人之所以能无所畏惧, 是因为身负二十两黄金, 即便身死也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如今刚中黄金都被发现了, 他继续冒充也没有意义了, 老老实实地交代了真相。 他的确是被人买通了, 对方交给他二十两黄金, 买他一条命, 对方让他在家中以外的地方, 找个地方把银钱藏好, 绝不能让大理寺发现。 可他觉得, 除了自己家, 唯有自己身上最为安全, 因此便忍着疼痛, 藏在了自己的后庭之中, 还特意上了一个筛子。 叶璇看着这一幕, 也微微叹了口气, 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啊。 这家伙陷害自己的父亲, 导致父亲锒铛入狱, 的确可恨, 可也可怜。 为了二十两黄金, 他便愿意卖掉自己的命, 还将这黄金藏在后庭之中, 这何尝不可怜呢? 因此, 叶璇对他倒是没有多少恨意, 他将这笔账, 算在了幕后黑手, 五皇子姬浩宇的身上。 王宗旭又道, 大胆屠夫, 说, 你是不是受人教唆, 才翻改口供。 按照大下律例, 面对奸夫淫妇, 杀之无罪。 你岳父岳母包庇那淫妇, 你一怒杀人, 最多处以流放之行。 可若你故意陷害朝廷命官, 还拒不悔改, 两罪相加, 你就死路一条了。 屠夫也吓到了, 匆忙道, 大人饶命啊。 小人的确是受人蛊惑, 才翻改口供的。 那人道错小人, 只要小人翻改口供, 会有其他人替小人认罪的, 请大人饶命啊。 真相到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 王宗旭道, 叶四正, 看来你的确是清白的。 叶成宗立刻道, 多谢大人明察秋毫。 叶成宗说着, 站起身来, 站到了一边。 而王宗旭则是继续道, 屠夫, 你一怒杀人, 又陷害大理寺官员, 念在你认罪干脆, 本官判你账责三十, 外加流放之行。 至于你, 你收受赢钱, 冒充凶手, 陷害大理寺官员, 本官判你账责五十。 随后, 两个犯人便被大理寺的问世压了下去, 王宗旭又对叶成宗道, 叶四正, 此次你能脱险, 可多亏了红鸾公主, 以后办案一定要慎之又慎, 免得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 王宗旭将两个罪犯草草的处刑, 并没有继续追究幕后真凶的意思。 而叶成宗显然也很清楚其中的缘由, 这幕后的真凶, 不是他们大理寺可以招惹的。 想着, 叶成宗道, 四卿大人所言, 即是, 下官以后定然谨言慎行。 随后, 叶成宗父子以及圣红鸾便离开了大理寺。 叶成宗也对圣红鸾表示了感激, 圣红鸾道, 叶大人不必客气, 是您儿子智慧过人, 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圣红鸾对叶玄也越发的满意了。 初次见面, 叶玄不畏强权, 挡在母亲的身前, 这是叶玄的勇, 后来得知叶玄领悟了建议, 这是叶玄的财。 而今日, 叶玄的父亲遭遇陷害, 叶玄却瞬间发现破绽, 将父亲从大理寺监牢之中救出, 这是叶玄的谋。 有勇有谋, 才华过人, 相貌帅气, 圣红鸾对于自己选中的这个男人, 越来越满意了。 叶成宗则是道, 若是没有公主您随行, 我儿再聪明, 也没用的。 随后, 一行人回到了叶府, 叶玄的母亲和姐姐们, 见到叶成宗平安归来, 顿时松了口气。 当他们了解到具体的过程之时, 一方面觉得, 自驾儿子出息了。 另一方面, 则是对圣红鸾好好感激了一番, 一直到天快黑, 叶玄才跟着圣红鸾回公主府了。 薛宁看着叶玄和圣红鸾的背影, 道, 这红鸾公主, 相貌身材都无可挑剔, 又对我叶家有大恩, 和咱家玄儿倒是很般配啊。 叶成宗道, 夫人, 这话在自己家里说说也就算了, 可千万别让旁人听到。 红鸾公主乃是大舟和大夏之间的纽带, 未来她的另一半, 必然是某位身受陛下器重的皇子, 咱家玄儿可配不上。 薛宁却道, 我家玄儿也很优秀啊, 她可是领悟了建议呢。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 红鸾公主对玄儿没有好感? 若没有好感, 她为什么屡次帮助玄儿? 叶成宗叹了口气, 道, 她必然是大夏皇子妃, 甚至会是未来大夏皇后, 这是大夏和大舟的国之大事, 不容她违逆。 公主府, 夜深人静, 夜玄盘息而坐, 在认真的修行。 天人土纳树, 修行效率极高, 夜玄能感觉到自己每时每刻都在进步着, 她甚至都有些沉迷其中, 不可自拔了。 只是此刻, 一缕沙一传来, 让夜玄不由睁开了眼睛。 她单手拎着剑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 月光之下, 夜玄看到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站在公主府的假山之上。 这个男子一身黑衣, 手持一杆长枪, 整个人也宛如一杆枪。 夜玄看着对方, 你是什么人? 来人正是杨皇后的大哥, 杨天刚。 她淡淡道, 本座今日来, 试试你的橙色。 杨天刚说着, 身形一闪, 手中长枪宛若一道游龙, 向着夜玄呼啸而至。 夜玄面色一变, 这个对手给她的感觉, 和之前的莫问完全不同, 相比莫问, 她可危险太多了。 因此, 夜玄也全力出手, 开天剑意加持剑身, 和杨天刚的长枪碰撞在一起。 只听到咔嚓一声脆响, 杨天刚的长枪在开天剑意之下, 直接被一剑两断。 开天剑意, 重在一个开字, 天都能开, 何况是一杆枪。 更重要的是, 杨天刚这一枪是以试探为主, 这一剑仅仅勉强用了三品的力道, 至于自身的霸王枪翼, 更是丝毫没有动用, 因此碰撞之下, 杨天刚的枪顿时被斩断。 眼看夜玄的剑即将斩在自己身上, 杨天刚也顾不得保留了, 一品的修为, 外加上霸王枪翼, 加持在右臂之上。 杨天刚以臂当枪, 以中指和食指作为枪间, 和夜玄的剑重重地碰撞在一起。 在同样掌握了异的情况下, 一品和四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夜玄感觉到一股佩然大力从剑身上传递而来, 她身体立刻朝后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口中也吐出一口鲜血。 杨天刚身如油龙, 瞬间追上了夜玄, 来到了夜玄面前。 此时的她, 已经意识到, 夜玄的天赋有多么惊人了, 竟然领悟了剑意, 还和红鸾公主有瓜葛。 难怪五皇子非杀她不可呢。 若是不杀了她, 她的存在, 怕是会影响大厦和大洲之间的国之大计。 而她将来成长起来, 更会是大厦和大洲之间的大患。 杨天刚虽然心疼天才, 可她身为大厦国筑大将军, 自然要消除这种祸患。 只是, 她准备出手的时候, 目光却放在了夜玄的腰间, 那是一块翠绿色的赤龙玉佩。 杨天刚看着这枚玉佩,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枚赤龙玉佩, 不是当初先皇赐给妹妹杨皇后的赤龙玉佩吗? 第十六章 确认身份 杨皇后对于这块玉佩十分喜爱, 一直随身携带, 杨天刚对于这块玉佩也很熟悉。 而后来, 杨皇后产子这块玉佩便赠予了上在强宝之中的皇子。 五皇子姬浩宇身上就有这么一块玉佩的, 此前, 杨天刚也好, 杨皇后也好, 都认为这块玉佩是杨皇后赐予姬浩宇的那块。 可现在, 这个天赋出众的少年身上, 怎么也有一块赤龙玉佩? 杨天刚借着月光, 看着倒在地上的夜悬。 见眉心目, 气质出众, 仔细回忆一下, 他和妹妹出阁之前, 女扮男装去行侠仗义之时, 有着八九分相似呢。 杨天刚越想越是激动, 这赤龙玉佩是先皇赐给妹妹的, 难保皇室不会有第二块赤龙玉佩。 所以, 姬浩宇身边那块赤龙玉佩是皇室找出来的第二块, 而眼前的少年身上的玉佩则是妹妹随身携带的那块玉佩。 那岂不是说, 这个少年可能就是当初失踪的皇子? 自己的亲外伤? 顿时, 杨天刚满心都是自责,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今日岂不是犯了大错? 亲手把自己的亲外伤打成了重伤。 杨天刚内心思绪复杂, 他觉得自己的猜测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又不敢确认。 犹豫了片刻, 杨天刚来到叶玄身前, 从叶玄腰间摘下了那块赤龙玉佩。 这块玉佩, 关系到叶玄的身份可以说是事关重大, 他必须拿着玉佩和妹妹确认一番。 随后, 杨天刚又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白玉瓶, 放在了叶玄身边, 道, 此乃龙莽护心丹, 早晚各一例, 你伤势三日内可痊愈。 接下来, 杨天刚的身体冲天起,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叶玄看着杨天刚的背影, 同样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算是怎么回事? 打一巴掌给个填枣。 其实他伤得不算重, 毕竟钢筋铁骨在身, 防御力还是很出众的。 不过既然人家留下了这户心丹, 叶玄也不会拒绝。 他吞了一粒户心丹, 然后回到了房间之中。 而此时的杨天刚, 却已经出现在了叶府。 杨天刚因为赤龙玉佩的关系, 内心激动, 他迫不及待地要确认叶玄的身份。 而第一件事情, 自然是要找叶玄如今的父母, 叶成宗以及薛宁了。 杨天刚来到叶府之后, 直接从天而降, 口中发出了一声龙吟之声。 瞬间, 叶家人纷纷被惊醒, 叶成宗和薛宁夫妻来到了庭院之中, 看着一身黑衣的杨天刚。 阁下是什么人? 来我叶府所为何事? 杨天刚看着叶成宗夫妻, 道, 深夜叨扰, 请叶四正见谅, 我此行是为了叶玄而来。 一个四正在国筑大将军面前不值一提, 可若这个四正是自己亲外生的养父, 那他杨天刚还是得客气几分的。 你找我二, 所为何事? 杨天刚缓缓道, 我想知道叶玄是否是二位亲生, 若是抱养, 当初抱养他的时候可有什么信物? 杨天刚此话一出, 夫妻俩都是面色一变。 薛宁皱了皱眉头, 道, 我儿子是我们夫妻俩亲生的。 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 杨天刚看着薛宁, 缓缓道, 据我所知, 叶玄身处危机之中, 一个无根扶贫的异国公主, 关键时刻, 自保都是问题, 别说保他了。 你们若想让叶玄活得好好的, 他需要血清力量的支持。 杨天刚的话, 让薛宁终于色变, 叶成宗也犹豫了起来。 杨天刚继续道, 两位也不必怀疑我的目的, 我若真有胆意, 二位觉得你们有抵抗之力。 杨天刚一品强者的气息释放了出来, 夫妻脸再次面色凝重了起来。 叶成宗终于道, 玄儿的确不是我们亲生的, 夫人, 你去把捡到玄儿之时的衣物拿过来。 过了片刻, 薛宁取过来一个小小的包裹, 杨天刚上前打开了这个包裹, 包裹之中是几件小小的衣物。 看着这几件衣服, 杨天刚神色也大变。 这几件衣物, 是母亲替自己的小外孙 亲手裁剪制作的。 衣物之上, 还用针线缝出了一个小小的老虎脑袋, 颇为可爱。 当初皇宫发生变故, 五皇子姬浩宇被救回来的时候, 只剩下那一块赤龙玉佩, 衣物却消失了。 当时根据护卫所说, 当时皇宫伙势很大, 五皇子身上的衣物被六尾妖狐的狐火引燃, 为了救五皇子, 衣服被脱下来扔掉了。 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精心预谋好的, 提前准备好一块相同的赤龙玉佩, 就是为了一甲乱针。 至于身上的衣物, 因为针线纹里有丝毫的区别, 都有可能被发现破绽, 因此索性找个借口, 让五皇子光着身子, 免得被发现破绽。 想着, 杨天刚道, 雪儿的确是我杨家的血脉, 多谢两位照顾雪儿。 杨天刚说着, 直接朝着夫妻俩跪了下来。 只听叶成宗道, 雪儿是我叶家之人, 照顾他是理所当然, 应该说, 感谢的是我们, 多谢你们赐予我们夫妻一个如此懂事的孩子。 杨天刚看着这对夫妻, 他听出了叶成宗和薛宁的意思, 夫妻俩不愿意放手。 而貌似, 目前来讲, 杨天刚的确没能耐恢复叶玄的身份。 皇后嫡子, 杨家外孙被人偷梁换住, 此事必然有着皇帝的参与, 否则不可能这么顺利。 既然皇帝参与其中了。 那么如今, 这位五皇子, 背后的靠山便是皇帝。 因此, 即便杨家人和杨皇后知道, 姬浩宇是冒牌货, 甚至知道叶玄才是真正的皇后弟子, 也不能轻举妄动。 一旦真正撕破脸, 杨家也好, 杨皇后也罢, 都没能力承受帝王一怒。 因此, 杨天刚道, 两位放心, 玄儿身份特殊, 短期之内, 他只会是叶玄, 不会是别的什么人。 第十七章, 激动。 杨天刚的话, 让叶成宗夫妇彻底松了口气, 只要对方不抢走他们的玄儿, 那什么都好。 杨天刚又道, 两位, 这些衣物, 能否? 薛宁直接道, 你要是想要, 就拿走吧。 多谢。 随后, 杨天刚便离开了叶家, 如今真相已经十分明了, 接下来就是让家里人知道这个真相, 并且想办法应对了。 次日上午, 昆宁宫, 杨天刚再次见到了杨皇后, 杨皇后秉退了所有人, 道, 大哥, 可是查到了什么消息? 杨天刚看着妹妹, 道, 天雪, 你先深呼吸几口, 平静下来。 杨皇后深呼吸几次, 平复了心绪, 杨天刚才道, 你的亲生骨肉, 大哥已经找到了。 什么? 杨皇后激动地站了起来, 杨天刚取出了那赤龙玉佩, 以及那个缝制了虎头图案的小衣。 接着, 杨天刚解释道, 昨日, 姬浩宇让我去杀一个人, 一个堪称妖孽地见到天才, 我原本想试试他的成色, 结果却在他身上, 发现了这块赤龙玉佩。 杨皇后激动道, 他现在是哪家的孩子, 过得好不好? 杨天刚继续道, 他被大理寺正叶成宗收养。 叶成宗有四个女儿, 意外捡到了这孩子, 当成了亲生孩子对待。 我见到这孩子身上的赤龙玉佩后, 便去了一趟他养父母家里, 并从他养父母家中, 找到了这两件小衣。 这是母亲当年亲手缝制的, 不会有假。 杨皇后接过了这两件小衣, 同样泪流满面。 我的孩子啊, 姬浩宇让你去对付我的孩儿。 好狠毒的小畜生。 他想让你这个当舅舅的, 杀死自己的亲外生吗? 杨天刚却道, 此事应该只是一个巧合。 那孩子如今名为叶玄, 他见到天赋出众, 年仅十八岁便领悟了建议, 还和大洲的红鸾公主来往密切。 姬浩宇嫉妒玄儿的天赋, 因此才亲我出手。 他却没想到, 玄儿身上有着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赤龙玉佩。 这事儿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赤龙玉佩其实只有一块, 当初皇宫发生霍乱之时, 赤龙玉佩被皇帝放在了姬浩宇的身边。 玉佩主动从红鸾公主那里讨要了过来。 机缘巧合下, 杨天刚认出来这块玉佩又前往叶家一趟, 阴差阳错地确认了叶玄的身份。 红着眼眶的杨皇后, 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龙生龙, 凤生凤。 我家雪儿哪怕流落在外, 依然比那个冒牌货更加优秀。 杨天刚看着高兴的杨皇后, 道,天雪, 雪儿的确十分出众, 可短时间内, 你们怕是不能母子相认。 哥, 咱们的皇帝还有谁能策划那么一出大戏, 来上一出狸猫换太子。 杨皇后看着杨天刚, 道, 可是, 我很想见见我的孩儿啊。 杨天刚道, 这个倒是不难, 雪儿现在住在红鸾公主府, 圣红鸾未来必然是要嫁入大下皇室的, 你作为皇后, 关心一下这位异国公主, 倒也合情合理。 杨皇后立刻道, 好, 我要尽快见见我的孩儿。 兄妹俩商议完毕, 杨天刚便准备出宫, 只是中途之中便遇上了姬浩宇。 姬浩宇立刻道, 舅舅,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杨天刚蓄于尾一道, 浩宇, 此事怕是办不成了。 姬浩宇愣了一下, 为何? 杨天刚解释道, 红鸾公主府隐藏了一位顶尖的强者, 对方实力尚在我之上, 不好出手。 杨天刚这句话, 半真半假, 红鸾公主府有顶尖强者, 这点没错, 对方实力和杨天刚熟强熟弱, 也不好说。 其他人的安危, 人家可不放在心上。 因此, 杨天刚夜席夜旋之时, 对方并未出手。 可这些, 姬浩宇自然不清楚, 因此, 杨天刚以公主府那位顶尖强者为理由, 来糊弄姬浩宇。 姬浩宇也确实信了杨天刚的话, 红鸾公主远道而来, 身负大舟和大夏联姻的重任, 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强者保护呢? 既然如此, 那就让这小子再多活几天吧。 另一边, 红鸾公主府, 圣红鸾也得知了叶璇受伤的消息。 他命人煮了一碗鸡汤, 给叶璇送了过来。 叶璇, 你的伤势怎么样? 叶璇看着圣红鸾, 道, 多谢关心, 皮外伤而已。 钢筋铁骨, 给叶璇带来了颇为强大的防御力, 外加上护心丹的帮助, 伤势应该很快就外了。 圣红鸾忽然道, 叶璇, 要不你搬到正寝殿吧? 叶璇愣了一下, 才道, 这会不会有损你的名誉? 在大厦或者大洲, 女子的名声都是非常重要的, 红鸾公主更加如此。 红鸾公主府规格不低, 是一个三进的府邸, 主要分为街门, 府门, 正殿, 配殿, 正寝殿, 后照楼等建筑。 其中正寝殿是红鸾公主旧寝之处, 虽然正寝殿面阔便有五间房, 东西配殿也有五间, 总共十五间房屋, 可叶璇搬过去的话, 依然可能影响到圣红鸾的名誉。 圣红鸾却道, 你都已经住进了公主府, 在正寝殿或者配殿, 区别并不大, 可昨夜你, 若是住在正寝殿, 定然不会受这样的伤。 公主府面积庞大, 即便是绝顶强者, 也无法面面俱到, 那位大洲顶尖强者赵一拳, 负责的便是正寝殿的安全。 叶璇沉默片刻, 才道, 大恩不言谢。 叶璇此时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之感, 这位红鸾公主对她实在是好的有些过分了。 第十八章 悔恨 另一边, 大夏皇宫, 昆宁宫, 姬浩宇带着淋雨茶来拜见自己的母后。 姬浩宇知道, 母后年轻时候, 见到天父也很出众, 只是因为入了皇宫, 修行方面才渐渐平庸了起来。 如今她师父新收一个出众的女弟子, 因此特意带来让杨皇后认识一下, 也增进一下双方的感情。 杨皇后和她之间的隔阂, 姬浩宇自己其实一直很清楚, 她甚至知道自己并非杨皇后所生。 她的生母是董美人, 董美人在后宫嫔妃之中存在感并不算高, 可唯有姬浩宇明白自己的生母才是父皇的挚爱。 董美人因为出身的关系, 别说成为皇后了, 连成为嫔妃的资格都没有, 到如今只是一个正四品的美人。 可她深受皇帝宠爱, 皇帝答应了董美人, 要让她的孩子做上太子之位。 而正常的手段肯定是无法达成目的的, 因此才有了这么一出戏, 在外人所生的姬浩宇变成杨皇后嫡出。 身为皇后嫡出, 有着杨家的支持, 姬浩宇夺敌优势比起其他皇子高出太多了。 只是父皇以及生母也曾经和她说过, 让她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要讨好杨皇后免得出现岔子。 姬浩宇也只能想办法讨好杨皇后了, 这林雨茶见到天赋出众, 同时也有望成为皇子妃, 和杨皇后年轻时候十分相似。 杨皇后看了一眼姬浩宇, 又将目光放在了林雨茶的身上。 自从得知了玄儿的消息, 她让杨家动用全部能量, 将叶玄从小到大遭遇的事情几乎查了一个遍。 而叶玄身上最近发生的就两件大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林雨茶带着天剑宗长老上门退婚, 羞辱自家玄儿。 第二件事情, 是大理寺有人陷害玄儿的养父, 玄儿依靠着自己的智慧, 外加上红蓝公主的力量, 帮助养父渡过了难关。 这第二件事情, 让杨皇后颇为欣慰, 不愧是自己的儿子, 有勇有谋, 比起姬浩宇这不成绩的东西, 强太多了。 而这第一件事情, 却让杨皇后很愤怒, 竟然带着天剑宗长老上门退婚, 如此羞辱我家玄儿。 这样目光短浅的贱人, 也有资格站在自己面前。 只听姬浩宇道, 母亲, 这便是孩儿的师妹林雨茶, 她见到天父出众, 和母后应该有不少共同话题。 臣女见过皇后, 林雨茶说着, 福跪在了地上。 杨皇后看着跪在那里的林雨茶, 没有开口。 姬浩宇见状道, 母后, 要不您让雨茶起来说话? 杨皇后待人宽厚, 一般会让人立刻平身的, 今天却让这林雨茶一直跪着, 姬浩宇有些不理解。 杨皇后声音威严, 本宫最讨厌的, 便是背信弃义之人。 我听说, 你身上原本有一桩婚约。 林雨茶脸色煞白, 匆忙解释道, 皇后, 臣女一心见道, 不愿意被婚约所束缚, 这才不得不退婚, 还望皇后明鉴。 杨皇后顿时笑了, 你一心见道, 为何之前没有退婚? 在认识了五皇子之后, 忽然退婚。 此事在那些朝堂大臣的口中, 不外乎你贪慕虚荣, 为了攀上皇子的高知, 背弃十几年的婚约。 而五皇子则是倚仗权势, 抢夺他人未婚妻, 此事若是被有心人宣传出去, 我家皇儿离太子之位, 都很不好看。 姬浩宇立刻跪在了地上, 浩宇知错了, 请母后责罚。 杨皇后淡淡道, 责罚就不必了, 以后你离此女远一点就行。 你应该听说了, 大皇子在北京镇灾的表现十分不错, 颇得鸣心。 四皇子一片大下强国策, 受到了满朝文武的赞誉。 而你身为五皇子, 你若是认为, 依靠着本宫嫡出的身份, 就可以坐上太子之位, 那你便大错特错了。 姬浩宇恭敬道, 杨皇后这才挥了挥手, 道, 下去吧。 姬浩宇看都没看林语察一眼, 快步离开了昆宁宫, 而林语察同样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林语察也看出来了, 姬浩宇对她没有丝毫地留恋, 因为她的确有可能影响到姬浩宇的名声。 如今, 五皇子对她弃之如履, 天剑宗长老又因她而死, 她和叶璇之间的婚约, 也已经退掉了。 如此一来, 她在五皇子、 天剑宗以及叶家面前, 全都逃不了好, 以后又该如何是好。 林语察不由想起, 在叶家逃灵之中, 叶璇因姿勃发, 一箭开天门, 瞬间重创莫问长老那一幕。 若是自己没有退婚, 和叶璇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也比现在要好得多吧。 她有些后悔了。 昆宁宫, 杨皇后端坐在凤蕴之上, 今天斥责了姬浩宇一番, 又羞辱了林语察, 算是替自己玄儿出了一口气, 她心情不错。 几日的时间眨眼即逝, 叶璇在护心丹帮助下, 伤势已经痊愈了。 不仅如此, 叶璇的修为静静, 同样一日千里。 天人土纳树, 相比万川归海绝, 修行效率高出太多了, 叶璇在伤势痊愈后, 按部就班地修行。 一个时辰后, 叶璇缓缓睁开了双眼。 她已经顺利地跨入了三品之镜, 体内蒸汽的量翻了有三倍之多, 实力大幅度提升。 三品之镜, 外加上开天建议。 如今的叶璇虽然称不上无敌, 但也位列顶尖强者的行列了。 如今的叶璇, 在这大下境内, 也算是初步地有了自保之力了。 而伴随着境界的突破, 天道酬情系统再次给出了叶璇三个选项。 认真的举重, 举重百次后, 获得九牛二虎之力, 终极大奖为擎天之力, 可托天赴海。 认真的跳跃, 跳跃百次后, 获得身轻如燕, 终极大奖为金斗云, 瞬息万里。 认真的射箭, 射箭百次后, 获得剑无虚发。 终极大奖为射日一剑, 可射罗大日。 擎天之力, 金斗云, 射日一剑, 这三个大奖, 无疑都极具吸引力。 可当前而言, 对叶璇帮助最大的, 毫无疑问是认真的跳跃。 因为认真的跳跃, 发展方向是轻弓。 叶璇目前拥有天人土纳术, 开天剑翼, 钢筋铁骨以及透视眼, 比较明显的短板便是轻弓方面了。 若是拥有了出色的轻弓, 以后在遭遇险境之时, 打不过还能逃跑, 能大幅度增加叶璇的生存能力。 因此, 叶璇心中道, 我选择认真的跳跃。 第十九章, 剑生母。 随后, 叶璇的锻炼进度条, 再次多出了一条, 跳跃百次而已。 叶璇估计最多三天的时间, 自己便能获得身轻如燕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认真的锤炼身体, 距离一千次, 相差已经不远了, 不知道到时候会获得怎样的奖励。 叶璇正憧憬着呢, 白橘的声音响起, 少爷, 公主请您去用膳。 马上就到。 叶璇自从搬进了正寝殿, 倒是没有再遭遇到刺杀, 日子也过得和以前一样, 潇洒自在。 公主府上下, 对待叶璇都毕恭毕敬, 圣红鸾对叶璇也十分宠溺, 简直如同对自己儿子一样。 是不是自己的生母了? 很快的, 叶璇来到了佩殿, 和圣红鸾入座, 然后一起享用午膳。 餐桌上准备的膳食, 有一大半都是叶璇喜欢的, 圣红鸾也没有丝毫公主的架子, 和她相处, 让叶璇感觉非常舒服。 叶璇在这公主府, 基本上和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一样自在。 当然了, 在公主府, 还有一点比在叶府的时候更好, 那就是, 每天都能见到圣红鸾。 圣红鸾身为大洲第一美女, 那身材相貌, 怎么都挑不出毛病来,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完美无瑕。 俗话说, 秀色可参, 叶璇每天都能欣赏这样的角色美女, 心情也跟着好了许多。 当然了, 透视眼, 叶璇是从未对红鸾公主用过的, 叶璇这个人还没那么下流。 透视眼是一项辅助能力, 关键时刻能起到大用, 叶璇可不会用她来偷窥。 再说了, 红鸾公主对叶璇如此之好, 这几日朝夕相处, 两人之间已经有淡淡的情愫产生, 虽尚不浓烈, 但却沁人心脾。 这种感情萌芽的纯粹情感, 让叶璇乐在其中, 她可不会破坏这种氛围。 两人吃了片刻, 圣红鸾忽然道, 叶璇, 今天这些菜里面, 你最喜欢哪道菜? 叶璇看了圣红鸾一眼, 然后道, 我最喜欢这道土豆炖牛肉。 刚才叶璇吃这里面的牛肉之时, 圣红鸾的眼睛一直在偷瞄叶璇, 叶璇自然早就猜到了。 圣红鸾一听这话, 也很高兴, 这道菜其实是我做的。 叶璇笑道, 原来是红鸾你亲自下厨, 难怪这么好吃呢。 圣红鸾美目只是着叶璇的眼睛, 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 好不好? 求之不得。 叶璇直接道, 圣红鸾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大夏和大舟的联姻大计, 两国之人都很清楚。 圣红鸾说要天天给叶璇做饭, 而叶璇也答应了下来, 这也意味着, 叶璇有勇气去面对来自两国的压力, 这让圣红鸾十分欣慰,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用膳完毕后, 圣红鸾道, 今日皇后娘娘让我入宫觐见, 传旨的女官表示, 听闻公主府有一位见到天才, 她也想见见。 你要随我一起去吗? 叶璇听到皇后娘娘四个字, 面色微微一变, 是她吗? 当初的记忆太过久远, 婴儿时期的大脑, 承载不了她的灵魂, 因此, 叶璇的记忆十分模糊。 她只记得, 自己应该是出身皇宫, 母亲是一位雍容华贵的爵士美女, 其他都已经记不清楚了。 由于片刻, 叶璇才道, 我们一起去吧。 圣红鸾有些担忧, 皇后是五皇子的生母, 按照他们的想法, 我未来应该是太子妃才对, 未来太子妃的府邸, 却住着一位气血方刚的男人, 皇后召你入宫, 怕是来者不善。 叶璇却忽然伸手, 将她洁白的柔衣握在手中, 我陪你一起吧。 若是我连这个都怕了, 又有什么资格天天吃你做的饭呢? 对方乃是大夏皇后, 若是真要对付叶璇, 貌似并不需要特意招叶璇进宫。 而同时, 此次进宫对于叶璇来讲, 也是一个提前了解皇宫的机会。 因为未来有一天, 她必然要踏足皇宫, 找到自己的生母, 并将当年的事情一一清算的。 圣红鸾见叶璇态度坚决, 也用力地点了点头。 半个时辰后, 圣红鸾和叶璇奉命入宫, 昆宁宫的女官在前方带路。 而叶璇的目光, 则是放在了这刁蓝玉器的皇宫之中。 她的目光, 穿过了这些砖墙泥瓦, 熟悉着整座皇宫的结构。 透视眼之下, 整个皇宫的建筑结构, 对于叶璇没有任何的秘密, 全部都被叶璇印刻在了脑海之中。 终于, 叶璇和圣红鸾来到了昆宁宫之中, 见到了杨皇后。 在见到杨皇后的瞬间, 叶璇不禁面色一变, 虽然记忆已经久远, 可她一眼便认出来, 眼前的杨皇后正是自己的生母。 她雍容华贵, 美丽温柔, 是叶璇见过最美的母亲。 而杨皇后的目光, 同样落在了叶璇的身上。 叶璇的相貌, 像她这个母亲很多, 杨皇后若是女扮男装, 和叶璇有七八分相似。 而叶璇身上又有着赤龙玉佩, 以及母亲缝制的虎头小依未证, 身份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当然, 即便没有这些实证, 杨皇后也可以肯定, 叶璇才是自己的孩儿。 因为, 在见到叶璇之时, 那种来自血脉的清静感, 那种母子怜心的感觉, 是姬浩宇从未给过她的。 姬浩宇虽然伪装成了她的儿子, 可从一开始, 她便对此报有怀疑的态度, 从姬浩宇出生到现在, 别说给姬浩宇哺了, 即便是一个情真义切的拥抱, 杨皇后都没给过她。 哪怕是滴血认清, 暂时相信了姬浩宇的身份, 杨皇后对她依然有种疏离之感。 杨皇后虽然给了姬浩宇应有的教育, 可却从未给过她真正的母爱。 可今天面对叶璇, 杨皇后却有种强烈的冲动, 将叶璇搂在怀里, 告诉她, 娘亲有多么想她。 只是杨皇后, 终究还是压下了这股冲动, 一旦她真的当众认清, 那么下一步, 杨皇后和叶璇就要承受帝王之怒了。 大厦皇帝正直壮年, 历经图治, 整个大厦, 无人能违逆她。 杨皇后强忍着不舍, 将目光从叶璇身上移开, 打亮着叶璇身边的圣红鸾。 圣红鸾和她自己年轻时候一样端庄漂亮, 而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是帅气挺拔, 两人站在一起宛如金童玉女一样。 见过皇后, 两人准备行礼, 杨皇后却匆忙道不必拘礼, 来人, 次座。 片刻后, 两个宫女搬上来两个椅子, 安排叶璇和圣红鸾坐下。 圣红鸾也很意外, 她以前也觐见过杨皇后, 基本就是保持基本的礼数而已, 既不热情, 也没有什么敌意。 可今天, 杨皇后怎么如此热情? 第20章 读酒 杨皇后又道, 红鸾, 你远道而来, 在大厦过得可还习惯。 圣红鸾笑道, 谢娘娘关心, 红鸾最近过得很好。 在认识叶璇之前, 她确实过得不怎么样, 毕竟命运被别人所掌控, 怎么可能开心得了呢? 可认识叶璇以后, 便不一样了, 叶璇给了她足够的心灵力量, 让她有胆量, 去应对一切的压力。 自从叶璇搬进了公主府, 圣红鸾每天吃得好睡的香, 人都比以前胖了。 当然, 她天赋出众, 虽然胖了, 但只是胸胖了, 其他该苗条的地方, 依然很苗条。 杨皇后也注意到了最近这两个字, 最近, 不正是她认识了自家玄儿的日子吗? 难道说, 她喜欢上了玄儿? 倘若是这样, 那还真是千里姻缘一线千呢。 圣红鸾被安排和大厦联姻, 她的另一半, 基本就是未来的太子。 而倘若叶璇没有被调包, 那她成为大厦太子, 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换句话说, 叶璇哪怕被调包了, 可她依然和圣红鸾发生了交集, 或者, 这便是所谓命定的姻缘吗? 这么一想, 杨皇后看着圣红鸾的眼神更加柔和了, 这是自己的未来儿媳啊, 真正的儿媳。 她不敢和叶璇对话, 甚至不敢直视叶璇, 生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被皇帝知道。 因此, 她只能继续和圣红鸾交谈, 并偷偷地用眼角余光打量着叶璇。 叶璇同样察觉到了杨皇后的异常, 或许, 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 不敢和自己相认吧。 杨皇后和圣红鸾交流片刻, 杨皇后道, 红鸾, 本宫今日特意命人准备了大洲风格的美食, 一起品尝一下吧。 多谢娘娘。 随后, 杨皇后命人上菜, 她今日虽然不敢认自己儿子, 但却要和儿子, 儿媳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 片刻之后, 一桌丰盛的美食端了上来, 杨皇后没有丝毫皇后的架子, 和两人一起享用美食美酒。 只是, 当叶璇喝了一口皇宫的美酒加酿之时,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酒味道不对。 叶璇身负钢筋铁骨, 气血充盈, 对于食物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 这个酒水, 有着微毒。 只是在这皇宫大院, 想要下毒, 何其困难。 一切的食物酒水, 都要经过层层筛查, 这毒是怎么下的? 思索片刻, 叶璇将目光放在了那个颇为精致的酒壶之上, 开启了透视眼。 刹那之间, 酒壶内部的构造, 在叶璇面前没有丝毫秘密可言。 这个酒壶不仅仅外形精致, 内部构造也很精巧, 在酒壶内部有一个中空之处, 是用来放置冰块的。 夏日炎炎之时, 酒壶之中加一块冰块, 将每酒冰镇一番, 喝起来也能别有一番滋味。 这酒壶内部的中空也没什么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 酒壶壶嘴内境的中央处, 有一节与众不同的地方。 酒壶内部其他地方的壶壁, 都是呈现奶白色的, 唯有壶嘴内境的中央处, 有一片黄褐色之处。 而到酒之时, 酒水都会经过那片红褐色的斑纹, 这也正是酒水有微毒的原因。 这种下毒的方式,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酒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酒壶同样检测不出问题。 因为酒水只是在流经壶嘴的瞬间, 掺杂了一丝微毒, 这点剂量根本不可能检测出来。 而夜璇和圣红卵, 今日哪怕是喝了这样的酒水, 对身体也几乎没有影响。 毕竟有句话说的话, 不谈剂量谈毒性, 那完全是耍流氓。 而杨皇后则不同了, 看得出来, 这个酒壶做工精致应该是出自大家之手。 杨皇后也颇为喜欢, 想必经常使用这个酒壶。 短期之内不会有什么大事, 可若是时间长了, 次数多了, 这微量的毒素累积会对杨皇后的身体 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此时, 杨皇后身边的宫女 已经又给杨皇后倒了一杯酒。 杨皇后今天得见爱子, 心情极好, 准备再喝上一杯。 只是夜璇却道, 等等。 杨皇后看向了夜璇, 等待夜璇的下文对于夜璇忽然发言, 她也没有丝毫怪罪的意思。 夜璇看着杨皇后, 道, 娘娘, 这酒壶有问题。 杨皇后身边的宫女顿时色变, 休要胡说八道。 娘娘的酒水饮食, 都要经过层层检测, 怎么会有问题? 杨皇后面色一变, 敢如此和本宫的爱子说话。 她瞪了那个宫女一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 跪下, 自己长嘴二十。 宫女听到杨皇后所说, 不愤地看了夜璇一眼, 老老实实开始长嘴。 接着, 杨皇后又慈祥地看着夜璇。 你说, 这壶酒有问题, 那问题何在? 夜璇将这个酒壶拿在手中, 道, 娘娘, 接下来, 我要毁了这个酒壶, 才能证明我的猜测。 杨皇后笑道, 无妨, 区区一个酒壶而已。 正在长自己嘴巴的宫女, 面色再次变了变, 区区一个酒壶。 这个酒壶, 可是五皇子请著名的烧瓷世家, 精心设计烧制地, 堪称精品, 同时还代表了五皇子的孝心, 竟然说悔就悔了。 此时, 夜璇得到了杨皇后的手肯, 也没有再犹豫, 剑气加持在手掌边缘, 然后竖着斩了一剑。 顿时, 这精致的酒壶, 被夜璇从中间竖着一分为二, 狐嘴内境也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夜璇拿起了酒壶, 道, 这酒壶内部, 别处都是正常的乳白色, 唯有此处呈现红褐色, 夜璇才让夜璇毁了这个酒壶的。 她并未想过自己堂堂后宫之主, 在饮食方面能遇到问题。 只是, 看到这壶嘴内境处那不正常的红褐色斑纹, 杨皇后知道, 自家玄儿并非无地放矢, 而是真的有问题。 这酒壶可是烧慈世家精心打造, 然后有五皇子献给她这位大夏皇后的, 这代表了大夏烧慈工艺的巅峰, 怎么可能有如此明显的瑕疵? 她一拍桌子, 道, 来人, 传御医。 第21章, 顺时神情紧张了起来, 倘若这酒壶真的有毒, 那后宫之中, 怕是要血流成河了。 很快的, 御医便来到了杨皇后面前, 杨皇后也让对方检验, 虎嘴内境那红褐色斑纹是什么成分。 片刻之后, 御医跪在地上, 道, 回皇后娘娘, 此乃红杏石。 杨皇后看着对方, 红杏石, 此物可有毒。 御医直接道, 娘娘, 红杏石提炼之后, 便是鼎鼎大名的贺鼎, 很好。 来人, 立刻转五皇子。 杨皇后可是清楚地记得, 这个酒壶, 是自己的好袋记号与线上来的。 这酒壶竟然有这么大的问题, 她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 随后, 杨皇后又看向了叶玄和盛红鸾, 一入皇宫深四海, 即便我是大厦皇后, 后宫之主, 亦有力不能及之事, 你们二人先行离宫吧。 叶玄却是听出来了, 看来, 母亲的确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只是, 此时的她也是有心无力, 因此无法和自己相认。 而在这皇宫之中, 能让杨皇后有心无力的, 除了当今皇帝, 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了。 看来, 自己真正的敌人, 就是那位素未谋面的生父皇帝吗? 叶玄和盛红鸾, 很快便离开了皇宫, 而整个后宫之中, 也陷入了一片肃杀之中。 杨皇后除了召集记号语之外, 还让安排了一只侍卫, 前去那个烧辞世家, 捉拿这些要饭。 只可惜, 当这只侍卫抵达那个烧辞世家之时, 这个烧辞世家已经满门畏罪自杀了, 还留下了一封忏悔书。 书信之中表示, 这个烧辞世家如今的家主, 和后宫之中被打入冷宫的徐萍, 乃是青梅竹马。 徐萍曾经因为冲撞皇后, 被打入冷宫, 这位家主为青梅竹马复仇, 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和旁人没有一点关系。 而五皇子姬浩宇, 也在杨皇后面前, 把自己推脱得干干净净的, 只说自己是受了奸人蒙蔽, 才会犯下大错, 希望母后见谅。 杨皇后心有不甘, 她已经意识到, 恐怕这个小畜生, 早已经和生母见过面了, 这一次下毒, 和这小畜生脱离不了干系。 只是, 她虽想收拾姬浩宇, 然而, 皇帝那边却命人传来口谕, 后宫下毒之事, 烧辞世家既以畏罪自杀, 冷宫徐萍亦上吊自尽, 为避免影响皇室生育, 此事就此作罢。 杨皇后虽怒, 可如今的大下皇帝, 一言九鼎, 她的话, 杨皇后也不敢违逆, 此事只能就此打住。 而叶璇回到公主府之后, 则是刻苦锻炼, 努力地提升自己。 自己生母贵为皇后, 却被人下毒, 认出了自己, 却不敢相认。 显然她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叶璇要尽快拥有足够的力量, 来扭转一切。 或许是因为皇宫下毒的事情, 自制地提升自己。 而叶璇也顺利地地将认真的跳跃, 刷到到了一百次熟练度, 获得了初级奖励, 身轻如燕。 叶璇获得这个奖励之后, 自身的身法顿时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身体宛如云中燕一样。 轻盈自在, 唯一的短板得到了弥补。 此时的叶璇, 整个人依然躺成了木字形, 接受着白菊粉菊等四大丫鬟的锤炼。 认真的锤炼身体, 目前的进度已经是999了, 只差一次便可以领取奖励了, 叶璇对于此次的奖励也十分期待。 许久之后, 四大丫鬟类的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而叶璇的耳边, 系统提示声终于响起, 恭喜宿主认真的锤炼身体一千次, 获得奖励金刚不坏神功。 第二十二章, 召剑。 叶璇意念一动, 金刚不坏神功的具体信息出现在叶璇的脑海之中。 金刚不坏神功, 一旦发动, 身体变成通体金色, 宛如纯金铸造一样, 无坚不摧, 万毒不清, 金刚不坏, 质刚无敌。 只是发动金刚不坏神功, 虽然不耗内力, 但是对于气血消耗颇大。 基本上, 每次发动金刚不坏神功, 只能持续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发动金刚不坏神功之后, 需要立刻大量进食, 弥补亏空的气血, 才能再次动用。 这金刚不坏神功, 倒是给了叶璇一个巨大的惊喜, 金刚不坏神功的描述, 实在是太强了。 叶璇估计, 只要自己催动金刚不坏神, 足以和大夏那些绝顶的强者争锋了。 只是这样还不够, 大夏绝顶强者, 光是在这京城, 便有超过十位了。 而这些绝顶强者, 却从无疑人敢直接挑衅皇室的, 或者说, 有胆敢挑衅皇室者, 必死无疑。 那很显然, 大夏皇室, 拥有着一品之上的力量, 才能稳坐这江山。 因此, 叶璇虽然实力大劲, 但是却并没有飘, 继续猥琐发育, 目前还不能浪。 而同时, 杨皇后对于叶成宗和薛宁夫妇, 也越发地感激了。 毕竟若是没有叶成宗和薛宁的精心栽培, 自家皇儿又怎会如此出众呢? 叶璇不仅仅领悟了建议, 还发现了她被那个小畜生姬浩宇下毒之势, 她甚至想直接召叶成宗和薛宁夫妇进宫, 好好嘉奖一番。 只是思索一番, 这么做终究不妥。 她堂堂一国之母, 后宫之主平白无故地召集一个六品官员夫妇, 只怕叶家立刻便会被皇帝给盯上了。 因此, 杨皇后决定换上一种方式, 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见一见自己皇儿的养父养母。 次日, 杨皇后便以奉体谦安为由, 决定回国驻大将军府小驻几日, 调养一番身体, 后宫事宜, 暂交由四皇子生母周贵妃打理。 而皇帝因为五皇子下毒一事, 在此事方面理亏, 也不好说什么, 同意了杨皇后出宫的要求。 由这位国驻大将军出面, 宴请昭勇将军薛怀远一家。 薛怀远论起地位, 比起国驻大将军差了不少。 毕竟杨天刚是当今皇后的亲大哥, 而他被封为国驻大将军, 也是因为战功卓越。 相比来讲, 薛怀远虽是二品的昭勇将军, 但他和杨天刚差距不小。 可以这么说, 杨天刚之所以是国驻大将军, 是因为大下的武官, 到了这个层次, 已经是极限了, 再高就得列土封王了。 相对来讲, 薛怀远的话, 是因为酒精沙场,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在战场上数十年, 酒精战士都活了下来。 此时他已经年龄老迈, 气血衰弱, 无力再战了, 皇帝看他可怜, 便封了一个二品的昭勇将军, 让他一样天年。 因此, 两者之间的实权也好, 在军中的影响力也罢, 都相差极大。 杨皇后想通过昭勇将军, 见见自家儿子的养父养母, 然后找个机会, 给予薛儿养父养母一些补偿。 第23章 作死 中午时分, 昭勇将军一家抵达了国筑将军府, 薛怀远也好, 他的夫人以及子嗣也罢, 都显得有些拘谨。 毕竟薛怀远很清楚, 自己这个年纪老迈昭勇将军, 和这位国筑大将军的差距有多大。 若是能得到国筑将军的赏识, 那么他子嗣的官徒, 将会顺畅许多。 只是当他们来到政厅, 见到了主位之上, 那个雍容华贵美不胜收的女子之时, 顿时双腿一软, 跪在了地上, 见过皇后娘娘。 他们没想到, 今日皇后娘娘竟然也在此。 杨皇后看着薛家人, 平身吧, 今日是家宴, 不必这么拘礼。 皇后虽然这么说了, 薛家人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毕竟这可是一国之母啊。 此时, 杨皇后忽然道, 怎么不见叶四郑夫妇? 薛怀远解释道, 叶成宗夫妇教子无方, 那叶玄胆大包天, 恐触怒了娘娘和大将军。 杨皇后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教子无方。 我家玄儿见到无双, 年仅十八领悟了建议, 实力堪比上三品的舞者, 你们说教子无方。 杨皇后原本对于自家玄儿养母的父母, 是颇有好感的, 态度也很不错, 只是薛怀远这句话, 顿时让杨皇后对他们的好感度, 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想着, 杨皇后道, 此中秋之际, 还是河家团圆比较好。 大哥你说呢? 杨天刚直接到, 来人, 去传叶四郑夫妇, 让他们来国筑将军府一句。 半小时后, 叶成宗、薛宁、 叶玄以及叶玄的三姐四姐连媚而至。 国筑将军府的人通知的时候, 叶玄正好也在叶府。 如今叶玄掌握了金刚不坏神功, 虽然依然没有颠覆皇朝之力, 但是自身的安全, 基本不必太过担心。 他一旦发动金刚不坏神功, 绝顶强者都奈何不了他。 而叶玄的开天建议, 又是代表着极致的杀伐之道。 因此, 即便是上三品的绝顶强者, 叶玄也有信心和任何人一碰望, 倒是不需要时刻躲在公主府了。 因此这几日, 叶玄隔三差五便会回叶府一趟, 和父母团聚。 这国筑将军府的人通知之时, 叶玄正好也在, 索性就一起过来了。 杨皇后再见到叶玄的瞬间, 一双眼睛就没在叶玄身上移开过, 自己又见到自家孩儿了, 真好。 只是看着叶玄身边的叶成宗、 薛宁、杨皇后又有几分羡慕。 她多希望陪伴在自家孩儿身边的是她, 而不是旁人啊。 倘若能让她一直陪伴在自己的孩儿身边, 哪怕不当着皇后, 她都愿意。 只可惜, 她没有选择的机会啊。 而薛家的老夫人, 在见到叶玄一家人之时, 顿时皱起了眉头。 她不由想起, 前段时间, 薛宁带着叶玄登门那一幕。 她身为薛家的老夫人, 薛宁的嫡母让薛宁罚贵。 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薛宁这个庶女出嫁之前, 她一直都是随意拿捏和欺负的。 可那一日, 她让薛宁罚贵之时, 叶玄这个小畜生, 竟然敢骂她, 简直反了天了。 她欺负惯了薛宁, 之前被叶玄顶撞忤逆了一次, 气得她肝疼了半个月。 此次再见面, 内心的怒火顿时上冲。 而今日, 恰好有皇后娘娘和国筑大将军在场。 大夏以孝道为先, 她倒要看看, 今日叶玄这个小畜生, 敢不敢像上次一样, 继续顶撞她。 若是叶玄还敢出言顶撞, 有娘娘和国筑大将军在, 必然能让这个小畜生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24章, 掌嘴。 大夏以孝道为先, 她倒要看看, 今日叶玄这个小畜生, 敢不敢像上次一样, 继续顶撞她。 若是叶玄还敢出言顶撞, 有娘娘和国筑大将军在, 必然能让这个小畜生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此时, 叶成宗和薛宁都跪了下来, 见过皇后娘娘, 见过国筑大将军。 只是叶玄却没有第一时间下跪, 她思绪有点复杂。 毕竟, 今天是养父养母和生母初次见面, 多少是有点感触的。 正常来讲, 生恩不及养恩, 可这种情况, 一般是指, 生生父母抛弃了子女的情况下。 杨皇后显然不是故意抛弃自己, 而是遭遇了宫廷阴谋的。 因此, 在叶玄这里, 生母和养父母一样大, 都是自己在这世上最亲近之人。 而薛老夫人看着这一幕,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宁笑。 小畜生, 你是真蠢啊, 这么快便给了老生报仇的机会。 老生若是不抓住机会, 扒掉你一层皮, 还有什么资格当着招永将军府的夫人。 只听薛老夫人手中拐杖, 重重敲击着地面, 口中大怒道, 叶玄, 你这小畜生见了皇后娘娘, 为何不跪? 果然是天生的忤逆之辈。 请娘娘不必顾忌招永将军府, 好好教训这个目无黄泉的小畜生。 薛老夫人的话, 让杨皇后的右手瞬间握拳, 恨得都有些咬牙切齿了。 好你个老妖婆, 本宫今日就是为了见见玄儿和她的养父母的。 你倒好, 一见面, 就一口一个小畜生的妈妈我家玄儿。 好, 好的很啊。 杨皇后手中原本盘着一个核桃, 在听到薛老夫人的几声小畜生之后, 手中的核桃被她硬生生捏碎了。 薛老夫人眼看杨皇后胸口不断起伏, 知道杨皇后是动怒了, 内心更加幸灾乐祸。 只可惜, 她并不知道, 这股怒气是针对她, 而不是叶玄。 而薛宁和叶成宗则是面色大变, 叶成宗慌忙道, 请娘娘恕罪。 犬子是一时激动, 才施了礼数, 子不叫, 父之过, 娘娘要罚便罚我吧。 只见杨皇后将手中捏碎的核桃往桌子上一拍, 然后道, 来人, 给本宫长嘴。 顿时, 几个侍卫上前大步来到了薛老夫人面前, 其中两人按着薛老夫人的肩头, 另外一人对着薛老夫人的嘴巴狠狠地抽了起来。 这些侍卫都是杨皇后的得力手下, 杨皇后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他们都能明白杨皇后的意思。 而薛老夫人面对着身高体壮的侍卫, 根本无力反抗, 紧紧几个巴掌下去, 薛老夫人的脸都被扇肿了, 嘴巴还在流血。 薛老夫人口齿不轻道, 打错了, 娘, 娘打错了啊。 薛怀元眼看自己夫人的嘴巴被打肿了, 变成了香肠嘴, 同样跪在了地上, 请娘娘饶剑那一命。 杨皇后眼看薛老夫人被打得不成样子了, 内心怒火, 这才稍稍平息了一些。 随后杨皇后轻轻挥了挥手, 手下侍卫顿时停手了。 而薛老夫人则是疼得捂住了嘴巴, 在那里哭嚎着, 看上去实在是很惨。 第25章 亲娘的手段? 杨皇后看着这一幕, 冷声道, 叶玄是本宫的恩人。 若非她发现酒壶内禁藏毒, 本宫已经被人毒害了。 今日国著大将军艳卿你们薛家, 同样是看在叶玄的面子上, 你却一口一个小畜生, 称呼本宫的恩人, 简直是不将本宫放在眼里。 杨皇后这话一出, 薛家上下都是面色大变。 叶玄竟然是皇后娘娘的恩人。 难怪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薛老夫人慌忙跪在了地上, 道, 皇后娘娘, 老身知错了, 请娘娘原谅老身。 杨皇后直接道, 不必了。 来人, 将本宫准备好的告命文书取来。 片刻之后, 几个侍卫取来一份青色的告命文书。 这份文书本身是卷轴的形式, 根据官员品级, 一品五官为玉轴, 二品五官为犀牛角轴, 三品五官为抹精轴。 薛怀远是二品的招勇将军, 因此, 薛老夫人的告命文书, 也是犀牛角轴的。 至于文书的材质, 则是青色的丝织物, 一看就异常的珍贵。 薛老夫人看着这份告命文书, 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是原本给自己准备的告命文书吗? 自己这辈子的追求, 竟然离自己这么近。 没错, 在这个时代,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讲, 若是没有追求舞蹈的话, 大多数人一生的追妻, 便是一个告命夫人了。 这基本上是女性最高的荣耀了。 皇后娘娘身为后宫之主, 自然有权力册封告命。 而此时, 杨皇后却道, 给本宫毁了她。 侍卫文言, 二话不说, 一件斩在了告命文书上面。 顿时, 这珍贵的告命文书 被斩成了两段, 犀牛角的轴, 还有那丝织物文书 都落在了地上。 文书落地, 还能看到上面一些文字, 大致内容是 招勇将军夫人刘氏, 贤良淑德, 持家有道, 即将到手的二品告命文书被斩断,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整个人无力地跪在那里, 口中喃喃道, 为何? 这是为何? 原本, 她以为自己这辈子无望告命了, 毕竟她的夫君已经老迈, 无力再立下战功, 她在子嗣教育方面, 也平平无奇, 不太可能得到什么大的封赏。 没想到今日, 国筑将军府宴请他们薛家, 皇后娘娘也在场, 甚至还准备了告命文书, 可现在, 这封告命文书 又被皇后娘娘亲手毁掉了, 先给了她希望, 再让她彻底绝望。 短时间内, 薛老夫人的心情宛如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此刻都有些心力交瘁了。 杨皇后看着薛老夫人, 缓缓道, 叶玄是本宫的救命恩人, 本宫还认为, 是你们薛家教女友方, 才有如此出众的外孙, 爱屋及乌, 才想册封你一个告命。 只可惜, 叶玄刚进这将军府, 你便恶意满满, 一口一个小畜生。 很显然, 叶玄立下今日之功, 和你们薛家没有半点关系, 这份告命文书, 你也不配。 杨皇后是懂人心的, 她也明白, 怎么样才能让一个人崩溃。 倘若仅仅是将薛老夫人等人打一顿, 然后从这国筑大将军府赶出去, 他们固然狼狈, 但是却不会太过伤心。 可现在, 将这封告命文书放在薛老夫人面前, 再亲自斩碎, 先给她希望, 再让她彻底绝望, 才是最狠的。 果然, 杨皇后话音落下, 薛老夫人整张脸顿时煞白。 紧接着, 她猛的张口, 口中吐出了一大口的血液。 她这是契机攻心了, 今天哪怕不死在这里, 也要少上半条命。 薛家上下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都是面色大变。 他们都很清楚, 二品告命, 对于老夫人来讲, 意味着什么。 可以这么说, 倘若让薛老夫人二选一, 在自己的命和告命文书之间带走一个, 那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告命文书。 二品告命, 那是她一辈子的追求。 现在, 皇后娘娘亲自碎了这份文书, 薛老夫人堪称是生不如死。 杨皇后看着吐血的薛老夫人, 绝美的脸上也流露出一丝快意, 老东西, 敢骂我家玄儿是小畜生, 这便是本宫对你的惩罚。 随后, 杨皇后便道, 来人, 送薛老将军一家出去吧。 几个侍卫上前送客, 招勇将军府上下在迷茫之中, 离开了国筑大将军府, 唯有叶家人流了下来。 远远的, 他们还能听到杨皇后的声音传来, 原本今日, 本宫准备册封一位二品告命夫人, 一位六品告命书人, 现在看来, 倒是省了一份文书。 显然, 杨皇后所说的二品告命夫人, 乃是薛老夫人, 至于六品告命书人, 则是薛宁。 后宫不甘正, 杨皇后没法直接插手叶成宗的官职, 只能是册封告命。 而这对于大厦官员的妻子而言, 基本上是最高荣耀了, 即便只是六品的告命书人, 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 叶成宗和薛宁如梦初醒, 薛宁此刻对于薛老夫人, 倒是没有丝毫的同情。 因为, 她对薛老夫人, 根本没有丝毫的好印象可言。 在她小的时候, 薛老夫人便欺负她和她母亲, 别说她自己了, 她母亲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谨慎, 轻则一番训斥, 重则直接让下人打骂, 甚至从来不避讳薛宁。 因此, 在薛宁的印象之中, 这个老夫人便是一个恶毒泼妇的形象, 没有丝毫的好感。 正是因为薛老夫人的存在, 薛宁在出嫁之后, 总共回娘家的次数加在一起, 不超过三次, 实在不得已回去, 也是有求于薛家才回去的。 因此, 今日薛老夫人被杨皇后如此的羞辱, 先是长嘴, 后是当众斩碎给她准备好的告命文书, 让薛老夫人气得当众吐血, 薛宁内心别提多舒适了。 曾经欺负过自己, 欺负过母亲的恶毒泼妇, 被如此折腾, 薛宁内心宛如吃了蜜一样甜。 薛宁的母亲年仅三十多便去世了, 为什么去世得那么早? 还不是经常受到薛老夫人的打骂, 郁郁而终, 今日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 第26章, 加法。 而说实话, 倘若不是杨皇后替她出这口气, 薛宁这辈子都没机会替母亲出气。 论国论功, 薛怀远是二品的昭勇将军, 叶成宗是六品的大理寺政, 能力威胁到薛怀远。 而论家论私, 薛老夫人又是薛家的主母, 薛宁的嫡母, 大下讲究一个孝字。 因此, 不管从哪方面看, 薛宁都是无力报复薛老夫人的。 唯有今日, 杨皇后这位位高权重的局外之人介入, 算是替薛宁出了一口恶气。 想着, 薛宁跪在了地上, 多谢娘娘替薛儿做主。 杨皇后看着薛宁夫妇, 笑道, 叶璇是本宫的恩人, 那两位也是本宫的恩人啊, 不必拘礼, 坐吧。 叶成宗和薛宁收养了叶璇, 又将自家玄儿教导得如此之好, 说他们是自己的恩人, 毫不为过。 叶璇倒也明白了自己生母的用意, 她是为了感激自己的养父养母, 才特意举办了此次佳宴。 原本薛家也能跟着沾光的, 只可惜薛老夫人对叶璇耿耿于怀, 忍不住跳了出来。 而这也导致, 原本薛家能沾的光变成了泡影, 这薛老夫人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杨皇后和国祝大将军对于叶成宗夫妇都异常地友好, 没有丝毫的架子, 家宴进行到过半的时候, 杨皇后更是轻易地拉着薛宁的手, 和薛宁谈着家长里短, 还询问着叶璇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薛宁对杨皇后也颇有好感, 毕竟若非杨皇后, 她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那位嫡母如此狼狈的一面。 因此, 薛宁也是有问必答, 两人如同一对老姐妹一样, 相谈甚欢。 只听薛宁对杨皇后道, 娘娘, 我跟你说, 我家薛儿小时候可调皮了, 她小时候见父亲骑马, 自己也想找个坐骑尝试一下。 可是马太高了, 她那时候年龄小够不到啊。 您猜怎么着? 她找了一头老母猪骑, 那头猪带着她一顿横冲直撞, 最后猪撞树上了, 她撞猪上了。 哈哈哈哈。 杨皇后同样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那里直拍大腿。 杨皇后内心也更加羡慕了, 自己儿子的童年自己竟然没能参与进去。 想想自家薛儿的童年多有趣啊。 再想想那个冒牌或姬浩语。 那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一副成熟懂事的模样, 没有丝毫的童真和童趣, 甚至可以说都不像的孩子。 或许正因为姬浩语自小的谨小甚微, 外加上杨皇后对她身份的怀疑, 母子俩才没有什么亲情吧。 叶璇看着两个老母亲笑的模样, 也很纳闷, 不就是骑个猪吗? 有那么好笑? 要说当时, 叶璇也确实是好奇, 虽然是穿越而来, 可人的心态似乎和生理的年龄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什么年龄就会想做什么事情。 同时, 在大夏, 娱乐方式又没有地球那么丰富, 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那只能是自己找乐子了。 因此, 当时十岁左右的叶璇才当了一回母猪骑士, 猪撞大树上后, 叶璇脑袋撞在猪肚子上, 一头撞晕了过去。 好在没什么大碍。 杨皇后和薛宁相谈甚欢, 最后理所当然地送出了那一封告命文书。 当然, 六品文官的妻子, 只能成为告命书人, 是没资格成为告命夫人的, 可即便如此, 也是莫大的荣耀了。 而不仅如此, 杨皇后还赐予了薛宁一块自己的令牌, 以后她若有事情, 可以直接前往昆宁宫去见皇后娘娘, 算是有了一张出入的通行令牌。 当然, 杨皇后还特意说明了, 让薛宁有空闲的时候, 带上玄儿一起来昆宁宫见她。 这张令牌, 说是送给薛宁的, 实际是送给叶玄的。 只是叶玄终究是男性, 杨皇后直接送叶玄出入后宫的令牌, 是有些不妥当的。 因此, 她也是曲线旧国, 将令牌送给薛宁, 由薛宁这位母亲带着儿子入后宫, 探望皇后娘娘, 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没有什么避讳的。 最后, 双方兵主敬欢, 叶家人也被侍卫恭敬地送出了国筑将军府。 只是, 一家人刚刚出了国筑将军府, 便见到了薛家上下, 薛怀远面色阴沉, 而薛老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 身体看上去异常的虚弱, 只听一个尖锐的声音道, 薛宁, 你这贱人, 害我母亲丢人现眼, 你还不归下? 说话的是招勇将军府的大小贱, 薛如, 她也是薛宁在出阁之前, 欺负薛宁最多的了。 毕竟薛勇等几个男丁, 终究是哥哥, 哪怕对于述出的小妹没那么亲近, 但也不至于延误, 也没必要刻意针对。 可薛如不同, 同为薛家的女儿, 薛宁小时候, 长得比薛如可爱。 薛如嫉妒之下, 就会针对薛宁, 薛如又是嫡出, 有着母亲护着, 因此, 她对薛宁欺负最多。 而叶成宗听到了薛如的话, 顿时面色一变, 薛宁已经嫁入我叶家, 是叶家之人, 我叶家可没有动不动就下跪的习俗。 薛如大声训斥道, 叶成宗, 你一个小小的六品四正, 也敢在我薛家面前猖狂。 叶玄听了薛如的话, 嘲讽道, 六品四正又怎么样? 我娘是六品高命书人, 你是什么东西? 叶玄这话一出, 薛如顿时面色一变, 而薛老夫人同样气得咳嗽了两声。 高命, 这是她一辈子的追求啊, 竟然被她一直看不起的一个庶女得到了, 她怎能不气? 此时, 薛怀远终于道, 高命书人又如何? 薛宁你冒犯嫡母, 教子无方, 随为父回昭永将军府, 受家法伺候。 薛怀远这话一出, 薛如顿时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得意道, 没错, 高命书人也没用。 家国天下, 我薛家要执行家法, 哪怕是高命书人的身份都护不住你。 叶成宗和薛宁夫妻都是面色一变, 叶孟寒和叶孟云则是上前, 抽出了腰间的长剑。 今日来将军府, 叶玄的大姐二姐已经出格, 又不在叶家, 因此并没有过来, 三姐四姐并未出格。 而他们也一向不喜欢薛家, 眼看薛家人如此欺负人, 他们直接拔剑了。 薛怀远见状, 冷声道, 敢在本将军面前拔剑。 惹儿, 你去好好教育教育这几个无知小辈。 第27章 八二品 薛怀远虽然是二品强者, 还领悟了霸道刀意。 只可惜, 他年龄老迈, 气血衰败, 每次出手都相当于在损耗他的寿元, 因此薛怀远一般情况不会出手。 而薛如曾入归海宗修行, 如今也是这儿八经的无品武者, 实力可不差。 薛如听到父亲所说, 直接抽出一把长剑, 向着叶玄的三姐和四姐斩了过去。 叶玄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一丝冷色。 下一秒钟, 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薛如手中的长剑被一分为二。 而叶玄的剑, 则是架在了薛如的脖子上。 长剑冰冷的质感, 让薛如脸都白了, 可他依仗着自己有父母撑腰, 依然很嚣张。 小畜生, 你敢动我一下, 我爹绝对不会放过你。 薛宁, 你个贱人, 还不让你的剑种把剑放下? 你…… 薛如的话, 让薛宁都彻底愤怒了。 他直接走到了薛如面前, 一巴掌抽在了薛如的脸上, 口中骂道, 剑都架在脖子上了, 你还不能消停点。 贱人是吧? 剑种是吧? 我抽死你! 薛如先是意图伤害自己的女儿, 又是一口一个贱人, 一口一个剑种的, 薛宁当然不惯着她。 薛宁含怒的巴掌, 让薛如的嘴巴, 很快和薛老夫人一样红肿了起来, 看上去狼狈不堪。 薛怀远身上流露出一丝杀意, 找死。 霸道刀意释放了出来, 正在抽薛如耳光的薛宁, 顿时面色一白, 巴掌也抽不出去了。 只是此时, 叶玄上前一步, 将母亲挡在了身后, 然后又一脚踹在了薛如的小腿上。 咔嚓一声, 翠响声响起, 薛如的小腿, 直接变成了自义自行, 彻底锻炼。 薛怀远终于拔出了自己的黑金太刀。 这是薛怀远当初从战场退下来的时候, 皇帝赐给她的武器, 刀身呈现黑金色, 异常沉重。 刀身圆弧弯曲, 屏步上鞘, 可以更好地发挥劈砍的威力, 最为适合骑兵。 这把刀, 很适合薛怀远发挥自身的霸道刀意。 年迈的薛怀远, 身形宛如一头雄狮, 向着叶玄冲杀了过去, 黑金太刀带着霸道狂放的意志, 向着叶玄斩了过去。 而在薛怀远的身后, 似乎有一头年迈的雄狮, 在仰天长笑着, 声势惊人。 叶玄看着薛怀远, 同样摒弃宁神, 薛怀远是二品, 叶玄是三品, 叶玄的境界要弱了一筹。 可是薛怀远年龄老迈, 雄心不在, 气血衰败, 这对他实力带来的影响, 可不是一心半点。 面对这霸道一击, 叶玄同样道, 一剑开天。 三品的修为, 释放开天剑意, 更加顺畅自如, 宛如行云流水一样。 空间似乎被切割了开来, 叶玄连人带见, 瞬间出现在薛怀远的面前。 而薛怀远, 此时正在前冲叙事, 他的这霸道刀意, 在接近叶玄的一刹那, 才会积蓄到巅峰, 并且瞬间释放出来。 可叶玄的一剑开天, 却能撕裂空间, 斩断一切。 他既切开了空间, 也切断了薛怀远 正在积蓄的霸道刀意。 刀剑碰撞, 薛怀远霸道刀意, 尚未到达巅峰。 而叶玄的开天剑意, 却已经完成叙事, 孰强孰弱, 自然十分分明。 叶玄手中长剑, 在开天剑意的加持之下, 直接斩入了薛怀远的 黑金太刀之中。 只是伴随着长剑的切入, 叶玄感觉到, 手中的剑开始颤抖了起来。 叶玄的剑意 是强过薛怀远的刀意的, 只是, 叶玄的剑是普通的长剑, 比起薛怀远的黑金太刀, 差距却不小。 叶玄的剑 在斩入黑金太刀一半的时候, 整把剑便崩碎了开来。 叶玄剑撞, 用衣袖扶过了长剑碎片, 长剑顿时化作无数暗器 向着薛怀远飞射了过去。 薛怀远面色一变, 急忙用手中的黑金太刀抵挡, 只听到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断响起, 长剑碎片被击落了一地。 叶玄寒剑弟弟的剑碎了, 二话不说, 将自己的剑给弟弟扔了过去, 口中道, 小弟接剑。 叶玄接过这把长剑, 剑身微震, 继续对准了薛怀远。 正当此时, 薛怀远却道, 停手吧, 今日你能接老夫一招, 在小辈之中, 已经难能可贵。 你剑已断, 老夫不欺你, 今日到此为止。 薛怀不甘心道, 爹, 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只可惜, 薛怀远却不理会他, 大步向前走去, 薛家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跟了上去。 叶玄都可以和薛怀远一整高低了, 既然薛怀远都说停手了, 他们可不敢继续和叶玄作对下去。 叶成宗夫妻以及两位姐姐 也关切地来到了叶玄身边。 玄儿, 你没事吧? 叶玄中气十足道, 我没事。 薛怀听到叶玄的话, 对着薛怀远的背影道, 多谢爹爹手下留情。 他不认为, 自己年仅十八岁的儿子, 拥有了挑战一位绝顶强者的实力, 还以为是薛怀远看在妇女之情的面子上, 亦或者是认可了叶玄的天赋, 因此, 手下留情了。 薛怀远身体微微顿了一下, 没有回头, 也没回答什么。 随后, 叶成宗一家子便渐渐地走远了。 薛如看着离开的叶成宗一家, 气愤道, 爹, 您怎么能手下留情呢? 您也不看看, 我被打成什么样了? 我娘又气成什么样了? 薛怀远此时背对着薛如, 薛如并没有看到, 此时的薛怀远面如金纸, 持剑的右手在微微哆嗦着。 在他左胸的位置, 一块长剑碎片刺入了他的身体, 血液已经将他的衣服都浸染成了红色。 眼看着叶家人终于走远, 薛怀远终于不再强撑着,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手中的黑金钛刀也拿不稳, 摔在了地上。 再接着, 只见薛怀远口中直接喷出了一大口血液, 整张脸也完全失去了血色。 薛勇慌忙上前, 爹, 您这是? 薛怀远虚弱道, 薛您生了的好儿子, 我不是他的对手。 薛老夫人和薛如几人这才知道, 原来刚才薛怀远都是在强撑着, 他们也匆忙将薛怀远送去看大夫。 第28章, 棋盘 而另一边, 红鸾公主府, 今日同样多了一位客人, 此人是圣红鸾在大厦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姬妙宇。 姬妙宇是当今怀王的次女, 怀王乃是当今陛下的亲弟弟, 颇受皇帝信任, 姬妙宇也被封为郡主, 据说太后十分疼爱这个孙女。 姬妙宇身材窈窍, 长相灵动可爱, 活泼好动, 和皇室之中大多数田径稳住的公主大有不同, 或许是因此才受到太后疼爱的。 圣红鸾来到京都之后, 也将姬妙宇当成了相处不错的小姐妹。 只见姬妙宇大大咧咧地坐着, 因为穿的是裙子看上去颇为不雅。 她一边啃着苹果, 一边道, 红鸾姐, 听说你府上住了一个人。 圣红鸾笑道, 是啊, 妙宇你对她有兴趣。 姬妙宇直接道, 我对她能有什么兴趣? 只是我本以为, 你将来会是我的皇嫂, 母仪天下呢。 圣红鸾摇了摇头, 道, 我倒是觉得母仪天下没什么好的。 母仪天下, 便意味着自己的另一半有着后宫家里三千, 道时候和那些后宫女子整日勾心斗角, 生活都变成了宫斗剧, 那有什么意思? 倒不如一生一世一双人, 来得逍遥自在。 姬妙宇顿时对圣红鸾竖起了大拇指, 红鸾姐你这觉悟是真高啊, 来来来, 碰一个, 我一口干了。 随后, 姬妙宇拿着苹果和圣红鸾碰了一下, 然后姬妙宇拿着手中的苹果, 宛如仓鼠一样, 瞬间把大半个苹果给造霉了, 而她的腮帮子则是彻底鼓了起来, 里面全是苹果的果肉。 圣红鸾看着这一幕, 不由点了一下姬妙宇的脸颊, 道, 你这丫头, 我若是大洲的皇子, 定然向你父王提亲, 把你娶回大洲, 真是太可爱了。 姬妙宇则是道, 别别别, 我可不想背井离乡, 在京都, 我有父王和太后宠着,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是去了你们大洲, 恐怕就没这么舒服了。 姬妙宇一边说, 一边把口中的果肉给咽了下去。 此时, 脚步声传来, 是叶玄从国筑大江郡府回来了。 姬妙宇见状, 站起身来, 红鸾姐, 这边是叶玄吗? 长得确实很帅。 圣红鸾道, 叶玄, 这是怀王次女, 姬妙宇。 叶玄客气道, 见过郡主。 姬妙宇摆了摆手, 不用那么客气, 我和红鸾姐亲同姐妹, 你叫我妙宇就行。 叶玄也没客气, 好的妙宇, 既然眼前的姑娘是怀王次女, 那说起来, 应该算是叶玄的堂妹了。 姬妙宇见叶玄没有再客套, 也挺满意, 她拿起一个苹果扔给了叶玄, 道, 来, 我请你吃苹果。 叶玄也没有拒绝, 这姑娘率真活泼, 天然就容易拉近双方的距离。 而与此同时, 大下天牢之中, 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一个一身黑衣, 手持一把重剑的男子, 在一步步杀入天牢最深处。 所过之处, 天牢狱卒没有一人能抵挡他的脚步, 手中重剑一剑拍出去, 一个狱卒直接被拍成了肉泥, 另一个狱卒上前抵挡, 则是被一剑两断。 狱卒们也意识到, 这是一位绝顶的强者, 一个个吓得半死, 不敢再阻拦。 随后, 只见这个男子手持重剑, 大喝一声,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顿时, 地面连续崩塌了三层, 这个男子直接穿透了三层天牢, 来到了天牢最深处。 而在这天牢最深处, 一个胡子拉差的男子, 被五条粗大的钢筋锁链, 锁着四肢和头部, 在他周身大穴之中, 还定入了孵骨钉, 防止他功力恢复, 杀出地牢。 重剑男子看着这一幕, 一剑斩出去, 刹那间, 五条钢筋锁链, 便被斩断了两条。 此时, 胡子拉差的男子道, 条件。 重剑男子一边斩断钢筋锁链, 一边道, 帮我去拖住一个人。 胡子拉差的男子笑道, 答应了。 很快的, 五条钢筋锁链被全部斩断, 重剑男子又将他大穴之中的 夫骨钉拔出。 夫骨钉拔出的瞬间, 胡子拉差的男子顿时鲜血直流, 只是重剑男子为了他一颗丹药后, 伤势顿时大幅度缓解。 随后, 两人大摇大摆地离开天牢之中。 天牢狱卒则是匆忙将此事上报。 有神秘人闯入了天牢, 就走了杀生见几名远。 几名远, 在大下算得上是鼎鼎大名了。 他本是一个读书人, 原本追求的是考取功名, 走上仕途。 他的前半生非常的顺利, 先是经历了金榜提名时, 后是顺利地洞房花竹叶, 最后走马上任, 成为了一方父母官。 只可惜, 他的妻子, 在和他成婚没多久, 便和一个英俊帅气的剑客搞到了一起。 在几名远发现他们的奸情之后, 那名剑客打伤了几名远, 带着几名远的妻子远走高飞了。 几名远发动官府的力量, 想抓回这对肩夫淫妇, 却一直没有收获。 后来, 几名远扔下了手中的笔, 拿起了心中的剑, 走上了武道之路。 他是成年之后才正式踏足修行, 却在短短数年内修为突飞猛进。 他抓到了那对肩夫淫妇, 先是将那对肩夫淫妇凌迟处死, 后是将肩夫淫妇的家人满门抄斩。 一直到这里, 他其实做得不算过分, 因为这对肩夫淫妇的家人, 的确有包庇他们通奸的行为, 按大侠律法。 几名远所作虽然过分了点, 但还可以接受, 他虽然触犯了大侠律法, 但是他实力超群, 抓捕不易。 他后续只要低调点, 大概率是可以逍遥法外的。 只是后来, 几名远可以说是入魔了。 他发现在杀戮之中, 他领悟到了剑的真谛, 他在靠近着剑的真意。 他不仅仅开始滥杀无辜, 他还发现在杀死亲人杀死家人之时, 那种灵魂的悸动给他带来的收获最大。 为了追求剑意, 他自灭满门又屠戮了一个村庄, 终于将杀生剑意大成。 而这也彻底触怒了大侠朝廷。 自灭满门, 屠戮村庄, 这和之前的复仇灭门完全不同。 之前的他, 只能说是一个行事过激的复仇者。 而现在的他, 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以杀戮为乐的疯子, 后者是绝对不能让他继续下去的, 否则的话, 还会有无数人死在他的剑下。 因此, 大厦安排了四位顶尖强者, 围杀几名远, 最终将他抓捕, 关在了天牢最深处。 没想到今日, 却有人闯入天牢, 将几名远给救了出来。 杀人狂魔再次现世, 天牢狱卒当然很慌。 消息很快上达天厅, 被大厦皇帝所知晓。 这位皇帝, 正在御花园的亭中, 和一个白翼老者下棋。 陛下, 需要老夫出手吗? 只需陛下让子三颗, 老夫便替陛下解决了此人。 皇帝一边下棋, 一边摇了摇头, 让子三颗? 那岂不是打乱了我这棋局? 老者听闻, 笑道, 原来他们也在这棋盘之上了。 那老夫便放心了。 第29章 金刚不换。 此时, 大厦皇帝将一颗黑子落下, 顿时, 白翼老者的两颗棋子彻底失去了生机, 被大厦皇帝从棋盘上拿了下来。 这里是大厦, 即便是绝顶强者, 也没法在这京都为所欲为, 除了大厦皇帝。 而对大厦皇帝而言, 大厦公主圣红鸾, 毫无疑问, 是一个颇为有用的棋子。 圣红鸾和大厦皇子联姻, 未来有望母仪天下。 而大厦和大厦之间的关系, 也会更加稳固。 可最近, 情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该在皇子之中挑选另一半的红鸾公主, 竟然和一位四正之子关系暧昧。 公主和小人物的爱情故事, 听起来多有代入感啊。 而这个故事, 却将大厦皇帝的脸皮给踩在了脚下。 因为在这个故事之中, 大厦一众皇子沦为了配角, 他们的魅力, 还不及一个四正之子。 事已至此, 毫无疑问, 红鸾公主这颗棋子已经没用了, 那么自然就得让她淘汰出局。 红鸾公主府, 两道身影连眉而至, 其中一道身影一身黑衣, 手持一把重剑, 身形魁梧。 而另外一人, 身形鲜瘦, 胡子拉叉, 只是他双眼血红, 双手各持一把剑, 身上杀意蓬勃, 正式杀生剑技名怨。 两人来到了公主府外, 直接纵身一跃, 进入了公主府。 而随后, 一道苍老的身影冲天起,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朝着两人砸了过去。 重剑男子沉声道, 拖延他一炷香的时间, 救命之恩一笔勾销。 锦明媛舔了舔舌头, 手持双剑, 朝着大洲的拳宗赵百战杀了过去。 拳剑相交, 两者各自被震退了数十米, 赵百战曾经号称赵一拳, 无人是他一拳之敌。 可惜如今年龄老迈, 实力只剩下七成, 不负赵一拳之威。 而杀生剑锦明媛, 在天牢之中, 每日饱受折磨, 气血亏损严重。 虽然有着重剑男子提供的丹药, 但实力也远不及巅峰时期, 两者实力相差不大。 而在两者交锋之际, 重剑男子一剑朝着前方, 斩出。 重剑无风, 大巧不攻。 重剑男子的剑翼, 便是横推一切的力量。 他这一剑斩出, 澎湃的剑气, 顿时将公主府的三四座建筑物摧毁。 地面宛如被导弹洗过一遍一样, 地面满目疮痍。 而这道大地的裂痕, 以重剑男子为起始点, 终点正是圣红鸾叶玄 以及机妙宇三人。 重剑男子一步步朝着三人走去, 他口中道, 不愧为大洲第一美人, 今日香消玉宇, 着实可惜。 圣红鸾面色难看, 他看到, 父皇给自己安排的赵一泉 被一个神秘人拖住了。 而眼前的男子, 显然同样是绝顶级别的强者。 今日, 他怕是很难幸免于难了, 圣红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才道, 你的目标是我, 与旁人无关, 放了他们。 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不想连累夜宣。 只可惜, 重剑男子却道, 红鸾公主倒是有情有义, 既然如此, 那我更得送他们上路, 好让你黄泉路上不太寂寞。 机妙宇听了重剑男子的话, 直接将手中苹果朝着重剑男子砸了过去。 重剑男子身经百战, 第一次遇到用苹果攻击自己的, 因为意外, 没来得及躲避, 被半个苹果砸在了身上, 又掉在了地上。 他拍了拍被砸的地方, 笑道, 有趣? 红鸾公主和这么有趣的姑娘一起上路, 想必不会无聊了。 红鸾公主见对方杀意已决, 她上前一步, 牵着夜玄的手, 道, 夜玄, 今日和我一起丧命于此, 你后悔吗? 夜玄温柔地看了圣红鸾一眼, 道, 我自然不会后悔, 只是谁告诉你, 我们要死了。 机妙宇听着两人的对话, 眼泪差点流出来, 你们倒好, 双速双飞, 黄泉路上也能做半了, 我就可怜了,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还得吃你们的狗粮。 仲剑男子听着几人的对话, 淡淡道, 行了, 不必做无谓的挣扎了, 让本座送你们上路吧。 只是此时, 夜玄却往前踏出一步, 口中道, 你不装逼能死吗? 来, 今天你动红鸾一根头发给我看看。 仲剑男子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个就更有趣了。 来, 本座就碰给你看。 他说着, 手持仲剑, 自上而下, 携带着万钧之力, 向着夜玄狠狠地砸了过去。 夜玄口中一字一句道, 金刚不坏神功, 开! 花音落下, 夜玄身上猛地发出了一声金铁浇明的脆响声, 他身上的上衣直接撕裂了开来, 露出了自己的上半身。 夜玄的身材本身就非常不错,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而催动了金刚不坏神功之后, 身体更是宛如纯金铸造的一样, 搭配上完美的身材, 看上去更加鲜艳。 圣红鸾和金妙宇都看呆了, 这也太帅了吧。 此时, 重剑男子的重剑携带千军之势, 一剑斩下。 夜玄右拳叙事, 然后狠狠地一拳朝着右前方挥了过去。 嗡! 一声剧烈地碰撞之声响起, 夜玄和重剑男子的周围, 房屋、树木、 假山全部都被震碎了开来, 场面比起特效大片都更加恐怖。 而夜玄的拳头和重剑男子的重剑 则是僵持在了一起, 夜玄拳头上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重剑男子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他是来自于大黎的一品强者, 领悟了重剑建议, 又正直壮年, 哪怕在绝顶强者之中都属于佼佼者。 大黎位于大厦北部, 中间没有阴山阻隔, 双方一直摩擦不断, 经常有战乱。 因此, 双方都在对方的国家布置了密谈, 甚至安排了一些强者, 希望在关键时候, 对对方国家造成一些破坏。 而重剑男子在大厦一直以来的目的, 就是杀死圣红鸾, 阻止大厦和大洲之间的联姻。 只是之前, 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而在公主府, 也有一位绝顶强者守护, 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一直到今日, 他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他先是前往天牢, 就出了杀生剑客, 然后让杀生剑客拖住红鸾公主身边的顶尖强者, 自己则是对圣红鸾出手。 今天之事, 本以为是天时地利人和, 万无一失的, 没想到却冒出来一个叶玄。 第三十章, 退敌。 叶玄年龄不过二十, 竟然正面对抗他这无双重剑, 大厦怎么会诞生出如此的妖念? 叶玄没有理会重剑男子的惊讶, 他的金刚不坏神功有时常限制, 要速战速决才行。 只见叶玄直接正面冲了过去, 手中拳头狠狠地朝着重剑男子砸过去。 重剑男子立刻以重剑反击, 势大力尘的重剑, 没能让叶玄退后分毫, 反而是这个重剑男子在不断后退着。 由此可见, 叶玄的金刚不坏神功到底有多猛。 机妙语也傻眼了, 红鸾,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家叶玄, 竟然在压着那个家伙打。 重剑男子刚刚露面的时候, 就展露了自身的实力, 他一剑展出去, 公主府的建筑物都被摧毁而来三洞, 地面都被撕裂了开来。 很显然, 这是一位绝顶的强者, 根本不是盛红鸾等人可以抵抗的。 可现在呢? 这位绝顶, 在叶玄面前被打得不断后退, 这算什么绝顶啊? 盛红鸾听到你家叶玄四个字, 脸上也流露出一丝自豪之色, 原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啊。 叶玄和重剑男子交锋数十招, 叶玄在金刚不坏加持之下, 重剑男子无法伤到叶玄分毫。 反而叶玄只需要进攻, 无需防守, 他的拳头几次落在重剑男子的身上和脸上, 将这个重剑男子打得受了轻伤。 此时, 只听天空之中传来扑通一声响。 原来, 大洲拳宗赵柏战将杀生剑客锦明远一拳轰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锦明远落地之后, 马不停蹄, 化作了一道血色身影, 向着远处逃顿而去。 远远的, 锦明远的声音传来, 一炷香时间已到, 兄弟先行告辞了。 重剑男子听了这话, 面色也是一变。 他知道, 今日已经无望拿下红鸾公主了, 猛地朝着前方斩出两剑, 暂时逼退夜旋后, 身体一跃而起, 向着远处逃去。 而赵柏战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没有丝毫阻拦重剑男子的意思。 圣红鸾见状, 立刻道, 赵爷爷, 您为何不出手, 留下那个重剑男子。 赵柏战却咳嗽了一声, 嘴角溢出一丝血液。 随后他苦笑道, 全怕少壮啊, 老夫年迈, 对上那个疯子, 能击退他已经不错了。 哪里还有余力, 留下另外一人。 赵柏战说着, 擦了擦嘴角的血液, 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若是年轻时候, 别说一个几名远了, 哪怕两人一起出手, 凭他的拳头也能统统拦下来。 可惜, 他已经是日落西山, 年龄老迈了呀。 圣红鸾听了赵柏战的话, 忽然眼珠子转了转, 道, 赵爷爷, 若是待会儿有人问起来, 您就说, 这两人都是凝击退的。 赵柏战看了圣红鸾和叶璇一眼, 笑道, 行吧, 我这把老骨头, 就在替公主出份里。 赵柏战原本是不看好叶璇和圣红鸾的, 在他看来, 这只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胡闹而已。 可现在看来, 这件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叶璇竟然已经拥有了 媲美绝顶强者的实力。 若是有一天, 叶璇能登临绝顶之上, 说不定真的能和大夏皇室掰掰手腕呢。 赵柏战年龄大了, 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因此, 他决定帮帮他们, 看看之后, 两人究竟能翻起什么浪花。 而也在此时, 姬妙宇来到了叶璇的身旁, 用中指敲打着叶璇通体金色的身体, 发出了宛如敲击金属一般的声音。 姬妙宇也惊叹道, 好硬的身体哦。 姬妙宇说着, 还伸手抚摸了起来。 姬妙宇, 你这是干什么呢? 自己男人, 也是你能随便摸的。 姬妙宇解释道, 红鸾姐, 我这不是好奇吗? 这么厉害的练体功法, 我从未见过啊。 圣红鸾听了, 道, 妙宇, 这次你可得帮我们保密, 今天我们能活下来, 所有的功劳都得归咎于赵爷爷, 不能和叶璇有半点关系。 姬妙宇立刻道, 红鸾姐你放心吧, 叶璇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肯定不会恩将仇报的。 叶璇年纪轻轻, 便有了这样的实力。 而如今的叶璇, 又是大夏和大舟之间联姻最大的障碍。 若是让大夏皇帝知道这件事情, 必然会全力以赴对付叶璇的。 唯有继续折服, 给叶璇猥琐发育的机会, 圣红鸾和叶璇之间才可能有未来。 而此时, 叶璇则是仔细感知了一番, 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便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见识亲儿, 已经在圣红鸾的吩咐之下, 拿了一件衣服给叶璇换上, 免得叶璇继续春光外泄。 又过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大夏的高手姗姗来迟。 当他们见到, 红鸾公主府竟然无意伤亡的时候, 也都十分的意外。 毕竟红鸾公主府, 只有赵百战这位年迈的全宗, 而此次杀过来的人, 足足有两个绝顶, 怎么会没事呢? 因此, 他们询问道, 红鸾公主真是深受周皇宠爱啊。 除了大洲全宗之外, 还安排了其他绝顶。 赵百战听了这话, 直接道, 公主府救我一个绝顶, 哪来的其他人? 哦? 那两位绝顶来袭, 公主府竟然无意伤亡? 赵百战脸上流露出一丝自信之色, 道, 绝顶和绝顶之间, 是有差距的。 那样的货色, 别说来两个了。 哪怕来上三五个, 在我全宗面前, 也不值一提。 姬妙鱼也从旁助力道, 老爷子说的没错, 全宗之名, 名副其实啊。 若非他们逃得快, 怕是要被老爷子捶死一个。 很快的, 这个消息便被送到了大夏皇帝面前。 这位皇帝淡淡道, 若是二十年前, 说不定赵百战真有这样的能耐, 现在的他, 还是算了吧。 那陛下您的意思是, 皇帝直接道, 应该是因为杀生剑客太过虚弱了。 赵百战号称赵一拳, 战斗经验丰富, 最擅长公敌必救。 他恐怕是一拳打残了杀生剑客, 然后和大黎的重剑剑客交战一番, 后者见没什么机会, 便带着杀生剑客离开了。 第31章 玄机神童? 血轮眼? 赵无敌的实力, 皇帝还是有所了解的, 绝对没有正面硬汉两位绝顶的实力,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杀生剑客被天牢折磨得太过虚弱, 实力实不存一了, 被赵百战抓住了机会。 陛下, 那杀生剑客, 还有重剑剑客的行踪, 一直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接下来怎么做? 皇帝缓缓道, 机会给他们了, 既然他们没抓住, 就送他们上路吧。 是, 陛下。 公主府, 叶玄正和圣红鸾亲亲我我呢, 红菊很没眼力见地走来, 少爷, 晚膳准备好了。 叶玄眼看就要, 亲吻到圣红鸾的阴唇了, 红菊这句话, 让圣红鸾宛如受惊的鸟雀一样, 匆忙红着脸离开了。 叶玄看着逃离的圣红鸾, 顿时瞪了红菊一眼。 你可真会挑时候啊。 此时, 系统提示声响起, 宿主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瞪眼, 瞪眼熟练度加100。 天道酬情, 宿主认真的瞪眼熟练度达到1000次, 获得玄机神童。 叶玄听到这个进阶奖励, 也有几分兴奋, 玄机神童。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他心念一动, 发动了玄机神童, 接着叶玄的瞳孔便发生变化。 叶玄来到了瞳镜面前, 看着镜中自己的瞳孔。 在发动玄机神童之后, 叶玄看到自己原本黑色的瞳孔变成了金色的, 眼白部分则变成了银色, 一双眼睛看上去十分炫苦。 而玄机神童可不仅仅是脉相好看, 作用同样非常之多。 首先, 发动玄机神童之后, 叶玄的视觉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即便相隔百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同时, 叶玄的动态视觉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这一点, 在战斗之中, 尤为重要, 敌人的任何动作都逃不过叶玄的眼睛。 其次的话, 发动玄机神童之后, 叶玄还拥有了超强的记忆能力, 敌人大多数的招式和手段, 只要被叶玄的玄机神童看过一遍, 只要不是太过特殊的招式或者手段, 叶玄都能将之学会。 换句话说, 对方使用过的招数, 被玄机神童看一遍, 变成了叶玄自己的招式了。 而最后还有一点, 玄机神童还有一招暴肿的手段, 名为玄机变。 施展玄机变之后, 叶玄体内的真气等级将会直接提升一个品级, 例如, 如今的叶玄是三品, 而释放玄机变, 叶玄的真气品级会提升到二品, 持续一刻钟的时间。 玄机变结束之后, 将会有八小时的虚弱时间, 八小时之后, 才能再次释放玄机变。 叶玄了解完玄机神童的效果之后, 既觉得兴奋, 又觉得好笑。 这尼玛, 不就是二柱子的血轮眼吗? 首先是动态视觉能力, 还有复制对方招数的能力, 简直就是如出一辙。 最后就是玄机变, 虽然和虚左能乎的表现形式不同, 可是真气品级提升一级, 本质上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玄机神童施展玄机变, 不会降低叶玄的势力罢了。 当然, 这另类版的血轮眼, 叶玄还是非常之满意的, 动态视觉, 复制招数, 临时暴肿, 功能可以说相当之齐全。 这一双玄机神童, 使得叶玄的硬敌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以后若是再复制一些其他强者的能力, 叶玄的能力也更加全面了。 而现在叶玄比较明显的短板, 反而是他自身的修为了, 18岁的三品强者, 已经相当牛逼了。 只是这位三品强者, 在掌握了开天剑意, 还拥有着玄机神童, 身负金刚不坏神功的情况下, 他的三品境界, 反而是最弱的一项了。 而此次, 重剑剑客以及杀生剑客来袭, 也让叶玄察觉到了些许的危机, 或许, 自己应该暂缓刷熟练度, 花更多的时间在修行方面了。 随后的几天, 叶玄放缓了刷自己的各项熟练度, 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修行方面。 而皇宫之中, 杨皇后也没有闲着, 她在为自己的宝贝儿子精心准备礼物。 以前, 杨皇后和姬浩宇之间一点都不亲密, 他们相处的状态根本不像是母子。 以往杨皇后还觉得, 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掌管后宫, 见惯了勾心斗角, 因此不信任所谓的血脉亲情了。 现在看来, 是她自己理解错了, 分明就是姬浩宇那个冒牌货, 无法唤起她的母爱罢了。 如今找回了自家亲生儿子, 杨皇后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儿子。 为了儿子, 她有勇气站在任何人的对立面, 包括那位无所不能的君王。 当然, 她虽然有面对一切的勇气, 但是在这个世界, 勇气并不重要,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 哪怕她内心宛如即将爆发的火山, 表面上却必须不动声色。 这几日, 她终于替儿子选好了一件礼物, 大夏国库的一件质宝, 龙骨剑。 这把龙骨剑, 是大夏开国初所诞生的一件质宝。 大夏前朝名为景, 俗话说, 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景朝接近分崩离析之时, 天下大乱, 妖魔横行, 无数人惨死在妖魔之口。 而其中景朝皇宫之中, 便滋生出一尊妖娇。 这妖娇吞噬了景朝龙脉, 意图逆天化龙, 横行无几。 而此时, 大夏的开国皇帝揭竿而起, 率领一众起义军斩妖除魔, 横扫天下。 那即将化龙的妖娇, 也死在了大夏开国皇帝的手中。 妖娇被杀之后, 被当众开膛破肚, 削弱踢骨。 当时开国皇帝发现, 即将化龙的妖娇, 体内竟然诞生了一道龙骨, 因此便将这道龙骨抽了出来, 打造成了龙骨剑。 龙骨剑曾经换过两任主人, 最后又回到了大夏的国库之中, 当今陛下也十分重视。 杨皇后觉得, 宝剑赠英雄, 自家玄而见到天赋如此出众, 唯有龙骨剑才配得上。 随后, 杨皇后去了一趟大夏宝库, 询问官吏龙骨剑的所在。 只是相关的官员却告诉杨皇后, 几日前, 陛下和五皇子来了一趟宝库, 恰好取走了那把龙骨剑。 下午, 五皇子姬浩宇收到了皇后口谕, 要求她带着龙骨剑进宫。 第32章, 龙骨剑。 杨皇后看着姬浩宇, 道, 浩宇, 让母后看看你的龙骨剑吧。 姬浩宇立刻将龙骨剑呈上, 母后请过目。 杨皇后接过了龙骨剑, 这龙骨剑通体银色, 虽是龙骨所致, 但给人的感觉却宛如金石打造一样。 而龙骨剑也给人一种异常丰锐之感。 杨皇后手持龙骨剑, 让侍卫手持一把铁剑, 然后一剑斩了过去。 铁剑宛如豆腐一样, 被龙骨剑切成了两半。 由此可见, 这龙骨剑有多么锋利。 杨皇后眼中流露出一丝赞叹, 果然是好剑。 浩宇, 这龙骨剑留在昆宁宫几日如何? 本宫最近想五剑, 母后若是喜欢, 而臣赠送给母后又如何? 姬浩宇客气道。 杨皇后笑道, 我皇儿果然孝顺啊, 既然你有这份心意, 那母后便不客气了。 啊, 姬浩宇顿时傻眼了, 她只是客气一番, 母后还真的收下了。 龙骨剑可是一剑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母后身在后宫, 又不需要五刀弄剑, 要一把剑有何用? 杨皇后看着傻眼的姬浩宇, 道, 怎么? 皇儿可是后悔了。 姬浩宇直接道, 母后对浩宇有生身之恩, 区区一把剑自然不算什么, 只是龙骨剑是父皇所赠, 这, 你父皇那边你不必考虑, 本宫会和他说的, 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随后, 杨皇后的侍卫便将龙骨剑收了起来, 根本不给姬浩宇反驳的机会。 姬浩宇眼睁睁地看着龙骨剑被杨皇后收走, 心里痛得在滴血。 对于一个剑客而言, 一把宝剑的珍贵性无容置疑, 这龙骨剑又是一剑至宝, 姬浩宇更是爱不释手。 现在却亲手失去了龙骨剑, 姬浩宇心痛得无法呼吸了。 可她面对的是她名义上的母后, 当今大夏皇后, 于情于理, 她都无法违逆杨皇后。 随后, 杨皇后便宛如赶垃圾一样, 将姬浩宇赶了出去, 她还要将送给宝贝儿子的礼物再装饰一下呢。 龙骨剑毕竟非同凡响, 直接送出去的话, 怕是会给自家玄儿带来麻烦的。 另外的话, 龙骨剑通体银色, 看着一点都不霸气, 杨皇后决定给这把剑换个颜色。 随后, 杨皇后找了信得够的工匠, 将这把龙骨剑之上镀了一层铜, 顿时, 龙骨剑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把通体金色的长剑。 而杨皇后还在剑柄的位置, 镶嵌了六颗各色的宝石, 顿时, 整个龙骨剑气质大变, 少了几分肃杀之气, 多出了些许的富力弹簧。 做完这一切, 杨皇后又给新的龙骨剑起了个名字, 然后便命人送到了红鸾公主府。 半个时辰之后, 红鸾公主府, 两个侍卫带着一个木匣来到了公主府。 圣红鸾看着两人, 道, 你们是皇后娘娘身边之人吧? 没错, 红鸾公主, 我们奉娘娘之命, 将此物送给叶玄叶公子。 叶玄上前几步, 接过了这个木匣, 道, 替我谢过娘娘。 侍卫没什么废话, 放下东西便离开了。 看到了木匣之中的宝剑。 这把剑通体金色, 剑柄之上镶嵌了六颗宝石, 锋利锋利不知道, 一看就很贵。 圣红鸾也打量着这把剑, 道, 这把剑会不会太花哨了? 叶玄将剑拿在手中, 舞动几下后, 道, 剑虽然花哨, 但是的确是好剑, 剑身轻盈, 剑韧锋锐, 材质应该很不错。 叶玄也算是剑到高手了, 剑好不好, 她还是能辨别的。 圣红鸾忽然道, 叶玄, 这大下的皇后娘娘, 对你是不是太好了点啊? 叶玄赞同道, 娘娘对我的确很好。 叶玄心里则是道, 能不好吗? 你们都要叫娘娘, 我其实得叫娘。 圣红鸾撅了撅小嘴, 道, 娘娘该不会是喜欢你吧? 叶玄愣了一下, 才大笑道, 你疯了吧。 先不说, 娘娘是一国之母, 就我们这年龄, 也不合适啊。 圣红鸾有些纳闷, 说的也有道理,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粉, 娘娘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呢? 叶玄笑道, 可能我长得像她儿子, 你们一点都不像, 你比那个姬浩宇帅多了。 这倒是, 有人欢喜有人忧, 后宫, 董美人的居所, 五皇子姬浩宇正在找自己生母哭诉。 母妃, 父皇赐予我的龙骨剑, 被皇后收走了。 董美人伸手抚摸着姬浩宇的额头, 安慰道, 浩宇区区一把剑而已, 不必放在心上, 将来大下皇位都是你的, 到时候, 大下境内, 你想要什么, 便能有什么。 姬浩宇忽然道, 母妃, 父皇之所以如此偏爱我, 真的只是为了针对杨家, 担心外戚专权吗? 倘若只是如此, 那大皇兄和四皇兄, 似乎都可以取代我。 董美人笑道, 浩宇, 如今你也大了, 母后便不瞒着你了, 其实去去杨家, 陛下根本不放在眼中。 他若真担心外戚专权, 以陛下的手段, 要覆灭杨家, 也只是一念之举而已。 你父皇之所以偏爱你, 因为你是观心楼选中的皇子。 姬浩宇愣了一下, 观心楼? 父皇竟然都要听观心楼的。 董美人淡淡道, 那是自然。 你可知道, 为什么即便是绝顶强者, 都不敢无视皇权? 因为观心楼吗? 董美人直接道, 没错, 在观心楼之中, 存在着绝顶之上的存在, 他们是大下皇室的真正抵御。 正因为他们的存在, 才能震慑四方妖魔。 皇儿你是观心楼选中的皇子, 即便是陛下, 都必须扶持你上位。 姬浩宇脸上流露出激动之色, 母妃的意思, 孩儿明白了。 等孩儿登上地位, 便将那杨氏废掉, 唯有母妃您, 当能当大下太后。 董美人笑道, 废后, 那杨皇后, 怕是称不到, 浩宇你登上地位了。 姬浩宇愣了一下, 母妃的意思是, 董美人解释道, 杨皇后引用掺杂了 微量鹤顶红的酒水, 已有一段时日, 虽然被她发现了, 但是她体内已经继续了不少毒素, 她已经没几年好活了。 姬浩宇一听, 直接道, 那算她走运, 不用活着体验一下皇后之位 被废的滋味。 第三十三章, 绝对不可能。 红鸾公主府, 夜璇手持生母赠予的龙骨剑, 在和赵百战交手。 赵百战对于如此年轻的绝顶高手, 兴趣极大, 主动提出要和夜璇切磋一二。 夜璇自然也没理由拒绝, 赵百战虽然年迈, 气血不足, 但是毕竟年近百岁, 掌握的招式颇多。 夜璇最近正好掌握了玄机神童, 正好派上了用场。 在赵百战出拳之时, 夜璇一边抵挡, 一边动用了玄机神童。 赵百战的每一招每一式, 在玄机神童之下, 都无所遁形, 逃不出夜璇的视线。 而夜璇的玄机神童所能复制的, 不仅仅是招式的形, 更有招式的内在。 别忘了, 夜璇除了玄机神童之外, 还有着透视眼呢。 夜璇可以清晰地看到, 赵百战在出手之时, 体内的内力运行方式。 因此, 赵百战的拳法, 在夜璇目光之下, 无所遁形。 只听赵百战道, 到了绝顶这个层次, 孰强孰弱, 取决于谁的意更强。 夜璇有你的剑意锋芒毕露, 老夫的确不是对手, 可若是不动用建议的话, 你在老夫手中, 恐怕只是三岁小儿一般。 夜璇笑道,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和前辈切磋, 弥补自身的短板。 赵百战笑道, 好, 那老夫就只叫你一二, 看我行云流水。 随后, 赵百战栖身而上, 身体轻盈灵动, 两条胳膊宛如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一样, 接连不断地攻击在夜璇身上。 他的拳头, 还真的宛如行云流水一样, 让人目不暇接, 难以抵挡。 夜璇眼珠子也变成了金色的施展玄机神童, 利用超强的动态势力, 捕捉赵百战的动作, 并且学习着赵百战的拳法。 夜璇一开始, 是以防守为主的, 毕竟赵百战说的没错, 夜璇除了在一方面胜过赵百战, 其他方面差距不小。 只是, 伴随着不断交锋, 夜璇利用玄机神童, 逐渐掌握了行云流水这一拳法的精髓。 随后, 夜璇也使出了和赵百战一样的拳法, 两人的动作皆是飘逸灵动, 赏心悦目, 拳头的落点却都在要害部位, 颇为神奇。 赵百战看着这一幕, 也傻眼了。 你小子, 怎么会我的行云流水? 这行云流水是, 是赵百战自己融合百家之常, 创造出来的拳法, 实战能力很强。 天下之人, 领悟的一个有不同, 见义也好, 权益也罢, 从未听说过, 有师父能传授给弟子的。 而法则不同, 出众的拳法和剑法, 可以一代代传承下来, 优秀的法更是有助于义的领悟。 行云流水是, 便是赵百战这位拳宗所创拳法, 他可从未传授过大下之人。 夜璇见状, 啊, 我看前辈打了这么久, 学会一二不是很正常吗? 赵百战傻眼了, 正常, 正常的屁啊。 我传授给门下弟子之时, 首先需要一朝一世的拆解, 其次还需告知他们内力运转方式。 你小子和我交手片刻, 就将我这行云流水事学得差不多了。 那我门下那些弟子, 岂不是蠢笨如猪? 在旁边观战的圣红鸾拿着一颗葡萄, 送进了夜璇的口中, 然后他点评道, 赵爷爷,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家夜璇太优秀了? 赵百战直接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定然是你这小妮子, 偷偷将我的行云流水事传授给这小子。 接下来, 就让老夫施展一下真正的绝学, 拆穿你这小子。 夜璇听到赵百战所说, 道, 前辈, 倘若您这绝学不愿意传播出去的话, 最好别在我面前施展。 赵百战直接道, 你若真能看一遍就学会, 老夫绝不怪罪。 随后, 只见赵百战一拳朝着夜璇砸了过来, 夜璇将龙骨剑放在了一边, 施展之前的行云流水事抵挡着赵百战这一拳。 双拳碰撞, 两者各自后退了半步。 只是下一秒钟, 赵百战再次一拳砸过来, 两者再次碰撞。 这一回, 夜璇退后了一步, 赵百战却半步未退。 夜璇眼中流露出惊异之色, 这一拳, 赵百战的拳头威力增加了两层左右。 这便是赵百战新拳法的特殊之处吗? 此时, 赵百战身体宛如一条大龙, 柔中带刚, 再次一拳砸向了夜璇。 双方碰撞, 夜璇被击退了五步, 赵百战却看着十分轻松。 夜璇的眼中也流露出一丝兴奋之色, 原来如此啊。 赵百战现在所施展的拳法, 和之前的行云流水势截然不同, 行云流水势中招, 而如今的拳法, 重力。 他和夜璇交锋之时, 每一次的攻击, 既是再攻击, 同时也在为下一拳叙事。 赵百战整个人, 就宛如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 他的拳头, 就是一波一波的浪潮。 每次出拳, 新浪叠加着旧浪, 浪潮汹涌而至, 使得第二拳第三拳的力量, 一拳胜过一拳。 因此, 夜璇从退半步变成了退一步, 又从退一步变成了退五步。 赵百战眼看夜璇被击退, 笑道, 老夫这叠浪拳威力不俗, 你可能学得会。 夜璇笑道, 可以试试。 随后, 夜璇摆了一个架势, 然后一拳砸向了赵百战。 两人同时施展叠浪拳, 第一次碰撞, 各自后退半步, 第二次碰撞, 各自后退一步, 第三次碰撞, 各自后退了三步。 叠浪拳叠加之下, 两人出拳的力道都越来越重, 不得不后退更多步来卸掉对方的力量。 而一直到了第七拳碰撞, 叠浪拳叠加的力量到了极致, 这一拳, 百分之两百的威力。 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真气碰撞下, 附近两棵大树都被余波震短。 而夜璇则是和赵百战各自朝后飞了出去, 夜璇落在地上, 又退了几步。 而赵百战的话, 终究年龄大了, 气血不足, 他退了几步以后,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被震断的大树树冠, 又恰好落在了赵百战的头顶, 看上去有几分滑稽。 圣红鸾快步来到了夜璇身边, 关心道, 没事吧。 赵百战看着这一幕, 咳嗽了两声, 才道, 这小子年轻力壮, 能有什么事? 倒是老头子我, 怕是要调养几日了。 圣红鸾健壮, 倒, 老爷子你老当义壮, 不会有事的。 第34章, 强行纳妾, 赵百战苦笑一声, 倒, 此次大下之行, 倒是没有白来, 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的妖孽。 他的迭浪拳, 虽然招式简单, 但是对于劲道的要求极高, 即便是赵百战全心全意的传授, 学得最快的弟子, 也要三个月。 而夜璇, 仅仅看了一遍, 当场便用出来了, 这人和人的差距, 是真大。 夜璇则是道, 多谢前辈指点。 今天, 他既验证了玄机神童的神奇效果, 同时, 也学习了两门了不得的拳法。 开天剑意虽强, 但是必须有剑才能施展, 而且, 剑出必伤人, 再有的场合, 可能不适合动用。 而这行鱼流水式, 以及蝶浪拳法, 倒是让夜璇, 拥有了更多对敌的手段。 随后, 赵百战便回房间休息了, 而白菊则是走了过来, 少爷, 有人找您。 夜璇询问道, 什么人? 白菊回答道, 林玉茶。 夜璇愣了一下, 她来找我做什么? 过去看看。 很快地, 夜璇来到了公主府的正殿, 见到了林玉茶。 林玉茶一身绿衣, 腰间挂着一把长剑, 有种英姿飒爽之感。 夜璇直接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 林玉茶一双大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 可怜巴巴地看着夜璇, 夜家哥哥, 雨茶之前一时糊涂, 被宗门长辈蛊惑, 才要和你退婚的。 如今, 我父亲以死相逼, 雨茶也发现, 见到和感情其实并不冲突, 夜家哥哥, 你会给我弥补的机会吧? 林雨茶人长得不错, 此刻梨花带雨的, 的确颇具魅力。 只是夜璇已经和圣红鸾私定终身了, 而眼前的林雨茶, 不管是哪方面, 比起圣红鸾都差了太多, 夜璇又怎么可能心动? 她直接道, 如果你来只是说这些废话的, 那可以滚蛋了。 林雨茶一脸的心痛, 夜哥哥, 夜璇打断道, 停停停, 咱们可没那么说, 你走不走, 你不走, 我让侍卫撵你走。 林雨茶见夜璇态度坚决, 只能一脸伤心地离开了公主府。 她刚刚出了公主府的大门, 脸上的伤心便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不满。 出了公主府大门, 稍微走了几步, 她便坐上了一顶轿子, 轿子之中的正是五皇子。 林雨茶轻腻地依偎在机号雨的怀中, 道, 五皇子, 那小子把我拒绝了。 之前林雨茶被杨皇后训斥了一番, 姬浩宇为了遵从孝道, 明面上不再接触林雨茶。 而林雨茶虽然有些后悔, 可她明白, 她和夜璇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因此, 她只能放下了自己的矜持, 主动对姬浩宇投怀送抱。 在送出了自己的身子之后, 姬浩宇对她态度好了许多, 并且许诺, 将来她若登陵皇位, 林雨茶怎么也是一位贵妃? 林雨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能相信姬浩宇化的大饼。 她此次来, 和夜璇提婚约的事情, 也是奉五皇子的命令,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影响一下夜璇和盛宏兰的感情的, 只可惜现在看来并不作效。 姬浩宇听到林雨茶的话, 愤怒道, 这小子, 若感染指我未来的皇后, 我必然将她满门抄斩, 株连九足。 林雨茶看了姬浩宇一眼, 道, 那夜璇胆大包天, 她又入住公主府许久, 怕是该发生的, 早就发生了。 姬浩宇一听, 顿时气都不顺了, 将手伸进了林雨茶的身体, 狠狠揉捏着。 林雨茶痛哼一声, 道, 五皇子, 我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夜璇十分难受。 快说, 什么办法? 林雨茶一脸地恶毒, 道, 那夜璇不是有两个姐姐, 尚未出阁吗? 以您的身份, 命人送两份聘礼, 然后找个日子, 将她的三姐四姐那位小妾, 夜成宗一个六品四正, 她的女儿嫁给皇子为妾, 三姐四姐进门, 自然是任由五皇子您摆布, 出嫁从夫, 您甚至可以当着夜璇的面, 凌辱她的三姐四姐, 她又能如何? 姬浩宇一听这话, 顿时双目放光,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她现在拿夜璇没办法, 是因为夜璇在红鸾公主府, 有着大洲全宗的保护, 才没办法。 而夜家, 可没有一位全宗保护, 六品四正在姬浩宇这位皇子面前, 更是不值一提。 她只需命人送出两份聘礼, 师出有名了, 不管夜成宗是否同意, 第二天都可以安排人去迎亲。 夜成宗若是反对, 直接动手即可, 在夜府, 可没有全宗庇护, 谁能阻挡。 姬浩宇越想越是兴奋, 她恶狠狠道,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本王要将夜璇的两个姐姐 当成母狗一样, 好好地凌辱一番, 以抱着夺妻之恨。 姬浩宇的动作极快, 当天下午, 两份聘礼便被送到了夜家。 夜成宗和薛宁夫妻也傻眼了, 他们看着燕王府的侍卫, 道, 几位这是何意? 这两份聘礼, 乃是燕王所送, 燕王要那夜家三女, 四女为妾, 今日下聘, 明日迎亲, 四政大人好好准备。 五皇子前年开府, 被封为燕王。 夜成宗直接道, 慢着, 我夜家不会将两个女儿 嫁给燕王为妾, 聘礼你们带走吧。 燕王府的侍卫顿笑了, 燕王大人要那妾, 需要你来同意? 不知所谓。 侍卫说完, 直接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完全不将夜成宗夫妻放在眼中。 夜成宗顿时气急, 这也太过分了吧, 简直是欺人太甚。 薛宁直接道, 人家是燕王, 是大夏五皇子, 我们能如何? 夜成宗狠狠道, 五皇子又如何? 哪怕是五皇子, 我也要咬下他一块肉。 薛宁道, 行了, 先通知雪儿, 咱家雪儿和红鸾公主交好, 或许能阻挡五皇子。 随后, 夫妻俩立刻命人去通知夜璇, 有钥匙商议。 很快的, 夜璇回到了夜家, 然后便见到父母以及四位姐姐坐在一起。 夜璇见状道, 爹、 娘, 出什么事情了? 夜成宗指了指地上的聘礼, 道, 五皇子要纳你三姐四姐为妾。 夜璇顿时怒道, 爹, 你没同意吧? 夜成宗气愤道, 我怎么可能同意? 但是燕王府的侍卫说了, 燕王那妾, 需要我们的同意吗? 他是准备强行纳妾。 第三十五章, 独入骨髓, 夜璇眼神一冷, 道, 姬浩宇这王八蛋, 强行纳妾是吧? 我一见剁了他, 看他还怎么纳妾。 夜璇已经明白了, 这恐怕是姬浩宇为了报复自己, 才会想着, 强纳自己两个姐姐为妾的。 嫁入燕王府, 成为五皇子的妾室, 或许对有的女人来讲颇具吸引力, 但夜璇的三姐四姐, 绝对不在其列。 大姐和二姐, 虽然嫁得不是很好, 但出嫁之后, 都是当家主母, 没有一个是去做妾的。 而妾的地位极低, 在大夏, 其实和奴仆没什么区别, 即便被当家主母活生生打死, 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夜孟严听到夜璇的话, 赞同道, 四姐支持你。 夜成宗打断道, 行了, 对方是大夏五皇子, 先不说对方身边高手无数, 即便真能杀的了, 我们一家怕也要替这位五皇子陪葬了。 雪儿, 此事红丸公主有没有办法? 夜成宗虽然也心疼女儿, 但是她更认得轻行事。 姬浩宇是皇后嫡子, 深受皇帝和皇后的宠爱, 夜璇多了姬浩宇, 恐怕到时候, 夜家上下, 没一个人能活下来。 夜璇摇了摇头, 红丸一个异国公主, 哪里有资格管五皇子纳妾之事? 夜孟涵听了弟弟的话, 道, 实在不行, 就让我和四妹嫁入燕王府吧。 万一将来燕王成为太子, 我和四妹说不定还能成为贵妃呢? 夜璇道, 三姐你放心, 红丸管不到五皇子纳妾, 可有人能管得到。 夜孟涵看着夜璇, 道, 弟弟, 你说的是什么人? 当今皇后娘娘。 夜成宗皱眉道, 娘娘对我夜家的确极为友善, 可再怎么样, 五皇子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又怎么会站在夜家这边? 夜璇直接道,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娘, 我记得皇后赐予了您, 出入后宫的令台吧? 我是皇后娘娘的救命恩人。 如今, 五皇子欺辱到了我们家头上, 娘娘必然不会坐视不理的。 五皇子若想夺敌, 他的口碑声望都很重要, 光是这一点, 皇后娘娘也不会任由他胡作非为。 薛宁听到儿子所说, 觉得很有道理, 他直接道, 雪儿, 那你随娘进一趟宫里吧。 薛宁一个人, 面对当今母仪天下的皇后, 还是有些紧张的。 想让自家儿子陪同。 好, 我们一起去。 夜成宗觉得, 这个办法并不靠谱, 皇后娘娘再怎么样, 都是姬浩宇的亲娘, 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偏帮夜家呢? 可现在, 他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只能这么试一试了。 死马荡成活马一。 半个时辰后, 昆宁宫之中, 皇后娘娘接见了六品告命书人薛宁, 以及薛宁之子叶玄。 杨皇后见到叶玄, 心情便很好, 脸上也流露出笑容, 薛书人, 玄儿, 你们来找我有何事? 薛宁宫进到, 娘娘, 燕王殿下命人送了两份聘礼, 要强行到我的三女儿, 四女儿为妾, 希望娘娘替我们做主。 杨皇后顿时皱起了眉头, 这个小畜生, 在这多敌关键时刻, 都敢搞这种破事。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杨皇后哪里知道, 这其实是董美人所说, 给了姬昊宇信心。 姬昊宇觉得, 自己得到关心楼的认可, 即便父皇都必须扶持自己,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四亿万为即可。 想着, 杨皇后道, 昊宇这孩子, 简直越来越放肆了。 薛书人放心, 你的女儿若不想嫁, 那没人能逼迫她们。 其实在杨皇后眼中, 叶玄的几个姐姐, 都比皇室的其他皇子们更加亲近。 毕竟皇室的其他皇子, 虽然名义上要称呼杨皇后一生母后, 但是一个个都是心口不一。 她们每一个, 都巴不得杨皇后忽然暴毙。 那么她们的母妃, 就有机会登上皇后之位了。 而叶玄的几位姐姐, 虽然没血缘关系, 但是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 而叶玄是薛宁的样子, 其实杨皇后都想着有机会, 收叶玄的几个姐姐为义女, 以报答薛宁夫妻 对自家玄儿的养育之恩呢。 现如今, 姬浩宇这个小畜生, 竟然想欺负自家宝贝儿子的几个姐姐, 杨皇后是绝对不答应的。 薛宁听了杨皇后的话, 感激道, 多谢皇后娘娘。 杨皇后淡淡道, 这是本宫应该做的, 马上到了午膳时间了, 你们母子陪本宫一起用膳吧。 杨皇后珍惜和自己宝贝儿子相处的机会, 自然要趁机挽留。 随后, 叶玄便陪着生母和养母一起吃了一顿饭, 原本氛围是十分不错的。 只是吃到一半的时候, 杨皇后似乎是腔道了, 她拿着方帕捂着嘴咳嗽了两声。 当她将方帕拿开之时, 那纯白的方帕之上顿时被染成了鲜红色。 叶玄面色微变, 担心道, 娘娘, 您的身体。 杨皇后笑道, 不用担心, 没什么大碍。 只是她自己的身体, 她自己清楚, 不想让自家玄而担心。 机昊宇送给杨皇后的那个酒壶, 掺杂了红杏时, 杨皇后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而她的身体, 已经受到毒素的侵袭,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根据太医所说, 哪怕是精心的条理养护, 她最多也只有五年的时间了。 最初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杨皇后内心充满着绝望和愤怒。 她并不怕死, 她只是觉得, 自己才刚刚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便只有五年的时间, 老天爷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只是这几天过去了, 杨皇后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认命了。 五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她想利用好这五年的时间, 给自己宝贝儿子, 把以后的路都铺好。 那她九泉之下, 也能放心了。 其实原本, 杨皇后还有点野心, 想让自家玄儿恢复皇子身份, 最终登上地位的。 只是这条路并不容易, 她若是身体健康, 再加上杨家的鼎力支持,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可现在, 她只有五年的寿命了, 短短五年, 要谋划这么大的事情,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一旦她去世, 哪怕是自己的父兄, 都不能绝对地信任, 他们不一定会将 叶玄这个外甥的利益 放在首位。 因此, 杨皇后不再奢望着 恢复叶玄的身份了, 她只希望叶玄能 平平安安地就好了。 第36章, 真扎小人。 一顿饭吃完, 叶玄和薛宁母子 离开了皇宫, 叶玄心里有些担忧。 这段时间, 杨皇后竭尽所能 把最好的都给了叶玄, 在她心里, 生母和养母 都一样地珍视。 咳嗽都能咳出血来, 生母的身体状况 显然很差, 而叶玄却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 最是让人难受。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才能帮助母亲呢? 叶玄心中思量着对策。 许久之后, 叶玄终于想到了 母亲的一线生机, 那便是天道酬情。 天道酬情是不讲道理的, 展出过千剑万剑。 可领悟剑意的人有几个? 叶玄仅仅是挥剑千次, 便领悟了开天剑意。 这是旁人想都不敢想的。 而自己想要救回母亲, 唯有一个办法, 依靠着天道酬情, 让自己拥有 超过旁人想象的医术, 那母亲身体 便不再是问题了。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那便是依靠着天道酬情, 获得严出法随的能力。 严出法随, 乃是认真的发号施令 这一锻炼方式的终极大奖, 需要的熟练度肯定极高。 叶玄之前有机会选择这个锻炼方式, 只是因为叶玄目前不是关身, 手底下也没有人, 想要发号施令可没那么容易, 刷熟练度有点困难, 因此叶玄选择了别的锻炼方式。 可现在看来, 若是有机会的话, 自己还是得选择这一锻炼方式, 只要叶玄掌握了严出法随, 要治好母亲的身体, 自然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叶玄心事重重, 薛宁心里同样有心事。 她担忧的倒不是自己的两个女儿, 有着皇后娘娘的保证, 两个女儿已经彻底安全了。 她只是开始怀疑, 娘娘是不是叶玄的生母。 因为薛宁和杨皇后相处这几次, 她也发现了, 杨皇后对自家玄儿着实是太好了, 甚至超过了对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姬浩宇。 而杨皇后今日提起姬浩宇之时, 眼神之中的厌恶是几乎隐藏不住的。 相反,杨皇后看向自家玄儿的目光, 便和自己的目光一模一样, 眼中全是母爱。 再想想自己丈夫所说, 姬浩宇是皇后娘娘的亲生儿子, 叶家和姬浩宇发生矛盾, 娘娘怎么可能不帮自己的儿子, 反而帮叶家呢? 除非姬浩宇是个冒牌货, 还被娘娘给发现了。 而叶玄才是这儿巴金的皇后嫡子。 而薛宁知道了自己儿子可能的真实身份, 却并不为叶玄感到高兴, 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夺嫡之事, 一向是九死一生, 危机重重。 而叶玄更是一个被换到的皇子, 杨皇后认出了叶玄, 却不敢相认, 由此可见这里面的谁有多深。 如今的叶玄以及叶家, 已经陷入了一场无形的风暴之中, 随时都可能万劫不复, 薛宁又怎能不担心? 在临近回到叶府之时, 薛宁又看了一眼自家儿子, 眼神也坚定了下来。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从当初在路边抱起叶玄的那天起, 叶玄就是叶家的一员, 一家人的命运已经相连, 大不了, 便是一家人共赴皇权而已, 皇权路上有个照应, 也不寂寞。 次日正午时分, 燕王带着一支队伍, 清零叶府, 前来拿叶玄的三姐和四姐为妾。 只是, 这支那妾队伍刚刚抵达叶府门口, 便有一支骑兵队伍呼啸而至。 为首一人手持奉照, 大声道, 奉娘娘一指, 请燕王接指。 姬浩宇面色一变, 内心安骂道, 这个妖妇, 先收我龙骨剑, 又来管我纳妾, 她到底想怎样? 姬浩宇内心不愤, 但是皇后一指, 她不得不接, 只能老老实实地跪下。 叶门薛士, 贤梁淑德, 教子有方, 燕王身为皇子, 不得罔顾礼法, 欺压良善。 姬浩宇黑着脸接过了一指, 道, 儿臣遵旨。 随后, 她带着一指, 以及自己的纳妾队伍, 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叶府有皇后撑腰, 别说她还只是一个燕王了, 哪怕她成了太子, 也不能和皇后明着作对, 唯有等她登临帝位那一天, 才有资格对太后说不。 三姐和四姐的风波, 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叶璇同样回到了公主府, 继续着自己的修行。 她花费大半的时间在修行方面, 只用一小半的时间, 刷着熟练度。 两三日之后,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认真的挥剑两千次, 领悟天雷剑绝。 天雷剑绝, 以身御剑, 斩妖除险。 叶璇眼中也流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这天雷剑绝, 似乎不必开天剑要差, 甚至更胜一筹。 天道酬情的奖励, 叶璇都是直接掌握到极致的, 天雷剑绝对叶璇来讲, 依然是如臂食指, 十分熟练了。 一旦发动天雷剑绝, 一招一式, 都会附加天雷之力, 剑尖锁止之处, 雷电降临, 轰杀对手。 天雷剑绝的杀伤力, 毕竟天雷之力, 乃是世间致阳致刚的力量, 一切斜碎触碰到天雷之力, 都会化作飞灰。 因此, 拥有了天雷剑绝, 以后叶璇若是遇到那些妖魔鬼怪, 也能有一战之力了。 只是这天雷剑绝, 因为要引动天雷之力, 因此对剑的要求极高, 若是普通的剑, 恐怕引雷一次, 便彻底包废了。 好在叶璇有生母赠送的龙骨剑, 应该可以承受天雷剑绝带来的负荷。 天雷剑绝虽强, 可叶璇当务之急, 是要寻找治疗生母伤势的手段。 因此, 她整理了一番天雷剑绝后, 便继续苦修天人土纳树, 争取早日突破境界, 获得新的锻炼方式。 昆宁公, 杨皇后坐在凤椅之上, 看着跪在地上的董美人。 只听杨皇后道, 本宫听说, 五皇子在前往叶府纳妾之前, 去见过你。 董美人解释道, 娘娘, 五皇子纳妾之事, 臣妾并不知情。 她说的是实话, 自家儿子太子之位虽然十拿九稳, 但现如今是夺嫡的关键时刻, 多一事, 肯定不如少一事。 杨皇后冷哼一声, 事情已经发生, 这岂是你一句不知情就能过去的。 来人! 随后, 几个身材肥瘦的嬷嬷, 手持长度足足八九厘米的银针出现, 凶神恶煞地朝着董美人围了上来。 董美人面色大变, 娘娘, 臣妾真的是冤枉的。 杨皇后直接道, 给本宫扎。 是, 娘娘! 第37章, 盛白雨。 几个嬷嬷冲了上去, 按住了董美人, 扒开了她的衣裙, 然后用银针狠狠地扎在了她的身上。 杨皇后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一丝快意。 自从确认了姬浩宇并非自己轻生, 杨皇后立刻命人开始关注, 看姬浩宇和后宫的那位妃子走得比较近, 对方极有可能便是姬浩宇的生母。 杨皇后身为后宫之主, 执掌后宫多年, 即便是当今太后, 对杨皇后都礼让三分, 她自然很快查到了蛛丝马迹。 这个董美人, 隔三差五便会和姬浩宇见面。 每次见面时间还不短, 杨皇后自然知道了真相。 因此, 杨皇后也趁着姬浩宇犯错之事, 抓住了董美人的小辫子, 直接给她点颜色看看。 这八九厘米长的银针, 刺入了身体之中, 疼痛感可是相当强烈的。 仅仅片刻, 董美人便疼得不断哭嚎惨叫着, 看上去惨不忍睹。 整个折磨的过程, 持续了足足二十分钟, 董美人疼到昏迷, 杨皇后才到, 行了, 把人给本宫拖下去, 以后再有人敢蛊惑五皇子, 行如此蠢事, 本宫绝对不会轻饶。 董美人被人抬了出去, 昆宁宫不远处, 姬浩宇看着面色苍白, 已经昏迷过去的母妃, 又全紧紧握住, 指甲都几乎刺破了血肉。 她口中一字一句道, 皇后, 你给本王等着。 本王登基之后, 定要将你的尸骨, 从皇陵中取出, 错骨扬灰, 以报今日之仇。 董美人是一个时辰后才清醒过来的, 身上已经备上了药, 姬浩宇双目通红, 守在董美人身边。 董美人一醒, 姬浩宇立刻道, 母妃你没事吧。 董美人握着姬浩宇的手, 道, 皇儿你记住了, 今日母亲之难, 是因为你要强行纳妾, 行为不端, 皇后才将此事归咎于我身上, 以后妾计, 在你登上皇位之前, 绝对不能肆意妄为。 姬浩宇红着眼眶, 道, 孩儿以后定然谨言慎行。 董美人继续道, 浩宇, 你先和母妃说说, 你为何要那叶家姐妹为妾? 姬浩宇解释道, 叶家之子叶玄, 如今入住红鸾公主府, 和红鸾公主不清不楚, 母妃你也知道, 孩儿对红鸾公主颇为心仪, 因此才出此下策, 导致今日之祸。 董美人也愤怒道, 难怪最近, 皇儿你不负之前的冷静稳重, 原来是因为此事, 既然如此, 这个叶玄便交给母妃吧。 姬浩宇脸色微变, 母妃, 那叶玄住在公主府, 有公主府的强者守护, 我那个便宜舅舅都拿她没办法。 董美人笑道, 可有一个办法, 可以避过扶妖大阵。 什么办法? 董美人指了指姬浩宇, 道, 你乃大夏皇子, 身负皇室血脉, 妖物一旦炼化皇室血脉, 短时间内, 会得到龙脉的认可。 妖魔便可以避过扶妖大阵, 可以轻易地侵入京都, 为所欲为。 十八年前, 妖魔在皇宫作乱, 便是用的同样的手段。 姬浩宇面色也一变, 母妃, 您可以驾驭妖魔? 董美人没有回答, 而是道, 将你的血液准备好, 三天之内, 那叶玄和圣红鸾, 会被送到你面前, 到时候, 不论你想如何对待他们, 都随你的心意。 姬浩宇神色激动道, 多谢母妃。 她脑中, 已经想到, 该如何折磨这对狗男女了。 她要先当着叶玄的面, 将红鸾公主的身子据为己有, 然后再当着红鸾公主的面, 将叶玄千刀万剐, 凌迟处死, 才能发泄她的心头之恨。 次日上午, 红鸾公主府,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大舟三皇子, 程白宇。 盛白宇一身白衣, 雄姿阴发, 相貌身形都足以和叶玄媲美, 堪称是一等一的美男。 只是盛白宇气质阴逸, 相比叶玄少了几分阳光和开朗, 毕竟叶玄上辈子可是大学生啊。 那种清澈之中, 透露着愚蠢的大学生气质, 一般人把握不住的。 盛白宇此行, 自然是来者不善。 盛红鸾来大厦的目的, 是让大厦和大洲之间关系更加稳固。 盛红鸾的夫君, 必然是大厦最为出众的某个皇子。 而如今, 盛红鸾却和一个四政之子搅和在了一起, 这件事情连大洲皇帝都已经知晓了。 大洲皇帝也立刻马不停蹄, 安排了三皇子程白宇, 前来处置此事。 盛白宇黑着脸, 坐在公主府的正殿之中, 身边则是来自大洲的上三品高手。 片刻后, 盛红鸾带着剑士亲儿和子儿来到了盛白宇面前, 道, 见过三皇兄。 盛白宇阴沉着脸, 道, 我听说, 你这公主府住了一个姓叶的小白脸, 让他过来见我。 盛红鸾淡淡道, 亲儿去请叶璇过来一趟。 见识亲儿微微点头, 离开了正殿。 而盛白宇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他瞪着盛红鸾, 道,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刚才说了一个请字, 是又如何? 盛红鸾毫不畏惧地看着盛白宇。 如今的他, 和小时候可不同了。 小时候在皇宫, 成白宇也好, 其他的皇子皇女都可以欺负母族弱势的盛红鸾。 而现在, 盛红鸾身边有叶璇, 他无所畏惧。 盛白宇怒急返笑, 好啊, 来到大厦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这翅膀就这么硬了, 看来, 我真得替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 盛红鸾面色不变, 这里是大厦, 并非大周皇宫, 谁教训谁, 还不一定呢。 盛白宇听到这里, 终于按耐不住, 直接朝着盛红鸾冲了上去。 小时候, 盛红鸾敢这么和他说话, 他直接就是一个耳光抽过去, 如今长大了, 也一样。 只是盛白宇还没靠近盛红鸾呢, 一道身影出现在盛红鸾的身前, 一只苍老的大手按住了盛白宇的肩头, 三皇子不要在此地动武。 盛白宇面色一变, 师尊, 我替我父皇管教管教他, 您不要插手。 盛白宇曾经和赵百战学习拳法, 因此要称呼他一声师尊。 赵百战手上微微发力, 将盛白宇震退了数步。 第38章, 御收益子。 接着, 赵百战道, 老夫的任务便是保护红鸾公主的安全, 任何人不能伤他一根汗毛。 赵百战是大舟全宗, 他效忠的自然是大舟。 他出手阻拦, 表面上是为了盛红鸾, 实际上, 他是在保盛白宇的小命。 毕竟赵百战可是很清楚, 夜玄那个小变态, 究竟有多么恐怖的实力和潜力。 他赵百战若是让盛白宇伤到了盛红鸾, 那夜玄肯定会让盛白宇血剑当场, 赵百战都拦不住。 盛白宇眼看赵百战态度坚决, 不好再说什么, 黑着脸回到了座位上。 此时, 剑士轻二带着夜玄来到了正殿中。 盛白宇打量着夜玄, 你就是那个小白脸。 夜玄看了盛白宇一眼, 淡淡道, 大家彼此彼此。 盛白宇笑了, 你也配合本皇子相提并论。 即便抛开皇子身份不谈, 本皇子失诚全宗赵百战, 师尊有言。 本皇子在他一众弟子之中, 是最有望在四十岁之前领悟权益的。 赵百战看了盛白宇一眼, 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道, 夜玄已经领悟了剑意, 为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盛白宇呆住了, 领悟了剑意? 这怎么可能啊?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了, 十八岁领悟剑意, 这他妈的是怪物吧? 赵百战叹气道, 也要死无葬身之地。 夜玄淡淡道, 我不搬。 盛白宇怒道, 你想死吗?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盛白宇又看向了盛红鸾, 你也是这个态度吗? 我告诉你, 出发之前, 父皇和我说了, 你若是能迷途知返, 你还是大洲的红鸾公主, 可你若是执迷不悟, 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盛红鸾挽着夜玄的胳膊, 道, 能有什么后果? 收回我的公主封号, 再或者要杀了我, 这些后果, 我都可以承担。 盛红鸾在大洲仅有的亲人, 便是自己的母妃了, 可母妃在多年前, 因为在后宫之中受到太后, 以及其他那些妃子的刁难折辱, 早就抑郁而终了。 母妃一死, 盛红鸾已经没有了软肋, 而她身边又有一个胆大包天, 目无黄泉的夜玄, 她有什么好怕的? 盛白宇怒视着盛红鸾, 看来, 你是真的翅膀硬了呀? 真以为来到了大夏,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咱们走着瞧。 盛白宇说着, 直接带人离开了公主府。 盛白宇此次来大夏, 身边并没有带绝顶高手, 毕竟这里是在大夏。 红鸾公主带了一位年迈的权宗在身边, 还情有可原, 大夏都城若是在多出一位异国的绝顶高手, 那简直就是在挑战大夏的耐心了。 因此, 盛白宇即便想做什么, 也不能依靠自己, 只能借助大夏的力量。 当然, 两国联姻之事虽是国事, 但也算得上是后宫之事。 这件事情上, 盛白宇是没法和大夏的皇帝直接说的。 他总不能和大夏皇帝说, 我们大洲的公主不懂事, 不过两国联姻计划, 在外面乱搞。 你大夏皇帝去找人教训教训红鸾公主, 那简直就是拉低了大夏皇帝的档次和格局, 不管事情能不能成, 都相当于得罪了大夏皇帝了。 因此这事, 只能和皇后娘娘来商议, 让大夏的皇后娘娘给盛红鸾上点手段。 半个时辰后, 盛白宇来到了昆明宫, 跪在了杨皇后面前, 拜见娘娘。 杨皇后乃是异国之母, 盛白宇虽是大洲皇子, 可也得下跪拜见。 杨皇后笑道, 起来吧, 三皇子已经去过红鸾公主府了。 盛白宇面色微变, 已经去过了, 红鸾罔顾礼法, 肆意妄为, 简直是胆大包天, 外臣请娘娘出手, 好好教训教训盛红鸾, 让他悬崖勒马, 不要铸成大错。 杨皇后看着程白宇, 缓缓道, 你的意思本宫已经明白了, 此事本宫自有定夺, 你不必操心了。 盛白宇立刻道, 那外臣便放心了, 盛白宇很快便退下了, 而杨皇后则是召集杨天宝进宫。 杨天宝进宫之后, 小妹, 你找我有何事? 杨皇后道, 二哥, 我需要你给我安排几个死事。 杨天宝意外道, 死事? 你想做什么? 杨皇后声音压低几分, 道, 明晚我会前往红鸾公主府赴宴, 到时候让死事刺杀我, 玄儿必然会出手救我。 到时候, 我会以这个救驾之功为由, 收玄儿为义子。 那玄儿和红鸾之间, 便没有太多的阻碍了。 杨皇后也很清楚, 圣红鸾喜欢自家玄儿, 他们俩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若是十八年前, 叶玄没有被调包, 这个时候, 两人将会更加的般配。 叶玄将会在杨家的帮助下, 做上太子之位, 迎娶圣红鸾, 成就两国联姻佳化。 可现在, 叶玄身份很难恢复, 杨皇后也无力帮自己的儿子夺嫡, 她唯一能做的, 便是收叶玄为义子。 叶玄一旦成为义子, 虽然依然无望夺嫡, 但至少算是大厦皇子的身份了。 而她身为皇子, 哪怕是义子, 也有资格迎娶圣红鸾, 促成大厦和大洲之间的联姻。 杨天宝思量片刻, 才道, 玄儿的身份, 咱们的陛下是否清楚? 她若是清楚此事, 恐怕不会同意的。 杨皇后却道, 她会同意的。 杨天宝面色一变, 关切地看着杨皇后, 小妹, 你的身体。 杨皇后叹了口气, 道, 我只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了, 我和她多年的夫妻勤奋, 即便知道玄儿的身份, 她也会答应我, 这个要求的。 杨天宝护了口气, 道, 难道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独入骨髓, 神仙难救。 第39章, 大妖来袭。 杨天宝疼惜地看了一眼自家妹子, 道, 好了, 二哥明白了, 此事二哥会替你办好的。 次日晚上, 红鸾公主府举办一次晚宴, 宴请杨皇后。 杨皇后带着一只侍从赋宴, 杨皇后坐在主位之上, 而叶玄和红鸾公主分别坐在杨皇后的左右。 杨皇后对叶玄也好, 红鸾公主也罢, 态度都十分的轻易, 三人坐在一起宛如真正的一家人一样。 一直到晚宴进行得差不多, 杨皇后的侍从队伍之中, 两名侍从忽然从身上拔出了匕首, 朝着杨皇后刺了过去。 两名侍从出手十分忽然, 而此时, 全宗照摆站距离宴会大厅这边有一段距离, 根本来不及持缘。 眼看两人就要伤到杨皇后, 叶玄面色一变, 快速拔出了龙骨剑, 斩向了两人。 叶玄拥有着玄机神童, 动态视觉能力和反应能力都超乎寻常, 龙骨剑和两人的匕首相接。 丰锐的龙骨剑直接斩断了匕首, 然后剑意加持之下, 斩在了两人身上。 两名死似的都只不过中三品的修为, 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叶玄? 两人直接被叶玄的开天剑意一分为二, 当场身亡。 随后, 叶玄收剑并对杨皇后道, 娘娘您没事吧。 杨皇后呼了一口气, 道, 本宫没什么大碍, 玄儿, 这是你第二次就本宫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杨皇后站起身来, 道, 看来, 此次的晚宴只能到此为止了。 恭送娘娘。 叶玄和圣红鸾一起说道, 很快的, 杨皇后便走远了, 圣红鸾则是道, 叶玄, 今天这场刺杀是不是有些太奇怪了? 怎么了? 圣红鸾看着远去的杨皇后, 道, 娘娘的侍从之中怎么会出现刺客呢? 而且, 如今侍从之中已经有两个刺客出现, 娘娘就不担心其他侍从之中也混入了刺客吗? 叶玄直接道, 或许她有自己的深意吧。 杨皇后这边回到宫中之后, 立刻便找上了皇帝。 陛下, 本宫今日遇刺了, 皇帝一拍桌子, 怒道, 何人如此猖狂, 敢当众刑刺镇的皇后? 杨皇后淡淡道, 刺客已经被当场诛杀了, 都是死事, 查不到任何信息。 皇帝关心道, 镇的皇后, 没什么大碍吧? 杨皇后直接道, 我没什么大碍, 但是此次, 多亏了公主府的那位叶玄, 之前五皇子下毒, 是叶玄发现的。 此次遇刺, 同样是他救了本宫, 本宫决定, 收他为义子。 皇帝面色一变, 皇后收的义子, 那便是镇的义子, 名义上和其他的皇子同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杨皇后却道, 我就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皇帝表情严肃了不少, 浩宇不是你的孩子吗? 杨皇后冷笑道, 孩子? 你见过哪个孩子, 会给自己的母亲下毒的? 皇帝避开了杨皇后的目光, 浩宇也是受到了蒙蔽, 她对你是一片孝心, 这一点不必怀疑。 杨皇后笑了, 孝心? 那她可真是孝死我了, 御医已经说过了, 本宫已经毒入骨髓, 神仙难救了。 皇帝有些动容, 怎么会如此? 你放心, 朕会请天下名医。 来替皇后治病。 杨皇后却道, 不必了, 御医都说神仙难救, 天下名医又如何? 本宫可不信什么高手在民间。 可是, 杨皇后继续道, 陛下若是觉得对不起本宫, 便同意本宫的要求, 让本宫收玄儿当义子。 玄儿和红鸾公主走得比较近, 她若是成为本宫的义子, 倒也可以代表大夏和大洲联姻。 皇帝终于道, 行吧, 明日朕会宣夜玄进宫, 皇后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收她为义子, 皇后觉得如何? 杨皇后脸上流露出笑容, 多谢陛下。 杨皇后说完, 便走远了。 而皇帝眼中, 则是流露出一丝沉思, 皇后怎会对这夜玄如此之吼? 难道说, 大夏京都之外, 一片荒坟之中, 一头长着六条尾巴的狐妖, 正在炼化着一瓶精血。 若是杨皇后在这里, 定然能认出来, 十八年前, 皇宫的狐火, 便是这头六尾狐妖所释放的。 当年, 皇宫对外宣称, 所有妖孽已经击毙, 而实际上, 那蜈蚣精的确被击杀了, 而六尾狐妖却幻化人形, 逃过了一劫, 并一直居住在这荒坟之中。 而这瓶精血, 正是五皇子姬浩宇的精血。 只需要炼化这些精血, 六尾狐妖便会获得龙脉之力庇护, 京都的扶妖大阵, 便对六尾狐无效了。 终于, 在午夜时分, 六尾妖狐终于完成了炼化。 他在夜色的掩护下, 潜入了大厦的京都之中。 六尾妖狐的目标极为明确, 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目的地便是京都的红鸾公主府。 六尾妖狐知道, 在红鸾公主府, 有一位来自于大洲的全宗, 只是他并不将这所谓的全宗放在眼中。 六尾妖狐能够幻化成人形, 这也意味着, 他在妖魔之中品级不低, 至少达到了大妖的层次。 而即便是最弱的大妖, 也可以媲美人族的绝顶高手了, 甚至比绝顶高手更强。 人族的绝顶高手, 是指上三品的舞者, 并且领悟了义, 依靠卓义, 自身的杀伤力达到了最大化, 可以和妖魔之中的大妖媲美。 可综合来讲, 人族的绝顶高手, 是不及大妖的。 因为大妖不仅仅拥有着恐怖的杀伤力, 同时还拥有着恐怖的生命力, 它们可以在人形和妖魔形态之间切换, 达到了这个层次, 其他方面却弱了很多。 当然了, 人族绝顶高手, 相比大妖的数量, 要多出不少。 一头大妖, 至少要经过五百年的修炼, 汲取日月之精, 天地精华, 才能成就。 而人类的, 只要踏足上三品, 并且领悟了义, 便成就绝顶了, 一般只需要五十年左右的修行。 因此, 人类成就绝顶, 相比妖魔成为大妖, 要简单许多, 数量也多出不少。 这也同样意味着, 绝顶比起大妖妖弱了不少, 一般来讲, 至少需要三位以上的绝顶高手, 才能联手占平一头大妖, 若要诛杀一头大妖, 则需要五位绝顶联手, 这便是大妖的实力了。 这头六尾狐妖, 也算是胆大包天, 十八年前便赶在皇宫纵火, 如今让他闯一闯红鸾公主府, 自然也是小菜一碟, 至于那位权宗, 他也根本不放在眼中。 第四十章, 行仇旧恨! 化作了半人半妖的形态, 跨入了公主府之中。 六尾狐妖是个男妖, 他身形大概有两米左右, 整体呈现人形, 只是身上长着一些黄毛, 头部还保留着狐狸耳朵, 屁股上面有六条尾巴。 他双臂看上去十分壮硕, 双手之上长着锐利的爪子, 似乎可以撕裂一切。 六尾狐妖毫不收敛自身的气息, 叶璇第一时间察觉了异常, 他立刻起身, 只穿着睡衣, 便闯入了隔壁红鸾公主的房间。 红鸾公主被忽然的动静吵醒, 也睁开了眼睛。 月光透过窗户, 照射进了红鸾公主的闺房之中, 他见到叶璇快步朝着自己的床铺走来。 圣红鸾顿时脸红了, 他以为叶璇血气方刚, 有些急不可耐地想要和她同床共枕了。 圣红鸾也很喜欢叶璇, 自然不厌恶和叶璇发生一些负距离的接触。 只是, 大夏也好, 大舟也罢, 女子里教都很严格, 她可没有那么大胆。 即便是死定终生, 也要先定了终生, 才能上车呀, 也选择和三更半夜地闯进闺房, 实在有些唐突了。 想着, 圣红鸾扯着被子挡在了自己胸前, 道, 叶璇, 你怎么进来了? 叶璇看了一眼圣红鸾, 因为玄机神童的关系, 虽然是夜里, 叶璇看得却很清楚。 圣红鸾脸上有害羞, 有紧张, 隐隐还有一丝丝的期待, 而她虽然拿着被子挡着, 可胸前那雪白而又深邃的沟壑, 却没彻底挡住, 依然能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叶璇解释道, 红鸾, 你先穿衣服, 有危险。 叶璇话刚说完, 全宗赵百战的声音响起, 公主立刻穿衣和信业的小子逃离公主府, 老夫感知到了大妖的气息。 赵百战身经百战, 权意蛮横霸道, 曾经多次和其他的绝顶高手合作, 猎杀妖魔, 甚至还曾经用自己的铁拳捶死了一头虎妖, 他对大妖的气息也十分敏感。 当初他捶死虎妖, 是和另外六个绝顶合作, 才将对方捶死。 而当时的他, 还正直壮年。 可现在不同, 如今的赵百战, 年过七十, 气血衰败, 又孤身一人, 哪怕再加上天才叶玄, 也不可能是一头大妖的对手。 因此, 赵百战决定, 拼着自己的这一身老骨头, 拖延一段时间, 好让叶玄和圣红鸾逃走。 圣红鸾此刻脸也更红了, 他还以为叶玄是血气方刚, 兴致勃发了, 想要知道他的深浅呢, 没想到, 竟然是有危险了。 他也慌忙开始穿衣服, 叶玄也立刻转过了身子。 转身的瞬间, 圣红鸾恰好放下被子, 准备穿上上衣, 因此, 他胸前的疯鸾, 倒是在叶玄面前完美地展现了一次。 叶玄转身之后, 也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自家红鸾这凶行, 真的是绝了。 看来, 将来有了孩子, 自己可能要和孩子抢奶吃了。 很快地, 圣红鸾简单地穿上了衣服, 牵着叶玄的手准备逃离公主府。 只是此刻, 天空之中, 一道身影朝着这边砸了过来, 只听到扑通一声, 赵百战宛如一颗陨石, 从空中砸了下来, 将红鸾公主闺房的门都砸坏了。 在接下来, 天空中, 一道凶神恶煞般的身影从天而降。 在她的身后, 有六条十米左右的粗长的黑色尾巴在舞动着, 宛如十条灵力的毒蛇一样。 六尾狐妖的声音响起, 逃离? 你们想往哪里逃? 圣红鸾面色一变, 啊, 这里是大厦京都, 杀了我们, 你也逃不了。 六尾妖狐嘲讽道, 大厦京都又如何? 大厦皇宫本妖王都闯过, 今日没人能救得了你们。 六尾妖狐这话一出, 叶玄的右手顿时握拳, 他回忆起了一些事情。 十八年前, 大厦皇宫霍乱之时, 自己似乎也看到了这六条十多米长的尾巴, 只是当时, 这六条尾巴还燃烧着熊熊烈焰, 将皇宫化作了一片火海。 而如今, 这六尾妖狐又亲口承认, 十八年前他曾经闯过大厦皇宫, 那么他的身份已经很明显了。 十八年前, 叶玄被调包, 和这家伙绝对脱不了干系。 想到这里, 叶玄上前一步看着六尾妖狐, 道, 终于又见面了。 这一次, 我可不像上次那么弱了。 十八年前, 叶玄还只是一个婴儿, 什么都做不到。 而今天, 叶玄依靠着自身的刻苦努力, 外加上酬情系统的一点小帮助, 拥有了不错的实力。 他如今是三品的境界, 掌握了开天剑意, 金刚不坏神功, 玄机神童, 天雷剑爵, 还拥有着生母赐予的龙骨剑。 他倒要看看, 眼前的六尾妖狐, 是否如同当年那么无敌。 六尾妖狐感受到了叶玄身上的剑意。 他嘲讽道, 年纪轻轻, 竟然也是绝顶吗? 只可惜, 人族绝顶, 在本妖面前, 不值一提。 此时, 受伤的赵柏战也道, 叶玄, 人族绝顶不是大妖的对手。 你要找机会带着红鸾逃跑, 不要练战。 六尾妖狐节节笑道, 桃, 你难道不知道, 你们人族绝顶, 为何不是我们大妖的对手? 叶玄看着自信满满的六尾妖狐, 道, 那你说说, 你们大妖究竟强在何处? 六尾妖狐缓缓道, 人族绝顶, 领悟了异的存在, 上三品的内力, 在异的加持之下, 可以释放出堪比大妖的攻击力。 只可惜, 你们人族的体魄, 实在是太弱了。 你们的速度, 防御, 恢复等方面, 差了大妖太多了。 你刺中我一剑, 顶多受点轻伤。 而我若是一找击中你, 轻则开膛破肚, 重则当场身亡。 你说, 你凭什么和我打? 我可以失误无数次, 而你, 只能失误一次。 叶玄听了六尾妖狐所说, 淡淡道, 原来是这样, 红卵你放心, 今天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第41章, 火力全开, 杀。 这六尾妖狐, 可以说相当自大, 将自己的底牌完全暴露了出来, 也让叶玄心里有了谱。 倘若大妖和绝顶是两个层次的存在, 那今天叶玄怕是, 凶多吉少了。 可根据六尾妖狐所说, 大妖只是全方位要强过人族绝顶, 但是却没凌驾于绝顶之上, 那对叶玄来讲, 便不是问题了。 大妖的速度, 比人族绝顶更强。 叶玄拥有着玄机神童, 虽然无法提升速度, 但是却有着动态视觉能力, 哪怕眼前的六尾妖狐速度再快, 叶玄也能捕捉到她的动向。 大妖的防御力比人族更强。 叶玄身负金刚不坏神弓, 待会儿打起来启动金刚不坏神弓, 叶玄的防御比她更强。 人族刺中大妖一剑, 只能让她受轻伤。 别忘了, 叶玄还有天雷剑绝。 天雷剑绝, 以剑御雷, 治阳治刚, 斩妖除邪。 天雷剑绝对于妖魔本身就有着克制作用, 正好用来招呼眼前的六尾妖狐。 而叶玄唯一的短板, 使当前的境界只有三品, 可三品的境界, 却可以依靠着玄机神童的玄机变来弥补, 将自身的境界短时间内提升一品, 跨入二品之境。 如此一来, 唯一的短板被弥补上了, 叶玄不幸收拾不了眼前这头骚臭的狐妖。 再说了, 眼前的六尾狐妖和叶玄可是有着深仇大恨啊。 二十年前, 正是这头六尾狐妖, 让叶玄和生母分离。 虽然说遇到养父养母, 同样是人生的一件性事, 可生母却为此伤神许久吧。 想着, 叶玄一步步向前踏去, 心仇旧恨, 今日一并清算。 六尾妖狐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嘲讽之色。 你们人族, 果然是出生牛独不怕虎啊, 就让本妖好好收拾你吧。 而此时, 叶玄往前踏了一步, 口中道, 金刚不坏神功, 开。 话音落下, 叶玄再次暴衣, 身上的衣服碎裂了开来, 整个人化作了一个惊人, 威风凛凛。 叶玄继续道, 玄机变, 再开。 只见叶玄的瞳孔, 瞬间从原本正常的瞳孔, 变成了金色的瞳孔, 眼白部分也变成了银色的。 而同时, 一股玄妙的力量, 加持在了叶玄的身上, 使得叶玄体内的真气量, 直接翻了三倍左右。 直接从三品之镜, 跨入二品之镜, 整个人身上都充满了力量。 六尾妖狐看着华丽大变身的叶玄, 也是有些傻眼了。 她六条尾巴舞动着, 释放出了自身的妖火。 下一秒钟, 她的六条尾巴宛如六道火龙, 从四面八方攻击向了叶玄。 叶玄此时施展玄机变, 不仅仅修为提升了, 视觉能力同样大幅度提升, 不仅仅能清晰地捕捉六尾妖狐的动作, 甚至有点未卜先知的意思。 只见叶玄身体轻轻一侧, 躲过了六道尾巴的抽击, 接着她口中再次道, 天雷剑绝, 开。 叶玄手持龙骨剑, 体内真气流转, 身体一跃而起, 剑指苍天。 剑气刹那之间穿破了云层, 天空之中, 又阵阵雷击之声响起。 下一秒钟, 一道雷电轰击在了叶玄的龙骨剑之上, 龙骨剑表层, 阳黄厚度的那层金色, 直接被击碎, 露出了银色的龙骨剑本体。 再接着, 叶玄一剑朝着六尾妖狐斩了过去, 口中道, 开天剑绝。 刹那之间, 空间似乎被切割了开来, 叶玄连人带剑出现在六尾妖狐面前, 一剑斩了下去。 六尾妖狐反应也极快, 她的一条尾巴宛如一条火焰鞭子, 抽向了叶玄的龙骨剑。 两者碰撞在了一起, 下一秒钟, 天空之中, 一道恐怖的雷蛇从天而降, 轰击在了六尾妖狐的尾巴上。 刹那间, 一声淒厉的哀嚎声响起, 六尾妖狐那条尾巴 直接被雷电之力劈的焦黑, 完全被废掉了。 六尾妖狐不可置信地看着叶玄,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能操控雷电? 赵柏战同样看呆了, 这是什么剑法? 他从未听说过, 有人的剑法竟然能操控天雷之力。 要知道, 天雷之力乃是天地之间 制阳制刚的力量, 对于妖魔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 叶玄之前那一剑 倘若只是开天剑意的加持, 那顶多就是将六尾妖狐的尾巴斩断。 而以六尾妖狐身为大妖的恐怖生命力, 他可以瞬间将斩断的尾巴断尾再续, 没有丝毫难度。 而也正因为如此, 大妖才比绝顶高手难对付太多了。 可叶玄呢? 操控天雷之力, 直接击碎了那条尾巴, 全部生机不说, 雷电之力还顺着尾巴, 传导到了六尾妖狐身体之中。 他不仅尾巴没法修复了, 身体内脏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这便是天雷之力 对于妖魔的恐怖克制能力。 叶玄看着六尾妖狐, 没什么不可能的, 敢来伤害我们红鸾, 今天我就剁了你。 叶玄的话, 让圣红鸾同样满脸的春情。 他虽然不惧和叶玄共赴黄泉, 可倘若能活着的话, 谁又愿意去死呢? 而如今, 自己选中的男人, 再次在这绝望时刻, 力挽狂澜, 他内心又怎么能不激动? 六尾妖狐也彻底怒了, 他猛地张大了嘴巴, 口中喷出了恐怖的狐火, 朝着圣红鸾喷了过去。 六尾妖狐不愧是狐妖, 非常狡猾。 他也知道, 自己可能不是眼前这个人类的对手了, 继续正常交锋, 必败无疑。 叶玄的开天剑意, 可以无视距离, 近距离攻击。 而叶玄的天雷剑诀, 驾驭着雷电之力, 对他的杀伤力太强了。 继续下去, 叶玄只需要几剑, 就能彻底废了他。 因此, 六尾妖狐只能攻敌所必救, 叶玄的招势虽猛, 但是只强在进攻, 要抵挡妖狐之火, 可不容易。 而叶玄若是不去挡, 那圣红鸾会当场被烧成灰, 他倒要看看, 叶玄会怎么选。 圣红鸾看着呼啸而至的狐火, 也是面色一变, 他虽然也有一定的武道修为, 可比起眼前的大妖叉太多了, 根本来不及躲闪。 而此时, 只见一道金色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了圣红鸾身前, 六尾妖狐的狐火, 直接轰击在了那道身影之上。 这道身影, 自然是叶玄了, 六尾妖狐这攻击太突然了, 叶玄哪怕全速去救援, 也来不及挥剑, 只能用肉身抵挡。 六尾妖狐看着这一幕, 再次节节笑道, 真是愚蠢的人类啊。 你若是不救这个女人, 今日你还有机会杀我, 现在你用身体抵挡我的狐火, 想必伤得不轻吧。 你们人族, 可没有我们大妖的体魄。 圣红鸾也面色大变, 关切地扑在了叶玄身上, 他胸前疯鸾, 也紧紧地挤压着叶玄的背部, 他眼泪都流了出来, 叶玄你怎么了? 不要吓我! 第四十二章 斩狐妖 他此刻内心满是自责, 叶玄本来能打过这头六尾妖狐的, 倘若不是自己太弱了, 又怎么会连累心上人呢? 叶玄声音却中气十足, 他摸了摸圣红鸾的秀法, 道, 我没事, 别听那头骚狐狸狐说八道, 就凭他这点火, 也想中伤我。 真是痴人说梦。 叶玄说着, 一步步顶着狐火, 向着六尾妖狐走了过去。 金刚不坏神功, 赋予了叶玄恐怖的防御能力, 绝顶高手都破不了叶玄的防御。 大妖的攻击和普通绝顶是一个层次的, 只是其他方面没短板而已。 因此, 六尾妖狐的攻击同样不破防。 叶玄就这么扛着六尾妖狐的狐火, 走到了六尾妖狐面前, 然后挥剑再次一剑斩了下去。 一剑斩出, 雷声震震, 一道恐怖的雷电之力, 再次伴随着斩击劈在了六尾妖狐的身上。 这一次的攻击, 六尾妖狐可没来得及用尾巴去抵挡。 他整个身体被雷电劈重, 刹那之间半颗脑袋被劈得焦黑, 身体同样散发出了被雷电劈得半熟的气味。 随后, 六尾妖狐哀嚎一声, 他的身体向着远处逃顿而去。 叶玄见状, 纵身一跃, 追了上去。 在叶玄跳出去的时候, 天道酬情的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了一千次认真的跳跃, 掌握电光神形。 电光神形, 如光如电, 如影随形。 叶玄也没想到, 竟然在这个时候, 认真的跳跃正好达标, 眼看六尾妖狐即将逃远, 叶玄眼中也流露出一丝冷意。 狐妖, 这次算你倒霉。 这六尾妖狐, 速度确实很快, 叶玄要追他的确不容易。 而开天剑翼, 虽然能切割空间, 可开天剑翼的攻击距离十分有限。 若是相隔三十米内, 开天剑翼可以直接切割空间出现在敌人面前。 若是超过三十米, 怕是就做不到了。 再说了, 开天剑翼, 还需要短时间的挥剑叙事。 对手若是趁着这个时间夺命逃亡, 速度够快的话, 开天剑翼是追不上对手的。 可电光神形便不一样了, 电光神形赋予了叶玄极致的速度, 想在叶玄面前逃走。 至少大妖这个层次, 是完全没机会的。 只见叶玄的身体, 瞬间幻化出一道道残影, 身体速度快到了肉眼可以分辨的层度, 在普通人的视线之中几乎等同于瞬移一样。 下一秒钟, 叶玄整个人出现在六尾妖狐面前, 一剑斩了过去。 整个妖都被吓得哆嗦了一下, 他哪里能想到, 叶玄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身法。 本就受了重伤的狐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叶玄的剑已经直接斩在了他的头颅上。 龙骨剑是大下有名的宝剑, 又有天雷剑决的加持, 六尾妖狐好大一颗头颅, 当场被砍了下来。 叶玄一手抓着六尾妖狐的头颅, 一手拎着他的尸体, 自空中落下, 来到了圣红鸾和赵百战面前。 赵百战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都傻眼了, 一头大妖, 就这么被你解决了? 叶玄踢了踢六尾妖狐的尸体, 应该被解决了吧? 哪怕他是大妖, 没脑袋也活不了吧? 赵百战叹了口气, 才道, 真是后生可畏啊。 想当初, 这么一头大妖, 五个人组绝顶都不一定能够解决, 现在却被你小子一个人解决了。 叶玄则是道, 这大妖的皮毛, 手感好像还不错。 来, 咱们把他的皮给扒了, 做成衣服吧。 赵百战道, 皮的事情先不急, 你先把他的内丹挖出来, 大妖内丹蕴含着精纯的力量, 有助于修为的提升。 据说还能洗精法水, 改善身体。 是吗? 我先找找。 叶玄说着, 动用透视眼, 扫描了一下狼腰的身体, 刺了过去, 大妖的头颅被一分为二, 一颗青色的内丹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之中。 而此时, 叶玄身上的金色渐渐消失, 金刚不坏神功地实现到了, 玄机变得实现同样到了, 叶玄身体和瞳孔都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身体有几分虚弱, 腿都有些发软。 圣红鸾见状, 急忙扶住了叶玄的身体。 你怎么了? 叶玄摆了摆手, 没什么大碍, 当才消耗有点大, 给休息休息。 圣红鸾立刻道, 我先扶你回房间休息, 老爷子, 你去通知亲儿子, 让他们来和我一起处理一下这狐妖肉。 赵百战道, 不用了, 这事儿还是我亲自来吧, 这狐妖可是大妖。 她的皮毛穿在身上, 不仅仅冬暖夏凉, 还有着很强的防护能力。 她的血肉经过妖力的滋润, 服用之后不仅仅能身体健康, 还能延年益寿, 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可不能随便处理。 那就麻烦您了。 赵百战笑道, 有什么麻烦呢? 今日亲眼见我人族天骄, 一剑斩大妖, 是我的荣幸。 赵百战虽然是大洲的宗师, 但是到了他这个年龄, 有时候,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他不放在眼中, 他更在乎的是人族和妖魔之间的抗争。 想当年, 他和他那些绝顶朋友们和妖魔为战, 数十年的时间死伤着实不在少数啊。 今日夜学, 一人一剑, 大妖扶珠, 赵百战内心其实是相当佩服的。 随后, 圣红鸾扶着夜玄回了房间, 在床上躺下。 只是夜玄躺下之后, 圣红鸾却没有离开。 夜玄看着他妩媚的身影, 道, 怎么了? 圣红鸾犹豫了一会儿, 才忽然上前, 然后俯身在夜玄脸颊上亲了一口。 随后, 整个人宛如受惊的小狐狸一样, 匆忙逃了出去。 而夜玄则是捂着自己被亲吻过的地方, 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傻笑着。 赵百战效率极高, 这头大腰的身体, 不多时便被彻底分离了开来。 皮毛被单独整理了出来, 血肉也被分割好了。 这狐妖别看长得丑, 它的血肉被单独切出来之后, 看上去质感极为不错,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狐妖肉毕竟经过了妖力滋润, 和普通的狐狸肉, 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肉给人的感觉, 宛如三文鱼一样, 生吃似乎都问题不大。 第43章, 势不两立。 随后, 圣红鸾则是直接和赵百战一起, 炖了几斤狐妖肉, 准备给虚弱的叶玄补补身体。 次日早上, 红鸾公主府, 皇后的一只侍卫前来通报。 他们是请叶玄入皇宫的, 因为待会早朝, 皇后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宣布收叶玄为义子。 到时候叶玄这个本尊, 肯定是要在场的。 另外的话, 杨皇后也准备提前和叶玄沟通一下此事, 阐明一下其中的利害关系。 只是这只侍卫抵达之后, 圣红鸾道, 叶玄现在身体虚弱, 不方便进攻。 侍卫询问道, 受伤? 在我大厦京都, 公主府又有权宗守护, 怎么会受伤? 圣红鸾听了这话, 脸上也流露出一丝不悦, 道, 是啊, 这里是大厦京都, 有着扶妖大阵, 叶玄怎么会受伤呢? 可昨晚偏偏就有一头大妖, 无视了京都的扶妖大阵, 来到我公主府。 侍卫面色一变, 怎么可能? 大妖入京都, 扶妖大阵必然会被处罚。 圣红鸾看着眼前的侍卫, 道, 看来, 你们大厦的扶妖大阵, 就只是个笑话而已。 此时, 赵柏战将半颗硕大的狐妖头颅, 踢到了那个侍卫面前, 道, 这是昨晚行凶的狐妖头颅, 你可以带回去, 让你们的皇帝陛下看看。 堂堂大妖, 来红鸾公主府作乱, 扶妖大阵毫无反应, 我大周需要一个交代。 侍卫面色再变, 红鸾公主府有大妖袭击不说, 这头大妖竟然被斩了。 这怎么可能? 身为娘娘侍卫, 他们很清楚, 一头大妖的实力有多么恐怖, 别说一个年迈的权宗了, 哪怕是巅峰时期的赵柏战, 面对一头大妖也是实死无生啊。 难道说公主府还隐藏了别的力量? 而这个时候, 白菊和粉菊走了过来, 他们来到了圣红鸾身边, 低声道, 红鸾公主, 我家少爷想将狐妖内丹赠予皇后娘娘, 公主您同意吗? 圣红鸾抿了鸣嘴, 道, 娘娘对我和叶玄的确很好, 赠予娘娘没什么不妥的。 昨晚叶玄和狐妖交战, 使用天雷剑决的时候, 龙骨剑露出了她的本来面目, 赵柏战一眼便认出来了。 杨皇后将大侠的宝贝都赐予了叶玄, 还一颗狐妖内丹, 也没什么。 叶玄也是担心, 自己生母的身体支撑不了太久了。 而根据赵柏战所说, 狐妖内丹蕴含着狐妖精唇的力量, 可以洗精发水, 也能提到排毒的作用。 即便是入水之毒, 虽然无法彻底解毒, 但却必然可以让杨皇后的生存时间增加很多。 这样一来, 叶玄也就有更长的时间去想办法救人了。 因此, 叶玄才要将狐妖内丹送给杨皇后。 随后, 白菊花拿着一个锦盒来到了侍卫面前, 道, 我家少爷身体受伤, 今日的确不方便进宫, 但是请两位将此物亲手交给娘娘, 这是少爷的一片心意。 侍卫接过了锦盒, 便准备离开了, 他们可不敢强行请叶玄进宫。 毕竟娘娘本身就是要收叶玄为义子的, 对叶玄的态度更是好得不得了, 他们哪里敢在叶玄面前摆什么架子。 只是此刻, 赵柏战将狐妖的半颗头颅也扔了过去, 道, 把这狐妖头颅也带上吧, 问问你们大厦皇帝, 你们的扶妖大阵, 只是个摆设吗? 半个时辰后, 这批侍卫来到了杨皇后面前。 杨皇后见状, 道, 叶玄呢? 怎么没过来? 侍卫解释道, 娘娘, 红鸾公主府昨日遭受到大妖袭击, 叶玄负伤了, 不方便进宫。 杨皇后顿时面色大变, 大妖袭击。 负伤? 我家玄儿伤得重不重? 侍卫摇了摇头,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杨皇后忽然道, 等等, 京都怎么会有大妖入侵? 难道扶妖大阵是摆设吗? 侍卫没有说话, 其中一人将狼妖的半颗头颅放在了地上, 道, 娘娘, 这是昨夜入侵的狐妖, 已经被当场诛杀了, 权宗照摆战还质问陛下, 扶妖大阵只是个摆设吗? 杨皇后看着这半颗狐妖头颅, 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这颗狐妖头颅, 它可是熟悉得很。 十八年前, 就是这头狐妖在皇宫之中放火, 和一头百足蜈蚣精一同祸乱皇宫, 导致她的玄儿失踪的。 十八年后, 自己想要任玄儿当义子, 所以, 当年的事情再次重演吗? 十八年前, 这两头妖魔便有办法避获扶妖大阵, 十八年后, 他们自然还是有办法的。 而这个办法, 和当今陛下必然脱不了关系。 毕竟, 她昨天才和皇帝说自己要任玄儿当义子, 然后昨天晚上, 玄儿便遭受了大妖的袭击。 杨皇后右手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心中喃喃道, 皇帝, 看来你心里是真的不顾念一点夫妻情意了。 好, 好的很。 从今日起, 你我不再是夫妻, 而是仇人, 我也只为玄儿一人而活, 哪怕是粉身碎骨, 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杨皇后原本不想和皇帝对着干的, 因为两者之间实力悬殊, 而她也没有奢求太多, 只是想让自家玄儿活着而已。 只可惜, 哪怕她最基本的要求, 皇帝都无法答应, 她前脚要收叶玄当义子, 后脚皇帝便送一只大妖入城, 攻击自家玄儿。 既然如此, 那便对抗到底吧, 大夏皇帝又如何? 杨家也不是吃素的, 即便无法改朝换代, 但也能让大夏陷入动乱之中。 而接着, 另一名侍卫上前, 将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了杨皇后, 道, 娘娘, 这是叶玄让我们交给您的。 杨皇后听到, 是自家玄儿送过来的, 打开了锦盒, 只见锦盒之中, 一颗拇指大小的青色内丹, 静静地躺在那里。 杨皇后取出了这颗珠子, 有些意外, 这是何物? 正当此时, 一名御医上前, 道, 娘娘, 可否让老陈过目? 刚才侍卫通报之时, 杨皇后正由御医调理身体呢, 因此, 正好御医也在。 杨皇后听到御医的话, 将这颗珠子递了过去。 御医接过了这颗青色的珠子, 仔细观摩片刻后, 道, 恭喜娘娘, 有了这颗大妖内丹, 娘娘的身体能改善许多。 第44章, 皇后的反击。 杨皇后意外道, 这竟然是大妖内丹。 御医点头道, 没错, 这正是大妖内丹。 之前老陈曾和娘娘说过, 娘娘的身体, 已经毒入骨髓, 普通的手段, 很难驱除入髓之毒。 唯有大妖内丹, 有着洗经伐髓的效果, 对娘娘有着较大的帮助, 只是大妖内丹非常之珍贵, 大妖不仅激紧, 实力也在绝顶高手之上。 同时, 大妖内丹可以提升真气修为, 绝顶高手们合力围杀大妖之后, 也会立刻服用大妖内丹, 提升自己。 因此, 即便大下宝库之中, 都没有大妖内丹的存在, 没想到, 如今娘娘却得到了一颗大妖内丹。 有这颗大妖内丹, 娘娘五年左右的生存期, 将会直接延长到十年, 娘娘真是宏福齐天, 上天庇佑啊。 杨皇后看着这颗大妖内丹, 神色也有些许动容, 这便是自家玄儿送自己的第一件礼物吗? 这算什么上天庇佑? 这分明就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一片心意啊。 杨皇后内心颇为感动, 这亲生的和养的白眼狼, 就是不一样啊。 姬浩宇那个白眼狼, 给自己下毒, 害自己命不久矣。 而亲生儿子, 则是赠送如此珍贵的大妖内丹, 让自己延年益寿。 自己的生存期, 从五年变成了十年, 多了足足五年的时间。 如此一来, 自己好像也有了更长的时间准备, 替自家玄儿谋划了。 想着, 杨皇后道, 这大妖内丹, 如何驱毒? 御医直接道, 大妖内丹是天然的补品, 娘娘直接服用, 片刻之后, 全身都会排出毒素和杂质, 到时洗个澡便可。 杨皇后一听, 直接接过了大妖内丹, 然后将之吞咽了下去。 片刻之后, 杨皇后身上香汗淋漓, 踢掉排出了一层黑色的污渍, 杨皇后也立刻让侍女帮自己洗了个澡。 许久之后, 杨皇后洗完澡, 站在了童镜面前。 这一次排毒, 不仅仅排出了骨髓之中的毒素, 身体之中平时积累的淤毒, 也被排了出来。 因此, 童镜之中, 杨皇后看上去气色红润, 皮肤都比往常好了许多, 整个人似乎年轻了几岁。 本就绝美的杨皇后, 看上去更加的明艳动人了。 她也没有浪费时间换好衣服后, 道, 来人, 摆一架太和殿。 扮住香后, 杨皇后来到了太和殿, 坐上了凤椅和皇帝并排而坐。 皇帝见到杨皇后, 眼中也流露出一丝异色, 今日皇后好像比之前漂亮了不少啊。 皇帝心中有些疑惑, 但没表现出来, 而是对百官道, 今日皇后有要事要宣布。 杨皇后听到皇帝的话, 直接道, 来人, 宣大理寺寺政叶成宗。 片刻后, 叶成宗来到了太和殿之中, 跪在地上, 见过陛下, 见过娘娘。 杨皇后道, 平身吧, 叶青, 令郎叶玄, 屡历齐功, 两次救了本宫的性命。 本宫觉得于这孩子十分投缘, 今日欲当者文武百官的面, 收叶玄为义子, 不知道叶青意下如何。 叶成宗面色大变, 娘娘, 这会不会? 这事太过突然, 叶成宗虽然今日接到了通知, 让他提前在太和殿外等候, 但是也没想到, 今日他来这太和殿, 竟然能听到一个如此意外的消息。 杨皇后道, 本宫觉得于这孩子投缘, 他又救我两次性命, 此事我也和陛下商议过了, 就看叶青意下如何。 叶成宗自然不能反对, 此乃犬子的福分, 下官自然不会拒绝, 只是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让犬子来一趟呢? 杨皇后解释道, 昨日有一狐妖袭击了红鸾公主府, 连带着玄儿也受了点伤, 今日就让她好好养伤, 不用过来了, 待会儿本宫会让人拟址, 将此事通知下去。 杨皇后这话一出, 在场的文武百官都是面色一变, 纷纷议论了起来, 京都之中, 红鸾公主府竟然遭受了狐妖袭击。 这怎么可能啊? 皇帝同样道, 皇后, 修的狐妍, 京都有着狐妖大阵, 故若金汤, 又怎么会有妖物入侵? 杨皇后眼神冷漠地看了皇帝一眼, 道, 来人, 将那狐妖的头颅给本宫盛上来。 片刻后, 半颗血淋淋的狐妖头颅被扔在地上, 这半颗头颅都有磨盘大小了, 这不是妖物又能是什么? 而这头颅的血液都没干涸, 很显然是最近才被杀死的妖物, 这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了。 接着, 杨皇后又到, 十八年前, 本宫生产之时, 便有六尾妖狐和百足无公斤里应外合, 在皇宫之中放了一场大火。 时隔十八年, 依然是一头狐妖进了京都, 只是他可没上次那么走运了。 皇帝看着这半颗狐妖头颅, 面色顿时变了变, 今天的杨皇后是怎么了? 先是当众说出狐妖入京之时, 后又将狐妖头颅都送了上来, 完全不给他这个皇帝一点面子。 杨皇后这忽然袭击, 搞得皇帝非常被动, 半想后, 她才道, 看来, 有妖物找到了躲避扶妖大阵的办法。 此时, 正会严肃调查地, 定然给大洲公主一个交代。 杨皇后却道, 父亲, 这妖物是如何避过扶妖大阵的? 您可调查清楚了。 国杖监太师杨业看了杨皇后一眼, 道, 我已经命人查过了, 这妖物之所以能躲过扶妖大阵, 乃是炼化了皇室中人的精血。 妖物炼化皇室中人的精血后, 获得大下龙气庇护, 扶妖大阵便对其无效了。 皇帝面色在变, 这皇后今日究竟想要如何? 这是要和她为敌吗? 杨皇后不等皇帝说话, 直接道, 炼化精血吗? 看来, 是有皇室中人勾结狐妖, 这才让狐妖避过了扶妖大阵, 这事倒是简单了。 只需要让皇室中人聚集一堂, 看看谁的气血衰败, 便知道到底是谁勾结狐妖。 皇帝此时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了, 他正要拒绝呢。 百官之中, 杨太师已经道, 皇后说的没错, 请陛下下旨, 让皇室中人齐聚朝堂, 将此时彻查一番。 第45章 抽打 杨太师在朝堂之中威望极高, 毕竟既是国杖又是太师, 他还曾经在汉林院当教授, 门下还有不少门生, 影响力极大。 而今天这件事情确实不是小事, 皇室中人勾结妖魔, 这件事情的性质很严重。 这一次被袭击的是红鸾公主府, 那下一次被袭击的又是什么人? 妖魔的威胁有多大, 大家都清楚得很。 因此, 杨太师开口之后, 其他的官员们纷纷开口, 要求皇帝让皇室中人齐聚朝堂, 确定到底是谁勾结妖魔。 当然, 杨太师的两个儿子也不例外, 他们也是和杨皇后杨太师一条心的。 杨皇后看着朝堂之中朝臣的反应, 对皇帝道, 陛下, 皇室中人勾结妖魔, 此事非同小可, 陛下应该不会庇护皇室中人吧? 皇帝脸上挤出了一个生硬的笑容, 今日他若是不同意殿中朝臣的请求, 怕是要被那些文人默克喷成狗屎了。 他只能道, 身为皇室中人, 更应当以身作则, 勾结妖魔, 罪不可恕。 来人, 立刻通知皇室成员, 让他们来太和殿一趟。 大厦因为立国年份不算长, 外加上皇帝继位之时, 其他的皇子死的死, 疯的疯。 因此, 道场的皇室成员, 除了当今皇帝的皇子皇女之外, 皇室的宗亲倒是相对较少的。 这些人齐聚一堂, 姬浩宇道, 父皇, 您让我们齐聚太和殿, 到底为了何事? 皇帝道, 昨日有大妖袭击了红鸾公主府, 大妖被当场击杀。 目前查到的消息, 那头大妖是炼化了皇族金血, 才躲过了扶妖大阵。 今日将你们聚集于此, 是要看看你们之中是否有人损失了金血。 损失金血之人便是勾结妖魔之人。 皇帝这话一出, 五皇子姬浩宇的脸色顿时煞白。 那头大妖被杀了, 不仅仅被杀, 还被抓到了把柄。 母妃不是说, 那头大妖实力绝对可以碾压绝顶吗? 她怎么会被杀的? 前天, 母妃亲自取了她的金血, 安排蜜卫将金血送出了京都。 现如今, 皇帝要查谁损失了金血,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查到她的头上? 姬浩宇的神情变化, 杨皇后一直看在眼中, 她本就怀疑姬浩宇和此事有关。 如今看她脸色煞白, 更加肯定了。 杨皇后内心也是恨一番勇, 这个小畜生, 毒害了自己不说, 还想害自家玄儿。 今日, 本宫非要让你这个小畜生掉一层皮不可。 想着, 杨皇后冷声道, 今日之事是本宫发起的, 就先检查五皇子吧, 看看她的金血有没有损失。 太医听闻, 直接开始对姬浩宇进行把脉。 片刻之后, 太医皱着眉头, 道, 五皇子金血有失。 太医这话一出, 杨皇后面色一变, 道, 浩宇, 你竟然勾结妖魔, 你让本宫太失望了。 姬浩宇面色一变, 慌忙跪在了地上, 而臣没有。 杨皇后瞪着姬浩宇, 道, 没有。 那你为何金血有失? 此时, 皇帝则是道, 此事暂时无法盖棺定论。 诸位太医, 再看看其他人身体如何。 杨太师听闻, 道, 陛下, 要测金血, 其实老臣有个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杨太师直接道, 此乃血金仪, 乃是公布在几位御医指导之下, 发明的器物, 通常情况下呈现白色。 接触人体之后, 若是气血充足, 身体健康, 则呈现红色, 若是气血虚弱, 金血受损, 则呈现黄色。 此物在民间已经经过验证, 测试极为精准, 究竟谁损失精血, 一测便知。 皇帝淡淡道, 那就测测吧。 随后, 有公布之人, 送上来一批血金仪, 血金仪长得如同一根根白色的黄瓜一样, 测试之时, 只需要拿在手中就行了。 皇室中人人手一个血金仪, 片刻之后, 他们手中的血金仪, 全部都变成了红色的, 唯有五皇子姬浩宇手中的那根血金仪, 呈现黄色。 杨皇后一拍桌子, 道, 姬浩宇, 你太让本宫失望了, 竟然敢勾结妖魔? 来人, 先将姬浩宇仗则一摆。 皇帝面色一变, 道, 慢着。 此事可能有什么误会, 浩宇怎么可能勾结妖魔? 姬浩宇也慌忙道, 父皇母后明见, 而臣是冤枉的, 而臣怎么会勾结妖魔呢? 杨皇后却道, 那你损失的精血, 做何解释? 你可知道, 昨日受到袭击的是红鸾公主府, 这已经影响到大厦和大洲之间的联盟关系。 姬浩宇面色煞白, 这事儿他根本无从解释。 杨太师忽然道, 浩宇是老臣的亲外孙, 老臣相信他的为人。 浩宇, 你确实没做此事, 对吧? 姬浩宇慌忙道, 外公, 我真的没做, 我没有勾结妖魔。 杨太师道, 很好, 公布最新发明的问心境, 可以测试一个人是否说谎。 浩宇你只需通过问心境, 便可证明和没有和妖魔勾结。 你可要试一试。 姬浩宇一听这话, 双腿一软, 差点昏死过去, 先是血精仪, 现在又来个问心境, 这是要实锤他勾结妖魔之事吗? 皇帝眼看事情越来越不可控, 大声道, 行了, 此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浩宇可能也是受人蛊惑, 还需要从长计议。 杨皇后很清楚, 皇帝必然会维护姬浩宇的, 若是叶玄没有遭遇袭, 或许杨皇后也会到此为止。 可现在, 叶玄遇袭, 使得杨皇后认为皇帝要斩草除根, 害死自家玄二, 他自然也要和皇帝硬刚到底。 只见杨皇后站了起来, 大步来到了一个大内侍卫面前, 夺过了对方跨在腰间的宝剑。 随后, 杨皇后手持着带着剑鞘的宝剑, 来到了姬浩宇面前, 将这带鞘宝剑荡成了滚子, 狠狠地抽在了姬浩宇的背上。 姬浩宇顿时痛叫一声, 趴倒在了地上。 皇帝见状, 大声训斥道, 皇后, 你怎可当众责打浩宇? 杨皇后看了皇帝一眼, 道, 浩宇是本宫的亲生儿子, 是本宫身上掉下来的肉, 打在他的身上, 痛在本宫的心里。 你以为本宫不心疼吗? 只是今日, 这孩子竟然勾结妖魔, 犯了弥天大错。 身为他的母后, 我若不好好管教, 以后他若是闯出更大的祸时, 又当如何? 杨皇后说着, 又是一下抽在了姬浩宇的背上。 这众目睽睽之下, 姬浩宇丢人现眼, 狼狈至极。 第46章 娘! 姬浩宇虽然狼狈, 但是却不敢还手, 因为杨皇后既是他的母后, 又是他名义上的生物。 他但凡敢还手, 今日在场的文武百官, 能骂到他自闭为止。 而勾结妖魔之事, 也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血精仪的测量结果摆在那里, 姬浩宇还真是没得洗。 剑翘抽打着, 紧紧片刻, 姬浩宇背上的衣服便开始渗血。 皇帝看着这一幕, 也不由转过了身子。 他内心暗骂道, 朕真是摊上了两个猪队友啊。 红鸾公主府遇袭, 恐怕就是五皇子以及董美人搞出来的。 只可惜, 这狐妖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啊。 若是狐妖真的毁了公主府, 将红鸾公主和叶璇杀死, 倒也没什么。 毕竟死无对证了, 即便皇后跳脚又能如何? 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杨家根本无可奈何。 可现在, 狐妖被杀, 还被杨家抓住了把柄, 杨皇后趁机发难, 她以母后的身份, 编持自己名义上的亲儿子, 即便皇帝都无法阻止。 一直到杨皇后抽打了三四十下, 姬浩宇疼得要昏迷之时, 皇帝才道, 行了, 即便浩宇真犯了错, 你该打也打了, 也差不多了吧。 杨皇后这才停手, 然后一脸心痛地对姬浩宇道, 浩宇, 你是母后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 打你, 母后比任何人都心疼, 但母后不能不打你, 你以后还敢勾结妖魔吗? 姬浩宇看着杨皇后情真意切的表情, 一时之间不能确定, 杨皇后是真的心疼自己, 还是说, 知道自己不是她亲生的, 故意趁机收拾她。 但不论如何, 姬浩宇却不能反驳, 只能道, 而臣知错了, 而臣以后再也不敢了。 文武百官看着这一幕, 赞颂道, 娘娘果然声名大义, 即便亲生儿子犯错, 都毫不包庇, 后宫有娘娘执掌, 乃是大下之姓氏。 杨皇后此刻眼睛有些通红, 她擦了擦眼泪, 才道, 正因为浩宇是本宫的亲生儿子, 才更不能犯这种错误。 此次的事情, 虽然已经过去了, 可勾结妖魔非同小可。 本宫恳求陛下, 将五皇子从储君候选之中剔除, 任何和妖魔有勾连的皇子, 都不配成为大下储君。 姬浩宇原本就非常虚弱, 听到杨皇后这句话, 顿时咳嗽了两声, 直接吐出了一口血液。 只是这一次, 皇帝没有再退让。 她直接道, 浩宇勾结妖魔之事, 可能还有什么隐情? 此事下结论还太早了。 朕会将此事彻查清楚, 若是浩宇真的勾结了妖魔, 那朕也不会让他登上储君之位。 今日的早朝就此结束, 皮开肉战的姬浩宇, 是趴在马车上被人送回王府的。 而皇帝回到了乾清宫之后, 直接将一张桌子踹倒在地。 随后她冷声道, 来人, 传董美人。 董美人和姬浩宇搞的事情, 让她今天颇为被动, 简直就是把她这个皇帝放在火上烤。 这事怎么可能轻易过去? 而另一边, 杨皇后则是亲自前往红鸾公主府 去探望自家玄儿。 同时, 她有一件事情很好奇, 那头大妖为何会葬身公主府? 按照常理来讲, 赵百战应该不是一头大妖的对手。 而自家玄儿虽然天赋出众, 可不足二十, 这些差了点, 更不可能是大妖的对手了, 到底是何人出手? 公主府这边, 首先是收到了皇后一旨, 将夜玄收为一子。 当夜玄接到这份一旨之时, 颇为意外。 而圣红鸾的话, 先是意外, 后是惊喜。 她知道, 自己和夜玄之间最大的阻碍, 就是大夏和大洲两国, 她本身是来和大夏联姻的。 而夜玄却并非大夏皇子, 这是最大的问题。 可如今, 夜玄被皇后娘娘收为一子, 那夜玄名义上, 同样是大夏皇子了。 虽然寿意子和真正的皇子, 在权力地位上有一定的差别, 但夜玄和圣红鸾之间最大的阻碍, 却已经消失了。 因为哪怕圣红鸾和夜玄成婚, 同样可以代表大夏和大洲之间的联姻。 而阳皇后一旨送到没多久, 阳皇后便轻质了。 她来到了夜玄的房间之中, 哦, 玄儿, 你的身体如何了? 娘娘, 我, 阳皇后打断道, 玄儿, 你是母后的义子, 你可以称呼母后或者娘亲也可以。 阳皇后说完,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夜玄。 夜玄知道阳皇后是自己的生母, 也知道她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皇后要收义子,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可她却做到了, 夜玄内心还是很感动的。 她看着阳皇后, 情真意切道, 娘。 阳皇后听到这一声娘, 顿时眼眶都红了, 能亲口听到自家玄儿喊一声娘, 她感觉哪怕现在就死, 也值了。 想着, 阳皇后道, 玄儿,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夜玄直接道, 我的身体没什么大碍, 休息一两天就好了。 玄机神童的玄机变, 有八小时的虚弱时间, 算算时间, 估计到中午时分, 夜玄的身体也就恢复了。 阳皇后听了, 也松了口气, 孩子你没事就好。 夜玄继续道, 娘, 您的身体怎么样了? 阳皇后笑道, 那大腰内丹, 对娘身体很有好处。 你没看到, 娘的气色好了很多吗? 夜玄也很开心, 那就好, 有机会, 我多找点大腰内丹, 帮您补补身体。 阳皇后立刻道, 千万不要, 猎杀大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娘亲不想让你涉嫌。 夜玄表面上点了点头, 心中却决定, 有机会多杀几只大腰。 毕竟大腰对旁人来讲, 不可匹敌, 可对夜玄来讲, 却并非如此。 大腰各项能力都很顶尖, 因此, 可以碾压普通的绝顶。 可夜玄, 境界只有三瓶的时候, 便依靠着金刚不坏神功, 玄机变, 天雷剑绝, 开天剑意等等, 直接碾压了那头大腰。 而如今的夜玄, 感觉自己距离突破二平只差一步之遥, 实力再提升一个层次, 要对付大腰, 岂不是更加容易了? 到时候, 猎杀的三五头大腰, 依靠着大腰内担, 或许能彻底清除母亲体内的余毒。 第47章, 目标, 言出法随。 杨皇后又和自家亲生儿子单独待了一会儿, 然后便让人将圣红鸾喊进来。 圣红鸾进来之后, 恭敬道, 娘娘。 杨皇后看着圣红鸾, 笑道, 红鸾公主, 你觉得我家玄儿如何? 她对眼前的圣红鸾是很喜欢的, 因为圣红鸾和杨皇后年轻时候有几分相似, 相貌名艳动人, 绝美无瑕, 美人相惜。 当然了, 还有一点就是爱屋及乌, 叶玄和圣红鸾的关系, 杨皇后自然也知晓一二。 圣红鸾脸微微红了一下, 才鼓起勇气道, 她很好, 她在我心里, 是个大英雄。 杨皇后脸上的笑容更甚了, 如今的大夏也好, 大舟也罢, 女子大都比较矜持, 即便真的心生好感, 但是敢直接说出来的女子不算多。 而圣红鸾, 贵为大舟公主, 若非对叶玄用情至深, 又怎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 想着, 杨皇后道, 红鸾, 你和玄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母后会想办法, 尽快促成你们的婚事。 圣红鸾听到杨皇后的话, 感激道, 多谢母后。 叶玄也道, 谢谢娘亲。 杨皇后笑道, 娘也只是希望,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玄儿, 你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不用担心, 你们的婚事, 娘会解决的。 随后, 杨皇后便离开了红鸾公主府, 而圣红鸾则是开心的, 如同吃了蜜一样。 没多久, 圣白宇再次来到了公主府, 她沉着脸道, 我听说, 杨皇后将那个叶玄说为一子了。 圣红鸾道, 皇后义子, 如今也算是皇子了, 我们之间没什么阻碍了吧。 圣白宇却道, 话是如此, 可区区一个皇后义子, 和那些真正的皇子, 又怎能相比。 你要知道, 父皇是希望你嫁给未来的大夏太子, 成为一国之母的。 圣红鸾淡淡道, 要嫁你嫁, 我已经认定了叶玄, 不论她是皇后义子, 还是街头乞丐, 我都认定了她。 圣白宇愤怒地指着圣红鸾, 道, 你非要自甘堕落吗? 圣红鸾嘲讽道, 夏虫不可与兵,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选择叶玄是堕落, 相反, 在她看来, 选择叶玄是她真正的为自己而活, 真正的鼓起勇气, 去对抗那些束缚着自己的东西, 追求真正的自由。 她这并非自甘堕落, 而是追寻真正向往的幸福。 圣白宇愤怒不已, 但是却无可奈何, 因为即便是皇后义子, 名义上也是皇子。 如今叶玄的身份, 和圣红鸾的身份大致是匹配的, 两人在一起, 同样能代表大夏和大洲之间的联姻, 稳固双方的关系。 圣白宇深呼吸片刻, 才道, 咱们走着瞧吧, 有你后悔的时候。 圣红鸾却道, 和心爱之人在一起, 我死而无悔。 随后, 圣白宇气冲冲地离开了, 如今这种情况, 她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回大洲, 向父皇禀告此事了。 而另一边, 夜悬八小时的虚弱期结束之后, 立刻便开始修行天人土纳术。 这次经历了一场和狐妖的大战, 因为玄机变的关系, 灵力全部耗尽, 又享用了营养充足的狐妖肉。 如今再加上天人土纳术的强大效果, 夜悬天人土纳术运转了一个大洲天之后, 体内真气水涨船高, 自然而然地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突破到了二品的层次。 与此同时, 天道酬情系统, 也再次给夜悬三个锻炼的方向。 认真的挥拳, 初级奖励为铁拳无双, 终极奖励为权阵山河, 一权阵万物。 认真的洞防, 初级奖励为力无虚发, 终极奖励为梦中造人, 子孙变天下。 认真的发号施令, 初级奖励为一言九鼎, 终极奖励为言出法随, 逆天改命。 夜悬看到这三个锻炼方向, 也傻眼了, 挥拳和发号施令也就算了, 洞防都可以。 炼拳和炼剑本质上没有区别, 都是一种攻击方式, 在其他选项有足够价值的情况下, 夜悬不会选择认真的挥拳, 因此, 第一个选项暂时放在一边。 第二个选项, 看着挺有意思的, 有可能是杨皇后即将帮夜悬和圣红鸾之间的婚事, 因此出现了这么一个选项。 初级奖励, 力无虚发, 这个奖励对于想生孩子的人, 其实很有意思, 每一次发射都能保证女方怀孕。 可夜悬只有圣红鸾一个妻子, 又不准备开后宫, 这要放到地球, 自己都是个孩子呢, 急着生孩子做什么? 夜悬又没有什么多子多福系统, 生一堆孩子便能让自己变得牛逼起来, 这个奖励自然毫无价值。 而至于说, 终极奖励梦中造人, 牛逼是牛逼可依然没用。 何为梦中造人? 夜悬可以化身成千上万, 进入全天下女人的梦中去给对方播种。 力无虚发搭配上梦中造人, 夜悬一夜之间便能让成千上万的女人怀上她的孩子。 倘若这些女人都不将孩子打掉, 十个月后她就会有几千几万的后代, 这还只是一夜。 若是时间长了, 夜悬可能就会有百万千万的后代, 说是子孙变天下, 毫不为过。 这已经不能用人类来形容了, 比种马都牛逼千万呗。 倘若选择了这条路, 那夜悬说不定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一同整个天悬界呢。 毕竟有这种手段, 不久之后, 天悬界所有的女人肚子里可能都有了她的孩子, 生的子嗣都是她的子嗣。 只是这种方式太无聊了, 夜悬也不想当什么种马, 她只想好好陪伴在红丸身边, 一生一世一双人。 因此, 这个选项也被夜悬排除掉了。 剩下来的便是认真的发号施令了, 这个锻炼方式成长性很高, 价值非凡, 若是真的到严出法随的地步, 那就相当牛逼了。 因此, 夜悬道, 我选择认真的发号施令。 随后, 夜悬的锻炼进度条, 多出认真的发号施令这一选项。 这个选项, 夜悬曾经放弃过一次, 有很多的机会去发号施令, 刷熟练度会很不方便。 而现在的话, 夜悬被生母收为义子, 勉强算是个皇子了。 若是再和生母撒撒娇, 要个官职啥的, 手底下有了一批属下, 就可以很好的刷发号施令的进度了, 卡拉得找个机会, 让母亲给自己安排一下。 第48章 八章 而至此, 夜悬的锻炼方式也变成了足足六种, 分别是 修行 1405 已经获得万川归海绝 天人土纳树 徽剑 1284 已获得碎精剑气 开天剑意 天雷剑绝 瞪眼 1259 已获得透视眼 玄机神童 锤炼 1860 已经获得钢筋铁骨 金刚不坏身 跳跃 1058 已经获得身清如燕 电光神形 发号施令 零 目前从各个锻炼方式的进度来看, 认真的锤炼身体 已经接近2000之数 到时候 或许还有一个惊喜等待着夜悬 当天下午 叶璇便带着一大坨腰糊肉 回了一趟夜家 叶璇虽然算是认了生母 但是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 叶璇从未忘记过 他也将叶成宗和薛宁 当成了亲生父母一样对待的 大腰内单送给了生母 是因为生母中毒了 倒不是因为 他更爱自己的生母 在他心里 生母和养父母 是同样重要的 而叶璇回来之后 叶成宗夫妻 也有些担忧地 看着自家儿子 杨皇后 收自家玄儿为义子 外加上之前杨皇后的种种偏爱 叶成宗和薛宁 基本肯定 叶璇的亲生母亲 便是那位杨皇后了 很显然 叶璇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位皇子 而身为皇子 就必然会陷入夺嫡之争中 而杨皇后 知道叶璇是她的亲生儿子 却只敢收为义子 却不敢公开相认 这里面的水 显然也很深 夫妻俩也为此担忧伤神 却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叶璇看着爹娘的表情 道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叶成宗愣了一下 没 没事 玄儿你这是 扛着什么 叶璇解释道 狐妖的肉 薛宁嫌弃道 狐狸肉不是很骚气吗 叶璇笑道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随后 叶璇命人将狐妖肉处理了 当狐妖肉送到夫妻俩面前的时候 薛宁顿时开启了真相定律 吃的都停不下来 一边吃 薛宁一边道 薛儿 皇后收了 你当义子 爹娘还以为 你就不要我们了呢 叶璇直接道 那怎么可能 杨皇后是我异母 可你们是我亲生爹娘啊 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 叶璇的话 让老两口大为欣慰 当然 他们也明白 叶璇的说法 其实不对 杨皇后才是叶璇的生母 而他们老两口 则是叶璇的养父养母 叶成宗则是道 对了薛儿 有件事差点忘了和你说了 你大姐的公公 因今年秋生有功 近日即将升迁 明日要宴请我叶家上下 到时候 我们一同前往 叶璇听了 道 大姐的公公 她应该是在刑部任职吧 叶成宗点头道 没错 她在舒使令之位待了七八年了 如今终于熬出头了 刑部 大理寺 督察院 三者都是大厦的司法机构 一般遇到大案要案之时 所说的三司会审 便是这三个部门 协同合作 共同定案 而这三个部门 素兰合作也比较多 一般遭遇刑事案件 首先是由刑部 进行初步的侦查和审判 之后由大理寺盖官定论 而督察院的话 全程起到监督和审查的作用 叶孟云的公公处定秋 是刑部疏使令 这个位置 经手的脏活累活可不少 尤其是每年秋审 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关键秋审之事 皇帝还比较关注 担心出现一些冤假错案 导致无辜之人亡死 因此 负责秋审的官员 不仅仅忙得要死 还得异常地小心 一旦出现什么差错 被皇帝给发现了 那直接就是人头不保了 当然了 高风险 也意味着高收益 楚定秋 今年秋审有功 熬了七八年的疏使令之位 终于可以往上挪一挪了 叶璇忽然道 刑部的事情 是不是很多 叶璇忽直接道 那是自然 刑部负责案件的直接审理 督察院负责检查 大理寺负责复合终审 刑部官员 基本上一天都不着家 实在是太忙了 叶璇若有所思道 那大厦哪个部门的官员最为清闲 叶璇需要和自己生母 讨要一个官职 来刷新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可同时 他还需要修行 还要花时间刷其他项目的熟练度 因此 叶璇还得找个轻松点的官职 最好是不用上班的那种 最清闲的官职 那自然是红炉寺了 红炉寺主掌外兵 朝会一劫 唯有国家大典礼 或者外力朝剑之时 才需红炉引奏 玄儿你忽然问这个做什么 叶璇解释道 我就是在想 倘若我要是也当个官玩玩 就去这红炉寺 轻松自在的 多好 叶成宗笑道 凡是有利弊有弊 红炉寺官员的确轻松 可也几乎没什么实权 也没有立功的机会 一辈子都很难升迁 叶璇听了 对于红炉寺更加满意了 没有实权 那让圣母给自己安排 就更加简单了 红炉寺这些人 每天都十分轻松 正好闲得蛋疼 等母亲把自己安排进去了 自己就天天发号施令 给他们找事干 想必自己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便能蹭蹭蹭上涨了 次日上午 叶璇和圣红炉说了一声 便出门了 今日她要前往大姐家里赴宴 圣红炉是不方便随行了 楚家距离叶家并不算远 马车也就走了半个小时便到了 叶家一大家子下了车 看着楚家的宅院 楚家宅院和叶家相差不多 毕竟两家本就门当户对 否则叶孟云也不会嫁给楚定秋之子为妻了 楚家对叶家还是挺尊重的 下人通报之后 楚定秋一家子亲自出来相迎 客套了片刻之后 便将叶家人请了进去 楚定秋升迁 今日来的除了叶家之外 还有楚家的另一门姻亲 魏家 楚定秋有两子 分别是楚允文 楚允武 叶孟云嫁给了楚允武 而魏家的姑娘魏清清 则嫁给了楚允文 魏清清也是叶玄大姐夫的大嫂 魏家人到了之后 叶玄便察觉到 气氛有些不对了 大姐也有些不自然 叶玄低声询问道 娘 这位家是什么情况 薛宁看了自家儿子一眼 道 此事娘可以和你说说 但是你别冲动 叶玄直接道 娘你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薛宁酝酿片刻 才道 前段时间 你大姐和魏清清发生了争执 双方几乎打起来了 后来魏清清的大哥听说之后 找上门来 打了你大姐一巴掌 叶玄眼中 顿时流露出一丝冷色 哦 那他大哥今天在场吗 第49章 红炉四少青 薛宁摇了摇头 魏征今日不在 另外的话 此事你大姐不想追究下去了 叶玄神色一冷 凭什么 我大姐的打白癌了 薛宁解释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大姐和大姐夫关系 还是不错的 另外的话 魏征乃是三年前的状元 天子门生 他年纪轻轻 便已经是红炉四司仪 正无品的官员 他之所以被安排在红炉四 是因为陛下认为他才华出众 锋芒毕露 要让他在红炉四好好打磨一番 然后为以重任 叶玄咬了咬嘴唇 才道 红炉四司仪是吧 我知道了 薛宁再次道 雪儿 不要冲动 此时和楚家关系不大 楚定秋和你爹也是多年好友 关系不错 我知道 约有头债有主 我不会随便迁怒 也不会让大姐为难的 既然是魏征打了自家大姐 那叶玄自然要和魏征 好好算这笔账 红炉四司仪是吧 巧得很啊 叶玄正想去红炉四玩玩呢 现在倒好 提前给叶玄安排了一个不错的玩具 不把她玩到哭 叶玄就不配信业了 当天 叶玄便急匆匆地进宫了 她如今是皇后一子 皇后还命人送来了皇子的服装 以及令牌等等 后宫可以随意进出了 随时能去探望自己的生母 她来到昆宁宫后 杨皇后关切道 玄儿 你身体刚刚恢复 怎么不好好休息 娘 我有件事情 想请您帮忙 杨皇后直接道 玄儿你说吧 只要娘能做到的 必然不会拒绝 叶玄也没客气 道 我想前往红炉四当官 最好是无品以上的官员 不知道行不行 杨皇后愣了一下 才道 红炉四 这个没什么问题 红炉四亲的位置不好说 但是少卿之位 玄儿若是有兴趣 娘明日便让你上任 红炉四乃是大夏五四之一 和大理四并列 因为职能不及大理四 品级上也低了半级 大理四亲是正三品的官员 而红炉四亲则是从三品官员 而红炉四少卿 也是正四品的官员了 少卿之下为典克 典克之下为私仪 叶玄若是前往红炉四当少卿 比起那位状元魏征 高了一瓶两级 官大一级压死人 更何况是两级 叶玄去了红炉四 想怎么收拾魏征 就怎么收拾她 因此 叶玄直接道 少卿已经足够了 多谢娘亲 杨皇后不由伸手 摸了摸叶玄的脑袋 道 等明天 娘让你舅舅陪你去任职 今日就陪娘亲 好好说说话吧 叶玄自然不会拒绝 和杨皇后聊起了天 杨皇后询问着 叶玄身上的家长里短 脸上也挂着 发自内心的笑容 她很珍惜 能够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 同时 内心对于皇帝 也更加的怨恨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换走我的孩子 为什么还要安排 大妖去对付她 皇帝又如何 大不了于死网破 而另一边 前清宫之中 皇帝正在训斥着董美人 那头狐妖 是你安排的 董美人面对暴怒的皇帝 却没有太多畏惧 事又如何 死一个大州公主而已 用得着陛下 你大动肝火 皇帝怒道 废话 圣红鸾还活得好好的 倒是那头狐妖 被扒皮抽筋 还变成了 好与勾结妖魔的证据 董美人面色大变 这怎么可能 整个京城 除了关心楼 谁能对付得了一头大妖 皇帝不耐烦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皇后已经以此事为由 要求我将浩宇 从太子候选之中除去 你要知道 一旦姬浩宇名声太过狼藉 哪怕他是关心楼指定的太子 也得换人 董美人终于有些害怕了 陛下 臣妾知错了 请陛下责罚 皇帝摆了摆手 我知道 浩宇这孩子现在 只听你的 我告诉你 让他最近消停点 什么都别干 若是再让皇后和杨家那边抓住把柄 那事情可就没那么容易过去了 董美人老老实实道 臣妾明白了 叶玄和杨皇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才离开了昆宁宫 而杨皇后 则是派人请自己的二哥杨天宝入宫 杨天宝来到昆宁宫后 微微躬身 天雪 杨皇后起身道 二哥 不必多礼 我此次来 是想请二哥帮个忙 天雪你说吧 杨皇后直接道 玄儿想去红炉寺玩玩 二哥 你给他安排一个红炉寺少卿的位置吧 杨天宝笑道 红炉寺 没问题 红炉寺负责的是外交接待和祭祀礼仪 没有太大的实权 以杨天宝的地位 要安排 绰绰有余 毕竟身为吏部尚书的杨天宝 堪称是文官之首啊 在大夏 六部以吏部为首 而吏部尚书 身为正二品的官员 实权大的惊人 大夏没有宰相 杨天宝身为吏部尚书 主持制定吏部权政 参议军国政事 主持国家祭祀 同时还要参与太子 亲王 嫔妃的册封宣旨工作 在电视之中 担任独眷官等等 虽然在吏部尚书之上 还有太师 太父 太保等正义品的官员 但是这些正义品的官员 实权比起吏部尚书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我替玄儿谢过二哥了 杨天宝道 都是一家人 不必客气 倒是天学你 气色好了不少 杨皇后一听 立刻骄傲道 二哥 这一切多亏了玄儿啊 之前大妖袭击之事 你也知道 那大妖被猎杀之后 玄儿将内丹丢送了过来 大妖内丹 有着洗经伐水的效果 帮我提出了一部分毒素 这孩子 真是太孝顺了 杨天宝眼中 也流露出意外之色 玄儿走的是舞者之路吧 大妖内丹 对她的修行 应该颇有益处 是啊 可能在玄儿心里 娘亲的身体 比起舞蹈修为更重要吧 杨天宝赞赏道 这样看来 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 杨天宝原本不是特别重视叶玄 因为叶玄虽是妹妹的亲生孩子 可是之前被人替换后 基本很难认回来了 虽然可以关照一二 但也不必太过伤心 可从这孩子的表现来看 好像比自己想象的 要好上许多 或许可以好好栽培一番 杨皇后听到二哥所说 则是道 玄儿自然是非常孝顺的 比起机号与那个白眼狼 可强太多了 杨天宝文言 道 既然如此 明日我 亲自送玄儿去红卢寺 保证在红卢寺 无人敢欺负玄儿 第五十章 免死金牌 混是魔王 次日 一顶轿子停在了红卢寺大门口 接着 杨天宝便下了轿子 叶玄也从马上下来 跟在杨天宝的身后 红卢寺看门之人见状 匆忙躬身道 见过尚书大人 杨天宝 吏部尚书 文官之首 红卢寺这些首位 怎么能不认识 杨天宝淡淡道 起来吧 你们赵四青吗 请尚书大人跟我们来 几分钟后 杨天宝和叶玄来到了红卢寺 红卢寺有一个类似于 义士厅的地方 整个红卢寺上下 上到红卢寺青 下到典克 司仪 四成等等 全部都在 杨天宝一露面 红卢寺赵四正 客客气气道 见过尚书大人 红卢寺青 从三品的官员而已 同时 又是最没有实权的官员 面对杨天宝这位文官之首 自然是客客气气的 毕竟杨天宝这位立部尚书 一句话便能换上一位红卢寺青 而赵四青一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道 见过尚书大人 杨天宝道 诸位不必多礼 本官今日来 是有件事情要做 尚书大人请讲 我等定然配合 杨天宝说道 这是本官的外甥 皇后娘娘的义子叶玄 本官为他讨了个红卢寺少卿之职 选而年轻气盛 若有什么得罪之处的 希望诸位看在本官的面子上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杨天宝这话一出 在场的官员都明白了 得了 这是来了一个来杜金的官二代 至于说杨天宝的话 他们就当是开玩笑了 一般见识 谁敢和皇后娘娘的义子 立部尚书的外甥一般见识 那不是活腻了吗 赵四青最先保证道 尚书大人您放心 我保证 您外甥在 红卢寺会过得舒舒服服的 杨天宝笑道 那我就放心了 雪儿你在红卢寺好生待着吧 若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 随时来找我 当然 也可以进宫找你母后 雪儿明白了 多谢二舅 杨天宝又拍了拍叶玄的肩膀 然后对赵四青道 立部事务繁忙 本官就不多呆了 告辞 众人立刻攻身道 恭送尚书大人 一直到杨天宝走远 众人才起身 只是几人刚刚直起身子 一个红卢寺的主步 快步走了进来 国筑大将军道 立部尚书乃文官之首 而国筑大将军的话 则是武将的巅峰了 而且论其品级 国筑大将军 比起杨天宝更胜一筹 因此 众人再次恭敬道 见过国筑大将军 身材威武雄壮 一身铠甲的杨天刚走了进来 道 不必客气 本将军的外甥出来乍道 本将军怕这孩子受了欺负 特意过来看看 杨天刚对叶玄 也十分的喜爱 第一是因为叶玄的天赋 如此出众 都说外甥像舅舅 雪儿这孩子 武道天赋如此出众 很明显 跟了自己这个大舅了 第二则是因为叶玄的孝顺 杨天刚自己 便是绝顶高手 上三品的舞者 他很清楚 大妖内丹对舞者的吸引力 是极大的 叶玄这孩子 尚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便将如此珍贵的大妖内丹 给了自己的妹妹 这是个多孝顺的孩子 而杨天刚也很清楚 叶玄此前从未当过关 出来乍道 不熟悉里面的门路的话 很有可能受气的 因此 他才亲自过来一趟 替自家外甥称场面 红炉四亲听到杨天刚所说 心里苦笑道 国助大将军 您这是开什么玩笑 皇后义子 吏不上书的外甥 整个红炉四 谁敢欺负他 叶玄看到杨天刚 也道 见过舅舅 杨天刚笑道 玄儿不必客气 你这位置是你二舅安排的 既然这样 大舅便把这免死金牌送给你吧 以后在这红炉四 想怎么玩怎么玩 真有人惹你不高兴了 哪怕是一把火烧了这红炉四 也没什么 杨天刚说着 取出了一块纯金打造的令牌 递给了叶玄 叶玄接过了这枚令牌 道 多谢舅舅 杨天刚摆了摆手 好了 大舅舅不多待了 你好好玩吧 到了杨天刚这个身份地位 免死金牌 已经没有真正的作用了 杨天刚若是犯了一般的错误 用不着免死金牌 皇帝也不会和他计较的 而若是犯了什么大错 他的国助大将军身份 都没用的话 那免死金牌一样 就不了他 而同时 杨天刚之前不知道叶玄身份之时 曾经意外伤过叶玄一次 杨天刚内心觉得 亏欠这个亲外生的 因此 今日特意过来 将免死金牌 当众送给了叶玄 杨天刚不是说了 叶玄一把火烧了红炉四 免死金牌都能保他一次 那叶玄在这红炉四 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呀 而红炉四官员 看着叶玄手中的免死金牌 一个个都是面色难看 这红炉四 哪里是多了一位少卿 这分明就是多了一位混世魔王啊 谁敢让这位爷 有半点不高兴 人家直接一把火烧了红炉四 都有免死金牌护着 红炉四亲赵文仁 此时小心翼翼道 叶少卿 您要不找个地方坐 叶玄这个少卿 按理来说是赵文仁的下属 不过就刚才叶玄的排场 赵文仁要是真把叶玄当下属 那他就是脑子有坑了 叶玄看了赵文仁一眼 道 赵四亲客气了 以后晚辈在这红炉四 还需要赵四亲关照一二 赵文仁笑道 叶少卿说笑了 有事您尽管开口 叶玄却道 赵四亲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想知道 红炉四四一卫征是哪个 赵文仁指了指一个 身穿绿色官服的中年男子 道 这便是卫征卫司仪了 您找他试 叶玄死死地看了一眼卫征 道 卫征是吧 本官腿有点酸了 先过来替本官捶捶腿 叶玄说着 直接坐在了椅子上 将双腿舒展了开来 赵文仁一听这话 立刻便看出来了 这个卫征 恐怕和叶玄有仇 甚至有可能 叶玄来这红炉四 目的都是卫征 而卫征虽然是三年前的状元 也挺受陛下器重 但是和叶玄这种背景 映得不像话的二代 还是没得比的 因此 赵文仁立刻道 卫司仪 你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立刻 替叶少卿捶腿 卫征脸色不太好看 但是想到刚才的立部尚书 还有国著大将军赠送的免死金牌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 来到叶玄面前 开始替叶玄捶腿 而在卫征开始捶腿的瞬间 叶玄脑中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认真的发号施令 瞬间 叶玄便明白了 这认真的发号施令关键所在 叶玄发号施令 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听令之人要老老实实执行 只要后者老老实实执行了 那么发号施令 便能完成一次熟练度 看来 这红炉寺自己还真没选错 这里的一堆官员 都是闲得蛋疼 自己又有着两座巨硬无比的靠山 在这里发号施令 简直不要太容易 既然解决刷发号施令熟练度的办法 接下来 就是好好地炮制这个 打了自家大姐的魏征了 第五十一章 收拾 魏征替叶玄捶了几下腿之后 叶玄便道 太轻了 魏征听了 手上力气加大了一点 只是他刚刚加大力气 叶玄已经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 将魏征踹飞了出去 接着 叶玄则是道 你这么用力做什么 想捶死我 魏征狼狈地倒在地上 愤怒地看着叶玄 叶大人 是可杀不可辱 叶玄看着动怒的魏征 冷笑道 是吗 行 那我就满足你 叶玄说着 直接便拔出了随身的龙骨剑 并且一只手掂量着免死金牌 魏征吓了一跳 老老实实道 我继续替您捶腿 叶玄不屑一笑 收起了长剑 道 你手法太差了 本官想吃烤鸭了 你现在出去 给我刀六位居买吧 魏征老老实实道 下官遵命 随后 魏征便真的去买烤鸭了 而赵文仁则是道 叶绍卿 这魏征可是有得罪您的地方 叶玄也没隐瞒 实不相瞒 我此次来红炉寺 就是专程为他而来的 魏大人威武霸气 不久之前 才删了我大姐一巴掌 我今日来 特意见识魏大人的英姿 赵四卿一听这话 立刻道 这魏征好大的胆子 叶绍卿 要不直接让这小子滚蛋 叶玄卿道 滚蛋 那怎么能行 我好不容易才和魏四仪成为同僚 当然要和他好好玩玩了 我不会针对其他人 我只针对他一个 叶玄虽然有靠山 但也不能为所欲为 如果真的随便地收拾别人 让红炉寺上下都人人自危 那也不太好 现在叶玄把前因后果说清楚 大家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就好说了 果然 叶玄这话一出 大家表情都好看了许多 这魏征打了人家叶绍卿的姐姐 被针对也是应当的 只要不针对他们就行 赵文人也道 我明白了 叶绍卿您放心 在这红炉寺 那个魏征 您想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多谢赵四卿了 对了 我身为少卿 每日有什么工作要做 赵文人道 我们红炉寺 唯有外力朝见之时 比较繁忙 其他时间 最多负责一些朝会 或者祭祀的礼仪 基本是有几位四成负责的 叶玄听了赵文人所说 原来如此 难怪大家如此清闲呢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一起吃火锅吧 赵文人好奇道 火锅 那是何物 叶玄直接道 我保证大家喜欢 你们两个 出去购买一口大锅 你们几个 去购买一点蔬菜肉类 你们准备去生火 今天吃上一顿 我保证大家喜欢 好 反正我等也闲着无聊 就陪叶绍卿 试试这火锅 而伴随叶玄发号施令 让这些人进行各种准备 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也在迅速提升着 这玩意儿 在合适的场合 要刷熟练度 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过了没多久 魏征给叶玄买回了烤鸭 他来到了叶玄面前 内心暗骂道 王八蛋 你有靠山又如何 还不是要吃老子的鼻屎和尿 没错 魏征刚才买烤鸭的路上 可没有闲着 他莫名其妙被叶玄针对 碍于叶玄的背景 又不敢报复 因此便报复在了这烤鸭之上 他偷偷把自己的鼻涕 和尿都弄到了烤鸭肚子里面 因为烤鸭味道比较重 叶玄若是不注意 根本吃不出来 想着 魏征道 叶大人 您的烤鸭到了 叶玄看了魏征一眼 拍了拍魏征的肩膀 道 魏征 本官是看你这瘦骨灵巡的 身上没有二两肉 特意让你买个烤鸭补补 快吃吧 魏征面色一变 属下还不饿 叶玄直接道 那就等你饿了再吃 今日红炉四散值之前 这只烤鸭你必须吃完 一点都不许上 你们两个 过来给我看好了 这只烤鸭 今天他必须吃的 是 叶绍青 恭喜宿主 完成认真的发号施令三次 当前熟练度58 叶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这发号施令 刷起来着实容易 熟练度要达到100 简直不要太容易 即便是1000 似乎也花不了太长的时间 随后 红炉四上下 都开始做叶玄交代的事情 有的看着味争 有的则是忙着准备火锅 没多久 火锅准备完成 叶玄和一众红炉四官员 坐在一起 开始吃起了火锅 唯有魏征 单独在旁边坐着 身边两个人看着他 手边还有一只烤鸭 火锅的香味 让魏征咽了咽口水 肚子都咕咕响了起来 叶玄见状 魏大人 你肚子都叫了 还不饿吗 难道说 你替本官买回来的烤鸭 有什么问题 你在烤鸭上面下毒了 魏征顿时脸色一白 属下不敢 叶玄声音顿时提高 不敢你还不赶紧吃 魏征吓了一跳 匆忙拿起了那只烤鸭 大口啃了起来 而魏征心里 别提多难受了 烤鸭里面 有他自己亲手 摸上去的鼻涕和尿 现在却被迫亲口吃下去 魏征越吃越隔音 关键他还不敢吐出来 他若是吐出来 岂不是证明了叶辰所说 烤鸭真的有毒 那到时候 就不只是恶心不恶心的事情 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 第52章 父亲请罪 因此 魏征强忍着恶心 哪怕想吐 也要再强行咽回去 吃着吃着 魏征硬生生吃的眼泪 都流出来了 叶玄见状 魏大人这是怎么了 魏征抹了一把眼泪 回大人 这烤鸭太好吃了 让下官回忆起了母亲的味道 感激涕零 叶玄拍了拍魏征的肩膀 这孩子 一看就没吃过啥好东西 而红炉寺其他官员 一个个吃火锅吃得热火朝天 气氛颇为不错 叶玄也算是初步地融入了红炉寺 以后 他想在这红炉寺刷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也是轻而易举了 而魏征好不容易 吃完了烤鸭 叶玄便又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 最近我大姐家里没柴烧了 你去找几根柴火 帮我姐送过去吧 魏征面色微变 啊 叶绍卿 我好歹是红炉寺司仪 送柴这种事情 叶玄瞪了他一眼 怎么 委屈你为司仪了 赵文仁立刻道 魏征 按照叶绍卿的话去做 胳膊拗不过大腿 魏征能怎么样 只能老老实实地去找了一批柴火 让几个属下抱着 站在叶玄面前 道 叶绍卿 您大姐家在何处 叶玄看着魏征 道 我大姐嫁给了楚定秋的次子 你把柴火送到楚家就行了 叶玄这话一出 魏征顿时脸色大变 楚家 楚家就两个儿子 楚允文 楚允武 他妹妹嫁给了楚家长子楚允文 那叶玄的大姐 便是楚允武的妻子 而几日前 魏征听说 妹妹受到了欺负 去了一趟楚家 给了楚允武的妻子一巴掌 他顿时明白 叶玄为何要针对他了 他立刻跪在了地上 叶绍卿 属下知道错了 求绍卿放我一马 叶玄淡淡道 放你一马 哪有那么容易 叶玄说着 上前几步 将魏征上半身的衣服 直接一撕 顿时撕扯掉了 露出了白白嫩嫩的上半身 赵文人见状 叶绍卿 竟然有特殊癖号 需要我等回避吗 叶玄立刻道 赵四卿说笑了 我可没什么特殊癖号 你们两个 把那些柴火捆到他身上 然后盯着他 让他亲自到我大姐面前 赴京请罪 魏征听到这话 也微微松了口气 原来是赴京请罪 那还好点 倘若叶玄真有什么特殊癖号 那哪怕是死 他也不会让叶玄得逞的 随后 魏征缓缓站了起来 刚才那些柴火 基本都是粗细不一的树枝 被紧紧地捆在身上 此刻走动起来 顿时背部疼痛不已 魏征是个状怨 正儿八经地文若书生 此时疼得脸都白了 走路也一蹶一拐的 可他却不敢有怨言 毕竟是他自己 踢到铁板在先 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楚家 庭院之中 叶梦云和魏青青站在那里 只听魏青青道 弟妹最近倒是老舍不少 我全道 大嫂 我只是 看在我夫君的面子上 没有和你魏家计较 我叶家可不是吃素的 魏青青顿时嘲讽道 区区一个大理寺正 六品的芝麻小官而已 计较又如何 我哥乃是状怨之才 不到三十 便已经是五品的红炉寺思义 将来平步青云不在话下 你叶家拿什么和我哥斗 我哥便是一天 来给你一个巴掌 叶家又能如何 你 叶梦云气愤不已 但是却无法反驳 关大一品压死人 红炉寺虽然是个清水衙门 没什么实权 但是品级摆在那里 叶成宗还真拿人家没办法 魏青青听了 顿时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们 轴里关系一直不太好 而楚家兄弟关系却不错 基本不参与他们轴里的纷争 因此 他们两个发生矛盾 哪一方的娘家更有实力 哪一方便占据上风 他大哥考取了状元 如今身为五品的红炉寺思义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即便是他的公公都得巴结着 从今以后 叶梦云在他面前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 这让魏青青十分得意 只是正当此时 大门被打开 楚家一个下人快步来到了魏青青面前 道 大夫人 出事了 魏青青愣了一下 出事 出什么事了 宁大哥光着膀子 背着一捆柴火 来到了咱们楚家 魏青青意外道 这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了 魏青青正说着呢 父亲请罪的魏征 已经来到了魏青青和叶梦云面前 魏青青立刻道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你疯了吗 魏征没有理会魏青青 而是直接来到了叶梦云面前 随后 他扑通一声 跪在了叶梦云的面前 叶大小剑 魏征知错了 希望叶大小剑能大人有大量 放我一马 叶梦云也被搞得有些糊涂了 放他一马 自己哪有这种本事 魏青青也呆住了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凭什么给他下跪啊 他一个四正之女 也配让你跪下 魏征直接道 闭嘴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此时 魏征身后 两个来自洪禄寺的掌雾上前 客气道 见过叶大小剑 叶梦云看着两人 道 你们认识我 那两人正要说什么呢 楚家人也走了出来 楚定秋和他的夫人走在最前面 楚允文和楚允武两兄弟跟他身后 魏青青见状 立刻道 公公 你这二儿媳 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 让我大哥给他赴金请罪 公公您要替我大哥做主啊 楚定秋看了魏青青一眼 淡淡道 你大哥之前冲进我楚家 打了梦云一巴掌 他眼中既然没有楚家 我又为何要替他做主 楚允文听闻 道 父亲 我大舅哥之前 确实是冲动啊 可只是一巴掌而已 不至于让他赴金请罪吧 他可是红卢四司仪 这么大庭广众之下 赴金请罪 名声还能剩下多少 楚定秋犹豫片刻 才道 孟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孟云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魏青青立刻道 叶孟云 你是不是使了什么妖法 你赶紧放我个 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 红卢四掌顾见状 魏四仪 你这妹妹挺嚣张啊 我觉得 你最好是好好管教一番 否则的话 叶孟云饶不了他 第五十三章 一言九鼎 魏征听了这话 面色变了变 然后来到了魏青青面前 一巴掌抽了过去 魏青青愣住了 哥 你打我做什么 你真疯了 随行的掌顾嘲讽道 疯了 他要是疯了 倒也挺好的 我告诉你吧 叶大小姐的亲弟弟 叶玄 前段时间被皇后娘娘 收为义子 论起身份来 比起各个皇子 也差不了太多 另一名掌顾继续道 没错 不仅如此 叶玄今日 在当朝吏部尚书 亲自护送下 入职红卢寺少卿之职 当今国著大将军 又当面赠送了免死金牌 你可知道 叶少卿有如此硬的背景 为何要入职红卢寺 之前的掌顾接着道 那是因为叶少卿的大姐 被咱们的魏司仪欺负了 她拿着免死金牌 特意入了这红卢寺 为的就是整治魏征魏司仪 这么和你们说吧 免死金牌在手 哪怕叶少卿当众 将咱们的魏司仪乱棍打死 那都是屁事没有 让她赴金请罪 都算是轻的 倘若魏司仪无法取得 叶大小姐的原谅 后面还有无数的手段 等着魏司仪 两个掌顾一唱一和 宛如说相声一样 把魏征的情况 说的是清清楚楚 刹那间 魏清清的脸都白了 叶梦云的弟弟 竟然被皇后收为一子 怎么会这样 叶梦云此刻 内心既有几分感动 同时也很生气 她倒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觉得 自己小弟 因为自己进了红卢寺 这前程岂不是被耽误了 因为谁都很清楚 红卢寺在大厦五四之中 是最没有实权的一个 升迁前途 也是最差的 叶玄有着皇后娘娘 以及吏部尚书 国筑大将军 这三座大靠山 进入大厦六部 那都跟玩儿一样 叶玄却选择了红卢寺 为的就是给自己 这个大姐出气 因此 叶梦云觉得 正因为魏征打了自己 才导致小弟为了自己 进了红卢寺 这样一来 她看着魏征的眼神 就很不善了 魏征打了自己一巴掌 这事本来不大 可导致自己弟弟前途 受到影响 那自己和魏征之间 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魏征此刻 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 道 希望叶大小姐能原谅我 魏青青看着 跪在那里的大哥 由于片刻 跪在了魏征的旁边 弟妹 我大哥是因为我才打你的 你若是有什么气 就往我身上发 请你原谅我大哥 楚允文看到自己的媳妇 也跪下了 顿时有些心疼 他直接道 父亲 家和万事兴 轴里之间的小矛盾 不至于闹这么大吧 楚允武听了楚允文的话 道 大哥 你这话说的 你大舅哥来咱家 打梦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家和万事兴 怎么不拦着你大舅哥 楚定秋眼见兄弟俩 都起了争执 直接道 行了 梦云 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 这样吧 魏征和魏青青兄妹俩 你一人 给他们一巴掌 此事就此结果 你觉得如何 叶梦云却道 结果 哪有那么简单 魏青青脸色一变 那你还想怎么样 大不了 我跪在这里让你扇 十巴掌 一百个巴掌 打到你手软为止 叶梦云直接道 这已经不是巴掌的问题了 你们刚才也听到了 我弟弟 身为皇后娘娘一子 本来能有很好的前程 若不是因为魏征 怎么会进入 红卢寺那种清水衙门 因为他 耽误了我弟弟的前程 这事儿 是几个巴掌能抵消的 魏青青看着叶梦云 那你到底想怎样 叶梦云冷声道 既然因为他 耽误了我弟弟的前程 那他也别想有什么前程了 我要毁了他的仕途 魏青青一听 顿时怒了 叶梦云 你太狠毒了 古奶奶 我跟你拼了 魏青青说着 直接站了起来 就想对叶梦云动手 只是 两名来自红卢寺的掌顾 却眼疾手快 抓住了魏青青 直接把他按倒在了地上 一名掌顾道 我劝你还是冷静点 之前一个巴掌 便把你大哥的前途毁了 你若再伤了叶绍青的大姐 后果可就不可估量了 人家亲弟弟 可是拿着免死金牌呢 真把你魏家满门给涂了 你也只能自认倒霉 陛下都不会替你们做主 魏青青听了这话 脸上顿时露出了畏惧之色 不敢再有丝毫冲动 楚定秋看着这一幕 同样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事儿 他可没胆量去插手了 毕竟这叶梦云的弟弟叶玄 一听就是个狠人啊 为了大姐 直接入职了红卢寺这种地方 而叶玄背后有 三大靠山不说 还拿着免死金牌 他楚定秋 若是继续做和事佬 惹得叶梦云不高兴了 鬼知道叶玄会不会来 找他们楚家算账 面对这种 拿着免死金牌的浑室魔王 他们楚家挨打都得立正网 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因此 这个儿媳 楚定秋得罪不起啊 楚允文原本想提自己妻子 说几句好话 此刻也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红卢寺 叶玄大致能猜测到 楚家发生了什么 叶玄准备 让魏征 以后每天都去赴京请罪 直至自己大姐气消了为止 而在红卢寺这种地方 对叶玄来讲 堪称是天堂啊 红卢四人多 上班时间还短 发号施令 可以快速地刷熟练度 同时其他的时间 还不耽误叶玄的修行 可以说非常不错 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系统提示声便响起 恭喜宿主 发号施令熟练度达到100 获得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 你的话语蕴含特殊的魅力 让旁人听起来更有可信度 第54章 神通 大帝之子 这发号施令初步的奖励 效果倒是不太明显 只是增加一定的可信度而已 当然 后续的奖励 叶玄还是非常期待的 而叶玄对红卢四 也相当的满意 既能刷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也不耽误 他做其他事情 简直是太好了 三四点钟的时候 红卢四便下班了 叶玄回到了公主府 随后 白菊花道 少爷 安排 叶玄直接道 安排 接下来 叶玄穿戴了一个裆布的护具 然后四肢张开 躺在了地上 随后 白菊花粉菊花黄菊花绿菊花 四大丫鬟 分别扛着一个铁锤走了过来 自从叶玄掌握了金刚不坏神功 这锤炼身体方面 原本的木锤已经不管用了 换成了铁锤 好在叶玄麾下的四朵菊花 体质也不错 这些年跟着叶玄 也一直有修行武道 虽然境界不高 只有下三品 倒是抡铁锤 还是能抡得动的 只见四大丫鬟手持铁锤 锤锤到肉 砸在叶玄身上 砸了一会儿 圣红卵也过来了 他一边吃着葡萄 一边看着叶玄锤炼身体 初次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圣红卵可是被吓了一跳 他当时差点拔剑 把这四朵菊花给剁了 毕竟这一幕看着太恐怖了 圣红卵还以为这四朵菊花 是要谋杀自己的主子呢 好在叶玄解释了一番 圣红卵才知道 这是叶玄特殊的断体方式 金刚不坏神功 也是这么练成的 后来圣红卵每次听到 这砰砰啪啪的声音 便会过来凑热闹 看叶玄在那里挨揍 叶玄看着吃着葡萄的圣红卵 纳闷道 看我练功很有意思吗 圣红卵点了点头 确实挺有意思的 来 我为你吃颗葡萄 圣红卵说着 亲自包了一颗葡萄 送进了叶玄的口中 叶玄吃下这颗葡萄后 道 这葡萄有点酸啊 我要吃进口葡萄 圣红卵听了 脸微微红了一下 这么多人看着呢 叶玄笑道 没关系 都是自己人 叶玄麒下的四大菊花丫鬟 还有圣红卵的剑士亲儿子 那都是从小培养的 对他们是绝对的忠诚 没什么好担心的 圣红卵只好道 行吧 你们先停一下 四大丫鬟暂时停止捶叶玄 圣红卵则是包了一颗葡萄 先送进自己的口中 又嘴对嘴 送进了叶玄的口中 这就是叶玄所说的进口葡萄 之前叶玄亲自喂过圣红卵进口一次 圣红卵才会这么闷而轻 叶玄吃了圣红卵味的进口葡萄以后 笑道 进口葡萄果然好吃 一点都不酸 四大丫鬟被喂了这么一大波的狗粮 感觉肚子饱饱的 浑身充满了力量 捶叶玄的时候 也捶得更加的用力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 四大丫鬟终于捶完了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锤炼身体 熟练度加100 认真的锤炼身体熟练度达到2000 奖励大地之子 大地之子 当你脚踏大地之时 身体的力量 防御 精力 恢复能力 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而伴随着奖励的到达 叶玄感觉自己的身体都热乎乎的 他脚踏大地之时 大地之中 有一股神秘的能量 无时无刻 不再涌入叶玄的身体之中 这使得叶玄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看来 以后还是得多吃进口葡萄 尤其是在锤炼身体的时候 四大丫鬟吃了狗粮 锤打得更加卖力了 叶玄这才直接增长了100的熟练度 提前足足一个多月 获得了奖励 锤炼完身体后 叶玄便开始修行天人土纳树 修行过程是不能有人打扰的 红蓝公主也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一个时辰后 叶玄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的修行效率 都因为大地之子的关系 提升了不少 这是大地之子 带来的精力提升的帮助 而另外的力量和防御 叶玄自己能感知到 她的力量和防御 增加了大概30%左右 颇为可观 至于精力方面 直接翻背部说 在叶玄精力体力消耗之时 大地之中 还会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 弥补叶玄的损耗 使得叶玄宛如涌动机一样了 而唯一没有试验的 便是恢复能力了 叶玄也想尝试一下 她取出了龙骨剑 然后一剑划破了胳膊上的皮肤 顿时 一道血色伤口出现 只是这道伤口 还没来得及流血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叶玄又狠了狠心 用龙骨剑在胳膊上 留下了一道身可见骨的伤痕 而即便如此 伤口依然没来得及流血 便再次愈合了 叶玄顿时了然 这大地之子 带来的力量 防御以及精力的加成 可能都是次要的 这恢复能力 才是重头戏啊 叶玄感觉自己身体的自愈能力 似乎不比漫威之中的金刚狼差了 虽然叶玄没有尝试断织重续 但是想来 应该是没问题的 大地之中 蕴含着充沛的能量 即便叶玄受伤 也会源源不断地向叶玄输送能量 迅速修复叶玄的身体 这么强大的自愈能力 外加上大地之子带来的力量 防御 精力的加成 还有金刚不坏神功 叶玄的生存能力 瞬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叶玄感觉 自己这是开始向着肉身 不死不灭的方向发展了 皇宫之中 皇帝坐在前倾功荣椅之上 在他面前的 则是大内太监总管 曹化纯 皇帝半眯着眼睛 道 那个大理寺正之子 调查得如何了 曹化纯供着身子 回陛下 根据奴婢的调查 叶玄并非亲生 是十八年前 叶成宗夫妇收养 而从娘娘和杨家 对他的态度来看 他应该就是当年那个孩子 绝对不会错 皇帝顿时笑了 朕听说 他已经领悟了建议 曹化纯点头道 没错 此次武道天父 堪称是前无古人 皇帝顿时道 不愧朕和皇后的孩子 年纪轻轻便领悟了建议 颇有这年轻时候的风采 曹化纯 你要不是皇帝 我当场涂你一脸口水 你信不信 你年轻时候的风采 陛下呀陛下 你这片别人可以 骗自己 就有点没意思了吧 第五十五章 诅咒 皇帝看曹化纯的表情不对 面色一变 训斥道 你这是什么表情 朕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 死子的确颇有陛下 您年轻时候的风采 皇帝这才道 是啊 只可惜皇后却亲自把这孩子送上了绝路 曹化纯面色微变 陛下 您的意思 皇帝缓缓道 之前朝会上 皇后和杨家人的表现 想必你也看到了 他们的图谋可不小啊 他们想废了号语 让叶璇这孩子上位 曹化纯只能道 此乃人之常情 皇帝冷哼一声 只可惜 他们并不明白 大夏之所以能立足 依靠的并非一个吏部尚书 或者是什么国著大将军 更不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这些 朕都可以轻易地找到替代品 大夏立足之根基 是绝顶之上的真刚径强者 真刚径可以以刚气撕裂大妖肉身 甚至震慑妖王 若非有真刚径强者坐镇 大夏京都都早已经沦为了妖魔的乐园 杨家甚至都不清楚朕的底牌 就敢和朕掰手腕 真是取死有道 曹化纯叹了口气 陛下 奴婢觉得 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只是他们无从选择 皇帝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 曹化纯说的没错 杨家即便步步忍让 又如何 姬浩宇并非皇后的亲生儿子 他甚至还给皇后下毒 姬浩宇尚未登基尚且如此 将来等他坐上皇帝宝座 杨皇后也好 杨家再朝堂的其他力量也罢 怎么可能有活路 必然会被彻底清算的 这些皇帝都很清楚 他只是想给自己的薄情寡义 找个借口罢了 只可惜 曹化纯却偏偏要点名 皇帝瞪了曹化纯一眼 才道 若非你自小跟着朕 就凭你这句话 朕便拍死你 曹化纯笑道 陛下不会拍死奴婢的 奴婢若是死了 陛下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皇帝也深深地叹了口气 高处不胜寒啊 可惜了 你替朕安排一下 朕要见见这个孩子 见完之后呢 皇帝一挥手 道 自然是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十八年前 朕一时心软 留了他一条命 希望他不要卷入这场风波 可惜 皇后和杨家不消停 又把他给卷了进来 朕只能送他上路了 曹化纯 你给朕记住 不是朕害了他 是杨家害了他 陛下 虎毒不食子 朕乃真龙天子 自然比虎更毒 随后的几日 夜玄每日除了修行之外 便是在红卢寺刷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顺便收拾未争 短短几天的时间 魏征整个人 好似老了十岁一样 面无血色 被夜玄惨无人道地收拾着 到了第五天之时 魏征再次背负着柴火 前往楚家去赴京请罪 魏征跪在夜梦云面前后 魏青青一言不发 跟着跪了下来 夜梦云原本还想再收拾魏征几日的 只是魏征跪下来没多久 便昏迷了过去 魏青青眼看大哥昏过去 一边朝着夜梦云磕头 一边道 弟妹 求求你放过我大哥吧 我求求你了 再这样下去 别说仕途了 他连命都没了 你放过他行不行 以后再处家 你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会往西 我给你当牛做马行不行 魏青青一边说着 一边狠狠地在自己脸上抽打着 仅仅片刻 魏青青的脸都肿了 嘴角还流着血 夜梦云看着魏青青红肿的脸 终于道 行了 我会和我弟弟说一下 这件事情就此结果吧 魏青青立刻朝着夜梦云磕头道 多谢弟妹 多谢弟妹 红炉四 夜玄心情倒是不错 发号施令这一锻炼方式 夜玄最近熟练度刷得飞起 如今熟练度已经到了999了 马上便能破签了 只听夜玄道 赵四青 你没什么事吧 帮我跑个腿 买点绿豆 我想注点绿豆水喝 赵文仁有些哀怨地看了一眼夜玄 我是红炉四青 你是红炉少青 哪里有少青吩咐四青做事的 可这位四青背景太硬 真惹不起啊 他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 没问题 我这就帮你去买 夜玄也不想安排赵文仁 大人都在忙着夜玄吩咐的事情了 只能劳烦四青大人了 而眼看赵文仁屁颠屁颠地出去买绿豆了 系统提示声终于响起 恭喜宿主 认真的发号施令熟练度达到1000 奖励乌鸦嘴 乌鸦嘴 好的不灵坏的灵 宿主所说的负面事件 有90%的几率应验 对方实力越高 应验几率越低 发号施令的进阶技能 依然和治好生母的病没有任何关系 但貌似却挺有意思的 好的不灵坏的灵 换句话说 以后夜玄想要收拾什么人 甚至不需要自己出马了 只需要一句话 便能够让对方倒大霉 而要说到现在为止 夜玄对其怨念最大 却无可奈何的人 如今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今皇帝夜玄的生父了 夜玄敢肯定 自己当初被调包 必然有皇帝的掺和 而现在生母不敢认自己 同样和皇帝有关 而即便夜玄修行静静神速 但要挑战这位大夏之主 还是差了太多了 暂时没办法对付皇帝 就先用这乌鸦嘴 送这皇帝老儿一点不痛快吧 想着夜玄把门关上 然后嘴巴如同机关枪一样 巴拉巴拉说了起来 我诅咒皇帝 吃东西噎道 喝水腔道 走路崴脚 放屁蹦屎 睡觉塌房 起床中风 第五十六章 倒霉的皇帝 夜玄很清楚 自己这乌鸦嘴 只是能让人倒霉而已 想要弄死一个人 还是差了不少的 因此 夜玄就说了一大堆的倒霉事 只要应验几件便足够了 只是伴随着夜玄这一大堆话说完 她感觉自己宛如三天三夜 没吃没喝没睡一样 全身上下虚弱无力 精气神似乎都消耗殆尽了 夜玄瞬间明白 这恐怕是使用乌鸦嘴 这项能力的副作用了 消耗自身大量的精气 这么想着 夜玄缓步走到了床边 然后一头栽了上去 倒头便睡 瞬间发出了震天响的呼噜声 而在皇宫之中 皇帝正在和董贵妃一起用膳 姬浩宇也在场 皇帝也知道 杨皇后已经清楚了姬浩宇的身世 因此 现在皇帝都不藏着掖着了 甚至董美人也被直接升格成为了贵妃 如今 皇帝和董贵妃 以及五皇子一起用膳 倒是有些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感觉 只是 当皇帝加了一块肉吃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掖住了 脸都憋得通红的 姬浩宇见状 慌忙道 父皇 您快喝点水 皇帝接过了水杯 大喝了一口 只是喝得太快腔到了 顿时刚喝进去的水 直接喷了出来 整个人也连续咳嗽了七八声 肺都快咳出来了 姬浩宇和董贵妃 立刻又是拍背 又是捶胸的 帮助皇帝缓解不适 三四分钟后 皇帝才缓了过来 他莫名地感觉 肚子里有骨气 需要排一下 这很正常 皇帝也没有多想 丹田微微发力 屁股微微抬起 准备翘无声息地 把这股气排走 以皇帝的控制能力 这个屁不管臭不臭吧 肯定是没声音的 只是下一秒钟 皇帝变色变了 皇帝的屁股后面 直接鼓了起来一坨 隐隐有水渍往外渗透着 皇帝的脸顿时变得通红 身为异国之主 大夏皇帝 他是真正的万人之上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 什么叫尴尬了 可现在 当着自己的贵妃和皇子的面 竟然拉了一枯兜子 这简直是尴尬至极 若是让人发现 就更丢人了 皇帝想要找个借口离开 只是姬浩宇在这关键时刻 鼻子却非常的灵 他站了起来 道 什么味道这么丑 是哪个死太监 没管住下半身 姬浩宇自然不可能 往皇帝身上想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太监了 毕竟太监没有下面的玩意儿 可能对于大小便的掌控 也要差一点 尤其容易出现 小便失禁之类的 皇帝听到姬浩宇的话 面色也更难看了 毕竟他就是姬浩宇 口中的死太监啊 只是 他知道 这时候不能责骂姬浩宇 皇帝站了起来 道 朕身体不太舒适 改日在一起用膳吧 皇帝说着 站了起来 大步向外走去 姬浩宇和董美人见状 跟上了皇帝 口中道 恭送父皇 陛下 两人说着 低下了头 看着皇帝的背影 而要知道 大厦不是现代 可没有内裤这种东西 而古人穿的服装 狮都不住屎的 因此 皇帝走了没几步 啪哒一声 那一坨便摔在了地上 正好暴露在 董美人和姬浩宇的视野之中 甚至因为距离比较近 这一坨屎摔在地上 剑开了花 姬浩宇和董美人的鞋上 甚至小腿上 都被建设到了 皇帝的脸都黑了 脚步更快 而姬浩宇和董美人 则是傻眼了 只是正当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陛下 您这是急着去哪里 来人正是杨皇后 她也听说了 皇帝和新晋的董贵妃 以及五皇子 一起用膳的事情 她知道归知道 可皇帝竟然不必着人 光明正大的一起吃饭 那也太不将 她这个后宫之主 放在眼中了 因此 杨皇后特意找上来 准备给董贵妃一个下马威 皇帝原本即将逃离 这个尴尬和丢人的现场了 结果竟然被皇后给拦住了 皇帝的脸黑得像茄子一样 正身体不适 皇后你立刻让开 杨皇后见皇帝这表情 像是要杀人一样 立刻让开了身子 皇帝快步地走远 皇帝刚走 杨皇后便和姬浩宇 董贵妃一样 见到了地上 那摊炸裂开的事 她不由退后了数步 道 董贵妃 陛下不是在你们这里用膳吗 这是完的那一出 这东西是谁拉的 简直是丢了皇家的脸面 董美人和五皇子对视一眼 母子俩都很纠结 这肯定不能说是皇帝拉的 否则皇帝的颜面何在 只是董美人若是承认了的话 也不是个小事 毕竟杨皇后乃是后宫之主 就凭这事 杨皇后给董贵妃挤鞭子 都丝毫不为过 那剩下来唯一能顶锅的 就是五皇子姬浩宇了 她硬着头皮道 母后 这是我拉的 孩儿常位不适 一步小心就 杨皇后愤怒道 你身为皇子 连自己的后门都管不住 将来有什么资格治理天下 本宫罚你在宗词之中面壁三日 反思过错 孩儿遵命 姬浩宇不敢顶撞杨皇后 董美人虽然心疼儿子 但是好在这个惩罚不算重 也就默认了 随后 杨皇后又嫌恶地看了一眼这对母子 大步离开了 皇帝洗了个澡 确定自己身上没什么味道了 才去了另一位妃子的寝宫 妃子承欢之后 皇帝沉沉地睡去 而那位妃子则是翘无声息地下了床 然后来了的当场道理 在这后宫之中 母嫔子贵 唯有子嗣 才能让他们这些后妃 拥有底气和地位 因此他才道理 尽力让那些龙子龙孙 流进自己的身体 增加自己受孕的几率 半夜 皇帝睡得真香呢 只听到轰然一声巨响 防塌了 防梁和砖瓦 劈头盖脸地砸在了皇帝头上 熟睡之中的皇帝 直接被惊醒 他脸乌漆骂黑地 看上去狼狈至极 皇宫侍卫 也匆忙将皇帝 从一片废墟之中救了出来 一向雄才大略的皇帝 差点哭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朕怎么这么倒霉 皇帝换了一个宫殿睡觉 只是次日早上一起来 皇帝感觉 自己嘴巴不太利索 曹化纯磕磕巴巴道 陛下 皇帝皱眉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您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几分钟后 皇帝来到了镜子面前 看着镜中的自己 镜中的他 嘴眼歪斜 嘴角一边朝下 一边朝上 脸也歪了 皇帝怒道 怎么会这样 曹化纯解释道 可能是中风 需要御医针灸半月 方能恢复 皇帝皱眉道 半月 那接下来半月的朝会怎么办 曹化纯想了想道 陛下可趁此机会 安排五皇子监国 等待陛下恢复之后 也可名正言顺地 册封五皇子为太子 皇帝想了想道 只能如此了 第五十七章 五皇子监国 顿身符 他身为皇帝 一态是相当重要的 大夏历朝皇帝都是如此 颜值 气质 是相当重要的 若是长相猥琐丑陋 或者满脸麻子 那根本没资格继承大同 如今皇帝嘴眼歪斜 若是这么去上朝 让下面那些官员见到了 皇帝的威严 还能剩下几分 随后 曹化纯又道 陛下 奴婢听闻 昨日陛下遇到的倒霉事 不止这些 皇帝直接道 谁说不是呢 朕昨日堪称是倒霉透顶 曹化纯想了想 啊 陛下 会不会是有人利用邪术陷害陛下 奴婢听说 有一些邪门方术 可以让人弃运受损 没运盖顶 有这个可能 待会儿你宣指有五皇子监国之后 再安排一支密谈 秘密调查此事 若是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不论何人 格杀勿论 皇帝是真怒了 这嘴眼歪斜 甚至房屋坍塌 皇帝都可以不放在心上 可是拉一裤兜子那事 那件夜玄的事情 皇帝直接挥了挥手 啊 先不见了 等朕恢复了再说 皇帝虽然已经将夜玄当成了弃子 可那也不能在夜玄面前施了一态 在自己的脸恢复之前 他不会见任何人 很快的 到了早朝时间 皇帝却并未露面 只有曹化纯 带着一张圣旨来到了朝堂之上 曹化纯宣指道 天子诏曰 朕近日身体不适 需在太医院调养一番 特命五皇子结束禁闭 暂监国事 钦此 这道圣旨一出 姬浩宇顿时激动地跪在了地上 而臣遵旨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姬浩宇对于太子之位 本来就惺惺念念的 现如今 父皇忽然生病 还安排他监国 这几乎已经半只脚 踏上了太子之位啊 而大皇子和四皇子 则是面色阴沉 阳皇后一戏 表情也不太好看 只是圣旨以下 他们虽然不满 但却没什么办法 毕竟均无戏言 即便是阳皇后 也无力让皇帝收回圣旨 随后 姬浩宇接过了圣旨 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容 他如今已经是监国皇子了 距离监国太子 还会远吗 马上便要大展拳脚的他 内心的喜悦压都压不住 红炉寺 皇帝身体不适 五皇子监国之事 叶玄也已经听说了 这倒是让叶玄也有几分意外 难道说 自己的乌鸦嘴能力 对皇帝都生效了 那还真是了不得呀 虽然乌鸦嘴这项能力 貌似也挺不错的 以后看谁不顺眼了 就咒谁 今天魏征没有来红炉寺 他被叶玄折磨得心力焦脆 已经重病了 而叶梦云 昨天亲自去了一趟公主府 见了叶玄一面 告诉叶玄 魏征的事情可以接过了 她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 叶玄见大姐彻底高兴了 这才终于决定放魏征一马 让她可以消停点 可以肯定 以后魏征也好 魏清清也罢 在叶梦云面前 恐怕都得谨小慎微 死都不敢再得罪叶梦云了 叶玄在红炉寺 基本就是在摸鱼 要么就刷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很快的 到了散职时间 叶玄刚刚出门 一顶轿子便停在门口 随后 一个宫中 女官的声音响起 娘娘有请 叶玄一听 也没废话 直接便上了轿子 这个女官是自己生母的心腹手下 叶玄自然不用想太多 半小时后 叶玄被送到了昆宁宫之中 见到了母亲杨皇后 以及大舅杨天刚 叶玄微微躬身 见过母亲 见过舅舅 杨皇后道 玄儿不必多礼 母后今日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你可听说 五皇子已经坚果 叶玄直接道 听说了 陛下对五皇子 倒是十分宠爱 杨皇后呼了口气 道 五皇子至大才疏 心胸狭隘 她毒害母后之事 是被玄儿你揭穿的 如今由她来坚果 她必然会趁机报复你 叶玄直接道 兵来将道 水来土掩 我不怕她 如今的叶玄 拥有着足够的底气 毕竟她在三品之时 便已经亲手击杀了一头大妖了 而如今 她已经跨入二品之境 还拥有了大帝之子天赋 实力比起之前 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之前那样的大妖 若是再来一支 叶玄在十招之内 便能让对方伸手一触 杨皇后笑道 母后知道 你不怕 可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你将此物收好 杨皇后说着 将一个精致的锦囊 递给了叶玄 叶玄愣了一下 这是何物 此时 杨天刚说道 玄儿 此乃逍遥宗前辈所炼制的千里 顿身符 危机时刻 只需捏碎千里顿身符 可以瞬息千里 危机时刻能起到大用 瞬息千里 的确非常厉害 杨皇后道 玄儿 这千里顿身符 你一定要随身携带 若是真遇到危险 记住首先要保全自己 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伴随着机号与坚固 杨皇后危机感更甚了 她很清楚 自己一个皇后 即便再加上杨家的力量 也斗不过皇帝 只是为了自家玄儿 哪怕结果已经注定了 她也必须去斗一斗 可她又不希望自家玄儿 在这样的斗争之中牺牲 因此给叶玄准备了 这保命手段 这千里顿身符 乃是逍遥宗的质保 炼制之法早已经失传 杨家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才从逍遥宗手中 得到了一张千里顺身符 叶玄听到杨皇后所说 沉生道 孩儿明白 杨皇后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只要自家玄儿不死心眼 在危机时刻 能使用这千里顿身符 那她接下来 便没太大的后顾之忧了 第58章 白莲教 入一品 只可惜 杨皇后虽然对叶玄疼爱有加 可她和叶玄相认的时间太短了 她不了解这个儿子 千里顿身符 独自一人远顿千里 让自己的生母 养父 养母 姐姐 红颜知己去遭殃 叶玄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 叶玄在这个世界 亲人和爱人 只有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位 任何一人 在叶玄心中 都是重于泰山 不可替代的 放弃一人他都做不到 更何况放弃全部 这千里顿身符 叶玄绝对不会使用 只是杨皇后的话 也让叶玄产生了些许的危机感 如今自己的实力 依然还是不太足够 战斗力是有了 但是境界还是差了点 看来 得努力提升境界了呀 叶玄正这么想着呢 杨天刚又道 玄儿 今日舅舅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杨天刚说着 将一个精致的玉盒递给了叶玄 叶玄接过了玉盒 将只打开 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释放了出来 舅舅 这是 杨天刚笑道 此乃白莲宝丹 对你提升功力有着不小的帮助 叶玄听到白莲两个字 面色微微变了变 在这一方世界 有一知名邪教 名为白莲教 白莲教信奉无声老母 又有真空家乡 无声老母八字真言 势力颇为庞大 杨天刚竟然搞来了这白莲宝丹 难道杨家和白莲教合作了 杨皇后则是道 玄儿 宝丹由来你不必管 宝丹的成分 我已经安排御医检查过了 宝丹之中都是各种大补的药材 有着提升功力之效果 多谢母亲 杨皇后笑道 好了 玄儿你先回去吧 好好休息 随后 叶玄离开了昆宁宫 只留下杨皇后以及杨天刚 只听杨皇后道 大哥 你直接告诉玄儿 这是增加功力的丹药即可 何必提白莲二字 杨天刚苦笑道 提或不提 有什么区别吗 白莲教 就如同复古之居 我们和他们扯上了关系 此生都别想摆脱 杨皇后冷声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唯有真刚才能对抗真刚 八年前 白莲圣母硬闯关心楼 抢夺白莲宝卷 即便关心楼主出手 都无法留住白莲圣母 如今她得到白莲宝卷 实力必然更上一层楼 杨家唯一的生机 便在白莲教之上 杨天刚却道 与虎谋皮 焉有其力 或许 我们就不该打扰叶玄平静的生活 那对她才是最好的 杨皇后淡淡道 大哥你忘记了 最初并非我们要打扰玄儿的生活 而是姬浩宇那个小出生 已经盯上了我家玄儿 只是当时出手的恰好是大哥你 玄儿才保住了一面 与虎谋皮又如何 我身为一个母亲 自小便骨肉分离 如今 玄儿有千里顿身符在手 安全有了保障 那我自然要联合白莲教 在这大厦京都大闹一场 若是能断送这姬家的江山 那便再好不过了 杨天刚沉默了许久 叹了口气 离开了昆宁宫 回到了杨家 杨天刚将杨皇后的态度 告知了父亲和二弟 太师杨业沉生道 我杨家三代兢兢业业 怎么就沦落到 和邪教勾结的地步呢 杨天刚叹气道 天雪可能有些魔症了吧 到了这一步 不论结果如何 我杨家不仅无法全身而退 恐怕几代积累的声望 也会毁于一旦了 杨天宝却道 父亲 大哥 杨家走到这一步 何尝不是陛下逼迫的 我觉得天雪说得对 既然陛下不给杨家和玄儿活路 那便不择手段 对抗到底吧 即便无法葬送姬家的江山 也要让姬家伤筋动骨 杨业忽然道 天宝 你外面是不是藏了个妾室 杨天宝看向了杨业 道 父亲 您的意思是 杨业道 你最近不用回来了 你夫人那边 微妇会替你解释的 尽快让你那个妾室怀孕 然后送她离开大厦 杨业意思很明显 这是要为杨家留一个后路了 肉食杨天宝这个妾室能怀孕 即便将来杨家落败 家破人亡了 至少也还有血脉传承下去 想着 杨天宝道 此事孩儿 只能尽力而为了 毕竟生孩子这事情 谁都无法保证 外加上时间紧迫 他没绝对把握 把小妾的肚子搞大 至于说让杨天刚在外面流肿 杨业倒是提都没提 这小子是个纯粹的七管炎 和夫人感情也极好 让他在外面流肿 倒不如七十岁的杨业 自己上阵 公主府 叶玄盘息而坐 并将白脸宝丹 一口吞了下去 刹那之间 一股汹涌澎湃的能量 出现在叶玄身体之中 叶玄立刻运转天人土纳树 吸收着这股力量 天人土纳树 也不愧是系统出品 白脸宝丹蕴含的药力极强 在叶玄的身体之中 宛如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一样 而天人土纳树 却如同一只无形的大网 将这只猛虎死死地缠绕住 白脸宝丹的力量 每一分都被困在叶玄的身体脉络之中 渐渐地被叶玄消化吸收 没有一点浪费掉 一个时辰之后 叶玄终于将白脸宝丹的力量 彻底消化吸收 而她的眼中也流露出惊喜的神情 这颗白脸宝丹 的确堪称是修行至宝 叶玄的境界 竟然直接突破了二品 跨入了一品之境 叶玄本就战力不俗 依靠着天道酬勤系统 速度 力量 防御 攻击 全部都拉满 三品之时 便能战胜大妖了 而如今 叶玄破入一品 这也意味着 叶玄可以和一品之上 掰掰手腕了 别忘了 叶玄的玄机神童 可是有一招玄机变的 一旦发动玄机变 叶玄品级直接提升一品 再加上叶玄各项属性 全部都拉满 一品之上 叶玄也有信心 战而胜之 而此时 系统提示再次出现 叶玄可以从三个锻炼方式之中 选择一种 认真的挥拳 初级奖励为铁拳无双 终极奖励为 全阵山河 一拳阵万物 认真的动防 初级奖励为力无虚发 终极奖励为梦中造人 子孙变天下 认真的射箭 初级奖励为剑无虚发 终极奖励为射日一剑 熄灭太阳 认真的动防直接跳过 射箭和挥拳之间 叶玄选择射箭 因为挥拳本质上 也是一种近战手段 和挥剑没有太大的区别 虽然对叶玄的实力提升也有帮助 但是效果有限 而射箭则不同 这显然是一种超远程的攻击方式 尤其是终极奖励 射日一剑 熄灭太阳 很显然 认真的射箭 能弥补叶玄的远程攻击手段 未来也大有可为 第59章 护肤心切 随后 叶玄心中道 我选择认真的射箭 接下来 叶玄的锻炼进度条之中 多出了射箭这一选项 看来 得去买一把好弓了呀 随后 叶玄离开了房间 来到了圣红鸾身边 红鸾 待会儿陪我出去一趟 去做什么 叶玄解释道 我想买一把好弓 练练弓箭 圣红鸾沉印道 弓 我这里好像有把好弓 随后 圣红鸾带着叶玄 来到了佩殿之中 在这里 堆着一堆的礼物 圣红鸾道 我记得刚来大夏之时 大皇子好像送过我一把弓 卖相还是挺不错的 叶玄听了 便和圣红鸾 在这堆礼物之中 翻找了起来 片刻后 叶玄从中 找出了一把银色长弓 叶玄手上发力 弓身逐渐被拉成了满月形 圣红鸾看着叶玄 道 感觉如何 叶玄笑道 挺不错的 弓身弓弦才智都很坚韧 是上上之选 圣红鸾直接道 那正好 省得去买了 叶玄也没有拒绝 毕竟他和圣红鸾之间 说是死定终生也不为过了 这些舔狗皇子们 送给圣红鸾的礼物 和直接送给叶玄 没任何区别 随后 叶玄命令白菊和粉菊 只是叶玄练剑练到一半 公主府大门忽然被推开 一个急促的声音响起 公主 三皇子出事了 您得救救三皇子啊 圣红鸾一看 对方是跟在圣白宇身边的护卫 他上前道 圣白宇出什么事了 护卫匆忙道 我等昨日出发 护送三皇子回大洲 一路奔波劳累 天色渐晚之时 我们选了一家客栈休息 哪知道今早一觉醒来 我发现 我睡在一个乱葬岗之中 三皇子以及其他的护卫 都消失不见了 属下这才一路及时回来 希望公主宁救三皇子 圣红鸾面色微微变了变 晚上住的是客栈 第二天便成了乱葬岗 这种事情 如果不是人为的恶作剧 便是和妖魔有关了 而但凡涉及到妖魔 危险性都不低 因此 圣红鸾道 我一个大洲公主 在大厦能有多大的力量 大洲大厦素来关系不错 圣白宇出事 你应该去请大厦皇室出手才对 护卫无奈道 如今大厦皇帝身体有样 由大厦五皇子 姬浩宇坚国 姬浩宇对于三皇子之事 并不关心 姬浩宇可没有皇帝那么大的格局 他可不会考虑 大厦和大洲之间的关系 而只考虑自己的喜恶 在姬浩宇看来 圣红鸾和叶璇在一起 已经背叛了 他姬浩宇了 如今大洲的皇子出事 还想让他帮忙 那不做梦吗 圣红鸾听到护卫所说 直接道 既然这样 那圣白宇死定了 没人能救他 圣白宇和圣红鸾 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 可双方并不亲近 毕竟大洲皇帝的子嗣可不少 这样同父异母的皇子皇女 有足足几十个 圣白宇遇到的事儿明显不小 圣红鸾可不会为了圣白宇 让自己的心上人 无端地去涉险 护卫面色一变 跪在了地上 公主 您救救三皇子吧 三皇子若是死了 他这个护卫 回到大洲 也只有死路一条 而他若不回去 他倒是可以在大厦苟延残喘 但是他的家人 却会因为三皇子之死 被他连累 说不定来得满门抄斩 因此 他不能轻易放弃啊 圣红鸾冷声道 救 我拿什么救人 护卫依然跪在那里 意图道德绑架 圣红鸾一脚将他踹开 准备命人将人赶走 只是此刻 赵百战上前道 叶玄小友 以后公主的安全 就劳烦小友了 圣红鸾看着赵百战 道 你要去救圣白宇 赵百战无奈道 没办法 白宇是我的弟子 他又是我大洲皇子 我既是大洲子民 又是白宇之师 怎能袖手旁观 圣红鸾直截了当道 那我祝您马到成功 圣红鸾对赵百战老爷子 还是有点感情的 毕竟他身在大厦京都 异国他乡 能保证他安全的 只有赵百战了 赵百战对他 也如同一个慈祥的爷爷一样 如今赵百战要去救人 确实是凶多吉少 可即便如此 他也不拦着赵百战 赵百战和刚才那个护卫一样 都有点道德绑架叶玄的意思 赵百战不去救人 那救人的就得是叶玄了 圣红鸾虽然将赵百战 是做一个慈祥的老爷子 可叶玄却是他生命里的那道光 若是失去叶玄 那他的生命将会黯淡无光 毫无意义 因此 哪怕赵百战如今 有点以死相逼的意思 圣红鸾依然毫不阻拦 想死 那你去吧 反正我家叶玄绝对不去涉险 赵百战听到圣红鸾所说 也有些尴尬 他朝外走了几步 忽然又退了回来 圣红鸾见状 顿时笑了 老爷子 您怎么又回来了 赵百战看着圣红鸾和叶玄 道 红鸾啊 你在大夏这一年多的时间 老头子我也算是兢兢业业了 我此去若是一去不回 以后公主您身边 就只有叶玄一人了 然后呢 赵百战继续道 叶玄可不像我这糟老头子 我看得出来 他身上的事也不少 他可没法像老头我一样 时刻守在公主府啊 叶小友你说是吧 而且 叶小友你实力高超 之前那头大腰 都被你一剑剁掉了脑袋 叶小友你出马 定然可以成功地解救三皇子 圣红鸾瞪了一眼照百战 说来说去 还不是要让叶玄出手 我不同意 此时 叶玄却道 行了 我就跑上一趟马 若是三皇子还活着 我会把人带回来的 圣红鸾脸色一变 可是 叶玄轻抚着圣红鸾的头发 道 我们之后要面对的麻烦可不少 就当是提前锻炼一下了 圣红鸾听了 投入了叶玄的怀抱 啊 能不能救回圣白语不重要 你一定要安全地回来 叶玄保证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第六十章 妖魔客战 叶玄倒不是真的被 赵百战的道德绑架给拿下了 而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首先 赵百战是绝顶层次的高手 这个层次的高手 那可是有战略意义的 有赵百战在红鸾公主府 圣红鸾的安全系数是极高的 赵百战若是真的因为救人一去不回 以后圣红鸾的安全 就是个问题了 那样的话 叶玄就得24小时守在公主府 哪里都去不了了 其次的话 这次的事情 大概率涉及到了妖魔 既然有妖魔 那叶玄就有可能收获内丹 内丹对生母的身体有好处 最后 就是实力方面了 叶玄如今跨入异品 配合玄机神童 开天剑意 天雷剑绝 电光神形 金刚不坏身 大地之子等等能力 即便是面对绝顶之上 叶玄都有信心一战 此次前去救人 危险性应该不会太高 再说了 圣白羽手中 不是有一把好弓吗 若是救了人 正好把圣白羽 那把好弓要过来 照摆战见状 则是道 叶小友 老夫就知道 你不会看着老夫去送死的 叶玄直接道 行了 三皇子是在哪里失踪的 我尽快出发 把人救回来的可能性也高一些 此时 之前那个护卫跑了过来 道 我给您带路 随后 叶玄便出发了 而圣红鸾 则是回到了房间 开始修行天人土纳术 这段时间 叶玄已经将天人土纳术 传授给了圣红鸾 以及三姐四姐 叶玄身边的家人 对修行比较有兴趣的 也就圣红鸾 以及三姐四姐了 只是他们修行天人土纳术 不像叶玄那么容易 作为系统奖励 叶玄入门即是巅峰 而旁人的话 则需要一段时间的修行 才能掌握 可即便如此 天人土纳术 相比一般的功法 修行效率更高 前景也很不错 圣红鸾还是很努力的 另一边 叶玄和三皇子的护卫 骑马出发 赶往三皇子失踪的那个客栈 两人一路车马奔腾 到了五点多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乱葬岗 护卫对叶玄道 三皇子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但是我们之前见到的 分明是一个客栈 叶玄看了看天色 淡淡道 别急 先等等看吧 叶玄说着 直接下了马 抽出了龙骨剑 开始练剑 叶玄到目前为止 剑术熟练度是最高的 因为练剑的熟练度 不需要旁人的配合 每次练剑 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因此熟练度增长最快 目前已经2300多了 当然 认真的跳跃 熟练度增长也很快 只是因为这一进度条 开启的比较晚 因此 目前熟练度不及练剑 而像是认真的修行 虽然不需要旁人配合 但是功法运转一个大周天 需要的时间不短 因此 熟练度刷的也不及剑术快 另外 锤练身体 以及瞪眼等等的锻炼方式 则需要旁人的配合 熟练度增速也相对一般 不如认真的练剑 以及认真的跳跃长幅那么快 夜旋练剑 足足用了两个小时 太阳终于落山了 在太阳落山的那一刹那 夜旋和护卫眼前的情形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之前那一片乱葬岗 完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看上去颇为繁华的客栈 客栈的门口 高高挂着大红灯笼 还有两个面色发青的小丝 小丝站在门口 迎接的来往的宾客 护卫看着这一幕 哆哆嗦嗦道 夜少 三皇子就是进了这座客栈 夜旋瞪了对方一眼 你这么害怕 怎么去救三皇子 护卫咽了咽口水 哦 要不您一个人去救 夜旋看了这变成软脚虾的护卫 直接大步走向了这座客栈 他是去救人的 若是带个脱油瓶 还怎么救人 夜旋走到门口之时 两个面色发青的小丝热情道 客官您里面请 夜旋看了看着两个小丝 大步走了进去 夜旋是一高人胆大 不管这客栈之中 有什么妖魔鬼怪 夜旋自一见斩之 客栈之中 宾客还不少 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 喝酒吃肉 看上去还挺热闹的 只是在玄机神童之下 夜旋一眼就看出 他们根本不是人 这些人面色发青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湿臭味 身上隐隐还有蛆虫爬来爬去 苍蝇飞来飞去 显然不是活人 夜旋只希望 圣白羽还活着 否则的话 自己就白跑一趟了 正当夜旋这么想着 客栈掌柜上前 您是要住店还是吃饭 夜旋直接道 住店吧 给我安排一个上等客房 好嘞 您跟我来吧 随后 客栈带着夜旋上二楼客房 而那些食客们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诡异的笑容 看着夜旋的背影 然而 夜旋却宛如后脑长了眼睛一样 他直接回头道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都扣了 一众食客听到夜旋的话 一个个低下了脑袋 脸上的笑容却更加诡异了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新的食材到了 夜旋被带到了二楼客房 掌柜看向了夜旋 道 客官 这里都是上等客房 你选一个吧 夜旋目光放在了这些客房之上 每一个客房门口 都有一个牌匾 牌匾之上 分别写着 清蒸 红烧 刺身 油炸 水煮 爆炒 盐菊 烧烤等等 夜旋看着这些牌匾 道 你这房间名倒是挺有意思的 掌柜阴森一笑 客官您对哪个房间感兴趣 夜旋看了看 道 我今晚就住这烧烤间吧 掌柜笑道 烧烤好啊 客官快请进吧 掌柜将门推开 房间里依然透着一股阴森邪义的味道 而在房间正中间 则是摆着一个巨大的木制烧烤架 这个烧烤架 看上去足以烤一头全羊了 架子上摆着一根粗长的木棍 木棍的一头削得很尖 看上去是穿羊用的 夜旋进了客房以后 道 掌柜 你这让我睡哪里啊 这个房间 除了这个巨大的烧烤架 什么都没有 可没有人睡的地方 掌柜脸上流露出争鸣之色 这烧烤架这么大 还不过你躺的吗 接下来 掌柜的伸手在自己脸上一扯 顿时 他身上那层人皮被他撕扯掉了 露出了一副森森白骨 第61章 猪妖 接着 掌柜的用自己枯瘦的鼓掌 向着夜旋抓了过去 夜旋见状 二话不说 一箭砍了过去 只听到刷刷的声音 掌柜四肢被夜旋彻底砍掉 夜旋最后一箭 劈在了掌柜的脑袋上 直接将这个骷髅架子给劈碎了 随后 夜旋离开了这烧烤间 然后将隔壁的客房房门 一字推开 周围几个房间都是空的 一直到刺身那个房间的时候 夜旋才见到人 上次那位趾高气昂的三皇子 程白鱼 此刻状态可不太好 他全身都被扒得干干净净的 不仅如此 他全身上下 所有的毛发都被剔出得干干净净 一根毛都不剩 到处都不例外 光秃秃的脑袋 看着宛如一颗包了皮的鸡蛋 而他的身体 则是被摆成了C型 躺在一个巨大的木盆之中 程白鱼的身上 还整齐地摆放了一些蔬菜 旁边还有一些辣椒 盐等等的调味品 夜旋也松了一口气 虽然程白鱼看着有些滑稽 但确实还活着 话说回来 这些妖魔 还他妈的挺讲究的 专门搞了这么一个客栈不说 还让食材自己挑选烹饪方法 而程白鱼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选择了刺身这个吃法 刺身这玩意儿 食材肯定是越新鲜越好 因此 程白鱼只是昏迷 而不是死亡 有可能他在被端到餐桌上的时候 还是活着的 说不定还是清醒的 食客们眼睁睁看着程白鱼 不断哀嚎挣扎 然后一点点吃掉 圣白鱼身上的血肉 听起来倒也不错 这和地球上的活吃猴脑 倒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圣白鱼选择的烹饪方法 无疑是最痛苦的 但正因为是刺身 他才能活到现在 让夜旋有机会救援 这倒也算是他的幸运了 想着 夜旋上前 准备将程白鱼 从木盆之中拎出来 只是这个时候 一个恼怒的声音响起 我最不喜欢不听话的食物了 夜旋转头一看 一个身形肥瘦 全身长着黑毛的男子 站在那里 男子手中还拎着两把杀猪刀 看上去异常的凶悍 夜旋眼中金光一闪 他的玄机神童 已然看穿了这个家伙的本体 这是一头猪腰 而且和之前那头狐妖一样 这头猪腰 同样达到了大腰层次 难怪 这猪腰敢在大厦京都不远处 搞这么一个客栈呢 原来是一高腰胆大 此时 猪腰已经拎着两把杀猪刀 向着夜旋冲了过来 在前冲的过程之中 猪腰的形态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发生着变化 他身上简单的衣服 被撕裂了开来 原本大致的人形 变成了一头巨大野猪的形状 手上两把杀猪刀 变成了两只风锐无匹的獠牙 夜旋看着冲上来的猪腰 口中大喝道 金刚不坏神功 刹那之间 夜旋全身变成了金色的 宛如一个小惊人一样 接下来 夜旋直接用自己的双拳 狠狠地和猪腰的獠牙砸了过去 金刚不坏神功带来的 只有五匹的防御 而这头猪腰化作本体之后 身高超过两米 体长超过五米 力量无疑是极为恐怖的 夜旋都不一定能匹敌 只是此刻 夜旋大地之子神通自行发挥效果 在大地之力的加持下 夜旋力量增幅许多 因此 这一次硬碰硬 夜旋一步未退 反倒是这头猪腰 一只獠牙当场断裂 发出了一声惨叫声 夜旋直接抓住了猪腰的獠牙 然后以绿巨人摔落机的方式 将猪腰的身体 连续不断地砸在了地上 剧烈的碰撞之下 这客栈虚假的景象 很快便维持不住了 此处也恢复了 原本荒芜的乱葬岗情形 周围 到处都是一片片孤坟 客栈一楼那些食客们 此刻变成了一个个 从孤坟之中爬出来的骷髅架子 这些骷髅架子 没什么战斗力 一个个速度缓慢 但是张牙舞爪地 冲向了夜旋和圣白羽 他们猪腰目标 应该是已经成白羽 毕竟成白羽 已经是处理好的食材了 马上就能享用了 夜旋看着这些骷髅架子 直接到天雷剑绝 话音落下 只见夜旋龙骨剑舞动着 一道道天雷之力从天而降 披在了那些骷髅架子身上 这些骷髅架子 短短数秒钟 便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净 猪腰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畏惧之色 天雷之力 至阳至刚 对于妖物有着天然的克制 猪腰直接道 人族 今日我这饕餐盛宴 宴请了足足两位大妖 你若是识相的 留下食材 赶紧滚蛋 夜旋笑道 两位大妖 那再好不过了 我正缺大妖内单呢 说着 夜旋一剑斩了过去 龙骨剑携带着天雷之势 狠狠地劈在了猪腰身上 猪腰虽然皮糙肉厚 可天雷之力有着破鞋效果 一剑下去 猪腰身上已经冒起了黑烟 看上去十分狼狈 夜旋趁热打铁 想先收拾了这头猪腰 给母亲再搜集一颗内单 猪腰健壮 一头拱在了大地之上 然后庞大的身体 竟然钻进了大地之中 这猪腰 竟然还会遁地之术 夜旋健壮 直接开启了透视眼 透过大地 锁定了猪腰的位置 然后发动电光神形 身体轻盈地追了上去 猪腰遁入地下 逃了足足十几公里 感觉自己 应该已经安全了 才从大地之中钻了出来 准备喘口气 只是 她的身体刚刚从地下钻出来 便看到了一道 令她绝望的身影 夜旋看着钻出来的猪腰 笑道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猪腰整个猪都猛逼了 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夜旋的龙骨剑 已然从猪腰的天灵盖刺了进去 猪腰的脑袋 直接被捅了一个对穿 猪血如同不要钱一样 喷涌出 第62章 碾压 夜旋正准备找找猪腰身上的内单 忽然感知到 圣白羽那边出现了变故 又有两道腰气出现 夜旋匆忙将猪腰尸体扛在了身上 风驰电掣般地冲了过去 当夜旋冲过去的时候 只见两头大致呈现人形的大腰 正围着圣白羽坐着 其中一头大腰将一碗水泼在了 成白羽的脸上 并且道 要说这刺身 食材必须是清醒的 才最为美味啊 圣白羽被泼了一脸水 睁开了眼睛 入木 是一座座孤坟 还有一道道白森森的骨架 再低头一看 自己被扒得金光 躺在一个盆里 圣白羽顿时吓得脸惨绿惨绿的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一头女妖 伸手捏着成白羽的脸颊 这食材肉质不错 非常鲜嫩可口啊 处理得也很干净 一根毛都不剩 圣白羽一听这话 顿时吓得半死 直接来了个大小便失镜 当场喷尸而出 这个女妖顿时一脸的嫌弃 这就有点不专业了吧 上桌前 怎么能不排空食材的肠道呢 圣白羽慌忙道 妖怪大人 放了我好不好 求求你们放了我 而此时 另一头大妖却激动地流出了口水 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口了 这老猪真是太专业了 这头大妖 一头的黄毛 还长着一个犬鼻 很显然 这是一头犬妖 俗话说 狗改不了吃屎 犬妖也不例外 这鲜嫩可口的人类食材 搭配上他最爱的屎 简直就是犬妖的最爱啊 犬妖说着 伸出了半米长的舌头 舔了舔圣白羽身上的排泄物 圣白羽顿时哭得更厉害了 自己这死法 也太他妈的憋屈了吧 正当此时 叶玄的声音响起 你们要不要这么恶心啊 叶玄的话 对圣白羽来讲 宛如天籁之音一样 他慌忙道 救救我 快救救我呀 我是大舟三皇子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两头大妖也看了过来 当他们看到猪妖的尸体之时 也很意外 老猪竟然被弄死了 这老猪皮糙若厚 怎么死的 该不会是偷袭吧 这头猪妖 在大下的妖魔之中 也算是颇有一定的名气了 猪妖几百年前 本是被人类养在猪圈之中的 猪妖的祖祖辈辈 都只有一个命运 他们被人类圈养着 每日喂食 配种成功的 生育一群小猪 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配种失败的 就直接杀了 吃猪肉 猪妖眼看着自己的父母 还有兄弟姐妹 先后被人类屠宰 做成了不同的食物 有的被红烧 有的被爆炒 有的被清蒸 有的被水煮 有的被烧烤 后来猪妖意外觉醒了 他不甘心做一头 任人宰杀的猪 他要反抗 他冲出了猪圈 咬死了圈养他的主人 回归了山林 还觉醒了灵志 开始了自己放浪不羁的猪妖生涯 他在大厦各处纵横 广交妖魔好友 并且学习厨艺 人类是怎么烹饪他 那些兄弟姐妹的 他就怎么烹饪人类 依靠着厨艺 在妖魔界有诸多朋友 猪妖的饕贴盛宴 越办越精彩 他还特意 用妖力换化出客栈 第一是为了招来一些食材 第二是 为了让饕贴盛宴 看着更加有档次 只可惜 如今终于踢到了铁板 几百年的潇洒腰声 就此终结 女妖和犬妖 都有一些唏嘘 同时也觉得有些可惜 毕竟猪妖死了 以后再也没有妖怪 给他们烹饪出 这么美味的人族当食物了 随后 这两头大妖的身体 都开始发生变化 女妖身上的衣服被撑破 身上长出了 六条粗长的蜘蛛腿 整个身体 也变成了一个 墨盘大小的蜘蛛 至于旁边的犬妖 则化作了一头 体长六七米 身高接近三米的巨犬 两妖一左一右 向着夜璇夹击而来 身为妖怪 他们都很谨慎 虽然夜璇看上去年纪轻轻 但是猪妖都死在了他手上 两头大妖可不敢轻敌 只可惜 不管他们轻敌与否 结果都是注定的 夜璇此刻依然开启着 金刚不坏神功 左拳砸向了冲过来的犬妖 右手握着龙骨剑 斩向了蜘蛛精 伴随着剧烈的碰撞声 蜘蛛精的一条腿被斩断 犬妖也打了两个滚 摔在了地上 如今的夜璇 因为大地之子的关系 他的金刚不坏神功开启时间 比起之前长了许多 大地之子 赋予了夜璇全方位的增幅 同时 大地之还在无时无刻 可以持续更长时间 此时 两头大妖在落地之后 毫不犹豫 分别向着两个方向逃顿而去 他们大妖 本就以力量见长 一般的人族绝顶 是无法和他们正面抗衡的 而现在 夜璇却一对二正面对抗 占据了上风 这份实力 着实是太夸张了 因此 两头大妖直接选择各自逃命 夜璇看着两头溃逃的大妖 直接追向那头犬妖 毕竟蜘蛛精被夜璇断了一条腿 逃不了多远 电光神型发动 快追上了犬妖 然后一剑从犬妖的背后斩了过去 犬妖剑撞 腰力注入尾部 一条尾巴顿时化作了一根 粗大的灰色狼牙棒 而后龙骨剑撞击在一起 只听到咔嚓一声 犬妖的尾巴被龙骨剑斩断 天雷剑绝附带的天雷之力 披在了狼妖身上 使得狼妖身体麻痹不已 夜璇趁势道 开天剑翼 龙骨剑携带恐怖的剑翼 从犬妖的屁股后面 变成两半的犬妖 又往前冲出去一段距离 才彻底倒在了地上 陷血狂勇 夜璇见状 则是追向了 向另一个方向逃顿的蜘蛛精 此时 蜘蛛精还以为自己保住了一条小命 他一脸后怕道 人类现在都这么猛了吗 明明没有跨入真刚境 竟然这么变态 人族的绝顶 对应的是妖魔的大妖层次 而人族的真刚境 对应的是妖魔的妖王层次 只是人族修行时间 相比妖魔要短了很多 因此 虽然层次相同 但是同层次妖魔是碾压人族的 因此 一般来讲 要杀大妖如砍瓜切菜 至少都是得人族的真刚境才行 只是真刚境在人族之中 也是凤毛麟角 一般来讲 都守护在人族各国的都城之中 轻易不会离开的 蜘蛛精也着实没想到 自己竟然碰到了这么一个变态 明明不是真刚境 却杀大妖如杀鸡 简直太不符合情理了 第63章 收获颇风 蜘蛛精话刚说完 叶玄的声音便响起 原来异品之后 是真刚境吗 你这妖怪懂得倒是不少 叶玄的声音 宛如催命浮一昂 让蜘蛛精脸都白了 他害怕道 你不是去追那头老狗了吗 他已经被我杀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蜘蛛精听了这话 忽然不再逃跑 他身上妖力收敛 身体从庞大蜘蛛的形态 化作了人形 接着他楚楚可怜道 少侠 你放过奴家好不好 奴家愿意给少侠当牛做马 这蜘蛛精幻化成的人形 长得还算不错 之前因为化作本体 身上的衣服都撕裂了 此时又变回人形 身上几乎没几件衣服 半裸地站在那里 一副任君彩鞋的模样 倘若定力不够的话 说不定真让这蜘蛛精诱惑了 实际上 这也是蜘蛛精的手段之一 这是他们一族特有的手段 诸魅术 能够极大程度地激发人族的欲望 不由自主地想与他们交合 而在交合的过程之中 人族体内的精元会迅速流失 力量也会大为折损 等到身体感官攀登到极乐之巅的时候 也是蜘蛛精将人一口吞下去的时候 只可惜 叶玄身负玄机神童 对于这种魅术和幻术 拥有着极强的抗性 而叶玄心中 也已经认定了圣红鸾 没有什么开后宫的想法 因此 只见叶玄一只手上前 抓住了蜘蛛精的脖子 他眼神迷离 似乎真的被蜘蛛精诱惑了 而下一秒钟 叶玄已经提起了剑 然后一剑砍在了蜘蛛精的脑袋上 刹那间 蜘蛛精的脑袋便飞了出去 掉在了地上 凄厉的哀嚎声响起 蜘蛛精瞬间又变回了圆形 屁股拼命地喷射着蛛丝 意图将叶玄困起来 叶玄直接施展天雷剑绝 每一剑都伴随着雷霆之力 这蛛丝刀枪不破 水火不清 可唯独惧怕致阳至刚的天雷 天雷之力 直接将坚韧的蛛丝活性完全破坏 然后被龙骨剑斩断 蜘蛛精又喷了一会儿蛛丝 最后无力地倒在地上 毕竟哪怕是妖魔 头颅也是致命的弱点 刚才喷蛛丝也只是临死一搏罢了 这一搏失败了 他的生命自然也走到了尽头 随后 叶玄便开始将这蜘蛛精给解剖了 找出了其内丹之后 又去继续解剖猪妖和犬妖的尸体 很快的 三颗大妖内丹被叶玄收入囊中 接下来 叶玄则是将犬妖和猪妖的尸体扛着 来到了盛白宇面前 程白宇还在木盆里面躺着 他虽然清醒了过来 但是之前 猪妖为了更好的处理食材 在他身上下了迷药 此刻药力还没完全过去 浑身酸软 无力动弹 盛白宇的那个带路的护卫 倒是还活着 至于另外几名护卫 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他们进的是其他的房间 选择的是其他烹饪手法 加上他们肉质不及程白宇鲜嫩 昨天已经被猪妖吃掉了 接着 叶玄便道 你还躺着干什么 先把你的衣服分 你主自己件吧 护卫在看到那几头妖怪的时候 第一时间趴在了地上装死 此刻听到叶玄所说 他先是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小心地观察了一下四周 确认没什么风险之后 他才爬了起来 对叶玄道 叶公子真是英明神武啊 这么多妖魔 都奈何不了叶公子 此时 盛白宇也意识到 自己保住了一条小命 他虚弱道 别他妈的拍马屁了 扶我起来 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护卫上前 闻到了一股怪味 脸上有些嫌弃 盛白宇见状 训斥道 你再给我捂一下鼻子试试 此时 叶玄则是道 都成了砧板上的肉了 还摆你那三皇子的架子呢 如果不是你 这个护卫 你以为我会来救你 三皇子看着叶玄 眼中也流露出畏惧之色 他知道叶玄很猛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猛 大妖这玩意儿 说杀就杀 一口气杀三头 都不带喘气的 这也太猛了吧 圣白宇脸上 带着敬畏之色 哦 是我的错 等我回了大洲 一定好好奖励他 那名护卫也感激地 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给圣白宇换上 而叶玄则是将 猪腰和犬腰的尸体 处理了一下 这两头大妖体积太大 要扛回去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 叶玄准备将大妖身上 比较精华的血肉割下来 放到之前 圣放成白宇的那个木盆之中 然后利用马匹 把木盆扛回去就行了 当然 蜘蛛精不再考虑范围内 那家伙身上 没太多肉能吃的 带回去也是浪费 叶玄从猪腰和犬腰身上 剔下来 大概一百公斤的精华血肉 放进了木盆之中 让马拉着盆 另一匹马 则是由圣白宇和护卫同城 圣白宇身体虚弱 无法自己骑马 或者走路 而叶玄的话 则是牵着另一匹马 一行人也不顾夜色 刘养几天 才能再次返回大洲 另外 他身边也没有什么防护的力量 具体怎么回大洲 还得从长计议 虽然是夜间行路 但一路之上 倒也没遇到什么麻烦 天快亮的时候 一行人回到了公主府 圣红鸾听到动静 立刻便冲了出来 圣白宇还以为妹妹担心自己的安危呢 拍了拍手 准备和圣红鸾拥抱一下 哪知道 圣红鸾直接绕过了圣白宇 然后投入了夜玄的怀抱 他的手在夜玄身上上下摸索着 口中道 你没事吧 没有受伤吧 夜玄直接道 放心 我没事 刚张开双臂的圣白宇 只能用挠头来缓解自己的尴尬 毕竟他有点自作多情了 圣红鸾确认夜玄没事之后 才对圣白宇道 圣白宇 这里是大侠 不是大洲 下次再出事 可没人能救你 第六十四章 话气为刚 圣红鸾的口气并不客气 这让圣白宇有几分不爽 只是眼看着圣红鸾和夜玄 轻腻地依偎在一起 圣白宇还真不敢对回去 毕竟夜玄的实力 圣白宇是亲眼见到了 着实是太恐怖了 他实在没胆量得罪夜玄了 此时 赵百战也走了过来 啊 夜小友 老朽替大洲皇室 谢谢你了 夜玄淡淡道 那倒不必了 我只是 看在红鸾的面子上 对了赵老 你可曾听过真刚进 赵百战笑道 真刚进 自然听说过 那是老夫我一生的追求 夜玄立刻道 可否详细说说 夜玄已经踏足一品 接下来便是突破真刚进了 而真刚进 应该也是大夏皇室真正的底牌了 而如今的夜玄 依靠着玄机便可以突破一个境界 拥有媲美真刚进的战力 但终究不是真正的真刚进 匹敌和碾压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夜玄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比较狗的 因为他真正的敌人 其实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大夏皇帝 唯有拥有了碾压大夏皇室的高端战力 夜玄才能真正的肆无忌惮 而到时候 夜玄就可以真正的为所欲为了 和生母配合 揭露姬浩宇的身份 以绝对的实力 镇压大夏皇帝 到时候若是有兴趣 就当的皇帝玩玩 让生母晋级成为太后 将红鸾封为皇后 给自己的几位姐姐 都封个公主之类的 给自己的养父养母 封个王爷王妃 等到完腻了 再和红鸾生的孩子 把皇位传下去 然后和红鸾一起 一边继续修行 追寻武道的极致 一边游历天下 享受人生 而只需夜玄自身的实力 踏足真刚镜 搭配上玄机变 以及其他种种的手段 夜玄便有了争霸天下的基础了 赵柏战则是道 既然如此 你我单独聊聊吧 此境对于上三品之下的舞者 太过遥远 听了也没什么好处 也好 随后 赵柏战和夜玄 来到了公主府的凉亭之中 白菊花给两人倒了一杯茶 赵柏战抿着茶水 真刚之境 是超越了一品的境界 也是我一生的追求啊 只可惜 想跨入真刚之境 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哦 到底有什么难的 赵柏战解释道 真刚之境 需要不断地凝炼体内真气 化真气为真刚 凝气成液 真气和真刚之间的区别 有如豆腐和钢铁之间的区别 真刚之境 即便不动用意 钢气也能轻易地撕裂妖魔身躯 而要跨入真刚之境 首先体内的真气质量 要足够地高 其次的话 身体经脉韧性要足够 一品强者 能入真刚者 万里挑一 很明显 老夫并非那万众之一 赵柏战说到最后 叹了口气 他在跨入一品之后 太多精力放在了拳法之上 蹉跎了岁月 后来 他想跨入真刚之时 发现年事已高 经脉韧性下降 凝炼提纯真气之时 每当真气化刚的一瞬间 刚气便会撕裂经脉 破体而出 最后 赵柏战不得不放弃真刚之境 老老实实地 当一位一品的全宗 叶璇眼神也凝重了起来 化气为刚 凝炼成夜吗 这听起来 难度的确很大 他缓缓道 那在您看来 我多久能踏入真刚境 赵柏战笑道 叶小友的天赋 是我见过最优秀的 若是小友从现在开始 便凝炼提纯真气 为真刚境做准备 应该有望在四十岁时 踏入真刚 叶璇直接道 四十岁 那也太久了吧 赵柏战笑道 九 真刚之境 需要凝炼提纯真气 本就是水魔功夫 老夫虽然 未曾跨入真刚境 但是倒认识两位真刚境 他们一个是66岁踏入真刚 另一位是68岁踏入真刚 基本上 踏入真刚境的年龄 都在60岁到70岁之间 60岁之前 修行时间太短 无法将真气提纯 凝炼到极致 而70岁之后 身体经脉韧性下降严重 哪怕真气强度合格了 经脉也承受不了 凝气成夜带来的压力 也正因为如此 真刚之境才如此之少 真刚境难跨入 最大的问题就是 需要的时间太长 一不小心 身体变老迈了 经脉承受能力下降 无法凝气成夜 化气为刚 而叶璇 年仅18便已经是上三品 因此赵柏战认为 叶璇必然可以入真刚 而40岁前入真刚 这已经堪称 破了大洲和大夏500年来的记录了 叶璇竟然还嫌晚 叶璇也饮了一口茶水 道 不论如何 多谢赵老指点了 20年后才踏入真刚 叶璇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如今大夏已经五皇子监国了 母亲和杨家那边 似乎又和白莲叫扯上了瓜葛 整个大夏 目前都是风雨欲来 而叶璇这位被替换的皇子 也处于这狂风暴雨的核心之中 在皇帝和杨家撕破脸之前 叶璇要拥有镇压一切的力量 当然 正常的修行 怕是很难快速跨入真刚境了 不过好在 叶璇还有天道酬情 他看了一眼自己认真的修行熟练度 这段时间 他修行十分频繁 因此才这么快跨入了一瓶 如今认真的修行熟练度 是1835次 熟练度达到2000次之时 叶璇还有一个大奖 叶璇十分期待这个大奖 而在叶璇努力提升实力之时 五皇子也没有闲着 这几日 因为皇帝中风 在接受治疗 五皇子也好好地体验了一把监国的滋味 处理各种奏则 虽然很辛苦 但是那种大权在握的滋味 也相当之爽 一开始 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的 只是没几日 五皇子便开始思考着 利用手中的监国之权 搞点事情了 这一日早朝完毕 姬浩宇忽然对曹化纯道 曹公公 你去红鸾公主府传旨 本皇子今日批阅奏折 身心俱疲 听闻红鸾公主舞姿动人 让他入宫一趟 替本皇子舞上一曲 曹化纯脸色微变 五皇子 红鸾公主身份特殊 又和娘娘一子关系不菲 娘娘一子又如何 如今本皇子监察国事 别说一个一子了 便是大哥和四哥 敢对本皇子说个不字吗 如今姬浩宇待监国事 只要皇帝不出面 整个大厦 姬浩宇最大 即便是杨皇后 姬浩宇都不一定害怕 曹化纯听了这话 直接道 奴婢遵旨 第六十五章 风雨欲来 随后 曹化纯直接领着一只太监 出发前往红鸾公主府 准备传旨 曹化纯刚刚离开皇宫 前亲宫的太监换班 一个相貌清秀的小太监 悄悄将一张纸条 递给了一个后宫女官 几分钟后 那名女官来到了昆宁宫 道 娘娘 小凳子密报 五皇子滥用监国之拳 要求红鸾公主进宫为她跳舞 杨皇后顿时怒道 这小畜生找死 圣红鸾和自家玄儿情投意合 杨皇后已经将圣红鸾 视作是自家而习 姬浩宇想让自己的妻儿习 给她跳舞 杨皇后怎能不怒 女官则是道 娘娘 五皇子有监国之权 此事不好阻止 杨皇后直接道 你安排一个好手 让她提前赶往公主府 让红鸾公主提前装病 先过了今日再说 女官得令 立刻便安排人去行动了起来 在曹化纯的船指队伍抵达前 杨皇后的人 先行抵达了公主府 将此事和圣红鸾说了一遍 圣红鸾可不想进宫 给姬浩宇跳舞去 她当即躺进了被子里面 开始装病 几分钟后 曹化纯抵达红鸾公主府 要求圣红鸾接旨 叶玄上前道 红鸾公主重病再生 不方便接旨 曹化纯面色微变 道 奉五皇子口谕 五皇子有监国之职 今日批阅奏折 身心俱疲 要红鸾公主进宫五上一曲 叶玄再次道 老太监 难道你耳朵也被淹了 我说了 红鸾公主重病再生 接旨都不方便 更何况进宫跳舞 曹化纯深深地看了叶玄一眼 道 五皇子旨意 本总管已经传达 至于红鸾公主是否重病 你说了不算 林御医 请 年龄四十多岁的林御医 对着曹化纯微微躬身 然后看向了叶玄 红鸾公主何在 她是否重病再生 本官一看便知 姬浩宇也不是没脑子 她早就猜到 红鸾公主可能装病 因此提前安排了御医 叶玄听了这话 直接道 你算什么东西 红鸾公主 是你想见就见的 曹化纯眼中流露出危险的神色 叶玄 你今日是想抗旨吗 曹化纯说着 身上气势全开 向着叶玄压了过去 曹化纯身为大内总管 实力可不弱 他同样是一品之镜 还领悟了葵花剑意 剑法精湛 因此才能成为太监总管 叶玄看着曹化纯 开天剑意释放 两人眼神之中 都有刀光剑影 剑意交锋 而正当此时 只听到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曹化纯转头一看 只见一道苍老的身影 站在灵御医的身边 而灵御医已然跪在了地上 他的双腿双臂都变成了L型 显然四肢都被打断了 曹化纯面色一变 全宗照摆站 照摆站直接到 没错 便是老夫 我大舟公主生病了 还需要你们大厦的御医 来鉴定真假 你们是不将我大舟放在眼中吗 老烟狗 你若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日你走不了 曹化纯本就苍白的脸 顿时变得更白了 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赵摆站可是亲手杀死了一头六尾狐妖 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绝顶强者能够做到的 而如今 赵摆站身在大厦 却嚣张地打断了大厦御医的四肢 这很显然是有恃无恐 难道说 这个老东西 已经踏入了真刚之境 倘若真是如此的话 今日他可要倒霉了 真刚之境 是各个国家真正的底牌 唯有皇帝才能指挥的洞 姬浩宇虽然是监国皇子 也调动不了真刚进 眼看赵摆站气势汹汹 有恃无恐 曹华纯终于露窃了 权宗大人说笑了 是这林御医太不懂事了 老奴安排林御医 只是想让他替红鸾公主看看 开一些方子 让红鸾公主早日康复而已 别无他意 赵摆站这才道 以后说话注意点 下次断的就不是四肢了 是 多谢权宗大人手下留情 我们走 随后 曹华纯直接让两个人 架着那位被打断四肢的御医 离开了公主府 几人走后 赵摆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道 还好把这烟狗给唬住了 要真动起手来 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赵摆站年龄太大了 曹华纯却只有五十出头 他进身之后 心思纯粹 全部都在五道之上 比起一般的绝顶 更强一筹 叶玄笑道 没事 你不是对手 不是还有我吗 赵摆站苦笑一声 若是叶玄真的和曹华纯动手了 那才糟糕呢 哪怕叶玄强过曹华纯 一旦曹华纯这老太 见知道了公主府的虚实 那公主府很快便风雨飘摇了 而即便现在 公主府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大夏皇帝很显然很好看姬浩宇 即便姬浩宇勾结妖魔 都让他监国了 等到姬浩宇登上太子之位 恐怕公主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到时候 叶玄和圣红鸾 恐怕只能跑路了 而随后 叶玄回到了正殿之中 圣红鸾道 传指的人走了 叶玄道 嗯 走了 七号宇这小子什么档次 也配看我们家红鸾跳舞 圣红鸾笑道 那你想不想看 叶玄立刻道 自然想看了 好 我去换一身衣服 让千儿和子儿为我奏乐 很快的 圣红鸾换了一身盛装 见是亲儿和子儿以见作乐 节奏明朗 而圣红鸾 则是在奏乐声之中 舞动着自己的娇躯 她的身形灵动柔韧 宛如一条水蛇一样 妩媚动人 妙慢的身姿 吸引着叶玄的目光 十多分钟后 圣红鸾一曲跳完 最后整个人 直接投入了叶玄的怀中 叶玄搂着圣红鸾的娇躯 道 真好看 圣红鸾呼了口气 才道 红鸾今生只为君武 叶玄听了 内心也颇为感动 不由自主地 吻在了圣红鸾的音唇上 两人一处几分 没有继续缠绵下去 毕竟见识亲儿和子儿还在呢 而与此同时 吏部尚书府邸 杨天宝坐在主位之上 在他面前 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神秘人 只见杨天宝 将一份地图递了过去 道 此乃大厦皇宫地图 里面还备注了 每个地狱的防守力量 神秘人见状 准备接过地图 然而杨天宝却道 阁下准备两手空空 就拿走这份地图 神秘人道 大人抑郁如何 杨天宝缓缓道 五皇子姬浩宇 并非杨皇后亲生 如今皇后所收的一子叶玄 才是当今陛下 和杨皇后的亲生儿子 三日之内 第66章 气急败坏 叶玄的身份 现在杨家的敌人都清清楚楚 否则的话 也不会各种针对了 如今 杨皇后和杨家 既然已经和白莲教合作了 那么接下来 自然是要把大厦京都 搞得越乱越好 唯有大厦乱起来 白莲教才能兴风作浪 大厦皇帝才会被搞得焦头烂额 五皇子不是想要监国吗 那就先拿他五皇子的身份来开刀 给他个狠的 看他还怎么监国 白莲教的神秘人笑道 原来竟有此事 难怪杨家会和我圣教合作呢 放心 无需三日 明日日落之前 整个京都都会知道 如今的五皇子是个冒牌货 好 那明日日落之后 阁下可以来我府邸 驱走皇宫的地图 姬浩宇都意图让杨皇后的儿媳 去给他跳舞了 杨皇后自然不会忍耐 他让人送出来这份皇宫地图 和白莲教来了这么一次交易 以皇宫地图 换叶玄的身份被公开 其实在此之前 杨皇后没想过公开叶玄身份的 可是在杨皇后看来 皇帝都安排大妖袭击叶玄了 双方本就彻底撕破脸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外加上叶玄如今有千里 顿身符护身 安全得到了保障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地折腾一番吧 杨皇后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与死网破 杨家和她这个皇后 基本上必死无疑 可皇帝也要为此交头烂额一阵子 而最终结果 大下陷入混乱 叶玄利用千里顿身符逃走 改名唤姓 忠此一生 白莲教实力雄厚 暗地里隐藏的教众不在少数 次日上午 街头巷尾 人们都开始八卦起了 十八年前皇宫之中那场袭击 宛如身临其境般 把那场袭击的目的 阐述得清清楚楚 最后还以事实说话 杨皇后美不胜收 杨皇后的两位哥哥 也俊朗大方 唯有五皇子 相貌平平 相反 杨皇后所收一子 眉宇之间 和杨皇后的哥哥颇为相似 很符合外甥向旧的说法 杨皇后必然是肯定了 叶玄才是他的亲生儿子 才会收叶玄为义子 相反 如今的那位五皇子 只是狸猫换太子的 那只狸猫而已 一般来讲 有关皇室之事 百姓们是不敢妄议的 只是有着白连教 以及杨家的推波助澜 此事仅仅半天的时间 便在大厦京都彻底传开 红鸾公主府 圣红鸾一脸的震惊 你是皇后亲子 叶玄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圣红鸾直接道 整个京都都知道了 这还是亲儿和子儿 出去购买食材的时候 听到街头巷尾在讨论呢 叶玄皱起了眉头 怎么会这样 叶玄尚未突破真刚之境 面对大厦皇室的真刚 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呢 怎么自己的身份就传开了 如今自己的身份被公开 原本还暗潮汹涌的局面 一下子从暗潮变成了明浪 皇帝也必然会出手 接下来糟糕了 圣红鸾则是道 你怎么了 这不是好事情吗 叶玄摇了摇头 道 这不是好事情 不管对谁都不是好事 叶玄的身份被公开 大厦皇帝和姬浩宇 必然很难受 毕竟国之根本都被动摇了 而这对叶玄来讲 也不是好事情 因为这使得他猥琐发育的时间 大幅度缩短了 本来只要给他时间 他可以用绝对的实力碾压一切的 现在的话 冲突被提前了 变数也多了起来 那现在怎么办 叶玄立刻道 你先让赵百战立刻把我父母 还有几位姐姐接到公主府 接下来 他们必须在我身边 我才能放心 那你生母呢 叶玄摇了摇头 我生母再怎么样 都是异国之母 皇帝即便要动他 也要站在大义之上 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 才能动他 好 我这就安排 与此同时 五皇子的府邸 只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 不断响起 只见记号与脸色涨红 他将自己府邸之中 能摔的东西 都摔了一个遍 府上的下人们 都微微懦懦地站在不远处 根本不敢阻拦 今天发生的事情 确实是太过严重了 如今京都大街小巷 都在转五皇子并非皇后轻生 而是被人调包了 因此 今日五皇子准备继续行使 身为监国皇子的权力之时 直接被杨天宝当众对了回去 当时杨天宝道 五皇子 如今京城大街小巷 都在传您的绅士问题 我觉得 在证明您拥有着皇室血脉之前 不适合继续监国 杨天宝实力不上书 如今的文官之首 掌柜者官员的升迁等等 因此 杨天宝一开口 其他官员纷纷附和 姬浩宇被搞得当众下不来台 最后狼狈地离开了 而姬浩宇回到自己的府邸之后 立刻便疯了一样 砸了一大堆东西 此时 曹化纯走了过来 姬浩宇不知道是什么人 恰好将一个陶瓷白马扔了过去 曹化纯见状 手持公共专用的扶尘 朝着前方一甩 顿时 陶瓷白马被扶尘缠绕了起来 轻轻放在了地上 接下来 曹化纯便道 五皇子 陛下请您进宫一趟 五皇子眼看有人接住白马 正要动怒呢 见到是曹化纯 这才没有发飙 毕竟曹化纯可是父皇身边不多的能人 对他还是得有几分尊敬的 因此 姬浩宇道 让曹总管见笑了 曹化纯笑道 五皇子客气了 姬浩宇听了 啊 曹总管 如今母后似乎不认可我 你说我该怎么办 曹化纯直接道 五皇子 你说当今天下 是谁的天下 那自然是我姬家的天下 是我父皇的天下 曹化纯笑道 那不就可以了 只要陛下认可你 太子之位便非你莫属 至于其他的一些障碍 陛下自然会慢慢替五皇子清理掉的 姬浩宇阴沉的脸上 终于挤出了笑容 有曹总管这句话 浩宇便放心了 第67章 白莲圣母 半小时后 姬浩宇来到了乾清宫 见到了自己的父皇 皇帝的嘴眼歪斜 还没彻底恢复 但是已经不太严重了 面对自己儿子 倒也没遮掩 姬浩宇跪在地上 道 父皇 如今京都到处都是谣言 父皇要替儿臣做主啊 皇帝直接道 行了 在父皇面前 没必要伪装 那是不是谣言 你难道不清楚 姬浩宇听了 道 父皇 杨家实在是太过分了 皇帝却道 此事并非杨家所为 而是白莲教的阴谋 姬浩宇面色一变 白莲教 他们又想搞事情 白莲教的历史 可以说非常之悠久 他们以无声老母为信仰 可以很快便发展出 大批的教众 对于皇权统治 造成威胁 而说起来 白莲教 在每个朝代 都是在造反 在下朝之前 名为景朝 景朝之前 名为梁朝 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大梁朝 白莲教 便已经存在了 他们志在推翻大梁统治 将大梁朝 建立成真空家乡 大梁朝覆灭之后 景朝上尉 本就在推翻大梁统治之中 出了大力的白莲教 改为了反景赋梁 联合大梁旧部 要推翻景朝 重建大梁 等到景朝覆灭 大夏上尉后 白莲教又改为反下覆景 联合景朝 皇室余孽 立志推翻大夏 重建景朝 这就是一个 以造反为主要营胜的邪教 任性还非常强 一千多年都未曾消亡 只是他们的目的 似乎也从未达成过 不管是建立真空家乡 还是反景赋梁 反下覆景 白莲教都没能成功 皇帝直接道 这件事情表面上 的确是白莲教的身影 但是暗地里 杨家有没有参与 父皇还在调查之中 姬浩宇面色变了变 道 父皇 此时杨家必然有参与 他们竟然和邪教勾结 必须严惩才行 皇帝眼睛眯了起来 杨家是否参与其中 马上就知道了 此时 太监的声音传来 皇后娘娘道 接下来 杨皇后走了进来 姬浩宇神色变换片刻 最终跪在了地上 而臣见过母后 杨皇后没有理会姬浩宇 对皇帝道 陛下找我何事 皇帝看着杨皇后 道 如今京都的谣言 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杨皇后淡淡道 那是不是谣言 陛下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跪在地上的姬浩宇 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这不是刚才 她和父皇的对话吗 皇帝瞪了姬浩宇一眼 对杨皇后道 朕希望你乘坐奉年 和浩宇在京都转上一圈 证明你们母辞子孝 如此谣言不攻自破 杨皇后看向了姬浩宇 姬浩宇 你觉得你是我亲生的吗 姬浩宇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自然是母后您亲生的 您不要轻心那些谣言 杨皇后笑道 好 那你立誓吧 本宫若不是你的生母 便让你生母长穿肚烂 短折横死 死不瞑目 你若愿意立誓 本宫便陪你乘坐奉年 在京都转上一圈 姬浩宇的脸色 顿时变得很难看 这是要让她咒她的生母 她和生母感情极好 哪里愿意发这种毒誓 皇帝直直地看着杨皇后 皇后 你让朕失望了 杨皇后毫不畏惧地盯着皇帝 本宫早就对你绝望了 皇帝叹了口气 道 你下去吧 杨皇后什么都没说 转身便走 杨皇后还没走远 姬浩宇便道 父皇 杨家和皇后勾结白莲教 简直最不可恕 皇帝直接给了姬浩宇一巴掌 姬浩宇捂着自己的脸 父皇 您为什么打我 皇帝冷声道 因为你 朕不得不送朕的皇后上路 你说 朕该不该打你 姬浩宇顿时面露喜色 父皇 杨皇后恃宠而骄 还胆敢勾结邪教 您的决定是正确的 皇帝没有回答 他脑中浮现出了 皇后在一起的种种 当时的他们 情斗初开 情真意切 杨皇后也曾经和他共患难 后来又同富贵 只是没想到 会走到如今这一步 皇帝的眼前 莫名出现了一幅画面 夕阳下 年轻时候的他和皇后 在乡间小道上奔跑者 渐行渐远 京城 一家繁华的酒楼之中 生意兴隆 客来客往 而在酒楼的地下密室之中 一个身材风云的女子 坐在主位之上 她脸上戴着一张莲花面具 颇为神秘 她便是白莲教如今的圣母 号称无声劳母转世 乃是白莲教至高无上的存在 只听白莲圣母道 那个叶玄 确定是杨皇后亲子 一名属下道 圣母 此事绝对可靠 绝对不会有错 白莲圣母听闻 道 大夏如今国力昌盛 我白莲教想要成事 希望就在这个叶玄身上了 多年前 白莲圣母曾经闯过一次观星楼 抢夺白莲教曾经丢失的白莲宝卷 而当时的白莲圣母 已经踏入了真刚之境 但却差点栽在了观星楼 因为观星楼足足有三位真刚 当时仅仅只有一人出手 这才给了白莲圣母逃走的机会 而这几年过去了 白莲圣母虽得到了白莲宝卷 学习到了宝卷之中的秘书 但是他的实力相比当年 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因为那一卷白莲宝卷 记载的秘书名为 静视白莲咒 念动静视白莲咒 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洗敌人的灵魂 教众的脑海之中 会浮现出无生老母的形象 奉献出自己更加纯粹的信仰 对于白莲教也更加幸福 说白了 静视白莲咒 类似于一种精神层面的毒品 可以加快白莲教教义的传播 让白莲教教众扩张速度变快 但是对白莲圣母的实力提升有限 而静视白莲咒 对于真刚径的强者也毫无用处 因此这几年 白莲教一直在蛰伏发展 白莲圣母也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名属下则是道 圣母 倘若这位被调包的皇子 成为我白莲教信徒 那等他登基之后 白莲教岂不是会成为大下国教 白莲圣母听了 同样有些异动 皇宫之中 有着观星楼的真刚径寿长 他都不敢轻举妄动 可外面就不同了 以他的实力 除了皇宫之内 整个大下京都 那都是来去自如为所欲为的 若是叶玄成为白莲教信徒 那白莲教未来的发展 就不用有丝毫担心的了 当然 主要有一点 白莲教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 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第六十八章 百炼成钢法 白莲教最初在梁朝之时便诞生了 当时梁朝的覆灭 白莲教功不可没 只可惜 梁朝覆灭后 大井立国 白莲教非但没能崛起 相反 大井朝刚立的时候 白莲教反而是被打压最为严重 激进覆灭的时候 后来井朝破灭 大下立国 历史再次重演 白莲教依然没能讨到一点好处 如今白莲教和杨皇后合作 杨皇后觉得是与虎谋皮 而白莲教同样担心 像以前一样 为他人做了嫁衣 可如果叶玄成为白莲教的教众 被禁使白莲教洗脑 那白莲教就可以全力支持叶玄了 随后 白莲圣母便道 叶玄和我白莲教有缘 今晚本作便去会会他 当晚 红莲公主府 白莲圣母踏跃而至 她来到政变之后 口中默默念诵着咒语 片刻后 一朵巨大的白莲虚影 便将叶玄的房间 整个包围了起来 这也是白莲教的秘书 真空莲花 只听白莲圣母道 赤儿 还不快快醒来 叶玄猛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看向了四周 脚下 是纯白色的莲台 周围 则是挤伴巨大无比的莲花 她似乎身处一个 巨大无比的莲台之中 这是什么情况 此时 白莲圣母从天而降 她身子风鱼 眉心有着一朵白莲 脸上虽然戴着面具 但是却给人一种 慈眉善目的感觉 叶玄看着白莲圣母 道 你是什么人 白莲圣母道 此乃真空莲花内部 叶玄 你和我白莲教有缘 从今日起 每日听我念诵 竟是白莲咒 洗涤心灵 净化灵魂 叶玄眉头一皱 白莲教 我母后知道 你们来找我吗 白莲圣母没有回答 而是盘膝而坐 开始念诵竟是白莲咒 叶玄眉头一皱 她正要动手呢 却感觉内心一阵成澈 似乎灵魂真的被净化了一样 而与此同时 叶玄的玄机神童自行发动 她双目闪着异议金光 十分特殊 叶玄莫名的有种感觉 在这种状态下修行 效率应该非常不错 想着 叶玄直接盘膝坐下 开始运转天然土纳术 体内真气顺畅地流转着 比起以往的修行 都更具效果 这事竟是白莲咒 带来的正面效果 至于说竟是白莲咒的洗脑效果 则被玄机神童自行抵消了 对叶玄没有任何影响 一个时辰后 叶玄的天然土纳术 运转完一个大周天 此时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修行 认真的修行熟练度 加100 果然 叶玄猜测得没错 在白莲圣母念诵竟是白莲咒之时 宛如给叶玄增加了一个增益buff一样 直接让叶玄的修行趋劲完美 数量度直接百倍增加 原本认真的修行熟练度 已经到了1842次 如今增加了100次 达到了1942 若是在白莲圣母的辅助下 再修行一次 叶玄熟练度 直接便能破2000了 到时候 或许叶玄便能掌握 跨入真刚进的办法了 想着 叶玄有些渴望地 看着白莲圣母 静视白莲咒 博大精深 我还想再听一次 白莲圣母眼中流露出欣慰的神色 她还以为叶玄已经被洗脑了呢 因此才如此期待静视白莲咒 只是静视白莲咒 乃是群体性质的催眠 进化的手段 消耗极大 白莲圣母 一般也只是面对数千教众聚集 才使用静视白莲咒 增强这些人的信仰的 现如今 她给叶玄念了一次静视白莲咒 此时体内刚气几乎消耗殆尽 精神也十分为民 甚至头上还增加了几缕白发 可以说 白莲圣母是用命在帮叶玄修行啊 只是叶玄身份很重要 她必须保证叶玄被洗脑 因此 白莲圣母道 静视白莲咒消耗颇大 本圣母休息两日后 再来为你念咒 随后 白莲圣母收回了真空莲华秘书 抽身而去 离开了红鸾公主府 而叶玄则是有些欲求不满 毕竟只要再来一次 她的认真修行熟练度 便破两千了啊 这个白莲圣母 真他妈的不给力啊 随后两日 有关五皇子身份的事情 愈演愈烈 皇室方面却无动于衷 只是京都各个出入口 却多出了几支军队 任何人出入京都 都要接受严格的盘查 叶玄面对京都的变化 无动于衷 如今养父母和姐姐 都被接到了公主府 圣母那边 皇帝真要动手 也肯定是明着来 先占据了大义 才会动手清算的 因此 叶玄要抓紧这几天的时间 提升实力 而她对于白莲圣母的 再次光临 也越发地期待了起来 两天后的晚上 白莲圣母再次大驾光临 叶玄 如今你母后身处险境 唯有白莲教 可以救你们母子 叶玄直接道 你说的都对 我相信你 咱们开始吧 白莲圣母看着叶玄 迫不及待的样子 总感觉怪怪的 诚然 竟是白莲咒 有着洗脑的效果 让人灵魂成澈 可像叶玄这样迫不及待的 着实少见啊 可叶玄是白莲教重要的棋子 她只能收起内心的疑惑 开始念诵竟是白莲咒 为了早日恢复 白莲圣母这两天吃的可不少 人参鹿绒 鸡汤鸭肉 各种食补 这才有力气给叶玄念咒 而在白莲圣母开始念咒后 叶玄也卡着点 开始修行天人土纳树 这么一个大号的修行加速器 叶玄可绝对不能浪费啊 一个时辰转瞬即逝 白莲圣母面色苍白 头上多出了五六根白发 而叶玄则是精神奕奕 颇为欣喜 此时 她的脑中 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修行 熟练度加一百 恭喜宿主 认真的修行熟练度达到两千 奖励百炼成钢法 随后 叶玄的脑中 便出现了一门颇为繁杂的秘书 这是一门十分奇特的功法 只需修行百次 便可百炼成钢 化真气为钢气 突破一品 跨入钢气境 第69章 龙袍玉玺 百炼成钢法虽然繁杂 可作为系统奖励 叶玄直接便将之掌握了 换句话说 她现在就可以运转百炼成钢法 百次之后 她便可以跨入真钢境了 一旦跨入真钢 搭配上玄机变 以及叶玄其他的优势 在这都城之中 叶玄便是无敌的 想着 叶玄道 圣母 以你的实力 在整个大厦 能排在地底 白炼圣母是真钢境 这一点叶玄很清楚 而白炼圣母给叶玄的感觉 并不算太强 叶玄若是开启了玄机变 再加上其他能力 至少也能和白炼圣母 打个五五开 白炼圣母听闻 直接道 本圣母在大厦 至少可谓列前三 但大厦观星楼 拥有不止一位真钢 因此 你此次夺敌 只能裹挟名义 逼迫皇帝承认你的身份 而后 圣教会助你淘汰其他皇子 登上太子之位 叶玄一听白炼圣母的话 直接道 我明白了 我看圣母也累了 慢走不送 叶玄本来以为 这白炼圣母 是个聪明人呢 没想到也太蠢了 裹挟名义 逼迫皇帝 简直是太天真了 皇帝哪有那么容易 被逼迫的 叶玄从一开始 就认定了一件事情 唯有绝对的实力 才能达成所愿 因此 叶玄从来没幻想过其他的 唯有拥有碾压一切的力量 才能拿到自己应得的东西 本来以为这白炼教 能和皇室掰掰手腕 现在看来 实力差距不是一心半点 只能靠自己了 白炼圣母眼看着叶玄变颜变色的 脸色也垮了下来 古奶奶 我辛辛苦苦给你念完 静视白炼咒 刚刚念完就送课呀 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了 用完就扔 看来 这小子虽然被静视白炼咒洗脑了 但是仗着皇子的身份 便不将我这个圣母放在眼中啊 以后有机会 多给他念几次咒 洗得更彻底些 这么想着 白炼圣母忧愿地看了叶玄一眼 抽身离开 而叶玄则是抓紧时间 开始修行百炼成钢法 运转百炼成钢法 叶玄的身体 便如同化身一个炼钢炉 它要做的 便是将体内的真气 熔炼成钢气 这个过程之中 经脉要承受不小的负荷 好在叶玄如今身负大地之子神通 大地之力源源不断地修复着叶玄的经脉 不断为叶玄提供着能量 一个小时后 叶玄完成了百炼成钢法的初次修行 时间紧迫 叶玄直接开始百炼成钢法第二次修行 正常来讲 百炼成钢法 一日可以修行一次 百炼成钢 正好百日成钢 可叶玄时间紧迫 皇帝可不会给他百日的时间 而同时 叶玄的身体 经过身体全方位的强化 外加上大地之子带来的恐怖精力和耐力 他可以不眠不休地修行百炼成钢 叶玄一小时 可运转一次百炼成钢法 一百个小时后 便可大功告成 跨入真钢之境 皇宫 曹化纯手持扶尘 恭敬地站在皇帝身边 而皇帝则是站在铜镜面前 仔细地看着自己的脸 你看真这脸 是不是好了有七八分 曹化纯道 陛下 您的脸距离痊愈 最多也就几日了 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也就几日时间 那便让杨家再蹦那几天吧 皇帝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要处理杨家和叶玄 他必须亲自出面 可他的中风还没彻底好 嘴眼歪斜的 这是个问题 好在如今 针灸已经到了尾声 距离痊愈没有几天了 他可以再等等 曹化纯则是道 陛下 观星楼那位命人传话 他们已经锁定了白莲圣母的位置 陛下一旦要动手 他们会立刻拿下白莲圣母 皇帝笑道 朕听说 白莲教意图裹挟名义 让朕承认叶玄皇子的身份 的确如此 这是我们安插在白莲教的密探传来的消息 皇帝笑意更甚道 这白莲圣母 简直就是个笑话 难怪他们造反造了一千多年 都没成功一次 曹化纯也跟着道 是啊 每逢皇朝乱世 白莲教都是造反的主力军 可因为他们太过于高调 当时大梁灭国前 最后的力量消灭了白莲教大量的教众 锦朝灭亡之前也是如此 锦朝最精锐的铁血骑兵 和白莲教主力军血战三天三夜 算是同归于尽了 皇帝继续道 都说乱世先杀圣母 每逢乱世 白莲圣母死得最早 如今我大下正值圣士 也要拿着白莲圣母开刀了 白莲圣母一死 白莲教至少可以消停百年了 皇帝直接道 对了 那龙袍和玉玺 制作得怎么样了 曹化纯道 宫中的匠人已经加快速度了 最多三日便能改制成功 皇帝看着曹化纯道 你说这龙袍和玉玺 是放在国筑将军府呢 还是立不上叔府呢 曹化纯直接道 自古以来 造反者皆是武将 还是国筑将军府更为合适 皇帝点了点头 那就这么定了吧 曹化纯又道 陛下 国筑将军造反 虽能牵连到娘娘 但恐怕罪不至死 杨皇后是杨天刚的亲妹妹 可同时 也是皇后娘娘 后宫之主 皇帝的正宫 光是国筑将军造反 可以让杨皇后 失去皇后之位 但是要不了她的命 皇帝在这件事情上 已经做出了决定 只想快刀斩乱麻 她直接道 既然如此 那你再准备几个巫毒娃娃 上面写上郑和太后的名字 皇子们也加上几个 国筑将军造反 杨皇后又暗设巫毒娃娃 意图咒杀郑和太后 那要杀她 便名正言顺了吧 确实如此 第七十章 终入真刚 而在皇帝和曹化纯对话的时候 昆宁宫中 杨皇后正拿着一根粗大的钢针 不断地朝着几个巫毒娃娃扎去 这几个巫毒娃娃上 分别写着姬浩宇 董贵妃 以及皇帝的名字 另外还有他们的生辰八字 这事儿 皇帝还真不需要栽赃 因为这三人 害他自小 和自己儿子分离 而即便到了现在 叶玄身为皇子 却身陷险境 久死一生 杨皇后是真希望 这巫毒娃娃能管用 咒死这三人 而同时 杨皇后也有点担心叶玄的想法 毕竟 自从叶玄的身份 在京都大街小巷传开之后 叶玄便没有再进宫一次 见过她一面了 杨皇后很担心 自家玄儿这是生气了吗 否则怎么会一直不见她 杨皇后哪里知道 叶玄是因为身份被公布之事 知道危险将至了 她在抓紧机会 增强自己的实力呢 叶玄修行百炼成钢法之时 也发现一件事情 百炼成钢法 虽然精神奥妙 但是只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基本上所有的一品高手都能掌握 而即便年龄带了 类似于照摆战这种 也可以修行百炼成钢法 最多就是修行之时 需要准备一些药液 滋养经脉 防止经脉破损罢了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意味着 叶玄可以利用百炼成钢法 批量地制造真钢劲的强者了 毕竟这天下 上三品武者 其实数量不少 相对稀少的是 领悟了异的绝顶强者 而堪称凤毛麟角的 则是跨入真钢劲的强者 叶玄掌握百炼成钢法 可以让一品跨入真钢劲 几乎没有了难度 那这些由他自己 亲手培养出的真钢劲强者 对他的忠诚度有多高 可以想象了 若是一些本身就值得信赖之人 叶玄可以直接 传授对方百炼成钢法 若是对方有实力潜力 但是忠诚度不够 可以设置一些契约之类的 比如五皇子 曾经意图用龟心卷收服叶玄 那很显然 再大下 是有着其他类似的 保证对方忠诚的手段的 保证对方忠诚的情况下 赐予百炼成钢法 用不了多久 叶玄麾下 就能多出一大批实力强悍 又忠心耿耿的真钢劲强者 当然 这些都得等到 度过眼前的危机之后了 现如今 叶玄自己跨入真钢劲 拥有应对一切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叶玄每日修行之余 也让圣红鸾安排手下 关注着皇宫的动静 养父母和四位姐姐 都在公主府住着 但生母那边也很重要 别等到叶玄突破成功 拥有了应对一切的实力了 自己的生母 被狗皇帝给害死了 那可就搞笑了 好在皇帝那边 为了更名正言顺地对付杨家 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 特意命工匠 准备异常奢华的龙袍和玉玺 需要数日之久 正好给了叶玄为所发育的机会 四天的时间转眼即逝 叶玄的百炼成钢法 已经修行96次 距离突破真钢镜 只差四个小时的时间 而此时 有圣红鸾的声音传来 皇宫那边有动静 叶玄脸色微变 道 出什么事情了 圣红鸾解释道 皇宫那边出动了一支禁军 目标应该是国助将军府 叶玄直接道 从国助将军开始动手吗 那我应该还有时间 圣红鸾知道 叶玄在抓紧最后的时间提升实力 他告知了叶玄这个消息之后 也没有再打扰叶玄 一个小时后 这支禁军抵达了国助将军府 当场将国助将军府上下 都控制了起来 只听禁军统领道 国助将军 我接到密报 说将军私藏龙袍 玉玺 意图造反 如今奉陛下旨意 前来彻查将军府 望将军见谅 禁军统领话虽然客气 行动却一点都不客气 手下之人将将军府上下 都控制了起来 禁军也是蜂拥而入 开始在将军府搜查了起来 杨天刚不屑一笑 栽赃我杨家造反吗 这倒的确是符合 鸡长哥的形式风格呢 禁军统领面色一变 大胆 竟然敢直呼陛下明慧 大将军是真想造反吗 杨天刚直接道 我杨天刚十四岁 便认识了鸡长哥 十八岁便和他一起上阵杀敌 若非我在战场上 立下累累军功 让他鸡长哥也跟着沾光 受到了先皇器重 他鸡长哥又岂能有今日 我直呼他的名字又如何 他现在站在这里 我依然这么叫他 禁军统领沉默了 他身为臣子 必须执行军命 可他也明白 杨家对陛下 堪称是尽忠尽责 反倒是陛下对杨家 的确太过分了 换了皇子不说 如今又要栽赃陷害 满门抄斩 的确太欺负人了 禁军统领会不折不扣地 执行皇帝的命令 但不代表 他自己没有想法 因此 他沉默片刻 才道 大将军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禁军统领的话刚说完 几个禁军便冲了出来 而在他们手上抱着的 则是看上去 异常华丽的龙袍 还有一个翠绿色的玉玺 禁军统领冷声道 大将军 你私藏龙袍玉玺 造反意图昭然若揭 你是要奋起反抗 还是随本统领 接受陛下发落 杨天刚淡淡道 走吧 我倒要看看 鸡长哥准备怎么发落我 随后 禁军带着杨天刚 以及大将军府的其他人 直接进攻面胜了 不仅如此 皇帝还安排了另外几支队伍 前去抓捕杨叶和杨天堡 毕竟 这可是私藏玉玺和龙袍的谋反之罪 这是要株连九族的 而等到杨叶 杨天刚 杨天堡 这一门三截 都被带进了皇宫之时 四个小时过去了 红鸾公主府 夜悬盘膝而坐 她的身体 悬空而起 周身 银色的钢气在周身流转着 宛如一条银龙一样 银色钢气流转片刻 最后又回到了夜悬的身体之中 而夜悬也猛地睁开了眼睛 此时 她身上的气息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整个人的精气神 有了五倍以上的提升 气血 根骨等等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夜悬还有种感觉 自己的寿命 同样大幅度延长了 武道中人 一般来讲 虽然体质出众 但是年迈之后 气血衰败难以避免 寿命相比普通人 相差不大 在营养充足 没有大病的情况下 一般一品武者 也就是百岁左右的寿命极限而已 而如今 夜悬突破到了真刚镜 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层次 都得到了升华 活个两百岁 应该问题不大 而同时 夜悬气血衰败的年龄 至少也得一百八十岁以后了 这便是真刚镜带来的变化 这是生命层次的进阶 难怪这突破真刚镜 如此之困难呢 第七十一章 齐聚皇宫 随后 她大步站了起来 真刚镜的层次 外加上玄机便带来的提升 以及金刚不坏神功 大帝之星 开天剑意 电光神行 天雷剑爵等等的加持 夜悬无惧任何挑战 带下皇帝 关心楼 来吧 是时候算一算十八年前那笔账了 夜悬一出门 圣红鸾便上前 道 杨家父子三人 已经被带进了皇宫 情势十分危急 夜悬直接道 既然如此 我们也进宫吧 一切都应该有个了结了 而到了现在 夜悬终于不需要再低调下去了 圣红鸾用力地点了点头 道 嗯 我们一起去 她不清楚夜悬的实力 甚至她也不觉得 以夜悬一己之力 能挑战整个大侠 她只是认定了 不论生死 她都要和夜悬一起 夜悬听了 牵着圣红鸾的手 准备一起出发 只是 两人刚没走几步 便碰到了夜成宗和薛宁 另外还有夜悬的四位姐姐 以及夜悬的大姐夫 除云武 不仅如此 夜悬的四大丫鬟 白橘 粉橘 黄橘 绿橘都在 她们每一个都手持长剑 一副要去砍人的模样 夜悬见状 道 爹娘 姐姐们 你们这是做什么 夜成宗直接道 雪儿 咱们是一家人 你要去玩命 爹娘都奉陪了 夜梦云也道 爹娘原本不想让我们去的 他们说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可我不这么觉得 一家人 还是整整齐齐比较好 夜梦雪则是道 我已经和你二姐夫合离了 我可不是嫁出去的女儿 夜璇也意外地看了除云武一眼 如今这状况 前往黄宫 在大多数人看来 都是死死无生的 必然会没命 而在这种情况下 大姐夫依然愿意陪自己闯着黄宫 看来 她和大姐之间 的确感情深厚 倒是那位二姐夫 在这生死关头 和二姐撇清关系 选择合离 诚然是个聪明的选择 可夜璇相信 今日之后 那位二姐夫 恐怕会毁得 肠子都亲了 如今的夜璇 哪怕不开启玄机变 也能碾压真刚境 若是开启玄机变 直接便能跨入真刚之上 她有绝对把握 护住自己的家人 既然爹娘还有姐姐们 以及大姐夫 都想随行 那就让他们一起见证一下吧 想着 夜璇道 好吧 那我们便一起去皇宫走一遭 夜璇说着 特意看了一眼 白菊粉菊黄菊绿菊 四大丫鬟的忠诚度同样极高 哪怕这时候 依然选择和夜家人同生共死 夜璇准备此事之后 封他们跟女将军玩玩 毕竟他们大锤抡起来 还是很威猛的 此时 赵百战以及见识亲儿子 同样走了过来 赵百战道 这种时候 怎么能少了 我这个老骨头呢 反正我也活够了 一起陪你们送死吧 夜璇瞪了赵百战一眼 什么叫送死 我们可不是送死 而是回家 随后 一众人乘坐两辆马车 直接前往皇宫 来到皇宫入口处时 夜璇下了马车 道 你们应该认识我吧 皇后一子 当然 可能也是皇后的亲生儿子 我想进宫去看看 首位见到 是夜璇 眼中流露出一丝嘲讽之色 你确定要现在进宫 我确定 首位直接放行 没什么好说的 在他们看来 夜璇简直是蠢到家了 阳皇后的哥哥和父亲 都已经涉嫌谋反 被陛下拿下 等候发落了 夜璇竟然还敢进宫 真的是活腻了呀 一路无阻 夜璇等一行人 来到了前清宫之中 皇帝坐在龙椅之上 高高在上 杨家父子三人 跪在那里 脸上无悲无喜 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 今日的结局 杨皇后坐在凤椅之上 担忧地看着父亲和哥哥 此时 夜璇一大家子人 进入了前清宫之中 杨皇后见到夜璇等人 面色一变 站了起来 璇儿 你怎么来了 夜璇直接道 一家人 当然要团结一致 才能共渡难关了 两位舅舅 外公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跪他做什么 站起来吧 夜璇说着 来到了杨叶几人面前 把他们都扶了起来 龙椅之上 皇帝鸡长哥看着这一幕 面色一变 好胆色 剑阵竟然敢不跪 夜璇嘲讽地看着鸡长哥 怎么 我们跪了你就会放过我们 既然横竖都是一个结果 凭什么要跪 鸡长哥笑道 好小子 不愧是朕的种 若非命运不好 恐怕你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太子 夜璇直接道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很优秀 第一是我母亲基因好 第二是我养父母交得好 和你没太大关系 鸡长哥面色沉了下来 皇后 你大哥涉嫌谋反 你这亲生儿子 又目无君王 以下犯上 看来 朕今日真的得大开杀戒了 杨皇后看了鸡长哥一眼 道 你可真虚伪啊 玄儿说的没错 他若是对你恭恭敬敬的 甚至向你摇为起怜 你便能放过我们吗 鸡长哥冷哼一声 正要说什么呢 只见董贵妃和姬浩宇 进入了大殿之中 随后 董贵妃大声道 陛下 臣妾有事请奏 准 董贵妃立刻让人 取出了几个乌毒娃娃 道 陛下 臣妾的人在皇后娘娘的寝宫 发现了几个乌毒娃娃 上面有着陛下 太后 以及诸位皇子的生辰八字 上面还扎满了针 臣妾认为 皇后娘娘 这是想咒杀陛下和娘娘 好配合 他父兄造反 请陛下严惩 鸡长哥愤恨地看了杨皇后一眼 道 皇后 你还有什么话说 杨皇后看了一眼乌毒娃娃 道 陛下 这事儿 其实你不用栽赃我 那几个黄色的乌毒娃娃 上面写着你 姬浩宇 还有董贵妃的名字 是我亲手做的 至于另外几个白色的乌毒娃娃 应该是你安排人 准备用来陷害我的吧 这几个白色的娃娃 粗质烂造 工艺极差 实在一般 鸡长哥面色一变 神情有几分激动 你竟然真的想杀朕 杨皇后笑了 怎么 只准陛下 你对旁人动杀心 旁人便不准对你动杀心了吗 第七十二章 一剑斩真刚 鸡长哥失望地看着杨皇后 道 正一开始 只想除了你的副兄 还有那个十八年前 就该去死的孽种 至于你 在你勾结白莲教之前 正是为你在冷宫之中 留了一个位置的 那我还得感谢你了 鸡长哥叹了口气 道 来人 传关心楼楼主 传所有皇子到场 今天 鸡长哥不仅仅要将杨家和叶璇彻底解决 还要在关心楼的见证下 让姬浩宇坐上太子之位 让其他皇子们心服口服 片刻后 三个身穿青色长袍的老者 来到了皇宫之中 这三人 便是一关心楼的三大楼主 三人都是真刚进的强者 乃是大厦真正的顶梁柱 他们白须白发 气质出众 身形修长 一看就是那种世外高人 而三人进来之后 一道身穿白衣身形风韵的女子 同样摔在了地上 狼狈地躺在那里 杨皇后以及杨家人 都是面色一变 因为此人正是白莲圣母 随后 姬长哥则是道 皇后 你和谁合作不好 为何选择了白莲教 白莲教从一千多年前创教 便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没干成过一件事情 和他们合作 你们只会死得更快 杨皇后看了一眼白莲圣母 然后起身对叶玄道 玄儿快走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她是希望 叶玄利用千里顿身符 赶紧逃走 杨家对抗皇室唯一的底牌 便是白莲教了 结果白莲圣母 竟然是个猪队友 还没开始 便被人家打得死猪一样 躺在了那里 现在杨皇后 只希望叶玄能保住一条小命 那她九泉之下 也能瞑目了 只可惜 杨皇后话刚说完 关心楼主便道 走 你的依仗 是千里顿身符吧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 在这皇宫之中 有着龙气镇压 一切的顿数 顿身符 都没有效果吗 杨皇后顿时面色一变 这不可能 雪儿 不要信他们的 快试试千里顿身符 然而 叶玄却道 我的亲人家人都在这里 即便这千里顿身符 真的有用 我又怎么可能逃走了 我若是逃了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活得又有什么意思呢 杨皇后听了 叹了口气 是啊 母后应该猜到的 我家雪儿不像姬浩宇 那个小出生 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一家人 便一直在一起吧 不论生死 都不分开 董贵妃听到杨皇后的话 眼中也流露出愤怒之色 杨天雪 你说谁是小出生 你仗着后宫之主的位置 你用针扎过我 还抽打过我家浩宇 今日我要你受尽折辱而死 董贵妃说着 直接向着杨皇后冲了过去 她的速度 堪比上三品的舞者了 只是她尚未 触碰到杨皇后 叶玄已经挡在了杨皇后的身前 随后 叶玄一巴掌 抽在了董贵妃的脸上 刹那间 董贵妃身体宛如一颗炮弹 朝后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姬浩宇面色一变 道 父皇 您还不让人拿下这孽种 皇帝看了姬浩宇一眼 然后道 皇后虽然犯了错 但她依然是朕的皇后 今日 杨家上下 还有叶家上下 都可以体体面面地上路 这算是朕对你们最后的人词了 姬浩宇忽然道 那红鸾公主呢 父皇您知道的 儿臣一直想得到她 皇帝直接道 朕把她送给你了 以后当个玩物可以 绝对不能成为太子妃 姬浩宇激动万千 道 多谢父皇 她和那孽种不清不楚 儿臣怎么可能让这种残花败柳 成为太子妃 叶璇冷声道 你说 谁是残花败柳 话音落下 叶璇身形如垫 冲向了姬浩宇 观星楼三位楼主都面色一变 董贵妃只是一个贵妃 并不重要 可姬浩宇 可是他们观星楼选出来的下任皇子 可不能出事啊 三人匆忙想要救人 只是 同为真刚进 叶璇依靠着天道酬情 各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即便不开启玄机变 叶璇也是足以秒杀他们的 他们根本快不过叶璇的电光神形 当叶璇的手掐在姬浩宇脖子上之时 这三位楼主距离姬浩宇 还有足足十多米的距离 接下来 叶璇一巴掌抽在了姬浩宇的脸上 道 你再说一遍 谁是残花败柳 叶璇说着 右手力道收紧 随时可能掐死姬浩宇 姬浩宇脸别的通红 磕磕巴巴道 饶 命 姬长哥同样大怒道 叶璇立刻放开浩宇 否则的话 朕就收回最后的人词 叶璇嘲讽道 仁慈 你的仁慈对我毫无价值 姬浩宇 本来我该杀了你的 只是那样太便宜你了 我就亲眼看着你 彻底陷入绝望 叶璇说着 将姬浩宇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观星楼一位楼主见状 口中大声道 好胆 本作要让你死 这位楼主说着 体内浩瀚的刚气外放 加持自身 整个身体都释放着一层清光 看着如同超级赛亚人一样 接着 这位观星楼主猛地向着叶璇冲了过去 姬长哥见状 笑道 一切已经结束了 真刚之下接楼椅 在妖孽的绝顶高手 在真刚面前 都不值一提 只是此刻 叶璇的身上 猛地出现了一缕荧光 瞬间 银色光芒遍布他整个身体 他的瞳孔之中 同样闪烁着银色 这是玄机神童的效果 玄机神童强大的动态视觉能力 让叶璇可以轻易捕捉 眼前观星楼主的位置 接着 龙骨剑被叶璇抽了出来 叶璇口中道 一箭开天 荧光一闪而逝 叶璇依靠着电光神行部 带来的恐怖速度 外加上玄机神童先知先觉的能力 以及开天剑一恐怖的杀伤力 银色刚气加持下 龙骨剑直接将这位观星楼主身上的刚气撕碎 然后斩在了这位楼主的身体之上 只听到一声淒厉的哀嚎声响起 这位观星楼主的身体 竟然被叶璇硬生生一分为二 恐怖的血液喷射而出 观星楼主毕竟是真刚进 生命力极为恐怖 这也导致 他即便被一分为二 还能挣扎片刻 血液更是不要钱一样 疯狂往外喷射着 而鸡长哥顿时大惊 你也是真刚进 第73章 执骑之人 两位楼主同样大惊失色道 三师弟 他们此刻感觉如同做梦一样 观星楼三楼主 真刚进的强者 竟然被叶璇一剑劈成了两半 哪怕叶璇也是真刚进 这他妈的也太夸张了吧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实力差距 那位三师弟又挣扎了一番 最终还是失去了生机 只是观星楼的大楼主和二楼主 被喷射得满身是血 完全失去了刚才室外高人的风范 观星楼大楼主 深深地看了一眼师弟的尸体 然后对叶璇道 阁下到底是何人 此时 鸡长哥道 大楼主 此子为十八年前 我和皇后所生 如今名为叶璇 不会有错 大楼主仔细看了看叶璇 道 叶璇小友 鸡浩宇登上皇位 乃是命定之事 否则大厦必然会有灾祸降临 你已踏足真刚 可做直骑之人 不如入我观星楼 我可保证 你真实之人 不会有丝毫损伤 鸡浩宇听到大楼主所说 顿时面色一变 不行 我要他死 他必须死 鸡浩宇话刚说完 大楼主已然右手一挥 一道钢器瞬间出现在鸡浩宇面前 抽在了他的脸上 鸡浩宇惨叫一声 嘴巴都被抽烂了 大楼主则是冷冷地看了鸡浩宇一眼 锅躁 你跟本座说不行 即便是你父皇 都不敢在本座面前说个不字 观星楼三位楼主 乃是大厦真正的定海神针 真刚进的实力 让他们是黄泉如无物 鸡浩宇畏惧地看了大楼主一眼 不敢说话 此时 杨皇后也好 叶家人也罢 眼中也流露出惊喜之色 本以为今天必死无疑 没想到 竟然绝处逢生了 圣红鸾一双眼睛看着叶玄 更是如同含着蜜一样 甜得快化了 这就是自己选中的男人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失望 此时 叶玄看向了杨皇后 道 母亲 你说 我要接受这位观星楼主的意见吗 杨皇后直接道 母后都听你的 叶玄听了这话 看向了观星楼另外两位楼主 道 机号与数次 想置我于死地 今日他必死 观星楼大楼主面色一沉 道 小友 我等都放下了三师弟之死 你竟然还执迷不悟 你虽为真刚 但年岁尚浅 如今我等以二敌一 你没有胜算的 叶玄冷声道 有没有胜算 打过才知道 金刚不坏神功 开 花音落下 叶玄顿时 通体变成了金色的 大地之子神通 又源源不断地为叶玄提供力量 使得金刚不坏神功 可以长久地保持开启下去 接着 叶玄手持龙骨剑 向着观星楼这两位楼主杀了过去 观星楼两大楼主健壮 同样赢了上来 三人的速度 都超过了普通人肉眼 可以捕捉的极限 在场的众人 基本上只能看到残疑 也唯有在场的几位异品 比如杨天刚 或者大内太监总管 还有赵百战 能看清几人的动作 圣红鸾担忧道 赵老爷子 叶玄怎么样了 他占据上风 还是下风 赵百战直接道 这小子 简直就是妖孽啊 他这一身武功 是怎么练就的 圣红鸾意外道 什么意思 赵百战说道 观星楼这两大楼主 修行至少百年的时间 一身武道修为 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层次 可他们在夜旋面前 完全被碾压 他们的速度不及夜旋快 他们的刚气 不及夜旋坚韧 他们的剑意 也不及夜旋的灵力 即便他们意外 击中夜旋的身体 都无法击破夜旋的 金刚不坏神功 这完全就是 单方面的碾压 圣红鸾听了 惊喜道 那就太好了 圣红鸾话刚说完 只见混战之中 一道身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是观星楼的二楼主 二楼主的胳膊 被砍掉了一只 胸口又挨了夜旋一脚 此刻伤得不轻 无力地喘息着 而又过了片刻 只听夜旋道 天雷剑绝 天雷剑绝 虽然克制妖魔 但是对普通人 杀伤力同样不弱 这大殿之中 雷光闪烁 一道紫色雷电 向着大楼主轰击了过去 而大楼主则是咬着牙 硬扛着这道雷电之力 口中道 碎星 花音落下 大楼主的剑 在钢器的加持之下 朝着夜旋的胸口 狠狠地刺了过去 他这一击 乃是观星楼的秘书 专门针对破钢器 破防御的 下一秒钟 大楼主的剑 狠狠地破开了夜旋的钢器 破开了夜旋的精身 刺入了夜旋的身体 而夜旋的天雷剑绝 也落在了大楼主身上 使得他全身被劈的 皮开肉绽 身上冒烟 然而此时 大楼主却咳嗽了几声 道 我赢了 哈哈 大楼主说着 抽出了自己的剑 他那一剑 刺中的是夜旋的心脏 即便是刚器进强者 心脏和头颅 也是要害 大楼主这话一出 皇帝鸡长歌大喜道 好 好啊 这群乱臣贼子 终究还是没能成功 杨家人 夜家人 以及圣红鸾 则是面色大变 担忧地看着夜旋 只是 此刻夜旋却中气十足道 你赢了 你没事吧 你 有病早点去看 大楼主听了夜旋的声音 面色一变 他不由地 看向了夜旋伤口的位置 只见那个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在他看着几秒钟的时间 伤口出肉牙涌动 最终伤口彻底消失 夜旋也跟个没事人一样 大帝之子 使得夜旋拥有 堪比金刚狼的回复能力 区区一箭刺中心脏 就想要夜旋的命 那简直是开玩笑嘛 第七十四章 机号与生死 聂龙出 眼看着这一幕 大楼主也无力地坐在了地上 口中喃喃道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夜旋看了一眼 这位重伤的大楼主 这关心楼三个楼主 和夜旋没有实质上的冲突 杀一个是为了泄愤 至于另外两个 夜旋准备留着 毕竟他们也都算是 大厦的顶尖力量 有他们再大厦 才能更加安稳 夜旋虽然拿下大厦的黄泉 但是也不想自己太过劳累了 黄泉虽好 但是比起自身的实力 却不值一提 夜旋依靠着天道酬勤系统 今日才能够逆转局势 改天换地 因此 即便拿下黄泉 夜旋大多数时间 也会是修行 而不是将时间 都浪费在处理国事方面 这件事情 夜旋已经基本想好了 前二十年 靠长辈 大厦国事 就交给杨家来帮忙处理 杨天刚是国助将军 杨天宝是吏部尚书 分别是武官和文官的巅峰 再加上自己的母后 足以保证大厦的安宁 而夜旋也并不担心 什么外戚专权之类的 毕竟夜旋内心很清楚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别的都是虚的 等到二十年以后 自己和红蓝的孩子 应该也不小了 之后就靠自己的儿女了 话说回来 夜旋突破真刚进 还有一次选择锻炼方式的机会 只是因为 当时太过着急 夜旋生怕母后等人会出事 因此匆匆赶来皇宫 这事倒是不急 等一切处理完毕 再选择也不迟 此时 夜旋看向了龙椅之上的鸡肠哥 下一秒钟 夜旋身体一闪 出现在鸡肠哥的身边 鸡肠哥身体哆嗦了一下 可他依然保持了几分 身为皇帝的尊严 你想如何 杨皇后看着夜旋 道 旋儿 她虽然不是个东西 但无论如何 她是你生父 夜旋看了杨皇后一眼 然后对鸡肠哥道 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 我就饶你一命 接下来 你你一到圣旨 就说我夜旋的确是你和皇后的亲子 因为觉得愧对于我 决定传位于我 你自己则当的太上皇 到时候 我给你准备一座冷宫 你就在冷宫之中 度过余生吧 杨皇后听到夜旋所说 眼中流露出一丝笑容 她刚才开口 并非为了鸡肠哥 而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背负侍父之名 再说了 夜旋不出手 不是还有旁人吗 鸡肠哥 还想去冷宫当太上皇 还是去当先皇吧 双方早已经到了 你死我亡的地步 杨皇后可不会心思手软 只是动手之人 不能是自家玄罢 不能让鸡肠哥 握了玄的名声 鸡肠哥面色一变 道 你休想 朕乃大下皇帝 岂会受你威胁 夜旋冷冷一笑 道 是吗 这可是 你自己选的 夜旋说着 直接出现在了姬浩宇身侧 然后一剑朝着 姬浩宇的身侧斩了下去 姬浩宇连求饶的话 都没来得及说出来 便被夜旋一剑斩下了脑袋 弱大的脑袋在地上滚了几圈 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似乎有些死不瞑目 董贵妃看着这一幕 愤怒道 我跟你拼了 这回 道不需要夜旋出手 动手的是照摆战 她一拳砸在了董贵妃的腹部 让董贵妃重重地朝后飞了出去 摔在地上 吐了一大口血液 昏厥了过去 此时 观星楼大楼主则是道 完了 全完了 你把大下给毁了 夜旋看着观星楼的大楼主 道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 别在这里藏着掖着 大楼主声音虚弱道 你可知道 这姬浩宇 为何是命定的下任皇帝 废话 我怎么会知道 大楼主解释道 三百年前 白莲教作乱 导致大锦朝陷入了混乱之中 后来大下开国皇帝 率兵将锦朝的都城包围了起来 然而锦朝的都城 却久攻不下 当时开国皇帝身边 初代观星楼楼主表示 之所以攻不下都城 是因为锦朝还有六十年国作 国不该亡 因此难以攻下 之后 初代观星楼主布置法谈 观星辰之变 以秘书借走了锦朝之六十年的国运 而作为代驾 大下立国之后 每一代皇帝的后宫之中 都必须有锦朝皇室血脉的妃子 而一旦锦朝皇室血脉的妃子怀有身孕 那么此子必须被立为太子 如此一来 大下从某种角度讲 算是锦朝的延续 初代观星楼主秘书借运之后 锦朝皇都很快被攻破 锦朝皇室一切男丁都被杀死 只留下女子 用于偿还借来的国运 而董贵妃便是锦朝皇室的后裔 姬浩宇也是这三百年来 唯一一个身负大下和锦朝皇室血脉之人 她会在位六十年 偿还当初借走的国运 可现在 她却被你亲手所杀 叶璇看着大楼主 道 然后呢 人已经死了 后果会怎样 大楼主直接道 大下都城 乃是建立在锦朝都城之上的 锦朝皇陵便位于观星楼之下 锦朝龙脉便在锦朝皇陵之中 若是能顺利让姬浩宇继位 偿还当初的六十年国运 锦朝龙脉将会和大下龙脉融为一体 大下将会国运昌盛 蒸蒸日上 而如今姬浩宇这个锦朝皇室后裔已死 锦朝龙脉怕是会化作聂龙 而他的目标 首先就是大下皇室 似乎是为了应验大楼主的话 他话刚说完 一声震耳欲龙的雷击之声响起 接下来 原本晴朗的天气 瞬间变成了阴天 天空之中电闪雷鸣 大楼主面色难看 道 锦朝龙脉化身的聂龙 恐怕比起一般的真刚劲更加难以应付 今日 大下皇室 怕是要被聂龙全部斩杀了 这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叶璇却道 行了 别在这里危言耸听了 我倒想看看 这所谓的聂龙 到底有多强 正当此时 一声威严无比的龙鸣声响起 显然 那头聂龙 已经冲出了锦朝皇陵 来到了皇宫之中 叶璇见状 直接飞身冲出了前清殿 今日 他还没有打个痛快呢 毕竟那三位观星楼主 实在是太弱了点 叶璇连自己真正的底牌 玄机便都没有动用了 其他人也纷纷跟了上来 查看情况 只见前清殿面前 一头长度接近百米的黑色巨龙 盘旋在那里 这条黑色巨龙 全身由黑气组成 看上去怨气滔天 颇为恐怖 叶璇现身之后 聂龙第一时间 便向着叶璇冲了过去 他已经感知到 正是叶璇杀死了 蕴含他们 紧朝皇室血脉的继承人 因此 叶璇是他第一个目标 叶璇此刻依然开启着 金刚不坏神功 通体金色 他直接张开双臂 双拳朝着冲过来的 聂龙砸了过去 随后 叶璇身体 直接被震退了数十米 叶璇拍打了一下身体 道 很好 终于可以放手一战了 玄机变 第七十五章 锤暴聂龙 花音落下 叶璇的眼珠子 顿时变成了银色的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气势 也出现在叶璇的身上 而伴随着动用玄机变 叶璇也意识到 自己如今的境界了 真刚之上 视为法相镜 法相镜 顾名思义 可以将自身意志具现 化作法相 以法相之身作战 能够发挥出恐怖的杀伤力 而在法相镜 自身一切出众之处 都可以是法相 若是擅长用剑 那么法相便是剑 若是擅长用刀 法相也可以是刀 若是肉身恐怖 法相也可以是自己的身体 叶璇如今依靠玄机变 强行踏入法相镜 她可以选择自己的剑 或者自己的肉身 作为法相 而叶璇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自己肉身 毕竟她这金刚不坏神功 还有大地之子神通 全部都是加持在肉身之上的 接下来 叶璇大喝道 法相 开 花音落下 叶璇周身一片浓郁的金光 片刻之后 等到周围之人视线恢复过来 叶璇已经形态大变 只见她身高百米 身体等比例放大了五十多倍 全身金光闪烁 她的膝盖比起前倾垫都要高 她的拳头比牛都大 原本威风凛凛的聂龙 看到叶璇的法相 暴虐的龙木之中 也流露出一丝人性化的惊讶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人类怎么能比我还大 叶璇可不管发呆的聂龙 她直接一跃而起 然后一脚朝着聂龙的身体踩了下去 聂龙匆忙躲过了叶璇的这一脚 然后身体直接开始朝着叶璇缠绕了起来 想利用自己的身体绞杀叶璇 而这 也是大多数蟒蛇一类对付猎物的办法 只可惜 这个办法奏效的前提 是猎物的力量不及蟒蛇 叶璇如今依靠玄机变 强行跨入法相境 又有金刚不坏神功 和大地之子神通加持 实力比起这条聂龙 可要恐怖许多 聂龙身体缠绕在叶璇的法相之上 意图收紧身躯将叶璇活活勒死 而叶璇则抓住聂龙的身躯 口中大喝一声 开 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聂龙庞大的身躯 竟然被硬生生扯成了两半 接下来 叶璇抓住了聂龙的上半身 一只手掐着聂龙的脖子 另一个巨大的拳头 不断地砸在聂龙的龙头之上 聂龙身上的黑气肆意 身体也不断挣扎着 但是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 聂龙被叶璇给彻底打没了 随后 叶璇意念一动 退出了玄机变的状态 顿时 百米高的法相之身消失 叶璇也感觉身体有些虚弱 只是如今 一切还未落地 叶璇虽然虚弱 但没表现出来 他来到了两个观星楼主面前 道 你们自己选吧 臣服于我 还是死 观星楼主此刻 依然在震撼之中 你竟然跨入了那个境界 难怪如此的有恃无恐 我选择臣服 法相之境 难如登天 观星楼初代楼主 在临终之前 跨入了半部法相之境 最终遗憾的去世了 后世观星楼弟子 原本还想超越初代呢 结果一代不如一代 别说法相之境了 连个半部法相都没有 没想到 如今皇帝和皇后的亲子 年经十八岁 便触及那个境界 这差距也太大了 叶璇听到观星楼主所说 淡淡道 很好 接下来 你们先好好养伤吧 以后有用得找你们的地方 随后 观星楼两位楼主 便互相搀扶着 慢慢离开了 叶璇又看向了姬长哥 刚才我的话 你还记得吧 我劝你不要 再消磨我的耐心了 姬长哥深深地叹了口气 若是还有希望 他身为皇帝 绝对不愿意服软的 可如今 连锦朝龙脉所化的聂龙 都被叶璇硬生生地拍死了 他还能怎么样 姬长哥只能道 来人 给朕拟指 大内太监总管事实的出现 开始替姬长哥拟指 承认叶璇之身份 并且直接让叶璇继位 自己也从皇帝 变为了太上皇 有了皇帝这份旨意 叶璇的身份 便名正言顺 不再有任何问题了 至于说朝堂之上 百官的反应 倒不是什么大事情 叶璇拥有着绝对的力量 还有自己两个舅舅 以及外公的辅佐 要让那些百官臣服 难度不大 曹化纯很快便拟指完毕 然后将这份圣旨公布了出去 招搞天下 叶璇则是道 总算是搞定了 母亲 爹 娘 我们找个地方做一做吧 杨皇后看着自己的儿子 道 来母后的昆宁宫吧 杨皇后今天的经历 感觉如同在做梦 她原本已经做好了 慷慨赴死的打算 只希望儿子能保住一条命 后来 观星楼主却说 千里顿身服在皇宫无效 那也是杨皇后最绝望的时候 再之后 叶璇直接杀了观星楼三楼主 重创大楼主和二楼主 砍掉姬浩宇的脑袋 硬生生捶死了警察的聂龙 用绝对的力量 改变了今日的结局 杨皇后内心极是激动 又是欣慰 不愧是自家玄儿 真是太厉害了 一行人来到昆宁宫 宫女们送上了各种的珍修美食 而叶璇总觉得 自己忘记了什么 她猛的一拍脑袋 自己还有一个锻炼方式 没有选择呢 与此同时 前清宫之中 身材窈窕的白莲圣母 依然趴在地上 屁股撅着 她想动弹一下 但是因为被观星楼主重创 根本无力动弹 而此时 夜选脑中也出现了三个选项 认真的出拳 初级奖励无双铁拳 终极奖励全阵山河 认真的战斗 初级奖励欲战欲勇 终极奖励斗战胜体 战无不胜 认真的举重 初级奖励九牛二虎 终极大奖为擎天之力 可拖天赴海 这三个选项 认真的出拳首先排除 和挥剑重叠了 意义不大 第76章 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 认真的战斗是增加战斗力 认真的举重 是增加自身力量 都很适合夜选 可这两个同样有个区别 那就是认真的举重 比起认真的战斗 更加容易实现一些 因为夜选的武力值 已经极高了 能让他认真的战斗的 对手有几个 想要刷这个熟练度 那简直太难了 相反 认真的举重 就比较容易实现了 而两者带来的效果 对夜选来讲 是差不多的 不管是斗战胜体 还是晴天之力 都很不错 那该怎么选择 就很明了了 夜选直接道 我选择认真的举重 金刚不坏神功 大帝之子 再加上认真的举重 带来的力量 夜选觉得自己 开始朝着肌肉怪的方向发展了 一力破万法 倒也很不错 而在几人享用美食之时 杨天刚出去了一趟 过了片刻 杨天刚和大内太监总管曹化纯 一起过来了 在他们的身后 则是大下所有的皇子和皇女们 只听杨天刚道 选而 这些皇子之中 有几位很不消停 舅舅的建议 是处理掉他们 以绝后患 杨天刚这话一出 那些皇子皇女们 一个个都面色大变 正当此时 一个声音道 太后娘娘驾到 夜选依然坐在那里 吃着东西 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 她之所以重视生母 第一 是因为杨皇后直接生了她 第二 杨皇后一直尝试着找到她 找到她之后 也亲近所有 对她好 因此这个母亲 夜选认了 至于这位太后 虽然有血缘关系 但即便是姬长歌 夜选都不放在眼中 自然不会多看太后几眼 杨皇后站了起来 她和太后的婆媳关系 还是不错的 太后娘娘 太后年近七十 虽然衣着雍容华贵 但是难掩脸上的苍老 她看着杨皇后 啊 皇后 是皇帝对不起你 哀家替她向你道歉了 杨皇后看着太后 啊 太后娘娘 您年事已高 这些事情就不必掺和了 本宫也可以保证 雪儿乃是皇室血脉 太后直接道 这一点 哀家自然不会怀疑 只是哀家的这些孙儿孙女们 杨皇后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皇子皇女们 然后对杨天刚道 大哥 把这些孩子们都带下去吧 好端端地吓唬孩子做什么 杨天刚看了一眼妹妹的眼神 顿时明白了杨皇后的意思 杨皇后所说的孩子 并非是这群跪着的皇子皇女 而是夜玄 或许 自己妹妹不想让夜玄 感受到皇宫的冷却和无情 所以这些杀戮的事情 就不必让夜玄知道了 他们杨家人解决即可 当然 这样一来 杨家的名声或许会变得很差 但是却将夜玄摘了出来 至少夜玄的名声 不会受到影响 想着 杨天刚道 走吧 看在皇后娘娘的面子上 你们暂时安全了 几位皇子 慌忙朝着杨皇后道 多谢娘娘 多谢娘娘 杨天刚把人带下去了 至于太后 则是来到了夜玄面前 哦 哀家听你母后说 你叫玄儿对吧 皇室对不起你啊 夜玄看了老太后一眼 哦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成王败寇 我想 今天倘若说的是我 可能太后都不会过来看我一眼吧 太后娘娘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叹了口气 便离开了昆宁宫 随后 夜玄则是道 好了 现在外人都走了 咱们该吃吃 该看看 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杨皇后笑道 玄儿说得对 叶四正 叶夫人 本宫敬你们一杯 多谢你们 抚养玄儿长大 娘娘客气了 老两口 今天也跟做梦一样 本以为要葬身皇宫 全家整整齐齐的上路 没想到自家玄儿 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 连那么大的孽龙都给收拾了 简直太厉害了 双方碰杯之后 叶玄又道 母亲 爹 娘 我再宣布一件事情 等到我继位之后 我要和红鸾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她会是我的皇后 也是我唯一的女人 我不需要什么后宫家里三千 只要有一人便足够了 叶玄这话一出 圣红鸾顿时脸红红的 同时脸上也有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她和叶玄感情很深 可是 在叶玄表现出无匹的实力 甚至可以凭绝对的实力 登上大厦地位之后 她欣喜之余 也有点担忧 她并不担心自己无法成为叶玄的正宫娘娘 感情这种东西 是相互的 两人之间有没有爱情 她是能感觉出来的 可是身为皇帝 那个皇帝 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后宫家里无数 到时候 即便她依然是叶玄最宠爱的皇后 但心里还是会缺少点什么的 没想到 叶玄竟然当着生母和养父母的面 表明自己只会是她唯一的女人 这让她怎能不喜悦 她对叶玄的感情 没有白白付出 杨皇后看了圣红鸾一眼 然后笑道 你的要求母后答应了 但是母后有个条件 您说 杨皇后笑道 在你三十岁之前 你和红鸾要生下至少三个皇子 那母后便允许你后宫只有一人 叶玄如今接近十九岁 距离三十岁还有十一年 这难度并不大 薛宁则是看了圣红鸾一眼 然后道 我对红鸾公主有信心 常言道 屁股大好生养 圣红鸾身材前秃后翘 蜜桃臀 水蛇腰 胸部同样是高耸入云着身材 不仅仅好生样 能生儿子 儿子口粮也不用担心 圣红鸾脸红红的 我定然不让娘娘失望 杨皇后看着圣红鸾 道 还叫娘娘 母后 爹 娘 圣红鸾既然改口 自然不能只称呼杨皇后一人 顺便将叶玄的养父母 也叫了一遍 而圣红鸾心中也很清楚 叶玄养父母 在她自己心中的地位 是不亚于生母的 三位家长齐声道 哎 一家人 可以用其乐融融四个字来形容啊 毕竟今天是他们大喜的日子啊 以绝对的实力 渡过了难关 而叶玄 不仅仅即将登上地位 圣红鸾也正式成为了他们的儿媳 怎能不高兴 第七十七章 皇帝之死 镇南亡起兵 而此刻 在龙椅之上 鸡长哥面无表情地坐在上面 旁边则是他的太监总管 曹化纯 龙椅之下 重伤的白莲圣母 依然撅着屁股趴在那里 此时 杨天刚和杨天宝兄弟走了进来 白莲圣母立刻道 我们是一伙的 快扶我起来 杨天刚看了白莲圣母一眼 直接道 谁和你是一伙的 一点用都没有 来人 把这白莲圣母先带下去 控制起来 白莲圣母怒道 你会后悔的 你外甥是我白莲教的忠实信徒 你这么对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杨天刚顿时笑了 忠实信徒 我外甥正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庆祝 他若真的是你白莲教信徒 怎会看都不看你一眼 给我拖下去 两个下人上前 将白莲圣母直接拖了下去 随后杨天刚看向了姬长歌 道 陛下 坐在龙椅上的感觉如何 姬长歌看着杨天刚 冷声道 乱臣贼子 你是想在这面前耍威风吗 杨天刚笑道 陛下 你不必生气 毕竟成王败寇 自古便是如此 姬长歌冷声道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大夏之所以能立国 靠的是从景朝建了六十年的国运 如今浩宇未能登上帝位 虽然景朝龙脉所化的聂龙 被叶玄击破 但是景朝龙脉 没能和大夏龙脉融合 从此之后 大夏也会多灾多难 可能数年之后 整个大夏便一片疮痍 到时候 你们杨家也好 叶玄也罢 都是这全天下的罪人 姬浩宇身负景朝和大夏皇室的血脉 他若继位 不仅仅意味着 偿还了当年的国运 也意味着两国龙脉可以彻底融合了 到时候 大夏会国运昌盛 蒸蒸日上 而现在的话 走向是与之相反的 自然的 大夏可能也会有诸多的天灾人祸出现 杨天刚淡淡道 势在人为 陛下在九泉之下 可以看看 大夏未来走势会如何 姬长哥面色一变 猛地站了起来 你们要杀朕 叶玄不是说了 会将朕打入冷宫吗 直至现在 他都比较淡定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命保住了 哪怕真的被打入冷宫之中 也可以活着 可现在 杨天刚的话 让他顿时无法再淡定了 杨天刚笑道 陛下 斩草必除根 这话 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可以堂堂大夏皇帝啊 只是让你变成太上皇 在冷宫之中待着 我们怎么可能放心呢 姬长哥大声道 朕要见朕的儿子 朕要见朕的皇后 朕不想死 不想死啊 杨天刚面色一变 道 住嘴 正当此时 曹化纯忽然出手 点在了姬长哥喉咙的位置 姬长哥嘴巴张得很大 但是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了 与此同时 昆宁宫之中 叶玄眼神之中 也流露出一丝笑意 身为真刚静 前清宫和昆宁宫 虽然隔了不远的距离 但是姬长哥的大吼声 叶玄却听得清清楚楚 只是这事 叶玄却从未想过要插手 怎么对待姬长哥 就让自己的母后来决定吧 叶玄不参与 而很显然 杨皇后选择了斩草除根 这一点 其实从杨皇后 用巫毒娃娃 诅咒姬长哥 姬浩宇 以及董贵妃看来 这三人 在他那里 本就是上了必死名单的 至于其他皇子皇女们 可能他还要略微纠结一番 然后留下一些老实安分的 至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家伙 便只能除掉了 前清宫 杨天刚也意外道 曹公公 没想到 你竟然背叛了陛下 曹化纯确道 我从未背叛陛下 即便现在 也没有背叛陛下 那你为何对陛下出手 曹化纯笑道 陛下英明神武一辈子 在这生死关头 倒是失去了冷静 倘若皇后娘娘和叶玄 想要留您一条生机 杨家兄弟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曹化纯的话 让姬长哥 脸色顿时煞白 曹化纯则是继续道 大将军 今日我和陛下 必死 可我若是出手反抗 杨将军总归是要花些时间的 可只需要大将军 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可以主动出手 先送走陛下 再自行了结 杨天刚看着曹化纯 道 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要求了 倘若太过分的话 我宁愿多花点力气 曹化纯道 希望杨将军在我下葬之时 能将我的命根子 从大内总管府取出 和我一起合葬 曹化纯五岁 便晋身入宫 从小便是太监 当了一辈子的太监 他希望自己可以完完整整地入葬 下辈子能做一个完整的男人 杨天刚听到曹化纯的话 眼中也流露出一丝同情 道 曹总管的要求 我答应了 曹化纯脸上流露出一丝笑意 然后对姬长哥道 陛下 奴才伺候了你一辈子 希望下辈子 我不再是奴才了 姬长哥瞪大了眼睛 看着曹化纯 他想说什么 可因为之前被点了穴 什么都说不出来 曹化纯一张拍在了姬长哥额头的部位 姬长哥顿时额头陷血直流 直挺挺地倒在了那里 而接着 曹化纯又举起双手 对着自己的太阳穴重重地拍了下去 瞬间 曹化纯的太阳穴 深深地凹陷了进去 同样当场身亡 随后 杨天刚则是安排人手 去一趟太监总管府 将曹化纯的命根子取出来 让他和自己的命根子 能一起下葬 大厦南静 镇南王府邸 一个相貌鹦鹉的男子 手持鱼竿 在鱼塘边上钓鱼 只是他的鱼钩是直的 鱼钩也并未没入水中 距离水面足足有半米的距离 男子的身侧 一个美姬将一颗葡萄 送入了男子的口中 王爷 你已经钓了十几年了 这怎么可能钓到鱼啊 镇南王吉长风 揽着美姬的腰肢 钓不到也好啊 若真是钓到了 大厦百姓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吉长风话音刚落下 池塘之中 水花似箭 一条接着一条的鱼 破水而出 主动咬在了那直直的鱼钩上 紧紧片刻 吉长风那直直的鱼钩上 便钓到了五六条鱼 旁边的美姬和侍卫们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鱼还能这么钓的 镇南王站了起来 声音有几分激动 该来的 终于还是来了 正当此时 一个全身黑袍 脑袋蹭亮的僧人 出现在吉长风不远处 僧人送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大厦国运衰败 龙脉受损 地心陨落 天下一主 我千佛宗院辅佐 镇南王制霸大厦 吉长风将手中鱼杆扔在了一旁 口中霸气道 传本王旨意 立刻整肃三军 明日起兵 这天下 本王要了 第七十八章 奉天殿上 人头滚滚 一刻钟后 杨天刚来到了昆宁宫 然后对叶玄道 玄儿 陛下他一身傲骨 自知城王败寇 不愿在冷宫受辱 和大内太监总管曹化淳 一起自尽了 叶玄听了 没太大反应 是吗 那也是个不错的归宿 杨皇后则是道 玄儿 明日早朝 由你外公宣读陛下的遗诏 到时候 你直接登基即可 也无需举办什么登基大典了 叶玄看着杨皇后 此事应该没那么容易吧 这闻五百官可不好交代 杨天刚直接道 玄儿 此事你不必担心 交给我和你二舅即可 杀意仅百 只要摘下几个人头 其他问题便不再是问题了 那就劳烦两位舅舅了 叶玄准备 等到自己登基 当了名义上的皇帝之后 便准备把国事都交给杨家人 而他自己 和盛红卵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之后 除了享受生活 主要核心依然放在修行方面 区区黄泉比起几个人伪立于一身 可差了太多了 叶玄要走的是无敌之路 皇帝之位只是适逢其会 因为只要他不坐这个位置 后续必然有各种的麻烦 所以 他准备坐上皇位 但是把权力都让出去 让杨家人劳心劳力去 而叶玄也不担心杨家会篡位之类的 首先叶玄年仅十八 而两个舅舅都四五十岁了 而叶玄的实力 杨家人也再清楚不过了 把权力都交出去 又如何 只要叶玄还活着 杨家人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别的心思 而等到二三十年之后 两位舅舅年迈老去 母后也精力下降了 那时候叶玄的子女 就能派上用场了 哪个子女的武道天赋最差 哪个就去当皇帝去 总之 只要有叶玄这个定海神针在 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次日 大厦的奉天殿之中 文武百官齐聚 他们表情都很复杂 皇帝之前下旨 认可了叶玄的身份 并且因为觉得亏欠叶玄 因此提前善让退位 让叶玄登基 此事对他们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了 毕竟那可是一国之君啊 即便是真的做错了事情 别说善让了 让他承认错误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可现在皇帝忽然要退位 大家都知道 恐怕皇宫之中 发生大事了 而正当大家吵吵嚷嚷之时 一道身影 缓步来到了龙椅面前 然后一屁股坐了上去 此时 一名御史台官员大声呵斥道 你就是那叶玄小儿 大厦皇子十多位 大皇子正在有功 四皇子文韬五略 你何德何能 坐在那个位置 这个官员话刚说完 杨天刚依然出手 一枪捅进了对方的嘴巴之中 又从后脑的位置伸了出来 接着 杨天刚便道 陛下一诏 传位给叶玄 既然敢抗制犯上 本护国将军便送你上路 另一位礼部官员大声道 杨天刚 你竟然敢在奉天殿杀人 你们杨家是想造反吗 杨天刚没有客气 又是一枪劈了过去 这个礼部的官员 自上而下 被劈成了左右两半 两片尸体分别倒在了地上 随后 奉天殿侍卫上前 毫不犹豫地 将两个官员的尸体拖了下去 并且当众开始洗地 如今皇宫上下 对于叶玄和杨家 都很服服贴贴 毕竟之前 皇帝和叶玄一大家子对峙 再到观星楼高手出战 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尤其之后 那锦朝龙脉化作聂龙 向着叶玄呼啸而至 叶玄则是化身 百米高的金色巨人 用自己的拳头 硬生生把那头黑色聂龙 给捶死了 这样的实力 整个大厦 无人可以抵抗 他们对于这股绝对的力量 无法生出抵抗之心 已经彻底沉浮于叶玄的力量了 因此 这些奉天殿的侍卫 是配合至极 该洗地洗地 该杀人杀人 说起来 此次朝代更替 死的人确实不算多 主要军队没有参与进来 毕竟这里是大厦京都 除了鸡长歌麾下的进军之外 没有太多的军队力量 而鸡长歌 对于关心楼三位楼主 又有着绝对的信心 因此才没有其他的准备 当然 即便他有其他准备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叶玄可是把一头 百米长的聂龙都捶爆了 哪怕真来几万进军 又能如何 而朝堂大臣们 眼看杨天刚毫不留情 杀死了两个朝中重臣 而且还杀气腾腾 似乎谁敢继续开口 就要继续杀人一样 他们哪里还敢开口 而此时 太师杨叶大声道 老臣见过陛下 陛下万岁万万岁 杨叶跪下来之后 杨天宝和杨天刚 也立刻跪了下来 此时 叶玄则是道 外公 两位舅舅 你们平身吧 杨叶父子几人站了起来 然后杨天刚的目光 也放在了这些朝廷大臣的身上 杨天刚眼中流露出危险的光芒 真气注入霸王枪之中 似乎又要动手了 随后 吏部几个官员 最先跪在了地上 臣见过陛下 陛下万岁万万岁 他们都是杨天宝的下属 杨天宝已经表态了 他们不得不跪 有人下跪之后 那些站着的人 便非常难受了 他们感觉膝盖开始发软了 此时 另一个年迈的官员大声道 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啊 杨家祸国殃民 不得好死 这个官员说着 一头朝着朝堂之上的柱子 撞了过去 顿时 他撞得头破血流 摔在地上 昏迷了过去 杨天宝见状 直接拿着霸王枪 在对方身上补了几枪 口中道 既然想死 那就死得彻底一点 还有谁活腻了的 尽管站着 大厦人才急急 今日这文武百官 即便全部人头落地 陛下也可以将地方官员 调集过来 真以为大厦离开了你们 就难以运转下去了吗 杨天宝的这句话 成了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场的文武百官 再也不敢硬扛下去了 老老实实地跪在了地上 整齐华一的大喊道 臣寇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万岁 第七十九章 册封公主 叶玄看着这文武大臣 道 你们先跪一会儿吧 来人 传阵的爹娘 还有姐姐姐夫 很快的 叶成宗夫妇 和叶玄四位姐姐 来到了奉天殿 此时 已经晋级为太后的杨天雪道 叶四正 叶夫人 你们夫妻二人 养育玄儿十八年 又将她教得如此出众 哀家十分感激 今日 哀家 便封你们为大厦长亲王 以及长亲王妃 封号为福 换句话说 从今以后 叶成宗便是福王 而薛宁则是福王妃 富起来之所以是长亲王 自然也是因为备份问题了 因为一般来讲 亲王是皇帝的兄弟 若是将叶成宗夫妇 封为亲王 便和叶玄同辈了 因此只能封长亲王 这件事情 杨天雪已经提前 和夫妻俩说过了 夫妻俩并不意外 只是此时 他们内心还是有些 置身梦中的感觉 这就封王了 还是最顶格的长亲王 在这大厦京都之中 都堪称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 愣了片刻 夫妻俩才道 谢过太后娘娘 杨天雪继续道 孟云 孟雪 孟寒 孟严 你们是当今陛下的姐姐 从今以后 你们便是我大厦公主 以你们的名字为封号即可 姐妹四人直接跪了下来 谢过太后娘娘 叶成宗和薛宁刚才没跪 毕竟他们是同辈 杨天雪也很尊重他们 感激他们 可叶家四姐妹不同 他们对杨天雪没有恩情 今日也是沾了弟弟叶玄的光而已 如今被封为公主 跪谢一下弟弟的生母 如今的大厦皇太后 是很正常的 文武百官听着皇后封了一位长亲王 四位公主 也没什么表示 根本不敢有意见 毕竟杨天刚的兄弟还在呢 再说了 连皇帝都换了 封几个亲王公主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随后 杨天雪道 来人 给福王 福王妃 以及几位公主赐座 奉天殿中的太监 立刻将几个座椅搬了上来 让叶成宗等人入座 叶玄看着这一幕 眼中也流露出笑意 给自己的爹娘 还有姐姐们册封 是他很早的想法 只是由他这个晚辈来封长辈不合适 因此 叶玄才特意让生母来替自己操办 看来 一切都很顺利啊 想着 叶玄道 好了 你们也平身吧 即日起 昭告天下 因新帝登基 大夏境内 所有百姓免税三年 普天同庆 叶玄这话一出 百官顿时叩谢道 陛下英明 而此时 叶玄的脑海之中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发号施令 发号施令熟练度加一百 叶玄听到这个系统提示声 也是愣了愣 完美的发号施令 这是为什么 因为自己现在的身份吗 话说回来 自己现在是大夏皇帝啊 一国之君 君无戏言 一言九鼎 每一句话 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因此 身为皇帝 叶玄和发号施令这件事情 默契程度太高了 因此随口一句话 便是完美的发号施令 熟练度直接增加了一百点之多 那要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意味着 自己仅仅需要不长的时间 便能将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刷到很高的层次 目前 叶玄通过发号施令 掌握了一言九鼎 和乌鸦嘴 一言九鼎 只是让叶玄的话有幸福力 可以忽略不计 乌鸦嘴就有点梦了 可以让一个人倒大霉 只是乌鸦嘴副作用也不小 之前叶玄让皇帝倒霉了一天 他自己则是虚弱了两三天 大量消耗自身的体力 导致之后两三天的时间 叶玄都没法好好地刷熟练度了 只是乌鸦嘴 仅限于倒霉的地步 要杀人不太容易 外加上副作用 带来的体力消耗也不小 叶玄在收拾了 鸡肠哥一顿后 再也没动用过了 可发号施令的终极奖励 可是言出法随啊 叶玄对于这项神通 还是非常期待的 想着 叶玄继续道 礼部尚书听着 老臣在 叶玄直接道 你安排下去 挑选一个皇道吉日 朕要迎娶红鸾公主 当朕的皇后 老臣遵旨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发号施令 熟练度加一百 叶玄眼中流露出惊喜之色 果然没错 自己身为皇帝 在这奉天殿之上 每下一次指令 熟练度都是百倍增加 实在太好了 随后 叶玄又连续下达了数道旨意 基本都是和杨天刚 杨天宝商议过的 新地登基的一些政策 主要是表现在 叶玄体恤百姓 用来赢得明星的 而很快的 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 恭喜宿主 认真的发号施令熟练度达到2000 奖励唇枪舌舌舌舌舌 语言可化作刀兵 一念杀兴起 一语人投落 瞬间 叶玄便明白了 唇枪舌舌舌舌的含义 换句话说 以后叶玄和人可能不需要动手了 光动嘴就行 叶玄只需要一具剑来 可能凭空便会具现出一把宝剑 一剑斩向对方 而这一剑斩的威力 和叶玄刚齐加持 全力斩出去 一剑的威力相当 消耗也相当 这项神通 虽然没有提升叶玄破坏力的上限 但是却让叶玄的手段更加全面 更加防不胜防了 而此时 奉天殿的朝会 也已经进行许久了 叶玄也下达了十多道旨意了 叶玄这才宣布退朝 闻五百官散去 只留下叶玄的家里人 扬天雪道 玄儿 第一天当皇帝 感觉如何 叶玄笑道 确实挺不错的 挺有趣 叶玄原本还准备 大婚之后 便把全力让出去 自己好好在外面浪呢 可目前看来 短时间内 叶玄要在皇位上好好坐着 将法号施令的 熟练度刷满了才行 此时 杨叶忽然道 玄儿 要坐上地位 光靠个人勇武 是远远不够的 身为帝王 大下百姓能否安居乐业 全戏与你一人之身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子 你要记住了 叶玄点头道 玄儿明白 我会尽我所能 让大下百姓过好的 杨叶笑道 那就好 只要你心中有百姓 不论最终结果如何 百姓心中都会铭记的 第八十章 静相攀附 叶玄若有所思 其实她原本的想法 没有太过在乎这个地位 自身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只是如今这个位置 能让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百倍提升 叶玄竟然要好好当一段时间皇帝 那还是替百姓们 做点实事吧 叶玄脑筋流转 以现代人的思维 思考自己这个皇帝 能替百姓做点什么 俗话说 民以实为天 食物是最重要的 只要大下能有更多的食物 哪怕是遭遇天气干旱 百姓们也有存粮 不至于饥饿而死 饿朴遍地 那叶玄就称得上一句明君了 只是 这里是天玄界 并非地球 虽然人文方面相差不大 但是整个世界的格局 可和地球截然不同 根据叶玄的了解 光是大厦 占地面积 便有接近一千万平方公里 面积广阔 而在大厦周围 还有大洲 大理等诸多国家 这些国家和大厦语言相通 文字相通 文化也相差不大 国土面积也和大厦是同量级的 这和地球可截然不同 因此 在这天玄界 到底有没有红薯这一类的高产作物 叶玄都不能确定了 若是能找到 并且大量推广 红薯这种高产耐旱作物的种植 那的确是为大厦开辟了新的良缘 堪称是贡献重大 杨天雪听了杨叶的话 满脸骄傲地看着自己儿子 我相信 我家玄儿会是大厦最出色的皇帝 薛宁赞同道 没错 玄儿这孩子 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叶玄听到两位母亲的话 内心同样下定决心 叶玄也要想办法解决高产作物的问题 让大厦百姓从此之后没有恶嫖 一家人在奉天殿略微待了片刻 才各自散去 而至于说镇男王造反之事 目前还没有传达到大厦京都 毕竟大厦面积广阔 交通和通讯都很不便 消息的传达是需要时间的 叶玄回到了乾清宫之中 四大丫鬟在乾清宫给叶玄当起了女官 外加上又是叶玄的心腹 一个个趾高气昂地 在乾清宫之中成了四位小霸王 其他那些宫女们面对叶玄的四大丫鬟 都小心翼翼地 不敢有任何得罪之处 叶玄也觉得 四大丫鬟嚣张没任何问题 谁让他们跟对人了呢 他们对叶玄忠心耿耿 临到头来 连嚣张一点都不行了吗 叶玄回到乾清宫后 白菊花上前道 陛下 您今日还要锻炼吗 叶玄直接道 那是当然 你们先给我准备一批剑吧 今日我要从射箭开始 叶玄虽然当了皇帝 但是各种锻炼方式的熟练度 可从没落下来 他一直都很确信一点 实力才是自己的根基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武力之上 而此时 叶成宗一家子鸡犬升天之势 已经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叶成宗一家子 意外捡到一个男婴 竟然是当今陛下 和皇后娘娘的亲生儿子 叶成宗一家 将男婴抚养长大 这个男婴 如今又登上了地位 因此 叶成宗一家 夫妻俩被封为了亲王 四个闺女被封为了大下公主 这简直比戏文里面的剧情还夸张 而的那个叶成宗一家人 乘骑着马车 回到了叶府大门口之时 只见郑家人 已经在叶家大门口等着了 他们刚刚见到叶家的马车 立刻冲了上来 但是却被侍卫给拦住了 你们是什么人 郑喜丁立刻道 我们是叶家的亲家呀 叶四正 咱们可是多年的交情啊 郑文也跟着道 孟雪 我错了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郑家人 确实曾经是叶家的亲家 只是在叶家遇到危险的时刻 郑文的选择 是和叶孟雪和离 撇清了关系 这和楚云武的选择是截然相反的 而他们的结局 自然也不会相同 叶成宗下了马车 直接变道 亲家 我可高攀不起 你儿子和我女儿已经和离 大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郑文再次道 岳父大人 我也是一时糊涂 才和孟雪和离的 夫妻永远都是原配的好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和孟雪单独聊聊可以吗 叶成宗直接道 赶紧滚蛋 别废话了 郑家人还想说什么 侍卫已经上前 冷声道 赶紧滚 否则的话 冲击掌亲王作嫁 光凭这个罪名 便能杀无赦 郑家人听了 吓了一跳 不敢再上前 而郑文则是朝着轿子呼喊道 孟雪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我们做了三年夫妻啊 可惜 叶孟雪根本无动于衷 毕竟从郑文选择和离的那一刻起 双方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而随后 叶家人进了叶府 只见府中 叶玄的大姐夫 除云武也在 叶孟岩看到了除云武 笑道 大姐夫 恭喜你要当驸马爷了 除云武愣了一下 驸马爷 什么意思 叶孟岩解释道 就字面意思啊 我们的弟弟都当皇帝了 他当然 把自己最爱的姐姐们 分为公主了 你走运了 叶孟汉也道 是啊 大姐夫和大姐情投意合 大难临头之时 能共同面对 如今我们叶家发达了 大姐夫跟着鸡犬升天 我是认可的 大姐夫可不像正文 那个王八犊子 大难临头个自飞 都合理了 如今看到我叶家发达了 竟然还厚着脸皮往上凑 真是不要脸 叶孟岩赞同道 三姐说的没错 能共欢难的 才有资格和我们叶家共富贵 楚云武傻傻道 我这就成驸马了 以后出门在外 别人见了我 都得跪下来 叫一声驸马咽 楚云武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能有这么大的急遇 其实之前叶家出事 楚家也希望楚云武 能和叶孟云合理 免得将来连累到楚家 只是楚云武和叶孟岩的感情 确实很好 关键时刻让他抛弃妻子 他做不到 索性决定一条路走到黑了 没想到 最终结果反而是因祸得福 也算是意料之外了 叶成东听了 笑道 好了云武 身份的事情 慢慢适应就行了 你这个女婿 别说叶家只是被封为了王侯 哪怕就是成仙做祖了 我也认 雪中送炭 和锦上添花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叶家人在那样绝望的时刻 楚云武选择和妻子叶孟云同生共死 和叶家人站在一起 如今的楚云武 值得驸马这个位置 多谢岳父大人认可 叶孟寒则是道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爹娘 现在可是福王和福王妃哦 正当此时 一名侍卫走了进来 道 禀报福王 福王妃 昭勇将军府薛将军 以及薛老夫人 求见两位 第81章 跪下 薛怀远是个二品的将军 虽然从军之时功劳不多 但是苦劳不少 在京都 也算是一位人物了 只是这样的人物 身份地位 比起随意一位公主 都有所不及 更别说和长亲王相比了 毕竟公主也好 长亲王这个层次也罢 都是皇亲国妻 皇帝近亲 一般的将军可比不了 叶成宗听了 也微微皱眉道 果然 我这位岳父大人 来得倒也挺快的 薛宁见状 直接道 夫君 你和孩子们进去吧 薛家人我来应对 薛家人的目的 薛宁用屁股想都知道 肯定是因为 如今叶家发达了 想要奋一杯羹 沾点光 毕竟薛怀远 也算是叶玄这位 当今皇帝的外公了 只是双方之前相处并不愉快 几次会面 几乎都有冲突发生 叶成宗道 也好 那你来处理吧 有关薛家 他还真不好参与进来 让薛宁一个人处理 最为合适 很快的 叶成宗几人进了另一个房间 叶家正厅之中 只留下薛宁一人 而薛怀远和薛老夫人 也被侍卫带了上来 薛怀远和薛老夫人进门之后 薛宁端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薛怀远表情微微有些不好看 薛宁 在生父嫡母面前 你都想摆架子 薛宁直接道 按照大夏礼仪 公朝之礼 大于家人之礼 此处是福王府 我乃福王妃 薛将军和薛夫人见而不败 是想忤逆犯上吗 母嫔子贵 薛宁依靠着自己的的儿子 如今可是大夏的福王妃 高高在上 薛怀远虽然是薛宁的父亲 但是论起朝堂上的身份 福王妃肯定是要远大于一个二品的昭勇将军的 因此 薛怀远虽然是父 但是两者见面 严格按照规矩的话 薛怀远需要向薛宁下跪 而如果是薛宁回了娘家 身在薛府的话 两者相见 薛怀远同样需要先向薛宁下跪 行宫朝礼 之后 薛宁需要向薛怀远和薛老夫人下跪 行家人礼 如今身处福王府 薛宁身为福王妃 是这里的女主人 要跪的自然是薛怀远 薛怀远和薛老夫人表情都不太好看 薛怀远虽然想要巴结一下这个输出的女儿和女婿 可她也是要面子的 一见面 就给这个庶女磕头 她心里难受啊 然而此刻 一名侍卫冷声道 薛将军 薛老夫人 两位真不准备下跪 薛怀远犹豫了片刻 终于还是跪在了地上 老将见过福王妃 薛怀远都跪了 薛老夫人自然也得跪 薛宁看着这一幕 心中默默道 娘 您在天之灵能看到吗 宁宁再也不用受他们欺负了 薛宁是庶出之女 不受重视 她母亲在薛家也没什么地位 即便生了她这么一个女儿 但也比下人强不到哪里 而外加上大下人均寿命 本来就不长 一个经常受欺负的将军小妾 吃喝用度比起下人强的有限 外加上经常受气 命自然不可能太长 十几年前便去世了 薛宁的母亲 临死之前 就希望薛宁嫁给一个老实本分的丈夫 好好过日子 以后再也别回将军府了 而薛宁也做到了这一点 嫁给了叶成宗 此后十几年和薛家没什么来往 只是薛宁很清楚 自己母亲在薛老夫人手下 可是吃了不少苦头呢 上次薛老夫人主动招惹叶玄 被杨天雪收拾了一顿 薛宁神清气爽 可别人收拾了 哪里比得了自己亲自动手 眼看着薛老夫人跪在自己面前 薛宁感觉神清气爽 身心愉悦 随后 薛宁直接道 薛老夫人 我记得小时候 我娘给我绣了一个鸳鸯帕 薛如见到之后 就想从我手中抢夺 被我拒绝之后 她找你告状 然后你让我母亲 跪在炎炎烈日下 拿着针线 替薛如绣出一张更好看的鸳鸯帕 才允许她回房间吧 那一次 我母亲好像病了足足半月呢 也从那以后 薛如想要我任何东西 我都不敢不给她 薛老夫人面色变了变 薛怀远则是道 宁儿 如而以前是不懂事 但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你何必和她计较 薛怀远话刚出口 薛宁便拿起了茶杯 直接将一杯茶 泼在了薛怀远的脸上 薛怀远大怒道 你这小畜生 侍卫直接抽刀 薛怀远下的面色一变 顿时不敢再骂下去了 这个侍卫 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可这个侍卫身后代表的 是大下皇权 这显然不是她薛怀远 有资格去挑战的 薛宁看着满脸茶水的薛怀远 冷声道 薛如不懂事 你身边的老太婆 也不懂事吗 她不是喜欢罚贵吗 今天就给我跪在这里 跪到我满意为止 薛怀远和薛老夫人 还想来福王府沾光 靠着这层关系 讨点好处 他们却不知道 薛怀远小时候被嫡女欺负 薛怀的母亲 更是被嫡母各种收拾 这些薛怀一辈子都不会忘 他们还敢天真的想来沾光 薛怀远没去主动报复他们 都算他们走运 薛怀远和薛老夫人 只能狼狈地跪在那里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免得再冲目薛怀 过了片刻 薛怀似乎有些口渴了 让下人给自己安排了一些瓜果甜点 一边吃着这些东西 一边看着薛怀远和薛老夫人 薛老夫人看着坐在那里的薛怀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二三十年以前 她和薛如在阴凉处 吃着刚从水井之中 捞出来的冰镇西瓜 炎炎烈日下 薛怀的生母跪在那里 给薛如缝制鸳鸯怕 薛怀想要给生母送一杯水喝 也被薛老夫人训斥一番 直接赶走 这时候薛怀却叹了口气 可惜 现在不是三福天 否则就更有趣了 老太婆 有没有回忆起点什么 你可一定要长命百岁啊 我还想和你好好玩玩呢 有些恨 深埋在记忆里 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原本的薛宁 只是对于这股很无能为力 因此从未和人说过 只是在夜深人静之时 可能会梦到自己的母亲 梦到在那个炎炎夏日 母亲跪在那里 嘴唇干裂 身体虚弱地跪在太阳底下 给薛如缝制鸳鸯怕 每到这个时候 薛宁便会很后悔 薛如想要那个鸳鸯怕 自己为什么不给她 自己明明知道 她的嫡母那么厉害 得罪了她 自己和母亲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每当梦到这件事情 薛宁都会在深夜里抹眼泪 这事儿 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如今她终于有机会 可以替生母出一口气了 第82章 粮食紧缺 而此时的薛老夫人 似乎终于意识到一件事情 庶女薛宁 似乎不会轻易地放过她 薛老夫人之前 被扬天雪气地吐血 今天又被迫跪在薛宁面前 颜面尽失 回忆起 自己曾经是如何对待薛宁生母的 她有心生畏惧 种种叠加之下 薛老夫人一头栽在了地上 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是真晕还是假晕 薛怀远面色一变 道 你这不孝女 你要害死你嫡母吗 薛宁表情很淡定 我只想把她对付我娘亲的手段 都用在她身上而已 今天这一跪 比起我娘受到的屈辱 不及十之一二 薛怀远也怒了 她直接道 那只能怪你娘亲倒霉 她是妾 她就活该 薛宁眼神更冷 她直接道 薛将军 带你夫人下去吧 咱们时间还长着呢 走着瞧 薛怀远深深地看了一眼薛宁 道 叶成宗原本只是个小小四政 即便娶我将军府的庶女 也算她攀附了 可如今 她被封亲王 地位一步登天 你虽是福王妃 也管不了福王那妾 等叶成宗多出几位妾 甚至是侧妃 你便能理解你嫡母了 而到时候 你也唯有仰仗我招勇将军府 才能作为你的嫡母之位 薛怀远说完 扶着薛老夫人离开了 薛怀远刚走 叶成宗便走了出来 他立刻对薛宁道 夫人 你可千万别听我那老丈人胡扯 我可从来没有那些说着 是迎娶侧妃的想法 咱儿子都当皇帝了 都一生一世一双人呢 我只是被封的福王 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 再说了 咱儿子那份专情 很显然也是来自于你我的教导啊 叶成宗一番解释外加保证 薛宁这才信了自己的夫君 夜半时分 一匹八百里加急的快马 冲进了都城之中 军情也被送往了国筑将军府 杨天刚大半夜被吵醒 原本有些不满 只是当他听到消息之时 整个人也面色大变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骑马进攻 一刻钟后 夜玄被白菊花叫醒 陛下 您大舅深夜入宫 说是有紧急军情 夜玄坐起身来 随便披了两件衣服 道 这么紧急 难道有人造反 很快的 夜玄便见到了杨天刚 杨天刚立刻道 薛儿 大事不好了 镇南王起兵造反 一路北下 一天的时间 已经连破三成 大下威夷 夜玄面色一变 还真是有人造反啊 镇南王 好像是鸡长哥的弟弟 杨天刚直接道 没错 镇南王鸡长峰 是鸡长哥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二十多年前 夺敌之争虽然激烈 但是这对兄弟俩一母所出 其他皇子们也虎视眈眈 他们兄弟想在夺敌之争中活下来 必须真正的团结一致 鸡长峰全心辅佐鸡长哥 后来又有我杨家的帮助 鸡长哥才顺利登上地位 鸡长哥也没有亏待自己的亲兄弟 将大下以南的附属之地 封给了鸡长峰 封为镇南王 让他当了个逍遥王爷 没想到 这镇南王是狼子野心啊 夜玄听了 道 舅舅 这镇南王实力如何 杨天刚皱起了眉头 道 镇南王封地附属 粮食颇有盈余 手下也算是兵强马壮 否则不可能一日破三成 若论兵力 我们自然不怕他们 但是现在的问题 是国库空虚 粮草不足 我们的粮食 无法支撑一支庞大的军队 进行作战 夜玄面色一变 这是为何 杨天刚解释道 在我和你母后发现你之前 大下最出众的皇子有三位 姬皓宇乃是皇后所出 有杨家扶持 而另外两位 分别是大皇子和四皇子 其中大皇子最大的功绩 便是震灾之时表现极佳 灾区百姓饿死的人极少 在百姓之中 颇有人意之名 震灾之事 便发生在半年前 此次灾情严重 陛下为了震灾 给了大皇子很大的权限 大皇子不仅仅掏空了 各地粮仓 还动用国库存营 四处买粮 才度过这一劫 如今刚过半年 国库存营和粮草自然紧缺 夜玄眉头一皱 这样的话 要不我亲自上阵 杨天刚立刻道 万万不可 玄儿 你是一国之尊 怎能轻易涉险 虽然粮草不足 但是舅舅愿意领兵上阵 大不了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夜玄想了想 这样风险太大了 舅舅若是遇险 我和母后都会很难过的 杨天刚却道 舅舅身为护国大将军 战死沙场 是我一生之幸事 夜玄却道 舅舅你别着急 你先看看这个 夜玄说着 将一本薄薄的册子递了过去 杨天刚接过 翻开之后 看了一会儿 片刻后 杨天刚惊讶到 百炼成钢法 玄儿这是真的 真刚进 竟然可以以此种方式跨入 夜玄笑道 我就是依靠 百炼成钢法入真刚的 当然假不了 杨天刚立刻道 那简直太好了 玄儿 有这百炼成钢法在 你可以培养大量的 心腹真刚进高手 只要皇城有 十尊以上真刚进 从此皇城将稳如泰山 即便镇南王兵临城下 最终也是兵败垂城 夜玄直接道 那舅舅 您就抓紧时间 修行这百炼成钢法吧 真想打仗 也等您跨入真刚 杨天刚纠结片刻 才道 好 舅舅听你的 次日早上 皇城人心惶惶 镇南王造反之事 已经在皇城传开了 早朝之时 文武百官同样是神色各异 毕竟姬长哥刚死 夜玄登基才两天 镇南王又造反了 据说到如今 已经连破五城了 这刚刚登上皇位的夜玄 又能在这龙椅上坐多久呢 夜玄倒是没有太过担心 他看着下面的文武百官 道 镇南王造反之事 各位爱卿可有什么想法 杨叶立刻道 陛下 镇南王狼子野心 陛下应立刻安排精锐之师 诛杀此国贼 第八十三章 掌天象 此时 户部尚书立刻道 陛下 半年前怀王救灾 将各地粮仓几乎掏空 国库存盈也消耗殆尽 如今粮食紧缺 此战不好打呀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连粮食都没有 怎么打仗 夜玄直接道 不好打 也得打 昭勇将军何在 薛怀远听到夜玄的声音 吓得身体一哆嗦 老臣在 夜玄对薛怀远道 昭勇将军 听闻你老当义壮 勇武过人 如今镇南王已经到达了夜城 你即刻出发 前往夜城支援 薛怀远愣了一下 才道 那粮食的问题 夜玄直接道 放心 如今虽然粮食不足 但要让老将军 你吃饱喝足 还是攻得起的 啥 薛怀远彻底傻眼了 夜玄笑道 朕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你一个人前去夜城支援 以昭勇将军你的勇武 外加上夜城守军的配合 要抵挡叛军几日 应该不难吧 薛怀远立刻跪在了地上 道 陛下 老臣年迈 恐怕难担此任啊 夜玄打断道 行了 不要谦虚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退朝之后 你即刻出发 前往夜城支援 千万不要 让朕失望 可是 夜玄眼神眯了起来 怎么 你想抗旨吗 奉天殿中 侍卫立刻拔刀虎视 单单地看着薛怀远 薛怀远脸色变得苍白 他转头看向了其他的大臣们 只可惜 闻五百官 没一个人敢替他开口求情的 薛怀远只能跪在地上 声音有气无力道 老臣遵旨 夜玄看着绝望的薛怀远 心中默默道 老东西 接下来便看你怎么选吧 薛宁和薛家的恩怨 夜玄也很清楚 如今他到了这个位置 自然要替娘亲出这口气 薛怀远 要么战死沙场 报效国家 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而他若是选择背叛投敌 那么昭勇将军府的其他人 就要捣血眉了 到时候夜玄尊卑 把昭勇将军府其他的家眷们 都贬到父王府去当奴婢 让那薛老夫人 还有薛如去给自己娘亲当仆人 让薛宁好好的出这一口气 不仅仅可以随意使欢 哪怕当场打杀了 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命不好 至于说郑南王造反之事 现在夜玄还真的没什么好办法 毕竟国库粮食不足 无力支撑军队的长途跋涉 那就只能在黄兜等着郑南王了 夜玄对自己的实力拥有着足够的信心 而至于被郑南王攻破的那些城池 同样不是什么大事情 郑南王是姬长哥的亲兄弟 是大夏亲王 并非是外族的入侵者 因此 姬长峰出兵的目的 是成为大夏之主 而不是毁了大夏 他之所以能这么快破城 也和地方上的不作为有关 因为姬长峰即便破城 也不可能烧杀抢掠的 他要的是完整的大夏 而不是一座破城 一片废墟 别说各个城池的百姓了 各个城池的官员 姬长峰都不一定会杀 将来他若造反城宫 这些官员 他还要接着用吗 因此 夜玄也不担心 姬长哥破多少城 占多少城 因为基本不会有百姓的无辜伤亡 那就让他占呗 只要他最终落败 不管他占了多少城都没有用 薛怀远一脸绝望地离开了皇宫 然后按照夜玄所说 单枪匹马前往夜城支援 夜玄特意命人给薛怀远 准备了足够的粮食和水 免得薛怀远遏着 等薛怀远到了夜城之时 夜城已经挂上了镇南王的旗子 薛怀远也二话不说 在自己战死和背叛投敌之间 选择了投敌 成为了镇南王麾下 夜玄这边收到消息 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二话不说 命人把昭永将军府抄了 并且把昭永将军府 挂上了福王府的牌子 毕竟夜城宗夫妇虽然封王 但连的大点的府邸都没有 更别说封地了 正好这昭永将军府也还不错 同时对薛宁来讲 在昭永将军府 收拾薛老夫人和薛如等人 对他来讲应该更加意义非凡 因此夜玄也就将昭永将军府 变成了福王府 至于原本昭永将军上下家眷 全部都贬为奴 卖身器也送到了薛宁手上 薛宁想怎么收拾他们 就怎么收拾 而这几日 因为夜玄身为皇帝 每一道旨意 都是百倍的熟练度增加 因此 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也在飞速增长着 短短几日的时间 熟练度便涨到了五千 夜玄也获得了足足三项神通 熟练度达到三千之时 夜玄获得的能力名为大梦 夜玄动用这项能力后 只要旁人安安静静地听夜玄说 三分钟的话 对方便会陷入深度睡眠之中 还会根据夜玄那三分钟话语的内容 做一个美梦或者噩梦 不受到强烈的刺激的话 不会从梦中醒来 至少睡够八个小时 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催眠手段 可以用来助眠 也可以用来对敌 而熟练度达到四千之时 夜玄获得了另一项能力 破释 在大夏 或者说在整个天玄界 冥冥之中 有着一种天地意志存在 在这个世界 誓言是不能随便发的 一旦违背了誓言 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而夜玄的这种能力 则是让它可以违背自己的誓言 而不会受到冥冥之中 天地意志的惩罚 这种能力 虽然听起来作用不大 但其本质上 却是在欺骗苍天意志 逼格挺高的 当然 大梦也好 破释也罢 对于夜玄来讲 都算不上厉害 唯有熟练度达到五千之时 夜玄获得的奖励 让夜玄最为意外 这次的奖励 已经不能称之为能力了 夜玄觉得 称为神通比较合适 它远比夜玄之前 获得的能力更强 这项神通名为掌天象 当夜玄发动这项神通之时 它可以执掌一方天象 呼风唤雨 驱雷撤电 一切的天象变化 尽在夜玄的掌控之中 只是掌天象这项能力十分特殊 消耗的是运势 而以夜玄目前的实力 个人的运势 是无法催动掌天象的 好在夜玄的身份特殊 如今的他 还是大夏皇帝 身为大夏皇帝 夜玄身负国运 可以消耗国运 来施展掌天象神通 这倒是让掌天象 有了用武之地了 第84章 打赌 当然 夜玄也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天道酬情系统虽强 但是自身的境界 也是很重要的 天道酬情系统 带来的种种能力 本质上 都是一种手段 而施展这些手段 都需要夜玄 拥有着足够的根基才行 譬如 金刚不坏神功 能给带来五匹的防御 可夜玄三品之时 施展金刚不坏神功 只能坚持五分钟 如今夜玄身为真刚劲 金刚不坏神功 坚持一天一夜 都没什么问题 此前夜玄各项熟练度 都在缓步提升 他自己的境界 也在渐渐上升 因此 天道酬情带来的各种能力 和自身的段位 基本搭配 可如今这发号施令神通 因为天子身份加持 熟练度百倍增加 熟练度迅速突破了五千 甚至连长天象 这种能力都到手了 夜玄本身的境界 就显得有些弱了 若夜玄没有皇帝身份加持 可以掌控国运 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 动用长天象神通 恐怕只需要一次 就足以将夜玄抽干了 可以预料的是 发号施令熟练度 在君王身份的百倍加持下 还会迅速增长 甚至惊口预言 言出法随 距离夜玄 也不会太过遥远 到时候 夜玄最需要注意的 只有一点 一定要谨慎地 动用这些神通 免得真的把自己的运势 生命力 甚至是受缘给抽干 只是 伴随着长天象 这项神通到手 镇男王作乱之事 可以到此为止了 夜玄倒想看看 这镇男王 面对一个能操控天象的皇帝 到底能够蹦打几天 正当夜玄想着 怎么说服母后 让自己御驾亲征之时 白菊花带着圣红鸾 进入了宫中 圣红鸾脸上难掩忧色 毕竟镇男王军队 势如破竹 根本没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 距离皇都越来越近了 他身为夜玄的未婚妻 未来的皇后 自然也很担心 夜玄 如今镇男王来势汹汹 要不我和圣白宇 回大洲求援吧 大洲和大夏之间相隔一座阴山 阴山之上 有一尊存活至少千年的蛇神坐镇 这使得两国基本很难开战 可虽然如此 但大洲还是能调遣少部分精兵 前来助阵大夏的 此时 圣红鸾只希望多少能帮得上夜玄 夜玄却伸手抚摸着他 嫩滑的脸蛋 红鸾 镇男王之事 不必担心 我正准备会会这镇男王呢 红鸾你信不信 只需见上一面 我便能让镇男王老老实实地缴械投降 圣红鸾意外地看着夜玄 我不信 这镇男王起兵之后 骑士如火 必然是有着充足的准备 怎见上一面便缴械投降 夜玄听了 将他搂在了怀里 感受着他柔软的腰肢 那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圣红鸾在夜玄温暖的怀抱之中 也感觉安全感十足 好啊 你想赌什么 不论夜玄开什么赌注 他都愿意接受 毕竟 他从身体到灵魂 都属于夜玄 夜玄此时手微微下移 放在了圣红鸾的丰润处 若是我凯旋归来 你便留在宫中 好不好 圣红鸾脸微微红了一下 他知道夜玄的意思 夜玄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了他 虽然说 他和夜玄的婚事 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皇帝成亲 可没那么简单 首先就是由 礼部挑选良辰吉日 挑选好之后 再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之后 他才正式成为夜玄的皇后了 这些哪怕是效率高点 怎么也得半月二十天了 而夜玄 正值年轻气盛 更何况 圣红鸾又生得如此美貌性感 让男人欲罢不能 夜玄自然希望能早点一清方泽 而圣红鸾脸微微红了一下 才道 你若输了 那便来公主府吧 两人的感情早已经水到渠成 夜玄的生母和养父母都认可了他 差的只是一场婚礼而已 这种情况下 既然夜玄想要 他又怎能不给呢 若是夜玄打赌赢了 那他今晚便在皇宫之中伺候夜玄 若是他自己赢了 那便换到公主府吧 总之 他不想让自己心上人再继续憋着了 尽情地释放出来吧 夜玄听了 也惊喜地在圣红鸾脸上亲了一口 道 红鸾你真好 圣红鸾依偎在夜玄怀里 道 选择你 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决定 在这一方世界 神仙眷侣不在少数 然而 成为皇帝之后 还能一心一意地 圣红鸾是闻所未闻 他本以为夜玄只是一个天赋出众的四正之子 没想到 后来却成了皇后的儿子 更是阴差阳错下登上了皇位 而在登上皇位之后 夜玄依然将他捧在了手心 并且当着父母的面 说出了后宫之要圣红鸾一人这样的话 如此的专义钟情 他自然也颇为感动 两人腻歪了许久 到了用善时间 夜玄带着圣红鸾 一起去杨天雪那边去用善 杨天雪因为缺失了太多夜玄的生活 因此每日都要和自家儿子一起用善 每天也有很多话和自家儿子说 想要弥补当年缺失给夜玄的母爱 如今的杨天雪已经晋级为太后了 至于原先的太后 如今一经是皇宫的老祖宗了 只是因为姬长歌之死 这位老祖宗一夜之间 惊气神虚弱了许多 最近病重在床 虽然有御医照料 但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一家人快用完善的时候 杨天雪似乎想起了什么 道 来人 把姬浩宇府上那个女人带上来 片刻之后 一个还算年轻漂亮 只是小腹微微隆起的女人 被侍卫带着 出现在夜玄几人面前 此人正是夜玄曾经的未婚妻 林玉茶 而除了林玉茶之外 天剑宗宗主云显宗已到了 他背负一把长剑 身上剑一惊人 随后 杨天雪道 玄儿 这个林玉茶 是姬浩宇府上的一个侍却 腹中姬浩宇血脉 理应处死 只是他声称 与你有救 下面的人不敢随意处置 便让人送过来了 夜玄听了 道 母后 我和她之间 没太多交集 唯一一次打交道 是她带着天剑宗的人 上夜家退婚 大家撇清了关系 杨天雪听了夜玄的话 看着跪在那里的林玉茶 道 那她可真是有眼无珠啊 玄儿你有天纵之姿 如今有登陵九五之尊 想必她应该很后悔吧 此时的林玉茶 何止是后悔啊 简直就是痛不欲生 第85章 悔恨 她当时和天剑宗的人 上门退婚之时 第一眼见到夜玄 便觉得 夜玄生得真好看 气质形象比姬浩宇强太多了 可她想到 姬浩宇乃是五皇子 又深受皇帝皇后宠爱 若是和姬浩宇在一起 哪怕皇后之位没太大希望 但是一个贵妃的位子 还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 她纠结一番 决定为了美好的前程 放弃夜玄 而之后 一次接着一次的变故发生 虽然夜玄展露的天赋越来越好 可林玉茶 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她不顾女子的矜持 主动献身姬浩宇 开始和姬浩宇的皇子府上那些歌姬美妾 勾心斗角 争其斗艳 林玉茶的确有几分心思手段 在她的努力经营下 她已经在五皇子府上的美妾之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还成功地怀上了五皇子的孩子 林玉茶觉得自己成功了 即便夜玄天赋 再出众又如何 能斗得过皇权吗 或迟或早 夜玄都是要死在皇权的碾压之下的 而到了那一天 便足以证明 当初她和夜玄退婚 没有错 可结果呢 她并没有等来夜玄被碾死的消息 反而是姬浩宇死了 皇帝也死了 而夜玄 竟然是当初皇帝和皇后被调包的皇子 夜玄在杨家的支持下 顺利地登上了地位 成为了万人之上 而那个在夜玄危难时刻 陪伴在夜玄身边的红鸾公主 则是即将成为夜玄的皇后 每每想到这些事情 林玉茶的心都在滴血 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呀 倘若她当时没有选择退婚 或许今日能坐上皇后之位的 便是她林玉茶了 想着 林玉茶道 夜玄 我好后悔 若是我没有退婚 该多好啊 夜玄淡淡道 性格决定命运 即便重来一次 你依然会选择退婚的 行了 带下去吧 林玉茶忽然道 等等 夜玄看着林玉茶道 你想求饶吗 可惜我没那么多同情心 夜玄可不会给自己留什么后患 虽然说林玉茶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威胁 至于她肚子里的孩子 更是都没有出生了 但是事事无绝对 还是斩草除根比较放心 林玉茶看着夜玄道 我知道 我和我肚子里这个都活不了 我也不哀求什么 但是我求你放过我的父母 他们和五皇子没任何瓜葛 夜玄看了对方一眼 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他们也老是本分的话 我会放他们一码的 林玉茶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谢谢 随后 她便被拖了下去 而天剑宗宗主则是跪在了地上 陈天剑宗宗主 见过陛下 见过太后娘娘 夜玄看着云显宗 道 云宗主 你来有何事 云显宗道 陈氏特意为之前的事情道歉的 陛下和林玉茶的婚事 我天剑宗有参与进去 陛下天赋显露 被五皇子顶上 同样和我天剑宗有关 请陛下和娘娘责罚 林玉茶被抓起来以后 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云显宗也发现 这件事情之中 他自己虽然没有参与 但是天剑宗参与度却不低 首先是林玉茶带着天剑宗的长老 上门利用天剑宗的威势 逼迫夜玄退婚 之后 林玉茶杀死了被夜玄重创的长老 并开始借五皇子之手 对付夜玄 王子才安排杀手 加害夜玄 云显宗怕以后夜玄秋后找他算账 因此主动来承认错误 夜玄听了 淡淡道 行了 朕没想过要和你算这些陈年旧账 你下去吧 多谢陛下宽宏大量 听闻陛下见到天赋出众 陈玉将这天剑七世奉上 云显宗说着 呈上了一份古朴的剑刀秘籍 天剑七世 夜玄见状 你有心了 既然如此 朕便收下了 云显宗眼见夜玄收下秘籍 阳天雪则是道 我家玄儿宽宏大量 此事若是放在姬长哥身上 他或许表面上不动声色 可三年之内 天剑宗必然会分崩离析 夜玄笑道 之前的事情 和天剑宗的确关系不大 对了玄儿 镇南王造反之势 你准备如何处置 夜玄直接道 母亲你放宽心 我决定明日御驾清征 去会与会镇南王 阳皇后担心道 御驾清征 玄儿 镇南王兵多将广 据说他此次起兵三十万 母后担心 别说他起兵三十万了 便是三百万 也只有死路一条 母后您就看好了吧 再多的将士 在恶劣的天气面前 都没有丝毫的胜算 夜玄的掌天象神通 可以操控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天气 一切自然界可能出现的天气 夜玄都可以操控 一场十二级以上的超级飓风 就可以让镇南王的士兵死伤过半 甚至 夜玄连超级飓风都用不着 只需要一场暴雨便足够了 一场足够大的超级暴雨 配合上低温天气 足以让三十万大军超过一半感冒发热 想想看 一支正准备造反的军队 面临这样的遭遇 恐怕十成的战役 连一层都胜不下 还怎么打 次日 夜玄便宣布御驾清征 要率领黄多的守备军 和镇南王一战 太师杨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陛下 守备军只有五万之重 如何抗衡镇南王三十万大军 夜玄自信满满 朕乃天子 定得天助 镇南王犯上作乱 三十万大军又如何 可 夜玄笑道 太师放心 朕必将得胜而归 陛下英明 朝堂上 文武百官阿渝奉承道 他们对夜玄这个皇帝 没有什么忠诚可言 即便夜玄真的去送死 他们也只会觉得死得好 自然不会像杨叶一样奉劝 杨叶还想说什么 只是见夜玄态度坚决 只能作罢 而随后 夜玄则让人安排下去 准备轻征 第八十六章 呼风唤雨 驱雷撤垫 如今虽然粮食不足 但那是不足以支撑 和三十万的镇南王大军抗衡 如果只是供应五万的皇都 守备军 那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除此之外 杨天刚此次也会同行 关心楼两位楼主 虽然伤势没有痊愈 但是也好了七七八八了 同样会随行 根据之前得到的军情 镇南王应该已经攻打到明城了 距离皇都 只有一百多公里 而这样的距离 以守备军的行军速度 基本上两日便能赶到了 而实际 也和叶玄所设想的 没太大出入 两天之后 叶玄率领的五万皇都守备军 抵达了宣城 而远远的可以看到 明城的城门上 已经插了镇南王的旗子 显然明城已经被占领了 而同时 天刚刚亮 明城之中便开始响起了战鼓 显然 镇南王还要继续攻城拔寨 直指皇都 叶玄和杨天刚 以及观星楼两位楼主 站在宣城城墙之上 杨天刚道 陛下 镇南王那边 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皇都守卫军 还不出城吗 叶玄却道 不急 先等等 等 等什么 叶玄笑道 舅舅你 很快就知道了 战鼓声越来越激烈 镇南王的大军 终于出动了 宣城和明城之间 相隔虽然有一段距离 但是却一马平川 没有什么明显的地形阻碍 非常适合冲锋作战 姬长风虽然已经得到了密报 大厦小皇帝御驾清征 率领五万皇城守备军 前来评判 可姬长风不认为 五万的守备军 能威胁到自己的三十万大军 至于说观星楼的真刚镜 姬长风同样不怕 毕竟 他可是和千佛宗有合作的 千佛宗乃是佛门圣地 实力极强 在大洲 大理 以及大泽等多个皇朝 都颇具影响力 而相比来讲 观星楼的实力 却仅限于大厦范围之内 论起真刚镜的数量和质量 千佛宗都比观星楼强得多 当然了 不管千佛宗也好 观星楼也罢 虽然拥有真刚镜强者 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但他们 也不能随意地挑起皇朝之中的战争 这是各方势力不成文的约定 人族还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便是妖魔 大妖之上 上有妖王 妖王之上 还有那不知深浅的阴山蛇神 人族面临着诸多威胁 不能将太多的力量 花费在内好之上 正因为如此 千佛宗虽然想要将势力渗透到大厦之中 发展佛门信仰 可却不能主动出击 唯有之前姬长哥生死 大厦龙脉和国运发生变迁之时 千佛宗才能师出有名 而至于镇南王 论兵力 他有三十万大军 论顶尖强者 他有千佛宗高人 论大义 他亲哥哥姬长哥死得不明不白 他此行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镇南王的军队 开始向着宣承进发着 他们士气昂扬 守备军此时驻守在宣承内部 等待着皇帝下令 渐渐的 镇南王的军地已经远离了明城 现在的他们 即便想撤回去 也需要至少几个小时的时间 叶玄知道 该自己上场表演了 想着 叶玄意念一动 体内刚气支撑下 他的身体缓缓从宣承的城墙上漂浮了起来 向着高处飞去 叶玄身穿龙袍 头戴皇冠 金色的龙袍皇冠 在太阳之下显得十分耀眼 因此 叶玄悬浮起来的时候 不论是宣承的百姓 还是皇城守备军 亦或者是镇南王的士兵们 都看到了叶玄 镇南王健壮 大声道 鸡玄孝儿 你谋朝篡位 今日镇必诛你 镇南王虽然没有入真刚 但也是一品的强者 他的声音在内力加持下 响彻三军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叶玄听到镇南王所说 淡淡道 乱臣贼子 凭你也配 今日镇便让你知道 何为天命 风起 叶玄身为真刚镜 玩得比镇南王高端许多 他声音不大 但是不论是镇南王的军队 还是宣承的百姓 都清楚地听到了叶玄的每一个字 而伴随着风起两个字落下 刹那之间 天地之间 狂风骤起 扬起了地面上的沉沙 使得镇南王军队 一时停滞了脚步 此时 叶玄的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 风婆雨失 雷弓电舞 听阵号令 雨来 雷来 叶玄话音落下 刹那之间 天空之中 乌云盖顶 雷破惊天 然后仅仅一秒钟 暴雨骤然而下 而这最为恐怖的一点是 这暴雨倾袭而下 这暴雨 竟然恰好将镇南王这一方 所有的士兵都笼罩了起来 仅仅片刻 这些将士们 便被暴雨将全身上下都淋湿了 而相反 距离他们仅仅只有几公里远的宣承 还有在宣承之上悬空而立的 大夏皇帝叶玄 却身处阳光明媚之中 没有丝毫受到影响 一瞬间 镇南王的军队便开始乱了镇脚 此时 镇南王也脸色一变 大声道 众将听令 不要被妖法破了胆气 随镇杀 今日谁能摘了这鸡旋小儿的头颅 镇封他为并肩王 世袭妄替 镇南王知道 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 这鸡旋小儿 太过邪门了 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激发将士们的勇气 而此刻 宣承百姓 还有驻守在宣承之中的皇城守备军 一个个也傻眼了 当今陛下 竟然还能执掌天象 这也太厉害了吧 难怪陛下带着区区五万人 就有信心对上这三十万呢 有着这种手段 别说五万人了 一万人便足够了 杨天刚同样傻眼了 大家同样是修行武道的 凭什么你那么秀 呼风唤雨 驱雷撤电 据说这是那尊各大皇朝 都不敢触碰的 阴山蛇神才有的手段 自家外甥 这是怎么做到的 第87章 大圣 此时 战场之上 惊畏分明 宣城这边 叶璇悬空而立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明城那边 一众军队此刻 深陷狂风暴雨之中 雷雨交加 电闪雷鸣 而好在镇南王 在军队之中威望颇高 外加上重赏之下 颇有勇夫 在他鼓舞士气之下 一众将士们鼓足了力气 意图冲出这雷雨交加之地 叶璇看着这一幕 口中淡淡道 雷霆西郎科 薄线西飞飞 叶璇话音落下 在原本的狂风暴雨之中 骤然多出了无数的冰雹 这些冰雹 小的都有拳头大小 大的有人的脑袋大小 雨水击打在人的身上 杀伤力是不太够的 可是冰雹就完全不同了 只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 那些拳头大小的冰雹 杀伤力便十分可观了 那人头大小的冰雹 简直就是要命 一时之间 镇南王的军队之中 惨叫声不绝于耳 无数人被巨大的冰雹击中 轻得头破血流 中得当场身亡 镇南王的面色也非常难看 他气急败坏地大喊道 鸡玄小二 有种和我一战 此时的鸡长风 气得脸都绿了 他实在没想到 叶璇不仅仅能制造暴雨 更是直接带来了 这百年难得一见的冰雹 这么大的冰雹 虽然说 对于中三瓶以上的舞者 没什么杀伤力 这些舞者可以依靠内力 将冰雹震碎 可是 一个三十万的军队 别说中三瓶了 下三瓶的比例都不太多 整个军队而言 大多数人都是从未习武的普通人而已 毕竟穷文负武 修行舞道 要消耗气血 需要大量的进食 其实整个大夏而言 数量最多的 还是最底层的普通人 因此 这些冰雹 对于鸡长风的军队 杀伤力可就太狠了 刚才在鸡长风重赏之下 鼓起勇气的武夫们 此时也完全放弃了 拼死一战的想法 这些士兵们 纷纷捂着脑袋 往地上趴 尽量让自己的要害 避过那从天而降的兵雹 而此时 叶玄大声道 众将听令 随阵杀 叶玄话音落下 宣城的大门打开 黄斗五万守卫军 气势汹汹地从宣城杀了出来 向着鸡长风那支军队杀了过去 叶玄 观星楼两位楼主等 三个真刚镜 则是冲在最前方 鸡长风看着这一幕 面色难看 他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口中道 撤 撤 鸡长风知道 这一战 自己已经输了 三十万军队 至少二十多万人 都只是普通人 面对这恶劣的暴雨 以及冰雹 根本无从反抗 现在这一战 已经没法打了 鸡长风只能暂时 带着金锐撤回明城 然后想办法稳住脚跟 再做打算 伴随着鸡长风下令 这些士兵之中 已经入品的武者们 开始撤退 他们身负内力 即便是如此恶劣的天气 也能有一定的力量抵抗 可以撤回明城 只是剩下来的普通士兵 就无能为力了 他们有的身陷泥潭 有的被冰雹砸得 头破血流 还有的双手抱着头 撅着钉 尽量不让冰雹 砸到自己的脑袋 这样状态下的士兵 哪里能有什么战斗意志 很快的 叶璇麾下 五万皇城守备军 靠近了这些人 这些人第一时间选择投降 叶璇自然没有让守备军 去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 他们也都是 受阵难忘裹挟的普通人 没有自己的意志可言 叶璇自然没必要赶尽杀绝 因此 叶璇手轻轻一挥 刹那间 原本的暴雨和冰雹 全部都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晴天 若不是他们身上的泥水还在 身上的疼痛感也清晰可知 那刚才的狂风暴雨 雷电冰雹 似乎就是一场梦一样 此时 镇南王一众精锐 尚未彻底逃回明城 只是此刻 姬长风忽然听到一声 整齐哗疑的呼喊声 陛下万岁万万岁 姬长风转头一看 只见自己麾下 至少二十多万士兵 此刻整整齐齐地跪在了叶璇面前 口呼陛下万万岁 正骑马而逃的姬长风 直接被这声音一震 整个人都从马背上掉落了下来 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口中也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万千将士的一声万万岁 直接破了他 连破十几成凝聚而成的龙莽之气 这对姬长风的打击 不可谓不大 而叶璇看着跪地的士兵们 淡淡道 而等皆是我大下子弟兵 受姬长风蛊惑裹挟 才做出如此不治之事 朕不怪罪你们 平身吧 谢陛下 这些士兵们感激道 叶璇眼中也流露出一丝笑容 掌天象这一神通 虽然消耗国运 可叶璇利用这一神通 大破镇南亡 一次俘虏二十多万镇南亡士兵 使得己方士气十足 国运同样有了巨大的提升 这一进一出的 叶璇相当于没有丝毫的消耗 可以说十分的划算 而此时 杨天刚则是立刻让人 将此捷报传回京城去 昆宁宫之中 杨天雪和叶成宗夫妇都在 不仅如此 叶璇的四位姐姐 还有圣红鸾也都在 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有关叶璇的消息 终于 一个士兵急匆匆地冲进了昆宁宫 到 宣承来报 陛下乃真龙天子 执掌天象 呼风唤雨 驱雷撤殿 镇南亡麾下溃不成军 五万皇城守备军无意伤亡 便击败了镇南亡军队 镇南亡麾下 超过二十万士兵当场投降 此战完胜 此话一出 杨天雪大喜道 好 实在是太好了 雪儿果然领有底牌 圣红鸾同样十分开心 自己心上人 从来不会让自己失望了 滑水回来 叶璇一战而生 按照自己和他的赌约 自己今晚貌似得留在前清宫了 明城之中 脸色煞白的姬长风 坐在龙椅之上 在他旁边 则是千佛宗的高人们 只听姬长风道 大师 这鱼不是自己咬的钩吗 为何还会有如此变故 呼风唤雨 驱雷撤电 这根本不是舞蹈中人 所能拥有的能力啊 叶璇却做到了 这战还怎么打 第八十八章 勾魂犯鹰 身穿黑袍的玄通大师道 王爷 事事无绝对 姬玄此子能登上地位 想必就是依靠着呼风唤雨之能 姬长风皱着眉头 道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姬玄小儿有如此之能 这战争根本没得打 玄通大师缓缓道 恶弥陀佛 王爷放心 我千佛宗既然辅佐王爷启示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今日王爷好好休息 明日攻城 保证姬玄小儿 无法再呼风唤雨 姬长风意外道 哦 玄通大师已经有了妙招 玄通大师神秘一笑 没有细说 当天晚上 宣城之中 一片喜庆 明城之中 则是哀鸿遍野 即便是镇南王的很多核心下属 都已经开始悲观了起来 而此时 在明城的丽湖水面 一众黑袍僧人 悬空立在湖水之上 只听玄通大师道 阿弥陀佛 请圣物 只见一个僧人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墓盒 从中取出了一颗 晶莹剔透的菩提子 菩提子在月光下 折射出了万千的光滑 显然内蕴无数的玄机 随后 玄通大师等人口中念念有词 念诵着佛法 那菩提子 也自行漂浮在空中 散发着淡淡的清光 在这一众高人的佛法加持下 许久之后 菩提子竟然生根发芽 片刻后 长出了一朵异常漂亮的菩提花 一众僧人见状 脸上都是露出了笑容 所谓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他们以佛法让菩提开花 眼前这朵花 可非比寻常 虽然说 距离一花一世界相距甚远 但也堪比半个世界了 这朵菩提花界 因为半真半假 因此 千佛宗之人称之为梦界 因为它本身便介于真实和虚假之间 如梦似幻 而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便是将夜玄的魂魄 困入这梦界之中 那接下来 镇南王启示过程之中 夜玄昏迷不醒 又如何呼风唤雨 阻挡镇南王的军队 随后 玄通大师便道 千佛宗上下听令 随本宗主其送勾魂梵音 将鸡玄魂魄 引入菩提花界 弟子听令 顿时 利弧之上 想起了诡异的勾魂梵音 勾魂梵音似乎有穿透性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着 不止如此 这勾魂梵音 凡是听到之人 都会不由自主地 跟着念诵起来 半个时辰后 整个明城上下 上到镇南王 吓到普通的百姓们 哪怕在睡梦之中 都在不由自主地 念诵着勾魂梵音 在如此多的力量 叠加下 勾魂梵音传出了明城 传到了宣城的营地之中 夜玄猛地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中 有丝丝荧光流转着 玄机神童 使得夜玄魂魄之力 得到了强化 没有那么虚弱 这勾魂梵音虽然诡异 却也无法瞬间 勾走夜玄的魂魄 只是现在 夜玄却也感觉到了 魂魄不稳 若非玄机神童 压制着魂魄 恐怕魂魄 早已经离体了 而此时 观星楼的大楼主 和二楼主 来到夜玄面前 道 陛下 这应该是千佛宗 妖僧的妖术 勾魂梵音 夜玄看着两位楼主 道 其他人没事吧 大楼主道 无妨 这勾魂梵音 只可针对一人 其余所有听到梵音之人 只要修为在真刚之下 便会不由自主地 跟随念诵勾魂梵音 增加梵音的威力 如今看来 宣承和明承加起来 百万的百姓 都在念诵梵音 才会形成如此威势 好在陛下 您神魂稳固 才能不被勾走 夜玄此时 感觉自己的身体 宛如一片处于波涛汹涌的 大海之中的偏周一样 海浪不断冲击着偏周 随时可能离开身体 他皱着眉头道 若是魂魄被勾走 会怎么样 大楼主解释道 您的魂魄若是被勾走 本体将会陷入昏迷沉睡的状态 神妖事情都做不了 当然 那群妖僧虽然可恶 但是必然不敢直接杀您 唯有等到镇南王夺的天下 您失去了龙脉庇护之后 才会由镇南王出手对付您 夜玄淡淡道 龙脉庇护 那姬长歌死的时候 怎么没有受到龙脉庇护 大楼主解释道 因为您身负皇室血脉 千佛宗的妖僧就不同了 他们若是困你 只是辅佐姬长风争霸天下而已 不影响佛门弃运 他们若是杀你 恐怕此后数百年 佛门都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夜玄看着两位楼主 道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 对抗这勾魂犯音 两位楼主对视一眼 然后各自摇了摇头 观星楼当初有从龙之功 后来大厦立国后 有着国运辅助 观星楼每代 都有真刚进强者诞生 也成为了大厦的定海神针 只是论其底蕴和实力 观星楼比起传承久远的千佛宗 就差了许多 这勾魂犯音 乃是千佛宗秘术 每次发动 需要以佛门神通 演化出一个菩提花剑 而后不惜消耗寿源 发动勾魂犯音 想要阻止 弹何容易 此时 观星楼大楼主道 这勾魂犯音 距离越近 犯音的效力越强 陛下唯有远离宣城 前往黄都 有着黄都龙脉庇护 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前往明城 击溃千佛宗那群真刚才行 只是一旦靠近明城 勾魂犯音威力倍增 陛下魂魄恐怕无法稳固 那岂不是自投罗网 叶玄听了 直接道 自投罗网 那可不一定 阵道要试试 他们的脑袋有多硬 叶玄说着 直接冲天起 向着明城冲杀而去 大楼主和二楼主见状 只能全力地追上 叶玄身负电光神行神通 两位楼主根本追不上叶玄 不到半刻的时间 叶玄已经接近了明城 而此时 勾魂犯音的威力 果然大增 叶玄感觉 魂魄马上就要离体了 只是 叶玄也不是没有底牌的 叶玄立刻道 玄机变 开 法相戳 刹那间 身上气势暴涨 竟接在玄机变的加持下 强行从真刚镜 提升到法相镜 随后 叶玄再次展露发现 整个身体 变成了一个身高百米的金色巨人 第89章 你也死 叶玄跨入了法相镜 伴随着境界的提升 对于勾魂犯音的抵抗力 大幅度增加了 随后 叶玄也不磨叽 他直接一拳 砸在了明城的城墙之上 瞬间 明城的城墙 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叶玄整个人 也横冲直撞 冲进了明城之中 直奔利弧而去 很快的 千佛宗众人便看到了 呼啸而至的叶玄 毕竟如今的叶玄 身高百米 全身金光闪闪 在夜色之中 是如此的分明 几个呼吸之后 夜玄一跃而起 磨盘那么大的拳头 朝着千佛宗众人砸了过去 玄通大师面色一变 大声道 菩提护体 刹那之间 那朵菩提花 释放出了一层金色的天幕 和夜玄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冲击波 导致利弧之水冲天起 将这一群僧人 全身都浇了得透心凉 只是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语速极快地 念诵着勾魂犯音 夜玄则是怒喝一声 双拳如同两个巨大无比的铁锤 不要钱一样 一锤接着一锤 锤在那菩提花 制造的护体天幕上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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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锤之后 菩提花界制造的天幕 出现裂缝 八锤之后 天幕彻底碎裂了开来 接下来 夜玄的双手 一手抓两个 一手抓三个 将一共五个千佛宗的僧人 抓在了手中 他们依然在念诵着勾魂犯音 这让夜玄异常地烦躁 因为即便是在玄机变状态下 夜玄的灵魂都似乎受到了影响 这让他异常暴虐 而接下来 夜玄直接将右手三个僧人 放到了自己的嘴边 宛如禁忌的巨人之中一样 血盆大口一口咬了下去 刹那之间 三个僧人被夜玄咬掉了上半身 只留下六条腿 在夜玄手上 血液刹那间喷涌而出 将其他僧人的脸上 见得满脸是血 另外两个僧人的话 虽然没有被夜玄塞进口中 但是却见夜玄左手发力 宛如几青蛙一样 只听到扑斥一声 这两人的身体 直接被夜玄给挤爆了 场面血腥至极 伴随着五个僧人 被夜玄咬死地咬死 捏死地捏死 其他的僧人终于怕了 他们整齐怀疑的泛音 开始哆嗦了起来 此时 夜玄恶魔般的声音 在这些僧人的耳边响起 勾魂泛音 看看到底是你们先勾走我的魂 还是我先锁了你们的命 玄通大师见状 大声道 大家切勿惊慌 夹杀伏魔阵 起 刹那间 千佛宗高僧们身上的夹杀 一件接着一件 冲天起 这些夹杀 在佛法的加持之下 互相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件遮天蔽日的巨大的夹杀 这件夹杀 化作了一个巨网 向着夜玄笼罩了过去 意图将夜玄困在其中 夜玄张大了嘴巴 用力一吸 顿时 巨大的夹杀 直接朝着夜玄嘴巴飞了过去 被夜玄一口吞了下去 当然 法相状态 夜玄吃的东西 可不会真正地进入夜玄的腹中 因此 夜玄才荤宿不及 先是吃和尚 后是吃夹杀 一众高僧看着夹杀被吞 也都是傻眼了 这大下新帝 怎会有如此神通 菩提花的天目挡不住他 就连夹杀伏魔也没用 而此时 夜玄依然又一巴掌拍了下去 六七个僧人躲避不及 被夜玄一巴掌拍成了肉泥 接着 夜玄另一只手 则是狠狠地朝着那朵开启的菩提花抓了过去 菩提花之上释放出菩提佛光 意图抵挡夜玄的手掌 夜玄左手抓在了右手的手背上 双手力量加持 全力以赴地向下按去 终于 只听到咔嚓一声 菩提佛光被彻底捏碎了 菩提花也落入了夜玄的手中 刹那之间 千佛宗的高僧们 一个个都是惨叫一声 吐血倒地 这勾魂犯音 施展到一半 菩提花界被强行夺走 勾魂犯音反噬 他们每一个都不同程度地受伤了 而也在此时 大楼主和二楼主终于赶到了 场面 也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只见夜玄化身 法香状态 手持菩提花 威风凛凛 千佛宗一众僧人 一个个狼狈至极 地上还有几滩血迹 显然死了不少人 夜玄虽然受了菩提花 但是他对千佛宗这群僧人的杀意 可一点没有减守 刚才那索命犯音 的确是很危险 因此 他再次一脚朝着千佛宗僧人 踩了过去 准备如同踩蚂蚁一样 再踩死一去 而此时 玄通大师口中道 六丈金身 气 话音落下 玄通大师从原本正常身形 化作了六丈金身 也就是接近二十米高的模样 而玄通大师身上 还多出了两颗脑袋 四只手臂 变成了三头六臂的形态 他六丈三头六臂的金身 堪堪抵挡住了夜玄 踩下来的一只脚 夜玄眼中也流露出意外之色 这小子 实力已经达到了半部法香的层次 否则的话 根本不可能抵挡夜玄的一脚 看来 这千佛宗 的确是有点东西 若是夜玄还有足够的时间 虽然这玄通大师是半部法香 但杀他也不难 可夜玄之前消耗了不少时间 他的玄机变 本就有着时间限制 之前因为勾魂犯音的关系 夜玄魂迫不稳 玄机变能维持的时间 变更短了 再打下去 恐怕夜玄 还没能彻底打死眼前的玄通呢 玄机变时间结束 夜玄自己先陷入虚弱状态 那可就糟糕了 因此 夜玄收回了自己的那只脚 然后道 你们这些秃驴给朕听好了 这次振放你们一条生路 再有下次 鸡犬不留 夜玄说完 带着菩提花 身体一飞冲天 他的身体刚刚冲天起 便从百米高的法香状态 变回了普通人的形态 显然玄机变 已经无法维持了 观星楼两位楼主健壮 也匆忙跟上了夜玄 他们两个完全是充数的 什么事都没能干成 而千佛宗上下 此时面如死灰 他们耗费心力 开启的菩提花 被人夺走了 勾魂犯音也没能成功 这一次 堪称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啊 第九十章 双修功法 夜玄离开没多久 镇男王姬长风 便带着属下 来到了千佛宗 一众狼狈的高僧面前 姬长风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是怎么回事 玄通大师叹气道 阿弥陀佛 大夏皇帝深不可测 我等的计划失败了 姬长风面色一变 计划失败了 那现在怎么办 姬玄小而能操控天象 难道本王只能坐以待毙 玄通大师宽慰道 镇男王可放宽心 大夏皇帝损耗同样不小 短时间内无法操控天象 我等也会向佛国求援 寻找应对之法 姬长风这才道 如今本王的军队 已经不占任何优势了 能依靠的 便只有你们佛门了 而另一边 夜玄回到了宣承之中 道 这菩提花 有什么用处 大楼主道 陛下 菩提子乃是佛门至宝 相传能够增加人的 慧根和悟性 这菩提花由菩提子 演化而来 应当也有助于修行 夜玄听到大楼主所说 道 有助于修行吗 那我试试吧 随后 来到了一个空旷之处 将菩提花放在附近 然后尝试了一次 认真的挥剑 接下来 夜玄的脑中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挥剑 挥剑熟练度加100 夜玄眼中 顿时流露出惊喜之色 没想到 这菩提花 对自己帮助这么大 竟然和白莲圣母的效果一样 其实此前 夜玄也曾经再次找过白莲圣母 让白莲圣母 念诵竟是白莲咒 只可惜 夜玄突破到真刚进之后 哪怕白莲圣母认真的念咒 依然无法让夜玄的 修行效率提升百倍 没想到 白莲圣母这个工具人废掉了 现在倒是新冒出来一个菩提花 看来 以后得多和这佛门打交道啊 只是眼前的菩提花 夜玄很清楚 它是有时效限制的 它本就是一颗菩提子 佛门高僧佛法加持下 暂时开放 成为了菩提花 等到花中的佛法耗尽 菩提花也会变回菩提子的形态了 夜玄估计 菩提花能维持花的形态 最多三天左右 那夜玄可不能浪费时间啊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三天时间百倍熟练度 夜玄要将时间 消耗在最需要提升的方面 夜玄如今锻炼方式多种多样 只是它一直很清楚 自己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修行 境界是一切的基础 不管任何的神通和能力 没有境界 都是空谈 而第二点的话 夜玄决定选择 认真的举重 这一锤炼方式 带来的是最直接的力量提升 是肌肉的增长 夜玄也很感兴趣 夜玄决定 接下来三天 以这两种锻炼方式为主 尽可能地提升自己 接下来 夜玄直接盘膝而坐 开始修行天人土纳术 一个时辰后 天人土纳术运转一个大周天 夜玄完成了一次修行 熟练度增加100 因为刚刚完成修行 经脉负荷不小 夜玄转开始练习举重 释放着经脉的压力 半个小时后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完美的举重 奖励熟练度100 认真的举重熟练度超过100 获得九牛二虎之力 一股最为纯粹的肌肉力量 充斥着夜玄的身体 给夜玄带来了一种 强烈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这是最原始的肌肉力量 和内力或者是刚气 都有所区别 而在获得九牛二虎之力后 夜玄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 同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气力气力 没有气 有哪来的力呢 此时 认真的举重锻炼完毕 但是经脉的疲惫感还没消除 还无法进行修行 夜玄立刻让人准备了一盆药语 利用药物 缓解经脉的疲惫感 只是药语之时 夜玄也不想浪费时间 毕竟这百倍熟练度的时间 只有三天 夜玄不想浪费一丝一喉 而在药语状态下 夜玄可以做的 貌似只有一件事情 射箭 晚攻射箭 肢体上的动作不大 不会影响药语的药液 而射箭的高级奖励 夜玄也是很有兴趣的 因此 他让下面的人 准备了剑靶和箭矢 浸泡在药语盆中 练习射箭 夜玄在药语盆中 浸泡了大概20分钟 经脉的疲惫感彻底消失 夜玄也再次修行天人土纳术 刷着熟练度 修行 举重 药语中射箭 三件事情轮番进行 三天的时间 三者的熟练度 都在百倍进行着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天的时间 正男王那边 都没有任何动静 毕竟他应对不了 夜玄执掌天象的能力 只能龟缩不出 而夜玄同样没有主动出兵 他的能力 只适合在战场上使用 不适合对一座城池使用 夜玄若是利用掌天象 只能对付明城 使得明城雷雨交加 冰雹洗礼 固然 正男王的军队会狼狈不堪 但是死伤更重的 会是明城的普通百姓 而这些普通百姓的数量 要远超过正男王军队的数量 夜玄若是那么做了 相当于为了除去 一群庄稼之中的野草 直接将田地里的庄稼和野草 全都给砍了 因此 宣城和明城 暂时陷入了僵持状态 只是这三天的时间 夜玄的实力 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三天之后 菩提花忽然变得虚幻了起来 然后释放出了一丝丝金光 最终彻底消失 而这三天的时间 夜玄的修行 举重以及射剑 收获不可谓不大 认真的修行 熟练度达到三千之时 夜玄获得的奖励 名为两仪心法 这两仪心法 听上去这儿八经 实际上 却是一门不折不扣的双修法门 当然 双修法门并不意味着 是邪术 一些邪术 采阴补羊 损人利己 那对夜玄没任何意义 而这两仪心法 却是男女互补 交合之时运转心法 能互补阴阳 对于男女双方 都有着很大的好处 提升修为 弥补资质 有百利而无一害 如今 夜玄和圣红鸾大婚在即 这两仪心法 对夜玄来讲 倒是非常实用 而且 两仪心法 虽然对男女双方都有帮助 但是总体而言 修为弱势的一方 得到的提升会更大 如此一来 两人在一起之后 圣红鸾的修为 也能得到极大的进步 这也是个好消息 因此 两仪心法对夜玄来讲 可以说是瞌睡来了枕头 非常的实用 第九十一章 百里追魂 而认真的举重 熟练度达到一千之后 获得的奖励 名为龙象之力 这一点 倒也不出乎夜玄的意料 认真的举重 奖励范畴本就很有局限性 必然是有关力量的 而龙象之力 使得夜玄身负十万斤的力道 气血也有了巨大的提升 夜玄光依靠着身上的龙象之力 一拳便堪比之前一品的绝顶舞者了 由此可见 这龙象之力的威力 只是如今夜玄战力全开 堪比法相近 这龙象之力对战力的提升 便十分有限了 唯有等认真的举重熟练度更高 或许能给夜玄带来一些惊喜 而最后的话 认真的射箭 因为只是利用修行和举重的 要于空闲时间锻炼 因此 认真的射箭 虽然熟练度更容易刷 但也只是增长到了两千 而这两千熟练度 给夜玄带来的奖励 分别是无坚不催 以及百里追魂 所谓无坚不催 乃是指夜玄射出去的箭 在夜玄的意念加持之下 可以摧毁任何的物体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阻挡夜玄的箭 而百里追魂的话 就更简单了 只要目标和夜玄相隔百里之内 那箭矢便相当于 自带了导弹功能一样 自行追寻所敌 简直强到离谱 夜玄获得了无坚不催 以及百里追魂之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问了问宣承的守将 宣承距离名城多远 守将跪在地上 回复道 回陛下 名城距离宣承有60多里 夜玄一听 直接道 是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 夜玄直接挽弓射箭 口中大声道 镇南王姬长风 接镇一箭 这追魂一箭 不需要看到人 只需要念出对方的名字 并且 对方相隔夜玄百里之内 便必然命中 追魂一箭 搭配上箭矢的无坚不催 夜玄倒想看看 姬长风怎么抵挡这一箭 刹那间 箭矢击射而出 一飞冲天 直接来到了云端 箭矢在云中穿梭 两三分钟后 飞到了明城上空 然后来了一个 从天而降的剑法 箭矢未能极大 在尚未靠近 姬长风之时 千佛宗上下 已经察觉到了不对 玄通大师道 佛法无边 佛光护体 其他的佛门大师 也纷纷道 佛法无边 佛光护体 璀璨的金光 将姬长风 锁在的府底 整个映照 成了纯金色的 姬长风 一脸骇然地 看着天空 此时 那只箭矢射穿了屋顶 向着姬长风 头部射了过来 随后 金色的护体佛光 和黑色的箭矢 碰撞在一起 按照常理 普通的箭矢 是不足以射穿 这些佛门高僧的 护体佛光的 可夜玄的箭矢 在无坚不摧 能力加持下 竟然硬生生 射穿了护体佛光 缓慢但坚定地 射向姬长风 玄通大师面色大变 他猛地冲了上去 口中念诵着阿弥陀佛 以大日如来手印 抓向了箭矢 箭矢短地 玄通大师痛叫一声 因为箭矢竟然穿过了 玄通大师的耳垂 然后猛地射入了 姬长风的大腿之中 在一众高僧诸多阻拦之下 这一箭的威力 缩水了很多 即便如此 他依然射中了 姬长风的大腿 由此可见 这百里追魂的一箭 有多么恐怖了 姬长风大腿中箭 面色难看到 这姬玄小儿 竟然敢按键伤人 本王和他没完 姬长风话刚说完 玄通大师便道 小心 又来了 其他几个高僧 也纷纷严阵以待 果然 又有一只箭矢 击射而来 目标同样是 镇男王姬长风 这回 一众高僧合力出手之下 这只箭矢 射中了姬长风的胳膊 而姬长风 还没来得及 咒骂叶玄 暗箭伤人 第三支箭也到了 又是一番 鸡飞狗跳阻拦 依然阻拦失败 姬长风这回 被射到了屁股上 姬长风疼的眼泪 都流出来了 快 本王要弃城撤军 本王要回本王的领地 再继续下去 本王要被射成刺猬了 随后 千佛宗高人带着姬长风 率先向着封地逃去 镇男王麾下精锐 则是紧随其后 至于那些曾经 被镇男王占领的城池 则是纷纷举白旗投降 重新被叶玄收复了 一日之后 叶玄回到了黄都 都城之中一片喜庆 毕竟 陛下御驾轻征 执掌天象 兵不认血地击败了镇男王 夺回了被镇男王占领的城池 可喜可贺 叶玄和母亲以及爹娘 分享了一下此次的战事 而后便回到了前亲宫之中 刚刚进宫 叶玄便看到 龙踏之上 一袭红装的圣红鸾坐在那里 本就名艳动人的他 在这一身红装下 更显得娇俏客人 让人垂涎欲低 叶玄脚步都加快许多 迅速来到了他身旁 直接将他拥入怀中 红鸾 是不是等了很久 圣红鸾依偎在叶玄怀里 等你 多久都不算久 叶玄听着动人的情话 内心更加心潮澎湃 他亲吻着圣红鸾的脸颊 温柔地将它放置在龙踏之上 而自己也缓缓压在了 圣红鸾柔软的胶躯之上 两道身影 渐渐合二为一 不分彼此 洛宏点点白丹燕 胶喘须须蜜一身 水乳胶容天地老 刚柔并济到成真 叶玄和圣红鸾眉开几度 实之起碎 欲罢不能 次日 龙踏之上 战况狼藉 只是 圣红鸾精神状态却不错 他惊喜道 夫君 我的修为突破了 叶玄直接道 那是自然 昨日为父运转两一心法 你我除了享乐 更是在修行啊 圣红鸾听了 将身体贴在了叶玄身上 轻轻如动着 口中道 我还想修行 叶玄血气方刚 精力充沛 听到这话 立刻便枪出如龙 开启了新一轮的争法 两日之后 镇南王派世子姬顶 来到了黄东 姬顶来到朝堂之上 立刻跪在了地上 醉臣姬顶 见过陛下 叶玄看着姬顶 道 姬顶 你父亲让你来求饶的 姬顶立刻道 回陛下 我父王受到奸人猛逼 误以为陛下受人把控 才会起兵清军策 只是我父王亲眼见到陛下盖世神威 知道此前只是个误会 因此 特意命我前来向陛下谢罪 我父王特意送上白银百万两 粮食百万十 以表忠君爱国之心 叶玄深深地看了一眼积顶 道 看来 镇南王对镇很了解 知道镇需要什么呀 第九十二章 培养真刚 大夏因为之前镇灾 粮食和国库存盈消耗严重 外加上刚刚改朝换代 局面不稳 这是叶玄最大的问题 因此 镇南王主动送上白银和粮食 确实可以解决叶玄的燃眉之急 只是叶玄接受了镇南王的这些东西 恐怕之前镇南王造反的事情 就算是接过了 而这件事情 即便不接过 叶玄也没什么好办法 镇南王封地 被姬长风一脉精英的铁桶一块 即便叶玄可以杀死镇南王 也无法收回镇南王的封地 只会让那封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而对叶玄这个新地来讲 镇南王臣服 相比死亡 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 至少镇南王臣服 镇南王领地之中 是相对平和的 变数也比较少 不容易出什么乱子 鸡鼎公公静静道 陛下 我父皇受奸人蒙蔽 确实犯了大错 但大夏需要我父王 你也需要我父王 求陛下宽恕 此时 几个文武官员也纷纷开口 替镇南王求情 他们倒不是被镇南王收买了 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讲 接受镇南王的赔偿 对于刚登基的新地 好处极大 叶玄也终于道 刀兵起 受苦的终究是百姓 正今日 不是看在那些粮食和银俩的面子 也不是看在这求情的文武百官的面子 而是看在百姓的面子上 若是再有下次 镇定斩不饶 鸡鼎惊喜道 陛下仁慈 臣寇谢陛下 随后的几日 叶玄在朝堂之上 刷着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而自己的母亲和爹娘 则是张罗着叶玄和盛红鸾之间的婚事 这可是大夏和大舟公主之间的婚事 场面自然要足够大才行 值得提一句的 是大舟的三皇子 陈白宇 他到现在都没回大舟 他最初挺厌恶叶玄的 毕竟自己妹妹 是大夏和大舟之间联姻的纽带 叶玄一个四正之子 却和自己妹妹纠缠不清 结果叶玄摇身一变 从皇后一子 变成了真正的皇子 还登上了地位 不仅如此 叶玄还拥有着无可匹敌的实力 甚至救过她的命 这让盛白宇 对叶玄态度大为改观 如今的她 在私底下 一口一个妹夫 亲切的不得了 也勉强认了这个大舅哥 只是这场婚礼 只有盛白宇 一个大舟皇室之人在场 还是不太合适的 因此 叶玄安排了天剑宗宗主 护送盛白宇回大舟 让大舟方面 再安排几位皇室成员过来 参加盛红鸾和叶玄之间的婚礼 大舟和大夏之间相隔一座阴山 阴山之上有阴山蛇神 但是阴山是可以通行的 而且阴山相比其他地方 更加安全 只是通过阴山之时 有一个要求 第一不能带刀兵 第三在阴山之上 不得随意打声喧哗 只要保证这三点 那么阴山便是最安全的地方 毕竟其他地方 说不定还会遭遇妖魔袭击 但是在阴山 永远不用担心这一点 因此 盛白宇和天剑宗主 以及大舟的几个护卫 踏上了前往大舟的归途 国筑将军府 叶玄母子和杨天刚都在 只听杨天刚道 玄儿 舅舅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若非你 舅舅恐怕此生无枉真刚 叶玄笑道 舅舅客气了 你我都是一家人 杨天刚忽然道 对了 那赵百战 是不是也开始修行百炼成钢法 叶玄点了点头 没错 只是他年龄大了 修行百炼成钢法 也需要药育配合 否则经脉承受不住 杨天刚有几分担心道 这百炼成钢法 可大量培养真刚进强者 赵百战终究是大舟全宗 舅舅担心 叶玄笑道 舅舅放心 我已经让他立誓 绝对不会将百炼成钢法透露出去的 那就好 在天玄界 誓言的分量是很重的 而赵百战这种拳宗 能在拳道走得极远 也是有信念的人物 也不太可能违背誓言 叶玄则是继续道 对了舅舅 我需要你帮我 安排一批信得过的人 传授他们百炼成钢法 为大夏培养一批真刚进的强者 真刚进 已经算得上是顶端战力了 在大夏 真刚进原本非常稀缺 唯有观星楼 有三位楼主 夸入了真刚进 而这在叶玄看来 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上次那千佛宗 光叶玄见到的真刚进强者 就不亚于十位了 因此 叶玄要大量培养真刚进 杨天刚听了 则是道 这个没问题 杨家和皇室掌握的绝顶力量 不在少数 他们有一大批 是自小洗脑培养 对杨家绝对忠心 完全可以信赖 叶玄点头道 那就好 我初步的计划 是先培养两百个真刚 让他们分布大夏各个城池之中 星罗密布 有这两百真刚 大夏百姓便能免受妖魔的困扰了 杨天刚意外道 两百个 舅舅只能尽力而为了 另一边 圣白宇和云显宗来到了阴山之前 几个护卫已经扔掉了随身的刀兵 手无寸铁 云显宗这位天剑宗主 同样将剑寄存在了一家当铺之中 云显宗看着巍峨阴山 道 这便是阴山啊 本座还是第一次来阴山呢 圣白宇道 本皇子此前也仅仅走了一次阴山 别说 来到这阴山 有种莫名的安全感啊 圣白宇说着 正要前进呢 忽然身体一晃 差点摔倒在地 云显宗见状 道 三皇子 你这是怎么了 圣白宇伸手捂着头 道 忽然有点头晕 没事没事 说话之时 圣白宇的脑中 一条长达百丈的巨蛇身影 一闪而逝 云显宗则是道 要不休息一日 再上阴山吧 免得出什么岔子 圣白宇摆了摆手 道 不用了 我真没事 我们即刻出发吧 免得误了我皇妹的及时 也好 随后 一众人登上了阴山 只是他们刚刚离开 几个身穿黑袍的光头身影 便出现了 其中一人道 方才我以佛门神通 唤醒了圣白宇的素食残念 想必这回 阴山蛇神能有所察觉了 玄通大师缓缓道 千年之后 人妖之恋再续前缘 希望阴山蛇神 不会让我等失望 第九十三章 焚金宴 一刻钟后 圣白宇和云显宗等人 再次踏上阴山 在圣白宇踏足阴山的那一刻 阴山山脉深处 一条长度数百米的白色巨蛇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发出的声音却清脆动听 狼君的气息 随后 白色巨蛇周身雾气蒸腾 片刻之后 数百米长的蛇躯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穿白衣 身材窈窕的女子 女子束手一挥 两头奇形怪状的妖魔 出现在他面前 两头妖魔立刻跪在地上 见过白玲娘娘 白玲看着两头妖魔 屈指一弹 一幅画卷出现在两头妖魔面前 白玲道 你们去把画中人给我抓起来 记住 抓起来就行 不要伤他一根头发 两头妖魔立刻道 是 娘娘 半个小时后 两头妖魔找到了正在行路的 圣白羽和云显宗一行人 随后 两头妖魔直接冲了上去 一头巨大无比的蛤蟆腰 还有一头驴腰 云显宗看到忽然出现的妖魔 吓了一跳 这里是阴山 你们竟然敢对人类出手 蛤蟆腰没理会云显宗 张开嘴巴 粗长的舌头 便向着橙白鱼卷了过去 云显宗飞身而起 施展天剑剑术 一剑斩向了蛤蟆腰 可惜 长剑和蛤蟆腰的舌头 碰撞在一起 发出了金铁骄鸣之声 这蛤蟆腰大半手段 都在他那条舌头之上 经过了长时间的锻炼 可没那么容易砍断 只见那舌头灵活的一卷 将云显宗的长剑缠住 然后迅速收紧 刹那间 云显宗的剑被凝成了麻花 完全失去了杀伤力 而那头驴腰则是一跃而起 驴蹄子将云显宗踹飞了出去 而后两腰一左一右 挟持了盛白鱼 迅速离去 云显宗腰子的位置挨了一蹄子 半天没缓过神来 许久之后才狼狈地离开了鹰山 回大夏王都禀报去了 因为路途遥远 交通不便 外加上云显宗还受伤了 因此等到云显宗 回到大夏王都之时 已经过去了大概半月了 此时 叶玄和圣红鸾的婚事 前期的准备 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 就等大周那边 从大夏给的吉日之中选择一个 正式进行婚礼了 而这半个月的时间 叶玄和圣红鸾 已经提前过上了夫妻生活 圣红鸾住进了皇宫之中 夜夜和叶玄探讨生命的真谛 人类的起源 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半月的时间 叶玄认真的瞪眼 熟练度也突破到了2000 获得了一项新的能力 这项能力名为焚金焰 当夜玄动用这项能力之时 目光所过之处 会燃烧起金色的焰火 这种焰火名为焚金焰 焚金焰拥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能够快速蔓延开来 若是有人身上沾染了焚金焰 应该第一时间将燃烧的部位切除 才能有一线生机 这是一项颇为强力的杀法手段 只要避不开夜玄的目光 便避不开焚金焰 十分强力 当然 夜玄和圣红鸾这段时间修行两仪心法 在这门系统出品双修功法加持之下 两人的功力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夜玄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真刚进巅峰 只待凝聚法相便可跨入法相境 而圣红鸾的境部则更大 直接跨越了好几个境界 达到了二品的层次 由此可见 这两仪心法有多么变态了 小两口正等待着好消息呢 结果 云显宗回来了 他跪在夜玄和圣红鸾面前 道 陛下 娘娘 大事不好了 大周三皇子被抓了 圣红鸾和夜玄还没有进行成婚大典 但是夜玄已经提前册封了 圣红鸾为大下的皇后娘娘了 否则的话 圣红鸾也不能名正言顺地待在皇宫 圣红鸾一听 面色一变 怎么又被抓了 他怎么这么倒霉 不久前 圣白宇就被抓了一次 这都已经是第二次了 云显宗解释道 下官也觉得三皇子太倒霉了 他这次是在阴山被抓的 夜玄也面色变了变 阴山 阴山不是有蛇神坐镇 一直很安定吗 谁说不是呢 可偏偏三皇子就在阴山 被两头妖魔给抓走了 我感觉那妖魔就是冲着三皇子去的 夜玄皱了皱眉头 道 咱们的老全宗 身体养得差不多了吧 赵白湛在百炼成钢法的帮助下 突破到真钢境 只是因为年迈 身体脆弱 突破之后 还得要于修复一段时间的经脉 圣红鸾道 嗯 老爷子身体基本没问题了 这次便让老全宗跑一趟吧 以他的实力 一般的妖魔应该可以解决 夜玄为什么要培养一匹真钢 为的就是 不至于事事亲力亲为 虽然关心楼有两位楼主 同样是真钢 只是这两位真钢 傲气得很 和夜玄也不是一条心 即便夜玄实力比他们强 使唤起来也不顺手 不如自己培养的人方便 圣红鸾也道 没错 老爷子正好实力突破 就让他跑一趟吧 而另一边 圣白宇在阴山的日子 却和夜玄想象的完全不同 圣白宇被蛤蟆腰抓了起来 在阴山当起了奴仆 过了几日 圣白宇和富白貌美的白铃娘娘 相遇了 白铃告诉圣白宇 自己也是被蛤蟆腰抓起来的仆人 两人立刻同病相连了起来 开始互相扶持 在之后 白铃告诉圣白宇 蛤蟆腰最近身体不好 决定吃几个人类仆人 补补身子 他们俩危险了 而后 圣白宇便带着白铃 开始逃亡 他们非常的幸运 避开了蛤蟆腰手下的重重设防 顺利地逃离了蛤蟆腰的领地 并且逃离了阴山 回到了大洲 大洲是成白宇的地盘 他一路带着白铃游山玩水 感情不断升温 等他们抵达了大洲都城之后 圣白宇已经决定 不仅仅要让父皇选定夜玄 和圣红丸的婚期 他自己 也要准备迎娶白铃 赵百战一路奔波 在殷山转了七八天 没能找到人 等他离开殷山之后 却得到了消息 大夏皇帝 将在下月初八 迎娶大洲红丸公主 到时候 大洲两位贵妃 一位太妃 以及三位皇子 将会出席 赵百战这才知道 圣白宇必然已经安全抵达了大洲了 否则婚期也不可能定下来 第九十四章 言出法随 随后 奔波数日的赵百战 只能风尘仆仆地回大夏京城了 大夏京都 到处洋溢着喜庆 大夏新帝和红丸公主婚妻将近 普天同庆 这段时间 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在君王身份的加持下 也在迅速提升着 只是有一点 在熟练度超过五千之后 六千 七千 八千等整千的档次 没有任何奖励了 一直到熟练度抵达一万之时 系统提示声终于响起 恭喜宿主 认真的发号施令熟练度达到一万 奖励言出法随 言出法随 一言戳道法制 随心所欲 可创造万物 可毁灭世界 备注 世间万物都标注了价格 最强的能力 也意味着昂贵的代价 自身的力量 血肉 身躯 寿命 甚至灵魂 都可能是这份代价 而叶玄也意识到 言出法随这项能力 强确实是强 但是实在有些鸡肋了 言出法随 可以凭空造物 可以毁灭一切 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铁律 叶玄可以尝试动用这项能力 说上一句 以后人类都用嘴巴大便 用鼻孔小便 可能以后人类真的就成这样了 可同样的 叶玄要付出的 就是她的肉身 寿命 以及灵魂了 叶玄利用言出法随的能力 对这个世界的改变越大 那么 她要支付的代价 便越是恐怖 当然 言出法随这项能力 也可以用来战斗 叶玄可以直接一句话 抹杀某一个存在 只是同样的 要抹杀对方 对方的实力越强 那么叶玄要支付的代价 便越大 轻则气血两须 身体受损 重则受缘耗尽 魂飞魄散 因此 不管是改变世界 还是说用于战斗 这项能力都有点鸡肋 基本上就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那种 倒是言出法随的造物能力 对于叶玄挺有用处的 只要她想创造的物品 对于这个世界 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而叶玄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创造红薯出来 红薯产量极高 在地球的历史之中 明朝引入了红薯之后 大大的改善了百姓的粮食问题 弥补了主食的种类 提高了人们的幸福程度 因此 叶玄准备一番之后 口中一字一句道 我要创造一颗红薯 叶玄说话之时 脑中出现了有关红薯的 全部性状和特性 接下来 叶玄感觉体内的钢气 迅速消耗了大概九成 接着 叶玄手上微微一尘 多出了一颗两三斤重的红薯 叶玄顿时大喜 果然有效啊 创造这么一颗小小的红薯 叶玄之父的仅仅是自身的钢气而已 而这颗红薯 对于大厦百姓 却意义非凡啊 随后 叶玄立刻让人传大思农过来 你给朕听好了 此物名为红薯 将其切块后 放入水中栽培 可培育出红薯幼苗 朕要你尽快大量培育红薯幼苗 它会是未来大厦百姓的主食之一 是 陛下 叶玄的话 大思农可不敢有丝毫质疑 皇帝亲自吩咐的事情 尽心尽职 一丝意外之色 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不再增长了 看来 一万熟练度 便是极致了 自己已经得到了终极大奖 言出法随 不再增长 也实属正常 只是这样一来 皇帝这个位置 对叶玄的吸引力 一下子大幅都下降了 他之所以老老实实地 当了一段时间皇帝 主要是为了 刷熟练度 若非如此 怎么可能每天跟上班一样的参加早朝 叶玄理想之中的生活 是每天搂着自家红鸾 睡觉睡到日晒三干 过一个逍遥地主一样的生活 同时每天还刷刷熟练度 提升一下自己 这发号施令的熟练度到底 那这皇帝当的 就没太大的意思了 算了 等到自己和红鸾正式大婚后 便找个理由 撂挑子不干了 把国事交给两位舅舅去处理 然后和红鸾努力造人 争取早点把接班人造出来 到时候 母亲和爹娘的心思 恐怕都会在接班人身上了 自己和红鸾 也就能真正地逍遥自在了 当然 叶玄可没有忘记 她言出法随最初的目的 便是解决母亲体内的毒素 虽然大妖内丹可以驱毒 但是终究无法彻底驱除毒素 还是言出法随更加保险一些 这天 叶玄来到了昆宁宫 先是向母亲请安 然后直接道 我要母亲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从此不受病痛侵扰 话音落下 一股庞大的压力 落在了叶玄身上 让叶玄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扬天雪面色大变 雪儿你怎么了 她慌忙扶起了叶玄一脸的关切 母亲我没事 休息休息便好了 母亲你体内的毒素 应该彻底清楚了 叶玄感知了一下 自己替母亲驱除毒素 大概消耗了三四年的寿命 还是值得的 毕竟这言出法随 不仅仅是驱除毒素 还让杨天雪此后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怎么看都是很值当的 等以后有机会 让自己爹娘也享受同样的待遇 叶玄不会厚此薄彼 有了亲娘 忘了自己的养父母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大洲安排的结清使团 终于抵达了大夏都城 叶玄设宴招待了大洲的太妃 贵妃以及皇子们 并且让他们暂时入住 红鸾公主府 结清使团抵达的第三天 叶玄和圣红鸾的大婚 正式开始进行 这一日 京都百姓全部都衣着喜庆 走上大街 恭贺大夏新帝 和大洲红鸾公主的大婚 从红鸾公主府到大夏皇宫 数十里的路途 全部都用红毯铺了出来 一路之上 皇独守备军负责维持秩序 宫廷乐师们吹拉弹唱 喜气洋洋 而叶玄为了今日的大婚 特意亲自离开了一趟黄兜 亲自抓了一头虎妖 作为座棋 这头虎妖威风凛凛 本体身高三丈 体长六长 额头上有着一个清晰可见的王字 非常的霸气 叶玄迎娶圣红鸾 便是骑成着这头虎妖 虎妖的两个大耳朵上 海各字挂着一个喜字 看上去有几分好笑 百姓们看到叶玄承起的这头虎妖 也都是流露出敬畏之色 好大的一头老虎啊 叶玄承起虎妖来到红鸾公主府 而后 大舟太妃以及贵妃 亲自将红鸾公主 交代了叶玄的手上 然后 叶玄承起这虎妖在前 圣红鸾的轿子在后 一同前往大夏皇宫 接下来的婚礼过程 是要在大夏皇宫之中举办 红鸾公主府 圣白宇没有和大舟太妃 贵妃一同进宫 她正和白灵亲亲我我呢 只听圣白宇道 灵儿 我已经和父皇说了 等到红鸾大婚结束 我就迎娶你进门 白灵依偎在圣白宇怀中 道 郎君你真好 圣白宇正要说什么呢 一个侍卫走了进来 道 三皇子 有人要见您 什么人 侍卫将一枚令牌递了过去 道 具体没说 只留下了一枚镇男王的令牌 说在碧春楼等您 第九十五章 阴谋 碧春楼是黄都一家茶楼 专门经营高档茶叶 去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有身份的 圣白宇接过这张令牌 道 难道是镇男王柿子吗 灵儿你稍等片刻 我去见见对方 嗯 一刻钟后 圣白宇来到了碧春楼 只是他并未见到镇男王柿子 只是见到了一个光头和尚 和尚看着程白宇 道 三皇子 贫僧看你印堂发黑 霉蕴盖顶 或是将至啊 圣白宇面色一变 你一个和尚 也来给人算命 我妹妹妹夫大婚 明明是大喜事 你却说或是将至 信不信我 让我妹夫砸了你的破妙 和尚却道 贫僧所说的祸事 是指三皇子身边那位白灵姑娘 圣白宇立刻紧张道 白灵怎么了 他有危险 和尚顿时笑了 你口中的姑娘 乃是阴山蛇神 一头在阴山存在至少千年的白灵蛇妖 他自然不会有危险 有危险的是三皇子你 圣白宇怒道 死和尚 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白灵怎么可能是蛇妖 和尚看着程白宇 道 三皇子可以想想 你和白灵是如何认识的 殷山从未有过妖魔袭击人类之事 为何偏偏三皇子遇袭了 关见三皇子遇袭之后 还能顺利地脱身 哪有那么幸运的事情 圣白宇嘲讽地看着和尚 你的意思是 一切都是白灵自导自演 他一个千年的蛇妖 搞这么多事情 图什么 就为了让我喜欢上他 和尚缓缓道 白灵蛇妖的图谋 自然是你大洲的国运 借助大洲龙脉 化蛇成龙 亦飞冲天 圣白宇站起身来 道 行了 别在那里胡说八道了 鬼才信你这胡言乱语 和尚见状 屈指一谈 圣白宇感觉手心微微发热 一颗金色的珠子 出现在他手中 和尚则是道 此乃我佛门至宝舍利子 随身携带 会释放温热之感 让佩戴者身体健康 延年益寿 可倘若遭遇妖魔 舍利子则会释放刺骨寒意 三皇子好自为之 莫要执迷不悟 圣白宇正想说什么 和尚的身体 已然消失不见了 随后 圣白宇则是有些患得患失地 回到了公主府 一路之上 射利子的确释放着微微的热流 感觉十分舒服 只是当成白宇来到白灵面前后 顿时一股刺骨寒意释放出来 使得成白宇脸都白了 白灵立刻察觉 圣白宇不对劲 询问道 王俊 你身体怎么了 圣白宇眼神闪烁 我没事 没什么大碍 对了灵儿 咱们得婚礼 你的家人全部都不能出席吗 白灵眼神黯然 他们早年遭遇了土匪 只有我一人死里逃生 圣白宇忍着内心的不安 宽慰道 那你真是太可怜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当天下午 圣白宇再次去了一趟碧春楼 和尚人已经不在了 只是留下了一张纸条 纸条之上 写着一行字 舍利子乃佛门至宝 可净化妖气 蛇妖吞服 可由妖道转人道 从此妖力全无 化妖为人 圣白宇看到这一行字 顿时大喜 这段时间相处 她的确很喜欢白灵姑娘 可是 倘若白灵真的是妖的话 她还是无法接受的 毕竟人妖疏途 人和妖走到一起 天道不容 若是白灵吞服这舍利子 由妖道转入人道 那他们之间 便没什么阻碍了 虽说白灵无法再化蛇成龙 但是当然也不错 晚上 叶玄和圣红丸的典礼正式结束 来到了洞房花竹叶 虽然两人早已经互相知道 对方的长短和深浅了 可新婚之夜 意义还是与众不同的 两道身影在喘息之中 交叠在一起 而圣白宇 则是将舍利子 藏在了一盘精致的桂花糕之中 端到了白灵面前 白灵看着眼前精致的糕点 啊 这些是郎君为我准备的 圣白宇道 是啊 你快吃吧 白灵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程白宇 似乎想看穿她 圣白宇有些心虚 她拿起了那个藏着舍利子的桂花糕 向着白灵嘴巴塞了过去 白灵抓住了程白宇的手 她眼神之中流露出些许凄苦 王君 我今日没什么胃口 可以不吃吗 白灵身为千年蛇妖 这桂花糕有没有问题 她一眼便看出来了 这是佛门那些秃驴的手段 她若吃下去 必然元气大伤 这些秃驴们 真是有长进啊 千年前 是用雄黄酒逼她献圆形 而现在 则是下了血本 准备了一颗舍利子 舍利子蕴含佛门法力 和妖力天然相克 她若是吞下这颗舍利子 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而真正让她伤心的是 千年前 她的狼君便信了这些秃驴的话 千年以后 依然如此 秃驴们手段长进了 自己的狼君 却一如既往地在脱后腿啊 圣白宇眼看白灵态度坚决 只能善善道 没胃口就算了 等下次吧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说着 圣白宇逃命式地 离开了白灵的房间 一进门 她便从桂花糕之中 取出那颗舍利子 继续纠结了起来 只是舍利子之上 忽然射出了一道佛光 正中成白宇的眉心 圣白宇惨叫一声 瞬间朝着地上倒去 失去意识的前一刹那 圣白宇只看到了 满脸担忧的白灵 第96章 昏迷 次日一大早 叶璇和圣红鸾 得知了圣白宇昏迷的消息 夫妻俩亲自来了一趟公主府 带着皇宫的几位御医 前来给圣白宇治病 白灵也守在 陈白宇的病床边 满脸的担忧 圣红鸾询问道 白姑娘 圣白宇为什么会昏迷 白灵思量片刻 才道 应该和她手上的 那颗舍利子有关 叶璇打量了一下 那颗舍利子 舍利子之中 的确蕴含着佛门的法力 只是为何会伤到圣白宇呢 此时 御医已经对圣白宇检查了一番 其中一人摇了摇头 道 大舟三皇子的症状 我等闻所未闻 无从下手啊 另一名寓医也道 没错 三皇子的脉象正常 气血充盈 我等连他昏迷的理由都找不到 圣红鸾听了 来到了圣白宇病床面前 在圣白宇脸上扇了几巴掌 圣白宇 你快醒醒 可惜 成白宇没什么反应 宛如一个植物人一样 叶璇看着躺在那里的圣白宇 心念微微一动 言出法随 要让他恢复 不算难 只是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叶璇刚刚动了这样的念头 冥冥之中 一个声音告诉他 他要让圣白宇恢复 需消耗十年寿缘 叶璇脸色微变 自己这言出法随神通 是附带了说明功能了 自己意图使用言出法随功能之时 能提前知道 要付出的代价 说实话 倘若昏迷的是叶璇的母亲 或者爹娘 再或者是叶璇的四位姐姐 或者是叶璇的爱人 别说十年了 哪怕是三十年五十年 叶璇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只是眼前的陈白宇的话 叶璇就有些犹豫了 毕竟只是大舅子 而且说白了 当初圣白宇出至大侠 和圣红鸾 以及叶璇关系都一般啊 想着 叶璇来到了圣红鸾身边 眼神示意了一下 圣红鸾和叶璇走远一些 道 怎么了 叶璇低声解释道 我有办法救圣白宇 但代价是十年的寿命 圣红鸾愣了一下 十年的寿命 他的还是你的 叶璇指了指自己 圣红鸾直接道 算了 不救了 我和他不熟 开玩笑 让自己心上人 损耗十年寿命 去救一个成白宇 别说十年了 哪怕是一年 圣红鸾都不会犹豫 直接拒绝的 毕竟皇室子女之间 除非有着共同的利益 或者是一母所出 否则的话 关系本就清静不到哪里 叶璇听了 则是道 那再看看吧 可能还有别的办法 此时 白灵站起身来 道 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吗 圣红鸾直接道 白姑娘 御医都束手无策了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白灵听闻 忽然道 听闻大下有一关心楼 不知道可否借保地用 叶璇看着白灵 道 你怎么知道关心楼 白灵 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道 我有办法就回郎君 只是我若出手 便中了 那群突驴的奸计 切身希望借关心楼高手 抵挡那些突驴一阵 叶璇听了白灵的话 道 你说的突驴 是什么人 千佛宗之人 叶璇听到千佛宗之人 莫名想到了 镇南王身边的那群和尚 难道说 镇南王贼心不死 还想继续搞事情 只是 眼前的白灵 又是什么人 他又凭什么就胜白雨 白灵看着叶璇疑惑的目光 缓缓道 实不相瞒 切身家驻阴山 画形已有一千五百载 白灵说着 眼睛瞬间变成了黄褐色的树桶 身上也有片片 蛇灵显现了出来 叶璇面色一变 你是阴山蛇神 白灵笑道 区区一妖魔 怎敢妄自称神 叶璇怪异地打量着白灵 道 那你们之间 程白雨 年龄还不及白灵临头的临头 白灵这是对圣白雨动情了吗 怎么感觉怪怪的 白灵解释道 千年之前 切身曾经有过一段姻缘 和郎君郎情惬意 过了百年的神仙眷侣 只是后来 郎君渐渐年迈 切身想尽办法 也仅仅让郎君严寿两百载 最终阴阳两格 夫君也投胎转世 重入轮回 直到这千年之后 才再次相遇 而现在看来 我们之间的相遇 恐怕也是 那群秃驴搞出来的 目的便是切身 切身身居殷山 欲殷山妖魔 镇两国刀兵 实在是爱了那群秃驴的眼 叶璇听到白灵所说 也若有所思 的确 鹰山蛇神便宛如定海神针一样 有鹰山蛇神在 大厦和大洲 基本上很难发生战事 而同时 鹰山的妖魔 也不敢下山作乱 这对大厦和大洲的秩序稳定 有着极大的好处 而相比来讲 位于周边的其他几个国家 大骊 大罗 大厨等几个国家 就没这么走运了 这几个国家 妖魔霍乱的次数 比起大厦可多得多 不仅如此 在他们的国家 佛门寺庙的数量 要多得多 因为妖魔肆虐 死伤严重 整个国家上下 不得不大量地修建寺庙 寻求佛门庇护 百姓们才能有一线生机 只是即便修建了这么多庙宇 百姓们依然是生活在水火之中 比起大厦和大洲 要危险许多 这让夜璇不由想起了那部西游记 唐僧师徒四人 前往西天取经 西天本是极乐世界 人们生活应该安居乐业才对 可实际上是 取经的出发点 长安 百姓安居乐业 几乎听不到什么妖魔作乱的消息 而越靠近终点 妖魔反而越多越凶 尤其是尸陀岭 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骷髅若岭 骸骨如铃 人头成粘片 人皮烂做泥 人精缠在树 肝胶亮如银 尸山血海 心臭难闻 在靠近西天极乐世界 妖魔反而越发猖狂凶残了 为什么会这样 恐怕 这正是他们刻意培养 甚至是刻意放纵的结果 大唐安居乐业 百姓衣事无忧 自力更生 依靠自己的努力过得很好 既然今生幸福安康 何必求什么来世 第97章 降龙禅师 而靠近西天极乐世界 妖魔横生 百姓过得水深火热 生不如死 在现实生活比炼狱都恐怖的情况下 普通人又无力抵抗妖魔 只能祈求佛祖保佑 逼迫自己相信佛门的因果报应 希望自己下辈子能过得好一些 大唐盛世 无法给他们提供坚韧不拔的信仰 唯有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百姓们 无法寄希望于自己 既希望于今生 才只能把目光放在来世 放在所谓的因果夜报之上 很显然 阴山蛇神的存在 阻碍了大洲和大夏百姓 深陷水深火热的环境中 这很明显妨碍了千佛宗 在大洲和大夏传教 因此才会遭遇这些算计 而叶玄身为大夏君王 即便他马上就要撂挑子不干 也不能让这些突驴的阴谋得逞 想着 叶玄道 白姑娘尽管放心 这里是大夏 我不管什么仙佛妖魔 都休想来大夏捣乱 白灵微微点头 多谢陛下了 叶玄忽然道 对了 我有个问题 为何黄都的扶妖大阵不起作用 白灵解释道 扶妖大阵只对妖王之下有用 我的层次 扶妖大阵已经无用了 原来如此 随后 叶玄和圣红鸾 便带着白灵和圣白羽 前往观星楼了 而叶玄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还特意让杨天刚 安排了一批真刚进过来 目前杨天刚 已经利用百炼成钢法 培养了第一批信得过的 真刚进强者 第一批总共四十人 这次涉及到阴山蛇神 叶玄安排了十多个真刚进 当叶玄带着这批真刚进 来到观星楼之时 大楼主和二楼主都傻眼了 这两位楼主 虽然因为叶玄的实力 臣服于叶玄了 但是内心其实一直有几分骄傲 架子也端得很高 因为在他们看来 他们怎么也是大厦 除了叶玄之外 最为高端的战力 哪怕叶玄是皇帝 实力强大 可要他们真正的心服口服 还是需要时间的 只是当他们看到 叶玄身后跟着十几个真刚进之时 心里的那几分狂傲 瞬间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两人态度顿时卑微了起来 陛下 你们这是 叶玄淡淡道 这位白姑娘有要事在身 你们两个和其他人一起 守好这观星楼 不要让人伤到白姑娘 我等明白了 随后 白玲将成白羽放下 然后自己则是盘膝而坐 片刻之后 只见白玲张开了嘴巴 一颗核桃大小的纯白色内丹 从她的口中吐了出来 随后 白色的内丹之上 释放出了丝丝白色滑光 笼罩在了成白羽的身上 千年蛇妖的内丹 蕴含着庞大的威能 要治愈圣白羽 自然没有太大的难度 可若是在白玲替圣白羽治疗的时候 遭遇了袭击 那后果可就很严重了 而在白玲开始给圣白羽治疗之时 那颗舍粒子之上 也散发出了淡淡的金光 指引着千佛宗的那些僧人们 一刻钟后 几道身影出现在观星楼前 为首一人手持金波缠杖 身穿锦蓝袈裟 看上去气质不俗 只听此人道 奉我佛法指 前来此地斩妖除魔 望几位施主莫要自悟 大楼主训斥道 佛指 此乃大下 在大下 唯有陛下圣旨 旁人的旨意皆不作数 那人眉头一皱 道 看来 几位施主是要躺臂当车了 大楼主冷声道 而等敢在大下行凶 忤逆犯上 不管是佛式魔 都是死路一条 降龙禅师听闻 没有再废话 阴山蛇神正在动用内丹救人 不能浪费时间了 只见降龙禅师手持禅杖 一仗向着观星楼大楼主 砸了过去 观星楼两位楼主 以及另外十多位 刚刚晋升真刚的强者健壮 立刻正面迎了上去 降龙禅师手中禅杖 出手之时 有龙银之声响起 每一击 都有降龙俯虎之能 观星楼两位楼主 以及其他的真刚镜 在降龙禅师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毕竟这位降龙禅师 可是千佛宗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修行六十年有余 已经跨入法乡之境 这也是他们真正的底牌 之前他们辅佐镇南王启示的时候 降龙禅师并未出手 因为在他看来 人间帝王的更替 还不值得他这位佛子出手 唯有阴山蛇神这等顶尖大妖 他才有必要亲自出手 片刻之后 观星楼两位楼主 外加上十多个真刚镜 全部都被打伤 东倒西歪地摔了一地 随后 观星楼大门被一脚踹开 降龙禅师等人望了过去 只见身穿龙袍的叶玄 以及身穿凤袍的圣红鸾 站在大门口 而在两人的身后 圣白羽的身体悬浮在空中 一颗白色的内丹 释放着精华 治疗着圣白羽的伤势 降龙禅师见状 微微恭身 阿弥陀佛 陛下贵为人间帝王 若不想试了颜面 还请速速让开 叶玄淡淡道 降龙禅师面色一变 直接道 既然如此 那平僧便不客气了 随后 降龙禅师手持禅杖 直接向着叶玄冲了过来 叶玄见状 直接动用电光神形 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出现在降龙禅师面前 接着 叶玄发动金刚不坏神功 身体瞬间变成了通体金色 金色的拳头 和金色的禅杖碰撞在一起 降龙禅师被震退了数步 叶玄同样退后了几步 纯粹力量的碰撞 两者相差不大 叶玄不动用玄机变的情况下 降龙禅师的境界高了叶玄半级 毕竟叶玄如今只是真刚进巅峰 而降龙禅师已经踏入而来法相境 可叶玄拥有着金刚不坏神功 大地之子 电光神形等诸多能力加持 这些能力磨平了半级带来的力量差距 因此才会平分秋色 降龙禅师动用佛光护体 和叶玄发动金刚不坏神功之时 通体金色有几分相似 因此 接下来的碰撞 两道金色的身影 连续数次一处计分 没能分出一个高低 降龙禅师剑撞 大声道 给我收 话音落下 降龙禅师手中金波一飞冲天 金波变大了许多倍 化作了一个金钟 向着叶玄的身体压了下去 第九十八章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叶玄剑撞 手持龙骨剑 口中道 天雷剑绝 刹那之间 观星楼前 电闪雷鸣 龙骨剑之上雷光闪烁 和降龙禅师的金波 狠狠地撞在一起 金波之上的佛光 面对雷光 显然也有几分畏惧 压下来的金波 被雷光直接劈飞了出去 落在了地上 降龙禅师面色一变 大喝道 大威天龙 世尊地藏 般若诸佛 般若巴马空 话音落下 降龙禅师将身上的锦蓝袈裟脱了下来 露出了自己背上的纹身 在他背上 有一条颇为逼真的龙形纹身 伴随着这一句口诀 那龙形纹身顿时离开了他的身体 化作了一条金龙 张牙舞爪地向着夜玄冲了过去 夜玄立刻道 玄机变 开 瞬间 夜玄同样跨入了法香之境 只是因为身处观星楼之中 夜玄这回无法以自己的肉身作为法香了 因此 夜玄将自身的剑意化作了法香 以肉身为法香 肉身变得无间不摧 横推万物 而以剑意为法香 剑意变得锋芒毕露 斩碎一切 只见剑意加持下 龙骨剑释放出万千光芒 夜玄手持龙骨剑 一剑朝着前方斩去 刹那间 龙骨剑将眼前的金龙一剑劈成了两半 其力道不减 又向着降龙禅师的光头斩了过去 降龙禅师面色大变 双手拾合 口中念诵着咒语 金波瞬间出现在他的头顶 龙骨剑和金波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嗡的一声响 一击之后 金波之上出现了些许的裂痕 而降龙禅师也面色苍白 口中吐出了一缕鲜血 其他几个僧人见状 都是面色大变 他们着实没想到 他们都已经出动佛子了 竟然还打不过大夏皇帝 这大夏皇帝 不过二世之灵 究竟是怎么做到如此厉害的 此时 龙骨剑再次斩了下来 降龙禅师手持法杖 抵挡了一剑 连人带剑都朝后飞了出去 随后 其他僧人们合力 口中道 如来神掌 接下来 一只巨大无比的佛手印 向着夜玄拍了下来 夜玄依然一剑斩去 佛手印被一剑斩碎 而这些僧人们 则是趁机来到了降龙禅师身边 替降龙禅师疗伤 此次夜玄动用玄机变 实力比之前强得多 毕竟出入真刚镜动用玄机变 和真刚镜巅峰动用玄机变 差距还是蛮大的 如今的夜玄 动用玄机变 强行提升一层实力后 实力其实是法相镜巅峰 外加上夜玄其他方面的优势 对上出入法相镜的降龙禅师 自然是绝对的碾压 另一边 降龙禅师服用了一颗大环丹之后 对身边的几位僧人道 如今情势紧急 只能请国师出马了 随后 降龙禅师以及另外几个和尚 纷纷开始念咒 片刻之后 虚空之中 金光大放 接下来 一个全身沐浴在金光之中 身形消瘦的老和尚出现了 老和尚乃是大罗国师 同时也是千佛宗的名宿 普渡大师 普渡大师眼神锐利 声音犀利 他目视着夜玄等人 口中道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普渡大师开口之后 降龙禅师 以及其他那些僧人们 纷纷跟着念诵着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刹那间 之前那些重伤的真刚径 纷纷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道 我等罪孽深重 求大师超舵 求大师超舵 观星楼两位楼主 眼神之中有几分挣扎 倒是没有立刻跪下 夜玄和圣红鸾 一个身为大夏皇帝 另一个身为皇后 有国运庇护 此时倒是没有受到影响 只是此刻的夜玄 虽然不受普渡大师的影响 可却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 眼前的普渡大师 比起降龙禅师 强出太多了 根本不是他能对付的 想着 夜玄冷声道 普渡大师 这里是大夏皇兜 佛门的手 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普渡大师直接道 普天之下莫非佛土 本作 今月要斩妖除魔 夜玄盯着普渡大师 一字一句道 大师 朕劝你立刻从朕的眼前消失 否则的话 即便付出些许代价 朕也要抹杀你 而此时 夜玄心中道 我想抹杀普渡大师 伴随着心念一动 冥冥之中的存在告诉夜玄 抹杀普渡大师 需付出寿元百年 外加一魂二魄 夜玄眼神微微一宁 果然 言出法随 可以抹杀眼前的存在 只是代价太大了点 寿元百年先不说了 夜玄不过真刚进 总共寿元不过一百五十年 消耗百年寿元 夜玄只有三十多年可活了 而至于一魂二魄 似乎更加严重一些 人有三魂七魄 三魂分别是天地人三魂 七魄分别是喜怒哀惧爱物欲 七魄代表七情 三魂缺了一魂 夜玄可能机会变成白痴了 七魄再少了两魄 那就更加和残废一样了 少百年寿命 人也变成白痴 代价不可谓不大 可即便如此大的代价 在关键时刻 貌似也是值得的 倘若真的是生死关头 不动用言出法随 就得死的话 那即便损耗寿命 灵魂残缺 也比死了强啊 而也在此时 普渡大师面色顿时一变 在夜玄计算好 抹杀普渡大师的代价之后 普渡大师能感觉到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把闸刀 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随时有可能砍下来 普渡大师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之中 忽然电闪雷鸣 普渡大师也吓得身体一哆嗦 数百年前 他钻入了刚刚原记的 普渡大师屈窍 以妖魔秘法 取而代之 从此以后 如今千佛宗上下 看似佛光普照 实际上 却不知道有多少高僧 被妖魔取而代之了 而普渡大师 也依靠着佛魔双修 境界越发高深 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可以幻化大日如来法乡 欺骗云云众生 他要普渡众生 他要成佛作祖 他可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 第99章 妖魔作乱 因此 只听普渡大师道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望陛下早日回头 阿弥陀佛 普渡大师说完 手轻轻一挥 他和麾下的僧人们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他是真的被吓到了 根本不敢待下去了 而叶璇看着这一幕 同样微微松了口气 他虽然能抹杀眼前的普渡大师 可是要付出的代价 是很惨烈的 好在对方被吓退了 普渡大师等一众僧人离开后 正在给程白雨治疗的白灵 神情也稍稍放松了一些 而圣白雨的气色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而另一边 普渡大师等人 出现在数百里之外 降龙禅师道 国师为何关键时刻放过了他们 普渡大师看了降龙禅师一眼 道 大厦那个小皇帝不简单 此事 需要从长计议 本国师自有安排 普渡大师说着 一飞冲天 向着阴山的方向飞去 而在他临近阴山之时 只听他口中送了一声佛号 顿时 普渡大师便从原本的光头老和尚 变成了和白灵一模一样的女子 不仅相貌一样 就连身上的气息都一模一样 虽然说 因为叶玄的关系 没能重创阴山蛇神 可白灵动用内丹治疗圣白雨 对他的消耗是极大的 白灵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调养 来恢复自身的元气 而半年的时间 已经足够阴山的妖魔霍乱大厦和大洲 使得百姓名不聊生 受尽苦难 到时候 这些百姓们 为了些许心灵上的慰藉 只能相信他们千佛宗 不出一年 大厦和大洲 将会遍地都是千佛宗的庙宇 普渡大师来到阴山之上 接下来 他那间普渡大师变成了一条数百米长的巨大白蛇 盘旋在阴山上空 普渡大师最是擅长这些变化之术 否则的话 也没法以妖魔之躯 伪装成佛门高人 甚至以假乱真 释放佛门神通了 他要幻化成阴山蛇神 属实没什么难度 普渡大师化作白蛇之后 阴山妖魔纷纷跪拜 拜见蛇神大人 普渡大师缓缓道 众妖听令 本尊不日将在阴山渡妖皇之节 届时天节降临 山崩地裂 阴山妖魔若不想死于雷劫之下 即刻离开阴山 不得逗留 一头虎妖立刻道 蛇神大人 我等一直生存在阴山 离开阴山 该去哪里啊 普渡大师直接道 阴山南北 分别是大夏大洲两个人类皇朝 人类实力微弱 肉质鲜美 食之大补 而等在阴山宅了这么久 是时候去山下好好玩玩了 普渡大师这话一出 阴山的妖魔顿时兴奋了起来 身为妖魔 他们对人类自然是很有兴趣的 只是阴山蛇神一直管束着他们 不允许他们下山作乱 如今阴山蛇神忽然允许他们下山了 他们自然想着 下山好好放纵一番 一天一夜之后 白灵终于给圣白羽治疗完毕 她的气色也变得惨白惨白的 圣红丸健壮 道 白姑娘 你感觉怎么样 白灵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道 我只是消耗有些大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圣红丸看着白灵 道 你这么做 值得吗 她都不信任你 圣红丸已经知道 圣白羽受伤的过程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她觉得有些不值 白灵看着圣红丸 道 那你愿意为了你的夫君做这些吗 圣红丸立刻道 为了我的夫君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可他们不一样 白灵摇了摇头 没什么不一样的 我的狼君在我心中 也是不可替代的 圣红丸反驳道 倘若是我的夫君 根本不可能将那颗舍丽子 带在身上 不管我是人还是妖魔 他都不可能害我 白灵听了 也叹了口气 然后看了一眼成白羽 狼君快要醒了 我元气大损 需要休养一些时日 让狼君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了 你去吧 白灵应了一声 身体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不见 圣红丸则是看向了昏迷的圣白羽 总觉得替白灵感到不值 犹豫了片刻 圣红丸来到了昏迷的圣白羽面前 然后一巴掌扇了过去 圣白羽本就快醒了 圣红丸这一巴掌下去 圣白羽顿时惨叫一声 捂着脸睁开了眼睛 圣红丸见状 黄兄你这是做噩梦了 没事 一切都过去了 圣白羽忧愿地看了一眼圣红丸 我刚才已经醒了 只是觉得无颜面对灵儿 才假装昏迷 圣红丸听了 道 你也知道自己没脸啊 白灵姑娘多好的人啊 你还想害她 倘若不是她尽心竭力地救你 你已经死在那群和尚的暗算之下了 你说你该不该打 圣白羽在这件事情上 确实理亏 再说了 即便不理亏又如何 圣红丸如今是大夏皇后 一国之母 夫君又是叶玄这位 以武力职登上皇位的大夏皇帝 圣白羽还真拿圣红丸没办法 叹了口气 成白羽才道 我确实该打 是我识人不明 才搞成这样 圣红丸这才道 你知道就好 身体感觉怎么样 头有些昏昏沉沉 别的还好 圣红丸听了 道 那你再休息两天 休息好了再回大洲 而之后两天 大夏渐渐地开始乱了起来 短短几日的时间 已经有十多起 比较严重的妖魔袭击事件 一般来讲 妖魔攻击人类 死伤数十个 便是比较严重的了 可这几日的时间 妖魔袭击人类 死伤已经超过了数千人 甚至有村庄被妖魔彻底占领 一个村庄的百姓无意生还 非常恐怖 叶玄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同样震怒 立刻安排真刚进 前去对付这些作乱的妖魔 而到了此刻 百炼成钢法培养出来的 那些真刚进 总算派上了用场 这些真刚进 虽然不及关心楼 两位楼主的星星 之前面对普渡大师的 索命范英 抵抗能力不足 可是身上的钢器 是霍真价实的 他们对付一些大妖 还是绰绰有余的 第100章 魔神之躯 因此 靠着这些真刚进 因杉祸乱的妖魔 倒是被解决了一大票 只是这些妖魔之中 除了大妖之外 甚至还混杂着几只妖王 这就不是普通的真刚进 可以应对的了 妖魔境界 大妖 妖王 妖皇 对应人类的绝顶 真刚 法相三个层次 只是同境界的情况下 一般妖魔比人类强得多 因为妖魔拥有着更强的肉身 更庞大的生命力 各方面都很出众 因此 大多数情况下 绝顶打不过大妖 真刚打不过妖王 法相进也对付不了妖皇 阴山蛇神的层次 乃是妖皇境界巅峰 随时可能迈入下一个层次 因此 普渡大师伪装成阴山蛇神 说自己即将度妖皇之节 以此作为理由 驱赶阴山其他妖魔 这些妖魔 也都没有丝毫怀疑 而在阴山 大妖至少有数百之众 妖王也超过了十尊 叶玄以百炼成刚法 培养的真刚进 对付大妖 绰绰有余 可要对付妖王 就又差了许多了 有几位真刚进 任务目标 恰好是雄聚一方的妖王 运气好的 还能保住一条命 运气差的 当场便葬身妖王腹中了 也的确是倒霉 而叶玄也知道 自己找到合适的机会 卸下肩膀上的担子了 发号施令的熟练度 已经到了极致 不需要再刷下去了 叶玄决定 当个甩手掌柜了 这天 她和阳太后一起 宴请自己的外公 以及两位舅舅 双方客套一番后 叶玄道 母后 两位舅舅 我准备离开黄兜一趟 阳太后面色一变 玄儿 你是大厦皇帝 怎能说离开就离开 叶玄解释道 如今阴山出了岔子 妖魔祸乱严重 我身为大厦皇帝 实力超群 怎能坐视这些妖魔 祸害百姓 国不可一日无君 你身为大厦皇帝 身负治国重任 阳太后对此表示反对 她不愿意和自家巡儿分开 当然 更多的 她还是担心叶玄的安危 毕竟要去对付那些妖魔 风险太高了 叶玄却道 治国重任 母后和两位舅舅可以分担 却唯有我可以应对 再说了 即便我在认真的治理国家又如何 七日之前 一头妖魔下的殷山 直接占据了一个乡镇 全镇百姓都沦为了食物 三日之前 又有一头妖魔 侵入郡城之中 郡城十几家豪门望族 一夜之间被灭门 这种情况下 治理国家有用吗 杨天刚听到叶玄所说 道 玄儿 你母后主要是担忧你的安危 那些妖魔凶神恶煞 太过于危险了 叶玄笑道 母后 舅舅 你们可以放心 这天下 没什么妖魔能留得住我 这段时间 叶玄在皇宫之中 也从未停止锻炼 不仅如此 还日日和圣红鸾修行两仪心法 境界也在不断提升 而到如今 叶玄的境界 距离突破法相近 只有一步之遥 不止如此 叶玄的几种锻炼方式 同样收获不少 认真的跳跃 熟练度达到了三千 叶玄又获得了额外两种能力 这两种能力 分别是如影随形和浮光掠影 这两种能力 听名字就能听出来 是进一步提升叶玄的速度的 叶玄的速度 比起之前 又直接来了一个翻倍 虽然说 这几项能力 全部都是增加叶玄的速度 但是别忘了 有句话叫做 速度即逝力量 拥有如此快的速度 叶玄的破坏力 同样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而另外 则是认真的举重 熟练度同样达到了两千 获得了一项能力 龙象之力 认真的举重 在熟练度达到一千之时 奖励便是龙象之力 如今达到两千 奖励没什么变化 两者叠加在一起 叶玄拥有了两龙两象之力 力量在之前的基础上翻倍了 这两种锻炼方式带来的 都是纯粹的速度和力量的提升 叶玄很喜欢这种提升 只要速度和力量不断增长下去 叶玄想要越极挑战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情 杨太后看着叶玄自信满满的样子 道 玄儿 既然你心意已决 母后也不好再阻拦 这样吧 你在皇宫再陪伴母后七日吧 正好这几日的时间也转交一下阵武 将国事交给你舅舅们处置 也好 接下来便辛苦舅舅们了 叶玄也没有急于一时 她的境界马上就要突破了 正好等正式跨入法相境 再离开皇宫 三日之后 叶玄和圣红鸾一夜双休 次日早上 一觉醒来 她感觉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强大的生命能量 全身充满了力量 自身的速度 力量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体内的刚气同样微能暴涨 叶玄知道 自己睡了一觉 修为自然而然地 从真刚镜跨入了法相境 而系统提示声也想起 恭喜宿主跨入法相境 宿主可选择一种锻炼方式 认真的挥拳 初级奖励无双铁拳 终极奖励全阵山河 认真的进食 初级奖励龙金虎猛 终极奖励魔神之躯 认真的洞房 初级奖励百发百中 终极奖励梦中造人 认真的洞房 首先排除叶玄不需要那么多孩子 认真的挥拳和认真的挥剑一样 只是一种攻击方式而已 叶玄开挂这么久 他现在掌握的攻击手段并不算少 剑道方面 有剑气 有剑翼 还有天雷剑爵等等 叶玄还掌握了剑道 剑无虚发 百里追魂 太多的攻击方式没有太大的意义 唯有自身的力量 才是最为根本的 因此 叶玄前段时间将锻炼的重心 有意识地放在了认真的跳跃 以及认真的举重方面 这两者带来的是绝对的速度 和绝对的力量提升 对叶玄作用最大 而这认真的进食选项 带来的龙金虎猛也好 魔神之躯也罢 同样是生命本源的提升 而生命力的提升 大致等同于修为突破的效果 能够延长寿命 而生命力提升 生命层次的进阶 也意味着 叶玄的延出法随 可以发挥出更强大的效果 第101章 古刹 比如叶玄在真刚进巅峰之时 意图抹杀普渡大师需要付出的代价 是100年的寿命 外加上一魂二魄 可他突破到了法相境之后 当他内心再次询问这个答案 冥冥之中的存在 告诉他 此时的叶玄想抹杀那位普渡大师 只需要30年寿命 外加上一魄 要知道这样的代价 对叶玄来讲 已经不再是难以承受了 突破到法相境 寿元300载 30年寿命不过十分之一而已 而至于一魄 作为七魄之一 掌控其中一种情绪 少了一魄 此后少了一种情绪 但是自身别的方面不会受影响 并非不可接受 这只是 叶玄突破法相境 要做到同样的事情 言出法随代价 就缩减了这么多 若是等以后 叶玄实力突破到一定层次 那恐怕真的可以无视 言出法随的代价了 而这认真的进食 终极奖励是魔神之躯 魔神二字 光想想 就知道有多么离谱了 魔神之躯 生命力必然非常恐怖 到时候 叶玄可以承受的 言出法随上限 想必也会大幅度提升嘛 因此 叶玄直接道 我选择认真的进食 这认真的进食 是直接提升生命层次 增加叶玄言出法随的承受力 因此 叶玄接下来 要重点刷这一锻炼方式的熟练度 唯一可惜的是 这认真的进食 必须有胃口才能进食 一天最多三到四次 次数太多了 估计应该是无效的 随后两日 叶玄基本将该交代的 都交代给了两位舅舅 之后 叶玄在早朝上表示 如今 殷山妖魔作乱 百姓苦不堪言 他作为大厦皇帝 同时也是大厦第一强者 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因此 他决定将国事 交由两位舅舅处置 而他自己 则是要游历大厦 铲除那些霍乱大厦的妖魔 文武百官对此 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现在除了黄兜之外 各地妖魔作乱之事 的确很严重 甚至有郡城沦陷之事发生 叶玄身为皇帝 既然主动请英 大家也没理由拒绝 此事 算是这么定了下来 之后 叶玄夫妻和杨家人 叶家人 又一起吃了一顿饭 然后便告别了家人 踏上了斩妖之旅 叶玄此行 是单枪匹马 毕竟是斩妖除魔 而不是游山玩水的 他准备将大厦妖魔 肃清一遍 然后便带着圣红鸾 在大厦四处转转 一边刷熟练肚 一边看看大厦的山水 若是有空 或许还可以去大厦转转 看看大厦的风土人情 圣红鸾是不舍得叶玄的 只是他此次 确实不能同行 因为经过了叶玄的努力耕耘 辛苦播种 外加上圣红鸾本就土壤肥沃 他这个月的月事 已经推迟了半月有余了 而后经过太医诊断 圣红鸾已经怀有身孕了 他的腹中 已经孕育了未来的大厦皇子 或者公主 怎么可能去涉险呢 此事对叶玄来讲 同样是个巨大的惊喜 将来自己的孩子 可是要继承皇位的 既然如此 那叶玄更得将这大厦的妖魔 好好肃清一番 给自己儿子一个安稳的江山 而叶玄除妖的第一目的地 乃是大厦的郭北县 此地的妖魔非常的猖狂 整个郭北县都被妖魔封锁了起来 县中无一人能够离开 叶玄安排的真刚进强者 同样被妖魔中创 虽然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也失去了一条腿 整个郭北县 百姓有二十万之重 叶玄可不能让县的百姓 都沦为血石 经过了半日的赶路 叶玄终于抵达了郭北县附近 整个郭北县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一看就问题极大 原本应该是正常的一片官道 此时莫名其妙 多出了一大片的树林 盘根错节将官道完全挡住了 叶玄看着这杂草丛生的树林 同样皱了皱眉头 随后 他抽出了龙骨剑 大步向着这片树林走去 所过之处 叶玄抽出龙骨剑 不断砍伐着 这些杂草树木 很快被叶玄清空了一遍 叶玄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路 叶玄顺着自己开辟出的路径 前进了一段 终于看到了一座石碑 石碑之上 写着阿兰惹三个星红的大字 给人一种阴森诡异之感 而在石碑的后方 则是一座看上去年份已久的古叉 古叉的名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周围杂草丛生 枝繁叶茂 阴风阵阵 叶玄看着阿兰惹三个字 这是范宇的音译 愿意是指森林 引身为寂静无苦恼烦乱之处 也就是所谓的佛门圣地 只是这个地方 显然不是什么圣地 而是一个妖魔窟 叶玄正准备踏入这个妖魔窟呢 忽然 密集的脚步声传来 叶玄转头一看 只见一行七八人 正小心翼翼地向着这边走来 叶玄看得出来 这些人是有几分武道修为的 只是境界不太高 最强的一个 也仅仅只有四品的修为 只是不知道 他们是为何而来 想着 叶玄咳嗽了一声 这一行人吓了一跳 紧张地朝着叶玄这边看过来 还有人直接拔剑的 叶玄见状 道 不必紧张 你们来做什么 他拥有着一言九鼎的能力 话语天然让人信服 顿时 这些人身上敌意减轻许多 剑也收了回去 那个修为四品的男子道 少侠 您是外地来的 叶玄解释道 是啊 这里出什么事情了 那个男子解释道 我们郭北县 也是倒了大霉了 前段时间 整个郭北县 都被野蛮生长的树木杂草 包围了起来 我们用了各种办法 没有人能离开郭北县 不论从哪个方向走 最终都会来到这个古叉之中 叶玄听了 道 那目前来看 郭北县的死伤不算严重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看来 这头妖魔 是准备长期饲养 郭北县的百姓了 因此 没有急于一时 第102章 竖妖 男子继续道 没错 我们虽然无法离开郭北县 但是大家多少有些存粮 能坚持一段时间 只是到如今 存粮越来越少 已经开始有百姓饿死了 而昨日 有一个极为美貌的女子 来到了县衙 那个女子告诉县令 以后每隔一月 送上一对同男同女 到古叉阿兰惹之中 县外那些杂草和怪树 都会变成庄稼 保证我们郭北县 上下衣食无忧 如此过分的要求 县令怎么可能答应 因此才会召集了县里的一批舞者 前来探查情况 叶玄面色微变 看来这头妖魔 是准备把郭北县 当成一个长期的饭票了 每个月送上一对同男同女 对于一个人口二十万的县城 的确问题不大 倘若时间久了 人们又无法离开郭北县 可能真的会被这里的妖魔驯服呢 想着 叶玄道 走吧 我陪你们一起进这古叉看看 少侠孤身一人 便敢独闯天下 必然比我们强得多 我先替郭北县百姓 谢谢少侠了 叶玄没说什么 一马当先 走在了最前面 那七八个舞者 则是紧随其后 这古叉之中 同样是树木丛生 给人的感觉 似乎荒废已久 只是一行人刚刚进入了这古叉 便有一声声动听的琴音响起 叶玄等一行人 循着琴声走去 入目 是一个八角凉亭 凉亭之中 一个一身白衣的美貌女子 在月光下弹奏着古琴 看上去颇具美感 在众人靠近之后 女子停止了弹奏 缓缓站起身来 此时 一阵清风吹来 女子的秀发浮动 遮住了半张脸 在月光下 更显得魅力十足 叶玄看着眼前的女子 心中古井无波 眼前的女子姿色虽然不错 可比起自家红鸾 还是颇有差距的 再说了 这悠悠古叉 夜深人静 一个女子在这里弹琴 怎么可能是什么好人 因此 叶玄看着这个女子 直接发动了坟金燕 刹那间 女子身上燃烧起了金色的火焰 女子也惨叫了一声 整个身躯扑通一声 跳进了湖水之中 意图用湖水浇灭身上的坟金燕 只可惜 坟金燕并非反火 哪怕它跳入湖中 火焰依然在燃烧着 女子发出了一声哀嚎声 口中道 姥姥叫我 刹那之间 只见天空之中 几根粗大的树枝之干 从天而降 向着那个女子缠绕了过去 接下来 这些树枝之干 自行断裂了开来 断口处喷出了白色的粘稠液体 这白色的粘稠液体 挥洒在了女子身上 终于将坟金燕浇灭了 只是 这个原本仙女样的女子 此时身上一半被烧伤 一半则是沾染着粘稠的白色液体 看上去没有丝毫美感可言了 女子虽然是女鬼 可即便是女鬼 也是爱美的呀 她看着自己这狼狈的身躯 跪在了地上 姥姥 你要替我做主啊 此时 只见几道身影 踏呼而来 中间一人看上去五十多岁 半男不女 非常怪异 在她的身边 则是跟着足足十多个相貌出众的侍女 还有一群长相丑陋的鬼童 她便是这阿兰惹古叉的始作俑者 树妖姥 树妖原本只是一株普通的大树 扎根于殷山 在殷山蛇神千年前忙着谈恋爱的时候 树妖姥姥已经开始害人了 她将目标放在了一些路过殷山的年轻女子身上 将这些年轻女子杀死之后 利用根系将其骨灰坛控制起来 束缚这些女子的魂魄 如此一来 这些女鬼和树妖之间的关系 就宛如老虎和猖鬼之间的关系一样 树妖利用这些年轻貌美的女鬼勾引路人 汲取其精气 提升修为 树妖依靠着这一手段 顺利地突破到妖王之境 并且身为树妖 却有了移动本体的能力 她本想战山为王呢 结果殷山蛇神回来了 她谈了一百多年的恋爱 夫君因为受缘耗尽 彻底去世了 因为和她谈恋爱的是人类 殷山蛇神爱屋及屋 开始帮助路过殷山的其他人类 不允许殷山的妖魔对人类出手 再后来 她以绝对的实力碾压了殷山各路妖魔 树妖也在其中 白灵成为了殷山绝对的权威 并且下令 从今以后 殷山各路妖魔 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修炼 汲取天地之精气 日月之精华 老老实实修行 绝对不允许通过骇人的方式提升修为 殷山各路妖魔虽然心有不甘 可殷山蛇神实力太强了 最终殷山各路妖魔都被设服 老老实实地 按照妖魔最正统的修行办法 在殷山修行 大厦和大洲百姓 也因此很少受到妖魔侵袭 说起来 这都得感激殷山蛇神 只是 对于大多数妖魔来讲 内心都充斥着杀戮和破坏欲望的 让他们一直老实修行 早就憋坏了 树妖姥姥便是如此 殷山蛇神以杜劫为由 把殷山妖魔都赶了下来 这对树妖姥姥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 她带着自己麾下的女鬼 离开了殷山 精心挑选了这阿兰惹古叉 成为了自己的据点 开始为祸一方 树妖喜欢食人脑水 尤其是孩童的脑水 对她最具吸引力 不仅仅味道鲜美 更是有助于她修为的提升 因此 树妖才命女鬼找到郭北县令 告诉对方 从此之后 每月一对同男同女 郭北县百姓便能有足够的粮食 否则的话 整个郭北县都得慢慢饿死 树妖本以为 自己的好日子即将开始 没想到 竟然有人打上了门 还将她麾下的得力娼鬼烧个半死 这自然让她大为恼怒 只见树妖姥姥张开了血盆大口 刹那间 她的舌头迅速延长 化作了一条布满着道刺的巨大舌头 向着夜玄的身体缠绕了过去 夜玄看着这一幕 龙骨剑瞬间出现在手上 一剑斩了下去 剑一加持之下 树妖的舌头 直接被斩下来一大截 这截舌头落地之后 喷出碧绿色的血液 还在地上不断跳动着 另外几个舞者 都被这一幕吓呆了 傻傻地看着这惊悚的一幕 动都不敢动一下 树妖舌头被斩断 同样怒了 她大声道 找死 且 第103章 念 随后 树妖双臂迅速延长 然后刺入了大地之中 几秒钟后 夜玄脚下 大地崩裂 两条粗大的树枝破土而出 左右交错 缠绕向了夜玄的身体 夜玄再次挥剑斩出 只听到咔嚓咔嚓两声 树妖双臂化作的树枝 再次被斩断 眼前的树妖 毕竟只是妖王之境 虽然能碾压普通的真刚 可是在夜玄面前 就差了点 夜玄已经突破真刚 跨入了法相之境 而各种锻炼方式 给她带来的速度 力量等多方面的加持 也让她足以碾压同级的妖魔 她要收拾这妖王境的树妖 自然轻而易举 树妖双臂被斩断 正要发怒呢 夜玄已经瞬间出现在她面前 然后自上而下 一剑斩了过去 树妖有些慌张 身上枝干迅速生长 挡在了头顶 意图挡住夜玄这一剑 只可惜 夜玄的剑 在开天剑意的加持下 风锐无匹 根本不是她能抵挡的 这一剑下去 树妖顿时被从中间一剑 斩成了两段 树妖口中 也发出了凄厉的哀嚎声 随后 她的身体嗖的一声 钻入了地底 与此同时 地下 几根树枝破土而出 刺入了树妖身边那些女鬼 和鬼娃的身体之中 随后 这些女鬼和鬼娃体内的生机 瞬间被抽空 她们原本正常的身体 瞬间化作了枯骨 而后又变成了飞灰 彻底地消失 很显然 树妖是汲取了这些女鬼 和鬼娃的能量 恢复伤势 好方便自己逃跑 此时 夜玄眼中荧光闪烁 盯着地面 树妖虽然在地下逃顿 可夜玄拥有着透视眼 树妖的动作 根本逃不过夜玄的眼睛 夜玄一边盯着地面 一边快步追上了树妖 树妖在地下 相当灵活 可地下终究有土石作为阻碍 树妖即便掌握遁地之术 速度也快不到哪里去 而夜玄 认真的跳跃 带来四种速度方面的加持 包括身轻如燕 电光神形 浮光掠影 如影随形 夜玄的速度 比起以速度剑掌的妖黄 都不会差 更别说一头妖王了 树妖在地下 遁行了十多分钟 终于破土而出 想松一口气 喘息一番 只是 她刚刚破土而出 夜玄的剑 便正好定入了 她的身体之中 树妖惨叫一声 想要再次逃顿 只可惜 夜玄的龙骨剑 死死地 定着树妖的身体 让她根本无法挣脱 而在这生死关头 树妖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接着 她的身体开始 迅速膨胀着 夜玄面色微变 不得不拔出了龙骨剑 抽身后退了数十米 而树妖的身体 此时已经化作了本体 一株高达七八十米 枝繁叶帽的超级大树 树妖枝繁叶帽 度过眼前的这一截 夜玄看着这大树本体 一剑斩了过去 凌厉地剑起 将树妖的主干 砍掉了一大截 只是断口处 树妖的主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次生长着 仅仅片刻 便恢复了原样 很显然 树妖拥有着 颇为恐怖的生命力 想要杀她 可不容易 夜玄若有所思 她没有再动用龙骨剑 而是发动了焚惊炎 顿时 树妖身上 燃烧起了金色烈焰 树妖立刻自断树枝 伤口处喷涌出 白色粘稠液体 意图扑灭焚金焰 只可惜 树妖灭火的速度 显然没有夜玄放火的速度快 焚金焰 只需要一个念头 目之所及 便能燃烧起来 夜玄目光 巡视着树妖庞大的身躯 它的身躯上下 到处燃烧着焚金焰 这样的火势 可没那么容易熄灭 火势顿时越少越大 树妖凄厉的惨叫声 不断响起 十多分钟后 树妖庞大的本体 被烧得光秃秃的 看上去似乎被彻底烧死了 只是此刻 夜玄却手持龙骨剑 一剑刺入了地面之中 当夜玄将龙骨剑 抽出来的时候 剑身之上 赫然插着一颗 鲜红色的巨大心脏 这颗心脏 还在扑通扑通跳动着 这才是树妖真正的要害所在 这颗心脏 位于树妖庞大根系 最核心的部位 被它保护得极好 刚才树妖的身躯 燃烧起来的时候 树妖调动根系 护住了 位于地下的这颗心脏 她还以为能装死逃过一劫 却不知道 一切都被夜玄的透视 眼看在眼中 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丝毫的机会 此时 心脏之中 树妖姥姥半男不女的声音传来 少侠饶命 饶命啊 夜玄冷笑一声 一只手 直接抓住了 这颗巨大的心脏 然后用力一捏 只听到砰的一声 这颗心脏 被夜玄直接挤爆了 树妖也算是 彻底终结于此了 伴随着树妖的阵亡 这阿兰惹古叉之中 那枝繁叶茂的草木 顿时变得枯萎凋零 迅速地消失不见 这些树木 本就是受到树妖的妖力影响 才滋生出来的 如今树妖死了 这些树木 自然也无法维持下去 正当此时 那几个舞者 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夜玄身旁 少侠 刚才那妖魔 夜玄直接道 放心 妖魔已经死了 你们看看 之前那些草木 也已经消失了 郭北县 已经恢复正常了 几个舞者顿时道 多谢少侠 多谢少侠 好了 快告诉县里百姓们 这个好消息吧 他们可以去附近的县城 购买粮食了 是 是 随后 夜玄又细细感知了一番 确认没有任何遗落 便飞升而起 离开了此地 阴山妖王数量不少 这树妖 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妖王 需要夜玄前去收拾 天当亮的时候 夜玄抵达了墨城 这座小城 位于大厦边境地带 人口不算多 但是地域却很广阔 墨城遭遇妖魔袭击后 夜玄同样安排了 真刚镜前去处置 只是那位真刚镜 却一去不返 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 墨城虽是一座城 但因为地广人稀 人口尚不及郭北县 一座县城 外加上郭北县 距离更近一些 因此 夜玄首先是去处置 郭北县之事 解决了数妖危机之后 夜玄才继续赶路 前往墨城 第104章 图路 刚刚抵达墨城城门口 夜玄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因为在城门之上 用钩锁勾着两颗人头 人头应该在太阳下 暴晒了几天 已经腐烂发臭了 可即便如此 夜玄依然能看出来 人头的主人 生前遭遇了惨烈的折磨 两双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夜玄右拳紧握 这墨城之中 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 夜玄都要对方死无葬身之地 想着 夜玄大步踏入了墨城之中 墨城的城门外 无人看守 进入城门之后 夜玄便见到了两个小妖 两个小妖手持长矛 身上穿着一身 不合身的牙异衣服 看守着城门 很显然 如今的墨城 是许进不许出的 两个小妖 见到了夜玄 呲牙一笑 夜玄见状 冷声道 笑你马呀笑 两个小妖 正准备发怒呢 夜玄 已经一巴掌扇了过去 顿时 两个小妖的脑袋 同时被夜玄拍飞了出去 脑袋落地之后 化作了两颗黄鼠狼脑袋 他们的眼珠子 也瞪得大大的 似乎没想明白 自己怎么忽然就挂了 夜玄看了一眼 这两个小妖的尸体 大步向着墨城中心处走去 他要大开杀戒 斩妖除魔 墨城街道上 非常的冷清 连一个行人都没有 夜玄心沉了下来 整座城 该不会已经成为 一座死城了吧 他感知着 墨城之中的妖气 向着妖气 最为浓郁的方向 迅速靠近着 一刻钟后 夜玄来到了墨城的府衙大门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从府衙之中传出 府衙大门口 几个妖怪 穿着衙门捕快的服装 看守着府衙 夜玄靠近之时 几个妖怪顿时上前 你来状告何人 夜玄没心思 和几个妖怪废话 直接拔剑 刷刷刷 剑光闪烁 几个妖怪 被夜玄切成了两半 散落了一地 接下来 夜玄大步走进了府衙之中 只见本该知府坐的位置 一个身穿黄袍 妖气冲天的家伙 坐在那里 在他的两边 还有一黑一白两个妖怪手下 躺下则是一批妖怪牙翼 与此同时 在躺下一共十多个男女老少 一脸畏惧地跪在地上 只听那个黄袍妖王道 本官身为墨城的父母官 一直爱名如子 而等却不识好歹 竟然意图逃离墨城 而等让本官好事伤心 今日怕等 掏空五脏之行 来人 醒醒 随后 几个牙翼上前 他们伸出了利爪 准备当场剖开 这些百姓的身体 掏空五脏 而黄袍妖王 则是舔了舔嘴唇 他是黄鼠狼成精 最喜欢的 便是人类的内脏了 而此时 叶玄已经一剑斩了过去 顿时 府衙之中剑气纵横 几个小妖 直接被当场斩杀 黄袍妖王大怒道 堂下何人 竟然敢在衙门作乱 给本官杀了他 黄袍妖王身边的黑白妖怪 立刻化作了本体 向着叶玄冲了过来 这黑白妖怪 一个化作了一头黑色的巨熊 另一个 则是化作了白色的猛虎 向着叶玄扑了过来 叶玄此时杀意很强 他直接一剑 朝着巨熊的嘴巴 刺了过去 剑一加持下 龙骨剑从巨熊的嘴巴 刺了进去 又从后脑勺刺了出来 巨熊顿时发出了一声哀嚎声 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此时 白色猛虎向着叶玄后 被抓了过来 叶玄直接单臂挡住了猛虎的一抓 然后反手一拳 砸在了白色猛虎下额的部位 刚气加持之下 猛虎顿时被叶玄砸飞了出去 叶玄如影随形一样 追上了这头白色猛虎 接着举起了右拳 一拳接着一拳 砸在了猛虎的脑袋上 紧紧几拳下去 白色老虎的头骨都凹陷了进去 血液不断地建设在叶玄脸上 将叶玄的脸都染红了 十几拳之后 叶玄擦了擦脸上的血水 然后站起身来 刚才城门口那两颗人头 有点刺激到叶玄了 那腐烂的人头上 那死不瞑目的眼神 让叶玄非常难受 这并不只是因为他们 是大厦的子民 叶玄是他们的皇帝 更因为 大家同为人族 却被妖魔如此虐杀 身而为人 怎能不怒 叶玄硬生生捶死了白色虎妖后 看向了坐在那里的黄袍妖王 道 接下来 轮到你了 敢在我大厦境内 残害大厦百姓 想好怎么死了吗 黄袍妖王身形如电 化作了一道黄光 向着叶玄冲了过来 他的速度很快 只是叶玄的速度 却更快 只见叶玄朝着前方虚空一抓 下一秒钟 黄袍妖王的脖子 便被叶玄掐在了手上 黄袍妖王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双臂 瞬间变得粗大许多 将身上的衣服都撑破了 一双巨大的爪子也出现 黄袍妖王双爪挥动 朝着叶玄身上拍了过去 叶玄眼中金光一闪 瞬间发动金刚不坏神功 黄袍妖王的力爪 和叶玄的金刚不坏神功 碰撞在一起 发出了金铁交鸣声 叶玄手上的力气变大 黄袍妖王的脸背得通红 他脸上身上长出了黄毛 肌肉开始膨胀 意图画作本体 挣脱叶玄的右手 只可惜 即便他画作本体 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黄鼠狼 却依然逃脱不了叶玄的掌控 叶玄一只手抓着黄鼠狼的下巴 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上巴 然后用力一撕 只听一声凄惨的哀嚎声响起 这黄袍妖王的嘴巴 硬生生被叶玄撕裂了开来 血液跟不要钱一样 不断向外喷溅着 叶玄右手张开 龙骨剑从黑熊金嘴巴之中 飞了出来 飞到了叶玄手上 接下来 叶玄便一剑定在了黄鼠狼腰的 一只腿上 将它定在了地上 随后 叶玄看向了 腐牙之中的百姓 你们去通知 默城所有百姓 侵入默城的妖魔 已经腐法 今日我请大家吃群妖艳 这几头妖物 体型都颇为硕大 每一头 都有几千公斤重 杀了吃肉的话 的确整个默城的百姓 都能吃上一口 今日 叶玄要 让默城百姓 人人都吃一口腰肉 第105章 回大舟 多谢少侠 我等这就通知默城上下 随后 这几人离开了腐牙 拿着牙医们原本使用的铜锣 敲锣打鼓 通知默城百姓 百姓们一开始 还有些怀疑 只是眼看这些人 敲锣打鼓许久 妖魔都没有吃掉他们 顿时有些放心了 很快的 默城百姓 其聚府衙门口 叶玄也将这些妖怪 的尸体聚集了起来 找默城最好的厨子 开始处理尸体 至于黄袍妖王 生命力强劲 此刻还有一口气在呢 随后 叶玄便道 这黄袍妖王 法力高深 服用后可以延年益寿 生食效果最佳 待会儿煮上一大锅水 准备些许蘸料 咱们来个生食妖王肉 好 少侠说得好 默城百姓们纷纷附和 这几日 默城百姓 死伤可不在少数 最重要 默城父母官 同样被妖王害死了 默城地处偏僻 人口稀少 没有多少油水可捞 如果是真正的贪官 基本不太会来 默城当官的 因此 默城这位知府 是一位好官 他出生便是默城 努力读书 考取公民 之后主动要求 回自己的家乡当父母官 这位知府在默城的声望很高 百姓们也很喜欢 只可惜 这群妖王来到默城 第一时间便涂入了府衙上下 知府同样葬身妖魔之口 之后 这群妖魔便占据了府衙 以各种理由 随意地杀害默城百姓 这深仇大恨 百姓们自然是恨不得生食血肉 将其生吞活泼了 很快的 一大锅水煮好了 叶玄打断了黄袍妖王的四肢 用龙骨剑 把他钉在了一个木桩之上 随后 百姓们围了上来 拿着不算锋利的刀 在黄袍妖王身上 割下一块一块的肉 炖刀割肉 给黄袍妖王带来了剧烈的疼痛感 他呲牙咧嘴地想要反抗 然而却无能为力 他身上的肉 被一块一块踢了下来 扔进了锅中小煮片刻 然后蘸着蘸料 被吃了下去 墨城的百姓们 顿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这黄皮子的肉质真不错呀 鲜嫩多汁 口感真好 是啊 一口吞咽下去 一股热流涌入腹中 全身都暖洋洋的 宛如吃了人参一样 好吃 真是太好吃了 墨城百姓们 你一口我一口 很快的 黄袍妖王身上 便只剩下森森白骨了 黄袍妖王也几乎没了什么气息 叶玄眼看黄袍妖王要彻底挂了 索性提起了他的骨头架子 直接扔进了大锅之中 道 行了 肉已经吃完了 这妖王的骨头 大家就炖汤喝了吧 一样是大博 叶玄陪着黄城百姓们 把这几头妖王给分而食之 内心的愤怒 才稍稍平息了一些 而后 他便返回了大厦京都 根据之前得到的反馈 目前兴风作浪的妖魔 只有那阿兰惹骨叉 以及黄城 其他地方的妖魔 实力基本都是大妖层次 已经被叶玄 以百炼成钢法培养出来的真钢解决了 因此 解决了这两个地方的妖王 叶玄也可以打到回府了 当然 大厦疆域广阔 而鹰山又出现了问题 可能还有地方潜藏着妖魔 只是叶玄手上没有任何信息 只能先回京城 等有了具体的消息 再行出动 叶玄回到京都之后 算是彻底轻松了 国事交给了两位舅舅处理 有着他们的帮忙 外加上文武百官的辅佐 叶玄可以认认真真地刷自己的熟练度了 目前的叶玄 除了修行之外 以认真的进食为主 搭配上认真的举重 认真的跳跃等等 主打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 以及自身的速度和力量 至于说挥剑 射剑 等锻炼方式 带来的只是手段而已 并非是素质方面的提升 因此 叶玄重心 暂时不在这几种锻炼方式上 进度也相对放缓了 而在叶玄的努力之下 十多天之后 叶玄认真的进食 熟练度达到100 获得了初级奖励 龙金虎猛 这一效果 使得叶玄的气血更加充足 精力更加的旺盛 提升十分的明显 只是这一天 大洲派来的使者 传来了一个消息 大洲皇帝病重 命不久矣 希望红鸾公主能回大洲一趟 大洲皇帝想临死前 见见自己的女儿 圣红鸾听到这个消息之时 神情也变得十分复杂 叶玄见状 道 红鸾 怎么了 圣红鸾揉了揉眼睛 才道 我在大洲之时 我这位父皇 可从未多看我一眼 现在病重了 忽然找我回去 恐怕是因为我如今的身份 叶玄听了 如果不想回去 我们便不回去了 圣红鸾却道 不 我要回去 但并不是为了她 而是为了我母妃 母妃临终前 一直期盼着 我能过上好日子 如今我是大夏皇后 又有你这样的如意郎君 我希望母妃 知道我现在过得很好 那她的在天之灵 也能安息了 圣红鸾成为大夏皇后之后 其实早就想回大洲 祭拜一下自己的母妃了 只是 身为一国之母 没有特殊理由 她是不方便回大洲的 可现在不同 大洲皇帝病重 安排使者特意前来 请她回大洲 有这个理由 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去了 当然了 圣红鸾回大洲 内心多少有点一锦还乡的意思 想当年 她在大洲之时 虽为公主 却不受宠 因为母妃没有雄厚的背景 在后宫也经常受人欺负 否则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 如今她欺贫富贵 身为大夏皇后 回到大洲 大洲上下 哪个不得 对她毕恭毕敬 她可以让当初那些人看看 如今的自己 过得很好 叶玄听到圣红鸾所说 直接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便一起去大洲转转 领略一下大洲的风土人情 圣红鸾惊喜地看着叶玄 夫君 你也要去 那当然 你一个人去我怎么能放心呢 这次回大洲 就当是我陪你一起回娘家了 第106章 画皮 圣红鸾是叶玄的挚爱 怎么可能放心她一个人去大洲 更别说 圣红鸾肚子里 还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呢 更得小心谨慎 不能出事 圣红鸾听了 立刻在叶玄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口 夫君你真好 随后 叶玄便和母亲以及爹娘 说出了自己的出行计划 如今的叶玄 国事交给了两位舅舅 自己无所事事 日子过得十分清闲 如今她要陪圣红鸾回大洲 长辈们自然没意见 毕竟圣红鸾 可是大夏皇后 在叶玄心中 地位非比寻常 如今又有身孕 安全是很重要的 而以叶玄的实力 天下之大 哪里都可以去的 之前 真刚径都解决不了的妖魔 叶玄亲自出动 轻而易举地 便将那群妖魔赶尽杀绝了 如今叶玄的母亲和爹娘 对于自己儿子的实力 也十分了解了 根本没必要担心 而大夏这边 安全性同样不是问题 百炼成钢法 还在持续不断地培育真刚径 而一旦有了足够的真刚径 外加上时间的推移 出现法相径 也是迟早的事情 大夏不论是国力 还是顶尖强者方面 都在蒸蒸日上 未来可期 而后 叶玄夫妻便踏上了 前往大洲的旅途 因为此次路途遥远 为了保证舒适性 叶玄特意利用 延出法随的能力 制造出了几条汽车轮胎 安装在了特意打造的马车之上 使得马车的减震性 大幅度提升 同时 叶玄又狩猎了几头体型壮瘦的龙马 作为拉车所用 所谓龙马 乃是龙和马杂交的一种妖物 成年龙马一般 拥有着大妖的实力 龙马整体呈现马的形态 只是身上披挂着一层龙鳞 同时 体力和耐力远超过普通的马 很适合驯服作为高级坐骑 叶玄为了保证马车舒适性 除了制作橡胶轮胎之外 还特意安装了弹簧进行减震 马车内部空间也很大 这就导致车子的重量也很大 若是普通的马匹 恐怕连拉都拉不动 因此 叶玄才特意捕捉了龙马 用于拉车 整个马车内部 足足有大几十平米 里面安置了两张大床 还有一些桌椅沙发 另外 还有各种食物等等 堪称是一届版本的豪华房车了 盛红鸾作为叶玄的新头肉 同时还是孕妇 大多数时候 要么躺在床上 要么坐在沙发上 享受着下面人的照顾 此行 除了叶玄和圣红鸾夫妻 白菊黄菊等四大丫鬟 以及见识亲儿见识子儿 都有随行 照顾圣红鸾的起居 保证路途的舒适性 而另外的话 叶玄还安排了两个真刚镜 作为护卫 虽然叶玄实力已经足够强 只是如今的大夏 已经利用百炼成钢法 培养出了超过一百名真刚镜 皇帝和皇后出行 怎么也得安排几个得力的护卫吧 龙马体力出众 只是为了保证舒适性 速度不算快 外加上到了天黑之时 还要找客栈入住 因此 两天后 才终于抵达了 大洲和大夏的交界处 鹰山 原本的鹰山 一片祥和 有着鹰山蛇神镇压 是非常安全的 只是如今 鹰山蛇神因为损耗很大 在闭关调养 恢复元气 鹰山也一片混乱 好在鹰山没有什么大妖 基本都是各种小妖 此前大洲的使者 才能顺利抵达大夏 鹰山小妖 对于真刚镜来讲 还是很容易解决的 夜旋都没出手 一行人便顺利通过了鹰山 抵达了大洲境内 夜旋还是第一次来大洲 他也有些好奇地 看着大洲的风景 大洲相比大夏 建筑风格少了几分柔和 多了几分粗犷 整个大洲的民风 相比大夏 也要狂野彪悍不守 这可能和大洲 更为寒冷的气候有关系 而夜旋等一行人 出入大洲 遭遇的袭击并非妖魔 而是一只山贼团伙 只见一群手持鬼头刀 骑着猎马的马贼 将夜旋等人包围了起来 为首一人大声道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才 随后 马车的门帘打开 夜旋看了一眼这群马贼 然后道 都杀了吧 两名真刚听到夜旋所说 没有废话 直接冲了上去 只听几声短促的惨叫声响起 这群马贼便全军覆没了 只是此时 一道娇俏的身影跪在了地上 小女子随家人出行避祸 却遭遇马贼袭击 如今小女子已经没有了亲人朋友 求大人收留 随后 一名真刚进护卫道 陛下 是被马贼俘虏的普通人 此时 门帘打开 夜旋和圣红鸾一起下了马车 夫妻俩一起看向了 那个跪在地上的女子 圣红鸾和那女子眼神交汇之时 女子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艳之色 好美的皮囊 比自己现在身上的皮囊还要漂亮 她决定了 这一身皮囊 她要了 而夜旋也看着这个女子 她眼中荧光一闪 玄机神童 已经看穿了这家伙的伪装 想着 夜旋对跪在地上的女子道 行了 别装了 我一眼就看出 你不是人 女子顿时梨花带雨 公子为何如此说我 夫人 小女子是冤枉的啊 公子若是涂抹我的身子 小女子如今无依无靠 也不敢反抗 何必要污蔑我 她这是想来个挑拨离剑 挑唆夜旋和圣红鸾的关系 只可惜 圣红鸾可不傻 她对自己的夫君 是绝对信任的 只听圣红鸾道 我夫君既然说你不是人 那你就绝对不是人 杀了她 顿时 两个真刚进护卫 直接持剑冲了上去 一左一右 朝着这个女子斩了过去 这个女子怒吼一声 刹那间 她身上的皮肤被撑开 露出了一副异常丑陋的身躯 随后 她立声道 可恶可恶 你们毁了我这一身皮 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此时 女子本体彻底显露了出来 她身上长满了黑毛 人高马大 身上还有几个黑红色的疙瘩 看上去异常的丑陋 第107章 周地 正因为她的本体如此丑陋 她才化作了画皮鬼 专门将那些方林女子的皮包下来 画得比原本更加漂亮 然后穿在身上 而眼前的画皮鬼 同样是从阴山之上下来的妖王 一般的真刚镜 根本不是对手 两名真刚镜都被她压制了 叶璇看着这一幕 却没有急着出手 自己手底下的真刚镜 都是速成版本的 缺乏实战经验 让他们好好苦战魔力一番 等到遇险了 叶璇再出手也不迟 两个真刚镜也知道 自己的背后还有陛下 肯定不会有性命之忧 因此没太多顾忌 竭尽全力的和眼前的画皮鬼作战 他们的韧性还是不错的 和画皮鬼又过了有一百多招 其中一人的剑 被画皮鬼一口咬掉了半截 而后 画皮鬼爪子向着那个护卫的心脏位置 掏了过去 生死一线 此时 叶璇忽然出手 瞬间出现在画皮鬼面前 然后一拳自上而下 砸在了画皮鬼的脑袋上 画皮鬼面对叶璇 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这一拳下去 画皮鬼的身体 顿时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他猛逼了数秒钟 发出了一声怒吼声 还想要反抗 叶璇见状 又一拳砸在了画皮鬼的脑袋上 口中道 你鬼叫什么鬼叫 你还胆胆反抗 这一拳 叶璇用了十成的力道 只听到扑斥一声抱枝的声音 画皮鬼的大脑袋 当场爆裂了开来 墨绿色的脑汁见射了一地 这回 这画皮鬼是彻底挂掉了 以后再也不能害人了 随后 一众人才回到了马车上 继续赶路 一天之后 马车终于抵达了大洲的都城 一进都城 车水马龙 人口比起周边的地域 要多出许多 圣洪鸾在进入了都城之后 整个人也显得精神了许多 只是 车马尚未抵达皇宫 便被一只侍卫拦住了去路 为首一人道 见过红鸾公主 大皇子想请您叙叙救 圣红鸾听了 直接隔着帘子道 我千里迢迢 从大下赶来 于情于理 都应该先去见我父皇吧 侍卫没有回答圣红鸾的话 声音威严了几分 大皇子想请您叙叙救 圣红鸾淡淡道 让他们滚蛋 随后 两名真刚进上前 其中一人直接用剑鞘 砸在了那个侍卫首领的身上 大洲大皇子手下的侍卫 仅仅是二品强者而已 连翼都没有掌握 绝顶都算不上 面对真刚进 怎么可能有抵抗之力 直接便被拍飞了出去 随后 圣红鸾的声音传来 即便在大洲 本宫也是大下的皇后 区区一个皇子 也敢放肆 接着 龙马直接踏着眼前 这个侍卫首领的身体 通过了这段路 直奔大洲皇宫而去 半小时后 马车来到了大洲皇宫 皇宫之中 马车是不允许进入的 因此夜悬和圣红鸾 只能下车不行 两大剑士和四大丫鬟 不适合入大洲皇宫 因此 只有两个真刚进的护卫随行 皇宫侍卫 在确认了圣红鸾几人的身份之后 便让几人入宫了 很快的 夜悬和圣红鸾 来到了大洲皇帝面前 大洲皇帝气色很差 半坐半躺在龙榻之上 脸色蜡黄 看上去有气无力 圣红鸾虽然和大洲皇帝感情不深 可终究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开口道 父皇 大洲皇帝看了一眼圣红鸾 然后看向了夜悬 道 王不见王 大下皇帝亲临大洲 就不怕遭遇不测吗 夜悬看着周帝 笑道 周帝可能不太清楚 我是如何登上皇位的 圣红鸾自豪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夫君 然后道 我夫君是大下第一强者 他以一双铁拳 摄服关心楼 打抱前朝国运聂龙化身 以绝对实力登上皇位 想让我夫君遭遇不测 大洲应该没这个实力 周帝圣百事咳嗽几声 才道 很好 看来红鸾你的确有了一个好归宿啊 圣红鸾听到归宿两个字 莫名想起了自己的母妃 他直接道 是啊 我比我母妃走运得多 圣百事知道 圣红鸾对自己是心有怨气的 毕竟她的母妃是死在了后宫之中 想着 圣百事道 红鸾 如今你是一国之母 你应该清楚 皇后和普通的妃子 是不同的 你母妃只是普通后妃 惹得皇后生厌 即便是朕也不好插手这些事情的 圣红鸾直接道 我不清楚 以后也不会清楚 因为我夫君后宫之中 只有我一人 这回 圣百事终于意外了 后宫只有你一人 这怎么可能 从古至今 帝王不知道有多少位 深情的皇帝也不在少数 但最多就是家里三千 独宠一人罢了 像是这种皇帝后宫只有一人的 圣百事还是第一次听说 此时 叶玄道 周帝 你请红鸾回大洲 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吧 圣百事没有否认 如今我身体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太子又遭遇不测 各个皇子如今都跃跃欲试 我希望红鸾能帮我稳定大洲的局面 圣红鸾皱眉道 太子遭遇不测了 难怪大皇兄会 太人在路上拦我 大洲太子 名为圣卿志 乃是圣百事的第二个儿子 同时也是皇后嫡出 自小文韬武略都十分出众 十四岁之时 便已经被册封为太子了 只是在殷山遭遇变故之后 妖魔出世 恰好当时圣卿志身处幽州 奉皇命处理一起 十分严重的买官 卖官案件 圣卿志遭遇了妖魔袭击 送回来的时候 只有上半截 没有了下半截 圣百事也当场就吐血昏迷 身体一夜之间似乎老了二十岁 圣百事身体虚弱 命不久矣 太子遭遇不测 各个皇子又野心勃勃 大洲又有妖魔作乱 同时还有一群居心叵测的僧人在传教 只能请圣红鸾回来 希望圣红鸾这个大下皇后 能帮助大洲稳定朝廷局面 圣百事笑道 看来老大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太子出世 他这个大皇子 在朝堂之中的呼声的确很高 只是老大做事冲动 不顾后果 他不适合继承大统 圣红鸾看着圣百事 道 大洲的国事 我不想参与 第108章 要求 圣百事却道 红鸾 此事 你逃避不了的 若继承大统之人 是老大这样的人物 那你其他的兄弟姐妹们 必死无疑 圣红鸾淡淡道 我不在乎 圣百事看着圣红鸾 道 若是你同父同母的兄弟呢 圣红鸾脸色一变 你什么意思 我母妃从未生过皇子 否则她在后宫 怎么会一直受人欺负 圣百事却道 你母妃当初怀的 是一对龙凤胎 三皇子成白羽 和你是一母所出 只是玉贵妃入宫之后 一职无后 玉贵妃和朕 乃是青梅竹马 在后宫之中 朕对她的宠爱 仅次于皇后 她恳求朕 让她拥有一个自己的皇子 朕不忍心拒绝她 便在你和白羽出世之时 命人将圣百羽抱走 圣百羽也成为了玉贵妃所出 圣红鸾听了这话 顿时表情都变了 所以 我母妃原本是有一个皇子的 因为你 她才没有皇子 被后宫其他妃子欺负 红鸾 朕对不起你母妃 只是适者已已 朕希望你能看在圣百羽的面子上 稳固大洲局面 选出一个合格的皇子 继承大同 圣红鸾看着圣百事 道 要我帮忙也行 你立刻处死玉贵妃 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然而 圣百事却道 红鸾 你看在父皇的面子上 让她多活几日吧 圣红鸾看着圣百事 道 你什么意思 圣百事解释道 朕的身体 已经是强弩之末 坚持不了多久了 后宫一众妃子之中 唯有玉贵妃主动要求殉葬 等到朕驾崩之日 后宫妃子之中 唯有她 愿意真正地和朕 同年同月同日死 因此朕才会如此偏爱她 圣红鸾的脸色也变了变 她的母妃 是因为在后宫之中地位低 经常受欺负 才去世的早的 可倘若真的如同圣百事所说 那这个玉贵妃和父皇之间的感情 的确是其他妃子比不了的 她虽然厌恶玉贵妃 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若真的有胆量殉葬的话 更受父皇宠爱 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想着 圣红鸾道 好 倘若到时候 她真的殉葬了 我母妃的事情 我就原谅你们了 她若没有老实殉葬 我便帮她殉葬 圣百事看着圣红鸾 道 红鸾 你可以去拜祭一下你母妃了 她若知道 如今你成了大夏皇后 九泉之下 必然会很高兴的 圣红鸾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和叶玄一起前往皇陵 圣红鸾母亲生了一位公主 因此被册封为嫔妃 是有资格入皇陵的 叶玄和圣红鸾一起来到了皇陵之中 见到了圣红鸾母亲的墓碑 大舟皇陵 周围寒气阵阵 宛如开了空调一样 叶玄牵着圣红鸾的手 将一缕缕真气注入了圣红鸾的身体 免得她受寒 同时 叶玄还询问道 这里怎么这么冷 圣红鸾刚才和圣百事对话 满脸的寒霜 听到夫君的问题 她脸上的寒霜 顿时宛如冰雪般消融 只听圣红鸾解释道 大舟皇陵位于一座天然的寒玉矿之上 寒玉乃是天下至阴至寒之物 哪怕是炎炎夏日 这陵墓之中也是宛如寒冬一样 因为地下寒玉矿的存在 大舟皇陵的尸体们 也能保持很久而难以腐烂 人人都畏惧死亡 尤其是皇帝 更希望自己生死之后 千年万年而不朽 因此 大舟皇帝们在发现 这座寒玉矿之后 便在寒玉矿之上建立了皇陵 有着寒玉矿的存在 大舟皇帝们尸身能保存更久 叶玉听到圣红鸾所说 同样看向了圣红鸾母妃的墓碑 若是如此的话 那岂不是说 圣红鸾母妃的尸身 可能还栩栩如生 而此时 圣红鸾已经跪在了 他母妃的墓碑面前 道 母妃 红鸾好想您啊 母妃您知道吗 红鸾已经是大夏皇后了 若您还活着 没有任何人能欺负您了 圣红鸾说着 不由地泣不成声 紫玉养而轻不带 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奈的事情 尤其对于圣红鸾来讲 他当初因为自己的选择 结果阴差阳错 成为了大夏皇后 堪称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了 而这份幸福 他最想让自己的母妃知道 可母妃却已经死了 他只能在内心安慰自己 或许母妃在天之灵 可以看到的 只是 这终究只是心里未解罢了 他心里很清楚 可能母妃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叶玄看着伤心流泪的圣红鸾 心里也很心疼 自己有杨天雪这个母后 还有叶成宗 薛宁这对爹娘 有四个很疼自己的姐姐 还有两位舅舅 一个外公 无疑是很幸运的 而对于圣红鸾来讲 真正心疼他的人 只有他母妃一人 却也离他而去了 虽然叶玄也给予了他足够的关爱 但是却无法弥补他母妃的空缺 若是 红鸾的母妃还活着 就太好了 叶玄正想着呢 忽然想到了自己的严出法随 严出法随 理论上 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吧 严出法随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叶玄内心默默道 要复活红鸾的母妃 我需要付出什么 冥冥之中 一个声音响起 三十年寿命 外加天结三道 叶玄听到这个声音 面色微微变了变 三十年寿命 对于叶玄来讲 并非不可承受的 叶玄突破到法相境之后 寿命已经有了两百年 如今他不到二十岁 还有一百八十年的寿命 哪怕消耗三十年 也影响不大 最重要的是 叶玄拥有者外挂 以后继续突破境界 寿命还能继续增长 最终寿命 有个五百岁 甚至一千岁 都问题不大 这样一来 三十年的寿命 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 倒是这天结三道 听着有点恐怖 因为叶玄并不清楚 天结的威力有多大 只是 如今的叶玄 身为法相境强者 实力已经堪称强大了 玄机变还能让他 突破一个层次 外加上金刚不坏神功 大地之子等等带来的防御 叶玄对于度过天结 还是蛮有信心的 第109章 起死回生 只是想了想 叶玄决定 接下来几天 着重认真的锤炼这一方面 叶玄认真的锤炼身体 距离熟练度达到3000 已经不算遥远了 到时候 叶玄将会再次得到一种 有关防御方面的能力 防御进一步提升 再搭配上叶玄本身强大的实力 要度过这所谓的天结 应该问题不大吧 到时候 自己就可以让红蓝的母妃活过来了 她也可以真正地 和自己的母亲团聚 当然 叶玄猜测 要让一个人死而复生 其实本身没这么简单 如今叶玄之所以 只需要付出30年的寿命 可能和圣红蓝母妃 特殊的状态有关 圣红蓝的母妃 死亡时间不算太长 也就几年的时间而已 而同时 她的母妃尸身 位于大洲皇陵之中 皇陵之下有着寒玉矿 导致这里的温度极低 因此 圣红蓝母妃的尸身 几乎算是处于冰冻状态 尸体没有腐乱破坏 有着完整的尸身 死亡时间又不算太长 这使得圣红蓝母亲 复活的条件 降低了许多 倘若圣红蓝的母妃 已经死亡数十年 尸体都变成了枯骨 彻底腐朽了 那叶玄想复活 圣红蓝的母妃 可就难如登天了 可能消耗叶玄 一百年的寿命都不够 叶玄心中 已经做出了决定 可是她却并没有 急着说出来 因为目前这只是一个想法 万一成功不了 给圣红蓝希望 又让她失望 那岂不是让她更伤心吗 倒不如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直接利用言出法 随将圣红蓝的母妃救活 给她一个天大的惊喜 圣红蓝陪自己母妃 说话说了许久 之后 小两口才一起离开了皇陵 而周帝也为叶玄和圣红蓝 安排了寝宫居住 周帝的身体 一日不如一日 对于朝廷的掌控也下滑了 她希望依靠着 圣红蓝这个大夏皇后的存在 给予朝臣一些震慑 好让这次的改朝换代 能够稳定一些 而叶玄和圣红蓝 这几日则是居住在寝宫之中 叶玄忙碌着锤炼身体 为复活自己的岳母大人做准备 而在这个期间 数位皇子前来拜会 圣红蓝和叶玄夫妇 想要拉拢他们 圣红蓝一一见了这些皇兄们 只是没有明确的表态 要支持谁 一转眼 五天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 红菊花黄菊花等四大丫鬟 手持铁锤 帮叶玄完成了一次认真的锤炼身体 随后 系统提示声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认真的锤炼身体 当前熟练度3000 奖励钢铁之躯 钢铁之躯 宿主身体强度得到大幅度提升 常态下可以抵挡刀枪剑戟 抵挡妖魔力爪 抵挡钢器 这项能力 叶玄也十分满意 这项能力 不同于之前的金刚不坏神功 金刚不坏神功需要主动动用 才能带来强大的防御效果 而钢铁之躯 是类似于大地之子 属于被动能力 自行激活 因此 钢铁之躯的效果 是可以和大地之子 金刚不坏神功叠加的 这三者叠加之下 叶玄对于度过所谓的三道天节 信心更加充足了 他也决定 去一趟大洲皇陵 把自己的岳母 从皇陵之中接出来 而至于这么做的后果 叶玄也曾经考虑过 确实 这件事情若是暴露 会有不少的麻烦 毕竟 这可是死而复生 在这个世界 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可麻烦又如何 叶玄拥有绝对的实力 他在这个世界 最不怕的就是麻烦 想着 叶玄对圣红鸾道 红鸾 我们去一趟皇陵吧 圣红鸾愣了一下 去皇陵做什么 叶玄解释道 见见你母妃啊 圣红鸾愣了愣 才道 好吧 那我们一起去一趟 很快的 叶玄和圣红鸾 便来到了大洲皇陵之中 来到了圣红鸾母妃的墓碑面前 随后 叶玄道 红鸾 你母妃的全名是什么 圣红鸾觉得 叶玄惊天怪怪的 但她还是道 白月如 叶玄微微点头 虽然眼前就是自己岳母的墓碑 但是在墓碑上 只有她是大洲嫔妃的身份 并没有她具体的名字 叶玄要确保复活的是自己岳母 肯定得知道她的名字才行 接下来 叶玄站在岳母的墓碑面前 一字一句道 我要让圣红鸾的生母白月如死而复生 叶玄的话 让圣红鸾顿时愣住了 她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丈夫 不明白 叶玄为何会这么说 因为这么说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 只是下一秒钟 圣红鸾看到 叶玄原本一头的黑发 多出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白发 而与此同时 天空之中电闪雷鸣 大洲皇陵的顶部 被一道雷电劈了下来 直接劈出了一个空洞 而这道雷电之力 还直接劈在了白月如的墓碑之上 墓碑直接被击碎 甚至连她的棺果都被击碎了 这道雷电之力 劈在了白月如的身上 原本已经死了几年的白月如 身体被劈得抽搐了起来 片刻之后 她缓缓睁开了眼睛 圣红鸾呆住了 母妃 白月如此时还一脸的迷茫 毕竟死了好几年了 忽然被一道雷劈醒了 她还需要时间来搞清楚 自己现在的状况 而此刻 天空之中雷声大作 忽然一道雷电笔直地向着叶玄头顶劈了下来 叶玄也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她立刻到 玄机变 金刚不坏神功 开 瞬间 叶玄的境界再次跨越了一个层次 由法相之境 跨入了真身之境 叶玄能感觉到 自己全身上下都充斥着强大的能量 举手投足 似乎都能毁天灭地 真身境的实力 搭配上金刚不坏神功 钢铁之躯 以及大地之子 给叶玄带来了足够的信心 第110章 天节 而此时 那道雷电重重地 披在了叶玄的身体之上 顿时 叶玄身上的衣服 瞬间灰飞湮灭 她脚下周围数米的范围 大地都被雷电 披成了漆黑色 由此可见 这所谓的雷节 有多么恐怖了 圣红鸾正惊喜 自己的母亲复活呢 看到叶玄被披成这样 顿时眼眶都红了 夫君 此时 叶玄的声音传来 红鸾 我没事 区区雷电 还奈何不了我 叶玄话刚说完 似乎天节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 一道更加粗大的雷电 劈了下来 这一道雷电 直径超过了两米 恐怖的雷电 直接将叶玄的身体 全部笼罩在其中 电流劈在叶玄身上 滋滋作响 过了足足两三分钟 第二道雷电 才终于消失 而叶玄也跪在了原地 她全身都被劈得漆黑 看上去受伤不轻 而此时 大地之子带来的自愈能力产生效果 叶玄身上那漆黑的 一层健康的血肉 只是 叶玄身体还未恢复 天空之中 又是一声震笼发聩的雷鸣声 接下来 只听一声恐怖的龙鸣声响起 一道长度超过百米的雷龙 从空中咆哮着冲了下来 雷龙张开了锯口 一口将叶玄吞了进去 噼里啪啦 电光闪烁 叶玄的身体处于雷龙最中心处 接受着雷电的洗礼 圣红鸾双拳紧握 死死地看着这一幕 过了足足五分钟 雷龙终于消失了 圣红鸾急忙冲到了叶玄身边 此时 叶玄张口吐了一口黑气 伸手揽着圣红鸾的腰肢 道 放心 我没什么大碍 这三道雷电 的确威力不俗 哪怕是叶玄拥有着金刚不坏身 以及钢铁之躯的叠加 都无法完全防御 只是 叶玄防御终究太出众了 钢铁之躯和金刚不坏神功 抵挡了雷杰90%的威力 虽然叶玄皮肉也受伤不清 可内在的经脉 脏腑 受到的冲击却很小 而依靠着玄机便 实力强行跨入真身境 叶玄只要经脉和脏腑没有受创 提表这些伤势都是小事 大帝之子带来的自愈能力 很快便可以让他的伤势完全愈合 因此 他此刻看着虽然挺惨 实际上还好 伤得不算重 圣红鸾听到叶玄的话 也微微松了口气 叶玄的声音 中气十足 的确不像是受伤很重的样子 而此刻 雷杰结束 白月如也终于回忆起了许多事情 他惊喜地看着圣红鸾 道 红鸾 我的红鸾 母妃竟然没有死吗 圣红鸾确认了叶玄没事之后 目光放到了自己母妃身上 他离开了叶玄的怀抱 然后快步来到了白月如面前 母妃 真的是你吗 白月如将圣红鸾抱在了怀中 道 母妃只记得 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一觉睡了很久 母妃还以为挺不过这一劫了呢 还好 上天庇佑 母妃又见到你了 心中默默道 母妃 您这并非是上天庇佑 而是我的夫君庇佑啊 与此同时 大周皇宫之中 一个老太监正跪在周帝圣百事面前 老太监哆哆嗦嗦道 陛下 您的嫔妃白月如 复活了 圣百事面色一变 怎么可能 如妃已经去世多年 你在开什么玩笑 老太监直接道 陛下 这是皇陵立位亲口所说 他们亲眼看到 大下皇帝在如妃的墓碑前说了什么 顿时天空之中电闪雷鸣 有雷电披在了如妃的墓碑之上 墓碑炸裂 棺果都被劈碎 然后如妃便活了过来 陛下若是不幸 可以亲眼去看看 圣百事脸色一阵变幻 倘若此事是真的 老太监接口道 大下皇帝 连死者都能复活 要让陛下您再活上几十年 岂不是轻而易举 圣百事也激动了起来 身为皇帝 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只可惜 天命不眷顾他 而如今 他竟然知道 大下皇帝有这个手段 那哪怕清静一切 他也要尝试 让叶玄替自己续命 而当务之急 是要确认 白月如是不是真的复活了 随后 圣百事立刻让人背了龙脸 急匆匆地赶往大洲皇陵 几分钟后 圣百事的龙脸 停在了皇陵入口处 圣百事以及老太监 朝着皇陵内部看去 只见如飞的墓碑和光果 都被雷电劈碎了 墓碑和光果之中 都空空如也 只是圣百事 也没能看到白月如本人 叶玄和圣红鸾同样不在 圣百事立刻道 人呢 都去哪里了 一名秘位道 回陛下 他们应该回了红鸾公主的寝宫 圣百事直接道 立刻摆驾明珠宫 红鸾公主 能成为大下皇后 因此 圣百事将明珠宫 作为了圣红鸾的寝宫 意思是 圣红鸾乃是他 这位陛下的掌上明珠 很快的 一行人赶到了明珠宫 圣百事身为周帝 也没有人敢阻拦 很快的 圣百事和一众太监们 进入了明珠宫之中 只见明珠宫大厅中 白月如坐在那里 在她的身旁 圣红鸾抱着母妃的腿 一副依恋的模样 宛如一个小女孩 而叶玄此刻不在场 她正在换衣服 另外的话 想给白月如和圣红鸾母女 一些独处的时间 圣红鸾眼眶红红的 母妃 我好想你啊 白月如同样心疼地 看着自己女儿 伸手抚摸着圣红鸾的头发 母妃也很想你 现在你受人欺负了 可怎么办啊 圣红鸾立刻道 母妃您放心 我夫君可厉害了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白月如愣了一下 红鸾 你说的夫君 是刚才那个黑黑的小子吗 他不是我大洲人是吧 白月如的意识 是在雷杰彻底结束之后才复苏的 他没有看到叶玄被雷劈的一幕 只看到雷劈结束后 叶玄全身和黑人一样黑 圣红鸾立刻道 母妃 我夫君是为了救您才成那样的 他一点都不黑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白月如听了女儿的话 笑道 你喜欢就好 就算黑点 只要他对你好久行了 圣红鸾 他真的不黑 第111章 办法 正当此时 周帝来到了明珠宫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白月如 如非 你真的死而复生了 白月如愣了一下 死而复生 陛下 我竟然死了吗 圣百事立刻道 废话 六年前 你已经病死在了病床上 和朕装什么糊涂 白月如见圣百事发怒 顿时吓了一跳 他并不知道 自己女儿现如今的地位 再说了 对于周帝的畏惧 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立刻就要跪下 陛下 臣妾真的忘记怎么回事了 只是 圣红鸾却立刻拦住了白月如 道 母妃 你不必给他下跪 我们不怕他 圣百事面色一变 红鸾 不要以为成了大夏皇后 朕便拿你没有办法了 这里是大周 正当此时 一个冷烈的声音响起 这里是大周又如何 周帝 你在威胁镇的皇后吗 随后 叶玄一步步走了过来 他身上属于法相近的气势 释放了出来 外加上帝王之位 圣百事一个 行将就木的老皇帝 根本抵挡不了这种威势 他不由地退后了两步 身体看上去越发的虚弱了 圣红鸾立刻道 母妃 这便是我的夫君 如今的大夏皇帝 叶玄 白月如意外地看向了叶玄 道 大夏皇帝 那你们为何会来大周 圣红鸾解释道 我此行 本来是为了 祭拜母妃您的 夫君担心 我的安危 因此随我同行 祭拜 母妃真的已经死了 圣红鸾沉默片刻 才道 母妃 您的确在六年前去世了 只是我夫君手段通天彻地 又将您复活了 周帝听到这母女两个的对话 眼中也流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果然 圣红鸾都亲口承认了 大夏皇帝 拥有着起死回生之能 想着 圣百世道 红鸾 刚才是朕态度不好 朕向你道歉了 你夫君既然能复活你的母妃 那不知道 她能否让朕多活几年 如今大周局面不稳 若朕的身体能康复 那大周朝局必然能够稳固 圣红鸾听了圣百世的话 立刻便想起 之前母妃复活之时 夜悬头上多出的那一缕白发 还有那恐怖的雷结 圣红鸾知道 自己夫君 必然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 她很心疼夫君 可母妃复活 她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同时对夫君的爱也越发浓烈 只是 若让夜悬去给圣百世严寿 她是打死都不会答应的 她和圣百世 这位大周陛下 虽有妇女的名义 却没有什么情义 让她的夫君 去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给圣百世严寿 她怎么可能同意 因此 圣红鸾直接道 这一手段 我夫君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且终生只能使用一次 父皇 我们帮不了你 圣百世的脸上 流露出韵怒之色 只能使用一次的手段 你使用在你母妃身上 你将阵置于何地 圣红鸾毫不畏惧地看着圣百世 我母妃自小疼我护我 她和我的夫君一样 是我在这个世界最亲近之人 至于你 你有数十个皇子皇女 你可曾多看过我一眼 这只能使用一次的手段 用在我母妃身上 有什么问题 圣百世表情很不好看 在她看来 她是大周皇帝 她是圣红鸾的生父 在大周或者大夏的观念之中 天地君亲师 君为陈刚 父为子刚 圣百世既是君 又是圣红鸾的生父 即便圣红鸾有了夫君 也应该将她放在第一位 可现在呢 她别说和圣红鸾的夫君去比了 连圣红鸾的母妃都比不过 而此时 圣百世身边的太监低声道 陛下 来日方长 圣百世听了 深深地看了一眼圣红鸾和叶玄 她虽然很愤怒 可也清楚 叶玄这位大夏皇帝 不是她可以随意拿捏的 思量片刻 圣百世才道 今日你们母女团聚 朕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随后 圣百世转身离去 只留下叶玄等三人 白月如有些担心道 红鸾 你父皇生你的气了 圣红鸾直接道 母妃 她生气又如何 我夫君是大夏皇帝 我不怕她 圣红鸾和叶玄在一起这么久 别的方面不说 胆子绝对比以前大了太多了 即便是面对曾经的父皇 她都没有丝毫的畏惧 这是她夫君给她的底气 白月如听了自己女儿的话 道 红鸾 你现在是大夏皇后 圣红鸾点头道 没错 母妃 我告诉你 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后 圣红鸾便说起了自己这几年的遭遇 前面她说的东西 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大致解释一下 而从认识叶玄开始 圣红鸾讲述起来 就详细的多了 从自己和叶玄第一次相遇 自己为何对叶玄刮目相看 再到之后 两人共患难 勤定三生 再到后来 叶玄登上皇位 不仅仅让圣红鸾成为皇后 后宫之中 更是只有圣红鸾一人 白月如能看到 自己闺女在提起她的夫君之时 眼中是有光的 这让白月如很是替闺女高兴 而另一边 圣败是气地将一盘水果摔在了地上 口中怒道 这个不孝女 竟然将这唯一的机会 浪费在了一个死了数年的女人身上 真是该死 老太监听闻 直接道 陛下 依老奴看来 虽然有着些许限制 但绝对不是只能使用一次 圣柏是看着眼前的老太监 道 你的意思是 老太监道 其死回生也好 延长寿命也罢 都是逆天改命 必然要受上天责罚 之前皇陵之中的电闪雷鸣 便是由此而来 如非复活 大下皇帝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红鸾公主心疼夫君 因此才拒绝了陛下 圣柏是怒道 红鸾竟然还敢欺骗朕 朕这些子女 真是过于忤逆了 你有什么好办法 老太监道 红鸾公主被陛下 没有什么妇女之情 要让大下皇帝出手 动之以情怕是无用了 只能威逼利诱 第112章 公主 圣柏是皱眉道 利诱 她终究是大下帝王 九五之尊 想要利诱谈何容易 老太监却道 大下皇帝年纪轻轻 对红鸾公主用情很深 可在老奴看来 所谓的男女之情 不过是见色起义而已 她钟情红鸾公主 只是因为没有遇到 比红鸾公主更美的女子罢了 老奴觉得 陛下可以用美人计 你是说 老太监立刻道 没错 陛下所出的皇女不少 而她们各个都是 红鸾公主的姐妹 身段相貌都各有特色 若是使出美人计 想必大下皇帝 很难不动心 圣柏是听了 眼中同样流露出一丝异动 如今她的皇宫妃子之中 也确实有几多姐妹花 姐妹二人共同事情之时 床底之欢 的确要多上几分刺激和兴奋 若是自己安排大洲其他的公主 引诱叶玄 这年轻人 想必会动心吧 因此 圣柏是立刻道 就这么定了 你将这那些公主们都召集过来 正和她们好好谈谈 是 陛下 没多久 皇室尚未出嫁的士林公主 便全部来到了圣柏是面前 这些公主 最小的只有十四岁 最大的已经二十二岁了 数量足足有十多个 环飞燕兽 花枝招展的 每一个都姿色不俗 毕竟大洲皇室传承已久 不论当初的太祖长相如何 后宫嘉丽三千 能入后宫的 都是姿色 出众的美女 这么多代基因优化下来 这些公主皇子们 长相都不可能差的 这些阴阴艳艳艳的公主们 跪在地上 道 见过父皇 圣柏是看着这些皇女们 道 平身吧 朕此次找你们 是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 父皇 我们身为女子 能帮得了您什么呢 年龄最大的公主道 圣柏是解释道 你们的姐妹红鸾 还记得吧 如今 她贵为大夏皇后 一国之母 堪称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只是如今大夏皇帝后宫空虚 只有皇后一人 而如今 红鸾和她的夫君 都位于我大洲皇宫之中 朕希望你们 能和大夏皇帝多接触接触 若是可以 朕希望你们 也能和红鸾一样 成为大夏皇帝后宫的一员 十多位公主听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有些犹豫 而此时 圣柏是继续道 大夏皇帝年纪轻轻 雄才大略 比朕年轻时候更加优秀 他相貌出众 雄资应发 又贵为一国皇帝 天底下 没有比他更加出众的如意郎君了 另外的话 朕还可以保证 你们不论是谁 若是能得到大夏皇帝的亲爱 朕保证 你们的同胞兄弟 将得到朕的重用 你们的母妃 也会得到朕的恩宠 圣柏是知道 嫁入大夏皇宫 对自己这些公主们而言 不一定很有诱惑力 毕竟大夏山高路远的 身处异国他乡 各方面风土人情 可能都和大洲不同 日子不一定好过 因此 圣柏是只能再拿一些好处了 对于这些公主而言 他们虽然身份尊贵 但其实 没有太多的指望 只能指望自己母妃在后宫地位高 指望自己的同胞兄弟有出息 那他们 也能跟着沾光 因此 圣柏是说出这一点之后 这些公主们 终于动心了 年龄最大的一位公主道 父皇 我们愿意替您分忧 只是我们该以什么理由 去靠近大夏皇帝呢 圣柏是淡淡道 此事简单 你们和红鸾 已经数年未见了 就以探访红鸾的名义即可 圣柏是还是希望 这色诱的办法能够有效的 只要叶玄看上了 他其他的公主们 并且提出迎娶的要求 那圣柏是便可以借此机会 要求叶玄替自己 延年益寿 增长寿命 而若是色诱不行 那就只能威逼了 而如今圣柏是 对于大洲的掌控已弱 而叶玄这位大夏皇帝 又实力出众 威逼的风险很大 不到万不得已 圣柏是不想用这一招 第二日 明珠宫之中 阴阴艳艳 一大群的公主 前来探望圣红鸾 他们之间 明明当初在皇宫之时 关系都很一般 如今却表现得 如同真正的亲姐妹一样 对圣红鸾嘘寒问暖的 还从各方面旁敲侧击 打听着大夏的生活 圣红鸾一开始觉得 自己这些同父异母的姐妹 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大夏皇后 想要攀附自己 倒也没有太过冷淡 他们询问什么 圣红鸾也没有拒绝 只是当天下午 圣红鸾便察觉到不对劲了 因为自己这些同父异母的姐妹们 在和她嘘寒问暖一番后 注意力便全部放到了 自己的夫君身上 他们在夜玄面前 一个个都搔手弄姿 使劲地放电 有个公主胆子比较大 甚至可以将酒水 洒在自己身上 上演了一出尸身诱惑 勾引夜玄 这些公主们 倘若只是来攀附的 肯定没什么说的 可如果是来和自己抢夫君的 那她可不能忍啊 圣红鸾直接来到了夜玄身边 道 夫君 我今日身体不适 想早点休息 夜玄直接道 是吗 各位请回吧 红鸾要休息了 一位小公主听了夜玄的话 忽然道 既然红鸾身体不适 就让她好好休息吧 今夜月明星夕 不如有我带姐夫 看看这大州皇宫的夜景 夜玄立刻拒绝道 不必了 红鸾身体不适 我更该好好照顾她 各位请吧 眼看夜玄态度坚决 这些阴阴艳艳的公主们 只能够离开了 她们离开以后 圣红鸾立刻道 她们肯定是父皇安排过来的 想用美人计来勾引你 夜玄笑道 我身边已经有了 世上最完美的女人 美人计对我没任何意义 圣红鸾听了 立刻在夜玄脸上吻了一口 道 夫君 能和你在一起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次日 十多位公主再次来到了明珠宫 想要想办法勾引夜玄 而今天 圣红鸾没有感人 只是和夜玄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嗅着恩爱 夜玄完全无视了 这些公主们 满心满眼 都只有圣红鸾一人 满眼都是宠溺和疼爱 第113章 两仪双生拳 没过多久 这些公主们便觉得有些自讨没趣 自己都受不了了 先后离开了明珠宫 她们来到了周帝面前 抱怨道 父皇 那个大侠皇帝 就是个鱼木疙瘩 一点都不懂情趣 是啊 她心里就只有红鸾姐姐一人 根本不将我们放在眼里 红鸾是不是给她下什么药了呀 要不一个男人 怎么会对她如此死心塌地 圣百事听了这些话 顿时皱起了眉头 色诱这一招 算是失败了 接下来便只剩下威逼了呀 圣百事 将自己的心腹太监叫了过来 道 夜玄对这那些公主们 没有丝毫兴趣 看来 只能上强硬手段了 太监皱眉道 陛下 大侠皇帝将如非起死回生之时 遭遇了五雷轰顶 受伤不轻 若要动用强硬手段 陛下要抓紧时间才行 若他伤势完全恢复了 就来不及了 圣百事思索片刻 才道 安排龙虎兄弟出手 将红鸾和如非 给朕控制起来 夜玄不是宠爱红鸾吗 何时朕的身体恢复健康 他何时才能再见到红鸾 老奴明白了 龙虎兄弟 是大洲最顶尖的强者 同时 也是全宗赵百战的弟子 赵百战在获得 百炼成钢法之前 未能跨入真钢境 而龙虎兄弟则不同 他们兄弟已经成功地 依靠着自身的天赋 跨入了真钢境 龙虎兄弟是一对双胞胎 分别就叫做张龙和张虎 他们自小修行舞蹈 跟随赵百战学习拳法 修行真气 因为天生骨骼惊奇 气血充足 这对兄弟舞蹈 静静十分地迅速 而张龙张虎兄弟 踏入了真钢境之后 年迈的赵百战 还为了自己这对杰出的弟子 特意打造了一套拳法 两仪双生拳 这套拳法 需要由两人合力使出 而若是两人配合不好的话 发挥出的威力 尚不及一人 可若是两人心意相通 能够完美地配合 这两仪双生拳 在招式方面堪称无懈可击 何即能发挥出十倍的威力 张龙张虎兄弟 也依靠着两仪双生拳 碾压其他的真钢境 身受周地的重用 圣百事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直接安排龙虎兄弟出手 即便夜玄是真钢境 也同样阻拦不了龙虎兄弟 当晚龙虎兄弟便形如鬼魅 杀向了明珠宫 他们在距离明珠宫上 有数百米距离的时候 夜玄便睁开了眼睛 真钢境强者 气息和普通人 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龙虎兄弟的气息 在皇宫之中 非常的特殊 随后 夜玄小心翼翼地 穿上了几件外套 来到了明珠宫大门口 几分钟后 张龙张虎兄弟赶到了 他们身上穿着夜行衣 蒙着面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夜玄看着两人 道 看两位应该有几分实力 藏头鹿尾的 不觉得丢人吗 兄弟俩对视一眼 没有废话 直接一左一右 向着夜玄加攻而来 夜玄跨上一步 一拳朝着前方砸了过去 而龙虎兄弟 一个以柔镜化解了夜玄的权力 另一个则是以钢镜 砸在了夜玄肩膀上面 夜玄后退两步 眼中流露出意外之色 这对兄弟俩 硬实力相差夜玄很远 即便打中了夜玄一拳 也无关紧要 只是他们这拳法 有点意思啊 两人 这合计的拳法 招式竟然堪称完美无瑕 夜玄根本无从破解 夜玄有几分不信邪 他毕竟 曾经和拳宗对练过 还利用玄机神童 学习了照百战的拳法 对自己的拳法 也是有几分信心的 可现在 竟然遭遇到了不可破解的拳法 他有些不信邪 接下来 夜玄收了自身七分力道 只留下三分力 和这两人交手 只见夜玄冲上去 然后两者发生短暂的拳脚交汇 而后夜玄被击退 接着 夜玄切而不舍 再次冲上去 和两人交锋 连续十多次后 龙虎兄弟察觉到了不对 他们的两仪双生拳 攻防兼备 完美无缺 他们的拳头力道可不弱 可现在 他们给了夜玄十几拳 都宛如挠痒痒一样 这下怎么打 兄弟俩对视一眼 准备逃走了 夜玄见状 直接道 这里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夜玄说着 猛地使出了拳力 顿时他的速度和力量 都增加了数倍 快到龙虎兄弟都反应不过来 他们只感觉眼前人影一闪 一股佩然大力 砸在了他们胸口 接下来 龙虎兄弟的身体 便被打得飞了起来 然后各自在空中撞击在了一起 又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夜玄动了真格的 他们各自挨了一拳 便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内脏受窗 筋脉受损 气息为民 龙虎兄弟对视了一眼 一脸绝望地看着夜玄 他们这才意识到 夜玄刚才根本没出全力 只是和他们玩玩而已 一个年轻人 竟然有着如此实力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别看龙虎兄弟名字听着年轻 实际上 他们也都六十来岁了 只是因为突破真刚进 寿命延长 因此看着只有四十来岁而已 他们比夜玄 还是大了很多的 他们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哪怕夜玄打娘胎开始练功 也不应该有这么强啊 夜玄看着这两人 道 说说吧 什么人派你们来的 张龙冷声道 我们兄弟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夜玄笑道 说得好 我就佩服你们这种人 张龙正要继续装个逼呢 夜玄已经猛地出手 一拳砸在了张龙的太阳穴位置 张龙瞬间蹊跷流血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张虎吓了一跳 正想求饶呢 夜玄再次出手 一脚踹在了张虎的脑袋上 张虎的脑袋 直接被干飞了出去 滚飞出去几十米 张虎脖子的部位 血液如同喷泉一样 喷出来一米多高 最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至于张虎的脑袋上 眼睛瞪得大大的 嘴巴动了几下 想说什么 却没能说出来 显然 他觉得自己死得很冤枉 第114章 弥天大祸 周蒂现在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了 不仅他手底下的底牌 已经完全被废了 甚至面前的夜玄 也已经跟他结仇结怨 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 说他现在的禁闭是十分地艰难 看着面前皮笑若不笑的夜玄 周蒂这时候 脸上露出了善善的笑容 说道 夜小友 既然你已经帮我除掉了 这两个刺客 那么就多谢你了 不用谢 不过既然我出手了 那周蒂 你怎么的 也得一丝一丝吧 毕竟这两个刺客的实力 可不容小觑 一直潜伏在皇宫当中 我怀疑 他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这样的高手潜伏在身边 那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 可是一个重大的危险 你说对吧 夜玄这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抹邪笑 开口说道 没错 他这就是要敲诈面前的盛百事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敢派人来刺杀自己 虽然自己现在在他的地盘之上 当然是 敢这么派人过来 那自己就算是不能动手 也得从他身上扒一层皮下来 他这个人有仇必报 而且有仇一般当场就报了 绝对不会拖拖拉拉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来人 赏黄金万两 外加一件极品法宝 圣百事这时候牙都已经咬碎了 但是他脸上只能露出和善的笑容 因为他现在就是不敢有丝毫的意见 毕竟面前的叶玄如果自己把他惹急了 搞不好他会过来把自己给活生生的撕了 切 真小气啊 叶玄这时候心里暗道 但是他也是脸上露出了一抹假惺惺的笑容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周帝了 不过下次可要特别注意了 可千万不要让这些萧小潜入皇宫了 毕竟 这样的高手潜伏在身边 那很容易出事的 周帝你 不像我一样 对吧 叶玄笑道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盛百事脸色铁青 他这一句话 不就是变相的内涵 自己不如面前的叶玄吗 想着他的双手 已经快要把自己龙椅上的那两个扶手 给活生生的捏碎了 但是他也是这个下来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抹假笑 说道 那是自然 我保证 这以后绝对不会有任何萧小之辈 潜入皇宫当中了 既然如此 那最好 那么我就先告退了 叶玄这时候 也是摆了摆手 离开了这大殿当中 可是面前的盛百事 在看到了叶勋的身影 离开大殿之后 整个人的怒火 已经再也抑制不住了 他狠狠地捏碎了自己龙椅上的扶手 站起身来 眼神当中透露出一股凶狠的力气 说道 这该死的 该死的臭小子 我一定不会让你 活着走出大洲帝国的 一定不会 你之前拿了什么 我会让你双倍反回来的 而且还会要了你这条狗命 而旁边的太监这时候 看到怒火中烧的圣百事 这时候 也是有一些畏惧 必 陛下 那个太监这时候 也是声音细小地开口说道 还不快去把这两个人的尸体处理掉 难道还要我 教你怎么做吗 圣百事这时候 脸色铁青地开口说道 现在的他 要好好地考虑自己的处境了 现在他手中的王牌 已经死在自己错误的决策当中了 如果再不好好地 为自己铺好退路的话 那么他迟早 也会像躺在地上那两个人一样 悲催地死去 陛下 老奴想说 万一这叶玄 不知好歹把消息散不出去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小太监的话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直接将眼前的圣百事情绪 再度扭转 他的脸色 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阴沉和愤怒 有的仅仅只是慌张 他怎么把这个茶的事给忘了 毕竟 如果叶玄真的把消息散不出去的话 那么到时候 自己就真的是穷途末路了 他手下的那几个儿子 可都是狼子野心 而且身后的力量也是 不容小觑 自己先前是有着这一对王牌在手上 所以才能够肆无忌惮地压着他们 现在 自己手上最大的王牌没有了 那到时候 手下那几个狼子野心的不孝子 他可能就压不住了 想到这里 他眼神当中满是血丝 脸上的神色也是越发的沉默 该死 真是该死 但是这个该死的叶玄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也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周帝圣百事这时候抬起头来 眼神当中有着无尽的怒火 他盯着这大殿之外 随即之后 他全身无力 瘫倒在了这龙椅之上 现在的话 必须得给出一定的好处 让叶玄不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无法挽留的地步了的话 那他就只能出最后一招了 想到这里 他眼神当中有着无尽的愤怒 但是 同样伴随着些许悲凉 去 叫张俭来见我 周帝圣百事这时候 也是对着旁边的那个小太监开口说道 那小太监这个时候的心情 犹如过山车一般 看见 刚刚周帝那愤怒的模样 他生怕自己的人头不保 但是看到 现在周帝那平淡的模样 那小太监这时候 也是松了一口气 而这时候 已经走出了大殿之外的叶玄 看着自己手中的那一件鸡品法宝 脸上露出了一抹嫌弃的神色说道 看样子 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 我想也应该快了 这两个人的死讯传出去 恐怕大周帝国即将发生内乱 不过现在乱起来还太早了 那就看看这周帝 到底能够给出什么样的条件 能够拿出什么东西给我 此时那皇宫的大殿当中 只看见一个人身着黑衣 脸上戴着面具 来到了这周帝面前 来人正是张俭 他跪在地上 说道 陛下 不知道 您换臣前来 有何吩咐啊 去国库里 把那把枪拿过来吧 拿过来之后 亲自送到这大下帝王叶玄的手里 周帝这时候 也是有气无力地开口说道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张俭脸上 露出了一抹狐疑的神色 第115章 裴礼 陛下 这大下帝王叶玄 再怎么说 也算是您的女婿 而且 也只不过是一个 才20多岁的矛头小子罢了 虽然先前听说 这小子实力非同凡响 但是也不至于 让我们从国库当中 拿出那件宝物 去讨好他吧 张俭一脸狐疑地开口说道 他是真没有想到 自己的地下 竟然会对这么一个矛头小子 如此看重要 知道这国库当中的那些宝物 可以说是这个 大洲王朝的底蕴 也不为过了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把它拿过来 然后送到那大下帝王叶玄的手中 圣柏氏这时候 也是语气十分冰冷地开口说道 面前的张俭 听到圣柏氏这不上的话语之后 也是当即身躯一阵 他这时候也是不敢反抗 连忙点头说是 次日 叶玄便是看到了 这周帝圣柏是否送过来的 这一杆古朴的长枪 没有让我想到 这家伙 还真是舍得下血本了 不过这杆枪看起来 似乎有些神秘啊 叶玄这时候摸着下巴 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开口说道 夫君 这一大早的 到底是什么人过来了 红鸾这时候找了过来 当他看到叶玄手中的 那一杆长枪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抹震惊的神色 开口说道 玄龙枪 它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它不应该被那个老家伙 藏在国库里面吗 哦 看来你对这一杆枪的来历很清楚啊 这杆枪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知道吗 叶玄这个时候 也是开口问道 夫君 这杆枪它的来头我不清楚 反正道听途说 这杆枪自古以来 便是在这大周王朝的皇室手中 不过 当年能够使用这杆枪的能人 便是我大周王朝的创始人 周太祖盛天 只是触发之后 便再也没有人能够有资格使用这一杆枪了 或者说 这一杆枪的力量 似乎被他给封存起来了 不过这老家伙竟然舍得 把这一杆枪给你 这也就侧面证明了 他对你可是在意的很啊 红鸾这时候 脸上露出的一抹脸笑 他对自己那个老爹 那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好了 那既然如此 这一感情 他都送给我们了 那就干脆收下好了 叶璇听到这一番话语之后 也是脸上露出了笑容 夫君 千万不能为了那个老家伙 而做出折损自己身体的事情 他虽然 是我父亲 但是他根本就不配做我父亲 不需要为了他做到那种地步 红鸾这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抹着急的神色 他先前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叶璇为了救自己的母亲 付出了代价 他看到自己的母亲死而复生 感动不已 当然是他不希望叶璇为了自己 而去救他那个禽兽不如的父亲 他这时候 抬头看着叶璇的面孔 看着他两边已经出现了些许白发 这时候感觉到十分的心疼 放心好了 娘子 他不会过来问我这件事情的 他送这东西过来 也纯粹是为了应付一下另外一件事情而已 叶璇说道 随后 叶璇便是已经将自己那天预测的事情 告诉了红鸾 红鸾听了之后 脸上的神色变得十分的暴露 这该死的畜生 现在竟然已经把手伸到这里来了吗 眼见你不可能为他训练 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盛红鸾这时候 脸色十分凶狠地开口说的 他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他对这个父亲 没有一点好感 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 他现在恨不得把这盛百事给千刀万剐 放心好了 那一对刺客 已经被我杀掉了 他手下的底盘 也已经没有了 不过他没有了底盘之后 可就糟糕了 叶璇说道 那夫君你的意思是 盛红鸾这时候 也是脸上露出了些许不怀好意的神色 当然是要把他给拉下马了 这些年纪 你在他身上吃的苦头 我都会一一替你找回来的 至于 其他那些狼子野心的家伙 我也会一一清理干净的 叶璇说道 他现在心中 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 那就是 把这大洲皇帝给拉下马 而且把其他有威胁的房子 全都清理掉 到时候 让盛红鸾的弟弟盛百与继位 这样一来 也是彻底了结了 盛红鸾的后顾之忧了 夫君 想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红鸾我一定会 倾尽全力支持你的 盛红鸾这时候 依偎在叶璇的怀里 脸上的神色 十分幸福地开口说道 而这时候 在皇宫当中的周帝圣百事 听说了叶璇 已经收下了自己 送过去的宝物之后 脸上的神色 当即送了下来 自己已经这样思考了 那想必 叶璇也应该没有理由 把这个事情散布出去了 不过 想到这时候 他脸上的神色 当即变得十分的阴狠 因为这么一件宝物 他送过去的 只是为了封住叶璇的口实 陛下 还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非要把这件宝物 送给大夏帝王 这么一个矛头小子 要知道 这件宝物 可是当初太祖皇帝的 随身兵器 虽然现在封城许久 但是当年也是一大杀器 更是我大洲王朝的 国宝之一 就这样送给 这么个矛头小子 不会太吃亏了吗 张俭这时候 身穿黑衣 脸上戴着黑色的 恶鬼面具 站在圣百事的身旁 恭恭敬敬敬地 开口说道 呵呵 朕迟早会让他 把这些东西 都给吐出来的 圣百事脸色凶狠地 开口说道 去 召见这大夏帝王 让他来大殿见我 圣百事这时候 对着旁边的那个太监 脸色平淡地开口说道 不一会儿便是看见了 这夜璇已经来到了 皇宫当中 来到了这圣百事的面前 夜璇脸上露出了 一抹玩味的笑容 开口说道 不知道岳父大人 您找我有何贵干啊 也没有什么事 只不过是想问你 最近在这大洲帝国当中 过得到底怎么样 我身为这大洲帝国的帝王 自然要好好招待你 所以特意来问问你 过得如何 圣百事披着笑容 要多假有多假 让夜璇感觉到一阵恶寒 第116章 摊牌 岳父大人倒是客气了 岳父大人招待 那是十分有周啊 前阵子送来的那一件兵器 更是让我感到十分的意外 这件兵器竟然意外地合手 岳父大人可真是有心了啊 夜璇这时候 故意这样开口说道他的目的 本来就是 为了要气气面前的圣百事 而且他的目的 已经完全成功了 面前的圣百事 听到这句话之后 脸色铁青 但是随即 他便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那是自然 这种宝物 在我大洲帝国当中 还是有一些的 不过 前阵子我听说 你不知道运用了什么 惊天地气鬼神的手段 竟然把红丸 那个丫头的母亲给复活了 可有此事 周地圣百事这时候 也是将这话题 引进了他 想要问的那个了 那是自然 夜璇对此 也是直言不讳 毕竟这件事情 全部都已经知道了 想要瞒过眼前这些人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还不如索性承认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周地圣百事脸上 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他刚才要开口 但是却直接被面前的夜璇 打断了话语 说道 不过想要复活别人 那可是要花费巨大的代价 就连我也是折损了许多 才加红丸他母亲 给复活的 想要再来一次 那可是艰难得很啊 很有可能会把我这条命给搭上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周地圣百事 那一张满怀着笑容和期待的脸 这时候立刻冷了下来 他算是知道了 面前的夜璇 似乎根本就不打算帮助他 此时此刻的他 脸色变得十分的阴冷 但是想到自己有求于人 他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尽量让自己露出笑容 毕竟现在的他 可是没有任何的资本 能够和面前的夜璇叫嚣的 这家伙可是单枪匹马 就把自己手下的王牌 那龙虎兄弟 给直接打死的人 所以 自己想要用武力解决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己的实力 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再说了 就算是自己想要强行威压夜璇 那也是不行 虽然这大周王朝里 那几个老不死的实力很强大 但是想要劝动那几位 可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 说他现在的境地是十分的艰难 不过既然威逼不起作用 那就只能用利诱了 那可真是可惜了 不过我这皇宫当中 还是有许多好东西的 而且你也知道 我现在年龄已大 而且身体 是一日不如一日的 所以我就明说了 我需要你帮助我续命 我这自然不是白白让你干的 我会给出相应的好处 我大周国库当中 有许多能够滋补身体的药材 那天山雪莲 还有号称能活死人肉白骨的人生果 我大周国库当中都有一些 甚至我还能让你去里面 挑选几件衬手的兵器和法宝 只要你能够帮助我续命 这一切都不成问题 周帝圣百事这时候 我是直接安排他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如果他不能 把自己的命给续上的话 那自己这后面几年 算是完完了 如果自己再有多几年时间的话 他完全可以狐假虎威 并且腾出手来 收拾那几个不孝子孙 再然后选定他的继承人 或者说 他可以提前拟址 选出继承人 但是他现在不想死 这个位置还没有做够 人总是贪婪的 他还想继续当皇帝 还想继续享受 那君临天下的快乐感觉 于是 他现在只能破罐子破摔 直接把自己的目的给说出来 直接就给足对方好处 让他来帮助自己续命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夜玄脸上 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说道 岳父大人 索性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你的这个条件 我现在确实满足不了 要给你续命 可是要用我的寿命的 用我的寿命来给您续命 抱歉 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毕竟先前 为红蓝的母亲死而复生 已经耗费了我几百年的寿命 等于说是 已经折损了我许许多多寿命 再为您续命的话 那我的寿命 即将不足百年 夜玄这一句话 当然是假的 开玩笑 他怎么可能让 面前的周帝圣百事 心满意足 他可是巴不得盼着他死 然后自己再以迅雷不及的手段 清理好其他的几位皇子 让圣红蓝的弟弟 是圣百与登上皇位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也算是安了红蓝的心了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周帝圣百事 这时候额头青筋抱起 眼神当中满是暴露 脸上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和善 我的好贤婿 此话当真吗 你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就得了我了是吗 周帝圣百事这时候 语气十分冰冷地开口说道 现在的他 等于是走到穷途末路了 面前的夜喜欢 可以说是软硬不吃 自己威逼利诱 这两种手段都已经是过了 可是这家伙 就是一套这样的说辞 他可不相信 面前的夜玄 真的不能为自己续命的 这家伙 可能就是单纯地不想帮助自己 如果真的会折损 他几百年的寿命的话 他怎么可能为了 这么一个圣红鸾 这么一个女人 而去复活他的母亲 他不相信 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 如果真有的话 他也只会带着嘲讽的口吻 去嘲笑这么一个蠢蛋 自然没有 毕竟我不是神仙 有这样的手段 也是要付出代价 夜玄这时候摇了摇头 双手一摊 略带无奈地开口说道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办法了看来 朕已经无力回天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退一下吧 朕也已经无话可说了 圣百世这时候转过头去 言语当中满是无奈 似乎是 已经完全认命了一般 夜玄 这时候也是点了点头 立刻离开 他不愿意在这皇宫当中 浪费这么多时间 他还要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 还要好好的和圣红鸾腻歪在一起 对于这一个将死的圣百世 他可没心思去管他 等到夜玄走后 周帝圣百世转过头来 眼神当中充斥着杀意和阴狠 第117章 谋划 陛下 这小子刚刚没有说真话 张俭这时候从暗处走出来 言语当中充斥着冰冷 他在说真话假话 你以为真不知道吗 这小子现在是摆明了 不想帮我 是铁定了想看着我死 好啊 看样子镇的那些子嗣 都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就连这么一个庶女 现在也已经敢违背我的命令 敢这样看着我这个父亲去死了 周帝圣百世这时候 双目星红 身上的杀气已经完全克制不住了 不过就算是死 我也会拉上你们一起的 还有那个叶璇 我会让你亲手 品尝失去至亲的痛苦 圣百世这时候 整个人已经完全癫狂了 现在死亡给他带来的恐惧 他已经完全不畏惧了 他现在心中只有愤恨 因为这唯一的生存机会 就摆在他的眼前 可是 那个人竟然活生生地 把他唯一的生存机会给掐灭了 那就不能怪他 心狠手辣了 毕竟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都是冰冷无情的人 手中不知道沾了多少人的鲜血 其中有亲人的 更有一些无辜人的 下去吧 明日 叫白羽来见我 圣百世这时候 脸上的杀意已经完全消散 再度恢复到了 先前那淡定的模样 他摆了摆手 示意张俭退下 走出皇宫之后 张俭那一张面具之后的神色 也是若有所思 现在 这大周帝国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但是暗地里 已经暗流涌动 现在就差一个影子 将这一潭风平浪静的池水 给引成洪灾 第二日 这皇宫当中 便是传出旨意 周帝圣百世 他自绝命不久已 于是下旨选出继承人 而这继承人 不是大皇子 不是二皇子 更不是其他手中掌握实权 野心勃勃的皇子 而是 这述出的另一位皇子 三皇子成白羽 而在这圣旨流传出来的当天 圣百世已经召见了三皇子成白羽 他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三皇子 圣百羽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道 真没想到我一眨眼 你们都这么大了 你倒也是 长得气宇轩昂 以表堂堂了 父皇 我 圣百羽这时候 感觉到十分的陌生 他搞不清楚 自己的父亲把自己叫过来 到底是出于何目的 毕竟自己的父皇 对于自己可以说 不是很上心的 是今日竟然亲自召见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皇 到底有何目的 自古以来天界无情 他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所以现在这种时候 他十分的慌张 他生怕自己的父皇怪罪下来 找什么理由把自己除掉 好了 不必这么紧张 为父召见你 也是想看一看我的儿子 毕竟维护 已经没有几年了 到时候 就见不到朕的紫色了 圣百世那时候 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装出了一副父爱如山的样子 对于我大周 你如何看待 圣百世这时候 与其平淡地开口说到脸上的神色 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父爱如山的样子 父皇 儿臣 儿臣觉得 现在这大周帝国 尚在危机当中 所以还需要父皇您立晚黄澜 圣百宇这时候 也是诚皇诚恐地说道 也罢也罢 既然如此 来人啊 今日立太子为三皇子 成百宇 圣百世这时候 与其平淡地开口说道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圣百宇脸上露出了一抹震惊的神色 他跪在地上 整个人的瞳孔微缩 嘴巴张大的 都可以吞下一个鸡蛋 父皇 您这是什么意思 那大哥 二哥他们呢 圣百宇这时候 也是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他们 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我打算把这大周帝国交给你了 今日起你 便是这大周帝国的唯一继承人 明天我会昭告天下 圣百世这时候说道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便摆了摆手 看着又要开口说话的圣百宇 他找了个理由 声称自己身体不适 想要休息一番 把他给打发走了 第二日这件事情 昭告天下之后 引得多方震动 是大皇子 二皇子 以及后面几个野心勃勃的皇子 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全都陷入了暴怒当中 大皇子 圣天雄 他眼神当中 满是暴怒的神色 好啊 我的好父皇 你可真是厉害啊 本来二弟都已经残废了 我还寻思着自己 终于是进入了你的法眼了 但是没有想到 你宁愿传给那个废物 也不愿意将这皇位传给我 我的好父皇 你可真是 太让我心寒了啊 大皇子圣天雄这时候 拔出自己手中的长剑 直接将面前的桌具 劈得粉碎 连带着自己身旁的仆人 也是化作一阵血物 现在的他 情绪十分的暴怒 这时候他身旁 走过来一个穿着 加上手中握着佛珠 正在念经的和尚 不过那和尚脸上的神色 却不是慈眉善母 他脸上的神色 是妖艺和魅惑人心的 大皇子殿下 怎么样 我说得不错吧 你那父亲 就算是把皇位传给别的 不受重视的皇仔 都不会传给你 这足以证明 你那父亲 根本就没有将你立作储君的想法 这和尚言语当中 带着些许魅惑和嘲讽的说道 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面前的大王子圣天雄 这时候抬起头来 眼神当中满是暴怒的杀气 他立刻一挥手 一阵凶狠残暴的贱气 朝着面前 那个和尚挥去 可是那个和尚的身影 却立刻消失在眼前 他淡定地走到了 圣天雄的跟前说道 现在的太子之位 一定就是改不了的 毕竟你那父亲 都已经昭告天下了 难道还想让他改过来吗 所以说 想要期待你的父亲 回心转意 那是根本不可能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和贫僧合作 亲手推翻他们 和贫僧合作 贫僧将会给你 你难以想象的力量 这一言一语当中 都是带着极强的魅惑 这让面前 那原本凶狠暴怒的大皇子 圣天雄冷静了下来 他思考了许久过后 缓缓地抬起了头 第118章 山羽欲来 你有什么条件 大皇子圣天雄 现在心里面的想法 就只有一个 夺得大洲帝国的皇位 这个皇位 他早就既于已久 并且将对自己 最有威胁的二皇子 搞得残废 至于述出的三皇子 圣天雄 也没有放在眼里 他也不相信 自己的父王会将皇位 传给圣白宇这个废物 阿弥陀佛 佛门讲究无欲无求 一切相由心生 贫僧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一切只为能够 辅佐大皇子殿下登基 和尚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再次对着大皇子蛊惑道 圣天雄狂笑一声 好 圣僧当真是佛法无边 佛心之相 在本王夺得皇位之后 必将佛教列为圣教 封圣僧为国师 和尚似乎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诡异地笑了一下 和尚道 那贫僧就再次先行谢过殿下了 圣天雄有一些不敢确认地问道 你当真能够助我突破到真刚巅峰 大皇子能够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并不仅仅只是因为 他这大皇子的身份 最重要的是 他本身的武道天赋 也同样万里挑一 是大洲帝国唯一一个 仅仅28岁 就已掌握列地枪翼 并到达一品高手的天才 这也导致了 他生性傲慢暴虐 即使是他军团当中的士兵 对他也仅仅只是充满了畏惧 并没有任何忠心可言 但他的实力就摆在那里 所有士兵又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淫威 看来殿下还是有所顾忌啊 不过殿下大可放心 在我佛门有一秘法 名为血生咒 这一秘法 能够提取他人血液中的精华 汇聚到法阵当中之后 可转移到阵眼之中 献祭之人的血液越发纯净 效果也就越好 而这阵眼必然就是殿下 以殿下的天赋 若是再加上百名同男同女 我相信 突破之法相近也不是不可能 和尚脸上再次露出妖艺的笑容 那魅惑的声音 围绕着圣天雄的脑海当中 圣天雄在这么多话中 只提取出了一个词 突破法相近 这对一个武修者 可以说是致命的诱惑 更何况 还是直接从基础一品 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 何时能够举行一事 圣天雄对实力的渴望 已经到达了顶峰 因为他现在需要实力 他要向他那有眼无珠的父皇证明 他才是大洲帝国最完美的继承者 为此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 百名同男同女又如何 就算千名万名又如何 只要能让他突破法相近 这些都不值一提 那就看殿下何时凑齐计品了 和尚看着大皇子圣天雄那狂热的目光 就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圣天雄甚至都没有考虑 动用此咒之后的后果 他的心里早已没有了任何理智可言 三日之后 还请圣僧前来举行仪式 若是能够成功 日后国是一位非圣僧莫属 圣天雄表情中算恢复了正常 对着和尚道 那殿下 贫僧就告辞了 和尚看起来步伐缓慢 但只是转眼之间 便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父皇 这是你逼我的 这你可怪不得我 说叫你宁愿传位给一个废物 也不传位于我呢 来人 圣天雄的表情变得宁饿起来 与此同时 他的房间当中 出现了大量的黑袍男子 片刻后 这些黑袍男子 便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当晚 一个边远城区 大量百姓家中的 不管年龄几何的孩子 都纷纷失去了踪影 仅仅只是一夜的时间 护人家的孩子 消失无踪 并且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整座城的百姓 都陷入到了一阵恐慌当中 有些人家甚至晚上 都不敢睡 就看着自己的孩子 而孩子失踪的案子 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城市当中 短短一天时间 数十座城 都出现了大量孩子 晚上被掳走的事件 整个大洲帝国 因为这个事件 都搞得人心惶惶 二皇子处 二皇子经历了上次妖魔作乱 气息已经非常的微弱 但依靠着丹药 勉强吊着一口气 双腿已经消失不见 没有想到 父皇就算是传位三帝 也不将皇位传于大哥 属实让我有一些意外 二皇子圣卿志得知了 圣白宇被立位的太子 也颇为吃惊 快又恢复了正常表情 二皇子圣卿志 从小到大武道天赋 并没有他大哥那般 但饱读诗书 精通治国之道 深受百姓爱戴 不过实力却仅仅只有三品 并且想要再往上突破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他的天赋 并不足以支撑他突破之真刚径 即便花再多时间也不可能 毕竟他没有夜玄的百炼成刚法 穷极一生 最多也就只能够到达 一个一品高手的层次 不过即使是这样 圣天雄依旧认为 圣卿志是他称帝的一颗绊脚石 设计将他的双腿弄成了残废 使得不管如何 受到百姓的爱戴 依旧是不可能登上这皇位 毕竟若是让他国知道 大洲帝国的皇帝是个残废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殿下 若是陛下立三皇子为太子 大皇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 二皇子圣亲至躺在榻上 面前有着两位老者 这两位老者都气欲不凡 很明显是真刚径的强者 正如周百世先前说的 每个皇子身边都有着强者守护 周百世身边有着龙虎兄弟 二皇子身边也同样有着两位真刚 大皇子也是如此 再加上大皇子自身的实力 可以说出了皇帝之外 大皇子在大洲帝国基本无所畏惧 这我自然知道 现在大洲帝国是风雨欲来 林老 还请您多关注一下我那大哥的动向 我相信以他的脾气 过不了多久 他就得掀个满城风雨 我们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若是正让周天雄称帝 他不会留活口的 自古帝王之家最无情 即便是对自己的兄弟 只要是会威胁到自己的 都将会被无情的抹杀 二皇子被周天雄所忌惮 能够活到现在 不仅仅是身边有两位真刚的守护 最重要的 还是他足智多谋 是 其中一位老者离开了 第119章 贼心不死 白老 我们就静坐关羽吧 二皇子看向房外 似乎对这一切都不在乎 但没有谁比他 更想让大皇子死 他的这双腿 若非是大皇子设计陷害 也不会弄得一个残废 变成现在这个狼狈模样 虽说二皇子的实力 确实没有大皇子那般强悍 但他毕竟是明星所向 没有哪个国家的百姓 会想要一个暴虐的君主 自从那次变故之后 二皇子整个人都变得阴郁起来 也将自身的所有锋芒收敛了起来 为的就是这一天 就算是弄不死大皇子 也得把他的一层皮给扒下来 而现在的圣白羽 还处于震惊当中 接下来 皇帝又他一个更加炸裂的信息 他还有一个同母的姐姐 而这个姐姐 就是自己先前百般刁难的圣红鸾 而且他的生母前不久 也已复活 这使得圣白羽吃惊的下巴都 快要掉到地上了 好了 羽儿 今日之后 你便是大洲帝国的太子 有一个人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大哥圣天雄 对这个皇位寄予已久 我想他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父皇也已经老了 没有多长时间了 不过那夜玄有着 延长人寿命的方法 但毕竟 朕只是一个外人 夜玄他 哎 算了 之后大洲帝国的命运 就交在你的身上了 阵伐了 你先行退下吧 圣白师露出一脸颓然之色 仿佛整个人都苍老了几分 圣天雄这个老狐狸 可不仅仅只是在卖惨 他在暗示着圣白宇 他想要利用圣白宇 和圣红丸的姐弟之情 再转去到夜玄那 现在圣白师 都已经将太子之位 给了圣白宇 没有人能够抵御 帝王之位的诱惑 只要自己能够获得 夜玄的严寿 这帝王之位 依旧在自己身上 到时候 也就没有成白宇什么事了 即便是太子 十全也永远在皇帝手上 并且随便找一个理由 都可以把这太子给废了 圣白宇短短时间之内 接受了这么多的信息 一时间脑袋也有一些发麻 不过现在他最害怕的 还是自己的大哥 现在他坐在这个太子之位 基本上属于如坐针毡 从小到大 待在大洲帝国的圣白宇 非常清楚 大皇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现在自己抢了他的太子之位 恐怕和大皇子之间 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儿臣告退 圣白宇现在感觉 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 也不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圣白宇现在满脑子都是 如何在这皇位之争中活下来 不仅仅是这个大皇子 二皇子也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毕竟是先前的太子 即使现在已经落得一个残废 但他在朝政当中的权柄 依旧是数不胜数 圣白宇自己从来都没有妄想过 自己能够夺得这个皇位 他除了是树出之外 天赋不如大皇子 谋略不如二皇子 皇位不管怎么轮 都不可能轮到他的身上 可偏偏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 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前兆 太子之位就降临在了他的身上 对了 叶玄 他一定有办法 可以给父皇延寿 到时候我就有喘息的时机了 圣白宇好不容易理清了脑海当中的所有信息 最终还是掉入到了圣白石挖好的陷阱里面 明珠宫中 白月如和圣红鸾聊着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孩子 这些年娘亲不在你的身边 真是苦你了 不过庆幸的是你竟然能够遇到如此夫君 是久世修来的福分呀 白月如非常心疼地看着面前的女儿 扶了扶他耳边的长发 娘 我们的苦日子已经过到头了 现在夫君的实力所以很少整个大洲帝国 即便是圣白室那个老混蛋 圣红鸾说到自己的这个父亲 就感到一阵愤恨 唉 可他毕竟是你的生父呀 白月如对自己的这个夫君 也是没有任何情感可言 毕竟每个皇帝的后宫家里三千 白月如的地位并不高 加上皇帝的不管不顾 再加上陈白宇被皇帝抱走 导致了白月如被后宫的其他妃子欺负 圣红鸾也同样被其他皇子公主欺负 生父又如何 娘亲 等大洲的事了 我便带你离开大洲前往大夏 在这大洲帝国你受了太多委屈了 是时候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了 圣红鸾比如不会再让自己的娘亲 待在这个鬼地方 甚至他现在巴不得立马就走 和这大洲帝国断绝关系 不过知道圣白宇是自己的弟弟之后 叶玄也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 这才选择留下 好了娘亲 我们不再聊这个老混蛋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现在怀了夫君的孩子 再过不久 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外甥了 圣红鸾神神秘密地凑到白月如耳边轻声道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白月如那忧愁的面容 此时总算是露出了笑容 不得不说 圣红鸾属实 是将他母亲的优良基因遗传的彻底 白月如虽说现在已至中年 但依旧可以看出来他年轻时的风采 经过这段时间当中的锤炼以及修行 实力也有了精进 即使是面对真正的真身进强者 也丝毫不虚 现在认真的进食 也已经达到了63次 叶玄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这里的生命力正在增加 至少能够延寿十年 原本因为复活白月如石减少寿源 导致头上生出白发也已经完全消失 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已经恢复到了鼎盛时期 只需要再过一段时间 自己就能够解锁突击奖励 到时自己的生命层次将会更进一步 说不定正好能够将损失的那个30年给补回来 陛下 大舟三皇子成白与秋剑 白菊走到叶玄的面前禀报道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他进来吧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老狐狸 又想耍什么计谋 叶玄早就已经料到圣白与会来 只是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 叶玄顺便把白月如和圣红鸾一同叫了过来 反正迟早都是要面对的 干脆这一次把所有的话都说清楚 免得之后麻烦 第120章 选择 夫君 圣红鸾带着白月如来到主厅中 非常轻易地叫了一声 见过陛下 白月如本想跪拜 毕竟这是君臣之礼 礼应如此 不过叶玄可不会受这礼节 赶忙站起身来扶住白月如 不必行此大礼 朕也并非是这般迂腐 礼节大于天之人 红鸾你先带着娘亲坐到一边吧 有个人要带给你们看看 叶玄赶忙道 娘亲 夫君与他人不同 之后你便会习惯的 圣红鸾带着白月如坐在一边 叶玄这时也回到主位上 没过多久 圣白羽就在白局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客厅当中 见过大厦皇殿 圣白羽现在虽然是大洲帝国的太子 但面对叶玄 依旧需要行礼 圣红鸾看到圣白羽的到来 也是为之一愣 圣白羽被立为太子的事情 现在大洲帝国人尽皆知 身在皇宫当中的圣红鸾 和白月如又怎能不知呢 不过圣红鸾想起了 大洲皇帝圣百世那天 对他说的话 这个是自己的龙凤胎弟弟 不由地将目光转向了白月如 白月如对圣白羽的到来 并没有任何的表现 甚至连一点情绪变化的 当然 这是叶玄看出来的 不过相反的是 圣白羽看到白月如也坐在旁边时 眼神当中的惊讶 是掩饰不住的 叶玄现在基本上了解 这究竟是什么 也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对策 太子 不好好的坚果 来正这所为何事 叶玄现在基本上属于 是揣着答案问问题 带着笑意地看着程白羽 大夏皇帝 你有通天之本领 能够起死回生 能否看在两国世代交好的份上 救救我大洲王朝 圣白羽目光看向叶玄 尝出了一口气 叶玄把玩着自己手上的龙骨剑 但并没有立马回答他 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现在大洲帝国 已经山雨欲来丰满楼 大皇子已经开始调计兵力 随时准备造反 而且 最近各城当中 不断出现孩童失踪的现象 我想各城当中 已经潜入了不少妖魔作祟了 二皇子现已残废 他不可能放弃这个皇位的 他身边依旧守护着两位真刚强者 对皇位始终虎视眈眈 他不过是想要等我和大皇子 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 出来捡漏罢了 但大皇子现在手中掌握着大量大洲帝国的军队 这皇位之争 必将使大洲帝国支离破碎 还请大夏皇帝 能够念在往日的交情 以及公主的感情上 助大洲一臂之力 稳定大洲的局面 圣白羽身在皇室当中 自然不可能是什么蠢人 对皇位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丝的渴望 白月如听到这话 表情也变得沉重的起来 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做不到像圣红鸾那般 完全割起这一片土地 你想我怎么帮你呢 叶璇还是带着一脸微笑 他已经猜到 接下来圣白羽要说些什么了 大夏皇帝既然有起死回生之能 必然也有延年益寿之法 是否能够为我父皇延续几年寿命 我相信只要有父皇在 其他两个皇子也不敢造次 圣白羽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当他说了这句话之后 圣红鸾看下他的眼神 便成了衣服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叶璇听到了自己预料之中的回答之后 笑了一下 手中把玩的龙骨剑这时 也以脱手而出 静止飞到了圣白羽的面前 圣白羽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可是见识过龙骨剑的威力 只需要略微锋芒 就能够将切成两半 看来这老家伙还是不死心啊 俗话说 不想皇帝的皇子 不配做皇子 给人延年益寿的代价 对于我来说 还是太大了 我可以给你另外一个选择 不仅能够安安稳稳地 将你送上皇位 还可以清除你 所有的心腹大患 若是你答应的话 就拿起龙骨剑 不必再谈 而你大洲帝国的事情 也与我无关 以我现在的实力 你这大洲帝国的几个真刚 还真奈我不得 叶玄站在他的面前 帝王之威宣泄而出 现在叶玄给了他一个 最为简单的选择题 若是他依旧执迷不悟的话那么 他就不配做这大洲帝国的皇帝 若是连这般眼界都没有 大洲帝国迟早也会毁在他的手上 圣白羽刚刚才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便开始心跳加速了起来 毕竟他是亲眼见识过叶玄的实力 圣白羽看向旁边坐着的圣红鸾 和自己真正的生母白月如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还请大夏皇帝相助 圣白羽在地上拔出了龙骨剑 并且跪倒在地上手缝上 看来你并不是一个傻子 最近各成孩童失踪 并非是什么妖魔作祟 而是大皇子的手笔 虽然我并不知道 这大皇子要这么多的孩童干什么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件事情你就不必再过问了 我会替你解决 至于你现在的任务 只需要稳住圣白氏便可 叶玄这时也要开始自己的布局了 再进入到皇宫面间 圣白氏时 他就已经扫描了整个皇宫 在皇宫当中 除了自己之前已经斩杀了的龙虎双兄弟之外 还有着一位真刚 不得不说 这大洲皇城中竟然有着三位 真刚守护着皇帝 手笔不可谓不大 毕竟先前的大夏皇帝 也就只有观星楼的三个真刚强者罢了 圣白羽苦笑道 在每个皇子的身边 都有着真刚强者的守护 但我一个都没有 叶玄 好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是两个真刚强者 他们会时刻保护你的安全 放心大胆地去做 在这大洲帝国当中 没人敢动你 谢陛下 圣白羽大为惊喜 万万没有想到 叶玄一出手便是大手笔 直接安排两个真刚在自己身边 叶玄此次 陪圣红鸾回大洲帝国 带了四局之外 还带着四位真刚强者 第121章 祭品 这四位真刚强者的任务 便是守护圣红鸾 但以大洲帝国的国力而言 两位真刚足矣 并且有着叶玄亲自守护 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 不过此次前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 圣白羽从地上站了起来 来到了白月如和圣红鸾的身前 扑通跪倒在了地上 白月如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还没有搞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圣红鸾倒是猜到了一些 所以显得并没有那么的慌张 太子你这是为何 赶紧起来 白月如想要上前扶起圣白羽 不过被圣红鸾拦住 并且重新让他坐回到椅子上 而臣见过母后 红鸾 先前是我混蛋 还请你能够原谅我 圣白羽已经明白了一切 脑子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在君王家讲感情 那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 只是为了讨好一个妃子 便让母子相离 甚至能够让母子反目成仇 这便是无情君王家 白月如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他并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儿子 只记得自己有一个女儿 他现在甚至在想 是不是因为自己死了太长时间了 导致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混乱 一时之间呆呆地坐的原地 回不过神来 娘亲 这确实是您的亲生儿子圣白羽 不过因为那个老混蛋 把哥哥从小就抱到玉贵妃的身旁 导致了现在这样的情况 哥哥快起来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切都只能怪那个老混蛋 这不是他的话 我们理应是幸福的一家 圣红鸾现在反而是那个清楚 一切来龙去脉的人 圣白羽现在依旧跪倒在地上 这么多年所受的委屈 在此刻喷涌而出 圣红鸾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白月如说了一遍 白月如这个时候 也以气不成声 也同样跪到了圣白羽的身前 与他相拥而泣 圣红鸾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地红了眼眶 叶玄早就已经非常识相地 离开了主厅 毕竟这种事情 自己一个当女婿的在场 实在有一些尴尬 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整个大洲帝国 都是一片祥和当中 孩童被掳走的案件 也已经平息了下来 最近百姓家的孩童 都看管得非常的严 已经没有孩童消失的案件发生了 不过 先前被掳走的孩童 也同样没有回来 他们现在已经被聚集到了 一个地牢当中 这个地牢当中的孩童 已经上千 整个地牢都响彻着 孩童们的哭喊声 圣僧这些孩童 应该足够了吧 圣天雄对着身边的和尚道 没有想到 殿下竟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弄来如此多的童男童女 殿下当真是神通广大 这些童男童女 再加上殿下的天赋 看来想要突破法相境 不是问题啊 和尚没有想到的 并不是圣天雄 在短短时间当中 能够弄来这么多的童男童女 而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 愿意将这上千的 大洲帝国孩童 当作祭品 和尚没有告诉他的事 动用谢生咒 是有备天道 即使是实力 能够得到大幅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 会遭到天前 使用了谢生咒的人 将永世不得见光 并且 寿命将会大大的缩短 以圣天雄的情况来说 他在谢生之后 最多还只能够活五年 这还是因为 他正值壮年的原因 否则的话恐怕一年时间都没有 若是想要延续自己的生命 就必须不断地 去吸食童男童女的血液 和变成一个妖怪 没有任何的区别 不过和尚也并没有打算告诉他 反正自己 只需要帮助他 夺得这个皇位 之后和尚也就能够功成身退了 二皇子 最近大洲帝国各地消失的 童男童女已经追查到了 所以的童男童女 都是被大皇子抓去 似乎是想要举办什么仪式 林老来到二皇子身边禀报道 二皇子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什么 他这是想干什么 难道是 想用大洲帝国的童男童女 最为祭品 这可是有被天道之势啊 这将会影响到大洲帝国的国运啊 二皇子现在的语气都变得沉重起来 像这种恶毒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做 圣卿志还是小看了自己的这个大哥 林老 白老 这段时间不必再守在我旁边了 不管如何 一定要将这些孩子救出来 否则的话 大洲帝国王也 这圣天雄真是畜生啊 圣卿志确实是一个做皇帝的料子 不过生在帝王之家实力不够 依旧难以生存 林老和白老本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被圣卿志驳回了 现在的圣卿志对圣天雄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圣卿志也是在赌圣天雄 不会再次把目光放到自己这么一个残废身上 而圣白宇这边与白月如相认之后 没有在明珠宫多作停留 他现在必须得要稳住圣白室 并且为之后做准备 现在整个大洲帝国属于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宁静 大战一触即发 现在就只差一根导火索 圣僧 一切都已准备齐全 可以开始了 圣天雄这三天一直在大洲帝国的一处深山当中 安排着死士建造了这么一个祭坛 并且所有的同男同女都被关押在了祭坛的底部 在祭坛上依稀能够听到孩童的哭喊声 好 殿下准备好 过程可能有一些痛苦 殿下你要忍一下 和尚手中的佛珠破散开来 分别镶嵌在了祭坛的八方 圣天雄也已经站到了祭坛的正中央 以无血为影 取生人之精华 助人之妖念 血生咒 且 随着和尚的咒语念完 在祭坛下方开始升起丝丝血液 孩童的哭喊之声开始更加的凄厉 所有的血液流进祭坛当中 朝着中央的圣天雄灌注而去 圣天雄浑身开始散发诡异的血光 并且他的气息开始不断地飞升 只是短短五分钟的时间就已经突破了 踏入真刚井 不仅如此 他的气息还在不断地飙升 圣天雄感受着自己身体当中力量的变化 开始在祭坛中央狂笑 第12章 一箭破旨 大皇子圣天雄 没想到你竟然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难道你就不怕遭天谴吗 立马收手 否则就算是陛下 也保不住你 此时先前守护在二皇子 圣青池身边的灵老与白老 追寻着蛛丝马迹 找到了祭坛 正好看到了谢生咒一世的进行 二老面色阴沉 这片天地中响彻着孩童的哭喊声 哟 这不是灵老和白老吗 你们不守着那个残废到我这来捣乱 难道就不怕 我趁机去宰了那小子吗 哈哈 圣天雄双目在血生咒的加持之下 变得通红 整个人也变得癫狂起来 地牢当中的孩童 血液不断地被抽取 维持着祭坛的运转 转眼间 就有上百个孩童气绝身亡 圣天雄的气息 也已经到达了真刚进巅峰 你去地牢救孩子 不管如何 都不能让他得逞 否则的话 大洲帝国的命脉 将会被这镊子断绝 灵老的实力 相对于白老要强大一些 所以决定 再次拖延他们的时间 我劝二位施主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此乃天意 不可为逆 否则 平僧愿替佛祖送二位 前往极乐事件 主持谢生咒的那和尚 依旧带着那妖异笑容 看向灵白二楼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气息 也全面展开 法相进 我大洲帝国王义 灵老一眼就看出 对方实力 与自己不是一个层次的 内心当中 也是颇为绝望 法相进对真刚进 本就是碾压 更何况灵老年迈 身上的实力 发挥不出七成 即便如此 他依旧没有任何的退缩 实践朝和尚宫去 阿弥陀佛 既然施主如此执迷不悟 那么平僧便祝施主 早登极乐事件 大罗金钟觉 开 和尚口中 尼南招法咒 天空出现一顶大钟 将灵老套住 这一顶大钟里 传来兵戈碰撞之声 金钟不断地旋转 发出嗡鸣之声 不过仅仅一分钟之后 所有的声音全部消失 而和尚也将那一口金钟 给收了起来 灵老所在的地方 此时也只留下了一团蓄物 白老此时 已经进入到了地牢当中 正当他想要解救 一些孩童的时候 和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阿弥陀佛 施主如此执迷不悟 那就羞怪贫僧手下无情了 和尚没有任何的多余动作 只是一个照面白老 便同样化作了一团血物 做完了这一切 和尚重新回到了祭坛旁 看着圣天雄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提升到了 真刚进巅峰 不过气息 还有一些漂浮不定 殿下当真是天命之子 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真刚 前来给殿下送养料 有了这两位真刚的精血 殿下突破法相 进不成问题 和尚说完这话之后 没有任何的犹豫 将灵老和白老死亡之后的血物 法阵当中 供圣天雄吸收 多谢圣僧 带得本王夺得皇位 国是一位非圣僧莫属 圣天雄此时 已经被实力冲昏了头脑 丝毫都没有注意到 他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现在只知道 自己的实力 已经突破至法相近 在这大洲帝国当中 自己将无人人敌 皇位也将唾手可得 献祭千名孩童的生命 只为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本就是一件 丧尽天良的事情 千名孩童的怨气 将会聚集在圣天雄的身上 此后 他的生活将不得安宁 不过就在 圣天雄得意忘形之际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被乌云全部笼罩了起来 顷刻间整片天地 电闪雷鸣 没有想到 皇室之中 竟然也能够出现 如此畜生 今天我就要替天道 斩出你这个害虫 开天见夜 叶璇早就已经查到了 圣天雄收集了上千海童 不过 他也不可能 一直在这里看着 当他感受到 这边的暴虐气息之后 是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 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夜玄从万里之外的皇宫 踏空而来 仅仅只是一箭 便将整个祭坛 劈了个粉碎 整个祭坛此时 都纷纷塌陷了下去 而此时的圣天雄 还沉浸在 实力提升的喜悦当中 毕竟只是这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他的实力 就从一品提升到了法相境 这个感觉 就跟做梦一样 在开天见义面前 即使是同为法相境的和尚 也同样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等到夜玄 展出这一箭之后 这才捕捉到了夜玄的身影 阿弥陀佛 施主这是何为 你并非是大洲之人 有这般实力 为何要管此闲事 无奈千佛宗高僧 此事施主 若是不给平僧一个交代 平僧也不会善罢甘休 和尚在这个时候 脸上的表情 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妖艺的笑容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冷漠 又是你这该死的千佛宗 我迟早要将你这臭和尚窝 一锅端了 夜玄早就已经注意到 这个和尚了 也清楚他肯定是千佛宗的人 现在既然已经和千佛宗结仇 那就没有必要有任何的顾忌了 先前出手的那个普渡大师 应该就是千佛宗的高层强者 既然现在 自己已经有弄死这普渡大师的资本 那千佛宗其他人 也不过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施主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一些 我千佛宗乃天下明宗 你说的这话 是否有一些太子大了 和尚脸上的肌肉抽出了一下 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仅仅只是一个法相径 就不把千佛宗放在眼里 啊 是谁 是哪个该死混蛋破坏我的仪式 此时 圣天雄这才从仪式当中反映了过来 目光朝着夜旋 这个方向看了过来 他现在的实力 也已经到达了法相径 并且身上充满着暴虐的气息 就如同是一个泄露的炸药桶一般 一点急炸 就是你 我要将你扒皮抽鸡 生死你的血肉 杀你一万遍也不够 臭小子 你就受死吧 圣天雄前一秒 还沉浸在实力大幅度提升的喜悦当中 但没想到 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 双目血红地 换出自己的霸王枪 殿下 他也是法相径 不可大意 与平僧一起将他拿下 和尚看到这个二愣子 直接冲了上去 赶忙对着他提醒 第123章 一拳破万法 找死 夜旋根本就不把这个使用邪术 突破到法相径的大皇子 看在眼里 法相之径亦有差距 更何况是像圣天雄这般 使用邪术突破的 这不仅仅是他自己刚刚突破境界不稳定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实力 并不是自己一步一步修炼上来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而夜旋一步一个脚印修炼下来 虽然现在还是法相径 但对于这个这样的二流子法相 完全可以直接碾压过去 开天剑夜 裂地枪翼 只是眨眼之间 双方的剑翼与枪翼碰撞在了一起 只不过夜旋的剑翼气快无比 圣天雄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挡的实力 就仅仅只是这么一个照面 圣天雄的左臂直接被卸了下来 啊 圣天雄虽然说 确实是使用秘法突破到的法相径 但毕竟是已经跨入到法相径的强者 在一旁看到 只是一个照面 就卸了圣天雄左臂的夜旋 就像是看到一个妖怪一样 他现在已经做好准备跑路了 毕竟搭上这么一个猪队友 面对夜旋这样的强者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胜算 真是个蠢货 难怪大洲皇帝不将皇位传给他 就到瞎了狗眼 和尚看向圣天雄的眼神 无比的厌恶 这时口中已经开始 呢喃着逃顿的法咒了 而此时夜旋的剑 已经架在圣天雄的脖子上 圣僧救我 圣天雄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只能够朝和尚求救 你这个蠢货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此人非同一般 你自生自灭吧 顿身术 和尚念完了咒之后 就消失在了原地 已经逃顿到了百里之外的 一座高山之上 混蛋 裂地法乡 圣天雄眼看着和尚 已经抛弃他离开了 只能够做出拼死一搏了 但他才刚刚突破 根本就掌握不了 自己身体当中的力量 只能勉勉强强地 使出别角的枪一法香 夜旋本来也就不打算 杀这个畜生 他身上的罪孽 可不是这么爽快地死了 就能够偿还呢 他身上所背负的罪孽 就算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再加上这个人自己留着 还有些作用 至于那个和尚 夜旋又怎么可能放过他呢 他的位置 早就已经被夜旋锁定 只要他 还在大洲帝国境内 他就永远逃不了的 这千佛宗的臭和尚 到处霍国殃民 夜旋并不打算放过 任何一个千佛宗的人 我跟你拼了 给我去死 圣天雄化作一杆 长达二十米 巨大的长枪 静止朝着夜旋方向劈来 既然你对你的实力 这么自信的话 那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法香 开天法香 开 夜旋以龙骨剑为影 化作一柄长达百米的巨剑 相比于圣天雄 那只有区区二十米的长枪 就如同小巫见大巫 圣天雄现在内心里面 已经彻底绝望了 他现在才无比清楚 自己和夜旋之间的差距 究竟有多么的大 长枪与巨剑碰撞在了一起 圣天雄恢复人形 静止朝旁边的大山飞去 最终大山被砸得粉碎 并且还在地面上 砸出了一个深坑 当夜旋还是留守了 否则这么一个照面 就足以将圣天雄杀得灰都不上 既然你这么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那我便将你的所有经脉打断 让你刚刚得到的十里烟消云散 让你这辈子当一个废人 夜旋充满厌恶地 看着面前的圣天雄 不 不可以 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修为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圣天雄整个人陷入到了癫狂当中 但是他现在被夜旋的帝王之威 与法相之力压制得动弹不得 根本就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 龙骨剑直接挑断了 他身上的所有经脉 一生修为烟消云散 便成了一个普通人 啊 你不得好死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圣天雄看着自己的修为流失 开始不断地诅咒着夜旋 郭噪 夜旋直接一拳打断了他的下巴 让他无法再开口说话 最后一拳将他击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圣白宇那边安排过来的人 也已经赶到 夜旋让他们先将圣天雄带回去 自己则是转瞬之间消失在了原地 百里之外 真是个蠢货 这次真是瞎了眼了 看来只能找下一个目标了 和尚在百里之外的山上对战场 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圣天雄一个照面 就被打成了残废 心中也是无比的恼火 不过他也庆幸 没有和圣天雄一起去对付夜旋 否则的话 自己可能也跑不了了 正在他打算念咒离开之时 身后却传来了让他惊悚的声音 你这又是想跑到哪去呢 夜旋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满脸带着笑意地看着他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这里 而且 这里距离祭坛百里 你的速度怎会如此之快 和尚顿时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但是不管他怎么去念咒 想要拉开与夜旋直接的距离 他和夜旋之间的距离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就不需要你去多管了 反正你也是将死之人 你也不用跟我说什么千佛宗来吓唬我 就是因为你是千佛宗的人 我才来杀你 出手吧 夜旋也不想在这里多浪费时间 转眼间 龙骨剑已在手中朝着和尚 直接斩了过去 和尚这个时候 也是知道自己已经跑不了了 不如拼死一搏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他所修行的 与一般建议或者权益不同 他修行的是一口金钟 这口金钟在他的手中 不断地散发嗡鸣之声 并且 这个和尚将这个金钟 护在自己身上 这口金钟的防御力惊人 一时之间 夜旋竟无法破除 这一口金钟的防御 施主 相遇便是圆 我可助你修行 来千佛宗吧 以你的天赋 在千佛宗将会更上一层楼 和尚现在的防御 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但夜旋的建议太过锋锐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他配合着金钟 所发出来的嗡鸣声 开始对着夜旋洗脑 金钟所发出的嗡鸣声 能够大幅度地影响人的灵魂 第124章 计划 看来那个畜生 应该就是这样被你蛊惑的 既然建议无法破除 你的防御 那就试试这个吧 金身法香 开 夜旋不想再和这个和尚 继续耽误时间了 直接开启了无敌金身法香 只是片刻 他便化作了身高百米的金色巨人 并且一拳朝着和尚的金钟 轰击而去 不好 金钟法香 开 和尚此时也是非常清楚 这一拳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不敢有丝毫大意 立刻开启了自己的法香 一口巨大的金钟 笼罩住了和尚的身体 与此同时 这口金钟 开始发出无比沉闷的嗡鸣声 夜旋的拳头 和和尚的金钟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声闷响 这声闷响 搭配着金钟发出的嗡鸣声 让夜旋烦躁不已 夜旋此时也狂躁了起来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就已经轰出数拳 和尚此时 躲在金钟当中 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 他现在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 金钟的防御 迟早是要被破除的 而到了那个时候 就只有死路一条 迷魂金钟咒 且 和尚的口中 呢喃了一些咒语 金钟当中 开始发出了念诵经文的声音 伴随着夜旋一拳一拳的轰击 周围的生灵 都口吐白沫晕倒在地 甚至有一些离得近的 直接蹊跷流血 生死不知 夜旋此时 听到这些声音 也感觉有一些 头晕眼花的样子 他也知道 不可以再这样 继续拖下去了 再拖下去 恐生变故 一拳破万法 给我砸 夜旋在一个呼吸之间 已经将一拳的力量叙吼 这一拳轻住了 一粒破万法的力量 即使这口金钟 能够抵挡住 里面的和尚 也要受到不少的伤害 不好 金钟护体 和尚此时也意识了过来 立马就施展了 自己最强的防御手段 一声剧烈的轰鸣声 响彻天际 天空当中 飞出一道身影 正是那个千佛宗的和尚 此时他已经蹊跷流血 手中的佛珠与金钟 都已经碎裂 而夜旋也已经解除法香 根本就不打算 给这和尚任何的机会 在空中一箭 就将这和尚的头颅斩下 妖僧 夜旋一脸嫌弃地 将这和尚的头踢开 看向他碎裂的 那一口忠与佛珠 本来这两个 东西都是不错的防御 但是既然被打碎了 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这个和尚的实力尚且还行 不过他基本上 都是防御的手段 没有任何攻击的招式 除了那个造成 灵魂攻击的终生之外 基本上无法置人于死地 但以夜旋的灵魂强度 就连上次的勾魂范英 配合着菩提花都 无法将他的灵魂勾走 更何况 仅仅只是 这么一个法香镜 并且上次的夜旋 还仅仅只是 一个真刚 而现在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法香镜 灵魂强度更胜一筹 夜旋解决完了这一切之后 便回到了明珠宫 至于祭坛下的地牢当中 侥幸存活下来的孩子 自然被圣白羽解救了出来 不过最终 也就只救活了三百个孩子 其他的孩子已经身亡 这三百个孩子 暂时还没有被送到 他们的家庭当中 圣白羽还有自己的计划 毕竟 现在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大皇子 已经沦为了废人 并且 他将大洲帝国的孩童 当作祭品 做了如此桑尽天良的 只要他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 他的名望将会大幅度地提升 到时 对自己登上这个皇位 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打算选一个日子 将这件事情散布出去 而他现在唯一的一个竞争点 就在二皇子圣卿之身上了 至于现在的大洲皇帝圣白氏 上次契机攻心之后 早已命不久矣 只要二皇子不捣乱 这个皇位非自己莫属 不过现在圣白羽也想得非常清楚 圣白氏 现在只是将自己当作一个棋子 若是自己对他没有任何用处了 或者威胁到了他 迟早都是要被抛弃 甚至会被抹杀 毕竟自己仅仅只是一个数出 大洲皇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 将皇位传给自己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必须得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首先 他就是要将自己在百姓当中的名声打好 自己的大哥 正好为自己铺好了这一条路 大哥呀 没有想到 你临死之前 还要为小弟铺上这么一条路 小弟当真 要好好感谢你啊 圣白羽经历了这么多 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傻白田了 圣天雄现在依旧是昏迷着 毕竟他现在经脉寸断 和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再加上受了这么重的伤 没有个十天半个月都不可能醒过来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就在此时 叶玄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以叶玄现在的速度 短距离瞬移已经不成问题了 陛下 圣白羽刚想行礼 但叶玄对他摆了摆手 表示不用 我打算先将圣天雄所做之事散布出去 并且将圣天雄斩首示众 以告为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亡魂 并且将救回来的孩子 还回到他们的家庭当中 至于那些已经死去的孩子 便只能给百姓的家中发抚恤金了 最后圣天雄手中掌握着 大洲帝国的兵权 我需要一段时间 将他军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 不得不说 圣白羽虽然平时吊锒当的 但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谋略 叶玄对他点了点头道 这确实是最优解 不过你还是忘了两个个人 圣天雄有些疑惑 谁 叶玄 你的父皇和二皇子 他们两人都个怀鬼胎 我刚刚在祭坛附近 还发现了另外两个真刚的精血 我想应该是二皇子身边的人 至于你父皇身边 常年守候的那龙虎兄弟 先前来明珠宫时 已经被我除掉了 但即便如此 你父皇身边 还有一位真刚守护 所以他们 没有那么容易让你得逞 圣天雄听到这里 顿时皱起眉头 他心里面是想要名正言顺地 登上这个皇位 毕竟他也不想 背上手足相残 甚至是是父夺位的名声 但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步 他也不得不除掉 威胁到自己的一切存在了 第125章 接管 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父皇 或是自己的皇兄 毕竟皇家本就如此 若是你不杀他 那总有一天 他会反过来杀你 现在大皇子已经被除掉 对这个皇位还有野心的 也就只有二皇子了 虽然说现在二皇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残废 但他的野心反而是三人当中最大的 毕竟他和大皇子都属于嫡出 大皇子因为暴虐的性格 不被皇帝信任 但二皇子则是与之相反 性格温文尔雅 但也同样杀法果断 对于一些必要的事情 从不手下留情 本就是太子的最佳人选 这也是为什么大洲皇帝 听闻太子遇害时 直接吐血昏迷的原因 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先解决一个了 圣卿制也不是什么好人 只是他隐藏的比较好而已 若非是他的母妃 我的生母也不会受尽折磨 圣白宇现在的脸上充满着冷峻之色 从小到大 他是亲眼见过 后宫是如何去对待那些没有地位的妃子 同样也看到了许多白月如被欺负的画面 而在这些欺负妃子最凶的一个 便是圣卿制的生母 张寒清 他仗着自己生了一个优秀的皇子 并且从小就被皇帝宠着 对后宫当中的妃子丫鬟 经常都是拳打脚踢 让那些没有地位的妃子们 在寒冬腊月蹲在河边洗衣 故意将他们推下冰冷的河水当中 有时不仅要将他们推进河水当中 还会在河水当中放毒蛇 使得许多妃子惊寒交加 最终病死在床上 但在皇室当中 毕竟母贫子贵 当时的圣卿制已经是清定的太子了 皇帝对于张寒清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使得整个后宫的妃子们苦不堪言 有些妃子们甚至不堪受辱 上吊自杀了 但当时她对白月如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印象 只知道 她是皇宫三千家里当中的 一个妃子罢了 怎么也想不到她 竟然是自己的生母 想到之前 自己还和其他的皇子 欺负过自己的生母和亲妹妹 她都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 不过现在她最恨的还是圣百事 若非是 她将自己抱走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现在 你自己要想好所有的一切 究竟想要如何夺得这个皇位 你的父皇虽然说 上次确实气急攻心 但依靠这药物 依旧可以支撑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不可能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 大约五天之后 我就该回大夏了 在这五天当中 我将会全力助你 不过这一切都还得看你 毕竟最终这大州的皇帝 还得是你来当 而不是我 叶璇非常认真地看着她 怎么说 这也是自己的大舅子 能够帮到的 尽量还是要帮一下的 嗯 明天我将会把所有的事情给安排好 父皇那边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步 我相信 以他那怕死的性格 不可能做到不顾一切 圣百与表情沉重地点了点头 明天我将会亲自到场 到时 我需要看到你的决心 叶璇说完这话之后 便离开了 圣百与在叶璇离开片刻之后 自己也起身前往军营了 明天的事情 毕竟事关重大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军队 都是要讲究兵符的 大州也不例外 而圣天雄生性多疑 性格残暴 对自己身边的人 根本就不信任 所以他的兵符 一般都是随身携带在身上 圣百与此时拿着兵符 来到大州军团中调集兵力 安排在了军队当中 当夜 军营当中都率先知道了 圣天雄所做之事 但有大部分的人都并不相信 特别是跟了圣天雄很长时间的人 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忠心之事 他们都认为 圣天雄不过是在胡说八道罢了 而且 圣天雄在军营当中 培养了许多的死士 不过圣百与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 必须拿下大州帝国的核心军团 所以这些死士 通通都被暗中除掉了 哪怕是采用武力压制的方式 一晚的时间 圣百与充分利用了夜悬给他的两位真刚强者 真刚强者一出 没有人敢有任何的意见 至于那些对圣天雄忠心耿耿的铁头娃 则是被圣百与一一斩杀 杀鸡儆猴 就仅仅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大州军团的掌控权便易主 这便是实力为尊的事件 圣百与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便来到了自己所见的地牢当中 地牢当中只关押着一人 那就是自己的好大哥圣天雄 圣百与还特地使用了丹药 让他清醒了过来 此时的他虽然虚弱 但还是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自己身体的痛苦 你这个混蛋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先前倒是我小看你了 没有想到 你竟然才是最阴的那个 圣天雄看到圣百与的到来 顶着虚弱的身体 对着圣百与怒吼 但圣百与仅仅只是坐在旁边 一脸可怜地看着他 似乎是在看着一只丧家之犬 你这个小混蛋 聂种 你一个庶出凭什么继承皇位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觉得那个老头 会那么轻易地 把这个皇位给你吗 在他的眼里 你永远都是一个废物 一个庶出 一个庶出 永远入不了他的眼 你不过是一个棋子 你就等着被抛弃后抹杀吧 哈哈 圣天雄现在已经有些疯癫了 一身修为被废 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并不想争这个皇位 但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那老家伙想要利用我 让我当他的替死鬼 但他又怎能想到 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知道你对这个皇位垂涎已久 但不是你的 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这就是命 你得认命 明天你将会被斩首示众 而且我也将会在明日坐上皇位 希望你在地下能好好看这一幕 圣白宇喝着小酒看着他 似乎从来都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你不敢杀我的 我是大皇子 圣天雄嘶吼 但这个牢房中就只剩他一人 圣白宇已经离开 他除了绝望就只剩绝望了 第126章 希望 父皇 大皇子勾结千佛宗妖僧 以千名孩童为祭品 只为提升自身实力 千佛宗妖僧以贝尔臣斩杀 此乃千佛宗妖僧的向上人头 献给父王 现在皇兄不知去向 不知父皇打算如何处置皇兄 朝堂之上 圣白宇将那个千佛宗和尚的向上人头 摆到了圣白室的面前 这个逆子竟然干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现在虽然说 圣白室已经将太子之位传给了圣白宇 但实际上的权力 还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的脸上表情从震惊逐渐变为了阴沉 不过他内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悦的 他本来就想要让这三个 对自己皇位充满渴望的皇子 好好逗一逗 现在 这也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圣白室现在的生命力 已经开始极度流失 整个人都变得苍老了许多 毕竟以他无法突破真刚的实力 再加上上次的气急攻心 此时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这个时候 听到了这个消息 表现出来的一副无比失望的模样 这 大皇子竟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 有为天道的事情 这对大洲帝国的国运 可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定要将这大皇子祭天 否则难以平息天道的怒火 到时整个大洲帝国 恐怕都要亡以 下面的所有大臣 听到了这个消息 无不震惊 毕竟以孩童祭祀 本就是一件无比恶毒之事 必将会遭受天谴的 大皇子在进行祭祀仪式时 已突破法相境 不过因为我们的干扰 导致仪式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重伤他之后 他便逃顿了 还请父皇尽快做出决定 抓捕大皇子圣天雄 并且斩首示众 一位明星 圣白宇这个时候 一直都在观察着圣白室的表情 想要从他的表情当中 看到一些什么 法相境 整个朝堂当中 都是一片哗然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真刚强者 就已经是他们触及到的顶峰 圣白室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毕竟他的武道天赋 和圣白宇差不多 穷极一生 也勉强只是达到了 三品的实力 这时听到圣天雄 仅仅只是依靠了一个仪式 就突破到了法相境 他眼神当中的渴望 是藏不住的 毕竟他现在的寿命 已经不多了 如果他的实力 可以同样突破到法相境 那么他的寿命 也将会大大的延长 这种事情 不管是谁都难免心动 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 看向了地面上 那个和尚的头颅 露出了一脸可惜的模样 毕竟这和尚 竟然可以有方法 快速提升一个人的实力 但是就这么被斩杀了 若是这个和尚 能够给他 也提升一下实力的话 千万孩童的性命又如何 只要是能够保住 圣白室他的性命 多少孩童的性命 他都觉得不足惜 是的 不仅如此 这个千佛宗的妖僧 也同样是法相境 圣白宇一脸平静地 看着大洲皇帝 似乎这位法相境强者 在圣白宇的眼中 不值一提一般 什么 既然这个妖僧是法相境的 你又是如何将他的头颅斩下 圣白室再一次瞪大的眼睛 不过看到圣白宇 那平静的目光之后 表情也逐渐变得沉重了起来 圣白室现在也非常清楚 面前的圣白宇 已经和先前不同 他说的这句话 分明就是在威胁自己 大洲皇帝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这三个儿子 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原本以为 二皇子是隐藏最深的那一个 但万万没有想到 平时最为有手好闲 不问世事的三皇子 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一个 圣白宇现在的这句话 就已经摆明了 说在他的身后 同样有着法相境强者支持 甚至有着远超于法相境 能够与千佛宗对立的势力支持 皇科保听令 立刻下发逮捕令 逮捕大皇子圣天雄 任何发现他踪迹的人 赏黄金百两 抓捕圣天雄之人 可得黄金万两 记住要抓活的 圣白室的目光 从圣白宇的身上移开 开始安排着 一切抓捕的事情 圣白宇这时心里面 也跟明镜一样 他清楚 自己的这个好父皇 还是不打算放手 只要有一点机会 他都不会从这个皇位上下来 陈灵指 黄科保这个时候 也算是有苦说不出 这个傻子 竟然妄想让大洲的人 去追捕一个法相境强者 而且还要抓活的 这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整个大洲帝国 都没有一个法相境 而法相之下 去抓捕一个法相境强者 这不就等于是去送死吗 但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若是不接纸的话 违抗黄命 可是死路一条 父皇 若是抓捕了圣天雄 父皇打算如何处置他呢 圣白宇现在 还是想要探探 这个皇帝的决心 此事等抓捕之后再以 他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镇定将严惩不待 圣白室皱了皱眉 他发现自己之前 最为小看的一个儿子 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和之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不知父皇可否将此事 交予而臣来负责 而臣定将抓捕圣天雄 给百姓一个交代 圣白宇不由心里面冷笑 这个老家伙 无非就是想要从圣天雄那里 得到提升实力的方法 以延长自己的寿命 他现在已经彻底摸清楚 自己面前这个好父皇的心思了 除非他死了 否则的话 这个皇位必然不可能 到圣白宇的身上 好啊 若是你真的能够将圣天雄给抓捕 镇定将大大有赏 圣白室也不是傻子 他非常清楚在 大洲帝国境内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 可以去抓捕一个法乡进强者 但圣白宇不一样 既然圣白宇身后的人 可以直接将一位法乡强者斩杀 抓捕一个已经受了重伤的圣天雄 肯定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臣谢父皇 圣白宇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立刻跪地谢恩 朝堂之上的事情结束了之后 圣白宇回到了 关押大皇子圣天雄的地牢当中 依旧是一脸可怜的 看着面前的皇兄 第127章 底蕴 我的好皇兄 父皇现在可是非常迫切地 想要见到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圣白宇蹲下身子 看着扑倒在地的圣天雄 圣天雄因为所有的修为 都已经被废了 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的 现在就如同一只恶犬一般 看着圣白宇 你不得好死 你勾结外人 残害自家兄弟 你放心 那个老家伙 是不可能把皇位传给你的 他只不过是想要我们兄弟 相互削减对方的实力 他好坐收渔翁之力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你就等着看吧 圣天雄咆哮道 你有本事 现在就杀了我 现在就杀了我呀 圣天雄知道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争夺皇位的资本和可能 现在他一身实力 都已经烟消云散 这和杀了 他没有什么区别 放心吧 我的皇兄 在我登上皇位之前 你是不会死的 我要让你亲眼看到 你心心念念的皇位 被我夺走是什么感觉 圣白宇饱含着一点笑容 说完这句话 便扬长而去 留下圣天雄在原地哭喊着 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叶璇看着坐在面前的圣白宇笑道 此时 圣红鸾和白月如也同样在身旁 不过他们现在还依旧有一些生疏 即使确认了他们三人的关系之后 这么多年的隔阂还是存在的 所以 他们三人并不能够如同叶璇一家那般的亲密 不过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有的是时间磨合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将大洲帝国的事情给解决 所有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老家伙依旧是不死心 他想要活捉圣天雄 恐怕是想要从圣天雄的身上得知献祭之法 若是他的实力能够突破的话 他的寿命也将会延长 若是真的让他知道了 恐怕又是一场灾难 圣白宇脸色沉重道 那你接下来打算如何安排呢 叶璇现在基本上只是充当一个打手 他并不想太过于干涉他国的果实 我打算在皇都当中的祭天 还将圣天雄斩首示众 皇帝那边想要反应过来 还需要一定时间 而到那时便是最后一波的时候 这个老家伙留着 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现在已经被自身利益蒙蔽了头脑 为了延续性命 恐怕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圣白宇深深地皱了皱眉 叶璇道 你这是打算玩一手先掌后奏 你就不怕那个老家伙 直接跟你翻脸 圣白宇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他也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必要了 圣天雄罪孽深重 身上背负着数百孩童的性命 死一百次都不足惜 圣白宇虽然说平时吊锒铛的 但至少他永远都不会做出如此 丧尽天良的事情 那好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的话 到时我必将会助你一臂之力 以我的实力足以震慑整个大洲 明天就是解决这一切的时候 若是我的感觉没有出错的话 目前大洲帝国皇宫当中 就只还剩下三个真刚 其中一个隐藏在大洲皇帝身边 另外二个则是隐秘在皇宫的角落 似乎是在寻找这些什么 叶璇现在的感知 已经足以覆盖整个大洲皇宫 现在大洲帝国的强者所在的方位 他都一清二楚 那两个应该是二皇子的守护者 他们没有找到圣天雄的尸体 并且外面已经开始传说补圣天雄的消息 所以他们断定 圣天雄还没有死 现在他们应该是想要在皇宫当中 搜寻圣天雄的踪迹 据我所知 大洲帝国皇室 能够调动的真刚强者 只有五名 其中龙虎兄弟与张俭 常年守候在那老家伙身边 而灵老和白老 则是给二皇子当护卫 圣白宇对这些东西 还是非常熟悉的 不过他现在也是非常奇怪 为什么皇宫当中 就只剩下三个真刚活动了 除了之前 已经被叶璇斩杀了的龙虎兄弟之外 应该还是有五个真刚强者才对 那个二皇子的护卫 已经在那一战当中死了 而那两个在皇宫当中 寻找这些什么的人 我之前在皇宫当中 都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应该是这两天 才进入到皇宫当中的 叶璇摇了摇头 否定了圣白宇的猜想 白老和灵老都死了吗 那应该就是圣天雄的守护者了 他们应该就是在 寻找着圣天雄的踪迹 圣白宇听到灵老和白老的死脸上 流露出来了一抹遗憾 最后化作了一声苦笑 现在大洲帝国基本上 所有的强者都已经被叶璇尽数斩杀 大洲帝国皇室能够掌握的真刚强者 本来就不多 现在一下子就损失了四个 这对大洲帝国 本就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本来先前的大洲帝国 还有与大夏略微抗衡的能力 现在完全就是烟消云散了 此次大洲帝国可谓是元气大伤 毕竟真刚强者 对于大洲来说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资源 叶璇这时也看出了圣天雄的忧虑 叶璇无奈道 你这老家伙 是不是也该出来了呀 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是时候为你的国家出一份力了 圣白雨这时还有一些猛 不知道为什么 叶璇要对着空气说话 叶璇陛下 我已经老了 虽然说最近修行陛下的 百炼成钢法实力 确实是有一些突破 但我这么一个老头子 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赵百战缓慢地从旁边走了出来 赵百战在这么长时间的药物条理 和百炼成钢法之下 终于是突破了自己的瓶颈 到达梦寐以求的真刚径 赵叔你现在可谓是老当义壮 而之后我便不需要赵叔的保护了 有夫君在我的安全不是问题 日后赵叔或许还是要留在 大洲皇室跟随皇兄 大洲日后还是需要赵叔的铁拳呢 圣红鸾跟赵百战 直接已经并非只是主仆关系 圣红鸾一直都是将赵百战 当作自己的长辈来看待 赵叔 圣白雨干笑了一声 毕竟之前在大夏的时候 因为圣红鸾的事情 与赵百战有些冲突 现在他也是有些尴尬 第128章 掌控 好了 你小子还算是实时务 没有一条路走到黑 既然公主都这么说了 明日我便随你一同去一趟 赵百战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先前叶玄斩杀龙虎兄弟的时候 他也在场 龙虎兄弟是自己的徒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 但谁让他们两个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叶玄的实力 赵百战一路看过来 就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妖怪 没有办法 只能算他们倒霉 白雨在此谢过赵叔 圣白雨赶忙败谢 次日 黄兄 该上路了 圣白雨来到皇城外的地牢 圣天雄已经没有个人样 劈头散发的匍匐在地上 像一条恶犬一般 看到圣白雨就开始狂叫 对着圣白雨一阵臭骂 昨天一天 圣天雄的事情 就已经人尽皆知 整个大洲帝国 对这个大皇子 可谓是痛恨 而今天一大早 圣白雨就让人 将消息散布出去 称圣天雄已经被抓捕 将于今日押送会城 一大早 整个皇城都闹得沸沸扬扬 特别是那些 被圣天雄掳走孩子的家庭 恨不得将圣天雄碎尸万段 一大早上的皇城路边 百姓们的臭鸡蛋菜叶子 已经准备就绪了 大家都想要出出 自己心里的那口恶气 在圣天雄还没进城时 百姓们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一个个臭鸡蛋 砸在了圣天雄的脸上 你们这帮刁迷 你们死定了 等本王出来 一定让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等着吧 等本王出来 定要将你们剥皮抽筋 把你们丢去喂狗 圣白宇 你这个小畜生 你不得好死 你勾结外敌 残害兄弟 你才是大周的罪人 圣天雄即使是沦落到现在 这种地步 依旧是嘴上不饶人 圣白宇走在马车内 看着这一切 他要不断地羞辱圣天雄 将他的自尊心 在地上反复踩踏 并且将他所珍视的一切 通通都抢夺 只有这样才能抚慰 这数百孩童的在天之灵 皇宫大殿内 陛下 太子殿下正压着大皇子游街 朝着皇宫的方向而来 现在皇城中太子殿下的威望 已到达巅峰 太子殿下 竟然能够将已经突破到 法相近的大皇子秦拿 看来太子殿下身后 定有高人相助呀 陛下可谓是慧眼如炬 大周帝国交于太子殿下手中 至少可保大周帝国百年稳定呀 朝堂当中 一个大臣站出来 一脸笑意地说道 朕还没有死呢 你便让我将大周交到太子手上 你这是何居心 你这想要咒镇早点死是吧 来人 给我拉下去斩了 圣百世现在的心情 本来就已经是一塌糊涂了 这个大臣可谓是撞到了枪口上 陛下饶命啊 臣一时糊涂 陛下饶命啊 这个大臣立刻开始磕头饶命 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还是被拉了下去 斩首示众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之后 整个朝堂上都已经人心惶惶 没有人再敢发言 太子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 圣百世现在已经有一些等不及了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圣天雄突破的方法 启禀陛下 按照太子殿下现在这个速度 大约一刻钟之后便能到达皇宫 皇城进卫军首领赶忙回答 叫一个人去催一下 让太子快点 差不多得了 圣百世深深地皱了皱眉 他现在也是感受到 圣百宇似乎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 皇城大街 太子殿下 陛下传来口谕 请太子殿下尽快赶往皇宫 不要再耽误时间 一个皇城进卫军传来周地的口谕 嗯 告诉父皇 儿臣会尽快的 圣百宇冷笑了一声 心想这老头看来已经是等不及了 不过他又怎么可能让这老家伙得逞呢 圣百宇早就已经把今天的所有一切都安排好了 等进卫军离开之后 圣百宇直接命令车队调转了方向 朝着皇城祭天台赶去 你想带我去哪 你这个小畜生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圣天雄刚刚刚刚还非常嚣张 但当他看到圣百宇带着他朝祭天台赶去的时候 他彻底慌了 因为他原先的底牌就是赌周地不会杀他 毕竟他是非常了解周地这个老家伙的 自己的身上有突破实力的方法 这个老家伙怎么可能会放过呢 不愧是出自一家 所有人的心思都已经想到一块去了 圣百宇当然也不例外 而现在圣百宇则是作为这所有一切的主导者 不管是圣天雄还是周地都没有想到 圣百宇会临时调转方向朝祭天台去 说了今天会将你斩首示众 以为数百被你残害孩童的在天之灵 今天不管是谁都救不了你 你那心里面的小算盘 还是留到地下去打吧 圣百宇对着他冷笑了一声 皇宫赶到祭天台至少也需要一刻钟的时间 而自己此时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抵达祭天台 太子殿下将在皇城祭天台 把大皇子圣天雄斩首示众 一位死去孩童的在天之灵 妄能得到苍天的原谅 勿将灾难降与大舟 一分钟后 一条无比炸裂的信息 在皇城当中响彻了起来 好 太子殿下好生之德 为世间除去如此祸害 大家一起去看看呀 大皇子这个恶魔要被斩首示众啊 百姓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纷纷朝着祭天台的方向赶去 所有人都想亲眼看到圣天雄被斩首 当然 这个消息也同样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面 什么 这个逆子 没有想到跟朕也玩这一套仙斩后奏 出动皇城禁卫军 一定要保住大皇子的性命 朕留着他的性命还有大用处 周帝现在脸上的表情可谓是每秒一变 他早就已经猜到 圣白宇肯定要耍一些什么花招 但是没有想到这圣白宇竟然如此的大胆 竟然直接想要给自己来一个仙斩后奏 自己是否能够再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可都寄托在圣天雄的身上了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能让圣天雄就这么被斩了 第129章 刀下留人 你有本事就杀我 看你杀了我 那老家伙会不会放过你 圣天雄这个时候已经被压上了斩头台 不过他现在依旧嘴硬 似乎他心里面就是笃定圣白宇不敢杀他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嘴硬 到现在 不会你还以为我想要让那老家伙心甘情愿地传位给我吧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的 还有一些人没有到场呢 若是就这样 让你死了 实在是太便宜你了 圣白宇一把抓住了他乱糟糟的头发 将他的头给提了起来 一脸冷笑地看着他 就像是看到一只丧家之犬一般 圣白宇 你不得好死 圣天雄再次咆哮起来 圣白宇没有再管他 将他的头推开 一脸嫌弃地擦了擦自己的手 自己慢慢地走向了肩斩台上 而此时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自己安排的方向行进 及时已到 斩 圣白宇可不管什么及时不及时的 对于他来说 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便是及时 祭天台下的所有百姓 此时都在呼喊着 现在斩杀圣天雄 已经是明星所向 所有的百姓 都在痛骂着圣天雄 此时柜子手已经准备救绪了 一柄九环弯刀架在圣天雄的脖子上 是时候该出来了吧 圣白宇口中呢喃道 就在柜子手的九环弯刀 即将斩下圣天雄的头颅时 在祭天台上出现了两道人影 这两个人 只是一瞬间便出现在了祭天台上 很明显 这已经不是一品高手 能够到达的速度了 果然还是来了呀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吧 圣白宇此时脸上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他早就知道 圣天雄之前的两个真刚强者 肯定会在关键时刻来救他一命 而这两个真刚强者 肯定是留不得的 必须要将他们斩杀在这里 而且他还要等待皇帝的到来 现在戏台都已经给周帝搭好了 现在就差周帝这个主角的到来 太子殿下得罪了 今日无等必须要带大皇子离开 黑袍下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我已经说过了 既然来了 就不要走了 圣白宇异常的冷静 这反而让两个黑衣人 感到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只见圣白宇双手一拍 他的身后同样出现了三个人 并且每一个都是真刚强者 其中两个是叶玄送给他助力的 而另外一个则是赵百战 青老头 周老头 既然都已经来了 就不要藏着掖着了 今天你们带不走他的 要不你们现在就离开 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赵百战毕竟是在大洲帝国 待了这么长时间 对大洲帝国的所有强者 都有一定的印象 守护在圣天雄身边的那两个 他自然也认识 此时也是笑着对他们打招呼 那两个在黑袍下的真刚强者 此时也不打算继续隐藏下去了 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两个都是已经垂垂老矣的真刚 真正实力发挥不到七成以上 赵百战 没有想到 你在这种岁数 竟然还能够突破真刚径 看来你是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机遇 其中一个老者失效 似乎有一些想不通 为什么赵百战在这个年纪 竟然还能够突破 好了 你也不要再多说这些了 现在你们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把命留在这里 要么速速离去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赵百战对着他们沉声道 大皇子对吴两人有恩 吴等不能就此抛弃他 也不说这么多废话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刚刚突破的真刚 是否能够打得过我们 动手吧 两位老者这个时候也是 不打算多说什么废话 一个拿出一柄大锤 另一个拿出一根铁棍 赵百战这时 也是释放出自己的权益 祭天台上此时各种战役 都释放了出来 底下的百姓们 看到这个架势 立刻就远离了 毕竟真刚强者的攻击余波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还是比较致命的 而由百炼成刚发出来的 真刚进基础 也是非常的牢固 并不是真正的速成 但相对于这些 已经活了这么长时间的 老家伙来说 还是相差的一段距离 不过现在毕竟是三对二 赵百战这边 依旧是掌握着绝对的优势 只是十个回合下来 两位老者都受了 不同程度的伤 你们还是放弃吧 就算你们平时打过了 我们三个也没用的 圣天雄现在已经被废了 就算你们解救了他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 又有什么用吗 赵百战无奈地摇了摇头 依旧是对着他们劝道 少废话 要战便战 乱言垂法 拔海棍义 圣天雄的这两个守护者 这个时候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赵百战眼看劝不动 最后也是 没有任何的办法 与另外两个真刚 一同是放了自己的权益与建议 最终两个老者 还是不敌 被赵百战一拳打飞了出去 陷入到了昏迷当中 还请赵叔照看好这两位了 圣白宇对着赵百战 微微鞠躬 赵百战对着他点点头 然后将那两位老者 给囚禁了起来 圣天雄现在看着自己的救兵 也已经倒下了 此时再次陷入到了绝望当中 不过他依旧是一点都不服气 眼神就如同恶虎一般 紧紧地盯着圣白宇 因为刚当的刽子手 已经被两位老者给打死了 所以圣白宇决定 亲自来当这个刽子手 眼看着他拿起那九环弯刀 就朝着圣天雄的头颅砍去 顿时鲜血似箭 圣天雄的头颅滚到了寄天台中央 刀下留人 而此时 周帝也总算是带着自己的人赶到了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逆子 你怎敢不遵旨意 擅自用行 周帝此时 看着祭天台上的圣天雄头颅 显得有一些气急败坏了 此刻的他 只想将自己所有的怒火 全部宣泄在圣白宇的身上 来人 给我把这个逆子给拿下 周帝好不容易找到了严寿的希望 就这么被圣白宇给一刀两断了 他就差再次气急攻心吐血了 第130章 逼宫 周帝脸上清惊暴起 恨不得将成白宇碎尸万段 父皇这是何故 而臣这是为大洲帝国斩杀祸害啊 难道父皇现在还想因为他皇子的身份 包庇他不成 圣白宇面色沉重 现在这个老家伙的心思 早就已经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周帝此时面色阴沉 他没想到 圣白宇竟然会玩仙长后座这一套 现在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 也随着圣天雄人头落地 烟消云散了 圣白宇 你目无皇权 抗之不尊 欺君犯上 就凭这几点 朕就足以将你斩杀在这 不要忘了 现在你还仅仅只是太子而已 朕才是大洲帝国的皇帝 圣白宇现在心里面也是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立马就把圣白宇头砍下来解气 父皇 你不是老糊涂了吧 你竟然为了一个残害百姓 试图破坏大洲帝国国云的孽子 要斩我这个功臣 若真是如此的话 日后还有谁敢为大洲帝国效力 父皇宁为大洲帝国所作之事 百姓们都看在眼里 不过现在 你已垂垂老矣 也应当卸下自己身上的重担了 圣白宇此事言语当中满是威胁 与此同时 赵百战也带着另外两个真刚站到了圣白宇的身后 你 圣白宇看到这一幕 一口鲜血从口中喷涌而出 双目一黑 直接昏倒在了地上 圣白宇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看不起的一个儿子 竟然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愣着干什么 父皇都晕倒了 还不服父皇回宫宣太医 圣白宇看着周围那些不知所措的大臣冷声道 回到皇宫当中之后 圣白宇一直守候在圣白宇房门外 等待着太医出来 顾太医 父皇怎么样了 身体可有什么大碍 圣白宇面色冷淡地询问道 陛下自从上次二皇子遭遇不测之后 身体就已经不堪重负 现在又遭受了如此打击 恐怕难以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了 顾太医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圣白宇此时表现出一些关心的模样 毕竟一些戏还是要做一下的 陛下现在的身体已经糟糕到了极点 恐难以再吓他 若是细心调养的话 或许还能坚持一段时日 顾太医此时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不过他给出了圣白宇最想知道的东西 我明白了 谢顾太医了 圣白宇对着顾太医点了点头 顾太医一边离开 一边摇着头 圣白宇来到乾清宫门口 此时张俭守候在外面 面色极其的不善 太子殿下 陛下如今不宜见人 还请太子殿下 不要为难老臣 张俭现在已经算是圣白室最后的一张底牌了 也是他身边最后一位真刚强者 圣白宇看了他一眼 随后他的身后赵百战等人也随之出现 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你要是军夺位吗 张俭此时脸色已经阴沉了下去 并且已经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张俭我劝你还是让开吧 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 你阻挡不了的 大洲只有在太子殿下手中 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否则整个大洲 恐怕都将会生灵涂炭 我也不想再看到尸横遍野的大洲 赵百战无奈摇头对着张俭劝道 张俭现在虽然面色难看 但他还是比较理性的 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实力不可能敌过三个真刚 不动声色地让开了一条道路 圣白宇带着赵百战等人 走向了乾清宫 来到了周蒂的面前 周蒂此时 其实已经苏醒了过来 刚刚顾太医的那些话 也是周蒂只是他那么说 他早就已经猜想到 圣白宇会去太医那里 询问自己的病情 不过令他无比意外的是 圣白宇竟然敢直接闯进来 这个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今天这个皇位必然是保不住了 圣白宇面临现在这种情况 反而显得异常的淡定 勉强支撑自己的身体 坐在了床榻上 双目死死地盯着圣白宇 父皇 刚刚跟你说的那些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对于这个皇位 先前我本来是没有任何的兴趣 不过既然你都 已经把我拉到了这个位置上 我又怎能辜负 你的一番期望了 圣白宇把玩着床边的金丝雀 似乎已经将这里 当做了自己的寝宫一般 呵呵 呵呵 朕是万万没有想到 隐藏最深的原来是你 不过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朕也无话可说 你不就是想要我这个位置吗 朕给你便是了 圣白室可出一口鲜血 面色阴沉地看着圣白宇 此时在权力的面前 父子之情显得是如此的可笑 既然如此 那便请父皇你指吧 圣白宇挥了挥手 笔墨指宴此时被端了上来 看来 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你可要小心了 你以为从我这里拿到了这个位置 就万事大吉了吗 老二自始至终都没有露过面 你觉得他会如此心甘情愿 把这个皇位让给你吗 圣白室此时的脸上也是 露出了一抹恶毒的笑容 他对自己这几个儿子可是了解得很 虽然说圣白宇的手段 确实让他感觉到有一些意外 但他也非常清楚 二皇子不可能就这样心甘情愿地 将这个皇位给让出来 即使是他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残废 这个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二哥那边我自有法子可以对付他 还请父皇你指吧 圣白宇此时把玩着自己手中的短刀 威胁之意已经非常明显了 圣白室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只能拿起笔开始拟指 他一直都是一个这么惜命的人 一直都秉承着自己的信念 只要能够活下去 一切都有可能 不好 就在圣白室写到一半的时候 赵百战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生死危机 只是在这一瞬之间 赵百战直接带着圣白宇 远离圣白室的寝宫 而就在下一秒 以圣白室寝宫方圆百米之外 都被移为了平地 赵百战逃过一劫 也依旧下出了一身冷汗 第131章 突发 圣白宇也同样如此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皇宫当中 竟然也会遭受如此变故 更重要的是 刚才圣白室你的那个圣旨 已经被毁了 圣白室也同样已经灰飞烟灭了 法相近的失恋 赵百战如临大敌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皇宫当中 竟然还隐藏着一个 法相近的强者 若不是他实力到达了真刚 并且年轻的时候 征战四方感知能力极强 否则的话 恐怕刚才他也无法逃过那一击 其他两个叶旋带过来的真刚 即使是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但是依旧被余波击中 受了一定程度的伤 此时圣白宇在惊讶的同时 心情也是无比沉重 在他的印象里面 大洲帝国境内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法相近的强者 现在传位圣旨 已经烟消云散了 圣白室也同样灰飞烟灭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变得更加麻烦了一些 本来他是 可以根据周帝所拟的圣旨 名正言顺地登上 这大洲帝国的皇位 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被毁了 三帝真是好手段呀 竟然为了这个皇位是君 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太子之位恐怕不保呀 此时 二皇子坐着一个轮椅 缓慢地从远处过来 面带笑容的鼓掌 圣卿至此时 虽然说面色还是有一些苍白 但是勉强能够支撑自己的身体 并且 他身边这个时候 也多出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又是一个和尚 如果叶玄在这里的话 恐怕会对这个人非常的熟悉 因为之前在观星楼的时候 叶玄这个和尚斩杀了 跟在圣卿之旁边的 就是先前的降龙禅师 也就是千佛宗万年难得一遇的佛子 此时 他依旧是一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并且一脸高傲地看着圣白语 阿弥陀佛 平僧向来有好生之德 若是诸位不想将性命留在这里的话 速速离去 降龙禅师 此时双手和十 他的声音就如同摧魂曲一般 深深地钻进赵百战等人的耳朵里面 并且 他的这几句话 就如同有蛊惑的作用一般 让人有一些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特别是圣白语 他的实力本来就是最弱的 与降龙禅师之间相差这几个阶级 现在他已经目光呆滞 有一些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赵百战无奈 只能暂且先封住了他的听觉穴位 让他不至于被蛊惑 此乃我大周皇室的事情 还请圣僧不要插手 赵百战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他现在要做的也就只是拖延时间 等到夜宣到来 所有的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阿弥陀佛 二皇子殿下天生佛像 一心像佛 奉我佛指 要帮二皇子殿下取得地位 最后再警告诸位一遍 若是再不离去的话 贫僧也不得不超度各位了 降龙禅师 即使是说出这种画面上的表情 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 始终摆着一副虚伪的笑脸 赵百战和其他的几位真刚 此时也是冷汗直流 越是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越是明白真刚与法相之间的区别 为什么你们这些千佛宗的臭和尚 这么喜欢插手他人的国事 你们好好的 练你们的精不就行了 还什么有好生之德 我想 残害生命最多的 就是你们这些千佛宗的和尚 上次把你打跑了 看来你还是不长记性 我倒是要看看 此次还有谁能够保你 开天剑夜 夜璇其实早就已经到了附近 当他看到 又是这个降龙禅师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感到一阵无语 毕竟自从镇南王那次开始 这些臭和尚 就一直在自己的眼前转悠 夜璇此时也不客气 一道无比锋锐的剑气 朝降龙禅师批去 大罗金身 开 降龙禅师这个时候 甚至都没有看清楚来人 夜璇的攻击 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并且 那锋利的剑翼 已经在他的脖子上 滑下了一道血痕 幸好他及时展开了自己最为强大的防御手段 否则的话 他的头颅此时已经落地 又是你 你不是大下帝国的皇帝吗 怎么会出现在大洲 降龙禅师此时看到夜璇满脸的震惊 因为他初步感知了一下 夜璇此时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上次和夜璇交手时 他也知道夜璇是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短暂的突破法相径 但现在他也感觉得出来 夜璇已经是货真价实的法相径 降龙禅师此时脑海当中 已经做出了抉择 他非常清楚眼前的夜璇不好惹 不管怎么样 现在还是不要和他正面交手为好 你不也是千佛宗的突驴 现在跑到大洲来干什么 夜璇用他的话对着他反问 不过这句话的侮辱性实在是太强了 使得降龙禅师脸色立马就黑了下来 陛下 我千佛宗只是一个宗派而已 与你大下帝国可不同 陛下此时以帝王的身份干涉他国内政 难道就不怕引得他人咒骂吗 还请陛下三思速速离去 或许还能够保住陛下的名声 降龙禅师此时还是不打算放弃大洲这块大饼 毕竟如果到时候大洲能够落入千佛宗的掌控 那么大洲基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天然的培养民 只要将阴山的妖怪放下了 再由千佛宗的人前来降服收妖 那么倒是整个大洲都将会成为千佛宗的信徒 而常年吸收人之精华的妖怪成长速度也是极快 到时只需要将他们的妖单吸收 千佛宗又将能够培养一大批的强者 千佛宗从创建以来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来提升门下弟子的实力 好了你这个秃驴 少在这里给我道貌岸然地说这些东西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如果你还想保下自己的性命的话就赶紧跑吧 上次那个老秃驴可以保住你 这次你可以试一试 看看那个老秃驴还可不可以再救你一次 叶璇此时双眼含笑地看着他 你 好好好 此时的降龙禅师已经气得脸上轻惊直跳 眼看着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第132章 再会降龙 既然陛下如此的狂妄 那就休怪贫僧手下不留情了 降龙禅师此时也确实是被气到了 只见他的禅杖和袈裟 以及一口花纹异常繁杂的精中脱手而出 环绕在了他的身边 大罗金身 大威天龙 世尊地藏 般若诸佛 般若巴麻空 就在他话音刚落 他的身体顿时变成了一尊八十米高的金色罗汉 右手持着金龙禅杖 左手上悬浮着巨大金钟 袈裟披在他的肩头 周身飞舞着一条金色巨龙 身后还有这一口金箔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施主所造杀戮实在太多 贫僧替天行道 斩杀施主 望施主往生极乐后 能够收敛杀戮之心 做个慈悲之人 给我收 此时降龙禅师 确实是将自己全部实力都给拿了出来 话音刚落 他身后的金箔散发出了无尽的吸力 这个吸力不仅仅是针对叶玄一个人的 赵柏战等人 此时也是非常吃力地抵抗着金箔所散发的吸力 而二皇子则是直接就被吸收了进去 在空中发出了一声声的惨叫 圣白宇被赵柏战和其他两个真刚护着 勉强没有被吸进去 金刚不坏法相 开 叶玄此时已经不需要再使用玄机变来 强行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现在他是货真价实的法相镜 不仅如此 还比先前使用玄机变所提升的实力更胜一筹 而这一切所用的时间甚至不到半年 叶玄是放了自己的金刚不坏法相之后 身体瞬间变成百米高的金色巨人 而金箔所散发的那一点点的吸力 对金刚不坏法相来说 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一拳破万法 叶玄此时也根本就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技巧 仅仅只是一拳轰击在了金箔上 那金箔便直接碎裂了 金箔所散发的吸力也随之烟消云散 叶玄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一力破万法的基础 只不过境界还没有达到罢了 真正的一力破万法 根本就不需要施展出金刚不坏法相 仅仅只需要叶玄肉身的一拳就足以破万法 这就是极致力量的恐怖之处 不过现在叶玄相差的还有一些远 现在叶玄认真的举重 也仅仅只有五千三百多次 要到达顶峰的一万次 还有一定的距离 怎么可能 降龙禅师不敢相信 叶玄仅仅只是一拳就破了自己的金箔 那可是千佛宗的一件极品法器 虽然说并不是专门的防御法器 但是其间一程度 甚至连一般的防御法器也比不了 现在仅仅只是叶玄的一拳 自己的金箔就化为了碎片 这让降龙禅师依旧是一副不可置信 不过战场上的事情瞬息万变 现在容不得他心疼 因为叶玄的下一拳已经接踵而至 叶玄此时也没有任何手下留情的打算 这一拳是直攻降龙禅师的命门 若是被打到不死至少也要重伤 护体袈裟 开 降龙禅师现在内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后悔了 他现在心里面已经开始计划逃跑的方案 他肩上披着的袈裟 此时蹭的一下就飞到了他的面前 与此同时也挡住了叶玄的拳头 捆 抵挡住了这一拳之后 降龙禅师立刻就将叶玄的拳头给捆绑了起来 叶玄想要甩掉自己手上的这个袈裟 但是这个袈裟就如同狗皮膏药一样 粘在了自己的那个拳头上 并且使得自己的那只手感到有力使不出的感觉 朝圣范音 降龙禅杖 不得不说 这个降龙禅师确实是有一定实力在身上的 只是在这一瞬间当中 他一边吹动着他身边的金钟 一边开始挥舞起自己手中的禅杖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叶玄的灵魂力量已经强大到了一种离谱的程度 对于这个范音 对叶玄的作用这是他的火气罢了 而叶玄的身体 在金刚不坏大地之子等能力的加持之下 硬抗他一仗又如何 叶玄根本就没有抵挡他这一仗的打算 这一仗也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叶玄的身上 不过这一仗对于叶玄来说 那简直就是不痛不痒 但叶玄也不是白挨了这么一下 叶玄一拳打在了那口金钟上 那口金钟在这一拳的威力之下 也同样轰然破碎 降龙禅师说不心痛那肯定是假的 毕竟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就算是千佛宗也拿不出第二件 而现在一下就损失了两个 这让降龙禅师心痛地想哭 此时他内心里面 也是在不断地咒骂着圣卿志 如果不是为了帮他的话 自己也不会卷入到这其中来 自然也不会碰到叶玄 也不会导致现在进退两难的情况 不过他现在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到了现在这样的战斗阶段 只要有稍微的大意 恐怕就得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现在他手上所剩下的宝贝 就只还有降龙扶虎杖与护体袈裟了 不仅如此 因为两件本命法器 纷纷被叶玄击碎 降龙禅师自己身体 也遭受到了一定的反噬 叶玄此时也是抓住了这一个空挡 朝着他的大罗金身胸口 轰出一拳 降龙禅师硬生生地挨了一拳之后 被打得后退了几步 一只手或者法杖 一只手捂着刚才被打的地方 他现在身体的状况 已经难以维持他的法香了 降龙禅师此时 也是恢复到了原本的模样 此时 他的脸色苍白 并且嘴角流出了一缕鲜血 叶玄此时也恢复到了原本模样 不过此时 他龙骨剑已在手 开天剑意 天雷剑绝 叶玄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一连施展开天剑意 与天雷剑绝 朝着降龙禅师扑杀而去 降龙禅师此时还没有回过神来 叶玄的剑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眼看着就要朝着他的脖梗砍去 国师救我 此时 他也算是真正慌了神 这次是他第一次 真正如此接近死亡 不过他毕竟是千佛宗有史以来 天赋最高的佛子 就从他身上的众多法器 就可以看出来 千佛宗在他身上 可是投资众多 千佛宗又怎么可能让他轻易地死去呢 第133章 弹指可灭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只是这片刻时间 虚空之中再次精光大放 那熟悉的声音 再次出现在了叶玄的耳边 陛下为何与我千佛宗 如此过不去呢 普渡大师这个时候 看到面前又是叶玄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 感知到叶玄的实力 似乎比上次下降的一些 让他感觉到有一些惊讶 毕竟上次 他感知到叶玄的实力 已经是达到了法相近巅峰的 而现在的叶玄 最多也就仅仅只是法相六重天罢了 不过思考片刻之后 他也想清楚了原因 应该是你千佛宗跟正过不去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千佛宗起头 若是你千佛宗不出来 做这个脚屎棍 我们之间又怎么会接手 少废话 上次我的实力确实不如你 不过这次 我倒是想要和你好好的碰一碰 玄机变 开 叶玄此时的实力 直接飙升到了真身境六重天 这是他突破法相之后 第一次使用玄机变 他感受着自己实力的飞速提升 这时 他才总算明白了 法相和真身之间的差距 破法相 速真身 真身之境 身体分毫皆是法相 万物皆可为法相 这也就意味着 真身一击变为万法一击 真刚与法相之间的差距 如果是一于百的差距 那么 真身与法相 则是一于百万的差距 叶玄早就已经看这个 普渡大师不爽了 这次 他也确实是 想要探探这普渡大师的底 毕竟自己在真刚进 是便可花费一些代价 去斩杀这普渡大师 现在 自己已经法相六重天 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修炼的成果 现在的代价已经大大的缩短 现在斩杀普渡大师的条件 只需要花费六十年的寿命罢了 这对于叶玄来说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现在他认真的进食 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生命强度 也同样可以增加自己的生命力 也就同时可以增加自己的寿命 再加上他之后 肯定会有修为突破的 只要突破到真身境寿命 也将会提升到一千年 相比于这一千年 六十年的寿命 也显得不值一提 真身境 这怎么可能 普渡大师这时直接瞪大的眼睛 因为就算是他 现在都没有真正地 踏入到真身之境 他已经修炼了将近六百年 也只是到达了半步真身 虽然是半步真身 但与真正的真身境 还是相差甚远 根本就是不能够 与之相提并论的 跑 此时的普渡大师 内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想法了 那就是赶紧跑 跑到天涯海角也不足够 普渡大师 直接带着降龙禅师 消失在了原地 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千里之外 跑得了吗 叶玄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此时的他 就如同一尊真神一般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原地 普渡大师 依旧是带着重伤的降龙禅师狂奔 当他真正看到了叶玄那真身境时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 就如同他身体的本能 告诉他赶紧跑一样 那发自内心的恐惧 让他浑身都在颤抖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吧 至于你那千佛宗 我迟早有一天会将他们彻底覆灭 反正你们这千佛宗留在世上 也不过只是一个祸害吧 天求 叶玄说完这句话之后 普渡大师和降龙禅师所在的方位 就如同多出来了一道空气囚笼 将他们牢牢地关在里面 陛下饶命 饶命啊 普渡大师此时也不再端着自己的面子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开始磕头求饶 天穷旨 叶玄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只是虚空一指暗下 普渡大师和那降龙禅师 就化成了一滩血水 这才是真正的高层实力啊 叶玄此时也是感受着 真身与法相的变化 以他目前的感受 法相就如同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法身所拥有的实力 所展现出来的法相 也只是一些能量外展 法相就如同是你自己 释放出去的法身 这个法身能够展现出 你体内所蕴含的能量 而这个真身 则是如同由数万法身 凝结而成的一个身体 所以 蕴含的力量 当然也同样不是法相竟能够比拟的 叶玄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便重新回到了皇宫当中 此时的皇宫 因为刚才的战斗 已经变得无比残破了 不过叶玄早就已经安排其他人 将皇宫当中的人 全部都已经转移离开了 所以 也没有造成什么无辜的人伤亡 不过圣柏氏与圣卿卿确实实地 已经死去了 此时的皇城 因为刚刚看到了如此大战 整个皇城都人心惶惶 甚至觉得 这是圣天雄带来的报应 圣柏宇在叶玄离开皇城 去追杀普渡大师的时候 就已经回过了神来 开始调集皇城护卫军 以及禁卫军 开始安抚百姓 并且召集所有的大臣 开始商议皇宫之后的重建工作 这一场大战 基本上将皇宫给毁了 圣柏宇对这一切 也是感到非常的无奈 不过他内心当中 还是非常高兴的 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 对于他来说 就跟做梦一样 他从小到大 从来都没有妄想过这个皇位 竟然会到自己的手上 现在 他也对之前的自己感到庆幸 毕竟当时前往大夏的时候 差点得罪了叶玄和圣红鸾 更加庆幸自己 和圣红鸾 是一亩同胞的兄妹 但凡少了其中一个条件 这个皇位 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 叶玄此时 也是回到了圣白羽的身边 看着他井然有序地 安排着之后的善后工作 也是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平时还没有发现 但是现在自己的这个大舅哥 认真起来 还确实有一番帝王之姿 那两个和尚 已经没有解决了 接下来大舟就是你的天下 再过几日 我便要带着红鸾回大夏了 这个东西给你 之后大夏与大舟 不管发生什么 必须要保持交好 大舟与大夏之间 有着阴山相隔 也算是有了一道保障 毕竟阴山妖神便是白灵 至于白灵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叶玄将百炼成钢法 丢给了圣白羽 说到白灵之事时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第134章 公记 白灵身上的伤势因你而起 我不希望你做一个 忘恩负义的人 但感情也不是 能够抢求的事情 一切都要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世俗的偏见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白灵等了你几千年了 该如何面对这段感情 我也不会强行插手 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你还有半年时间 半年后 白灵伤势恢复 便会来找你 到时候 你就要做出抉择了 叶玄非常认真地看着他 白灵虽然是妖 但叶玄打心底里面佩服他 白灵与圣白羽 他们两个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不由得让叶玄想起了 白蛇传当中的 白素贞与许仙 圣白羽这时 被叶玄提及白灵的事情 表情也变得有一些尴尬 在他的心里面 还是有一些芥蒂的 毕竟人妖殊途 自古以来都是男成双 但成白羽不知为何 总感觉自己和白灵 似乎天生就有一些联系 好像在很久以前 就见过白灵 但他死活都想不起来 或许是在梦中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本来就是命中注定 圣白羽的前世 就与白灵突破了世俗的束缚 做了一对神仙眷侣 这件事情 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不过现在皇室的事情 搞得我有一些焦头烂额的了 等忙完国事 我一定会做出决断的 圣白羽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甚至自己 都摸不清 自己究竟是什么想法 想要狠心割断这段感情 但又时常魂牵梦绕 嗯 不过 若是你狠心抛弃了白灵 恐怕红鸾不会饶了你 叶玄此时也是笑着对他说 这句话里面 还带着一些调侃 圣白羽此时 也是尴尬地扯了扯嘴 对于自己现在的这个妹妹 圣白羽可是一点都不敢得罪 圣红鸾现在可是大夏的皇后 即使是自己的妹妹 自己也根本就管不到她 甚至还要被她压一头 毕竟叶玄那逆天的实力 可是摆在眼前 若是惹得圣红鸾不开心了 她这个妹妹 不再顾及这血清之情 叶玄随时都能够将整个大洲覆灭 我会好好考虑的 圣白羽现在身上背负的 可不仅仅只是她自己那一条命 她背负的 可是整个大洲 所谓帝王一怒血流千里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我也不调侃你了 这本秘籍名为百炼成纲法 你按照上面的方法去修炼 以你的天赋 不出一年便能突破真纲境 至于你想培养多少这样的强者 由你自己来定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大洲与大夏 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一致对外 现在大洲与大夏 基本上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若是让我知道你有什么坏心思 我也不介意好好地 替你妹妹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还有应该如何培养这些人 就不需要我去教你了吧 叶玄这时 给圣白宇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百炼成纲法 并且无比严肃地对着他叮嘱道 陛下大可放心 只要是我成家人 我愿向天道发誓 大洲与大夏当世代交吼 大洲绝不主动发动战事 圣白宇无比真诚地举起自己的手发誓 他的决心 让叶玄都不由地感到一些惊讶 圣白宇现在内心当中的震惊 已经藏不住了 这百炼成纲法 可以说是一个培养强者的机器 他已经想到 不远的将来 他能够突破真纲 并且获得一帮真纲镜的死士 这对于大洲来说 那可是创造历史的存在 而他成白宇的名字 甚至可以封阻 皇室当中 只有开朝皇帝才能够封阻 但也不乏一些 做出无比杰出贡献的皇帝 也被后人封阻 若是圣白宇 真的能够全面地 将这百炼成纲法运用起来 那么大洲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而这一切的功劳 也都将记在圣白宇的身上 嗯 好了 我对你说的 也就只有这些了 若是对百炼成纲法 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可以直接去找全宗 他便是通过百炼成纲法 突破到了真纲镜 叶璇点点头 丢下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了 真纲镜在大夏与大洲国内 定然已经强横无比 但叶璇这段时间经历了这么多 自身的心态 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自从自己一开始 有一些崭露头角之后 世界各地 就开始冒出越来越多的强者 有妖王 有法乡 甚至半部真身 都已经开始走进自己的视野 这也就意味着 自己身上或许带着一定的器语 危机当中寻找机遇 若是不尽快提升实力的话 自己的下场 迟早会变成昨天的普渡大师 被别人像碾死蚂蚁一样 轻松解决 所以 叶璇心里面 已经做好了之后的打算 在此次大洲之行结束之后 大夏皇朝的事情 他也差不多要撂挑子不干了 他必须要全身心地 投入到修行当中 在见识到了真身的恐怖后 叶璇心里面 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危机感 本来还想着 等红丸生几个孩子 但现在内心的危机感 促使着他不得不加快自己的速度了 叶璇出来皇城 来到了成为一处偏远的山间农庄当中 此时 白月如和盛白宇在院子当中说笑 如何 盛白宇没什么事吧 盛红丸赶到叶璇回来后 立马依偎在他的怀抱当中 略微带着一些关切的问道 看来这个大舅哥 还是比我重要一些啊 难道你就不怕我出一点什么事吗 叶璇此时轻轻一吻盛红丸的额头 一脸宠溺的 你真是 当然是夫君更重要些了 不过 以夫君这通天的本事 又有何人能够奈何得了夫君 盛红丸俏脸一红 头身埋在他的怀中 一脸娇羞道 好了 娘还在这呢 叶璇此时看到白月如 正一脸乙母笑地看着他们两个 顿时感到一阵尴尬 盛红丸此时也松开了 环绕在叶璇腰间的手 小脸通红地站在叶璇的身边 不过还是拉着叶璇的手不松开 白月如此时 也打心底为女儿高兴 能有一个无限宠爱自己的夫君 这个人又有何求呢 第135章 皇位 刚刚我也听到了一些皇城那边的动静 情况如何 白月如此时见他们两个分开 才走上前来询问 虽然说盛白宇和他相认的有些晚 但毕竟血溶于水 此时 白月如眼神当中的担忧 是藏不住的 盛白宇毕竟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放心吧娘 盛白宇现在 正在处理着皇宫重建的事情 现在大皇子 二皇子也已死 盛白室也在这一战当中 灰飞烟灭了 现在盛白宇便是这大洲皇室的第一继承人 叶玄孝道 帝王之家最是无情啊 皇位之争 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若是我的孩子 我是万万不会让其去争取这九五之尊 只想让他好好地活下去 不过天命所归 希望宇儿能够好好地善待大洲的百姓 做一个人君 不要再向他父皇那般了 希望这种血清残杀之事 不要再发生在宇儿身上 白月如此时情绪有些低沉 他从小到大 便是一个无比善良贤惠之人 选在这帝王之家受尽了苦难 在这后宫 若是没有一点心机是根本存活不下去的 母瓶子跪在妃子的心里根深蒂骨 这也导致了后宫为了一个孩子不择手段 甚至想尽办法弄死其他妃子的孩子 甚至孩子还在腹中时 就被其他妃子设计夭折 娘 既然这些都已成定局 那也没有必要再哀声叹气 圣白宇现在还并未登上皇位 但想要阻止血清残杀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就只有一种办法 让圣白宇将后宫制度剔除 与夫君一样一夫一妻 这样就不再存在敌数 至于之后的皇位自然是有本事的人当 圣红鸾此时回到白月如身边 非常认真地说道 红鸾你想得太简单了 叶璇无奈地笑了笑 不过也没有多做解释 皇室并不是如同圣红鸾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俗话说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在皇室当中更是如此 皇帝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广收妃子 然后卖力造人 只有后宫出了一个太子 你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 即使你不想如此 朝堂当中的大臣也会不断地提醒你 你的意思 是你还是想要开后宫吗 圣红鸾听到叶璇这话 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夫人这可就是冤枉我了 我可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 不过 我之所以可以随心所欲 最为重要的 还是因为我这身实力 否则的话 大夏皇朝的大臣们 怎会善罢甘休 不过圣白与我认真地检查了一下他的天赋 他天生到脉缺活 恐怕自身的实力 到真刚后难以精进 叶璇无奈道 不过他所说的这些 也确实是实话 如果不是叶璇这身实力 如果不是那天 他将黑化的龙脉直接捏碎 恐怕朝堂大臣 早就要戳他的脊梁骨了 但就是因为 叶璇还有这一身实力 现在叶璇就算是想让一个大臣立马去死 这个大臣 恐怕甚至都不敢放一个屁 好了 那之后娘要跟我们一起去大夏 之后圣白与想怎么样 就看他自己吧 若是他连这一朝堂的大臣都压不住的话 那我们再怎么帮他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吧 圣红鸾此时也是有一些不耐烦了 他本来对自己这哥哥印象 就不是非常的好 现在也不想要为他的事情伤脑费神 圣白与也不是一个蠢笨之人 这一切就看他自己怎么安排了 至于夫人 你已经三个月了 可不能劳神 还是赶紧去歇着吧 叶璇此时 依旧是宠溺地看着圣红鸾 似乎在这世间 除了圣红鸾 就没有其他的女人 能够入他的法眼 圣红鸾看到叶璇那宠溺的眼神 也是浑身发热 看向叶璇的眼神 如同能拉出丝来 白月如看到他们两个的样子笑了笑 非常自觉地先行离开了 叶璇带着圣红鸾 回到了房间当中 两人双唇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不过也紧紧而此 两人不敢有下一步的动作 毕竟现在的圣红鸾怀有身孕 即使是双修之法也不行 之后的几天当中 圣白宇在皇城当中 焦头烂额地处理着后续的工作 不光光是皇宫重建的工作 还有之后自己登基的事情 因为大洲也就只有三个皇子 圣白室即使后宫加力三千 但是丝毫不给力 几十年当中 也就只剩下了三个皇子 而公主则是多达三十多个 圣白室对于这种事情 也是有苦说不出 毕竟她也找太医看过了 这确实是她自己的问题 而现在圣白室已经灰飞烟灭了 大皇子圣天雄 也同样因为罪孽深重 已经被自己斩首示众 并且在祭天台 已经举行仪式向天赎罪 而二皇子圣清智 被金波收了进去之后 就再无踪影 很明显已经化成了灰 所以现在圣白宇成了 唯一继承人 在圣白宇的领导之下 大洲全新的皇宫 在三天之后就已经完工 而与此同时 他的登基大典 则是选择在了皇宫建成的这一天 圣白宇让赵百战通知了夜选等人 让他们过来参加登基大典 在皇宫建设的这三天当中 成白宇也没有丝毫选择 之前在后宫当中的妃子 都被圣白宇 赏赐一定的金银珠宝 把他们遣散回家了 后宫家里三千并不是说着玩的 整个后宫当中 确实有三千妃子妃子 皇帝穷其一生 可能都不会见上百个以上 这些在后宫当中的妃子 也同样折磨 他们同样有自己的青梅竹马 但是被选入后宫之后 便与外界断绝了来往 直到皇帝死的那一天 甚至有些帝王 会让后宫三千妃子殉葬 可以说 这些被选进后宫的妃子 但是不能得到皇帝亲爱的女子 一生都是无比的悲惨 周帝后宫的妃子 得知自己能够还乡之后 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们现在在心底里面 也是无比的崇敬圣白宇 圣白宇自然是不可能 把所有人都放走 特别是先前周帝 最为宠爱的玉贵妃 第136章 坐骑 毕竟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仗着皇帝对自己的宠爱 将自己从亲生母亲的身边夺走 若不是最后得知这件事情 恐怕自己这一辈子 都得蒙在鼓里 玉贵妃此时都还并不知道 自己的死期即将到来 她心里还以为自己得天独厚 自己的孩子 竟然能够在此次皇位之争当中 走到最后 她还幻想着 等到圣白宇登上皇位之后 自己就是 受万人崇敬的太后 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圣白宇早就已经挖好了一个深坑 并且 这个深坑当中已经布满着尖刺 现在就等着她往下跳了 圣白宇和白月如母子相认的事情 玉贵妃此时还并不知道 而白月如复活的事情 她倒是已经听说了 在起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也感到无比的震惊 毕竟当时白月如相当于间接 是被她害死的 若不是因为玉贵妃寒冬腊月 让白月如去河边打水 白月如也不会掉入河中染的寒疾 此后就一并不起 最终在床上痛苦地死去 玉贵妃得知白月如复活时 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慌张的 毕竟现在她的女儿圣红鸾 已是大夏皇后 若是让圣红鸾知道了 自己对白月如所做的这一切 恐怕自己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她在皇宫当中忧虑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圣红鸾并没有来找自己的麻烦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 大周自从圣红鸾归来之后 一个一个的消息接踵而至 这使得玉贵妃 整日都是心惊肉跳的 她也非常清楚 如果让大皇子或者二皇子 得到了这个皇位 那么后宫的所有人 恐怕都难以幸免 不过当她得知 是圣白宇最终走到了最后 直接就从床上跳了下来 并且迫不及待地 换上了一身圣装在皇宫当中 大摇大摆地走着 在皇宫当中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她那得意的模样 但圣白宇将所有的信息 都隐藏得非常好 玉贵妃在圣白宇的眼中 此时就如同一只跳梁小丑一般 玉贵妃来到圣白宇的寝宫当中 想要见见自己这个 即将登上皇位的儿子 不过 自己被圣白宇让人给回绝了 圣白宇此时可不想要 见到这个贱女人 从小到大 圣白宇见她做的龌龊事数不胜数 可以说 因为她自己的原因 无法为周帝生子 所以她自己得不到的 也不能让其他人得到 她害怕到时候 其他的妃子生下了皇子之后 周帝对自己的宠爱 将随之烟消云散 所以她早就已经 买通了皇室的太医 只要后宫当中的 任何一个妃子有了喜脉 第一个知道消息的 不是周帝 而是玉贵妃 在她手下夭折的孩子 没有几时也有七八 即便是 已经出生了的皇子 也会被她想方设法地杀害 但她毕竟是周帝 最为宠爱的一个妃子 所以 周帝基本上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周帝也早就已经将 太子的位置 交给了二皇子 也早就已经将大周 托付到了二皇子的身上 不过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皇宫建成的六天之后 圣白宇登基 此次登基圣白宇 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将周围的国家 都发放的邀请函 其中自然也有大夏 大夏也特地派遣了 几个使臣前往 圣白宇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稳重一些 本来打算解决 大周皇室的争端之后 便回大夏 但硬生生地拖到了现在 叶璇温柔地 抚摸着圣红兰的手 有些无奈地笑道 此次的事情 我还要替大周百姓感谢你 若不是的的话 恐怕大周必将大乱 现在白领养伤 殷山成为了无主之地 殷山上的妖魔 也趁着这个空荡下山作乱 大皇子的谋反 再加上千佛宗的那些 和尚来搅局 若不是你出面解决的话 恐怕大周要打乱 圣红鸾此时 也是一脸的幸福模样 他现在更加的确信 自己这辈子最为正确的决定 就是选择了跟随叶璇 此时的圣红鸾 不仅幸福度拉满 而且通过双修之法 实力也已经突破了真刚 圣红鸾其自身的天赋 并不高 但有叶璇在 就算圣红鸾是个天生 你的事情就是 我的事情 圣白羽是具备帝王之相的 在他的身上 我能够看出坚韧之色 只要他不被蛊惑 日后也定将能够成为 一位流传千古的大周帝王 叶璇说完之后 站起身来 带着圣红鸾出门去了 今日便是圣红鸾的登基大典 叶璇也自然要前去一睹 这些天闲着没事干 叶璇也去阴山周围转悠了一下 顺便解决了 大周边境妖魔作祟的问题 而且还让他有了个意外收获 他在阴山中还抓到了一只黑头白尾雕 同样也是妖王级别的 起初的黑头白尾雕 仗着自己妖王的身份 还是无比的心高气傲 但是被叶璇做了上百个回合之后 最终也选择了臣服 毕竟妖王级别的妖兽 基本上和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甚至有一些比人的智商还要高 在叶璇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 这只黑头白尾雕 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叶璇先前也抓到了一只虎妖 现在又抓到了一只黑头白尾雕 现在唯独就缺一只海妖了 不过叶璇并不着急 后游历四方的时候 有的是机会 黑头白尾雕 现在心里面也是无比的憋屈 先前在阴山蛇神的统治之下 自己根本就翻不了身 甚至不敢离开阴山半步 这也使得他不得不在阴山上避死关 以求实力的突破 等到他到了认为自己的实力 能够与阴山蛇神一战时 却被叶璇狠狠地打了一顿 并且还被收作最为屈辱的座器 黑头白尾雕 身高20米有余 在天空中翱翔时 颇有一副遮天蔽日的样子 并且他的实力刚刚到达妖王 也就是人类出入法相境的样子 走 去大洲皇宫 叶璇带着圣红鸾与白月如 坐到了黑头白尾雕的背上 第137章 反差 黑头白尾雕 这一生当中都没有这么憋屈过 不过他可不想再挨一顿打了 只见黑头白尾雕原地展翅 猛地向地面一扇 只是眨眼之间便冲向千米高空 叶璇释放自身的真气 护住了 然后黑头白尾雕周身 白月如和圣红鸾 还从来都没有 见过千米高空的样子 一时之间不由地惊呼出声 黑头白尾雕 不断地将高度拔升 朝着大洲皇宫的方向飞去 黑头白尾雕也是 对人类世界非常的新奇 毕竟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阴山 他刚刚出关的时候 就想要去找阴山蛇神一较高下 不过出关之后 就听附近的小妖说 阴山蛇神闭关去了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打算下山之时 就碰到了夜玄 让他不由地怀疑妖神 这一次 也算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人类世界 看到人类世界繁华的样子 也感到无比的好奇 将人类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 眼神当中 也逐渐显露出来了憧憬 并不是所有的妖怪 都渴望杀害人类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像黑头白尾雕这种 本身天赋就极高的妖兽 根本不需要去残害人类 吸收人类之精华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们只需要 按照正常的情况 去修炼 就有机会突破妖王 进入到妖皇的层次 不过夜玄也算是走运 现在的这只黑头白尾雕 只是处于青少年的层次 算是比较好驯服的一个阶段 若是等到一只黑头白尾雕 已经到达了成年层次 那就算是你把他打死他 也不可能臣服于你 你喜欢热闹呀 现在 这里还只是边境区域 等到皇宫之后 你才能够见识到真正的热闹 不过我在你的眼中 并没有看出 对人类血肉的渴望 按理来说 寻常的妖兽 根本就抵不住人类血肉的诱惑呀 毕竟这是你们妖兽 提升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并且也是一条最快的捷径 夜玄此时 也感到有一些疑惑 哼 愚蠢的人类 不要把本尊 与那些杂七杂八的小妖相比 本尊身上 可是有着骨雕血脉 人类血肉又如何 这些只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人类 他们的血肉 对于我们这些高层凶兽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 黑头白尾雕 听到了夜玄有些疑惑的话语之后 从她的口中发出了一个无比稚嫩的声音 这个声音像是婴儿的声音 但是又带着一些少年的声音 夜玄此时听到这个声音 在看黑头白尾雕那威武庞大的身躯 顿时有一些想笑 毕竟这个反差感实在是太大了 谁能够想到如此威武霸气 甚至有一些凶猛的大雕发出来的声音 竟然如同一个萝莉一般 没有想到你竟然会说话 你的声音好好听呀 奶萌奶萌的 既然你都能说话的话 那我就给你起个名字吧 既然你头黑尾巴白 你的名字以后就叫小黑头 如何 还是说叫小白尾 你自己选一个 不过我觉得小白挺不错的 毕竟这符合你的声音 如果叫小黑的话 我觉得声音应该要威武霸气一些 圣红鸾听到了黑头白尾雕 那奶萌奶萌的声音之后 立刻来的兴趣 蹲下身子对着黑头白尾雕道 大胆 本尊身上可是流淌着骨雕的血脉 怎么可以叫这么愚蠢的名字 黑头白尾雕此时立刻抗议 不过从她的口中发出的那个声音 却让叶玄都感到有一些哭笑不得 不过此时叶玄没有说话 因为她现在正在憋笑 白月如在旁边 又露出了那一副慈母一般的笑容 那就不管了 以后就叫你小白尾了 小黑头好像不是那么好听 圣红鸾可不管她那么多 自顾自地将这个名字给定了下来 好 那以后就叫你小白尾 叶玄当然是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夫人 至于黑头白尾雕 她现在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黑头白尾雕 直接陷入到了沉默了 不过她此时已经在心里面痛骂了叶玄几百遍 即使她现在内心里面无比的苦闷 但她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她现在的心智就如同小孩的七八岁左右 虽然说心里面还是非常的骄傲 对于这一切不错 但是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人 她也不得不屈服 黑头白尾雕 现在只能将自己的憋屈 发现在速度上 扇动翅膀的频率越来越快 当然她飞行的速度也同样提了起来 因为速度的加快 不管是周围的景象 还是底下的房屋变换 也加快了起来 原本还可以看出乌射俨然的大洲 但现在只能够看出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 而在这样的速度之下 也仅仅只是过了一刻钟 皇城就已在眼前 这时 黑头白尾雕的速度 才逐渐减慢了下来 她也想要在空中看看皇城的景象 黑头白尾雕 看到皇城那热闹得不由的眼前一亮 自从她诞生以来 一直都是孤身一妖 其他的小妖 因为她身上的血脉压制 根本就不敢太过地靠近她 此时的黑头白尾雕 不由自主地降低了飞行的高度 缓慢地朝地面靠近去 而她的身影 也逐渐从云层显现了出来 因为她的身躯 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导致她从云层出现之后 就如同一抹乌云一般 在地面上都遮出了一片阴影 也就是因为这样 不管是地面上的百姓 还是城墙上的城防 均都观察到了 黑头白尾雕的到来 快看天上 是妖兽 大家快跑呀 妖兽来洗 妖兽袭击皇宫了 本来皇城当中 一片欢天喜地的样子 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而此时 城防军也开始调动了起来 陛下 一只巨大的飞行妖兽 降临皇城 而护国大阵并未启动 这应该是一只妖王级别 甚至更为强大的妖兽 还请陛下一驾 此妖兽并非无等能够对付的 此时的皇城近卫军首领 面色沉重到 他的实力不过才只是一品而已 而妖王可是堪比于法相近的妖兽 这一只妖兽 就足以将整个大洲毁灭 圣白宇听到这消息 脸色变得沉重 第138章 圣女 这种时候 我又怎么能独自逃离呢 若是现在阵独自离去 百姓该如何看阵 调集所有城防军与禁卫军 随阵一同御敌 圣天于此时眉头紧皱 但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即使面临的是一只妖王级别的妖兽 陛下三思呀 妖王级别的妖兽 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殿下现在是大洲唯一留下的皇室血脉 可不能有闪失啊 礼部尚书此时上前来跪倒在地 深情并茂地对着圣白宇劝道 大洲百姓若是遭此大劫 大洲必将生灵涂炭 到时朕还要这皇位干嘛 有民才有国 有国才有军 不要忘了 你自己曾也是百姓 来人 备战 圣白宇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转身便穿好了战甲 拿好了武器 颇有一番大将军模样 户部与礼部此时仰天长叹 妖王的威名 压迫在他们心中充满着绝望 此时的朝堂大臣心中的战役 纷纷被圣白宇点燃 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 准备和这大妖决一死战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击 各位爱卿 若是愿与朕一同迎战 便留下吧 若是不愿 便带着家人尽快离去 朕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会给你们拖出逃生时间 圣白宇此时高举黄剑 看着眼前的大臣道 既然陛下都已下如此决心 那陈等又如何会退缩 陈护国大将军 霍魂愿做陛下先锋 与那畜生决一死战 陈等近卫军 怨护陛下身旁 想伤陛下 先踏过陈的尸体 我大周有此帝王 何患无法强盛 但天要往我大周呀 此时的朝堂上 不乏一些贪生怕死之辈 已经离去 而90%都留了下来 圣白宇此时也是点了点头 他知道 现在自己的名望 在这些大臣眼中已经达到了最高 若是大周真的可以度过此劫 那么日后大周 必将在圣白宇的带领之下 强盛下去 现在整个大周皇城 都已经乱成了一国周 最重要的是 今天是圣白宇登基的日子 虽然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登基一事还是必要的 此时大周皇城当中 可不仅仅只是大周的人 大周周围各国 都派遣了使臣前来祝贺 这些使臣中不乏一些真刚高手 但相比于妖王 还是相形见处了 没想到此次大周之行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看来前段时间 传出的大周大皇子 为提升自己实力 献祭孩童的事情不假 此乃上天降下的报应啊 此乃黑头白尾雕 有着骨雕的血脉 平生最爱的便是食人 圣女 看来此次的登基大典 是举办不了了 我们回去吧 此时大周皇城的 一位先锋贺堂的老者 微笑着对面前 坐在遮面连帐的一位女子道 苏老 以你的实力 有把握对付这黑头白尾雕吗 在连帐中 传来一个令人 心旷神仪的声音 回圣女 此乃妖王级的妖兽 非法向尽的强者 难以有一战之力 虽说此兽刚刚进入到妖王境界 但他鼓掉的血脉 足以弥补许多 不过以我的实力对付他 还是绰绰有余 苏老微笑道 那便请苏老出手 救救这大周的黎民百姓 皇室所犯之罪 不应由百姓来承担 坐在连帐当中的圣女 再次开生 圣女大人 您是知道我天命教的规矩 不管何事 都要遵从天命 大周皇朝所作之事 触犯了天道 此黑头白尾雕乃是天前 就算五等阻止了此次灾难 天前也不会消失 大周帝国必将要遭受此劫 苏老此时有些为难 这名女子乃至天命教的圣女 而这位先锋赫堂的老者 则是她的护道者 天命教的宗旨 便是一切遵从天命 天命教的人 不得擅自插手世间的事情 世间的一切都有 其自己的因果变化 有因必有果 既然你自己做出来的这种事情 就必须得要承受其后果 这恐怕不符合规矩 圣主若是知道了的话 恐怕得降下责罚了 此时圣女的护道者 依旧是一些犹豫不决的说道 苏老 我们天命教讲究的 就是遵从天命 但这黑头白尾雕 出现在大周皇宫的同时 我们也同样到来了 并且 恰巧我们有阻止这黑头白尾雕 危害人间的实力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天命呢 圣女此时也是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她生来心地善良 她不想要看到百姓生灵涂炭 这 此时护道者也想不到什么理由来反驳了 不过还是 有一些为难 目前这个黑头白尾雕 尚且没有伤人的迹象 我们还是等等吧 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步 我这老头子 也为这世间做一次好事吧 护道者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此时 他的双眼 开始仔细观察着 黑头白尾雕的一举一动 谢过苏老了 至于圣主那边 若是真的降下责罚 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圣女淡淡道 大洲帝国的其他使臣都无比慌张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国的使臣 即使是身边的护卫实力 没有真刚级的 实力最为强大的 也仅仅只是一品高手而已 这些小国的使臣 此时面如死灰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初始一次大洲 就要将自己的性命给搭上 整个大洲皇城的百姓 也是一阵慌乱 此时叶玄还并不知道 黑头白尾雕的到来 引起了如此严重的反响 不过 很快他就注意到了 地面上的人们 似乎有一些不太正常 好像是在躲避这些什么 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小白尾 直接去皇宫 不要在这里继续逗留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底下的百姓 都要被吓死了 叶玄赶忙指挥着黑头白尾雕 朝着皇宫的方向飞去 陛下 那只妖王朝皇宫的方向 飞过来了 此时 一个将军一直都在观察着 黑头白尾雕的动向 看到黑头白尾雕 朝这边飞来时 赶忙去向圣白尾禀报 诸位将士 随阵营爹 圣白尾率先拿着皇剑冲了出去 颇有一番不死不休的样子 第139章 乌龙 而朝堂当中 也没有一个孬种 跟随着圣白尾 纷纷冲了出去 整个皇宫当中 所有的将士们 都各司其职 准备面临着 大洲皇朝建立以来 最为强大的一个敌人 前方妖兽 此乃大洲皇城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速速离去 我还可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的话 我大洲必将与你不死不休 圣白尾此时 虽然说内心里面 还是有一些慌张 毕竟面临的 可不是什么杂毛小兵 现在可是妖王级别的一头凶兽 说不定一脚 就可以将他踩死 不过他现在 可是整个大洲皇朝的主心骨 若是就连他也认怂了的话 那么大洲将迅速溃败 哼 就凭你们这些虾兵蟹将 你以为真的可以拦得住我吗 黑头白尾雕 此时扑扇着翅膀 口中发出了 那令人哭笑不得的声音 此时黑头白尾雕 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用 最萌的声音说最狠的话 不过他的实力 确实可以直接横扫 整个大洲帝国 只不过 他现在已经沦为座棋 若是他真的敢轻举妄动的话 哪怕伤到任何一个百姓 叶玄都不会放过他 那你大可以试试 朕就算是舍掉这条命 也要扒你一层皮 圣白语面色阴沉地看着他 不是他心里面一点都不怕 而是他还有一张无敌的底牌 那就是叶玄 圣白语非常清楚 叶玄现在依旧是处于大洲境内 他不相信大洲皇城 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事 叶玄一点消息都没有听闻到 而看在皇妹的面子上 叶玄必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圣白语现在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好像是对叶玄 有了一种无条件的信任感 好像不管是多么强大的敌人 他都可以一一摆平 这种信任感 似乎在大夏公主府时 叶玄独自一人斩杀三头大妖 将自己救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产生了 而圣白语 现在也是打算拖时间 只要等到叶玄过来 这一切都将会迎刃而解 但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叶玄就坐在 黑头白尾雕的背上 笑着听他说完了这一切 哼 你大可以试试 黑头白尾雕当然不服气 非常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够了 小白尾 不要再说了 是时候结束这一场闹剧了 此时叶玄的声音响彻天际 而黑头白尾雕也 随之降落在了皇宫当中 此时的所有皇城禁卫军 以及城防军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看到黑头白尾雕 降落到了皇宫当中 立刻将他围了起来 只不过此时看上去有一些滑稽 黑头白尾雕 仅仅只是 矗立在那里就有二十米高 而将他围起来的士兵 在他的面前 就如同跳梁小丑一般 只要他愿意扇一翅膀 就足以将这些士兵 打飞到天边去 这是 叶玄的声音 圣白鱼此时 听到了刚刚的声音 还有一些愣神 因为刚刚的那个声音 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当黑头白尾雕降落到皇宫时才 总算是反映了过来 这是叶玄的声音 都退后 不要轻举妄动 圣白鱼此时赶忙吩咐 所有的士兵退后 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自己收起了皇剑 朝着黑头白尾雕 降落的地方走去 陛下不可呀 危险 护国大将军 此时拦在圣白鱼的面前 一脸严肃地看着他道 没事的 这是朕的妹夫 同样是来祝贺的 圣白鱼看到护国大将军 拦在了自己的面前之后 连忙对着他解释了一下 护国大将军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顿时一片错愕 如果真如圣白鱼所说的话 那刚才的所有一切 都仅仅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陛下的妹夫 是一只妖兽 但护国大将军 现在曲解了 圣白鱼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毕竟现在叶玄还并没有露面 而是坐在黑头白尾雕的身上 地下的所有人都看不到 黑头白尾雕背上还有人 所以护国大将军 此时就认为这黑头白尾雕 是自己陛下的妹夫 你在胡说些什么 赶紧给朕退下 圣白鱼非常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呵斥道 护国大将军 此时内心当中还有一些猛 这一切发生的都实在太突然了 他还得好好地消化一下 臣遵旨 都退下 护国大将军 此时立马吩咐所有的士兵退下 黑头白尾雕非常无语地 看了一下脚下的这些蝼蚁 再次昂起了自己高贵的头颅 承白鱼你果然是没有令朕失望 能有为民而占的决心 这是一个帝王难以有的品质 不过既然你有的话 那日后大周必将蒸蒸日上 叶玄大笑了一声 然后带着圣红鸾与白月如 从黑头白尾雕的背上飞了下来 他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大舅子 还是非常满意的 至少面临大敌的时候 不会丢下一国的百姓 贪生怕死 能够有一颗爱民之心 并且有为民而占的决心 这就已经超越了99%的帝王 若是一国之主 都是阴险狡诈贪生怕死之辈 那这个国必然走不长远 谢陛下认可 母后 红鸾 圣白鱼来到叶玄的身前 对着他行了一礼 然后有一些不自在地 看向了旁边的两个女人 同样一一对着他们行礼 虽然说他现在基本上 已经定下是大舟的皇帝 但对叶玄他可不敢有 任何一点点的帝王架子 毕竟叶玄现在可是一条极为粗壮的大腿 圣白鱼可不会傻到 去得罪这一条大腿 算你还有一些骨气 如果你跟那个老家伙一样的话 拿这个皇位交到你的手上 恐怕也是一个错误 圣红鸾对自己的这个皇兄 其实还是有一些偏见的 即使现在所有的关系都已经明确 但他们两个之间的地结 还是存在的 让母后看看 这些天苦了你了 皇宫当中这么多的事情 都有你一个人操办 身为母后的 我却在外面享福 着实让母后有些惭愧啊 白月如此时来到圣白鱼的面前 抚摸着他的脸道 圣白鱼道 母后 你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了 本就应该安享晚年 这些都是尔臣应该做的 第140章 殉葬 母后 得尔臣将皇宫当中的所有事情 都处理完了之后 一定好好的陪在母后的身边 母后也该享天伦之乐了 之前都是孩儿对不起你 还望母后 能够给孩儿一个弥补的机会 圣白鱼直接跪倒在了白月如的面前 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 身边的不管是将士还是大臣 此时都已经目瞪口呆 他们并不知道 圣白鱼和白月如之间 其实是亲生母子关系 毕竟从圣白鱼出生到现在 大家都认为 玉贵妃才是圣白鱼的亲生母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玉贵妃不才是陛下的亲生母亲吗 为什么陛下现在叫白贵妃为母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仅仅大臣和各位将军 感到非常的疑惑 就连旁边的士兵百姓 都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而此时的主人公玉贵妃 看到这一幕双手颤抖 这三天那得瑟静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诸位爱亲百姓 事已至此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白月如贵妃才是朕的亲生母亲 而玉贵妃这恶毒的女人 竟然仗着她是前朝皇帝最为宠爱的妃子 自小就将我从母后的身边抱走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前朝皇帝 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父皇亲口告诉我的 现在我将成为大洲之主 这些事情也不必再继续隐瞒 日后白贵妃将为大洲的太后 在朕成婚前母仪天下 圣白宇这次登基大典 可是准备了不少的事情要做 这其中就不乏将白月如的身份公开 并且成为这大洲帝国的太后 而那玉贵妃则是要完成自己的诺言 毕竟她之前可是亲口昭告天下 愿意为前朝皇帝周百世殉葬 而玉贵妃与朕父皇情深意怯 在父皇死后 三日茶不思饭不香 甚至思念成疾 精神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朕想或许是太想念父皇 既然如此 玉贵妃便随父皇一同去了 三日之后 朕将会为父皇下葬 到时玉贵妃也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 为前朝皇帝殉葬 圣白宇带着一脸人畜无害的微笑 看向在一旁已经恐惧到颤抖的玉贵妃 玉贵妃现在整个人都已经梦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 现在想起 她几天还无比嘚瑟地 在皇宫其他贵妃面前炫耀 不过此时的她恐惧到发抖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然后坐倒在了墙边 此时之前的那些不愿离去的贵妃 也是带着一脸嘲笑地看着她 不 圣白宇你不能这样对我 就算我先前抱走你 确实有罪 但我养育了你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了 怎么说 我也算是你的养母 你现在竟然想要杀我 此乃大逆不道之行 大周以孝为贤 难道这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就此摒弃了吗 玉贵妃勉强地站起来 歇斯底里道 哼 养育之恩 玉如意 你不会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吧 你在孩童时期抱走朕之后 何时对朕有任何照顾 而且生于皇室 朕何曾需要你来养育 难道你非要朕说出 你在后宫当中所做的那些龌龊事吗 为何同样都是贵妃 你却非要将其他的贵妃置于死殿 圣白宇一脸阴沉地看着她 圣白宇从小到大 都没有看得起自己的这位养母 玉贵妃原名玉如意 是圣白室在一个无比偏远的地方 带回来的女子 因为懂得讨圣白室的欢心 成为了圣白室身边最为宠爱的一个妃子 不过 她也仗着圣白室对她的宠爱 在后宫当中为非作歹 特别是对她的生母白月如 最终让白月如在痛苦中死去 就凭这一点 圣白宇都不可能放过她 放着这些不谈 殉葬本就是你自己提出 并且向父皇承诺 现在父皇已经离去 难道你是要违背自己的诺言 这可是欺君之罪 按照大周律法 可是要租连九族的 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吧 你与父皇如此的恩爱 父皇还在下面等你呢 来人给我拉下去 先囚禁在冷宫 待到父皇下葬之日 举行殉葬仪式 不可辜负了玉贵妃的一片心意 圣白宇此时 已经不想要再继续看到这个女人了 再来两个护卫 打算直接将她囚禁到冷宫当中去 圣白宇 你不会懂的 你们都不会懂的 你以为后宫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吗 后宫那是一个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之地 若是你仁慈宽厚 只能落得一个被欺负的地步 你以为 为什么你能够在大皇子的手上活下来 那都是 我为你铺垫的前路呀 等你之后有了你的后宫 自然会明白我的苦楚 玉如意这个时候 还是不死心 她自始至终 都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错误 这玉贵妃大可放心 朕再次昭告天下 从此以后 朕将废除后宫 朕只会有一个心仪的女子 那便是朕的皇后 以后所有后宫的闹剧 都将不复存在 圣白宇面容淡定地宣布着 这令所有大臣都瞠目结舌的消息 陛下不可呀 若是如此 皇室血脉将难以延续呀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护部尚书又第一个站了出来 跪在圣白宇的面前 劝道 还请陛下三思呀 延续皇室血脉 乃是重中之重 不可轻易地废除后宫呀 礼部尚书此时也是站了出来 跪倒在了圣白宇的面前 起来吧 朕心意已决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圣白宇淡淡地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 还请陛下三思 护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再次磕了一个响头 但是依旧没有站起来 放肆 朕才是这大州的皇殿 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还需要你们来开口吗 如果你们不想干了的话 有的人想干 圣白宇此时看到他们 堵在自己的面前 非常不客气地对着他们怒斥 其他的大臣 此时也是静若寒蝉 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而圣红鸾听到他要废除后宫之后 也是有一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第141章 使臣 毕竟作为一个皇室出身的人 后宫的概念 已经在他们脑海当中根深蒂骨 叶玄能够为了圣红鸾废除后宫 圣红鸾虽然说意外 但是叶玄毕竟不是普通人 而圣白宇 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废除后宫 毕竟他现在连一个皇后都没有 这也是护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如此反对的原因 不过圣红鸾经过此事 还是更加高看了圣白宇一眼 圣白宇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很明显是下定了 与白领掌相厮守的决心 叶玄也非常认可地点了点头 护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此时也是知道 所有的一切圣白宇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并且下定了决心 现在不管说什么 都无力回天了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圣白宇带着叶玄等人 进入到了皇宫当中 圣白宇在诸国使臣的见证之下 在登基大典一事过去之后 登上了大洲帝国的皇位 恭贺大洲皇帝 大洲的所有将军大臣 以及百姓都纷纷行跪拜礼 而他国的使臣 则是则是行作一礼 而黑头白尾雕 此时也是幻化出来的人形 不过他幻化出来的人形之后 却和他之前的模样完全不同 他变成了一个正态 在配合上 他那如同婴儿 但非婴儿的声音 让人感觉到别扭 但又喜爱 黑头白尾雕 对于殷山之外的事情 还是非常好奇的 他从来都没有见到 这么热闹的场面 不过他现在的习性 还没有改过来 举手投足 都像是一只雕 甚至在开席的时候 想要用他的爪子 也就是用他的脚去抓吃的 这使得夜旋感到非常无语 圣红鸾倒是非常喜欢 黑头白尾雕 所幻化出来的这个小正态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怀胎的原因 母性大发 非常耐心地 教导着黑头白尾雕 黑头白尾雕 起初还是有一些抗拒的 不过在圣红鸾的教导之下 很快就学会了 用筷子去抓食物 并且在黑头白尾雕 学会了之后 圣红鸾从来都不会 吝啬自己的夸奖 这让黑头白尾雕骄傲的 同时还带着一些羞耻 但此时的黑头白尾雕 对圣红鸾 也不是那么的抗拒了 而后 各国的使臣 都开始纷纷献出 自己所带来的礼品 大夏就坐在主位的左侧 程白宇 给予了大洲最高的礼仪 这也彰显了 圣白宇对大夏的重视 大夏此次前来 带来了不少的金银财宝 并且还送上了一件极品兵器 大夏因为也是 刚刚完成的皇位交替 朝堂当中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而叶玄 现在已经是当了一个甩手掌柜 大厦的所有朝堂上的事情 基本上他都不管 所有的事情 都交到了杨家处理 这可让杨天雪和杨家之主 以及杨家己兄弟 累得够呛 不过这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谁叫这是自己的外甥呢 但令叶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此次出使大洲的 竟然是自己的养父母 叶成宗与薛宁 爹娘 你们两个人怎么来了 叶玄看到大夏的使臣团中 有自己的爹娘之后 也是感到惊讶 立刻上前去行李 待在大夏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出来看看 正好借此次机会 可以出来见见世面 这不是你在这里 我们这么长时间 没有看到你了 也有一些担心 所以就过来了 快让娘看看 这段时间瘦了没有 薛宁笑着来到叶玄的身边 双手托起她的脸 笑着说道 哎呀 爹娘你们来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说一声 最近这段时间 阴山妖魔作祟 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若是你们两个 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让儿子怎么活下去 叶玄带着一些担忧道 放心吧 此次太后派遣了 十位真刚护卫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叶成宗来到叶玄面前 此时圣红鸾和白月如 也走了过来 红鸾 这段时间没发生什么事吧 你现在可是怀胎再生 一定不要动气 也不要太过劳累了 有什么事情 的话就尽管 吩咐叶玄去做 要是她哪里 对你不好的话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一定会好好地教训这小子 薛宁看到圣红鸾走了 立刻拉起了她的手 并且带着一些威胁的 撇了叶玄一眼 爹娘你就放心吧 夫君从来都没有亏待过 不过若是娘想要教训她的话 也加我一个 圣红鸾现在就像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孩子一样 嬉皮笑脸的 也看了叶玄一眼 娘 到底谁才是 你的亲生儿子啊 天底下的娘 哪有这样对自己亲生儿子的啊 叶玄此时也是苦着一张脸 无奈地贪了贪手 对了爹娘 这是我的生母 名叫白月如 圣红鸾此时 立刻开始介绍起了 自己身边白月如 先前我过来的时候 就知道 这位娘子非同一般 并且眉眼之间 与红鸾同样利人 当时我就猜测 这应该是红鸾的生母 看你这面相 应该年纪比我小些 我叫你月如妹妹 没关系吧 薛宁立刻来到了 白月如的身边 拉起了她的手 并且毫不吝啬地 对着白月如夸赞道 当然可以 白月如从来都没有见过 如此自然熟的人 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亲家母 此时她都不知道该如何回话 只能站在原地笑着 我名薛宁 既然我都叫你月如妹妹了 你就叫我宁姐姐吧 现在叶玄这孩子 与红鸾感情深厚 对于红鸾 我可谓是无比喜爱 月如妹妹 能够生得如此可人 孝顺的女儿 真是令姐姐羡慕呀 叶玄能娶得红鸾这般女子 也是她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薛宁此时开始喋喋不休了 从红鸾降到叶玄 再从叶玄降到叶玄小时候的求是 在薛宁的自然熟之下 白月如也逐渐融入到了薛宁的状态当中 听到好笑的地方 也能够放下身段 开怀大笑 圣红鸾看到这融洽的一幕 也发自内心的高兴 叶玄听自己母亲 又讲自己奇珠壮树的事情 这也是无脸 叶成宗和叶玄 看到这娘俩这么快就熟悉起来 也是相识一笑 然后回到了酒桌上 第142章 回忆 玄儿 自从你长大了之后 咱们爷俩也没有好好地喝一杯了 今日 咱们就不醉不归 叶成宗端起了酒杯 大笑了一声 跟叶玄碰杯 好 那就不醉不归 叶玄此时同样大笑一声 将自己酒杯当中的酒意饮而尽 不过以叶玄现在法相近的实力 酒精已经对她没有任何作用了 不管喝多少 她都不可能醉 酒过三巡之后 叶成宗开始有一些上头了 隐隐约约已经有一些醉意 不过她 还是不敢真的喝醉 毕竟薛宁时不时地 会投射过来一道威胁的目光 叶成宗看到这个目光 也只能善善一笑 然后默默地放下了自己手中的酒杯 哎呀娘 爹今天高兴 就让她放纵一次吧 毕竟爹在家这么听你的话 偶尔也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盛红鸾此时 也是观察到了这一切 连忙来到薛宁的身边 挽着她的手道 既然红鸾都这么说了 那今天就不管她了 听说你们这大周皇宫是新建的 月如妹妹是不是该带姐姐去参观一下 薛宁自己也不太喜欢这种 太过热闹的场合 所以想跟白月如出去走走 说来也惭愧 虽然这大周皇宫是新建的 但是妾身也从来没去逛过 白月如无奈笑道 无妨 这样更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一同去探索一下 这新建的大周皇宫 总比在这个地方 看这些臭男人喝酒好 不知月如妹妹 是否愿意赏脸一同前去 薛宁伸出一只手 一脸微笑地看着白月如 此时的白月如 被薛宁的这话 调侃得脸颊微红 不过还是点头挽住了薛宁的手 娘 要不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圣红鸾此时走到了 他们两个的面前 想要和他们一同前去 毕竟自己现在也算是一个真刚 若是出现了什么危急情况 也可以保护住他们两个 红鸾 你现在有身孕 还是不要和我们两个瞎折腾了 放心吧 我会照看好月如妹妹的 薛宁说着 就带白月如朝外面走去了 圣红鸾也是苦笑地摇了摇头 现在自己的这两个娘 好像才是真爱 而自己不过只是一个意外 夫君 此处我不太喜欢 我就先回去了 圣红鸾看到这宫宁当中 也没有一个和自己说话的人 顿感无聊 所以也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我陪你一起 叶璇说着 就打算站起身跟随圣红鸾 不过立马被圣红鸾摁了回去 这就不必了 放心吧 这是皇宫 而且还有这么多真刚在身边 不会有问题的 你和爹已经这么长 时间没有同桌共鸣了 此次你就陪着爹就好了 不必管我 爹 你们仅可以举杯痛饮 娘那边我会与她说的 圣红鸾非常温柔道 对着叶成宗行了一礼之后 就朝宫殿外走去了 叶璇看到薛宁带着白月如出去了之后 立刻示意三个真刚前去护卫 毕竟 现在这大洲皇宫当中的闲杂人等 还是非常多的 若是到时候出现了什么刺客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而圣红鸾 本来也就不太喜欢这种宴席的场合 从小到大的习惯 使得她比较喜欢清冷的地方 毕竟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什么伙伴 每当皇宫当中举办宴席的时候 她自己都会躲起来 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 在小时候 白贵妃的地位不高 再加上性格温和宽厚 成为了所有贵妃欺负的对象 基本上 后宫所有人都能够在白贵妃的身上 踩上一脚 白贵妃尚且如此 圣红鸾当然地位也高不到哪去 基本上都是被皇子皇兄 当作耍乐的对象 平时除了和一些丫鬟玩之外 见到皇室的其他兄弟姐妹 基本上都是躲着走 而这种宴席 当然也只是那些地位高的皇子享乐的时候 圣红鸾回到了圣白鱼给她新建的寝宫当中 而这个寝宫 也是专门用她的名字来命名 名为红鸾宫 这就意味着在大洲皇宫当中 这个寝宫是独属于圣红鸾的 这小子还倒挺会做人 圣红鸾此时也是非常的满意 红鸾宫还特地种了一片桃林 此时院子当中开满了桃花 圣红鸾看到这一幕 内心当中也颇为触动 毕竟小时候的自己最喜爱的便是桃花 而皇宫中 也就只有大皇子的院子里有几棵桃树 平时圣红鸾根本就不敢进大皇子的地盘 毕竟像大皇子那般残暴之人 若是被她知道了 圣红鸾闯进她的住处 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 圣红鸾来到桃林中央 开始独自欣赏着 这自己小时候神往的桃林 夫人很喜欢桃林吗 而就在此时 叶璇已经悄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慢慢地挽住了她的腰 圣红鸾因为刚刚已经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这一片美景当中 所以一时之间愣了神 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让你陪爹喝酒吗 圣红鸾转过身来面对着她 将头埋入到了她的怀中 爹还是不放心你 毕竟你现在怀着身孕 身边总得有个保护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啊 我是被爹赶出来的 叶璇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 无奈笑道 嗯 圣红鸾没有再多说什么 轻恩了一声 不过这一声 轻恩让叶璇心头痒痒的 夫人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叶璇轻吻她的额头 小时便喜爱着桃鸾 但是从小到大寝宫当中 莫说是桃树 就连普通的绿植都没有 就算皇宫当中 有那么几棵桃树 她的所在之地 也不是我能够涉足的 圣红鸾想起小时候的事 眼眶也开始逐渐 有一些发红 小时候的她 实在是太苦了 眼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他人的折磨之下 日渐衰老虚弱 但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她自己本来就自身难保 在这皇宫当中 能够保住一条命 就已经实属不易 长大之后 又被当作皇室的筹码 驾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厦 只为和蒸蒸日上的 大厦皇室攀上关系 第143章 归途 不过能够脱离这大洲 对于她来说 又如何不是一种解脱 即使是当作筹码 远嫁他乡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她能够在这种时候 遇到叶璇 令她甘愿为她 战斗到死的叶璇 若是夫人喜欢的话 为你打造十里桃灵又如何 叶璇也知道 圣红鸾是想起小时候 那艰苦的时光了 所以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夫君 能够遇见你真好 圣红鸾也深深地抱住了叶璇 三日之后 所有的他国使臣 都已经纷纷离去 而叶璇也将踏入归城了 母后 你当真要与皇妹 一同前往大厦吗 圣白于此时已经是大洲皇帝 看着白月如 有些不舍地说道 于儿 娘在这大洲 也已经待了这么多年了 想要出去走走 不过娘一定会回来的 你现在是大洲之主 一定要兼顾天下 不得在一起用事了 一定要好好对大洲的百姓 还有你宣布废除后宫 选皇后时一定要谨慎 白月如本来还是想要留在大洲的 但是架不住圣红鸾和薛宁的软磨硬炮 薛宁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一般 本来她与叶成宗是夫妻 但现在叶成宗在薛宁与白月如身边 反而像一个电灯炮一样 好了皇兄 选后这件事 你自己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就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了 至于治国之事 我们能够帮到你的并不多 毕竟现在我们并不属于大洲之人 若是对大洲的国室夫君干涉太多的话 恐怕会落下不少口食 夫君留了十位 真刚在大洲 他们是只属于你的管辖 这也是你最为强大的一个底牌 现在殷山的妖兽猖獗 你必须要时刻注意 否则边境将会生灵涂炭 圣红鸾此时走到圣白宇身边 特地对着他叮嘱道 放心吧红鸾 既然我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自然知道我肩膀上所肩负的责任 我也非常期望着我的小外甥出生 等白宁回来了 我将会与白宁成婚 到时还请陛下赏脸 圣白宇这些天已经想得非常明白了 不管是于情于理 自己都要迎娶白宁 毕竟人家等了自己这么久 再加上前世的姻缘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既然都已经如此 那也就顺从这天意 圣白宇这些天对白宁朝思暮想 夜晚辗转反侧闭上眼睛 脑海当中想的都是白宁 放心吧 到时若无事 我必将出席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就不要再叫陛下了 我占点便宜 如果你不介意 的话就叫我一声夜哥吧 哈哈 夜玄说完这话之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夜哥 圣白宇能够走到这个位置 也不是傻子 立刻就叫了一声 并且同样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 该叮嘱你的红鸾 也已经都说了 同样作为帝王 我唯一需要叮嘱你的 只有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不管是何等权力 能够解决问题的 只有自己本身的实力 实力强大 是一个人的基础 也同样是一个人的底牌 所以你耽误自己 是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尽快突破真纲 是你现在首要做的事情 夜玄拍了拍圣白宇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对着他说道 白宇谨记在心 圣白宇双手抱拳 无比认真地点了点头回答 此时的黑头白尾雕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此时的黑头白尾雕 看上去威风凛凛 高高地昂起自己的头颅 皇城禁卫军 看到这黑头白尾雕 都感到一阵胆寒 毕竟像这种实力的 妖兽弱势 来大洲厮杀的话 那必将是生灵涂炭 血流万里 不过好在 这只是夜玄的做起 不过所有的皇城禁卫军 此时都对夜玄 发自内心的敬佩 同时对夜玄的实力 浮想连篇 毕竟能够收服一头 如此强大的妖王 那夜玄的实力 究竟已经到达了 多么妖孽的地步 哎 你说 要是到时候 我大洲与大厦翻脸 我们大洲的胜算有几成 此时巡逻的禁卫军 有一些好奇的提问 这还用说吗 你也不看看 大厦皇帝 那个配置 究竟有多恐怖 那可是妖王啊 才只是 他的一头做起而已 你想想 能够收服一头妖王当做起 他的实力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幸亏我们现在两国交好 否则的话 大厦想要吞并大洲 那不是守到亲爱的事情 此时 几个巡逻的禁卫军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你们在闲聊些什么呢 是你们的头颅 现在还安安稳稳地 放在你们的脖子上 感到不自在了是吧 此时 一个禁卫军队长 已经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对着他们冷冷地呵斥道 队长饶命 这几个闲聊的士兵 此时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赶忙跪倒在地 毕竟刚才他们谈论的这些东西 以及刚才所说的话 都是要掉脑袋的 甚至可能猪连九族 起来吧 这种话 如果之后再让我听到了的话 就自己洗干净脖子等死吧 禁卫军小队队长 此时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而此时的皇宫当中 也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白月如又看了看 自己的这个儿子之后 便与圣红卵等人 踏上了归途 叶璇带着大厦的所有使臣 跳上了黑头白尾雕的背上 朝着大厦的方向飞去 因为此次来访大洲的主要使臣 还是叶成宗两夫妇 而其他人都是一些真刚护卫 这些护卫 都是杨天刚最近这段时间培养起来的 有了百炼成刚之后 杨天刚头一次觉得 突破真刚竟然会如此的简单 现在培养真刚强者 就如同一条生产链一样 基本上每过三个月 都能够出现一批真刚强者 杨天刚自从在叶璇 这拿到百炼成刚法之后 就开始不断地收集大厦帝国 所有有武道天赋的高手 现在 他好像就把培养真刚强者 当做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 而大厦皇朝的朝政 有着杨家其他人应对 在杨家的一步一步的运营之下 大厦开始逐渐稳定了下来 第144章 镇南亡 不过杨家对叶璇这个甩手掌柜 实在是又恨得牙痒痒 又感到非常的无奈 毕竟那个时候 是杨家把叶璇给抬上来的 而叶璇还是杨家的外甥 这一层一层的联系 让杨家实在感觉自己 好像是被压榨的打工人一样 不知玄儿现在怎么样了 去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回来看一下娘 怕不是忘了大厦 还有一个娘在等着她 杨白雪此时俯着额头 看着面前的奏折 哀声叹气道 叶璇走了之后 大厦皇朝的所有奏折 都是由杨白雪与杨叶负责 这些天当中 奏折杨白雨都看得异常头疼了 毕竟叶璇这小子 一走就是半个月 并且这半个月当中 没有一点消息 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放心吧白雪 大周那边 我们时时在掌控着消息 此时大周新帝已经登基 就是皇后的皇兄 想必玄儿这几天时间当中 就该回来了 你怕不是这些天里面 批揍折批累了 想要把这些事情 重新丢回给玄儿吧 杨天宝此时 看着面前的杨白雪 不由地对着他笑着说道 唉 杨白雨无言以对 只能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毕竟他心里面 确实是这么想的 不过好在有杨叶这职场老手在 不管是操场当中 多严重的事情 这个老太师 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搞定 至于朝堂当中的所有大臣 对这个老太师 都是非常幸福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退朝 太后万福安安 所有大臣请安之后 都纷纷离去 这半个月当中 整个朝堂上的事务 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但不管是多么祥和的朝堂当中 必然会出现几个反骨 哼 现在这天下 都快成为杨家的天下了 陛下九出不归 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吧 此时退朝之后 有三个大臣聚集在了一起 慎言呀 你头上是脑袋 不要了是吧 敢在背后如此说陛下 我看你真的是活腻了 此时其中一人 都快要被吓尿了 敢忙让说 这话的人闭嘴 毕竟在背后 嚼当朝皇帝舌根 并且话语当中 还诅咒皇帝出意外 这本来就是 诸连九族的大嘴 哼 既然他都这么做了 还不让人说了 当朝皇帝 自从登上了这个地位之后 就再也没有管过 大厦的事情了 要我说 还不如将这个皇位 让给镇南王 说这话的那个人 不有一副不怕死的模样 而刚刚阻止他说话的人 听到这句话 差点一口气背过去 你脑袋不要了 我还要呢 以后不要跟别人 说我认识你 其中一个识时务的人 立马就拉开了与他的距离 并且撇清了 和他之间的关系 他可不想玩九族消消乐 到时候这句话 如果真传到杨家 或者当朝皇帝的耳朵里面的话 那自己恐怕也难以幸免 他现代上有老 不敢冒这样的险 现在能够混到力部郎中 他已经非常知足了 并且 他对杨家可是没有任何的看法 甚至内心里面 还是比较偏向杨家 而另外两人 其中一位是南方总督 而另外一位 则是大夏压两官 两个人的官职都不低 不过因为南方总督 基本上都与大夏的南方打交道 不免和镇南王关系 更加亲密一些 并且 镇南王此人无比的大方 再加上南方粮食储备 基本是全国之罪 大夏皇朝的粮仓 基本上都出自镇南王所在的南方城市 而压粮官 基本上都是去南方收粮 然后一路押送到黄都 也正是因为这样 压粮官和镇南王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大夏的压粮官 可是在镇南王的手上 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镇南王上次造反其中 和他们两个 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夜宣之后 并没有太过于 去追究镇南王的事情 所以 也并没有去真正地 去追查这其中的蛛丝马迹 当时镇南王之所以 可以一路上畅通无阻地通关各城 这压粮官 可是起了大作用 压粮官在各国所有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爪牙 而粮食本就是朝堂命脉 断粮就如同断生 没有那个地方官员 敢得罪压粮官 所以 压粮官的地位可想而知 这里说话并不方便 我们出去再聊 此时 这个南方总督和压粮官对视一眼 然后敲咪咪地说道 两人离开了皇宫 这后来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 听你刚才那句话 你是想要 压粮是率先开口 这南王是不可能死心的 而现在当朝皇帝 竟然不问朝政 他心里面哪有我们大侠 而郑南王心怀百姓 并且掌握着大侠帝国的命脉 南方粮仓 若是到时 郑南王掐断此命脉 当朝皇帝 又该如何应对呢 南方总督此时 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发现没有人之后 才敲咪咪地凑到了 压粮官的耳边道 可是当朝皇帝的实力太过强大 郑南王恐怕 掀不起什么大浪啊 而且上一次 陛下已经过了郑南王 那可是谋反之罪 若是此次不敌 恐怕我俩也不会有任何活路呀 压粮官此时 还是有一些犹豫不决 毕竟 这可是能够决定他的生死 若是这一次选择选错了的话 恐怕他家上下老小都活不下去 这你大可放心 也不怕告诉你 郑南王早就已经 把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此次就是为了 和这夜璇决一死战 郑南王在外面 请到了一位绝世高手 竟然能够压得住夜璇 夜璇之所以能够 再上次大败郑南王 最重要的 是他利用了护国大阵的力量 若是能够将他引出皇城 那么这小子 在那位绝世高手的手下 必将插翅南非 并且郑南王已经向我保证 若是他能够成为 大下帝国的新皇 那么就会将我封王 若是你加入到 郑南王的讨伐队伍当中 你也同样可以封王 南方总督此时 也是抛出了一个致命的诱惑 封王那可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情 一直以来 只有皇室的人才能够被封王 第145章 妖神血脉 并且这些王都是世袭制的 若是有朝一日真的能够被封王者 自己的后代都将能够受到福泽 并且这些福泽 还是世世代代的 基本上在族谱的第一页 第一个名字就得写上了你 毕竟你并不是皇室人员 却被封王 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鸦良官此时也不免得有一些心动 和南方总督对视了一眼之后 已经确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都已经确定了吗 没想到 都已经爬到这样的位置上了 竟然还想要造反 真是令我意想不到呀 杨白雪此时 看着自己面前大厦各地传来的奏折 本来就有一些头疼 此时听到南方总督与鸦良官 打算跟郑南王再次造反 使得他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这是陈清尔听到的 不会有假 并且从他们的话语当中 陈还听到了 郑南王或许已经请到了一个 能够对付陛下的高手 不过 陛下现在尚未归来 若是郑南王真的再次造反 恐怕还是有一些麻烦的 杨白雪面前站着一个真刚 杨白雪可不是傻子 在皇宫当中 这么多年该养成的新年子 早就已经养成了 自从上次郑南王造反叶玄 把他压下去了之后 虽然说 叶玄确实是不想去多管这件事情 但是杨白雪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去追寻着郑南王所留下来蛛丝马迹 并且在那些收复的城市当中 追寻线索 最终在几座城市当中 打听到了一些 关于南方总督和鸦良官的消息 自从那次之后 杨白雪就一直安排着一位 实力还比较强大一些的真刚 一直跟踪着他们 他们本来就是武道天赋 并不是那么强劲的普通人 被一个真刚跟踪 根本就察觉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不过起初 他们并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 直到刚才的那一番对话 被真刚抓了个正正 既然他们这么想造反的话 那就让他们来吧 南方粮仓 也不能一直放在郑南王的手上 这个人身上有腻骨 不管如何 他都不可能安安分分地 当一个郑南王 就算是将所有南方的官员 全部换一个 便也要把南方粮仓 给掌握到我们自己的手上来 杨白雪此时放下了 自己手上的奏折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已经开始 想后续的计划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杨叶已经年过花甲 再加上武道天赋并不强 就算是药物浸泡 再通过百炼成钢法 也不可能突破真刚 所以他的寿命与普通人无异 再加上常年劳累 为了大下劳心费神 现在他已挥发白虚 看上去整个人都无比的苍老 等到玄儿回来再商量对策吧 现在虽然我们真刚强者 已经接近百位 但是若震男王真的找来了能够对付玄儿的强者 就凭真刚进 肯定是不足以对付的 不过 我相信 玄儿的身上有无限可能 所有的一切 在他们面前 都将会迎刃而解 现在我们并不需要太过着急 等玄儿回来 他们也不过只是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杨白雨此时笑了笑 并不想再去理会这件事情了 就让他们去好好地计划一下他们的阴谋 自己也不太想继续管这件事情了 等到叶玄回来 一切也都将迎刃而解 而此时的叶玄 带着红卵等人也是在赶回来的路上 这一路上经过阴山时 偶尔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妖兽的 而且 不管是大洲附近 还是大夏附近的城中 还是有一些妖兽会去作祟 不过都会被真刚强者解决 叶玄也没有在这些地方多作停留 没有想到 我们一路上竟然没有上前来的妖兽 我记得我们赶来的时候 可是有不少的妖兽拦路 而且 我看到路上碰到我们的妖兽 好像都惧怕我们一样 看到我们就绕着走 圣红卵走在路上看着周围的美景 不由得感到有一些奇怪的 哼 你也不看看谁在你的身边 本尊的身上可是有骨雕的血脉 这些妖兽看到本尊肯定是要绕着走的 黑头白尾雕 此时非常骄傲地仰起了自己的头 此时的它已经幻化成了小正态的模样 叶玄并没有打算赶时间地回大夏 所以 一路上没有一直让黑头白尾雕高速飞行 而是时不时地飞一段 然后再时不时地走一段 这一路上也是看了不少阴山的美景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你的身上有骨雕的血脉 为什么会害怕阴山蛇神呢 阴山蛇神是蛇妖 而你是飞禽类 你对它应该是有血脉压制的才对啊 据我所知 阴山蛇神应该也是妖王的境界 不过 它应该是已经到达了妖王巅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不久之后 它就要突破妖王 不过妖王之节 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叶玄有一些疑惑地 对着黑头白尾雕问道 哼 愚蠢的人类 不要以为是这阴山蛇神 只是实力比我强大一些罢了 它身上同样也有远古血脉 它身上有着远古白蛇的血脉 这远古白蛇 曾经是一只实力达到了真正的妖神级的超级大妖 不过 最终在羽化成神的大姐当中 没能挺住 最终在天雷之下 化作了灰飞 黑头白尾雕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也是带着一些遗憾 妖神 叶玄听到这个全新的名词之后 也是感觉到 有一些疑惑 愚蠢的人类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众所周知 在妖王之后的境界 便是妖皇 妖皇对应的 也便是你们人类的真身境 而我们妖兽 还是能够继续往后修炼 并且进化的 妖皇之后便步入妖圣 若是你能够突破妖圣 便能够到达妖神 当你到达妖神了之后 你便已经不再 只属于妖兽的范畴 到了妖神这个境界 你甚至可以 创造一番自己的小天地 而妖神的下一步 便是所有修行者的终极目标 羽化灯神 若是真的能够踏出这一步 你便能够成为世界之主 你的一言一行 便是这世界的法则 黑头白尾雕 语气激动地说道 第146章 收服 叶璇点了点头 现在她对之后的境界 也有了一定的认知 这对之后的修炼 也有一定的帮助 除了这些 你还知道些什么东西吗 叶璇继续对黑头白尾雕问道 她相信 这个世界的上限 恐怕不是仅仅达到华神罢了 之后 本尊就不是非常清楚了 毕竟就算是有羽化灯神的强者 他们也不可能再次回到原本的世界 黑头白尾雕摇了摇头 叶璇听到这话之后 也没有再继续往下问了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叶璇没有再继续 在阴山走走逛逛 加快了赶路的速度 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到达了大厦境内 黑头白尾雕 从高空当中 缓慢下降高度 并且从云层当中 逐渐显现了出来 娘 这就是大厦了 圣红鸽挽着白月如的手笑道 与大厦相比倒是繁华了不少 白月如看着下面的景象 也不由得点了点头 圣红鸾道 等夫君把皇宫当中的事情 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带你在大厦当中 好好逛一逛 白月如看着自己女儿 那欢呼雀跃的样子 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圣红鸾似乎在大厦 比大厦更放得开 由此可见 在大厦 她是非常幸福的 小白尾 先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降落吧 现在天色已晚 先找个客栈休息一下 叶璇看着头上 已经遍布繁星的天空 拍了拍黑头白尾雕的羽毛 黑头白尾雕并没有回话 不动声色地 找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停了下来 并且幻化成了人形 只不过仅仅是这样 依旧被人给盯上了 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凶兽不怕死赶下阴山 跟着她 此时 有两个真刚 在黑头白尾雕降落的白米之外 看着夜玄他们 这两个真刚 都是杨天刚亲自培养起来的 而且 他们两个是两兄弟天赋极高 在短短28岁 就突破了真刚境 这两兄弟 一个名为张海 一个名为张禄 从小便天赋极佳 只是25岁之时 就已经成为了一品高手 不过他们并不想 为皇室效力 只想要当一个游历四方的游侠 不过 即使是他们天赋极佳 但他们体内的真气 实在是太过轻浮了 需要不断地沉淀 才能够突破真刚 在30岁之前 突破真刚 成为了他们的梦想 在10天之前 他们所在的宁城 遭受到了凶兽的袭击 那只凶兽已经到达了大妖巅峰的层次 两兄弟为了保护城中的百姓 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 才勉勉强强拖住了那只大妖 而城主在这只大妖来临之后 就立刻报告了朝廷 杨天刚也是亲自来到了宁城 将这一只大妖斩杀 最后 杨天刚看上了这两兄弟身上的天赋 交给了他们 百炼成钢法 并且也没有逼迫他们 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只是交给了他们两个人一个任务 要他们两个人守在宁城中继续保护百姓 起初两人还并不相信 踏入真钢会有什么捷径 但当他们真的修炼了百炼成钢法之后 才发觉了这其中的奇妙之处 短短一天时间 两人就完全掌握了百炼成钢法的修炼要诀 并且短短五天的时间 他们就从一品突破到了真钢境 先前他们的沉淀 就已经足以突破真钢境 只不过 他们缺少了正确的方法罢了 而张家两兄弟突破真钢之后 发自内心地对杨天刚表示敬佩 所以就自愿留在了宁城中 保护着城中的百姓 不被妖兽侵害 没想到这宁城竟然有着两个真钢守卫 看来大舅 最近这段时间可是挺忙活的呀 叶璇此时已经感受到 张家两兄弟正在跟踪着他们 本尊去解决了这两个根屁虫 黑头白尾雕 同样也感受到了张家两兄弟 他可不太喜欢这样被人跟踪的感觉 他好歹也是一代妖王 怎么可能会受这样的气 说着 他就想要恢复妖兽状态 不必了 这是自己人 应该是你刚才降落的时候 动静太大了 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最近这段时间 里面殷山可是有不少的妖兽 下山危害周边的城市 现在你降落在这里 不免引起他们的关注 叶璇赶忙制止住了他 随之消失在了原地 并且两分钟之后 他就带着张家两兄弟回来了 草民拜见皇后 刚才所有一切都是误会 让娘娘受惊了 还请娘娘恕罪 张家两兄弟来到盛红丸的面前 单膝跪地行礼 平身吧 你们也是为了 这宁城的百姓 盛红丸微笑着对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想要上前 将他们搀扶起身 不过两人赶忙制止了盛红丸 赶忙站起来 当朝皇后已经怀有身孕 他们两个也是知道的 现在哪敢让皇后 亲自搀扶他们起身 若是到时候 皇后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们两个的小命可赔不起 盛红丸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也并没有太多的表示 你们两个 带我们去最近的客栈吧 我想问问你们最近大厦发生的事情 叶玄现在也想知道 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 大厦有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的状况 哇 张家两兄弟将叶玄一行人 还在了最近的一个 配置比较好的客栈当中 并且和客栈的老板交代了一些事情 安顿好了这一切之后 来到了叶玄的房中 陛下 张家两兄弟行礼 平身吧 现在又不是在朝堂当中 不必行这般序列 杨国舅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你们两兄弟天赋极佳 就算没有百炼成钢法 也迟早能够突破真钢 叶玄粗略地感受了一下 他们两个的道骨以及经脉 发现他们两个的天赋 基本可以称得上是上品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若是能掌握正确的方法 突破法相 恐怕都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但是这两兄弟 从小到大 一直都待在大厦当中 并没有见识过 真正强者是什么样的实力 所以在他们的先前认知当中 真刚已经是能够触及到的顶峰 在叶玄的事情出来了之后 他们才知道 真刚并不是实力的尽头 第147章 无敌精深 对于有天赋的人来说 最怕的就是没有一个目标 而现在张家两兄弟 已经将叶玄当作了自己的目标 现在看到了自己内心追赶的目标 张家两兄弟 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激动 谢陛下夸奖 张家两兄弟 努力地压制着自己心中激动的心情 赶忙抱拳谢恩 好了 你们两个也没有必要这么拘束 说起来 你们的年纪还比朕更加年长一些 而你们的天赋 在大下也是少见 现在 我能给你们一条路走 这或许是一条艰苦的道路 需要你俩不断地努力 若是你们同意的话 便跟在朕的身边 朕可以保证 三年之内 能够让你们突破真刚 进入到下一个境界 另外一条路 则是遵从你们自己的内心 这是朕大就给朕的免死金牌 你们两个拿着 若是你们想要在大下某个义官半职 便拿着这块免死金牌 去找杨国旧杨天刚 到时 他会安排好你们两个人的一切 叶玄现在内心里面 是真心看好张家这两兄弟 他们两兄弟 确实是叶玄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见过的天赋最佳的两人 并且他们两个血脉紧密 日后若是能够寻得一门双修之法 对他们的实力 也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张家两兄弟的激动之情 已经异于言表 现在似乎已经有一些迫不及待答应下来了 陛下若愿收我两兄弟 那张海张鹿 愿为陛下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张家两兄弟对视了一眼 都非常确定了 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 双双跪倒在地 身为兄长的张鹿 答应了下来 好 既然如此 日后你们两个 就是朕的贴身护卫 这块免死金牌 你们两个也拿着吧 此金牌如同镇清零 日后你们可能还用得上它 叶玄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收服张家两兄弟 也并不仅仅只是 看在他们天赋好 而是因为 自己本来就要 找几个协助自己修炼的人 现在四局虽然说 还能够帮助自己修炼 但是效果已经微乎其微 再加上四局本身的天赋 也不是很好 就算再怎么提叶玄 也就只能够将他们的实力 提到真刚巅峰左右 穷极一生 恐怕都无法突破法相 所以叶玄不得不为 自己之后的道路 招收一些人才了 现在自己认真的锤炼 已经到达了五千多次 已经获得了钢筋铁骨 金刚不坏之身 以及钢铁之躯 而下一个阶段 便是一万次的大关 等到完成了一万次 认真的锤炼之后 自己将获得认真锤炼终极奖励 无敌今生 而现在认真的进食 也已经到达了一千次 已经获得了初级妖魔之体 自身寿命 已经到达了三千年 现在的叶玄 也是无比的期待之后的魔神之体 或许到时候 自己就没有寿命的限制 获得永生 草民必将誓死 护卫陛下 张家两兄弟 立刻跪倒在地坑了三个巷头 叶玄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他们从地上扶了起来 次日一早 叶玄一行人 再次踏上了归途 叶玄不想再耽误时间 让黑头白尾雕全速前进 只是短短一天 便到达了皇宫 嫡妻 皇城进卫军 见到从天而降的黑头白尾雕 立刻发动了嫡妻警报 这妖兽 怎么能进皇城 护城大阵呢 杨天刚此时如临大敌 他害怕这又是一次阴谋 毕竟大下的护城大阵 是能够抵御大妖的 这个妖兽 能够悄无声息地潜入皇宫当中 并且直接降临在皇城 就说明了 这妖兽除非是妖王级别 要么就是与上一次 大妖袭击的状况相同 而上次是因为皇室血脉的引导 但现在的前朝皇室血脉 除了叶玄之外 基本都已经被囚禁了起来 这只妖兽能够潜入进来 就只能是一种可能 这只妖兽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妖王 而妖王的实力 就等同于人类的法相径 这对没有叶玄的皇宫 那可是致命打击 截灭妖大阵 杨天刚现在的心情 已经糟糕到了极点 召集所有 已经培养出来的真刚 准备做个拼死一搏 不管怎么样 都得硬撑一段时间 否则的话 以这妖王的仅仅一天的时间 就足以让整个皇城 一为平地 所有真刚强者 都纷纷是放了自己的刚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杨天刚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八十个真刚强者有余 这些真刚强者 虽然说刚刚突破的境界 但实力同样无比的强悍 杨天刚站在这个 灭妖大阵的最中心 此时的他 就如同一尊战神一般 在这个阵法的最中心 屹立不倒 舅舅 是阵回来了 就在杨天刚打算动手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出现在了他的耳边 因为这个声音 就是叶玄的声音 此时的杨天莲 也总算是想明白了这一切 为什么这只妖兽 可以如此轻而易举的 进入到皇城当中 原来是有叶玄的庇护 再加上之前叶玄 也确实是收服了一头妖虎 作为做起这一切 也总算是解释通了 随之叶玄便带着所有人 出现在了杨天刚的面前 你这小子 真是吓死我了 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还搞了这么大一个阵仗 如果你再晚一点 表明自己的身份的话 我恐怕都要动手了 杨天刚美好气地 瞪了叶玄一眼 然后收了自己的霸王枪翼 杨天刚示意所有的真刚强者都散了 八十余位的真刚 在一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 而此时的黑头白尾 雕也变成了人的模样 他那一副不屑的表情 好像就是 印在他的脸上一般 不管看什么人 都是一样的表情 这不是着急回来 所以就没有打招呼吗 最近皇城当中 应该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吧 叶玄笑了笑 然后有一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皇城当中 倒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地方 又开始不老实起来了 有些人也已经开始疲痒痒了 这里不方便说 咱们去御书房 杨天刚冷笑了一声道 第148章 独诉 红鸾 你先带着爹娘去明轩府吧 带你好好熟悉一下大厦的环境 叶玄对着盛红鸾道 好 那你去忙吧 娘 交给臣妾就行了 盛红鸾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不用 红鸾你就安心养胎 月如妹妹 我来带她熟悉皇宫就可以了 到时候 我就带她去宣化宫 就住在我的旁边 有什么事情我来处理就行 薛宁此时立刻站了出来 一边说着 一边挽起了白月如的手 并且在话说完了之后 就已经走出十步之远 叶玄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盛红鸾也是有一些无语的 和叶玄对视了一眼 现在盛红鸾都觉得自己 好像才是那个局外人一般 感觉自己娘好像被别人拐跑了一样 不过这个拐跑自己娘的人 也同样是自己的娘 这让盛红鸾都有一些哭笑不得 你去吧 没关系的不用管我 盛红鸾对着叶玄摆了摆手 好 那你在宫中自己注意 至于朕答应你的事情 朕也一定不会忘记 你等着朕 叶玄含情默默地 对着盛红鸾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便跟着杨天刚朝御书房去了 你这小子走得倒是轻快 你可不知道 这段时间 你娘为了给你管理这大厦 究竟是多么的劳心费神 再加上之前的 那个毒质精 还有一些残留在身上 最近这段时间 身体都开始有一些虚弱了起来 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好好陪陪你娘吧 她的毒已经深入骨髓 即使现在已经非常细心地调理 但也只是短暂地延长她的寿命罢了 杨天刚说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毕竟是自己的妹妹 对杨天雪自己 肯定是百分之百的疼爱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就算是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赌上自己家中的一切 也要去反了先皇的理由 实在是因为 先皇欺人太甚 把整个杨家都逼入了绝境 放心吧 娘身上的毒我自有办法 保证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一定会将娘身上的毒给清干净 叶玄此时眉头一皱 实在是因为 这段时间 事情确实有一些多 千佛宗那边的人 叶玄必须要时刻关注 毕竟千佛宗的底蕴 确实无比深重 现在还不知道 千佛宗的最顶尖站立 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 而且现在这千佛宗很明显 已经盯上了大夏与大舟两个 即使自己现在短暂地 制止住了他们的脚步 但是他们迟早 还是要出来兴风作浪的 而想要阻止他们 最为根本的方法 就是直接冲上他的大本营 来一招指导黄龙 有句俗话说得好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只要摸清楚了千佛宗的地点之后 就是调集人手去攻打了 你果真有办法 杨天刚听到叶玄这话 立刻眼前一亮 毕竟自己妹妹身上 还有一些慢性毒这件事 一直都是杨天刚的一块心病 此时 如果能够消除妹妹身上的毒 那也不用 再继续看着 妹妹整日那虚弱的模样 放心吧 舅舅 你觉得 我是那种轻易许诺的人吗 而且 我这个人最讲究的 就是一个说到做到 只要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东西 我就必将会去做 叶玄此时也是露出了微笑 她对这一切 都是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毕竟 自己连死去八年的白月如的复活了 给一个人去读 那不就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大不了就是耗费自己几年的性命 毕竟现在言出法随这个功能 已经到达了顶峰 只要不是一些影响到 世界发展规律的事情 代价 一般都不会很高 而杨天雪虽然说是大夏的太后 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对于这个世界这片天地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放心 不过 你还是要尽快 现在天雪身上的毒 已经不能够再继续拖下去了 杨天刚现在也是心情大好 能够去除杨天雪身上的毒 这对她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舅舅 如果你实在是不相信 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看 杨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叶玄也知道 这件事情已经脱不了了 再脱一天娘也会难受一天 所以叶玄也是打算 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你娘现在正在御书房批奏折呢 你都不知道 你娘为了你小子 究竟付出了多少 杨天刚表情有一些无奈 她对自己的这个妹妹 还是非常了解的 是出了名的护犊子 并且无比的较真 若是被她认定了没 那么她一直执着到底 即使到时候 会弄得自己遍体鳞伤 我知道 娘这一生过得也并不好 早年我就已经不在她的身边 她应该也非常的后悔 错过了我的童年 或许她内心里面 还会有一些自责 但这一切都与她没任何的关系 都怪之前那个狗皇帝 娘现在做这些 应该就是为了弥补对我童年的缺失吧 叶玄提到先帝 就恨得牙痒痒 不过既然人都已经死了 叶玄也逐渐放了下来 毕竟那个老家伙 确实是有自己一半的血脉 你有这一份心就已经足够了 好了 御书房已经到了 你娘就在里面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娘都快要想死你了 杨天刚说到这里的时候 拍了拍叶玄的肩膀 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了两声之后 便离开了 叶玄缓慢地走到了门口 然后慢慢地打开了门 此时的杨太后 还在非常认真的 看着每一个奏折 书桌上的奏折数不胜数 杨天雪趁着个脑袋 在桌子上不断地翻看着作折 她已经认真了 就算叶玄已经开门走了进来 却并没有任何的察觉 叶玄看着杨太后的脸 此时心里面也是一阵酸涩 心里面感觉非常对不起 自己的这个生物 自从他们相认之后 好像自己也没有 为自己的生物做太多的事情 反而是让自己的生物 为自己说了这么多 第149章 再来一次的机会 叶玄心里面也是一阵惭愧 不知不觉之间 叶玄已经走到了杨太后的面前 即使是这样 杨太后也依旧是沉浸在奏折当中 并没有发觉叶玄的到来 我想要杨天雪身体恢复健康 并且增加其寿命 需要什么条件 此时 叶玄发动了延出法随的能力 她现在不仅仅只是想要杨天雪的身体 恢复正常 还想要延长一些她的寿命 恢复杨天雪身体健康 需要付出一年寿命的代价 想要延长他人寿命 需要进行等价交换 你的一年寿命 可抵杨天雪十年 系统也立马回应了她 叶玄此时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毕竟自己的寿命 竟然可以与自己生母的寿命相交换 并且 自己一年的性命 就足以抵过生母的十年寿命 我要恢复杨天雪身体健康 并且延长杨天雪百年寿命 延出法随生效 杨天雪身体恢复正常 寿命增加百年 延出法随生效 叶玄减少十一年寿命 叶玄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为杨天雪换取了百年的寿命 现在损失十一年的寿命 对于她来说 还是非常容易接受的 毕竟这对于她来说 也就只是不痛不痒 她现在的寿命 已经到达了恐怖的三千年 根本不需要去担心寿命的问题 杨白雨此时 总算是注意到了叶玄的到来 不过 她感觉自己的喉咙当中 有一些什么东西 立刻咳嗽了几声之后 将那个东西给吐了出来 雪儿你总算是回来了呀 杨天雪此时皱了皱眉头 就在她还想再多说些什么的时候 然后从口中 吐出一抹浓黑色的血液 这个血液接触到了桌子上的奏折之后 直接将桌子上的奏折给腐蚀掉了 不仅如此 杨天雪现在就好像是打了回心针一般 不管是身材 面容都恢复到了二十岁左右的最佳年华 杨天雪此时 也是感到一脸的不可置信 毕竟她现在已经将近四十至五十岁的人 但现在却变成了最为年轻的模样 这是每一个女孩子 做梦都在想的想法 母亲 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身体当中的毒素 还会发作吗 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 确实是少了一些什么 但同样也多出来了不少的东西吧 叶璇走上前去 非常温柔地抱着杨天雪 一时之间 杨太后脑袋当中 还有一些不太清楚 为什么自己儿子回来了一趟之后 对自己如此的亲密 之前毕竟是后来相认的 不管怎么样 和生母之间的关系 也会更好一些 我感觉之前 那时不时的心跳加速 现在好像好多了 至于现在 确实是如同你所说的那样 我身体当中的毒素 好像被排干净了 杨天雪此时也是感觉到 有一些意外 毕竟这个毒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自己的骨髓当中 若是想要将骨髓当中的毒液提取出来 并且不留任何的后遗症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我年轻了这么多 杨天雪这个时候 才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她现在只是感觉自己 似乎依旧如先前二十岁的时候那样打 敢拼 在杨天雪 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 倾国倾城的公主一般 那模样 简直就如同天上降下来的天仙 可以感受到就好 也就说明的 我这一切都没有白做 娘 我给你带来的这个礼物 母亲你喜欢吗 叶玄此时对着杨天雪笑了笑 当然喜欢了 只要是玄儿送的 我都喜欢 不过 玄儿你究竟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法术 能够让我一瞬之间就变年轻 这好像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吧 你是不是得要付出一些代价 杨天雪经过了短暂的开心快乐就好 逐渐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有一些疑惑的对着叶玄问道 不得不说 杨天雪能在这帝王之家活下来 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愚笨的人 此时当然也能够预想到一些 放心吧 这一切我都有分寸 即使是有任何的条件 有任何的代价 只要能让母亲开心 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叶玄微微一笑回答道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娘就不再多问了 不过若是这个代价 对你实在是太严重了的话 那娘还是不要变年轻了 反正人总是会有老的那一天 这一切都是天意 我们还是需要选择天意往下生存 切莫要做出逆天的事情 杨天雪缓慢地走到了叶玄的面前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一脸温柔地说道 叶玄此时也有一些愣了神 不得不说 自己母亲年轻的时候 确实是能够用倾国倾城来形容 相比于圣红鸾 也同样是有过之无不及 不过杨天雪身上 却有着一些成熟女人的韵味 这也使得杨天雪更加有魅力 放心吧娘 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当中 你就好好地听我的就行了 之后朝堂当中的事情 还需要麻烦你 你身上之前所残留在骨髓当中的那些毒素 也随着刚才那一口黑血一同剔除了 之后 你就不再需要担心这毒素的问题了 至于母后 我也听闻先前您的剑道造诣不凡 之后后来荒废了 既然现在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母亲是否愿意重拾宝剑 为自己活一次 叶玄这个龙骨剑递给杨天雪 杨天雪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也是一时愣了神 是啊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剑道上的造诣可是一等一的天才 在刚刚22岁时就已经领悟了剑意 不过后来为了杨家嫁给了先帝 最终生下叶玄这段时间当中 就没有再继续练剑了 这也导致了杨天雪之后的时光 就再也没有碰过剑 剑道上的成绩 也随着时间 慢慢地变回了一个普通人 现在叶玄等于是给他再选一次的机会 他又怎么会错过这次机会呢 不过 他并没有接叶玄手中的那一把剑 这一把剑你 还是留着吧 你才是最适合他的主人 就算是我也不能够完全发挥他的威力 但是你可以 杨天雪此时内心里面 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第150章 重返青春 那好吧 娘 既然你已经决定继续走上这条路的话 那么我相信 你剑意上的造诣 必将能够在剑道之上大放一彩 不过 娘这么多年时间都并没有认真的修行 想要重拾剑意 恐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叶玄此时也是将龙骨剑给收了起来 现在自己手上 确实是缺少一剑衬手的兵器 若是将龙骨剑给了杨柏宇 那么之后 叶玄恐怕就难以再施展剑之法身 甚至连开天剑意都够强 毕竟叶玄的开天剑意 实在是太过霸道了 只是寻常的剑 难以承受开天剑意 那恐怖的锋锐之力 叶玄这个时候 也明白自己 确实是缺少一些衬手的兵器 而之前周蒂送给他的那一把玄龙枪 自己也用不上 毕竟自己也没有修行枪法 之后也并没有打算要去修行 所以这一杆枪留在自己身边 跟个废铁没什么区别 娘 我记得舅舅是在枪法上颇有造诣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好东西 想送给舅舅 不知道舅舅 是否能够发挥出 这杆枪的全部实力 叶玄这时谈到了武器之后 也想起来了 周蒂之前给自己的封口费 他将那一杆长枪换了出来 只见一杆散发着寒气 通体必然的长枪 出现在了叶玄的手中 不管怎么样 这毕竟是一个极品法宝 多少还是可以提升一些使用者的战力 并且 这一杆长枪之前 红卵也跟自己简单解释了一下 似乎这一杆长枪当中 还有一部分力量被封存了起来 叶玄之前得到这一杆长枪的时候 并没有太过于去注意 他只是把它丢到了仓库当中击挥 不过现在 他倒是想要好好仔细地看看 这一杆长枪究竟有什么样的门道 这一杆长枪应该还有一些封印 我试试看能不能破解了这封印 叶玄此时嘴里也是难难道 说完这话之后 他便回到了院子当中 现在的玄龙枪 看起来和普通的长枪 也就只是颜色上有一些不太相同 这个颜色使他看上去 就如同是一块千年寒冰所造一般 叶玄现在还是想要采用最为朴素的办法 那就是针尖对脉盲 只见他将玄龙枪插在了地面上 召唤出龙骨剑 碎心剑决 开 叶玄此时也不敢使用威力太大的剑法 更不敢使用剑翼 他怕到时候一不小心 就把这一杆不错的长枪拦腰斩断 两个兵器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铿枪的声音 但是龙骨剑被轻易地弹开了 而玄龙枪则是依旧屹立不倒 哦呼 看来这一杆长枪的品质 比我想象的还要更高一些 叶玄此时也颇为惊讶 虽然说自己使用的是最为低级的剑决 但其威力也足以瞬间斩杀一个真刚 而这仅仅只是一杆无主之枪 竟然能够弹开自己的剑 这就足以证明 这一杆长枪先前的主人实力 肯定非同一般 夫君 想要唤醒玄龙枪 可不能用这种方法 就在此时 圣红鸾的声音出现在了叶玄的耳边 圣红鸾从不远处的府邸门口走了进来 双目含笑地看着叶玄 哦 我真是昏了头 这杆枪本来就是 你大洲皇室珍藏起来的 我为什么不去问你啊 叶玄这时 也是对自己感到无语的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怎么说 圣红鸾也是从小在大洲皇宫当中长大的 对这一杆长枪的了解 怎么也比叶玄多上一些 怎么 夫君这段时间 想要练枪了 圣红鸾慢慢地走到了叶玄的身边 有一些疑惑地对着他问道 并非如此 我想把这一杆枪送给舅舅 他那霸天枪翼 自从突破了真刚之后 就没有衬手的武器了 我想着 正好这玄龙枪在我手上 也没有什么用 叶玄对着圣红鸾解释了一下 原来如此 玄龙枪乃是我先祖圣天离世之后 留下来的武器 在这一杆玄龙枪当中 有着一道禁止 你若是想要真正使用玄龙枪的威力 那么一定要低血认主 夫君怕不是不知道我先祖圣天的实力 才会做出如此莽撞的事情 圣红鸾轻轻一笑 然后走到了玄龙枪前 大周太祖本宫倒是有所耳闻 听闻大周太祖实力无比的强大 民间传言 他在百年之前突破真刚 进入到了下一个层次当中 而他也以着突破之后的实力 单枪匹马 杀上了殷山 就仅仅只是 凭借着这一杆玄龙枪 便独自斩杀了殷山的一只妖王 不过之后 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大周太祖的消息了 坊间传闻都说 大周太祖因为在殷山斩杀妖王 触怒了殷山妖神的逆龄 最终被殷山妖神杀害了 那次之后 只见玄龙枪飞回了大周皇宫当中 而大周太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就在夜玄还感到有一些疑惑的时候 杨天雪此时也是从御书房当中走了出来 将关于大周太祖的所有故事都讲了出来 这位是 圣红鸾此时看到一个美女 从御书房走出来之后 脸色也慢慢地暗了下去 她并没有认出 面前的这个人是杨太后 杨天雪见圣红鸾 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顿时感到吃惊又无奈 但这也并不能全怪圣红鸾 毕竟杨天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先前的脸庞除了白皙之外 更多的是一副没有血色的苍白 而现在的杨天雪 脸色已经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 与先前的死气沉沉相比 杨天雪全身开始逐渐散发了生机 啊 你不认识了吗 叶璇这时也是吓了一跳 她甚至都怀疑 圣红鸾是不是突然失忆了 连自己母后都忘了 我应该认识吗 圣红鸾此时 脸色慢慢地沉了下去 在她的心里 已经将杨天雪 当作了自己的情敌 而叶璇之前已经答应过她了 不会有除了她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 红鸾 娘都不认识了 杨天雪看到 现在气氛好像有一些不太对了 赶忙走到了叶璇他们的面前 然后非常温柔地开口说道 虽然她的样貌变了 但是声音却还如同之前一般 第151章 神秘老者 娘 真的是你吗 怎么可能 圣红鸾这个时候 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 毕竟现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人 年纪最多也就只有20岁左右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面前的这个人 竟然是叶璇的生母 毕竟先前叶璇的生母 因为身体中毒的原因 头上已经出现了些许白发 脸上因为日夜操劳 并且在皇宫当中 整日提心吊胆的原因 已经有了不少的细纹 即使皇宫当中的胭脂水粉 可以非常完美地遮挡 但是也瞒不住圣红鸾的双眼 而现在她面前的哪里 还是先前的那个太后 现在面前的女子 就算是被称之为 天下第一美人 也不为过 傻孩子 就算你不相信 我也该相信玄儿吧 确实你娘呀 杨天雪现在已经恢复了 年轻时的模样 心情大好 所以也是来到了圣红鸾的面前 笑着牵起了她的手 娘 你现在这个模样 若是走在大街上 不知该让多少男儿倾倒呀 娘 你现在简直就是 天下第一美人啊 圣红鸾此时 在心里面想了一下之后 也大概明白了过来 做这一切的 应该就是叶玄 毕竟她可是亲眼看到 叶玄将自己生母复活 现在让杨天雪恢复年轻 消除体内的毒 那不是九牛一毛的事情吗 毕竟自己的娘 已经死去了八年有余 叶玄都能够将她复活 好了 红鸾你怎么过来了 不是让你好好待着吗 这里刀剑无眼 若是到时候伤到你怎么办 叶玄赶忙来到了 圣红鸾的身边 眼神当中略带一些责怪的 看了她一眼 我也不知为何 在外面逛着逛着 突然感觉有一股气息 正在吸引着我 走着走着我就来到了这里 圣红鸾此时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现在也清楚 就是这杆玄龙枪 正在指引着她来到这里 叶玄这时候也明白了过来 而此时的玄龙枪 也在地面上颤动了起来 似乎是感应到了 一些什么 立刻冲天气 并且直接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浑身开始散发可见的寒气 小心一些 叶玄此时也是如临大敌 因为这玄龙枪 此时身上的气息 已经接近法相境 圣红鸾看到玄龙枪上 突然有了这么一番动静之后 也有一些奇怪 因为在大洲时 玄龙枪一直都被那老头子 珍藏在国库最隐秘的一个地方 这杆玄龙枪 是历代周地最宝贝的东西 毕竟这个玄龙枪 先前可是被太祖使用过的 即使并没有人能够 真正发挥出它的威力 但这个玄龙枪本来就是一个象征 拥有玄龙枪并且能够得到它的认可 就意味着 你将能够成为大洲之主 叶玄此时已经严阵以待了 死死地挡在了圣红鸾的身前 现在圣红鸾身上 可是怀有身孕的 它可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而玄龙枪并没有给它们 任何思考的时间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冲向了叶玄 开天见夜 叶玄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念之间 若是有丝毫处理不当的地方 都可能酿成大错 玄龙枪与龙骨剑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只不过 现在玄龙枪似乎是无主之物 所以并不能够施展出枪翼 威力也稍弱几分 而龙骨剑则是依靠着夜玄施展的开天剑翼 直接将玄龙枪给打飞了出去 你们先走 我来好好和它玩玩 夜玄此时将圣红鸾两人护在了身后 并且眼光一直死死地盯在了玄龙枪上 圣红鸾现在也是跟着杨天雪走进了玉书房当中 不过还是有一些担心地看向了夜玄 你就放心吧 你觉得一把无主之物还能奈何得了玄吗 杨天雪笑着看了他一眼 然后带着他走进了玉书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上面应该还隐藏着一缕灵魂 现在还不出来吗 现在 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就沉浮于我 要么就被毁 你自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要不要出来 夜玄现在的目光逐渐变得冰冷了起来 毕竟 现在这玄龙枪只不过是一杆枪而已 竟然敢在自己面前这么地嚣张 玄龙枪此时就像是听懂了夜玄所说的话 一般直接悬浮在了空中 并且一时之间没有了什么动作 大约过了三秒 玄龙枪再一次颤动了起来 夜玄此时也是握紧了龙骨剑 他已经随时打算毁了这边玄龙枪 毕竟这玩意实在是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能引爆 而自己身边有着自己需要保护的人 自然是不可能留这么一个风险在自己的身边 随着玄龙枪的颤动 他周身散发出来的寒气也愈加浓烈了 短短一分钟之后 他周围十米之内都变成了一片白蒙蒙的雾气 唉 没有想到最终将我唤醒的人竟然是一个外人 大周就已经完了吗 就在这时 雾气当中冒出来了一个听上去无比苍凉的声音 而在这个声音最后一个字落下了之后 雾气也随着消失了 雾气散去之后 一个看上去有一些虚幻的老头 手握玄龙枪悬浮在半空当中 叶璇看着这个老头如临大敌 因为这个老头身上有着真身的气息 不过也仅仅只是气息而已 这个虚幻的老头实力最多也就只是法相敬拔了 小伙子 你并非我圣家之人 说说 你是如何得到这一杆枪的吧 这个虚幻的老头此时并不着急 而是一脸平淡地看着叶璇问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现在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还没有问你是谁呢 叶璇听到这一副心事问罪的样子之后 自然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 嘿 你这小伙子倒是有意思 不过能以这样的年纪就突破法相 你小子的天赋确实是绝无仅有 不对 我感受到了我血脉后代的气息 出来吧 小丫头 我乃大洲太祖圣天 这个虚幻的老头 本来还想好好和叶璇说道说道 不过刚才感受叶璇实力时 突然发现 面前的御书房当中竟然有自己的血脉后代 第152章 太祖 叶璇此时也算是拨开迷雾见光明了 面前这个老头竟然是大洲太祖圣天 怪不得仅仅只是一个灵魂体 实力就能够达到法相 就在圣天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御书房的房门也随时打开 圣红鸾跟随着杨天雪 从御书房当中走了出来 嘿 没想到是一个女娃 看来 你应该是大洲的公主了 不愧是我圣天的后代 长得真俊呀 娃娃 你为何会在此处 这小子又是谁 若是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祖宗说 祖宗现在虽然说只是一道灵魂体 但是对付这小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圣天看到圣红鸾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并且那笑容很明显是非常得意的笑容 后代子孙圣红鸾拜见老祖宗 圣红鸾打算跪地行礼 这毕竟是自己的老祖宗 而且自己也是从小到大 听这个老祖宗的传说长大的 只不过 这个老祖宗传说的最后是消失无踪 现在圣红鸾能够在这里看到老祖宗的灵魂体 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不必不必 我看你身上已经孕育了另外一个生命 这些虚理便全部省去吧 娃娃 现在大舟怎么样了 我记得我临走之前说得非常清楚 玄龙腔只能够在大舟皇室的手上 就是因为关键时候 我还能够出手就大舟一次 现在玄龙腔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子手上 他的体内可没有我大舟的血脉 圣天此时 手中紧紧地握着玄龙腔 时刻准备出手的感觉 禀报老祖宗 这位名叫叶玄 是小女的夫君 也是大下皇帝 至于玄龙腔 为什么会出现在夫君的手上 是因为大舟先帝做了亏心事 将玄龙腔送予了夫君 圣红鸾现在的表情无比的崇敬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将事情一五一十地 汇报给了圣天 没想到我大舟竟然出了如此脑肿 真是气杀我也 人故有一死 为何要如此追求长寿 不得已做如此亏心之事 圣天说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怒气 并且周遭的天色 此时也变得乌云密布了起来 仿佛下一刻就要大雨倾盆 叶玄在心中默念了一声乌云散去 并且大手一挥 天空上的乌云也随之烟消云散 天象镜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的年纪不过只是二十出头 怎么可能突破到天象镜 圣天看到叶玄挥手将乌云散去之后 也是吃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不过他经过了短暂的思考之后 也是逐渐平息了自己的心情 叶玄当然也听到了圣天所说的这句话 他现在心里面也是感觉到 有一些疑惑 什么是天象镜 现在 他对这个世界的境界 还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他现在能够知道的 也就只有法相之后是真身 至于真身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他也一无所知 小子 你确实是天赋不凡 不过现在的你 也仅仅只是起步而已 现在 你应该也可以初步地感知到一些 掌握实力的感觉 不过这一切 也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看在你是我后代夫君的份上 我需要提醒你一下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切莫把自己现在 所掌握的这小小的实力 看作自己的终点 或许你现在法相的实力 在整个天玄北 能够横扫四方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圣天现在的目光 变得非常有深意地看着叶玄 叶玄现在心里面 也是在斟酌着 这老头所说的这几句话 这老头所说的这几句话 对于自己之后的休闲来说 或许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小子现在我能告诉你的并不多 但是以你的天赋与气域 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相遇 不过这杆玄龙枪 毕竟是我大洲皇室的东西 自然是不可能交到你的手上 夫妻同体同心 既然这丫头 是我大洲皇室之人 这玄龙枪便传承于你吧 圣天的灵魂 此时变得越来越虚幻了起来 看上去随时都要消失一般 丫头 你上前来 玄龙枪乃是采用天山寒铁铸成 并且用了 我先去斩杀的一头妖王级妖兽血迹 而这头妖兽名叫玄龙 真是因为如此 我给他取名玄龙枪 由此 我还特地研究了一套枪法 称之为玄龙枪法 玄龙枪法与玄龙枪诀 我将会注入到你到脑海当中 过程当中痛苦 不过若是你真的能够习得 这玄龙枪法与玄龙枪诀 就算是现在以你一品的实力 也足够斩杀一位真刚巅峰 圣天飞到了圣红链身边 并且开始对着他 叮嘱着一切注意事项 叶璇在一边 也是非常警惕地看着圣天 他现在已经随时准备出手了 但凡圣天有任何非常贵的动作 叶璇都将会打算 这一团的灵魂体 老祖这是 圣红鸾也不明白 为什么圣天要跟自己说这么多的东西 傻丫头 现在大洲的情况 我也大致明白了过来 这天地之间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逆的 一切都将谁添移 大洲迟早有一天会 这样我也早就已经要想到了 毕竟每个国家都会有衰亡的时候 现在这玄龙枪 便将交到你的手上 希望你能够使用它 大方一彩 圣天此时表情看上去 有一些落寞的样子 而圣红鸾则是依旧一脸猛 现在的老头 好像就是在给自己交代一言一样 并且从他的话语当中 基本上可以听出来 他好像已经在内心里面认定 大洲即将要面临灭亡 圣红鸾此时也是哭笑不得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老祖宗所说的话语 竟然是如此的滑稽 老祖放心 红鸾定将把你的精神才能下去 玄龙枪 我也将会好好保管下来的 圣红鸾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够直接顺着他的话语接下去 好 我将会解开玄龙枪的最后一道封印 到时候 我需要你的一滴鲜血 玄龙枪周身散发出来的寒气 即使是法相强者 也将会受到无比严重的影响 第153章 认主 而若是玄龙枪滴血认主了之后 便能够觉醒特技护主 所以 寒气对使用者来说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对于对手来说的话 那简直就是折磨了 在战斗的过程当中 寒气将会不断地侵入到你的身 来进行认主 等你能够真正掌握玄龙枪 刚才的那个小伙子 恐怕都不会是你的对手了 圣天此时 也是敲咪咪地对着他说道 圣红鸾此时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鲜血流了出来 圣天没有再多说什么 接过了这一鲜血之后 直接将一滴鲜血 弹入到了玄龙枪上 玄龙枪吸收了这一缕鲜血之后 浑身上下外险的那些寒气 也全部都被他吸纳了进去 娃娃记住我所说的话 这个老头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而原地也只空留下了一柄玄龙枪 而此时的玄龙枪 也恢复到了原本的模样 不过看上去晶莹剔透了几分 玄龙枪悬浮在高空当中 圣红鸾此时脑海当中 出现了大量的东西 这不由得 使得他脑袋胀的感觉微微刺痛 不过很快 这所有的剧痛以及胀痛 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不过此时 原本圣红鸾那碧绿的眼睛 则是变成了一双深蓝色的眼眸 圣红鸾看向了天上的玄龙枪 并且对着他一招手 空中的玄龙枪 立刻飞向了圣红鸾的手中 枪一上手 就如同人枪合一 圣红鸾此时 也像是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 整个人看上去 就如同针法果断的女战士 没想到最后这一杆枪 还是落入到了你的手上啊 看来给舅舅的礼物 恐怕我就没有了 叶璇此时看到圣红鸾 在原地武剑之后 也是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毕竟这玄龙枪 也算是一柄绝世的圣物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也没有搞清楚状况 不过既然老祖 都已经这么说了的话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 反正 我们现在 用过两一心法双修实力 能够在不知不觉之间提升 总是被你保护 也不是什么办法 我也需要修定一些保密的手段 否则若是哪一天 你不在我的身边 我不得直接被野兽给叼走 圣红鸾现在也确实是想要好好提升 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不管怎么样 即使叶玄说过要把他保护一辈子 但是圣红鸾也并不是什么贤惠安定的夫人 他非常清楚叶玄之后 定然会蒸蒸日上 若是自己不尽快追赶他的脚步的话 迟早会被他甩得远远的 圣红鸾将玄龙枪直接收了起来 毕竟现在这一杆玄龙枪已经认主了 不管是谁使用 都不可能比自己使用得更加强大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定然是会将你保护一辈子 但是 若你真的想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的话 我也不会拦着你 既然你心意觉得话 那我们便一同进步 等之后处理完了帝国的事情之后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吧 叶玄一脸宠溺地看着他 他之前所说的所有承诺都是生效的 既然都已经答应了一生只爱他一人 那么他就定然不可能食言 夫君 之前我不想拖你的后腿 现在有了先祖的帮助 之后 我们两个谁强谁弱 还不一定呢 圣红鸾此时 也是依偎在叶玄的身上 从他脸上的笑容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 究竟是多么的幸福 杨天雪看到他们如此 也是感觉到异常的欣慰 现在他们两口子恩爱 就是杨天雪最为关心的事情了 杨太后看到他那样子之后 也是没有留在这里 自讨没趣 自己默默地离开了御书房的位置 既然现在叶玄都已经回来了 那么 朝堂那边的东西 自己也不许太过于去干涉了 次日一早 叶玄回来的消息 在昨天晚上就已经遍布全国 叶玄回到朝堂上第一天的时候 所有的大臣 也是非常配合地 汇报完了所有的工作 太师 你有何看法 叶玄此时 看下自己下位的杨叶 现在朝堂上面的大事小事 基本上都是给杨叶来处理 现在叶玄基本上 已经将所有的权力 都倾注在了杨叶的身上 杨叶现在基本上 已经算是国师这个位置了 现在皇宫当中 大到决定出战 小则是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杨叶现在听到了这句话 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个外甥 真是又爱又恨啊 毕竟自己的这个外甥 现在简直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直接将一个国家的事情给甩了 不过最后害的 还是我们这些人 叶玄现在每天朝堂当中 也就只是露一个面而已 而不过是 什么地方 也同样会被发现 而叶玄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有没有闲着 自从上次收服了张家两兄弟之后 就开始不断地修行 不断地锤炼身体 现在认真锤炼身体 已经到达了惊人的七千次 距离一万次 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了 最多几个月的时间 就能突破惊人的一万次 而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的实力 也定将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至于其他的 认真的修行 现在已经到达了惊人的五千次 并且现在又吸得了一份修炼之法 现在的修炼速度 也开始突飞猛进了 就这样 过去了一个月左右 在这一个月当中 大夏也没有发生什么 太为重大的事情 禀报太后 陛下 目前镇南王 已经开始在南方调集兵力 恐怕过不了 多久他就要进攻皇城了 没想到上一次打他 他应该是还没服 否则的话 他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之内 再一次进行 好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和自己的这个兄弟 好好谈一谈 叶璇此时在朝堂当中 已经关了一个月时间了 早就已经手痒痒了 不过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叶璇实力 也已经突破到了法乡巅峰 不知不觉之间 就将要踏入到下一个层次了 叶璇此时也是想起了 之前盛天说的那种感觉 第154章 帝王之怒 不过他现在也没有太过于着急 去突破法乡境 他打算再继续沉淀一下 这对之后的实力提升 也有帮助 现在正好可以好好把 大夏帝国的所有隐患 都一一给解决了 毕竟之后 自己肯定是不可能 继续待在大夏帝国的 而现在也不可能 等到自己子孙成群 他必须得要外出寻找机遇了 虽然说 现在的系统 确实是可以帮助他 尽快地将实力提升 但是一直待在大夏帝国 这一小圈的范围当中 自己的眼界也会变得狭窄 所以他打算把大夏帝国 所有存在的隐患 全部都一一解决了 然后再离开 他并不打算带太多的人 除了圣红鸾之外 张家两兄弟 需要在他的身边 陪同他修炼 除了这三个人之外 其他之前所有的随从 以及仆人 他都不打算带走 这件事情 他之前也已经跟圣红鸾 说得非常清楚了 圣红鸾 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叶玄最多会在大夏帝国 再待两三年的时间 等他的实力突破了真身境 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都将会有一战之力 而到时候 就算是把孩子带在身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不过这个前提是 这个孩子的天赋的 符合叶玄的要求 否则的话 恐怕就只能将他留在大夏了 既然修行的天赋 不行的话 那就在这大夏当个皇帝 这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道路 不过这一切都得等孩子出生 才能够下定论 现在这一切 也仅仅只是一个计划而已 启禀陛下 镇南王此时已经占据大量城池 还是与上次一般城中 并没有太多的抵抗 就缴械投降了 此时前线的大夏士兵 此时也是赶回来禀报 看来大厦的奸血 还没有清除歪啊 这次是我疏忽大意了 等此次镇南王反叛解决了之后 陈定将把大夏各城池 好好地整顿一番 杨天刚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深深地皱了皱眉 毕竟上一次镇南王判断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情况 镇南王所经过的城池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反抗 便直接缴械投降 上一次的事件过后 叶璇确实是吩咐人去整顿了一下 这些缴械投降的城池 不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竟然还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或许是因为上一次叶璇对他们 实在是太过于仁慈了 才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 让他们认为 当今大夏皇帝就是一个软柿子 就算是有人叛乱 依旧不会降下太多的惩罚 既然他们这么想要叛乱的话 那就让他们来吧 镇倒是要看看 镇南王这一次 又要搬出什么样的靠山 叶璇此时的表情异常的平静 好像早就已经预料到这件事情一般 陛下 此事臣有罪 未能及时发现镇南王叛乱的信息 还请陛下责罚 杨天宝此时也是单膝贵道 在地面色有一些沉重 国舅何必这么说 是这镇南王不实抬决 镇上次放过了他们 他们却不知足 还是想要镇这个位置 既然他们敢这么大胆 想要蛇吞象 那就让他们来便是 镇倒是要看看他们 究竟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 叶璇站起了身 镇镇有词地说道 随着他的这几句话落下 隐约之间 仿佛朝堂当中 都有一股威压作用 在每个人的身上 陛下威武 所有人都纷纷跪倒在地 这一股威压压的他们 顿时抬不起头来 今天南方总督 与压梁使没来 看来是已经投靠镇南王了 很好 看来镇南王给他们的比镇 给得多啊 叶璇此时的脸上 第一次在朝堂当中 出现了怒气 跪倒在朝堂当中的所有大臣 现在都不敢出声 甚至都不敢 发出任何的声音 现在的叶璇可是 处于爆发的边缘 若是这个时候 有人不知死活地出来 说上这么两句 恐怕都会直接死无葬身之地 毕竟这南方总督 和那压梁官 可是在这个地方 和他们共事 但现在 就直接反叛了敌营 这不得不让叶璇怀疑 跪在下面的是否 还有人想要反叛 诸位爱卿平身吧 此事与你们无关 这南方总督 与压梁使恐怕早已有反叛之心 在座的各位 竟然都在这里的话 那说明 还是忠诚于朝廷 不过朕 还是要提醒各位 好好做出 你们自己的选择 有的时候 你的选择可以决定 你自己的性命 甚至是你 全家人的性命 没什么事 就退下吧 叶璇一挥衣袖 被过了身去 然后离开了朝堂 秋盖城 哈哈哈哈 二位此次功不可没 等本王 将那矛头小子 给宰了二位 就是大厦的最大功臣 日后必将为二位封王 镇南王此时 哈哈大笑了一声 看着面前的南方总督 与压梁 使带来的金银珠宝 心情无比愉快 殿下何出此言 殿下本才是大厦 最适合继承皇位的皇子 不过是被那叶璇小儿 投机取巧 抢先了罢了 这个皇位 本来就是属于殿下的 南方总督 也是一脸微笑着说道 对于镇南 王给他的条件 他确实是不容拒绝 但这也确实是一个 刀尖舔血的事情 他的这一个决定 就决定了他 这一家子的生死 若是镇南王不能够杀死叶璇 从他的手中 夺得皇位的自己 这一家子人 肯定是逃不过的 而且 这是镇南王第二次叛乱了 叶璇没有任何道理 能够放过他 叛乱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诸九族的 叶璇上一次放过 镇南王让其他人觉得 叶璇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毕竟 对于叛乱的人 都能够放过一马的话 那他还有什么事情 能够在意的呢 所以镇南王现在心里面 也是认为 叶璇这个矛头小子上一次 之所以能够击败自己 肯定是依靠着皇宫的龙器 否则的话 就只是一个 这么二十出头的小子 怎么可能击败 千佛宗的高僧 也正是因为 他内心里面的这种想法 认为这皇宫当中的龙器 竟然如此的 强大使得 他内心当中的贪婪 再一次爆发 一个人的贪婪 往往是能够战胜理智的 更何况 是一个皇子 第155章 来席 大使这次夜学那矛头小子 就依靠你了 他依靠着大厦的龙器 实力将会大幅度的提升 大使面对的时候 也要多加小心 鸡长风此时 目光看向了旁边的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 坐在那里 就像是入定了一般 根本就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鸡长风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仿佛睡着了一样 根本就不回 鸡长风看到他 这番高傲的模样 顿时扯了扯嘴 但是他现在也并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毕竟自己有求于人 如果不是这个老家伙确实是有一些实力 并且同样是千佛宗的人的话 鸡长风必然是不能给他什么好脸色 那个小子 之所以值钱的实力变得如此强大 最为重要的便是 他依托着黄道容器 否则的话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子 怎么可能到打法相近 你只需要记住 到时候把他引出皇城 十分钟之内 我会解决了他 至于之后的条件 你是清楚的 只要你不反悔 我一定会做到 坐在旁边仿佛睡着了的那个和尚 依旧没有睁开自己的眼睛 甚至都没有开口 只不过此时 从他的方向 却传来了一道钻近人脑袋里面的声音 这个声音 一进入到鸡长风的耳朵里面之后 不知为何 鸡长风 先前那有一些暴怒的脾气 顿时就平静了下来 不仅仅是鸡长风 就连旁边的南方总督 以及鸭梁官此时 就如同灵魂出鞘一般 整个人都变得木讷了起来 圣僧放心 本王答应的事情 必将兑现 鸡长风表情呆滞地说道 直到这个和尚 消失在了原地 并且又过了三分钟之后 鸡长风这才反应了过来 看来这个和尚的实力 确实是比较强大 仅仅只是 几句话的功夫 就能够直接将人的心神 进入到一种状态当中 要不是本王 需要他这样实力的人 所得的话 本王也不可能去鸟塌 鸡长风此时的目光 也重新恢复了过来 先前那种状态 就如同被催眠了一样 在刚刚那段时间当中 他就仿佛是切断了 与外界的联系一般 这个新来的和尚 同样的千佛宗的人 千佛宗当中 有着每一个弟子 以及所有门人的生命灯 而这所有的生命灯 都摆放在一个 索命殿当中 这些生命灯 与每一个弟子 进行绑定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已经死去 这个生命灯 也将会随之性命 在千佛宗当中 有着一个主持方丈 也就是 千佛宗最为强大的一个和尚 这个方丈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层次 也并没有任何的消息 据说这个方丈 已经比法相境 更加高出了一个层次 也就是之后的真身境 不过 自从这个方丈 外出历练之后 就再也没有 回到过千佛宗 有的人说 他已经登上了 西方极乐世界 也有些人认为 这个方丈 找到了机缘 此时已经飞升上阶 而在这个方丈之后 有着四个班首 这四个班首 分别掌管着千佛宗的 东南西北四个寺庙 每个班首的实力 都已经到达了 法相境巅峰 甚至东班首 已经半步踏入真身 只不过不知道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一直卡在这个境界 这个东班首 被称之为慧远大师 其实力 也是东南西北寺院之中 最为强大的 西班首便是普渡大师 只不过普渡大师 在三个月之前 已经死在了夜玄的手上 普渡大师的死 使得整个千佛宗 都为之震动 并且千佛宗 也是调动了所有的僧人 追查了普渡大师的死因 最终确认了 是死在夜玄之手 此时的千佛宗 已经针对夜玄 做出了一系列的计划 联合姬长风造反 也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现在因为千佛宗的方丈 并不在 所以千佛宗的 所有一切 都听慧远大师的 南四为少康大师 他的实力 也已经到达了 法相境巅峰 不过相比于慧远大师 还是相差了一些 毕竟慧远大师 已经是半步真身 此次前来协同姬长风 对付夜玄的 就是这南四班 首少康大师 现在千佛宗和夜玄 已经结下了死仇 夜玄杀了千佛宗 这么多人 先千佛宗这种 宗门不管如何 都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被誉为佛子的 享龙禅师 也死在了夜玄的手上 那可是千佛宗天父 最为强大的一个弟子 日后很可能是 能够超越 东四会远大师的一个天才 而这个天才 就这么夭折在了夜玄的手上 基本上 就等同于一个帝国的太子 死在了其他人的手上 而这个千佛宗的佛子 死在了他人的手上 这个千佛宗 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北四班首相对其他的班首 还要更加的弱一些 但实力也同样 已经到达了法乡境巅峰 而往后 则是一些侍者之类的 这些侍者 普遍实力都并不是非常强大 最为强大的 也仅仅只是法乡前妻 而基本上的实力 都是在真刚 之后就是一些 普通的僧人 这些僧人 基本上的实力 除了真刚之外 都是一品到三品的实力 千佛宗 在与大夏与大洲相比之下 是一个比较大的宗门 所以实力相比于 大夏与大洲 都要强大许多 此时千佛宗 在大夏境内 竟然损失了这么多 他们又怎么可能 善罢甘休呢 现在还仅仅只是 想要试探 一下夜玄的实力 若是最后 真的到了事不可为的时候 千佛宗 但是要不死不休 姬长风 为了请到千佛宗的 少康大师 不仅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而且还答应 若是能够讨伐 夜玄成功 那么之后 大夏境内 将大建佛寺 让大夏的所有百姓 都朝拜佛祖 把佛教奉为国教 姬长风觉得 所有的一切 都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只要自己能够夺得 这个皇位之后 所有的事情 都是能够改变的 少康大师 想着反正都是 要去试探夜玄的实力 不如就将这个傻子 当个炮灰 像这种 已经被全力冲昏了头脑的人 少康大师 也知道这个傻子 肯定是不靠谱的 所以他也没有打算 将希望寄托在 这个傻子的身上 第156章 对策 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 到最后慢慢的熏陶 对权力的渴望 当然也到达了顶峰 这也是为什么 在皇室的家庭帮中 权力会大于亲情的原因 大夏皇宫 朝堂上的人 纷纷退走了之后 夜玄回到了御书房当中 杨家两兄的跟了过来 杨天宝现在通过 百炼成钢法 在短时间之内 也同样突破了真钢 夜玄本来还想将自己的这个 就直往上提一提 调到军部去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这个二舅 和自己的心态差不多 根本就不想 去干这些活多的事情 反正是在礼部 这些四仪典礼之外 根本也用不上他 杨天刚则是 依旧位于国筑大将军 并且他现在的实力 通过这段时间的苦修之后 已经到达了真钢中期 现在杨天刚步伐 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级的模样 而且这么多天的时间 都在处理着朝政的事情 不由得有一些手痒痒了 因为自己 在培养这些皇室真钢团时 也是最大程度的讲究质量 每一个挑选上来的天赋 比较好的人 基本上杨天刚都要亲自试一试 不过挑选上来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能够在杨天刚手上 过上几招 这使得杨天刚最近这段时间 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自己势均力敌的人 打一场 本来他想着的是等叶玄回来 让叶玄哈哈摸一摸 自己最近这段时间突破的实力 但回想起叶玄当初 直接手撕黄到黑龙的时候 都不由得有一些后怕 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陛下 臣愿请战 不出十个回合 臣定取了那小子的向上人头 杨天刚此时心里面 已经有一些迫不及待了 自己突破了实力之后 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对手 好不容易逮到这样一次机会 他当然要主动请战 大舅 在这里就不需要再去讲究那些礼仪了 大舅现在这是手痒了 想要去当这个先锋 叶玄走进了御书房之后 就直接放下了帝王的架子 把杨天刚和杨天宝 从地上扶了起来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不是我说 你这是不是有一些太过于莽撞了 你还不知道 地方究竟有什么样的强者 你就要去请战 若是他真的是设下了什么埋伏 等你跳进去到时候 还不得让玄儿去救你 依我之见 还是从长记忆比较好一些 毕竟这镇男王上次见过了玄儿的实力 若是他没有什么强劲的帮手 恐怕他也不敢来犯 杨天宝美好气地看了杨天刚一眼 说完话之后 还白了他一眼 我看你是这段时间嫌坏了吧 就吉长峰那小子身上有几个 毛我都知道 就他那半斤八两的实力 就算是他请来了什么世外高人 不是还有玄儿 这次必须要把这个镇男王一股气清干净 否则的话 之后还是会后患无穷 不过这男王在南方的威望 确实比较高 并且先帝的放纵 使得他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 当地的百姓也奉他为主 想要重新收复这一片地区 博得百姓的信任 恐怕也是一件难事 杨天刚对了杨天宝一眼 然后深深地皱了皱眉道 南方乃是大夏的凉酷 若是不能收复南方百姓的明星的话 恐怕之后都会出现大量的麻烦 杨天宝此时也没有再和杨天刚互对了 而是非常认真的分析其现在的形势 那两位舅舅有没有什么办法 叶璇现在也感觉到有一些头疼 毕竟想要制服姬长风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但是想要获得百姓们的信任 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现在南方的百姓 在姬长风的宣传之下 都不知道叶璇在百姓的心目当中 是怎么样一个恶人呢 不管怎么说 大夏南方的百姓 基本上都是务农出身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 全部都是靠天吃饭 就我所知 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 南方面临着干旱 已经大约三个月没有降雨了 现在南方的百姓们都非常担心 若是再这样继续干下去 庄稼恐怕真的是活不下 雪儿我上次好像看到 你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现在是否还能有这样的能力呢 杨天刚非常认真地分析现在的形势 这个时候也是想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连忙对着叶璇问道 我确实是能够控制局部的天象 不过若是区域巨大的话 恐怕会有一些吃不消 叶璇这时也是有一些无奈的孝道 这个没有关系 若是你真的能够控制 整个南方的降雨与干旱的话 那你就是神了 我们只需要向百姓证明 你并不是如同镇南王口中那般残暴 不顾百姓的死活就行 现在我们首先需要的 将你在百姓们心中的形象给逆转过来 否则的话 之后做什么样的事情都非常难办 杨天刚摇了摇头 然后略做思考道 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既然这姬长风这么想要我这个位置 那就让他来拿就好了 我倒是要看看 他这次又叫来了什么样的高手 商量好了所有的后事之后 叶璇对之后的行动 也有了一些具体的概念 毕竟朝堂上的事情 自己基本上都不会去管 而且这段时间当中 红鸾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叶璇必须要留在他的身边 照顾着他 也不是说圣红鸾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而是杨天雪逼着叶璇 待在圣红鸾的身边 叶璇也不得不听从自己母亲的话 圣红鸾自己倒是没有什么 整日也不会在皇宫当中 他实在是认为皇宫当中太闷了 待在皇宫当中迟早都会闷出病来 所以 基本上每天都要出皇宫去外面玩 圣红鸾因为从小就被关在大洲皇宫当中 小时候也是对外面的事情非常的向往 但都没有机会去外面看看 现在他有权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他可不愿意在这皇宫当中继续带着发霉了 叶璇现在 就像是一个随教随道的仆人一般 时刻跟在圣红鸾的身边 第157章 自以为是 而朝堂当中的事情 还是依旧和之前一样 由杨天雪垂帘听政 整个大厦即使是没有叶璇依旧 是在杨家的正常的运行当中 叶璇当然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情况 毕竟自己之后肯定要离开大厦 若是杨家能够把持朝政的话 之后 自己也不要太过于操心自己的后代 管不住下面的朝臣 可叶璇没有想到的是 下面的那些大臣哪里敢动 上次叶璇首撕黑龙的事情 他们可是亲眼目睹的 能够爬到这一步上来 所有人都还是非常惜命的 在朝堂当中 基本上没有人敢和杨家唱反调 这也使得整个朝堂当中 基本上都是由杨家来主导 所有的大臣 也只不过是听令办事罢了 不过杨家在朝堂当中 也是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杨天雪是当朝太后 大厦皇帝叶璇都是他的儿子 可想而知 他的权力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杨家之主杨叶 则是大厦太师 主掌着大厦所有的内务 基本上在整个大厦的所有大臣 都需要的听令于他 杨家大儿子杨天刚 是国筑大将军 是现在默认 除了叶璇之外 大厦的第一占领 杨家二儿子杨天堡礼部上书 基本上所有的大臣 就任以及升官都需要经过他 不过杨天堡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 对朝堂上的大事 也不会太过于去过问 毕竟他有着自己的父亲 以及大哥顶着 他也不想要他过去纠结这些 朝堂上伤心脑神的事情 去操心这些事情 反倒不如想想 今天晚上吃什么 或是过几天出去玩什么 现在的杨天堡 基本上已经完全躺平了 一些必要的事情之外 他就是吩咐自己的手下去做 杨叶早就已经料到了 姬长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早就已经做好了 这一手的准备 在姬长风第一次造反的时候 他就已经将南方 所有的边境将领 全部召回开会 所有的边境将领 全部都已经认可了 叶璇这个新地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基本上都是实力为尊 只要谁能打负他们 他们就跟谁 而且 他们这些边境将领 基本上都是常年待在边境上面 以防他国的骚扰 一生当中 都很少可能回黄兜 至于黄兜当中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他们也并不想去管 因为自从大夏第一个皇帝 设立了边境军之后 边境军就有一个特权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也就是说 对于大夏皇帝的命令 边境将领有条件不接受 而杨叶早就已经和边境的 所有将军打好了招呼 现在边境军 已经开始朝大夏的境内赶 此时已经在姬长风 第一个占领的城市外等待了 姬长风在这短短的几天之中 再次攻陷了三座城池 但是现在叶玄 依旧是没有任何露面的打算 就像是一个缩头乌龟一般 一直待在皇宫当中 这也使得姬长风 现在更加确信 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想法了 当今皇帝就是一个胆小鬼 即使是自己怎么样去叫嚣 他都不敢离开皇城一步 现在也印证了他的猜想 叶玄只不过是依托着黄道龙器罢了 在他姬长风的眼里 根本就不值一提 看来这叶玄小儿 还真是无拥无谋 都已经现在这个时候了 还躲在皇城当中 难道说 真的想要将这个皇位让于我 来干 诸位将军辛苦了 等本王摘下那小子向上人头之后 必将大摆庆功宴席 到时候 咱们就不醉不归 姬长风继续占据了几座城池之后 直接在这些城池当中大摆宴席 就好像已经开始提前准备庆功久了一般 不醉不归 其他的将军 起初攻占第一座城池的时候 还有一些心发慌 毕竟当时他们还是心有余悸 毕竟上一次的战争 实在是打得他们太憋屈了 打的士气都已经弱到了极点 最后被叶玄不费吹灰之力 便被击败了 而且 叶玄所展现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所以他们最初心情 还是有一些忐忑 但是经过一次一次的战斗 一个一个的城池攻下之后 所有的将军 也逐渐将自己的心结给打开 现在所有的将军打心底里面 看不起叶玄 认为他 只是一个缩头乌龟 胆小鬼罢了 姬长风现在也是信心十足 认为自己不出十天之后 就能够攻下皇城 并且亲手将叶玄的头颅给斩下来 不过这一次 他也是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 他并没有急于求成 上一次 他是一路上横冲直撞 将这一路上的城池 一收复了之后 便直攻皇城 这一次 他也是学聪明了 并不着急的 一座城池 一座城池地破过去 每一座城池 他都会安抚百姓 那一番虔诚的模样 仿佛发动战争的另有奇人一般 但即使是这个样子 他们距离皇城 也就只有三座城的距离了 没有想到这一次 这小子竟然这么能忍 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也不进来 不过 看他们现在的这个走向 仿佛并不打算进皇城呀 叶玄看着前线的战报 此时也是一脸的冷笑 上一次 这个镇南王造反 都是一路横冲直撞 直接从南方一口气 直冲上了皇城 上一次这一次的叛乱 反而变得稳重了 一路上不仅仅将伤亡降到最低 而且不会伤害百姓 甚至会进城之后安抚百姓 这小子后面肯定又有高人指点 否则的话 就以他的脾气 怎么肯这么稳重地向前推进 不过 若是他们一直这样耗下去的话 恐怕我们反而 我也支撑不住 国库 现在已经基本见底了 最近这段时间 里面各地干旱 百姓家也开始没有余粮了 天雪看不得百姓们受苦 所以就开仓放粮 即使国库也已经非常的贫乏 但依旧抽出了大部分来给百姓们赈灾 杨天刚这个时候 也是穿着战甲 在沙盘上 看着姬长风的进攻路线 倒是感觉有一些惊讶 毕竟这孩子之前 自己在皇宫当中也是见过几面 从小脾气就异常地火爆 第158章 掌控军队 现在却能够如此稳重地逐步推进 这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 后面肯定有高人指点 他们应该是打算将我引出皇城 上一次因为在皇城当中作战 导致他们失利 所以他们这次并不打算孤军深入了 叶璇立刻就意识到了姬长风的想法 不由地笑着说道 现在叶璇也知道 姬长风害怕到时候又跟上次一样 在皇城当中与自己作战的时候 自己能够以碾压的姿态将他们打退 所以他们这次打算引蛇出洞 不再继续横冲直撞地进入皇宫 哼 既然这小子还是贼心不死 那就让他好好地看一看 现在大下皇室的战斗力吧 杨天刚眉头已经皱成了一个穿字 他早就已经想把这姬长风 好好地教训一顿 舅舅不必着急 既然他们想要引我出去 那说明他们后面肯定还有手段 我们静观其变就是了 现在应该着急的并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现在南方边境的所有关口 也都已经被我们的边境军给占领 若是再这样继续耗下去 最先粮食不够的并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叶璇此时也是一点都不着急 似乎一切都在掌握当中 姬长风本来就是计划着看看 能不能耗死叶玄 通过南方总督和压粮官的情报 大厦国库已经所剩无几 根本就支持不了大规模的战争 而南方则是粮库 即使这几个月当中持续干旱 但是南方的粮食 也比皇宫当中的还要更多一些 再加上杨天雪开仓放粮 这使原本本就不多的国库 也被洗劫一空 我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能做这个缩头乌龟多长时间 来人 全军整顿 三日之后 进攻高康城 姬长风眼睛望向皇城的方向 表情变得无比邪恶起来 报 将军 我们的粮食被切断了 边境军不知为何 将我们粮食运输通道的红陵城攻占了下来 并且将所有运输到这个城市的粮食 全部都被扣押了下来 此时 一个传令兵从外面冲了进来 满头大汉地禀报着 什么 姬长风此时 面色变得异常地难看 他千算万算 竟然没有算到这一步 不过这也并不能怪他 毕竟自从大厦的第一任皇帝之后 边境军基本上都是进行独裁 也不会管大厦城内的皇权更替 这也不为什么 边境军的实力无比的强大 在大厦第一任帝王时 将安排边境军死守边境 即使是皇城被返了 也不得返回 只有大厦皇朝覆灭 百姓生灵涂炭的时候 才可返回 大厦的历代皇帝 都死死地遵守着这个规定 当然也有不怕死的 因为边境军不听从其中一任帝王的安排 而那一任的帝王也是残暴无比 认为边境军根本就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直接就出兵讨伐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边境军的实力远超皇家境军 并且是以一种碾压的姿态 将皇家境军给打败 并且 那一任皇帝也直接被边境首领给踹下了台 当众斩首 然后重新选取了一任皇子 作为大厦帝王 自从那一次之后 边境军的威名也从此打响 任何一任皇帝都不敢去打边境军的主意 而这个边境军也有着一个骇人听闻的传说 听说边境军是由大厦第一任皇帝的兄弟组建起来 实力无比的强大 边境军在大厦百姓心中的名号并不是非常的熟悉 甚至这一代的人已经忘却了边境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边境军已经荒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边境军甚至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强大 第一任边境军已经是可以抵挡妖王级的军队 而现在边境军究竟到达了什么样的实力 也无人可知 该死 大厦边境军怎么会出马 他们不是说不管大厦的国事吗 鸡长风拍桌而起 面前的桌子因为他的力道直接化为了飞灰 鸡长风这个时候也算是有一些慌张了 毕竟从小在皇宫当中长大的他听说过边境军的威名 不必在意 我会出手 绍康大师此时也是一点都不在意 在他的眼中 大厦皇朝甚至都没有人可以在他的手上撑上十个 即使是这个边境军也同样如此 在千佛宗遭受了这么多年的朝拜 他的心早就已经比任何一个皇帝都傲 大师 大厦的边境军实力非同小可 在数千年之前就已经能够单独斩杀妖王 现在他们想要插手这件事情的话 恐怕这件事情不会有那么简单了 鸡长风此时心情也是非常的复杂 但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若是现在这个样子退走的话 恐怕叶璇也不可能放过他的 毕竟 这可是他第二次造反了 而如果继续这样进攻下去的话 边境军永远是一个隐患 谁也不知道边境军这次的目的究竟是为何 所以现在鸡长风心里面也是万分的纠结 斩杀妖王又如何 妖王在本尊的手中同样撑不过实招 所以 你想做的事情尽管去做便可 若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自会出手 绍康大师倾抬眼皮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不过从他的口中 再次发出了先前的那股泛音 这股泛音出现之后 在营帐当中的所有人都 纷纷进入到了呆滞当中 鸡长风先前还有一些胆怯的心思时 也如同被控制了一般 有一些麻木地点了点头 阿弥陀佛 空若班尼 绍康大师念诵了一下经文之后 再次消失这个原地 而除了鸡长风 逐渐恢复了过来 其他人依旧是面部无比的呆滞 眼光当中的神色 全部都消失不见 来人 给我去搞清楚 为什么边境军会出现在大厦境内 如果带不回来 有用的信息 你就别活着回来了 鸡长风现在的心情 也是非常差 不过目前还并没有失控 立刻叫人去调查 边境军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意图 鸡长风 看向周围的大将 都已经变得面目无神脸色 也是变得沉重 第159章 出城 三天后 鸡横那边如何了 叶玄在御书房 看着面前的奏折 然后对杨天刚问道 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鸡横这边已经把控了 他们粮草 必经知道的红灵城 如果鸡长风 这小子还想继续打下去的话 就必须要回房了 否则的话 他的将士们 恐怕迟早都得饿死 杨天刚现在的心情 也是非常的愉快 现在他心里面 已经想象到鸡长风那小子 心急如焚的样子了 鸡横他还是实食物的 若是他真的腐朽 不话的话 我不介意将整个边境军 收边进大下军当中 不过 这边境军的实力 确实是非同一般 基本上所有的士兵 都已经到达了三坪左右 各小队队长 也基本上都是真刚强者 直到今日我才知道 原来大下 还有这一张这样的底牌 若是边境军首领 想要大下这皇位的话 恐怕历代皇帝 都没有任何争夺的可能 叶玄将自己手上的奏折 放了下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不由地笑了笑 之前那什么 观星阁观测的星象 那简直就是屁话 如果姬衡真的 想要这个皇位的话 他也同样可以 守死了那黑龙 不过 边境军根本就没有 过着这种想法 他们好像自从出生 到死心里面 就只有一个想法 也只有一个职责 那就是守卫边境 是啊 边境军从史之中 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但是他们对这个皇位 好像并没有任何的欲望 若是历代边境军 真的想要这个皇位的话 恐怕真的没有哪个皇帝 可以和他们竞争 现在这姬衡的实力 就已经到达了法相境 之后若是有什么机缘的话 甚至可以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不过姬衡竟然会 听从陛下的命令 我实在是想不到呀 杨天刚此时 也不由地笑着说道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位置 都是以实力为主 若是我的实力 弱小的话 我相信这姬衡看 都不会看我一眼 叶璇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姬衡 可不是无缘无故 就直接听命于自己的 在此之前 他们可是打了一架 在北方边境 叶璇找上姬衡 和她说明了 一下大夏 现在的情况 起初她对这个事情 并不关心 转身就要走 但她似乎是感受到了 叶璇的实力 想要和叶璇打一场 最终在三个回合之下 就被叶璇给 打得服服帖帖 并且告诉了叶璇边 禁军真正的规矩 并不是说历代的皇朝 都不打边境军的主意 实在是因为边境军 自古以来 就已经设下了一个规矩 若是大夏皇室 想要收复边境军 那么就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击败边境首领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边境军就能够收归于 她的管辖之下 当时 自古以来都没有任何一代皇帝 击败过边境首领 即使是边境军首领 已经更换了好几代 但每一任的边境首领 都是最低 能够到打法相近 而皇室之人 实力最高的一个时候 也就仅仅只是 真刚巅峰罢了 相比于边境军首领的实力 还相差甚远 这也是 为什么历代大夏皇室 都不敢得罪边境军的原因 我想现在姬长风那小子 恐怕已经变成 热锅上的蚂蚁 迫切地想要 尽快突破皇城了吧 杨天宝此时 也是不由地露出的笑容 他的心中 已经想象到姬长风 那仿佛要狗急跳墙的样子 若非现在 粮草不足 我倒是想看看 这小子究竟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 看看接下来他们之后的 行动是什么吧 反正他现在就如同 跳梁小丑一般 不过还是要 尽快解决了他 尽快收复整个南方 这对之后的百姓也有好处 否则常年征战的话会 导致百姓的民心不齐 倒是对母后治理大夏也不利 叶璇现在 虽然是想要好好的 细甩一下这个姬长风 但是他也不想让百姓受苦了 再这样 继续打仗下去的话 苦的也就只有百姓而已 确实如此 那么陛下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 杨天刚身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毕竟他身为国助大将军 见识过很多战争 几乎每一场战争下去 最遭殃的 也就只有百姓 毕竟打仗需要粮食 需要人 而粮食和人 基本上都是从百姓家中拿来的 既然他们这么想让我出皇城 那我就出去会会他们 我倒是想要看看 他究竟是能够搬来 多么强大的帮手 叶璇站起了身 眼神逐渐变得凌厉了起来 这一次 他肯定是要彻底地 将这一颗毒瘤给铲除 要不让我当个先锋嘛 自从实力突破了之后 我都还没有遇到过一个 相应的对手 杨天刚这个时候 也是有一些跃跃欲试 但叶璇当然不可能 让自己的亲舅舅 当这个先锋 毕竟现在还不知道 姬长风究竟请来了 怎么样的帮手 若是到时候 请来了一个法相径的话 杨天刚的实力 还是会将自己处于危险当中 所以 叶璇此次不打算 带任何人 对于他现在的这个实力而言 身边带上任何人 都等于是一个累赘 到时候开打起来 还是要保护他的性命 所以说叶璇这次 想要单刀赴会 不必了舅舅 这一次 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吧 越多人 反而会有越多的牺牲 舅舅带着护城军 守住皇城就可以了 若是到时候 我与姬长风 请来的高手 站在了一起的话 保不齐姬长风 会对皇城进行突袭 到时候 还是要麻烦舅舅守住皇城 不要让百姓遭殃 叶璇摇了摇头道 好 杨天刚眼中 虽然说闪过了一丝失望 但是服从命令本 就是一个军人的天性 所以即使心中有一些遗憾 但依旧是答应了下来 杨天刚答应了下来之后 便离开了御书房 一刻钟之后 便来到了皇城城墙上 一直有条不紊地 安排着所有士兵各就各位 毕竟这一场战争 也确实是非同小可 必须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姬长风的南方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他手下的强者也不少 第160章 旧场 而叶璇此时 已经在前往姬长风营帐的路上了 现在他 基本上可以达到日行千里 他现在认真的跳跃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七千次 获得了三千雷动的能力 再同样 都是法相禁食 使用出三千雷动 基本上没有人 可以捕捉到他的身影 不过使用这个能力 对体力消耗还是挺大的 大约使用十分钟之后 就必须得要停下来休息 否则的话 就会过载 导致战斗力急速下降 很明显这个能力 是不能够用来赶路的 不过即使叶璇 不用三千雷动速度 也同样是极快无比 姬长风 此时已经从上一个城市当中 赶往青本城 现在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因为青柏城 距离皇城 已经是无比接近 所以杨天刚 特地安排了两位真刚再次助手 姬长风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看上的这座城池 竟然是一个这么难啃的骨头 现在已经苦苦熬战了一天 但是这座城池 依旧是屹立不到 而那两位真刚强者 一直都在顽强抵抗 即使姬长风拼命地进攻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真刚对于这些普遍 都是五六品的修饰 都是以碾压的姿态击败 这也导致了这座城池 有功不下 姬长风此时 也实在是等不及了 毕竟现在粮草 已经被切断了 再这样耗下去 德化恐怕对自己这边万分不利 大师 这次恐怕需要你出手了 这座城池久攻不下 被我军实在是打击太大了 若是再这样硬拖下去的话 我军的粮草恐怕会堪忧 现在必须得要攻下这座城 我们也能够更加接近皇城一些 到时候 我想要引出那小子 也更加容易一些 姬长风实在是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够来到了 少康大师的面前 非常恭敬地对着他说道 就只是两个真刚 你们就已经对付不了了 真是废物呀 我现在怀疑 跟你们合作 究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了 少康大师眼睛都没有睁开 不过他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现在的言语 也变得非常的不客气 少康大师 这一切也是为了活捉夜悬那小子 还请大师能够出手 否则的话 我军恐怕必须得要撤下来了 姬长风现在心里面 早就已经骂了面前 这个和尚几百遍了 但是念在自己现在 还是有求于他的 不得不将这心里面的想法 全部都压了下去 毕竟这个老秃驴 一直在自己面前摆谱 好像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 不同样是 没了命根子的和尚 有什么好骄傲的 嗯 只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这次帮了你之后 你还不能够引出夜悬 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少康大师现在的脸色 也是非常的不好 双手合十站起了身来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银杖当中 姬长风在心里面 狠狠地骂着这个老秃驴 但是表情依旧是一副笑容 只不过这一抹笑容当中 带着一些阴狠 阿弥陀佛 佛祖有好生之德 若是在座的各位想要活命的话 就尽快离去 否则的话 今日此地必将 化为另外一片极乐净土 世尊法相 开 此时 少康大师直接就到达了前线 他也没有任何的含糊 也没有任何的留守 直接就开启了自己的法相 法相境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又请到了一位法相境强者 看来必须得要陛下出手了呀 城池上的两个真刚 此时面色也是异常的凝重 毕竟他们早就已经听说过了夜玄的大名 知道他是能够灭法相的 而现在 自己的实力 也就仅仅只是刚刚突破真刚罢了 想要和法相作战 那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所以他们现在心中 也是生起了一丝胆怯 不过很快就被他们自己 给压了下去 毕竟现在他们的背后 可是一城的百姓 如果现在 自己投降了的话 身后的那一城百姓 恐怕就得要遭殃 两个真刚强者 此时也是对视了一眼 他们两个人 都是明白了对方眼中的意思 死战到底 这一身本事 是陛下给我们的 若是能够为大夏 做出牺牲也是光荣的 其中一个真刚强者 此时已经是铁了星药作战到底 他浑身上下 开始爆发出刚气 这一次爆发出来的实力 可以说是生平最为强大的意思 此时的他 已经开始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了 而他此时 显现出来的实力 也正在不断地爬上 短短时间当中 就直接突破到了真刚巅峰 另外一个真刚看到他 如此拼命时 也不由得而为之一愣 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犹豫的 不过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的胆怯 同样燃烧起了生命之火 他的实力也正在不断地跋升 转眼之间 也同样到达了真刚巅峰 他们两个 纷纷飞向了空中 对上了绍康大师的法相 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既然你们打算死战到底 那我就成全你们吧 前佛长 绍康看到这两个真刚 飞到了自己的面前时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现在在他的眼中 这两个真刚无疑是在挑衅着他 所以他这一击并没有任何的留守 直接就将自己的成名 祭迁佛长给使了出来 只见在绍康大师身后的空中 开始不断地凝聚出佛长法印 转眼之间就突破了千位数 而这些佛长每一个 都是高达两米有余 而且上面蕴含的威力 让人望而生畏 毕竟这每一张 基本上都能够碾压一个真刚 开 绍康大师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朝着那两个真刚攻击而去 碎星剑决 落 而就在此时 空中传来了一声爆喝 并且从空中开始降下许许多多 如同流星的光点 这些如同流星的光点 和那一个个佛长印不断地碰撞 并且在空中发出大量的爆炸声 谁 绍康大师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多管闲事 特别是管他的闲事 他的目光逐渐朝着 刚才那一声爆喝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白衣青年手中 拿着一柄长剑 正在空中俯视着他 第161章 拉拢 你给我下来 绍康大师最讨厌别人用这种眼神看他 所以他立刻伸出他 那一双大手想要 将夜玄从空中拉下来 开天剑夜 斩 夜玄将龙骨剑举过头顶 并且龙骨剑开始发出璀璨的光芒 相比于绍康大师 那接近百米高的法香 也是丝毫不落下风 夜玄凝聚出来了剑一只后 没有任何的耽误 直接朝着那一只手狠狠地斩了过去 啊 就仅仅是这么一瞬 夜玄的剑和绍康大师的那一只大手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也就只是这么一瞬间 绍康大师捂着自己的那一只手惨叫了起来 而此时 他也将自己的法相给收了起来 露出了他原本的模样 没想到 又是一个老秃驴 不过这个老秃驴 好像比之前那个还要弱上一些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是千佛宗的人吧 我没有去找你们 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既然你都已经来了的话 那就不要走吧 夜玄此时 依旧是笔直地悬浮在空中 手中的龙骨剑依旧是那么的锋锐 而此时的绍康大师脸上的表情 已经变得异常地沉重 并且眼神如同毒蝎一般 看着夜玄 似乎是想要将他碎尸万断一般 你究竟是谁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的话 本尊定将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绍康大师毕竟也是法相近巅峰的人 嗯 当当他也确实是有所防备 所以并没有被开天建议 斩个实实在在 否则的话他不死也得脱层皮 至少也会损失一条手臂 现在绍康大师吃了苦 所以开始放弃了狠话 这还是他进入到千佛宗之后 第一次受伤 他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是在这么一个 矛头小子手上受了伤 所以他现在心里面 可谓是休脑不已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都在找阵 并且想让朕从皇城当中出来吗 朕现在出来了呀 你们想要怎么样 朕现在最后劝你们一遍 赶紧滚出大厦 否则的话 我连带着姬长风 把你们千佛宗掀个底朝天 让这世间 再也没有千佛宗这个宗们 叶璇冷冷地看着他 现在他可谓是 恨透了这些千佛宗的人 毕竟基本上自己碰到的 每一件坏事的背后 都有他们的主头 原来你就是大厦的 那个矛头小子 本座找你找的 可是真辛苦呀 没有想到你果真是沉不住气 自投罗网 哼 小子好大的口气 不要仗着自己年少有一些实力 就不把这世界上的所有强者 不看在眼里 你也不怕风大闪到了舌头 现在我也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若是你愿意入我们千佛宗 或许千佛宗的下一任佛子 便是你 成为千佛宗的佛子 再加上 你自己的天赋 定将前途无量 甚至可能超越法相近 成就真身 少康大师这个时候 也是同样飞向了空中 和夜悬平室 然后戴则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哦 看来 你们的老大并不是那种 小度鸡肠的人 既然愿意收正当你们的佛子 不过 你自己不动脑筋想一想 你觉得 是我在这里当皇帝更好一些呢 还是去你那个什么 所谓的千佛宗当佛子好呢 还有你所说的那个什么佛子 当上了 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没有什么金山银山 金银珠宝呀 叶璇这个时候 也是突然来了兴趣 和这少康大师 聊起了天来 那自然是千佛宗的佛子好 小子这可是 你一个天大的机缘 若是你自己不抓住的话 那之后 可就没有这种逆天的机缘了 仅仅只是一个大厦皇帝 你便满足了吗 若是能够成为千佛宗佛子 那么日后 不管是这什么所谓的大厦 就连大洲 你都同样可以收入囊中 甚至是其他的所有国家 只要你能够成为千佛宗的佛子 未来的实力 并将不可估量 而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是以实力为尊 少康大师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然后缓慢地和时 非常认真的对着叶璇讲解着 那我要是不能 叶璇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去什么千佛宗当佛子 刚刚所说的所有一切 也仅仅只不过为了逗他我而已 你在耍我 少康大师 原本还带着一些微笑的面庞 逐渐地冷却了下来 并且逐渐变得阴冷了起来 大师 你要不出去 好好地打听打听 你千佛宗前任的佛子 以及先前一同过来的普渡大师 都已经被我斩杀了 你现在让我去你 那千佛宗当佛子 你不觉得 这有些不对吗 少说这些废话了 反正今天你最终 还是要折在我的手上 我看你的实力 和那普渡大师 也相差不多吧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在我的手上 能够撑到几回合 开天剑夜 叶璇此时 不想再继续耽误时间下去了 毕竟姬长风那边 此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 再这么拖下去 德华恐怕对之后的行动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叶璇再次施展 开天剑意朝着 少康大师那边砍去 只是这瞬息之时 叶璇的剑 已经出现在了 少康大师的面门 眼看着就要 将他的脖子给砍下来 不过最终 还是让少康大师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 但这一道剑气 同样在少康大师的脸上 画下了一道划痕 鲜血从这一道 划痕中缓慢地往下流 你该死 金牛法香 开 少康大师这个时候 也是明白了 自己肯定是被 面前的这小子 给耍了 少康大师这次不打算 再保留任何的实力了 法香竟 巅峰实力彻底地 展现了出来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 身高白米有余的 人形金色牛头人 那剑朔的肌肉 就如同一道一道的 钢筋铁骨一般 看上去是那么的 无坚不摧 想要硬碰硬是吧 不过 你这法香 好像并不太像 人类的法香啊 你这不能不轨的法香 实在是让人想吐 也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法香 金身法香 开 叶璇同样以自己 法香巅峰的实力 施展了自己的法香 化成了身高白米有余的 金色巨人 第162章 战斗 你找死 少康大师幻化出来的 法香金身 现在已经陷入到了暴怒状态 提起自己的拳头 就直接朝着叶璇的脸上砸去 叶璇也不想要 和他多说什么废话了 同样也是一拳 狠狠地砸了过去 两个拳头在空中碰撞 这一下碰撞 直接让周围的所有士兵 都纷纷先飞了出去 他们根本就接受不了 这战斗的余波 纷纷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了 而叶璇和少康大师 在对碰了这一拳之后 也纷纷退后了两步 很明显 他们现在的实力 是达到了一种 分庭抗礼的程度 并没有谁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好小子 没有想到 你已经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若是再让你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恐怕还真有一些管不住你了 不过今天既然让你碰上我 那你今天的性命 就留在这里吧 千佛之怒 万象权 少康大师 经过这一次对碰之后 也惊讶于叶璇这么年轻 竟然就有了如此恐怖的实力 他也知道 千佛宗和这小子 已经达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 如果这一次放过了他 下一次千佛宗 恐怕难以支撑 毕竟现在叶璇年纪 也只不过是二十出头而已 实力竟然就已经到达了如此程度 若是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 那对于千佛宗 简直就是灾难 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允星拳 叶璇一脸的不屑 对于这个什么所谓的少康大师 他至始至终 都没有将这个老兔驴放在眼里 随即施展出了 他最新学习的一个拳法 这个拳法是结合了 碎星剑法练习而成 其威力和碎星剑爵差不多 只不过是用拳术的方式来展现出来 少康大师身后 展现出来了数以万计的金色拳头虚像 而叶璇这边空中 则是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星辰 在他们战斗当中 整片天地这个时候也变得灰暗了起来 大家快逃命呀 所有士兵看到这样的打斗场面 顿时间都纷纷吓尿了 鸡长风这方的所有士兵 此时都已经慌不择路地开始逃跑 给老子回来 凡是逃兵日后接斩 就现在给我攻城 鸡长风看到自己的士兵 已经开始怯战了 顿时怒火中烧 开始抓起旁边正在逃跑的士兵 直接给了他一个痛快 但是现在看到这番天地异象的士兵 哪里还有战斗的欲望 不管鸡长风怎么去威胁这些士兵 这些士兵都根本就不管他 该死 真是一些该死的东西 鸡长风现在的表情也跟吃了屎一样 本来现在叶玄已经出来了 并且和绍康大师已经打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本来是攻城的最好时机 但是现在所有的士兵 都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 这一场仗终归还是输了 鸡长风也没想到 自己的三十万大军竟然会如此溃败 不过这一切也早有先机 鸡长风在军队里面的名声本来就不好 动不动就杀人 这也使得整个军队军心涣散 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真正的效忠于鸡长风 只是屈居于他的淫威罢了 现在好不容易通过乱战 有一个逃跑的机会 就算是拼了命 他们也要逃出去 哪怕是离开大厦 他们也不想再继续跟在鸡长风身边了 鸡长风对待自己的属下 实在是太残暴了 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征战 所有的士兵都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整日都是赶路工程 赶路工程 每天基本上都睡不过两个小时 所有的士兵也是有苦说不出 毕竟在鸡长风这里 当逃兵可是要满门抄斩的 现在他们的家人 可是还在鸡长风的手上 这也使得这些事并不得已 只能将自己心中所有苦都忍耐了下来 鸡长风现在已经恼火到了极点 开始不断地朝着自己人出手 只要看到有一个往回退的 都逃不过他的长刀 不过依旧没有人听他的命令 向前冲攻程 真是一群废物 鸡长风现在的脸色已经无比难看了 他知道 再这么下去 就算绍康大师能赢下叶玄 想要占领皇城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他现在也就只能够寄希望于这绍康大师了 毕竟现在自己所有的士兵都已经纷纷逃窜 如果绍康大师再败 那自己也就只能死路一条了 你便是鸡长风 就在鸡长风还在观看着叶玄和绍康大师的战斗时 一个声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谁 鸡长风只是一瞬间便反应了过来 并且立刻抽出了自己的长刀 与面前的两人对峙 你并不需要知道我们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你今天是跑不了了的就行 来人正是张家两兄弟 张家两兄弟 自从跟了叶玄就时刻守护在叶玄的身边 这次也不例外 这次叶玄给他们也安排了任务 那就是活捉鸡长风 之前就已经有消息传出 鸡长风只不过是一个异品而已 掀不起任何的风浪 他之所以能够一直打到皇城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身后的这个少康大师 这个少康大师也带了将近十几个真刚 所以叶玄还特地从皇宫当中 调配了十个真刚一桶钱了 为的就是将鸡长风这一行人一网打尽 好大的口气 你们只不过是叶玄旁边的两条狗而已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吠叫 鸡长风已仗着自己 还有十几个真刚 表情也是异常的嚣张 动手吧 张海听到鸡长风这话 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现在他对这个鸡长风可谓是印象极差 就在他的医生令下 他身后的十个真刚 纷纷迎面对上了面前十个真刚和尚 这十个和尚的实力 也就仅仅只是刚刚突破真刚而已 所以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呈现势均力敌的形态 而张家两兄弟 此时也是分别对上了两个真刚 因为他们兄弟俩 配合无比的默契 硬生生就是挡住了这四个真刚的攻击 并且此时还有一番反击的迹象 没用的 给我将他们碎尸万段 鸡长风露出了非常邪恶的笑容 第163章 活捉 碎星剑绝 张露此时将自己的长剑高举于头顶 并且施展出了与夜玄一样的碎星剑绝 虽然说没有夜玄的威力大 但是这模样已经是学得十有七八了 碎星剑绝虽然说是夜玄最初获得的一个剑绝 但是其威力也不容小觑 只见空中开始凝聚出星星点点的陨石 这些陨石凝聚成群之后 朝着下面的那四个真刚狠狠地砸了过去 这四个真刚和尚 看到这种威力的剑法之后也是大吃一惊 纷纷开始施展起了自己的防御手段 他们都是同样实力的 所以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这一击威力有多么的恐怖 天雷剑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张海此时也施展起了夜玄交给他的剑法 夜玄在收服了张家两兄弟之后 就没有什么保留的 传授他们自己的剑法 因为张家两兄弟正好也是练剑的 所以夜玄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让他们去练习这两个剑法 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其中一个练会了天雷剑 反而另外一个练会了碎星剑绝 夜玄也是不得不夸赞 这两兄弟的天赋实在是恐怖 他自认为碎星剑绝和天雷剑法 都不是什么简单的剑法 从他的威力就可以看出来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兄弟的悟性竟然如此之高 短短两个月就已经出窥门禁 最后一个月逐渐熟练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这两兄弟练会了这两种剑法 夜玄才对他们如此有信心 毕竟这两个剑法如果练会的话 确实是可以越界挑战 只不过 他们两兄弟并没有领会开天剑意 否则的话 这两种剑法的威力还能够更上一层楼 夜玄也感到非常的可惜 因为在自己遇到张家两兄弟之前 他们就已经领悟了剑意 两兄弟也是非常默契地领悟了飞雪剑意 这个剑意虽然说在威力上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加成 但是对于速度的提升 那简直不是一点半点 在他们施展剑法的时候 他们就如同天上飘下来的飞雪一般 琢磨不定 没有人能够清楚 他们的确切位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这飞雪剑意也同样可以 跻身于天下高级剑意的列表 在张家两兄弟施展出自己的剑法时 与他们对战的那四个和尚 已经开始额头见汗 他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如果自己挨上这么一下 得话恐怕够呛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畏惧之心 只要是个人 心里面总归是怕死的 所以他们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赶紧逃走 面前这两个人 根本不是能够用正常人来看待的 不过现在张家两兄弟的剑法 已经落了下来 现在已经绒布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接下这两个剑法 机长风现在表情也逐渐变得 有一些慌张了起来 原本他还以为有人数优势 可以大败张家两兄弟 但是现在都下来知道 刚才的想法究竟是有多么的愚蠢 漫天星辰和天雷同时从空中降下 颇有一副毁天灭地的济世弹 万法禅衣 开 而正面要接下这一击的四个和尚 此时也是纷纷将自己的禅衣给脱了下来 他们的禅衣融合在了一起 在他们的面前浮现出来了一个巨大的禅衣光影 所有的陨石和天雷 全部都砸在了这个万法禅衣上 仅仅只是第一波陨石和第一道天雷 就将这万法禅衣的大半光芒全部砸碎 底下那四个和尚的表情异常的难看 因为他们知道 此事已经死到临头了 张家两兄弟 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 依旧有许许多多的陨石和一道一道的天雷 轰击在禅衣的光影上 三秒过后 禅衣光影破碎 不 那四个和尚纷纷发出了惨叫 不过仅仅只是片刻便化为了飞灰 张家两兄弟悬浮在空中 看着周围的其他的真刚和那些和尚 都是站得有来有回 虽然不能够击败他们 但是也能够拖住他们 先把那小子给抓起来吧 张鹿看了一眼 此时已经开始慌不择路逃跑的鸡长风 觉得还是先把正事办了为好 毕竟这鸡长风此次才是最终目的 必须要把他给抓起来 该死 怎么会这样 先前这夜宣布还只是真刚进吗 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强大 能够和法相进的绍康大师 打得有来有回 还有这大厦什么时候 貌似来这么多的真刚强者 我真是见了鬼了 鸡长风疯狂地朝着后方飞奔 并且他此时的心情 已经不能够用郁闷来形容了 作为大厦的皇子 对于大厦皇朝的高层站立他 还是非常了解的 除了关心阁的那几位 他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大厦有这么多的真刚强者 他现在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他爹故意藏着 不让他知道 好让他去南方驻守 鸡长风原本的自信 已经一扫而空 他甚至都不知道 现在自己要逃到哪里去 毕竟这一次 夜宣必然是不可能放过自己的 只要在大厦国内 就算挖地三尺夜宣 也肯定会将他给找出来 你这是 想要逃到哪里去 就在鸡长风慌不择路地逃跑时 张家两兄弟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将他打了一个人仰马翻 直接在地面上 摔了一个狗吃屎 鸡长风现在的心情 已经苦闷到了极点 他也知道 现在自己已经逃不了了 现在就只能够乖乖认栽 被张家两兄弟带走了 而夜宣这边 和这邵康大师 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 依旧是游刃有余 并且现在 已经开始反向 压着这邵康大师打 邵康大师越打越觉得心慌 另外 自己面前的这小子 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 原本还以为夜宣这么小的年纪 就算是 能够突破法相近 也仅仅只是一个 法相近初期而已 但是交手了两个回合之后 他才发现 面前的这个小子 竟然是和自己同一个阶级的 在继续战斗下去之后 才发现自己面前 这比自己少生200多年的小子 竟然比自己的实力还要强大 现在他每一次出手 都是心惊肉跳的 第164章 陶龄 如果你就只有这么一点实力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场战斗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夜宣本来就是 想要压榨压榨着邵康大师 好 让自己也清楚 一下自己现在真正实力的上限是什么 但是越打他也觉得越来越没意思了 因为这邵康大师 好像打来打去 也就只有那么几招而已 夜宣对于他的那些招式 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化解 所以 夜宣也不想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反正现在张家两兄弟那边 也已经得手了 小友 我承认你确实很强 但是不要以为你到达了这样的实力 就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得罪千佛宗 迟早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我们后悔有期 邵康大师现在也非常清楚 他再继续打下去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胜算 邵康大师解除了自己的法箱 并且不知道 从哪里重新掏出了一件禅衣 只见他将这一件禅衣 包裹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的身体也开始急速缩小了起来 不好 要跑 开天剑意 展 夜宣虽然说第一时间 发现了这一切 并且也是染出了速度最快的开天剑意 但还是没有留下 这邵康大师 但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 啊 你该死 迟早有一天我会 将你碎尸万段 夜宣这一剑 开天并不是无功而返 邵康大师的一条手臂 被直接斩了下来 邵康大师 在逃离的最后一刻 发出了无比凄惨的惨叫之声 跑得还真快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 可没有这么幸运了 你也不要着急 我相信这一天 马上就要到来 夜宣此时 也已经站到了 他先前逃走的那个位置上 一脚 将他的胳膊 给踢出老远 看着邵康大师气息 最后消失的方位 露出了微笑 夜宣现在不使用玄机变 单单只是通过自己的实力 就足以将千佛宗的扳手 碾压而去 夜宣也知道自己 距离前往千佛宗的时间不远了 陛下 姬长风已经抓到了 这些逃兵怎么办呢 张家两兄弟 将姬长风带到了夜宣的面前 然后看着这满地逃窜的逃兵 不由地感到有一些头疼 姬长风就先叫于国助大将军吧 这个毒瘤 还是尽早斩了为好 反正留着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至于这些士兵 下面的大厦将士们 无奈大厦帝王夜宣 朕知道 你们是受到姬长风 蛊惑逼迫 不必逃窜 这一切都不是你们的错 这场战争的所有将士 若是愿意留在皇城的 便可以留在这附近的城市当中 若是不愿想要 回到南方的 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姬长风 试图谋反 乃是杀头之罪 上一次朕选择了容忍 没有想到 这姬长风 竟然得寸进尺 此次朕决定 将姬长风处死 明日午时 即刻问战 夜宣这个时候 也是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对于这些疯狂逃窜的士兵 夜宣心里面 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心酸 毕竟这些士兵 哪里有想打仗的 所有的一切都 仅仅只是被逼迫的而已 士兵只有听从命令的份 没有哪个兵是想要打仗了 除了一些残暴的小人 他们不过只是那些 权贵手下的筹码罢了 随时都可以抛弃 夜宣并不想要太过于 为难这些士兵 任由他们去了 反正现在 幕后主使也已经抓到了 而南方总督 和压两官此时 也被大厦战士抓了起来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下面的所有士兵 听到夜宣那响彻天地的声音之后 都纷纷停下了 自己逃窜的脚步 并且跪倒在了地上 现在在他们心里面 也就只有一个皇帝 那就是夜宣了 所有的士兵 都跪在地面上磕头 这里面也在念叨这个谢主隆恩 平身吧 去你们自己该去的地方 若是愿意为大厦而战的 进入皇城护卫军 便前往皇城吧 你们永远都是大厦的战士 若是不愿再继续通过劳累 想要衣锦还乡的 那便回到自己的家中 陪伴自己的妻子孩子 你们永远都是大厦的子民 夜宣非常满意地 对着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便消失在了原地 片刻之后 他便重新回到了 皇城城墙上 参见陛下 城墙上巡逻的士兵 看到夜宣立刻跪倒在地 无比恭敬地行礼 都起来吧 前方的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你们通知一下国筑大将军 若是有南方的士兵前来 便将他们收进皇城 预备军当中吧 夜宣这次来 也仅仅只是 为了这些常年征战的将士们 寻求一个出路罢了 毕竟在姬长风的统治之下 他们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夜宣还是尽量 想要给他们一个 比较安稳的生活 哇 这几个巡逻的士兵 赶忙答应了下来 而当他们再次抬头的时候 夜宣已经离开了 夜宣离开了皇宫 来到了一片陶陵 在这个陶陵中 央有着一个小房子 以这个房子为中心的十里外 都种满了陶树 并且这些陶树 在夜宣的延出法随之下 是四季 根本不会变更 一直都是开着花的 这个便是夜宣之前答应 给圣红岸的十里陶陵 这个十里陶陵 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距离皇城的位置 不远也不近 这座陶陵的四周 都被群山环绕 周围数百里 都并无人烟 这十里陶陵 真的如同仙境当中的 室外陶陵一般 并且每日早晨起雾时 陶陵还展现一副 无比浓郁的朦胧美 夜宣从来都没有 忘记过圣红岸的 每一个爱好 和每一个要求 夫君回来了 快坐吧 马上饭就好了 圣红岸这个时候 也是感受到了夜宣的归来 从房子当中走了出来 对着夜宣天天地笑道 手中还拿着两根柴火 不是跟你说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不要动手吗 好好的待着 不就行了 你现在肚子 都已经这么大了 做这些 也不太方便 我回来 又不是不会坐 真的是 你这个样子 母后如果看到的话 恐怕又得骂我了 第165章 家人 赶紧给我吧 你先在外面坐一会儿 马上开饭 夜宣这个时候 有一些责怪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赶忙接过了 他手中的那两根柴火 并且嘴里面 依旧是喋喋不休地说 并且 轻车熟路地 来到了厨房当中 将这两根柴火色 进了炉灶 并且掀开锅盖看了一下 里面正煮着回锅肉 开始有模有样地 做起了饭来 很明显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做饭了 圣红鸾看到这一幕 也是满脸的幸福 即使现在夜宣 还是喋喋不休地在说着 圣红鸾现在 感觉自己就如同 被整个世界的爱意 给包裹 得福如此 圣红鸾也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可奢求的了 哎呦不要生气了 我只是 看你今天应该有挺多事情 要忙活的 所以就自己先动手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真刚强者 如果仅仅只是 怀一个孩子 就让我动弹不得的话 那我以后 岂不是一个废人 圣红鸾现在的肚子 已经非常大了 再过两个月 就要临盆 她从旁边 挽住夜宣的手 对着她撒娇道 夜宣最看不得的 就是圣红鸾撒娇 她根本就抵挡不住 成红鸾挽着自己的手 撒娇的模样 每当她摆出 这副姿态的时候 夜宣都没有任何心情 去责怪她 好了好了 我们前段时间 埋在门口那棵桃树的桃花酿 也可以拿出来喝了 今日也把 鸡肠风那小子 给抓住了 日后大家的隐患 也解决了一个 夜宣最终 还是抵不住 圣红鸾的撒娇攻势 非常无奈地摸了摸她的头 然后开始讲 今天发生的事情 因为圣红鸾 基本上 一直都待在这桃林当中 而她这段时间 也是乐在其中 每日在桃林当中 折几只桃花 带回家中用桃罐养着 并且 每天期待着 夜宣回家给她做饭 时不时地 和肚子当中的宝宝 说说话 这种生活 让圣红鸾 感到无比的自在 白月如和薛宁 隔三差五的 也会来到这 十里桃林当中 与她分享 他们之间的趣事 当然也时不时地 会提及一些 夜宣小时候的糗事 夜宣每当 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会在旁边 非常宠溺地 看着陈红鸾大笑 反而是杨天雪 这一段时间过来的 比较少一些 因为她现在 除了皇宫当中的事情 要忙之外 还要不断地 练习剑法 现在 她经过这三个月 夜宣的指导 逐渐开始领悟了 一些开天建议 因为先前为了夜宣 杨天雪舍弃了一切 就连自己的实力 也从三品 到了六品以下 夜宣在经过了 多方判断之后 还是决定 让杨天雪重修 将之前所练习的剑法 基石完全打碎 开始重新奠基 而学习的 也是夜宣的这条路 因为有了先前修炼的基础 杨天雪剑法上 进步的速度 可以堪称神速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从九品飙升到了三品 并且初步领悟到了 开天建议 但这个开天建议 与夜宣的相比 还是相差许多 不过杨天雪 现在才领悟到了 开天建议 究竟有多么的恐怖 自己仅仅只是 学习了这么短的时间 仅仅只是 领悟了 实之无一的开天建议 威力就足以媲美 一品的全力一击 这也使得她 更加刻苦地 去练习着开天建议 在三个月时间中 杨天雪 就直接到达了一品 这进步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这也依托于 她自己本身的天赋 就非常的好 否则的话 就算有前面的基础 想要打破重修 还是非常困难的 毕竟你先前 已经领悟了一种建议 若是你想要 打破自己的基础 领悟另外一种建议的话 你需要凝聚自己的心气神 否则的话 另外一种建议会干扰 你对这一建议的领悟 最终导致功亏一篑 这也是为什么 夜宣布建议 张家两兄弟 打破自己原本的建议 去领悟开天建议的原因 因为这一条路 实在是太难走了 再加上他们 也没有经历过 阳天雪这样的变故 所以与其让他们打破 还不如按照他们自己的建议 去修行那些建议 毕竟建议和建议 是完全不同的 建议只要你天赋高 不管你练习领悟多少 建议都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建议人的一生 就只能有一个 若是你的建议强大 对于你修行的建议提升 也会更加大一些 若是你的建议不行 就算你修行 再怎么强大的建议 也无法发挥 这建议的真正威力 这也是为什么建议 如此重要的原因 因为建议 就决定了你的上限到哪里 阳天雪是不是的 也会忙里偷闲的 来十里逃灵一次 这也使得圣红鸾 在逃灵的生活 没有那么的枯燥 反而变得非常充实了起来 在自己最为喜爱的环境当中 有着最爱自己的家人 与夫君陪伴着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心目中 最为向往的生活了 好了 开饭了 再过两个月孩子 就要出生了 正好现在已经解决了 姬长风的事情 明天我就跟母后说一下 皇宫我就暂时不去了 最近这段时间 我还是要待在你的身边 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保护你的安全 最近这段时间 千佛宗的人 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姬长风此次 又请来了一个 法相境强者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和尚 应该也已经到达了 法相境巅峰 我相信千佛宗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现在 也是害怕他们将目光 放到你的身上 到时候 我恐怕会来不及 之后的生活 我还是 跟在你的身边吧 不论他们的实力 多么强 但想要伤害你 必须得要踏过我的尸体 叶璇眼神异常坚定地 看着圣红鸾 我相信你 不过朝堂上的事情 如果全部都丢给母后 一个人的话 恐怕也是有一些麻烦啊 圣红鸾也是知道 叶璇现在一直都是 站在自己的角度 但她现在依旧对朝政 还是有一些担心 毕竟刚刚平息叛乱 如果现在 不好好的安定的话 下一次叛乱 恐怕也就不远了 有母后和太师在 朝中的大臣 也先不起什么风浪 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叶璇敢到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166章 暂归 现在 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 挂名皇帝而已 朝政当中的事情 她现在根本就不想再去多管 她现在也就只想要 陪在圣红鸾的身边 等到孩子出生 然后长大一些便离开 若是孩子的天赋较好 便待在身边 若是不行 便留在皇宫当中 不过在此之前 她一定要突破真身境 因为只有突破了真身境 她才有足够的实力 守护大下皇宫 真身境所拥有的能力 可比法相境多得多 毕竟真身 是由万千法相构成 到时自己可以分出一道法相 留在皇宫当中 这样也能够保住 大下皇宫的安定 毕竟自己外出游历之前 肯定会将大下所有的隐患 全部都清除 好了 先不想这些了 至少现在我们的生活 无比的安定 之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就随天定吧 圣红鸾有叶璇在身边 就已经足矣 就算与叶璇共赴皇权 也死而无憾了 嗯 先吃饭吧 再过几个月 宝宝基本上也该出生了 是不是也该回皇宫去了 叶璇一边给圣红鸾夹菜 一边问道 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也确实应该回去一趟 大周那边 现在有什么消息了吗 圣红鸾点了点头 心里面突然想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对着叶璇问道 大周最近这段时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 不过白铃伤势 好像已经恢复了过来 应该已经去找你皇兄了 叶璇最近这段时间 并没有听闻大周太多的事情 也就只有偶尔听到一些 大臣说一下大周的情况 经过这几个月的发展 大周在圣白宇的领导之下 也逐渐步入了正轨 那就好 现在那老家伙已经死了 希望圣白宇 不要步入那老家伙的后臣 若是他学那个老家伙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圣红鸾说到自己 那个该死的父皇时 就气不打一处来 好了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必再动气了 他都已经归息了 你还和他计较干什么 叶璇赶忙拍了拍他的背 将他的气息俯顺 这毕竟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圣红鸾此时 也是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吃完了这一顿饭之后 叶璇便带着圣红鸾 回到了皇宫当中 虽然说 皇宫有着众多的丫鬟 能够随时随地地叫唤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 但圣红鸾并不太喜欢这样的生活 他只需要叶璇一个人 在自己身边就足以 红鸾 你回来了 哎 母后这一段时间 实在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看你 真是惭愧 不过回来也好 在那十里逃灵 虽然说确实清静 但是毕竟 没有一个照看的人 玄儿也没有办法 一直待在你的身边 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现在回来就好 至少母后 还能有个照眼 圣红鸾回到皇宫之后 第一个遇见的 就是杨天雪 此时的她 已经不是身着雍容华贵的太后 反而穿着像是一个 英姿飒爽的侠者 杨天雪看到了 圣红鸾归来之后 立刻来到了她的身边 握住了她的手 叶璇就在一边 静静地候着 一脸微笑地看着 这无比温馨的一幕 几天不见 母后的实力 恐怕又提升了吧 母后果真是天赋一柄 既然能在朝堂当中 这么多事情 抽空出来修炼 并且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快突破真纲了 这得让多少 习武之人眼红啊 圣红鸾也一脸笑容地 握住了杨天雪的手 唉 这么多年都没有练 手法还是有一些生疏了 不过玄儿的这些剑法 确实可以称得上师一绝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娘正好也在宫中 正好把薛宁一家一起叫过来 趁着今日有空 我们一家人吃个便饭 杨天雪听到圣红鸾这句话之后 脸上的笑容更甚 这时想到白月如也在皇宫当中 正好可以一家人好好地聚一聚 母后 我们才刚刚从桃林当中吃完饭回来 我们还是用晚膳吧 叶玄这时 也是有一些尴尬的挠挠头 毕竟才刚刚吃完饭 现在又吃一顿也不太好 好 那你们就在这皇宫待一会 我去命人准备晚膳 再去将你爹娘家人一起叫过来 红鸾你可以先去你母亲那里 和她聊聊天 最近这段时间 她在皇宫都快闷死了 已经开始想要回大洲去了 我跟她说 还是得要看看你的意见 这才把她留住了 杨天雪因为模样 已经变成了年轻时候的模样 所以 她那一颗少女心 也逐渐回来了 原本那阴逸的心态一扫而空 现在已经是热情满腔 并且整个人都充满着干劲 平日里 也会去皇城当中的街上逛逛 那回头率 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高的 也不会带随从出去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皇城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美女 竟然是当今的太后 这也导致了 有不少最美的年轻小伙 时常会去跟杨天雪搭讪 杨天雪觉得挺有意思的 也并没有暴露自己太后的身份 不过这肯定是隐藏不了太久的 毕竟敢上前搭讪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皇城当中的贵族子弟 这些贵族子弟 不乏有一些进入到皇宫当中 参加过早朝的 所以当然知道 杨天雪是当今的太后 大家知道了杨天雪的身份证之后 在路上碰到 也是非常恭敬的行李 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皇城的人 认识了大夏的当今太后 并且感到异常的惊奇 为什么太后能够如此的年轻 并且先前表现的 还是如此的清明 似乎在她的身上 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皇室的影子 反而像一个邻家大姐姐一样 不过毕竟尊卑有序 自从杨天雪的身边 被皇城当中的所有人得知了之后 大家对杨天雪 都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恭敬之心 而之前去跟杨天雪搭讪的那几个贵族子弟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杨天雪的面前 第167章 斐类 在杨天雪身份暴露之前 这其中也有一些不怕死去调戏杨天雪 甚至想要采取一些强制手段 杨天雪对于这些人 肯定是不可能有丝毫的手下留情 直接把他们的命根子打断 让他们一辈子变成一个废人 这些人召集了一众无凭左右的打手 想要好好的教训一下杨天雪 但最终都是无功而返 杨天雪觉得 反正自己现在的实力 也正在磨练当中 正好把这些灯徒子 当做磨刀石 把他们的经脉全部打断 所有前来挑事的人 都变成了废人 这些贵族子弟 被打成这个样子 还想要报官处理 但是当地的县衙 看到杨天雪 直接就腿软跪倒在地 杨天雪让县衙 不去管这些事情 并且也不要告诉 这些灯徒子自己的身份 他还想好好的和这些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玩一玩 顺便到时候 说不定可以套出一些 有用的信息来 毕竟现在皇朝才刚刚变更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有谋逆之心 而这些贵族子弟 无疑是最好套到信息的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还真被杨天雪 套出来了几个小官 对叶璇不满的 第二天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罢免辞官 要不就是 被遣返至北方最为边境的地方 做一个小官 这比罢免了他们的官职 更加折磨 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他们手上还是有一些资本的 若是被罢免了 他们还可以从商 根据他们在朝堂当中 多年的人脉 必将富甲一方 但是发配到边境地区 去做一个小官 这对这对他们来说 实在太折磨了 穷乡僻壤最初刁民 另外距离皇城 实在是太远了 有很多都是权力管不到的地方 特别是那些土匪 在大厦当中 不乏有一些一品高手 都去当土匪 毕竟风险与收益并存 而且还有一些是穷凶极恶之人 大多数被发配到 边远地区的小官 都活不了太长时间 就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些土匪抢的 就是这三把火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会被发配到 他们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当小官 肯定是得罪了朝廷的 就算是把他们给抢了 杀了朝廷 最多也就只是 追查一段时间之后 便不会再去管 所以日渐如此 他们的胆子 也慢慢地变得大了起来 而他们也不敢 太过于去残害百姓 就算是土匪 还有一定的规矩 他们一步抢贫苦人民 二步抢老弱富儒 只抢那些 危害四方的富甲商人 并且每一次 都能够抢得盆满钵满 毕竟在这边缘地区 还有边境军驻守 如果这些土匪 实在是太过分的话 边境军也不可能放任不管 更何况 现在边境军 已经收归到了 叶玄手下进行管理 现在这些土匪 更不敢肆意妄为了 基本上都是 抢一些危害百姓的人 这些土匪 反而成为了 百姓们眼中的正义使者 毕竟无良商人 为了得到钱 可以说是费尽手段 不断地搜刮着百姓的钱财 还是以一种 正义凛然的姿态 而土匪们 抢了这些商人的钱 百姓们 也是直叫一个痛快 不过 土匪就是土匪 再怎么样正义 也不可能受到 百姓们的爱戴 毕竟他们所抢的钱 同样是从百姓口袋 里面掏出来的 虽然说 并不是直接的抢劫 但是最后受苦的 还是百姓们 而且最近这段时间 不知道怎么了 这些土匪开始对百姓下手 并且做出了烧杀抢掠 抢抢名家少女的事情 这时百姓们 原本就不太稳定的生活 变得雪上加霜 已经有不少的百姓受不了了 只能够逃离这座城市 去别处安家 但是身上本就不多的盘缠 导致很多人 在半路上就被冻死了 整个北方的百姓 都苦不堪言 对这生活 已经充满着绝望 本来在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粮食本来就不够 现在还要经受这般折磨 甚至 有一些人家前一个白事还没有办完 另外一个亲人 又死在了土匪的刀下 使得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 自意在了家门口 大厦北方寒木成中 哎 最近这段时间 可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 听说前几天边境军的 已经出动了 现在这天下实在是太乱了 这还让不让人活啊 前有土匪后有官兵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在大街上迈着 柴火的一个看上去 就饱金风霜的中年男子 此时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不由地抱怨道 哎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又有什么人会想到 我们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听说新的皇上 发现了一个新的庄稼 好像是叫什么红薯 这红薯 总之现在已经发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个红薯倒是金宝 吃两个就可以顶一天了 不过这日子 实在是太难过了 有条件 还是去其他城市吧 寒木城这前有官兵收刮 后有土匪打劫 再这么过下去 恐怕连红薯都吃不起了 在他旁边一个卖探的中年男子 同样对这个世道感觉不公平 但这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毕竟新帝才登记不到一年 再怎么有新 也不可能考虑到 这边境地区来的 陛下 最近北方区域土匪猖獗 已经有不少北方城市的县官 都被那边的土匪给杀了 若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百姓恐怕也得遭殃 朝堂上 北方总督站了出来 然后跪倒在地 对着夜悬饼报道 此时的他眉头紧皱 因为之前那些土匪 还只是抢一抢商贩而已 但现在 这些土匪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开始不断地抢夺官府当中的东西 就算是官府当中的兵器 他们也同样照收不误 这也导致了土匪现在的装备 和官府正规军不外如是 再加上这些土匪 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打起来根本就是不计后果 不要命的 现在就算是调集一些地方正规军 去镇压这些土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这些土匪碰到正规军 就死死地躲在山里面 用之前搜刮过来的弓箭弩键 硬生生地将正规军打退 土匪 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土匪 还是说早就已经存在了 第168章 猖獗 叶璇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有一天会为了土匪而困扰 回禀陛下 这些土匪在早年间 就已经开始不断地出现 不过他们先前还是有所收敛的 一般不会去为难普通百姓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 这些土匪开始为非作歹 穷凶极恶 无恶不作 抢抢民间妇女 烧杀抢掠 现在北方的百姓已经开始苦不堪言了 北方总督对于这些土匪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这些土匪实在是太狡猾了 他们且战且退 只要看情况有所不对 他们就会立刻撤退 即使是一段时间能够剿灭一些 但不出三五天 就会再次出现另外一批 而每一次出动官府正规军 都是一笔不菲的消耗 但是只是出动一些虾兵蟹将 又打不过这些土匪 现在北方总督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只能够上报朝廷看看 能不能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先说说 现在北方究竟是什么情况吧 叶璇深深地皱了皱眉 因为这些土匪确实是让人头疼 他也想要自己出面解决 但是这些土匪 自己也不可能直接搜寻大厦整个北方 这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竟大厦国土面积庞大 整个北方至少也有百里范围 想要搜寻大厦整个北方的所有土匪 至少也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对于这件事情 叶璇实在是不能够亲力亲为 哇 现在北方的百姓们已经开始种植红薯 基础的宝石已经不成问题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的气候 不适合棉花的生长 棉花产量已经大幅度地减少 北方的百姓们 甚至有一些已经开始一不必提 甚至有很多百姓 因为北方土匪猖獗 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 冻死在路上 北方总督也没有任何的隐瞒 本来他是可以将这一切 全部都隐瞒下来 毕竟北方的消息 想要传到皇城当中 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北方的百姓 能够来皇都告状的 恐怕百万中没有一个 他原本可以把这所有的一切 都给隐瞒下来 继续当自己的北方总督 毕竟 他现在身为北方总督 北方面临着这般彩妆的模样 他肯定是有莫大的责任 搞不好 他不仅要面临着降职的风险 甚至可能会被发配到边境去 但是他自小就立志 要为百姓做事 是少见的能够做实事 并且说实话的人 他实在是看不得百姓们实不果腹 北方城市恶嫖遍野的惨状 所以 就算是面临着被弹劾被卸任 甚至是被杀头的风险 他也必须要将这所有的事情说清楚 北方总督方宁津 此时将自己之前所处理的手段 包括调动正规军 以及自己出资组建民间军队 去剿匪所有一切所做的措施 都讲了一遍 方宁津 你竟然敢私自组建军队 你这是想要造反吗 陛下 方宁津私自组建民间军队 此乃是造反的举动 还请陛下言查 就在方宁津 讲到自己曾经组建过一支民间的队伍 去剿匪的时候 北方镇守将军张龙七此时 立刻站出来弹劾 张老七 你身为北方镇守将军 不仅仅对剿匪之事充耳不闻 现在还在这里 胡乱叫唤 我看你才是 想要造反吧 先前为了剿匪 我想要从你这里 调集一些军队 你那可是百般推托 有民才有国 这可是陛下说的 你这般无视 百姓的生活极苦 只为了你 自己升职 你这又是居心何在 北方的百姓生活如此极苦 而你那将军府 可是夜夜升歌呀 我看你是将军 当官了早就已经忘记你 曾经也是出生百姓的吧 方宁津 看着百姓们如此受苦 心情本来就已经糟糕到了极点 现在这跳梁小丑 竟然又出来 这里狗叫 方宁津 实在是忍不住 对得张龙七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回击 你 你这分明就是强词夺脸 陛下 就算方宁津 现在口口声声说是 想要为百姓除幽去剿匪 但是这也只是他一人说辞 并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 擅自组建军队 在大夏 可是杀头的大罪 还望陛下 一定要明察 若是大夏官员 都能够不遵从皇命 私自组建军队的话 那之后 皇家护卫军 也不过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陛下明察呀 张龙七这个时候 也是上前来跪倒在方宁津的旁边 然后嗑了三个响头 他知道自己肯定是对不过方宁津 只能够找叶璇来撑腰 叶璇怎么会看不出来 这张龙七和这方宁津两个人之间 肯定是有一些过节 而张龙七的官职 因为没有方宁津的高 所以想要想尽办法地弹劾方宁津 好让自己上位 方宁津对张龙七也是非常的厌恶 对于这个在位置上 但是不干实事的人 方宁津自始至终都看不起他 平日里面 张龙七给方宁津送的礼 以及大大小小的鳄鱼凤城 都被方宁津给送了回去 这也导致了张龙七心里面 记恨起了方宁津 想要迟早有一天 将方宁津拉下马 这一次 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 北方的所有土匪 开始逐渐猖绝了起来 必须得要正规军前往镇压 但是所有北方的正规军 都掌握在张龙七的身上 但是每次方宁津找张龙七讨要军队 前往镇压土匪的时候 都被张龙七以不同的理由 给推脱出去了 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 调集了三千北方正规军 但仅仅只是 剿匪了五日 便被张龙七给收回去 这也使得刚刚开始剿匪 势头都还没有起来 就被打了下去 方宁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够自己出资 收编了一些生活 已经过不下去的百姓 给他们一些报仇 然后按照正规军的训练方式 对他们进行训练 好不容易两个月出剑成效 但对于那些 亡命之徒一般的土匪 第一次剿匪的时候 这些自发组建出来的百姓队伍 就露出了窃战之心 首次之战 就已经以惨败的方式告一段落 这一支 以百姓组建的民间 剿匪军也就这么解散了 第169章 揭穿 经过这一次之后 这些土匪就更加嚣张了起来 抢劫的手段 也开始变本加厉了起来 时间相隔也慢慢地缩短 若是有百姓家中出 不起粮食或者钱财了 就会将那一家人中 得妇女儿童给带走 家中的男子 则是直接被屠杀 而张龙七 之所以迟迟不出兵的原因 也就仅仅只是 想要打压一下方宁经 让他知道 知道自己的利害罢了 可他从来都没有 考虑过百姓们的生活 从来都没有 考虑过百姓们的感受 陛下 臣确实有罪 怎么罚我 我都没有任何的怨言 但是臣想请陛下 去北方的寒木城看看 现在的寒木城 可以说恶嫖遍野 冻死的 饿死的 还有被土匪杀死的 满大街都是 还请陛下 在处罚我之后 能够解决北方的问题 这样子臣 也死而无憾了 方宁经知道自己 肯定是逃不过处罚了 甚至很可能会被杀头 但是在临死之前 他还是想要为 北方的百姓 做一点实事 如果用他一个人的性命 能够换来 叶璇对整个北方百姓们的 重视的话 能够将这些土匪 全部剿灭的话 他也算是死而无憾 他甚至至始至终 都没有看张龙七一眼 像这种小人 根本就入不得他的法眼 他早就已经知道 张龙七肯定 和那些土匪有所勾结 他也一直都在 寻找着这其中的证据 但是至始至终 都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理由 张龙七统领着 驻守北方的军队 想要调查他 实在是太过于困难了 所以最终方宁经 也只能作罢 方宁经 朕就先不追究 你私自组建民间军队的事情 毕竟你也是为了百姓着想 张龙七 朕现在问你 对于北方城市土匪猖獗 此事 你是知晓 还是不知晓 叶璇此时 表情也是变得 异常冷淡地看着张龙七 朝堂当中的人 此时也不敢再继续议论了 他们非常清楚叶璇 露出这样的表情 分明就是生气了 朝堂上的所有人都知道 叶璇的实力 现在可不敢触怒于他 杨叶早就已经知道 这张龙七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也只是 站在一边一副看戏的模样 张龙七 本来还想着叶璇肯定会好好的 去惩罚方宁静 但他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叶璇最先并不是 对方宁静问责 而是先来质问自己 张龙七 此时也是被吓得一身冷汗 因为他自己屁股 本来就不是很干净 如果叶璇真的要去调查他的话 恐怕他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叶璇可是昨天 才把前些天 新风作浪叛乱的 鸡长风斩首示众 张龙七可是看在眼里的 他现在的心情已经无比的紧张 并且表情已经变得有一些慌乱 毕 陛下 现在军队实在是已经攻不起出征了 就不要说北方的驻守军队 我相信 就连皇家禁卫军的粮草攻击 恐怕都已经不足 若是想要让北方的驻守 军队出征 剿匪的话 后期粮食肯定是要跟上的 但是现在北方粮仓已经告急 粮仓当中的粮食 已经难以支撑军队 进行一次长时间征战 而剿匪这件事情又急不得 出动军队实乃下下之策啊 张龙七此时也是开始给自己开脱 原本洋洋得意的表情 此时也是变得无比慌张 好 很好 张爱卿真是为了国库着想呀 方明基 你见过的土匪 最高实力 是什么层次 叶璇此时也是露出了微笑 不过这个笑容 看上去是那么的勉强 一众大臣静若寒蝉 根本就不敢发出任何的声响 并且 此时的眼神 也是有一些同情跪在前面的张龙七 回禀陛下 目前见过实力最为强大的土匪 也只有一品实力罢了 不过北方城市当中 除了北方驻守军之外 并没有任何一品高手 也正是因为这个 陈祖建的民间除匪团 才会一败涂地 方宁金现在已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不管怎么样 都要将这该死的土匪 全部都剿灭 反正现在都已经将所有的话 都摆在明面上了 他也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好好好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先前妖兽横行 朕让数位真刚强者前往镇灾 并且镇灾了之后 我让这些真刚强者 纷纷留在了原地 方宁金 你为何不调及这些真刚强者去剿匪 叶璇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张龙七身体一震 并且整个身躯都开始慢慢地颤抖了起来 回禀陛下 先前确实是有三名真刚强者 来到北方斩杀了树头妖兽 为北方的百姓斩出了心腹大患 不过这几位真刚强者 斩杀了妖兽之后 奉太后的旨意 进入了北方镇守军当中 方宁金说这句话的时候 依旧是看着夜悬禀报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自己身边的张龙七一眼 好啊好啊 张龙七 现在正问你 你是真的关心北方的百姓们吗 百姓们遭此大劫 你是否前去过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看看 还是说 你那将军府有什么致命的诱惑 使得你根本移不开脚步呢 如实招来 你身为北方助手将军 是否真的了解过北方的情况 就算北方的粮草 支撑不了大规模的军队行进 但是你为何不让那几位 真刚前去剿匪 真刚之下皆是楼野 若是真刚出马 那些土匪又怎会如此猖獗 夜悬依旧是一脸微笑地看着张龙七 不过所有的大臣都知道 夜悬现在正处于暴怒的边缘 臣罪该万死 陛下饶命 臣只是一时昏了头脑 还请陛下饶命啊 张龙七这个时候已经慌了神 现在他所说的这句话 无疑就是承认了 自己为了报复方宁金 而不顾百姓的死活 那他就没有必要 再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了 而且仅仅只是为了一己私欲 不顾百姓们的死活 朝堂当中的所有大臣 此时也是纷纷摇头 第170章 汉子 现在朝中大臣看向他的眼神 也没有了先前的同情 而是无比的厌恶 好好好 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作为驻守北方的将军 为了一己私欲 不顾百姓的死活 你这是居心何在 来人 把他给镇压下去 听后发落 叶玄这一次 也是真的动了真怒 他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造反了 明明自己作为皇帝 什么都没有做一心为民 但是手下的这些大臣 阳凤英伟 使得底下的百姓叫苦连天 若是整个国家的百姓 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话 又怎么会有人冒死 去造反呢 陛下饶命啊 臣再也不敢了 张龙七直接被张家两兄弟 给拖了下去 并且打入了天牢 现在张家两兄弟 毕竟是叶玄的贴身护卫 基本上一直都隐藏在叶玄的身边 等待命令 只要叶玄一声令下 他们便会出现 他们两个就如同叶玄的影子一般 平常并不会那么的引人注意 但是他依旧是存在的 张龙七能够当上这个北方镇守将军 本身的实力也不弱 达到了二品 不过相比于张家两兄弟 还是弱上了许多 所以他 即使是想要反抗 都根本做不到 方明基 朕现在命你为北方总督 兼北方镇守将军 可前往国筑大将军处领兵 即刻前往北方剿匪 不得有误 叶玄自然是知道 这件事情自己不会亲力亲为 并且也认清了 方宁经确实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他一心为民为了他 北方的百姓 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 这种大臣叶玄 又怎么会去责怪他呢 谢陛下 但臣还有见识想问 现在大夏粮食紧缺 而这些土匪异常狡猾 陈祥等到军队前往剿匪的时候 这些土匪必然不会再出现 恐怕粮草难以支持军队大规模的行进 方宁经现在也知道 大夏的难处究竟是在哪里 经过长时间的战乱 再加上姬长峰的造反 并且还有一阵自然灾害的原因 大夏的国库 基本上都已经被掏空了 现在恐怕已经难以支持剿匪行动了 方宁经害怕 到时候若是剿匪到了一半 又因为粮草的原因无功而返 这对北方的百姓反而是一件坏事 以现在这些土匪的凶恶程度 等到正规军离开了之后 他们肯定又会将怒气 全部都撒在百姓身上 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 好了众位大臣 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的话 那便退朝吧 叶璇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不要再继续说了 之后便服役而去 方宁经心里面还有一些猛 毕竟自古以来都有一具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的话 可想而知粮草究竟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现在皇帝并不想要讨论粮草的问题 但又要出兵剿匪 这让方宁经有一些摸不着头脑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众位大臣听到了退朝之后 立刻跪倒在地形里 并且开始纷纷离开奉天殿了 方宁经现在依旧是一脸猛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去 跟我来吧 陛下都已经跟你说了 来我这里领兵 那就没有什么粮草问题了 就在方宁经不知道何去何从之时 杨天刚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杨天刚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关注到了方宁经 觉得他确实是一条汉子 为了北方的发展不断的建言 不过 北方距离黄兜 实在是太过遥远了 而且 北方地区生活环境实在是恶劣 很多粮食都无法种植 这也是为什么 大夏皇朝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却 并没有把太多的关注点 置于北方的原因 国筑大将军 刚才陛下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是有一些没有听懂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的道理 将军应该比我更懂一些 方宁经还是有一些愣愣的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他并不知道 叶璇叫他去调集的人 并不是那些寻常的士兵 好了 这些问题 等你跟我去到军营的时候 就能知道了 这件事情 关乎大夏的一个绝命 现在陛下 是因为充分地信任你 才让你跟我一起去调集人手 若是你之后 将这些都传出去的话 那也是杀头之罪 所以说 你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跟我来吧 杨天刚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但也没有对他 做出太多的解释 毕竟叶璇让他培养的真刚营 现在已经出具规模了 调集一些真刚去剿匪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方宁金现在还是带着一枪一货 跟着杨天刚 来到了皇城的一处 非常隐秘的角落 陛下不会让国助大将军 在这里灭我的口吧 若正是如此 还请国助大将军 千万要去北方看看 那里的百姓 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若是我的死 能够让北方百姓安居乐业 我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方宁金来到了这个 无比隐蔽的地方之后 也是内心当中 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立刻跪倒在了地上 非常真诚地看着杨天刚到 哈哈 你这是做什么 赶紧起来 若是陛下真的想要杀你灭口的话 你觉得 陛下会使用这种手段吗 再说了 就以 你那无品的实力 还不足以让我亲自动手 杨天刚看到方宁金这番模样之后 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也非常清楚 现在方宁金心里面 是什么样的想法 立马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来人 就在此时 杨天刚对着天空之上一声呐喊 呐喊过后的三秒 只见旁边的树林当中 开始窜出上百人 这些人从气质上来看 就与普通人不同 并且 这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 短短一分钟时间之内 就已经到达了两百人之多 建古国筑大将军 这两百多人 此时也是站成了一个方队 对着杨天刚行礼 年礼 杨天刚一挥一袖 众人这才纷纷站直了身体 方宁金看到这树林当中 窜出来的这么多人 一时之间也是吓了一跳 第171章 真刚剿匪 将军 这是 方宁金这个时候 有一些胆怯地 看着面前这两百个人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也没有必要再瞒着你了 不过刚才也已经跟你说过了 此乃大厦的绝密 万万不可泄露丝毫出去 否则的话 你的性命不保 杨天刚这个时候 也是带着一些警告地 看了方宁金一眼 方宁金赶忙畏惧地点了点头 此乃我大厦培养出来的真刚军团 现在整个军团已经出具规模 此军团全部都是由真刚强者组成 陛下 让你来我这里调解人手 就是为了让你彻底地解决 北方土匪这件事情 我觉得 就算北方土匪猖獗 应该也没有突破真刚的 20名真刚前往剿匪族已 你觉得如何呢 杨天刚对着方宁金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目前真刚团的规模 并且提出了一下自己的建议 方宁金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 因为当他听到面前所有的人 都是真刚强者时 他整个人都懵了 因为先前他无比的渴望 能有一些真刚强者 能够帮助自己去北方剿匪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因为真刚强者 实在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就算是 他用万金求人 也根本没有一人应答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万金都请不过来的一个真刚 自己面前 现在就站着两百多位 这使得他震惊的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此时他对叶玄的敬佩 简直可以说是相由心声 前朝三个真刚 就足以控制整个皇室 让先皇不得不撤离一个太子 甚至上演礼貌换太子的戏码 现在面前的这两百个 真刚不得把整个大厦都掀翻天 我问你话呢 你觉得如何 杨天刚看到他 还是一脸愣神的样子之后 立马拍醒了他 二十位足以 臣替北方的百姓 谢过杨将军 方宁经现在 简直是感动得 有一些想要流泪了 他知道 有这二十位真刚出手 那些土匪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活路 那好 真刚团听令 杨天刚点了点头之后 也没有多说任何的废话 毕竟他的风格 便是雷厉风行 他也想尽快 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北方的百姓 也能够少受一些苦 真刚团中 是北方的初恋 杨天刚心里面 其实早就已经有了人选 毕竟真刚团当中的这些人 是从大厦国内各地收集出来的 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 来自于北方城市的 现在既然北方有 那自然是要让他们本地人去处理 没过多久 十三个真刚团的 便走出了方镇 来到了杨天刚的面前 大厦培养了你们这么长时间 也该回报一下大厦了 而且 这次或许是你们自己家乡的事情 在皇城当中 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一紧回乡看一看了 阿妖精 白平公 蛇本青 杨天刚又点了七个初恋之后 让他们排成了一个队伍 今日之后 你们便听从方宁金方将军的派遣 此次乃是当今圣上的意思 派遣你们前往北方剿匪 陛下希望你们 能够将北方的匪情全部平息下来 还百姓一个安定的天下 你们有信心吗 杨天刚拿着自己手中的长枪 一枪指天 手中的长枪 发出了令人胆寒的瘟鸣之声 仿佛下一秒 他就会扎进你的身体 不凭废青 势不回还 这被挑选出来的二十个真刚 纷纷亮出了自己的兵器 有拿剑的拿刀的 拿枪的拿棍的各种武器的都有 并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修炼出了自己的刚器 证明他们的实力 都已经到达了实实在在的真刚境 好 出发 杨天刚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给了方宁静一个眼神 事宜之后 这二十个真刚 都将会听从他的命令 陈方宁静 定将剿灭所有土匪 还北方百姓一片安定 若三月之内无法办到 陈当自吻 方宁静现在也非常清楚叶玄 对自己的期望 如果都已经开出这样的条件了 自己都不能够剿灭北方的匪情的话 那自己也不用再回来了 好 方总督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本将军还有一些事情 就先离开了 你们也都散了吧 杨天刚看了一眼 那些没有被点到的人 淡淡地说了一声 就在他这一声令下之后 其他没有被点到的人 纷纷散去 消失在了森林当中 这一片原始森林 就是他们修行的地方 这个地方被叶玄 特地地划分了出来 根本就不会有人 能够没有叶玄的命令 闯进这里面的 再加上这片原始森林当中 有着两百多名真刚 就算真的有敌军闯了进来 他也活不成 除非是来了法相境的强者 但是只有叶玄还在皇城当中 任何法相境的强者进入境内 都不可能逃过他的法眼 诸位 无奈北方总督方宁金 之后的日子 还请诸位能够使出自己的权力 北方的匪情已经刻不容缓 每拖一分一秒 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百姓遭殃 我在这里也不多说这些了 只希望诸位 能够为了北方的百姓们一战 方宁金现在也是激动的眼泪 在眼眶当中打转 方总督言重了 既然杨将军让我们听从 你的命令 那你让我们打哪 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推辞 不就只是几个土匪吗 我相信 不出一月 便可以浇灭这北方的所有土匪 白平宫站了出来 那好 出发 定要让那些土匪血债血偿 方宁金现在也算是有了底气 浩浩荡荡地 踏上了前往剿匪的路上 大夏皇宫中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希望他们 能够顺利归来吧 杨天刚站在夜玄的面前 看着他练功 张家两兄弟 正拿着不知道采用什么材质锻造的铁锤 狠狠地砸在夜玄的身上 若是真如他自己所说的话 那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我只怕很可能会有人从中作梗 我想 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夜玄扎着非常稳固的马步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第172章 再次突破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土匪的背后肯定也有人支持 杨天刚此时立刻就反映了过来 这些土匪之前这么多年当中 都没有任何过分的举动 为什么这段时间突然就爆起 并且还全在我刚刚登基的 很明显 他后面的人肯定是和我有仇的 而现在姬长风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那说明 后面就只有一个跟我们有过节的了 好了 今天就练到这里 把你们先下去 夜玄对着张家两兄的摆了摆手 在旁边拿了一件外衣套上 恭喜宿主 完成一次认真的锤炼 当前认真的锤炼为8000次 获得能力 无坚不摧 无坚不摧 钢筋铁骨的基础上 更为强大的被动防御手段 能够抵御自己阶级以上的攻击 夜玄此时的脑海当中 也是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夜玄对于现在的训练速度 也是非常的满意 或许等到自己 将这认真的锤炼 到达1万次上线之后 自己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无坚不摧吧 现在和我们有仇的 也就只有千佛宗了 看来他们还是不打算善罢甘休的 既然他们这么想要一战 那便战吧 我大夏也不是软骨头 杨天刚现在心里面 也就只有一个名字了 那就是千佛宗 毕竟千佛宗多次参与到 大夏的国事当中 他们的手伸的实在是太长了 杨天刚现在已经训练出来了 200多名真刚 心里面也已经有了 和千佛宗对抗的底气 现在时机还不对 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我现在已经临近突破了 千佛宗当中有一尊老祖 我也不知道我使出全力 是否能够与之对抗 所以 在彻底剿灭千佛宗之前 我必须得要先突破 一下自己的实力 叶玄此时的眼神 变得深邃的起来 他现在心里面 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他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这千佛宗当中 是否有超越真身的存在 现在实力越到后面 所差的一个境界当中的沟壑 也会越大 即使是使用玄机 便对上天向境的强者 那也难逃一死 所以现在叶玄 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只有拥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 他才会去千佛宗把这个和尚 哭当中的妖僧全部剿灭 嗯 稳妥一些 确实好一些 那最近这段时间 你就安心修炼 大家的事情 你就不用再多管了 至于北方的事情 我会尽量多一些关注 若是那千佛宗的和尚 真的出现了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杨天刚认可地点了点头 最后也没有在这里继续多留了 默默地离去 看来时间不等人啊 千佛宗 应该是已经等不及了 既然如此 那边准备突破吧 叶璇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正在刻意地压制自己的修为 虽然说他现在依旧是处于 法相境巅峰 但在法相境 他已经再无敌手 甚至是以这法相境巅峰的实力 可以与真身境的强者过过招 查询修炼进度 认真的挥剑 七千次 以领悟开天剑也 碎星剑绝 天雷剑绝 飞云剑法 灭神剑阵 认真的跳跃 八千次 以领悟疾风顿走 迅雷步伐 三千雷动 无影步伐 认真的修行 四千九百九十九次 目前修为法相巅峰 获得天赋大地之子 自然清合 万千法相 认真的锤炼 八千次 获得能力钢筋铁骨 无敌精身 认真的进食 两千五百六十七次 已获得大妖身 不灭妖王身 叶璇此时心念一动 随之目前自己所有的修炼进度 全部出现在面前 叶璇每天都没有忘记过修炼 并且这段时间当中大多数的都有一阵突破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 他都并没有再继续认真的修行了 一直将自己的实力卡在法相境巅峰 毕竟他突破到法相境巅峰之后 还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磨合 如果这个时候 实力再继续突破一个大境界的话 对自己反而是不利 不过现在 距离自己突破到法相巅峰 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也已经磨合完毕了 现在趁着这千佛宗的手 再一次伸到大下 正好突破实力 将他这一只手给砍了 不仅仅要将他这一只手给砍了 还要将他的性命也一起留下 不然的话 留着这千佛宗 迟早也是一个祸害 到时候早点除掉他 张璐 张海 叶璇重新换来张家两兄弟 陈在 张家两兄弟立马现身 跪倒在叶璇的身边 最近这段时间 朕需要闭关突破 或许得要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的剑法 也出去成效 你们去到皇后的身边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当中 不管如何 你们必须得要护住皇后 哪怕是付出里面的生命 听明白了吗 叶璇表情异常肃穆地 看着自己面前的张家俩兄弟 现在自己身边最为强大的 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实力 已经来到了真刚巅峰 只需要再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一遍 能够突破真刚 来到法相近 里面 张家俩兄弟同样语气肃穆地回答 叶璇对着他们点了点头之后 便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圣红鸾的寝宫 都忙完了吗 你看我新买的 这个簪子好看吗 圣红鸾此时坐在同镜前 看着自己新买的簪子 看着镜子当中 叶璇的倒影 笑着问道 好看 你戴什么都好看 叶璇双手搭在圣红鸾的双肩上 非常宠溺地看着他 叶璇就这么看着圣红鸾 久久不能回神 圣红鸾此时 也意识到了 有一些不太对劲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圣红鸾缓慢地站起身 有一些面色忧愁地看着叶璇 没什么 只是这段时间 恐怕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千佛宗的人 又出来作祟了 这一次我打算和他们 做一次彻底的了断 叶璇让圣红鸾重新坐下 然后拿起了旁边 自己亲手做的桃木梳子 给圣红鸾俯顺秀法 要去多久 圣红鸾沉默了片刻之后问道 第173章 万法助真身 我也不清楚 这一次我必须要闭关苦修 或许两三天 足以或许要上月时间 叶璇依旧是表情 无比淡然地说着这一切 不过她心中 还是有一些担心和不舍的 你去吧 这也是 为了这天下的百姓 北方的事情 我都已经听说了 早点解决也好 圣红鸾虽然说 内心当中无比的不舍 但是她现在毕竟是 大夏的皇后 身为皇后 就必须得要母仪天下 需要为这片天地的百姓们着想 并不能只为了自己 所以 她并没有与自己 即将到达运期 而锁住叶璇 这段时间当中 张璇和张海 将会时刻守卫在你的身边 这个东西你留着 如果是真的出现什么 紧急的情况 就捏碎它 我会尽全力地赶到你的身边 叶璇放下了桃木梳子 将手中的流光玉佩 交到了圣红鸾的手中 经过这段时间瞪眼 认真的瞪眼 现在已经达到了六千多次 并且也已经解锁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那就是灵魂寄存 能够将自己的一缕灵魂 寄存在一个物件当中 而这一缕灵魂 对主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只有当寄存物损毁主人 才能够感受得到 并且 这一缕灵魂 也会回到主人的身上 主人能够根据 这一缕灵魂出现的地方 进行定位 也能够第一时间地赶到 圣红鸾接过那一枚流光玉佩 再次站起了身 投入到了叶璇的怀抱当中 早点回来 两人相拥了大约几分钟之后 圣红鸾一一不舍地 离开了叶璇的怀抱 将这枚玉佩 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嗯 叶璇虽然心中也有万分不舍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必须得要离开 叶璇消失在了圣红鸾的寝宫 此时的他速度 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瞬移 即使是在全神贯注的 战斗过程当中 你想要不做他的防卫 都是极其困难的 没过多久 他来到了皇城东北角 一处偏僻的角落 这个地方 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并且在这里布下了灭神剑阵 这方圆极里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活物 甚至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只要被灭神剑阵 捕捉到任何生命气息 都会立刻斩灭 而叶璇之所以不在皇宫当中 布下这个灭神剑阵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自己现在并不能够 非常完美地掌握着一个剑阵 而且 想要布下这么一个剑阵 所需要的条件 也是非常可可的 首先 就需要一柄极柄宝剑 作为主剑 然后再准备数千宝剑 作为刺剑 最后由这柄主剑 作为剑阵的核心 引领着这千柄宝剑 形成一个剑阵 此剑阵威力之大 远超皇宫当中的护城大阵 并且 它是属于无差别攻击 除了剑阵之外 所有进入到它范围的活物 都将会被斩杀 叶璇也是打算 自己彻底掌握了 这一个剑阵之后 把皇城当中的护城大阵给换了 皇城当中的护城大阵 叶璇现在是打心底里面看不起 毕竟之前 自己可是在这其中吃过亏的 叶璇没有再去考虑这些 他现在最为重要的任务 还是尽快突破自己的修为 然后去找那千佛宗的臭盒上算账 叶璇来到了一处 早已准备好的千年玄兵上 盘息而坐 这千年玄兵 还是叶璇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国库当中发现的 这块千年玄兵 先前在国库当中 简直就是一块不起眼的破石头 因为它外表被裹上了一层漆黑的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石头 并且因为那层包裹 将这千年玄兵的气息 全部都覆盖了下去 若不是叶璇瞟了眼 觉得那块石头实在有些奇怪 为什么会放在国库当中的话 现在这一块千年玄兵 恐怕还得在国库当中待上许久 希望这次能尽快吧 先前已经休闲了那么长时间了 也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若是这一次一个月 还不能够完成这突破性的认真修行 那之后的一步 不是更难走了 叶璇现在内心当初也是非常无奈 他之所以不突破的原因 也并不仅仅只是因为 自己想要多积累一下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这几个月当中 也认真地修炼了几次 但是最好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 而人真的修行次数 也同样停滞不前 卡在了4999次不动 叶璇也知道 只要再往前突破一次 那也就意味着 自己的实力将要突破 所以在叶璇有意无意之下 在法相境停留了这么长的时间 叶璇短暂地调整了一下 自己的状态之后 便进入到了修炼当中 在这千年玄兵之上 修行能够最大限度地 保持修炼者的专注程度 也就意味着 更加容易进入到深度冥想当中 在深度冥想当中 一个人的修炼速度 也会比寻常高上10倍以上 叶璇仅仅只是一刻钟之后 便进入到了深度冥想当中 叶璇现在整个人 都已经飘飘欲仙 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了 这片天地的一部分 而他的脑海当中 也出现了自己的 精神法相和剑身法相 他的灵魂 进入到了这两个法相当中之后 又出了 之后 这两个法相离他而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棵草 一棵树 一个虫子 一片叶子等等 叶璇进入到了 他们的身体当中 感受着他们的诞生与凋零 感受过这世间万物之后 他看到了自己 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仿佛已经过了万事 体会到了世间万物的一生 经历了世间万物的一切 从生到死 经历了这些之后 使他的眼神 逐渐变得深沉了起来 就如同一个 保金风霜的年迈老者 正在回忆着 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世间万物皆为法相 法相尽头皆为法身 万千法身皆由兴盛 世间法身诸无真甚 叶璇此刻内心当中 突然领悟到了一些什么 口中喃喃道 而就在他口中喃喃完 这一切之后 他感觉到 面前的身体 正朝自己这边飞来 叶璇非常坦然地 进入到了这一具身体当中 而就在此时 他坐在千年玄冰上的真身 此时已经落满灰尘 就在他灵魂与身体 重合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也散发出璀璨的金光 第174章 突破回归 这道金光直冲天际 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宫 都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动静 杨天刚看到这一道金光 立刻警惕了起来 因为这毕竟是在皇城当中 突然出现的金光 实在是诡异 不知道是不是那小子突破了 能搞出这么大动静的 应该也只有他了 杨天刚现在满脸激动之色 距离夜旋闭关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也同样发生了许多事情 其中就包括 北方真刚剿匪团全军覆没 那些土匪结合起来造反 杨天刚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派龙骑军前去镇压 但不知为何 那些土匪从原本的三四品的实力 纷纷突破到了真刚 并且 其他人的实力也得到了巨幅的提升 有几个土匪头子 此时的实力已经到达了真刚巅峰 杨天刚本以为这个土匪的事情 短短一月时间必定能够解决 但现在所发生的变故 弄得他焦头烂额 整个朝堂当中都开始人心惶惶 甚至有些心态都崩了 自从夜旋上位之后 大夏就灾祸不断 有些人认为这一切 都是夜旋篡改天意的原因 已经开始有人让夜旋让位 不过这些人都被杨天刚拉出去斩了 夫君 大夏恐怕要大乱 你何时能够归来啊 圣红鸾满脸忧愁地看着窗外 他现在已经到了预产期 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 但夜旋现在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这让圣红鸾也无比忧心 而就在此时 他也感受到了那道金光 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道金光上 你总算要回来了吗 夫妻同心 圣红鸾实力也不俗 再加上两人先去使用两一心经 早就不分彼此 圣红鸾自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夜旋的气息 旋儿要回来了 杨天学也同样感受到了夜旋的气息 满脸激动地看着那道金光 夜旋并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更不知道大夏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他的灵魂回归到了身体当中 现在他只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过去了万世 经过这万世的修行实力进一步地突破了 这便是真身镜吗 夜旋对自己这原本的身体还有些模糊 双手分别握了握拳 恭喜宿主完成认真的修行成五千 突破法相筑成真身 万千法相筑金身 恭喜宿主获得万法宁真身 万法宁真身 使用后万物皆可为法身 万千法身宁真身 万法真身与寻常真身相差巨大 就在夜旋适应了自己身体的同时 系统的声音也出现在了夜旋的耳边 万世助真身 没想到突破这真身镜 竟然如此困难 世间万物皆为法相 那这么说来 我也可以称之为自然之主了 夜旋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念一动 身上的所有灰尘为之一空 并且只是转瞬之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他便回到了皇宫当中 突破真身镜后 夜旋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则的力量 不过也仅仅只是 能够初步感受法则 并不能为自己所用 一切都还没变 应该还没有过去太长时间 夜旋心中一直都害怕自己经历了 这万事磨练之外 所有的一切都物是人非 好在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夜旋再次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出现在了圣红鸾的身后 圣红鸾依旧是坐在桌前梳妆打扮 看到夜旋的到来 立马站起了身回过头看着他 你总算是回来了 圣红鸾慢慢地朝他靠近 双手捧着夜旋的脸 我回来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夜旋抱住了他 仿佛这一刻便是天长地久 你感觉去凤天殿吧 你不在的这一个月时间 大下发生了许多事 母后这段时间 为了稳固局面 已经焦头烂额的了 圣红鸾非常清楚 现在不是缠绵的时候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那你好好消遣 夜旋皱了皱眉 虽然她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看圣红鸾那着急的样子 就知道不是什么小事 凤天殿中 太后 现在大下已经是一个 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 陛下不知何时回来 大下需要一个能主事的人 现在北方的那些土匪 已经可以称之为叛军 若是再不做出决断的话 叛军恐怕都要打到黄兜了 现在的凤天殿上 所有的大臣都在议论着 该如何解决叛军的问题 经过试探了一下之后 所以人都清楚 正面碰撞胜算不大 而且这些由土匪 所组成的叛军实在狡猾 他们不会与你正面碰撞 只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 捅你一刀 然后转身便走 等等吧 陛下很快便会回来了 阳天雪面色沉重 现在他也只能等叶玄回来 因为只有他和阳天刚清楚 这些叛军的身后 还有着他们对付不了的敌人 即使他想要全面开战 也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胜算 千佛宗那些和尚 在叶玄不在的这个月中 已经将手伸到了 大下大多数的地区 现在甚至已经有千佛宗的和尚 出现在皇城当中 而且 先前已经被镇压下去的大妖 最近又有出来作乱的迹象 边缘的几座城 再次被妖兽占领 百姓们苦不堪言 太后等不了了呀 这些叛军 马上就要打上门来了 再等下去皇城 都要被占领了呀 还请太后准许臣等 前往剿灭叛军 就算是拼了臣这条命 也不能让这些土匪得逞 臣复义 下面的大臣 此时不断地给阳天雪压力 阳天雪也非常清楚 他们的目的 他们不过是想要削弱 阳家的势力 现在整个朝堂 都如同是阳家的天下 这些大臣自然是不满 正好趁着现在叶玄不在 将朝堂当中的权力 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好 既然你们这么想打 那朕就派你们为大下先锋 前往剿灭叛军 就在此时 叶玄出现在了大堂之上 看着给自己母后 不断施加压力的那几个大臣 一挥一袖 发出无比威严的命令 第175章 下马威 叶玄此时 也是带着一脸微笑的 看着面前这些 不断施加压力的大臣 玄儿 你总算是回来了 杨天雪看到叶玄归来之后 直接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来到了叶玄的面前 娘 这段时间辛苦您了 接下来的事情给我就行 叶玄把杨天雪 重新扶回到了座位上 转过头来 一脸冷漠地看着下面一众大臣 杨天刚也是非常高兴地 看着自己这个外甥 现在自己的这个外甥 已经如此优秀 大下有叶玄 之后必将会走向 无比繁荣的道路 见过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这个时候 一众大臣才反应了过来 赶忙跪倒在地上磕头 都起来吧 孤康涵 牧尘兴 朕看出来 你们无比地关心 大下北方的百姓 既然如此的话 朕任命你们 为陶匪大将军 今日即刻出发 前往北方进行剿匪 北方的土匪一日不除 你们便不要再回来了 叶玄充满震慑的声音 响彻在整个朝堂当中 台下两个跪倒着的主人公 此时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为什么叶玄会突然回来 而且看这个架势是 非要了他们俩的命 但是现在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只能够接旨 否则的话 那便是抗旨不尊 到头来 还是一个死字 陈灵旨 谢吾皇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知陛下 我们去往何处领兵 现在他们的表情 可谓是比家里死了人 还要更加苦闷 最后 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 领兵 领什么兵 朕不是说了 就你们两个去吗 叶玄也是坐到了龙椅上 一脸疑惑的 看着他们两个人说 什么 孤康涵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也是一口气没有上来 瞬间吐血倒在了地上 他问我没有想到 自己面前的皇上 竟然会再次上演一个这样的戏吗 毕竟上一次也同样是这般 最终也只能落得一个叛逃 然后被斩的下场 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已经非常清楚了 要么就只能够叛敌 要么就只能够抗制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就是你真的和对面的叛军应拼到底 当然如果你这里有这样的实力的话 那就当我没说 不过就以他们两个 甚至都没有到六品的实力 想要和对面应拼 那也就只能够落得一个死 陛下是否有一些太过分了 慕晨星并没有如同孤康涵那般 情绪激动吐血昏过去 但是他现在的脸色也是异常的沉重 他现在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后悔 不应该听孤康涵的话 使得自己近来落得如此甜点 过分 你要不要说说 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们质问太后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言行过分 在搜刮百姓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行为过分 在大唐之上如此质问阵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现在这样才是过分 叶玄此时的言语 都如同有一股震慑之力 在这几句话之后 朝堂当中的所有大臣 都纷纷低下了自己的头 那个头紧贴着地面 根本就不敢抬起分毫 生怕到时候 叶玄会去算他们的账 臣之罪 臣灵指 臣谢主龙安 现在慕晨星面色已经异常慌张 不断地磕着头 在他的眼中 现在叶玄就如同一头洪水猛兽一般 起来吧 即刻启程 叶玄一挥一袖 孤康涵这个时候 也是被朝堂当中的禁卫军给拖走了 而慕晨星则是赶忙快步离开了大殿 离开了大殿之后 他的脚步依旧是非常的沉重 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每一步 都是通往死亡的道路 但现在已经进退两难 反正已经是死路一条 倒不如搏一把 陛下 他们两个 怕不是会叛敌 杨天刚此时也是说出来 自己内心的顾虑 毕竟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 基本上都是将死之路 而只有一条道路 对于他们来说 还有一丝丝活下去的希望 那就是叛敌 这样子 若是敌军可以突破叶玄 那么他们 甚至可以加关进绝 若是他们真的敢的话 那就说明 他们是想步入那个人的后尘 叶玄对于这一切都并不担心 毕竟这一切 都在他自己都掌握当中 这两个人的生死 对于他来说 已经无足轻重了 反正到头来 他们都是要死的 只不过是让他们自己 选择一个死法而已 若是为了大下而死 那么他们 也算是为国捐躯 日获得史书记载 他们 也不会那么的不堪 若是他们为了寻求 自己的生路 而选择叛敌 那么之后 他们的名声 也将会遗臭万年 先不说他们两个人了 大下最近这段时间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赶紧一一上报 我们尽快解决了 这件事情为妙 叶玄现在已经不想要 再继续谈论这两个人 反正他们两个 在自己的眼中 甚至连棋子都算不上 与其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浪费时间 还不如赶紧 把北方叛军的事情解决了 自己这次突破所用的时间 也实在是太长了 叶玄在圣红鸾临盆时 只有待在他的身边的 所以他打算 这几天当中 尽快解决了 北方叛军的事情 然后便可以一直 陪在圣红鸾的身边 好 陛下 最近您不在的 这一个月的时间 大下确实是 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 便是北方叛乱 杨天刚对着叶玄 简单地讲解了一下 最近这一个月当中 北方的土匪 结合在了一起 形成叛军的事情 然后又讲了一下自己 对于这件事情的猜测 不过虽然说是猜测 但也是有八九了 毕竟大下国内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和尚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又是这该死的千佛宗 这次一定要把他们 全部都剿灭 叶玄手掌一用力 整个龙椅都化成飞灰 现在叶玄的忍耐 已经到达了极限 正好这次实力突破 就是为了对付这千佛宗 现在这千佛宗 也算是送上门来 正好也懒得自己去找他了 第176章 杀人无形 陛下 现在千佛宗的和尚 已经将手伸到我们皇城当中了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和尚 出现在了皇城当中 为非作歹 但是他们 似乎是在试探这些什么 他们的实力 都达到了真刚巅峰 臣等无能 也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只能够等陛下来处理了 还请陛下恕罪 杨天刚这个时候 也是站了出来 将千佛宗这段时间 在皇城当中的所作所为 尽数说了出来 叶玄听后 表情也是变得无比的冷淡 他现在已经手痒难耐 若是再让千佛宗这个样子 为非作歹下去 自己这个皇帝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 朕明白了 这件事情 你们就不需要再去管了 朕会把这些老徒驴的脑袋 一一拧下来 叶玄面色已经变得无比的难看 这不下一秒 就要爆发开来 玄儿 还是要小心为妙 之前我们和这些老和尚 也打过不少的交道了 他们后面 肯定有更为强大的和强者撑腰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敢如此嚣张跋扈 若是没有充分的把握 还是忍一忍为妙 至少现在还能够相安无事 叶玄现在还是有一些担心 千佛宗的幕后主导者 放心吧娘 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 我不仅要将皇城当中的 所有和尚一一剿灭 还要把千佛宗从这世上消除 叶玄拍了拍杨天玄的手 示意她放心 杨天玄此时看到叶玄那充满自信的眼神 也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实力 已经到达了 他都难以想象的地步 甚至 现在已经可以一人正面对抗千佛宗 毕竟面对千佛宗这样的势力 大夏皇室能够帮上的忙 微乎其微 最重要的 叶玄现在对自己的实力 可谓是充满着自信 就算这千佛宗 有着真身境又如何 自己同样可以与他过上几招 甚至可以将他斩杀于此 就算是比真身境 更加高上一个层次的天象境 叶玄有把握 将他留在此处 只不过得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已 但若是千佛宗 真的有这般的强者 他也不可能甘心 留在这么一个狭小 没有任何机遇的冬域 早就已经前往机会更多的中周 天玄界的中周 才是习武者的天地 在中周强者众多 不要说是法相境 就算是真身境 也同样随处可见 这是盛天那老头 当时告诉自己的 当时那老头还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中周找他 那老头在中周 好像也存在着一定的势力 既然没有什么事情了的话 那边退朝吧 吴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叶玄大手一挥 所有的大臣 连忙磕头行礼之后 便快不离开了 他们现在可不想要出叶玄的眉头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毕竟现在叶玄本来就处于心情不太好的状态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 还得罪了他 那简直就是 不要命 方宁金怎么样了 叶玄留下了杨天刚 他还有很多的事情 想要问一下 自己这个舅舅 方宁金前往剿匪的时候 说一个月之内 必将得胜而归 但是最终 还是低估了这一群土匪的实力 方宁金带着二十个真刚 前往之后的一个礼拜 就被杀头祭齐了 他也算是一条汉子 就算叛军让他投降 归于他们的阵营当中时 方宁金誓死不从 最终没办法 土匪就只能够将他杀害 毕竟他们也不想让这样的忠义之事 重新回到朝堂当中 杨天刚说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感到有一些可惜的摇了摇头 本来此次过后 必定要继续提拔方宁金 但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以这种方式结局 杨天刚现在也是打心底里面佩服这个人 能够为了百姓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无比不容易的事情了 确实是一个劣势 他的家人现在还在吧 叶玄对方宁金的死也是感觉到有一些惋惜 毕竟这样的人才如果能够留下来的话 对于之后的朝堂 你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 这也能够为自己的后代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但是没有想到 这样的忠义之事 反而使得最为凄惨 方宁金自小编父母双亡 不过有两位好心的夫妇收养了他 这两位好心的夫妇 再早年间也不幸 被那些可恶的土匪杀害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么痛恨土匪的原因 杨天刚再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听闻方宁金身上的故事的时候 也不由得唏嘘 方宁金至少遭遇变这么的坎坷 但是他依然能够一步一步地 爬到现在这种位置 并且还能够做到刚正不讹 就是这样一个刚正不讹的人 老天却这么早要收了他的命 而不知道有多少恶毒的人 却长命百岁 这个天道本就是这么的不公 哎 把他的尸体带回来 与他的生父 生母 养父 养母葬在一起 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 叶璇万万没有想到 方宁金的身世竟然如此的悲惨 但是他现在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一些了 既然这群土匪拿方宁金祭旗 那么肯定会将他的身体保存下来 叶璇现在所有的怒火 也重新转移到了这一群叛军 也就是这一群土匪的身上 你先稍等我一会儿 我要出去出出气 既然把手都伸到这里来了 看来是一点都没有 把我放在眼里 叶璇这个时候 突然感知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杨天刚还有一些猛 为什么说着 说着人就没了 叶璇来到了皇宫外一处 无比隐秘的树林当中 而这个树林当中 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和尚 正在探头探脑地观察着些什么 你在找什么呢 叶璇直接出现在了 这个和尚的身后 语气无比冰冷地说道 啊 阿弥陀佛 施主切莫要多管闲事 此事与你无关 还请速速离去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什么 这个和尚很明显被叶璇吓了一跳 但是他立刻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姿态 双手合十道 第177章 见到极致 不过还没有 等他把自己的话说完 他的脑袋和他的身体 就直接分离了 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甚至都没有看到 叶璇出手 自己就已经伸手易出 既然敢将手伸到皇宫当中来 看来在这皇城当中 也有不少你们的眼线 正好趁着这次 叫你们全部都给灭了 叶璇这次是 动了真怒 他也打算大开杀戒了 正好磨合一下自己 最新突破的实力 在斩杀了这个和尚之后 将他的头颅丢到了一边 他再次消失在原地 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客栈当中 而这个客栈当中 聚集着不少的和尚 这些和尚 相比于之前遇到的 都有所不同 因为这些和尚 可以称的上是花和尚 基本上是酒肉共鸣 并且调戏着 在前面舞蹈的歌女 甚至有几个 直接将歌女 抱进了房间当中 歌女们拼命地反抗 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用处 这些和尚的实力 都已经到达了真刚径 他们只是普通人而已 又怎么可能抵抗得住 真刚径的和尚呢 并且他们在客栈当中吃饭 从不给钱 美其名曰是赦账 但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给 并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家客栈的老板 因为一次问账的时候 惹恼了一个和尚 直接就被这个和尚给打死了 现在这个客栈 被老板娘经营着 老板娘看着这些和尚 内心当中 那叫一个恨 并且每天以泪洗面 但她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想过去报官 官府当中也来过一些人 全部都被他们给杀了 之后 杨天刚就想要养精蓄锐一下 现在这些和尚 虽然说都是真刚 但是很明显是使用一些外门邪术提升上来的 相比于真正的真刚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杨天刚知道 现在真刚团并不能够太早地暴露 这可是大下的一个杀手锏 必须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 所以即使是身处于皇城的百姓们 也被这些和尚折磨得不成人样 基本上所有的百姓 已经开始闭门不出 对于这种情况 杨白雪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夜玄看到这些和尚所做的这一切之后 面色更加冷了几分 夜玄神魂扫一下就知道 这一间客栈当中有17个和尚 而这17个和尚 今天一个都跑不了 必定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夜玄觉得这个客栈当中的那些人 留在这里实在是有一些爱手爱脚的 就抓住了正打算上楼的一个歌女 在这里等一会儿 这些和尚 不用再去多管他们了 让给我来处理就行 夜玄沉声道 怎么回事 人呢 人都给我去哪了 赶紧上来服务老子 否则的话 看我不拆了你这家破店 就在这时候 有个和尚非常不满意地冲出了房间 一看他的脸就知道 他已经喝醉了 并且还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 当他看到 只有夜玄在大厅中 抓住了应该服侍自己的歌女手时 顿时开始破口大骂 你小子是谁 竟然敢管我们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吗 那可是 这个和尚甚至连话都还没有说完 他的脑袋便直接滚落在地 在地上滚得咕咕作响 这个率先出生的和尚脑袋落地之后 原本嘈杂的环境这才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啊 只不过 仅仅只是安静了大约两秒的时间之后 歌女们的叫声也是爆发开来 并且 歌女们此时也是开始疯狂地逃窜了起来 而刚刚还在享受的和尚们 这个时候也是纷纷站起身来 拿起了自己的武器 你是谁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身后的势力 可是千佛宗 可是传承千年的古教 你如果敢杀我们的话 你要清楚 你自己之后要承受的后果 其中一个花和尚这个时候 也是站了出来 他现在非常清楚 自己等人与叶玄之间的差距 究竟有多么的大 所以他现在也就只能够搬出自己身后的势力 看看能不能震慑一下叶玄 否则的话 今天他们必将会死在这里 千佛宗 这倒是让我想起来 我和这千佛宗 还是有一些旧情的 叶玄故作熟悉地 眯着眼睛道 那这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吗 既然是固有的话 之前那一切都是误会 刚才他顶撞了大侠 是他自己有眼无珠 死有余辜 大侠若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这个领头的花和尚 此时也是非常的圆滑 说着就打算离开 哎 我可没说 你们可以走了 我说的旧情 可不是恩情 今天你们 全部都要留在这里 一个都走不了 叶玄收起了原本带着一些疑惑的目光 变成了带着杀气的冰冷目光 这是何意 难道 这个领头的和尚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这个时候 还想和叶玄好好地理论一下 不过下一秒 他的头颅就已经落地 叶玄现在剑道已经大成 剑意也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 并且已经领悟到了剑道的最高境界 所念皆为剑 最唯一基础的体现 便是宁易为剑 只要在他的手中任何东西都可为剑 哪怕是空气也是一样 刚刚他便宁空气剑刚 将这些和尚一一斩杀 可以说是杀人于无形 其他的和尚 现在依旧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只能够看着自己身边的同伴 头颅一个一个地被削了下来 跟他拼了 只是这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七个和尚的头就已经被砍了下来 其他剩下的十个和尚 看到这番情景 立马朝着叶玄扑了过去 虽然说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同伴 异常诡异的脑袋掉下 但是他们非常清楚 只要解决了面前叶玄 或许就能够停止这诡异的一幕 但是他们 实在是太高看自己的实力了 也实在是太小看叶玄目前的境界了 现在的叶玄万物皆为法身 只要是他能够触及到 甚至是目光所及的 都能够化作为他的武器 所以 这几个和尚不出意外的 全部被斩杀于此 叶玄甚至身上 都没有沾任何一块血子 第178章 清扫 叶玄解决完了这些和尚之后 客栈当中的歌女 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这几天的时间 他们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现在看到叶玄在这里大开杀戒 虽然说并没有波及到他们的身上 但是对叶玄还是有些畏惧之心 没事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叶玄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消失在了原地 但是客栈当中的所有人 依旧是不敢动 只有老板娘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来到每个姑娘的身边安慰 即使老板娘自己心中 也已经千疮百孔 但她早就把这些姑娘 当作自己的女儿 所有的歌女在客栈中相拥而弃 叶玄清除这个客栈的和尚之后 也并没有任何的停留 因为皇城中 可不仅仅只剩这个客栈的和尚 整个皇城当中不断地传出 和尚们临死之前的惨叫 大概半个时辰过后 大厦皇城当中的所有和尚 都化作叶玄的剑下亡魂 而在叶玄刚刚在一个地方解决和尚后 杨天刚便率人将尸体全部处理了 速度之快令人感到惊奇 杨天刚对这些和尚可谓是痛恨 看到这些和尚的尸体 都不由补了几刀 所有的都处理完了吧 叶玄坐在御书房当中 看着面前自己亲自提拔起来的大将 面色严肃的 回禀陛下 目前皇城当中的和尚 已经一扫而空 尸体也已经全部焚烧 皇城已经全面封锁 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入与离开 苏金跪地禀报 苏金同样是杨天刚 在外面找来的天赋异禀之人 经过这几天的训练实力 已经到达真刚 并且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 向下军中担任此军的大将军 好 国筑大将军听令 命你率中央军 龙骑军 飓风军 随阵为主战 直取叛军面门 杨天刚率一众大下将领 跪倒在地领命 向下大将军听令 命你率领向下军 为左翼先锋 率领向下军 从左翼包抄叛军 陈领令 停平大将军听令 命你率停平军为我军右翼先锋 陈领令 出发 叶玄将所有的一切都全部安排好了 自己拔出龙骨剑号令三军 大下五十万军团 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叶玄甚至没有带太多的真刚强者 杨天刚原本想要将 二百名真刚强者全部带上 但最终被叶玄否决了 这二百名真刚叶玄 依旧是留下看守皇城 这可是叶玄留给大下的后背力量 不到灭国 他是不会动的 胡锋城中 一个镖匪体壮的刀疤脸 正在大口喝着酒 这个便是此次叛军的头目 丁灭魂 先前北方的土匪头子 现在在千佛宗和尚的帮助之下 不费一兵一卒 统一了北方所有土匪 千佛宗的勾魂范英 就连当时的叶玄 都有些扛不住 何况是这些连真刚 都没有达到的普通人 而且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这些和尚再次使用 先前的血声咒 强行提升了他的实力 将他拉入到了法香镜当中 这次 他们甚至更加的肆无忌惮 将整座城的人全部献祭 当天天降血雨 这场血雨 足足下了三天才停止 不过丁灭魂 对这一切都并不在意 本来他就是土匪发家 手上人命无数 就算自己有一天惨死街头 他都不意外 丁灭魂看着前面 正在翩翩起舞的美人 不由得露出异常猥琐的笑容 在他的旁边 则是几个和尚 闭着双眼 对这一切充耳不闻 圣僧为何不合 咱们打了圣仗圣僧 为何还是这般不高兴的样子 丁灭魂看到旁边和尚 依旧是摆着一副臭脸 顿时不乐意 阿弥陀佛 施主切莫忘了 无等过来 是为了什么 台下的少康大师 此时的脸色阴沉 他本身就 根本瞧不起这丁灭魂 至始至终 都把他当作一个棋子而已 而现在这个棋子 却对自己指指点点 少康大师 现在想杀他的心都有了 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拿下大下 少康大师心里 对这丁灭魂 早已没了耐心 哎呀大师 你出来乍到 并不知道大下的情况 大下的皇帝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所以这件事急不得 丁灭魂一点都不着急 猛灌了一口酒之后 摆了摆手 他对少康大师的威胁充耳不闻 都是千年的狐狸 都知道对方的心思是什么 反正都是相互利用 丁灭魂对这几个和尚 又怎么可能有好感 相比于圣天雄 被全力蒙蔽双眼 丁灭魂就显得异常清醒 爆 就在这时 一个信使从外面冲了进来 将丁灭魂吓了一跳 找死 丁灭魂直接从旁边 抽出自己的配刀 朝信使丢去 这把刀 就如同流光一般 直冲信使脑门 信使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那把刀 就已经到了自己的面前 并没有想象中的血光四剑 他的额头处一滴血 缓慢地流了下来 信使浑身颤抖 不敢移动分毫 丁将军不妨先听听 是什么消息 再杀也不迟 此时一个笑面 看着丁灭魂笑道 他甚至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便就下了这个信使 窥天大师说得对 速速到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消息 让你如此慌张 若是说不明白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丁灭魂对这个笑面和尚 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有所不同了 可以看出来 他的眼中带着一丝畏惧 回禀将军 皇城当中的所有联络员消息 全部消失 而且皇城此时已经 全部都封锁了起来 任何人都无法进出 并且 我们的人看到 17个千佛宗的圣僧尸体 全部都被挂在皇城门口 这个信使暂时捡回一条命 赶忙将自己所知道的消息 说了出来 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所有人都一脸难以置信 信使也同样紧张到发抖 毕竟现在还有把刀悬在 自己的脑门上 什么 其他在场的人 纷纷站起来身来 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们非常清楚 皇城当中的 可是真刚进 并且最强大的 已经到了真刚巅峰 还有什么吗 窥天大师听到这些消息 依旧是一副笑面 第179章 出动 回禀大师 根据最近的消息 我们得知 或许是大厦的皇帝回来了 所以把所有的人都给除掉了 不过这也只是周边城市的兄弟们 传回来的 现在还不敢确定 毕竟皇城当中的兄弟们 根本就没有传出任何的消息 就被杀害了 信使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立马说了出来 不过这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 只见刚刚的那一把刀 直接从他的头顶上划了下去 整个人直接被切成了两半 既然还有消息的话 为什么不早说 真是浪费我的时间 亏天大师这时也是笑着摇了摇头 似乎他这一副笑面印在他的脸上 永远都不会改变一样 丁聂魂此时也是胆战心惊的 自己面前的这位笑面和尚 才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别看他永远都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但是他杀起人来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理 好像人命在他的手中 就如同野草一般 他刚才说的应该不假 大厦的皇帝应该是回来了 不过 他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将我们的所有人说明 他已经打算与我们决战了 立刻准备好迎战吧 这大厦皇帝 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走 亏天大师站起了身来 一挥衣袖 然后所有在场的和尚 都纷纷跟他离开了 丁聂魂就这么目送着他离开 虽然说他的心中 对这些和尚多少有一些不满 但是他现在根本就不敢表现出来 这些和尚想杀他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若不是现在 自己对他还有一些作用的话 怕这些和尚早就已经赶尽杀绝了 来人 把那家伙给我拖下去 这真是倒胃口 丁聂魂一脸嫌弃地看着地上 被斩成两半的信使 赶紧让外面的士兵 把那两具尸体拖了出去 没有想到那家伙这么早就回来了 看来这次真的要不死不休了 真是该死 现在老子家在最中间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反正迟早都是一死 也不能太窝囊地死去了 丁聂魂说着 就把面前的美女抱进了房间当中 而千佛宗这边 此次也算是倾巢而出 剩下的三位班首全部出山 只为对付叶玄 大哥 这小子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而且他的年龄 最多也就只是刚刚二十出头而已 现在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实力 若是再任由他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恐怕我们千佛宗 迟早会受到他的报复 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请大哥出山的原因 还请大哥莫怪 绍康大师此时表情 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上次和叶玄交了一次手 在座的各位 就只有他非常清楚 叶玄的实力如何 在自己全力以赴的状态之下 竟然还能留下自己一臂 绍康大师现在对他都有一些畏惧 他现在心里面也是想着 如果再让叶玄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而叶玄这样的血海深仇 肯定是不可能放过千佛宗的 就这么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你怎么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初中我们三个人 还对付不了他一个人不成 在另外一边的白尔大师 此时带着一点嘲笑地看着绍康 似乎有一些看不起他 当初我也是 你这样的心态 认为只是一个矛头小子 怎么可能与我们千佛宗为敌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赶紧收起你这轻敌的心态 否则的话 你也肯定会吃大亏 绍康大师一脸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如果是寻常时候的话 他肯定会好好的和白尔说教说教 但是现在的他 反而是出了气的冷静 白尔大师此时也慢慢地收起了 自己那嘲笑的表情 毕竟他们这几个班手 也已经共事了这么长时间 对彼此还是非常了解的 亏天大师实力最为强大 也是最琢磨不透的 寻常都并不会轻易地出手 但是每当出手时 都将会有人头落地 而且对于他来说 人命就如草剑 可以随意地收割 本来他已经打算要避死关 但是在绍康回到千佛宗之后 才临时决定解决完了这件事情 再回去闭关 而西班手也就是绍康大师 他为人无比地暴躁 同样是杀人不眨眼 就算是在千佛宗当中 平常人也不敢太去靠近他 因为谁也不知道 他哪天会情绪失控 直接杀了几个寺中 僧人解气 南班手则是普渡大师 他在千佛宗人员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是最多介入世事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身上牵扯的姻缘实在是多 而且千佛宗大多数的事物 都是交给他来掌管 北班手也就是白二大师 他的性格和绍康大师 差不多都是喜怒无常的 而且平日里面 也会和绍康大师绊绊嘴 切磋切磋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一样 他们两个人 反而是最为熟悉的人 那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的 我想他的实力肯定不会弱 但是你也不能 将自己所有的斗志都丧失 不债去人之兵 这可是不能有的心态 亏天依旧是一副微笑 在他心里面 叶璇依旧还只是一个 法相境巅峰的小子 就算他有再为逆天的本事 也不可能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所以他依旧是认为 所有的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当中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叶璇此时已经突破了法相境 进入到了真正的真身境 四天后 叶璇率领的大军 此时已经一路上攻克了不少的城市 将他重新收回大厦的国土 但是依旧不见反叛君主力的迹象 叶璇也知道这一场仗不能够拖太长时间 否则的话 大厦的粮草肯定是跟不上的 所以必须得要尽最快的时间 将这场战争给拿下 回禀陛下 现在距离最近的北方城市寒木城 还有万语里的距离 大概还需要三天的时间 苏京走上前来对着叶璇道 现在粮草还跟得上吗 叶璇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还有三天时间的话 确实是有一些久了 第180章 杀气 而且自己这段时间一路走一路看 看到路边的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上一场战争的余波 百姓们还没有缓过来 下一场战争又开始了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还是大厦国内的内战 拖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在路上尽快赶过来 如果遇到需要帮助的百姓 一定要好好地对待 不管前方发生了什么 你们都不需要管 你们只需要一路打扫残局就可以了 叶璇现在也已经等不及了 必须得要尽快终结这一场战争 然后让大厦的生产以及经济尽快复苏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一次战争百姓损耗太多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口断层 从而导致经济断层 叶璇说完了之后 根本也没有等苏金反应 立刻就消失在了原地 等它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距离百米之外的周山城 这一座城市早就已经被土匪占领了 现在百姓们被沦为奴隶 被这座城市当中的土匪 用鞭子不断地抽打 城中的所有老弱妇孺 全部都被关在了笼子里 而那些能够干活的劳动力 则是被这群土匪压榨着 即使是累得瘫倒在地 也要用鞭子抽打着他们前进 叶璇看到这一幕 表情变得异常冷淡 只见他上前抓住了一个土匪 即将挥下的鞭子 你是什么人 你想干什么 那个土匪看到突然出现的叶璇 顿时感到有一些惊慌 想要收回自己的鞭子 但是发现根本就动不了 最终索性不要这个鞭子了 直接抽出了自己腰间的弯刀 都是大厦的同胞 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 你们罪该万死 叶璇把自己手中的 长鞭丢到了一旁 然后双指为剑 在空中不断地比划着 而没比划一下 就有一个土匪的头颅落地 你究竟是谁 你竟然敢管我们的闲事 时尚的话就赶紧走 否则的话 叶璇留下了最后一个活口 想要从他的口中 套到一些信息 这个叛军此时也是颤抖地 握着自己手中的弯刀 一时之间 威胁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究竟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是谁 你究竟是不是大厦的人 如果你是大厦的人 你怎么能够这般对自己的同胞 说 究竟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 叶璇拿起手上的长鞭 这一下狠狠地抽在了面前 这个叛军的身上 这一鞭子下去 顿时皮开肉绽 这个叛军惨叫了一声 并且倒在原地 哀悠哀悠地叫着 快说 叶璇又是一鞭子下去 惨叫声再次响起 现在这个人总算是知道 抽在身上的鞭子 究竟有多么的痛了 是那群和尚 那群和尚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自从来到了我们寨子里面之后 我们寨子里面的首领 就仿佛中了血一样 对他们言听计从 然后首领就让我们来到周边的城市 不断地占领掠夺 这个叛军 现在也是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疼痛了 将所有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又是千佛宗 我一定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叶璇表情慢慢变得凶狠了起来 并且浑身爆发出来了一股肃杀之气 这些杀气就如同化为了实质的伤害 这个叛军直接晕死了过去 恭喜宿主完成完美认真的生气一次 目前认真的生气次数为100次 获得能力实质杀气 终极奖励 杀气领域 实质杀气 宿主在极度生气的状态之下 能够爆发出来杀气 而这些杀气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伤害 在杀气足够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爆发出杀气领域 在杀气领域当中 宿主的攻击力将能够提升百分之百 叶璇此时没有想到 自己这一次竟然能够完成一次完美的生气 自己突破了真身镜之后 系统让自己再次选择了一次锻炼的方法 其中除了之前认真的挥拳 以及一些熟悉的锻炼方式之外 多出来了一个认真的生气 这个认真的生气 叶璇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再加上这是一个领域类的技能 对自己之后的帮助肯定有很多 所以叶璇果断地选择了这个锻炼方式 但是这些天经过尝试之后发现 这生气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 自己就算是情绪如何表现的暴躁 都达不到它的标准 没有想到现在歪打正着的 竟然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生气 不知道到时候杀气领域 是否能够为自己的队友进行增幅 看来在没有达到次数之前 他并不会告诉我杀气领域所有的功能 现在只能杀气到达一定程度下 才能够释放一个简落版的杀气领域 叶璇现在对自己这杀气 也感觉到有一些好奇 观察了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 发现当自己产生了杀气 自己的实力好像也有一定提升 而这实质杀气 则是直接在自己的身体旁 展现出来了一股血红之色 让人望而生畏 叶璇对这个杀气还是挺满意的 毕竟仅仅只是这么一个杀气 就能够震慑住别人了 这也能够称之为不诈屈人之兵 而像这种领域类的技能 在大规模的战争当中 肯定是有巨大作用的 现在叶璇最想要的 就是这种领域性的技能了 这对于战争来说的用处 远比那些单方面的技能有用得多 叶璇把那个土匪拴住了所有的经脉 并且捆绑起来了之后 就留在了原地 自己并没有停留 他必须得要去下一个城市 拯救另外的百姓 而周山城的百姓 看到欺负自己的所有人 都被杀了后 也是欢呼了起来 所有的老弱妇孺 全部都被解救了出来 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经过了这么一劫 还有家人的相拥而弃 这些家人已经被全部残害了 则是一脸绝望地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叶璇对于这一切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如果想要复活这么多的人 他必须得要付出双倍的寿命才行 虽然说 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改变 或许不会很大 但若是一群人的话 必将会影响世界的运转 第181章 真怒 而夜玄是要根据对世界的影响 来达到岩出法随的效果 一座城牺牲的百姓 对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如果他想要复活 这座城的百姓 所需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而且 这还仅仅只是一座城而已 大下城百上千座城 若是夜玄都要复活的话 恐怕他这条命也没了 当然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夜玄能够成神 能够制定这一片天地的法则 夜玄来到了另外一个 被占领的城市 这个城市和先前周山城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夜玄留下来的唯一活口 也是说 这一切都是那些和尚指使的 夜玄慢慢地 将一座一座城的土匪 全部解决掉 而自己的怒气值 也在不断地增加当中 每经过一座城 他都会产生一股不知名的怒火 而每经过一座城 他都能够完成一次完美的生气 而这所有的怒火 全部都只针对一个 那就是千佛宗 只不过 他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么多层当中的土匪 就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和尚 这些和尚 就如同是一夜消失了一般 夜玄也不知道 这些人究竟要搞一些 什么样的名堂 但是他的脚步 依旧没有任何的停留 每经过一座城 都会将整座城的百姓解放 不知不觉之间 他已经走过了北方十几座城 解决了不知道多少的土匪 其中有一些土匪 也是从民众当中来的 在这些和尚的勾魂范音下 他们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 整个人就像是傀儡一般 杀害奴役着自己的同胞 其中有一些 甚至亲手杀死自己的家人 夜玄对于这些 被勾魂范音控制的普通百姓 通通都解救了出来 当他们知道自己 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女家人时 也直接自问 夜玄对于这一切 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能救一人 但是救不了这一世的人啊 不知不觉间 夜玄已经来到了北方 大厦北方常年飘雪 基本上能够种植的作物 少之又少 原本的百姓过的生活 本就非常的痛苦 现在又遭此一劫 就算是这次 能够将所有的土匪都铲除 北方也基本上 会陷入到一阵瘫痪 夜玄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城市 并且也收复了这么多城市 但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到一个土匪头子 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和尚 夜玄现在心里面 也是感觉到有一些奇怪 这些和尚 肯定是在等着自己 或者说 已经设好了陷阱 就等着自己上钩 夜玄最大程度地 释放了一下自己的神魂 将北方一大片区域 都扫描了一遍 总算是发现了一些迹象 在距离自己百里之外的一处 他探查到了一个法乡的气息 而此时被探查到的人 便是丁聂魂 他现在还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走向了鬼门关 依旧是在饮酒作乐 亏天在临走之前 已经提醒过他 让他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但是他依旧不以为然 只是往后退了大约千里 便停下来 继续搜刮百姓 并且奴役着百姓 将梁家少女 全部都抓到了 自己的营帐当中 夜玄探查到了 丁聂魂的踪迹之后 面色冰冷 实质杀气绕身 整个人就如同一尊杀神一般 出现在了丁聂魂所在的大殿当中 你就是丁聂魂 夜玄浑身散发血色光芒 目光冰冷地看着面前的丁聂魂 丁聂魂 以及在大殿上饮酒作乐的所有人 看到突然出现的夜玄 都为之一愣 但立刻就知道 来者不善 纷纷抽出自己的武器 不知不觉之间 十几个人就把夜玄围了起来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丁聂魂这个时候 也是抽出了自己的长刀 非常谨慎地看着面前的夜玄 看来没错了 你就是那个畜生 如果不想死的 赶紧给我出去 否则的话 所有人格杀无论 夜玄并不想要伤及无辜 但是那些万恶之人 他当然不可能放过 被抓来的那些 被迫成为歌女的良家女子 此时也是赶忙朝殿外逃去 而围住他的那些人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谁也不敢做这个出头鸟 你们赶紧上呀 还愣着干什么 谁能够斩下他的头颅 我就赏他美女十个 丁聂魂口中嚷嚷道 看来 你们这些人都是不怕死的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全部都留在这里吧 都给阵跪下 夜玄的声音 响彻在了大殿之中 而现在他的杀气 也是化作了实质 直接朝着殿中 所有人压迫而去 所有人都抵挡不住 这样的压制力 瞬间就跪倒在了地上 丁聂魂也不例外 现在他们的感觉 就如同天塌下来了一般 有几个实力比较弱小的 现在已经 直接被压得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这个人的实力 为什么这么强 啊 凶狼法香 丁聂魂这个时候 跪倒在地 勉强释放出来了 自己的法香 一头身长 二十米左右的 血红色巨狼 出现在了大殿之中 硬生生地 抵挡住了夜玄的压迫力 法香镜 难怪我在路上 看到一座城的人 都没了生机 并且所有的死状 全部都是血液被抽干了 原来是你们为了 提升实力 又献祭了一座城的人 你们当真不是人 既然如此的话 那你们也没有 活下去的必要了 而且 朕不会让你们 那么容易死的 夜玄这次 也真的是动了真怒 在过来的路上 他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发现有一座死城 而他也前往的那一座城 仔细地探索了一下 发现城中 不管是老弱富儒 还是那些壮年 都只是一个死因 被吸成了人干 身体当中 没有一滴血液残留 夜玄当时 看到这整座城的死因之后 就想到了 很可能又是遭到了血迹 现在这丁聂魂 很明显就印证了这个猜想 毕竟 他从皇城当中 得到的消息 这丁聂魂实力最高 也就只是真刚而已 而现在看他这个法乡 实力至少 也已经达到了 法乡巅峰 这除了使用了 千佛宗的妖法之外 没有第二种可能 夜玄的杀器 还在不断地叠加着 实力最为弱小的那一个 直接化作了血污 第182章 追杀 你就是大夏皇帝夜玄 丁聂魂此时 也总算明白过来 面前之人是谁 不过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随着周围的压力 不断地增加 其他几个土匪头子 也已经支撑不住了 纷纷化为了血污 整个大殿中 就只剩下夜玄和丁聂魂 丁聂魂现在依靠着巨狼法乡 勉强可以做出一些行动 但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 也不多了 夜玄现在 也不想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了 现在丁聂魂在这里 说明千佛宗的和尚 应该也就在不远处 造成大夏这般情况的罪魁祸首 还是这些该死的老秃驴 一剑开天 夜玄心念一动 龙骨剑出现在手中 并且夜玄也是以全部实力 施展着开天剑意 琳琅冲锋 丁聂魂现在还想要再挣扎一下 但是他的速度 怎么样能够赶得上夜玄的开天剑意 即使施展出了自己速度最快的招式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直接被斩去了一条腿 啊 丁聂魂左腿鲜血四剑 他的法香也随之虚幻了许多 失去一条腿的他 发出了无比凄厉的惨叫 这第一剑斩你 竟然为了一己私欲 便献祭了一城百姓 一剑断臂 夜玄此时已经悬浮在半空当中 就如同神底一般 看着脚下的丁聂魂 似乎在这一刻 他就是上天降下来的天法 啊 随着一剑再次斩出 丁聂魂再次发出了一声惨叫 他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左手就直接被斩了 这一剑 为了被你残害的所有黎民百姓 一剑灭魂 夜玄手拿龙骨剑举过头顶 随之龙骨剑上包裹上了一层血红色的剑缸 丁聂魂此时眼中的恐惧 也是到达了极点 他现在就如同灵魂都已经被锁住了一样 根本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支撑不了 他继续是在自己的法箱 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只是刚刚被斩去的一臂和一条腿 正在不断地往外冒险 而且 整个身体都是忍不住地颤抖 死吧 夜玄轻轻挥下龙骨剑 无形的剑翼 划过丁聂魂的头颅 丁聂魂现在依旧是一脸的恐惧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实力的人 自己在他的手中就如同砧板上的鱼肉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甚至就连在他心目当中 最为强大的亏天大师 都从来没有给过自己这么大的威压 他现在总算明白了 自己的选择究竟有多么的愚蠢 他原本还以为当今皇帝 只不过是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自己都已经突破了法相径 想要拿捏他 不过是轻而易举罢了 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本来自己可以好好地当一个小土匪在山上 强抢那些富甲商人 日子过得还算是滋润 但自从这些和尚出现了之后 这一切都发生了无比巨大的变化 不过现在也容不得他后悔了 因为他的头颅 已经从他的脖子上掉落了下来 那瞪大的眼睛 似乎在诉说着 他有多么的不甘心和多么的惊讶 叶璇设了服一去 虽然说他现在并没有感受到 那几个扳手的气息 但是也大概能够猜到 他们肯定是在不远处 大哥 真的不用管 那个傻子了吗 绍康大师他们此时已经来到了大厦的边境 感到有一些疑惑的问道 毕竟之前本来就是为了对付夜璇培养出来的丁念魂 但是现在夜璇才只是刚刚出现而已 就抛弃了这个棋子 绍康大师有一些不太理解 他已经死了 这大厦的皇帝实力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一些 我们也切不可以大意 这一条路上 应该留下了我们的踪迹吧 亏天大师原本那一副笑面 已经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宁重 就死了 真是废物 绍康大师此时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有一些惊讶 虽然说他也知道丁念魂的实力和自己相比 还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这死的也太快了一些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一路上都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这也是他们为了引诱夜璇的手段 他们知道夜璇肯定会跟随着这些痕迹追踪过来 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在大厦的边境布下了一个阵法 大厦的边境军此时也已经被千佛宗给控制了起来 虽然说边境军的将军是一个法相近的强者 但是想要对抗千佛宗这些班首还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千佛宗这三个班首早年间实力就已经达到了法相近巅峰 这并不是他能够比拟的 一路上的痕迹 虽然说我们确实有所隐藏 但是也刻意地留下了一些 他应该也不会起疑心 不过现在就怕他没有这个胆子过来 若是他真的敢来的话 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绍康大师此时也是露出了无比邪恶的笑容 现在他们所在之地便是阵法中心 为了斩杀夜璇他们可是费了不少的劲 亏天大师在到来的时候也是算了一挂 算出来的结果显示的这一行会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最终选择了这看似卑鄙的方法 我倒是想要好好看看 这矛头小子的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就算触动了 我们三位班首都还需要借助阵法 白二大师此时你已经有一些跃跃欲试了 毕竟已经将近几百年 他都没有遇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对手了 所以这一次他也想要好好的过过瘾 看看能够斩下绍康一臂的大夏皇帝 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准备了 他已经来了 不要掉以轻心 就在此时 亏天大师脸色无比沉重地说道 现在 他也基本上能够感受到叶玄身上的杀气 并且以他的实力都不能够探测到叶玄的深浅 怎么不逃了 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迟早会找到你们 你们身为佛家中人草剑人命 其他的地方我还管不到你们 现在竟然把手伸到了大夏 这就注定 你们终将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第183章 一掌 今天倒是要看看 是你们的佛法厉害一点 还是朕的国法更甚 叶玄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三个臭和尚 心中的怒火已经到达了极点 看到了这三个和尚之后 他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出手了 那惊人的威压再次地出现了 不过作用在这三个和尚的身上 与作用在刚才那几个人身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三个和尚 对于叶玄的威压 还是有一定的抵挡能力 只不过 现在他们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现在三人心中也都是在想 叶玄的实力 比他们想象中 还要更加强大几分 亏天大师看到叶玄散发出来的威压之后 顿时大惊失色 一时间脸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只有踏入到他这个级别的人 才能够看清楚 叶玄现在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什么层次 他现在分明感受到了 叶玄身上 可不是单纯的法相经那么简单 他身上的威压 已经是突破到了真身镜 才会有的上位置威压 否则的话 以自己的实力 不可能被一个同阶别人压制 亏天大师 现在也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现在也就只能够硬着头皮上了 献法相 我想他的实力已经突破了 若是有机会走的话 赶紧逃 不要回头 亏天大师 此时也是对着另外两个传音 在场的这三个和尚 也就只有他初步地 接触到了真身镜的门槛 也就只有他清楚 真身镜和法相镜差距有多么的大 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 战役可言 而是在想着 怎么样才能够从叶玄的手中逃生 这怎么可能 他现在这个年纪 怎么可能突破到真身镜 绍康大师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明明几个月之前与叶玄交手 他也只不过和自己的实力差不多 短短几个月不见 他的实力就已经超过了自己 并且突破了自己几百年都没有修炼出来的真身镜 现在他的心里面并不是最为郁闷的 最为郁闷的是 亏天大师 亏天大师乃是四个扳手当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面前这个最多也就只有二十的小子 竟然可以铸造真身 那可是他这一辈子当中梦寐以求的境界 他卡在法相境已经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了 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突破 他现在已经开始怨天了 恨这天道 为什么如此的不公 你们想跑吗 你觉得你们跑得掉吗 就以你们的所作所为 你觉得上天会放过你们吗 今日 我便替天行道 以你们之血祭我大下数万百姓的命 夜玄目光无比冰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此时的他反而是出奇地冷静 越到这种时候 他的脑袋就越为地清醒 这一路上所发现的踪迹 他也非常清楚 是这些和尚故意留下来的 也知道这些和尚 肯定是在这里布下的现金 但是已经到这种境界了他 早已无畏 千佛阵 其 阿弥陀佛 亏天大师现在也是不得不为之一战了 现在也就只能够看看 能不能和夜玄过上几招 然后再寻找逃跑的机会 他们也开启了专门为夜玄准备的千佛阵 只见在他们三个所在的方位当中 出现了一个千首佛 成千上万的手臂 在这个金色佛像的后面展开 这个身高百丈的金色佛像 就如同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摆在了夜玄的面前 亏天大师和另外两个纷纷化为的金光 融入到了这个千首佛当中 绍康大师和白尔大师 现在心里面的想法 是要和夜玄好好地站上一场 而亏天大师心里面的想法 可是大不相同 他现在想的是怎么逃命 现在 如果仅仅只是施展自己逃命的秘术 也不可能跑得过夜玄 此时他的脑海也是在急速地运转 也正在不断地使用自己的秘术亏天 看看能不能亏到一些天机 但是最后的结果永远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路一条 一掌定乾坤 若是你们能够接下这一招 放你们走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就看看 你们能不能有这个实力了 夜玄面对着 比自己大上万倍的千首佛 也根本没有任何的距移 在这千首佛面前 夜玄就如同蝼蚁一般 颇有一幅浮游汉大树的样子 夜玄面色冷淡地看着他们 不过此时他的眼神就像是看死人一样 眼神当中没有任何的波澜 只见夜玄一掌印出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手印 这便是夜玄最近领悟的乾坤掌 这一掌足以定乾坤 小子 你也实在是太小看我们 今天就让你也看看我们的厉害 万佛归一 千佛万象全 绍康大师此时看到夜玄这样自大的样子之后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他可从来都没有遭受过如此轻视 而亏天大师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只能够看看能不能抵挡住夜玄的这一击 亏天大师始终都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有丝毫的胜算 不过此时的他也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决心 只见那千首佛身后的所有手臂全部都归一 迎着夜玄印来的一掌轰出一拳 夜玄的这一掌看上去威力并不是非常的大 并且他飞行的速度也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急速 看上去这必杀的一张就如同轻飘飘的羽毛一般随风而动 小子你今天一定会为你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 千首佛那一拳仿佛已经打碎了虚空 异常急速地朝空中的乾坤掌飞去 绍康和尚现在的表情也是异常的狂热 因为他非常清楚刚刚那一拳的威力究竟有多么的大 这可以说是他平生当中打出的最强一击 他也将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一拳上 而窥天大师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脸色始终是异常的凝重 而白二大师则是和绍康一样 对你自己这一拳都寄以厚望 反观夜玄这边 脸上的表情好像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 对眼前这三个假佛 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过 第184章 高僧 最终夜玄的乾坤掌与千首佛 轰出的千佛万象拳在空中碰撞在了一起 而在此时 时间就如同凝固了一般 在碰撞的这一瞬间 没有巨像 也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 只听见咔嚓一声 千佛万象长得虚影随之破碎 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一般 没有任何的悬念 在这一刻 整个时间就仿佛已经静止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 心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夜玄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完了 亏天大师此时内心里面已经充满着绝望 刚才的那一击是 他们三个人打出的最强一击 现在 他也算是真正明白了 法相和真身的差距究竟有多么的大 就仅仅只是这么一掌 就足以击碎自己精心布置的阵法 这个阵法 可是献祭了大量千佛宗的弟子 才最终形成的 也就是说 这个阵法当中 蕴含着上千弟子的实力 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夜玄的一掌 这怎么可能 少康大师 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看到那轻飘飘的乾坤掌 正朝着自己这边而来的时候 他才慌了神 现在他内心当中的想法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赶紧逃命 但是这看似轻飘飘的一掌 却使得他没有任何逃跑的余地 最终 乾坤掌印在千首佛的面门 千首佛 虚影未知碎裂 窥天三人 也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重伤朝着地面倒去 窥天一生当中 窥测天机无数次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折在了这里 现在他内心也是无比的苦涩 不过此时的他 也不得不拿出自己最后的杀手锏了 千佛宗之所以能够在东域屹立不抖 最为重要的还是 他身后有一个无比强大的靠山 在乾坤掌即将没过他们的时候 窥天捏碎了自己这么多年来 挂在脖子上的佛珠 这个佛珠 是千佛宗第一任主持交给他的 但是之后 这第一任的主持便消失无踪 只留下了这一个佛珠给他保命 特地叮嘱了他 除非是真的到了姓名有关的时候 否则的话 一定不要去动这一颗佛珠 当时主持非常明确地跟他说明了 这颗佛珠 就是他的第二条命 在他捏碎了这一颗佛珠之后 只见他的身体光芒大放 展现出来的金光 就如同是一颗小太阳一般 冉冉升起 看来和我想的一样 背后有高人啊 叶玄早就已经知道 肯定会有这么一幕 所以他也不着急 他想要看看这千佛宗背后 究竟有什么人支撑着 反正约有头债有主 这千佛宗之所以会如此的猖狂 背后少不了会有一些幕后黑手 而这些幕后黑手叶玄 肯定是要找他们一个一个算账的 阿弥陀佛 亏天 没有想到 你真的有一天会落得如此地步 在一个小小的冬狱 竟然还会有人能够威胁到你的性命 看来冬狱又要大乱 金光缓慢地散去之后 一个身披紫金袈裟 手中拿着檀木佛珠 头顶金丝僧观的僧人 出现在了眼前 一看就是一个得到高僧的样子 师父 徒儿无能 还请师父 能够救徒儿一面 亏天跪倒在地杆忙磕头 面前出现的虚影 正是亏天的师父 不过在很久之前 他的师父便前往中周 留下这颗佛珠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唉 也罢 不过此后 一切都只能够靠你自己了 为事能够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这个不知名的高僧 此时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之就转过了身来 叶璇这个时候 也是想要看看这高僧的真面目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高僧的面庞被金光挡住 根本就看不清他的面容 既然都已经过来了 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何不一线真容 叶璇现在也并不着急 虽然说他知道 面前的这个高僧实力肯定非常的强大 但是他手上还把握着玄机变 就算这个高僧 想要取自己的性命 也不会那么的容易 唉 平僧只不过是一个看破世俗的僧人罢了 真面目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 不过施主竟然能够在这般年纪 就到达这般实力 属实不易 不如今日 就看在平僧的面子之下 放过我这位徒儿 日后以施主的天赋 你我终将要遇见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日后若是我们能够相遇的话 平僧或许还能赐施主一个机缘 施主 你看如何 这个金光遮面的高僧 此时也是 想要口头上解决这一件事情 他的声音极具蛊惑力 并且 他所散发的金光 让人不断地想要朝拜 好像他就真的是来自上天的佛祖一般 叶玄对这些也是非常的反感 好在他的灵魂力量强大 这些对他的影响 也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这周围的民众可就不一样了 现在所有人都如同傀儡一般 朝着这个高僧朝拜着 就算是磕头磕的头破血流 也没有任何停止的意思 你要不要先问问 你自己这个徒弟干了些什么 出家人慈悲为怀 你们身为僧人 享受着世人的朝拜 但是为了一己私欲 残害世间的百姓 若是我没有碰到还好 但是现在 你这个徒弟 竟然将手伸到了我大厦国内 并且已经残害了我上万的百姓 你觉得 我会轻易放过他吗 叶玄罕见地露出了笑容 只不过这分明就是冷笑 现在他也基本上可以猜测 面前这个人的实力如何 虽然说自己和他的差距 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并不是不可以跃得鸿沟 也就是说 面前的这个所谓的高僧实力 最多也就只是在天象径罢了 自己现在使用玄机变 与他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而且他现在只不过是被召唤过来的 一道虚影罢了 所能够支撑的时间肯定不长 看来是不是不打算和解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了 施主错过了你自己最后的机会 大罗法义 这个金面高僧 此时没有再多说任何的废话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 必须得要尽快击败叶玄 第185章 剑破 一道佛印只是转眼之间 就直接到了叶玄的面前 叶玄本能地反应了过来 躲过了这一击 不过还是非常惊险 叶玄现在也明白 不能再大意了 再玩下去 恐怕真的会出事 玄机变 叶玄此时也是掀开了自己的底牌 他的实力在这顷刻之间暴涨 瞬息之间直接突破了真身 来到了天象径 这身实力还真是美妙呀 虽然说只是暂时的 但是解决你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叶玄感受着自己实力的暴涨目光 锁定在了那个高僧身上 这一印 还给你 这一印名为开天印 叶玄也同样施展 一印攻向他 这一印甚至都没有看到 任何他飞行的踪迹 就直接到了高僧面前 这个高僧万万没有想到 叶玄竟然能够在这短短时间当中 就突破一个大境界 而且现在实力分明 比他还要更加强大几分 看到这一幕 他的心情也是逐渐变得沉重了起来 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根本就经受不了拖延 现在必须得要速战速决 否则的话 刚才自己所说的 一切都将会成为笑话 好好好 虽然不知道你使用的是 什么样的秘法 竟然可以强行突破一个大境界 不过今天我竟然说了 要保住他 就算是你翻了天 也不可能在我手上杀他 大罗天象第一宠 大罗天雷 虽然说你现在的实力 确实是已经到达了天象 但是不能够运用天象的能力 又能如何 你若是能够接下这一招 那他们的命交给你又如何 高僧施展完了这一招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异常虚幻了起来 仿佛下一刻 就将会消失在空气当中 而此时的天空飘来一片金色云彩 这个云彩看上去是那么的突兀 只见这个云彩转瞬之间 便来到了夜玄的头顶 法则之力 原来如此 夜玄看到了这一片金色云彩之后 若有所思 转瞬之间就如同领悟到了一些什么 开天天象第一宠 一剑破苍穹 夜玄再次祭出龙骨剑 在他的头顶 此时也已经乌云密布 周围的天色仿佛都被他控制住了 而那金色云彩 此时也是被周围的乌云包围了起来 夜玄现在紧闭着双眼 龙骨剑旋雨身前 龙骨剑现在看上去 就如同已经有了灵质一般 这怎么可能 高僧看到夜玄突然发生的变故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 似乎看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不过他也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 金色云彩 酝酿了一道无比粗壮的金色雷霆 朝着夜玄脑门劈了下去 一剑 开天 而也就在此时 夜玄猛地睁开了双眼 并且右手握住了旋雨面前的龙骨剑 只是这转瞬之间 龙骨剑在夜玄的手中 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曲线 随之一道剑气划过金色云彩与那道闪电 那道闪电直接被这一剑斩灭 而那一片云彩也随之被切成了两半 高僧受到了反噬 一口血吐了出来 只不过他现在只是虚影而已 而随着金色云彩消失 高僧的虚影也随之消失殆尽 到最后我都没有留下一句话 而亏天看到这一幕之后 心里面满是绝望 他现在将自己最后的底牌也已经用完了 而现在夜玄还活得好好的 刚刚那一掌已经打了 他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了 现在夜玄想要杀他轻而易举 不过夜玄现在悬浮在半空当中 没有任何的动作 双眼紧闭着 不知道在想这些什么 亏天大师 现在甚至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看着空中的夜玄 而绍康和白二 根本就没有扛住刚才的那一掌 直接被打得灰飞烟灭 一刻钟之后 夜玄总算是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他现在神采奕奕 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精神过 之后便解除了玄机 便恢复到了自己本来的实力 而此时 他的目光才回到了亏天的身上 他缓慢地飞到了亏天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饶了我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意外 只要你肯饶了我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 求你饶了我吧 亏天这个时候还想要求饶 不过夜玄本来就是抱着必杀的心 现在所有的阻碍都已经除掉了 又怎么可能会饶了他呢 你之前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会到达这一步呢 既然都已经落草为寇了 那就不要再说这些求饶的话 这样死的还更有尊严 能够死在我的剑下 也算是你的荣幸了 夜玄只是意念一动 空气当中 就仿佛有一笔锋利无比的剑斩下了亏天的头颅 夜玄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边境军 此时的边境基因一片死寂 原本应该出来巡逻的士兵也是一个不剑 边境军常年守卫在这个艰苦的地方 实在是不容易 不过实力还是太弱小了 这北方如此多的大妖 想要抵御起来也是无比的困难 夜玄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也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要设立边境军 这个边境城墙外有着一座万里雪山 这雪山当中夜玄感受到了许多妖王的气息 而这些妖王基本上都被隔绝在了城墙之外 不敢靠近城墙半分 夜玄收纳了边境军之后 才知道边境有着一座无比强大的阵法 这座阵法甚至比皇城当中的阵法更加强大许多 即使是妖皇想要突破 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夜玄也没有想太多 既然现在北方有一座这样的大阵 守护着短时间之内 肯定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夜玄将边境军营的所有千佛宗和尚 全部都屠杀殆尽 把边境军首领解救了出来 臣等谢过陛下 臣等无能 若是没有陛下的话 恐怕边境的要失守 到时若是阵法出现了问题的话 那些大妖和妖王肯定趁机溜进大厦之中 边境军首领此时也是异常的苦涩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他原本以自己法相的实力 至少不会比前几代边境首领差 但现在现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第186章 突破 但这也不能怪他 实在是夜玄这个妖孽出现了之后 大厦确实开始不安宁了 你已经尽力了 日后还是需要你来守卫这边境 夜玄将他扶起来 无奈地对着他笑道 积衡现在的自信心已经完全被打碎了 本来夜玄也是积家的后代 但是没想到 大厦皇室发生了这么多荒谬的事情 现在夜玄的实力已经是冠绝前面所有的大厦帝王 而且他现在不过二十出头 日后必将前途无量 再看看自己 虽然四十岁突破了法相境 但是相比于夜玄那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陛下 现在千佛宗的人已经开始全面入侵大厦 他们竟然能够渗透到边境 大厦境内必将难以幸免 陛下承认为 还是要尽快解决千佛宗的这些和尚 否则的话 百姓们恐怕难以安宁 而且为首的那几个和尚 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制我 他们的实力恐怕都不简单 积横短暂的失落之后 立刻对着夜玄说道 说这话时 面色也是无比的凝重 你先不要说话 赶紧启动边境防御阵法 那边有个大家伙的气息爆发了 可能是一个妖王要突破了 夜玄现在的面色变得无比沉重 他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那股气息不是一般的妖兽 而就在夜玄说完这话之后 整个北方边境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万里雪山最高处 此时已经是乌云密布 这些乌云带着一阵阵粗如巨树的雷霆 这些雷霆只是看一眼 就能够感受到一阵毁灭的气息 夜玄也感受到 这雷霆没有这么简单 他都不能保证 自己是否能够挺过这几道雷霆的打击 这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景象 让边境的将士们 都陷入到了恐慌当中 吉衡也从来都没有 见过这样的场面 一时之间也失了神 最终还是在夜玄的呵斥之下 才回过神来 赶忙召集边境的所有关卡大将 各就各位 边境军听令 点燃狼烟 进入一级戒备 吉衡毕竟已经在边境 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回过神来之后 井然有序地安排着一切 将士们在呵斥之下也回过神 纷纷进入到自己的位置上 看着城墙外严阵以待 一缕缕的狼烟 开始在城墙上不断冒出 并且此时的护国大阵也随之开启 一道银白护照 从边城最中央逐渐展开 最终包裹了整个城墙 陛下 所有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万里雪山 已经千年未有任何动静 只是会偶尔有些大妖作祟 没想到这次竟然会有妖王突破 真是祸不单行啊 吉衡准备好了一切之后 回到叶玄身边 面色苦涩地看着面前 这世界末日一般的景象 你率领将士们待在城中 震出去看看 叶玄也是第一次 看到这样的场面 或许在这其中 自己能够获得一些机遇 陛下危险呀 现在不知道这妖王是否能够突破 就单单是这雷霆 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挡的啊 吉衡听到叶玄这话赶忙阻止 虽然他不清楚 叶玄现在叶玄实力如何 但他能够感受到 这雷霆可以倾客间毁灭一切 他现在都怀疑 这护国大阵 是否能够抵挡得住 这雷霆一击 大夏好不容易出了一个 叶玄这样的天才 他可不想看着这个天才 灭亡在自己的面前 放心吧 我有把握 你们切记不要离开大阵 就算是这雷霆的余波 也不是你们能抵挡的 叶玄说完这话后便消失了 吉衡在原地 他可能无奈摇头回到最高处 面色凝重地看着万里雪山山顶 他现在能够做的 也就只有为叶玄祈祷 希望他不要有什么闪失 否则大夏墙上的机会 也将随之破碎 所有将士们都在内心当中祈祷着 这些都不会波及到大夏 以他们的实力 也就只能祈祷了 面对这种来自天地的法则之力 寻常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挡的可能 而与他们相反 叶玄此时已经来到了万里雪山山顶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释放自己的神魂 扫了一遍万里雪山 找到了正在突破的那只妖兽 面前的妖兽 乃是一只白蛇 身高白米有余 身上鳞片在雷霆的照耀之下 实名实案 为他披上了一副神秘的面纱 这条白蛇 此时也发现了叶玄 那如同明月一般的双眸 与叶玄四目相对 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没想到是你 叶玄看着面前的妖兽 不由感到惊讶 不过也感到有些许的无奈 这条即将突破 并且要接受天雷洗礼的妖兽 正是白灵 现在的她 已经献出了她原本模样 这身长白米的白蛇 便是她修炼出来的真身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赶紧回去 这东西 不是你可以接触的 白灵本来感受都突然闯进来的人类 本来想赶紧诛杀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人竟然是叶玄 好了 既然我都已经来了 自然是不过这样轻易离开 这天雷充满着法则之力 你有把握吗 叶玄摇了摇头 她此次前来 也有自己的目的 就算突破的妖兽不是白灵 她也不会轻易离去的 白灵并没有回答她 其实这一次突破 并不是她自愿的 实在是形势所迫 她现在根本就不是有没有把握 她是非常清楚 自己根本不可能突破得了 好 我明白了 你到时全力以赴便可 若是实在不行 我也会尽力保你一条性命 要来了 赶紧准备 叶玄看着天空上 蠢蠢欲动的天雷 面色也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拜托你了 白灵也知道 现在的形势 已经不允许她再浪费任何一分一秒 只见白灵浑身的灵片 全部都置冷起来 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头顶的雷霆 虽然心中没有太大的把握 叶玄也飞到了一边 非常认真地感悟着 雷云中的天地法则之力 现在她真身静 就是感受天地 领悟法则 当你对天地的法则 领悟到一定程度时 就是你突破之时 第187章 失败 随着天空当中的一声闷响 第一道天地雷霆也降了下来 静止劈向白灵的头顶 白灵也是尖叫一声 向着雷霆冲了上去 白米巨蛇与雷霆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白灵接触到雷霆的那一刻 瞬间感到痛苦万分 就如同数万尖刺 扎满全身 白灵支撑了几秒后 忍不住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 原本光滑亮丽的白色鳞片 也随之变得微米不振 搭拉在身上 并且头部 已经被雷霆灼烧得有些焦黑 但这第一道雷霆 也算是扛了下来 不过白灵身上已经有了伤势 之后的雷霆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甚至会比这一道雷霆 更加强劲 看来妖兽修行 远比人类修行更加困难 难怪妖兽的实力 要比同阶级的人类 强上许多 叶玄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第一道雷霆所蕴含的法则之力 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重伤一个法相巅峰 没等叶玄再多思考的时间 也没等白灵更多反应的时间 第二道雷霆 已经酝酿完毕 静止批向白灵 万灵甲 白灵可以感觉到 这道雷霆的威力 比刚刚那道更甚 不敢再依靠自己的身躯去硬抗 他的面前 开始浮现出大量的白色灵片 在他的面前 形成了一片灵墙 与此同时 第二道雷霆接踵而至 狠狠地批在万灵甲上 万灵甲只是抵挡了一瞬 便轰然破碎 似乎在这一道雷霆下 就如同一张纸一般 蛇神庇护 白灵一咬牙 释放出了自己的保命绝技 蕴含着远古蛇神血脉的能力 白灵的身后 浮现出一尊漆黑大蛇虚影 这条大蛇浑身散发着蛮荒的气息 这条远古大蛇 给白灵挡住了这道雷霆 不过它也随之消失 白灵也同样受到了反噬 吐出一口鲜血 施展出了这一招之后 它身上的气息急剧下降 很明显 它已经没有能力抵挡 最后这一道雷霆 而这道雷霆 像是感受到白灵身上的气息 正在下降 所以一点都不着急 慢慢地酝酿着自己的最后一道雷霆 唉 玄机变 叶玄没有再继续作弊上关了 现在它不得不出手了 它也不敢拖大 立马施展出了玄机变 以自己最为强大的姿态应对 转瞬之间 它的实力便突破到了真身境 白灵此时 口中还在不断地吐着鲜血 并且身上的鳞片 也已经破损不堪 往外冒着鲜血 叶玄施展了玄机变后 便飞到了白灵面前 快走 没用的 这是我必须要有的意见 你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也并不意味着你 能够与这片天地对抗 快走吧 告诉白雨 如果有来生 希望我能为人 白灵现在心中已经充满着绝望 她也不想搭上叶玄这条命 既然都已经答应你了 那我怎么能临阵脱头 至于你的这些话 还是自己讲给她听吧 叶玄现在对自己的实力无比自信 甚至连龙骨剑都没有换出 金刚不坏 叶玄虽然说自信 但也不是傻子 立刻施展出了 自己最强的防御手段 金刚不坏 现在自己认真的锤炼 已经到达了瓶颈 仅凭张家两兄弟 都难以完成一次锤炼 叶玄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的身体强度 已经到达怎样的程度 至少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伤到过自己 所以 叶玄现在 也想要试试这天地法则 雷霆可不可以帮助自己 完成一次锤炼 叶玄一掌 把白灵推到了一边 现在她的状态 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玄 正面迎上最后这道雷霆 叶玄化作一道金身的闪电一般 迎上这天地雷霆 这道天地雷霆 也像是受到了 挑衅一般 威力比前两道更加恐怖 一道闷雷从云中降下 这道雷霆 在边境城中 都看得清清楚楚 边境的将士们 也同样看到了一道金色的闪电 正面迎上了那道雷霆 那是什么 不知道呀 怎么感觉 那个金色的身影 有点熟悉啊 那是陛下 什么 怎么可能 陛下怎么会到那里去 还正面去对抗那雷霆 不清楚呀 边境城当中的将士们 此时也议论纷纷 他们难以置信 并且不能理解 为什么自己这大下的陛下 总是会做出一些 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举动 最重要的是 这个举动 都是充满着生命危险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城中将士们能够看到的 姬衡自然也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 现在他的神情无比地紧张 甚至比叶玄本人还要紧张 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威力吧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叶玄说完这话后 便与那雷霆接触在了一起 只是一瞬间 充满暴虐的雷霆 就充斥了叶玄的全身 不过叶玄并没有如同 白玲那般痛苦的反应 反而感觉全身有些酥麻刺痛 不灭今生 也根本没有一丝消退的迹象 就仅仅只是如此吗 叶玄感到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个雷霆 好像比自己相信中要弱一些 不过叶玄还是觉得 这雷霆的威力不错 至少能够 让自己感到刺痛的感觉 现在叶玄就算是面对着 张家两兄弟的全力一击 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张家兄弟都已经真刚巅峰 叶玄在不施展 任何防御手段的情况下 他俩都伤不到分毫 这防御力可想而知 再加上现在叶玄使用了玄机变 实力已经到达了顶峰 加上不灭今生防御力 已经到达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若非这天地雷霆 蕴含着一些法则之力 否则的话 叶玄甚至连刺痛的感觉都不会有 白玲这时已经瘫软在了一边 但是他现在已经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势 目光灼灼地看着叶玄 看到叶玄在雷霆当中 如同游龙一般 轻松自在 神情变得呆滞 他感到难以置信 为什么要了自己半条命的天地雷霆叶玄 应对起来是这样的轻松 他甚至觉得 叶玄所抵抗的雷霆 和自己刚刚的那两道 是不是同一种 第188章 雷霆 但是当他看到一出的雷霆披向周围时 也知道这就是天地雷霆 他现在也不由地苦笑一声 现在他才总算知道自己 与叶玄之间的差距 这第三道雷霆 在15秒之后也随之消失 叶玄此时 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 看着头上的雷云 恭喜你完成一次完美的锤炼 熟练度增加100 目前认真的锤炼熟练度 为8100次 这道雷霆的余微结束了之后 系统的声音 也随之出现在了耳边 看来还是有点用的呀 不过这种机会不多 要是哪里有不断的 这样的天地雷霆就好了 叶玄听到系统的声音之后 点了点头 不过也感到有些可惜 毕竟 这种蕴含法则之力的雷霆 只有妖王突破时才会产生 实在是太过稀少了 不过好在他的声音比较小 不然被白灵听到 恐怕要一口老血吐出来 自己避之不及的法则之雷 这小子 竟然想要不停的 让我看看你 还有什么本事吧 如果仅仅只是这么点威力 的话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叶玄此时似乎感受到了 这雷云并没有消散而去的意思 口中也是不由的喃喃道 这雷云似乎被叶玄的这句话给激怒了 不仅没有丝毫 消散而去的意思 反而扩大了一倍 怎么回事 一般来说 雷杰不是只有三道吗 难道说 这有为天道 此乃天乏 白灵看到雷云再次聚集 并且还扩大一倍之后 心中的绝望再次生起 原本他还以为自己 能够逃过这一劫 但是现在看来 命中有这么一劫 还是逃不过 来得好 正愁没过瘾呢 你退远一些 我怕到时候顾不上你 我要好好会会这天雷 叶玄此时也是来了兴趣 这一次的天雷 必将比刚刚还要更加强大 这天雷就算是没有认真的锤炼 一次次的淬炼 对身体也是有巨大的帮助 但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能扛住 在真身境 根本就不可能 有像叶玄这样的身体强度 现在叶玄的身体强度 就算是放眼整个天玄界 都是佼佼者 白灵现在整个人都已经妈了 他已经不知道 叶玄的实力极限究竟在哪了 现在他甚至怀疑 叶玄是不是才是真的妖兽 哪里还像是一个人 简直比妖兽还妖兽 他也不再劝说叶玄了 非常自觉地挪动自己的身体 跑到一边去观战 现在这个雷霆 已经完全不是自己 能够抵挡的了 哪怕是一道雷霆分支 以他现在的状态 就算是挨到一点边 恐怕都只有灰飞烟灭的下场 并不仅仅只是因为 他身上的伤势重 更为重要的是 现在这道天雷威力 与之前的 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 白灵勉强恢复到了人形 现在他浑身是伤 但他就如同是被封住了经脉 根本不能自主恢复伤势 叶玄这时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在无敌精神的加持之下 换出了龙骨剑 现在的他 也要全力以赴了 头顶上的雷云 依旧是在酝酿着 根本没有任何 要落下的迹象 似乎他这次要降下的是 致命一击 叶玄的表情 也逐渐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这道雷霆的威力 有多强大 若是自己不能够抵挡的话 恐怕这次的雷霆 足以将整个万里雪山 移为平地 白灵现在心中 也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希望 这次蓄力的时间这么长 这也就意味着威力越大 最终他也是 不由苦涩一笑 来了 叶玄此时手持龙骨剑 凝视着面前的雷云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一道通天的雷霆 从天而降 这道雷霆 就像是一根天柱一般 连接天地 这道雷霆掠过叶玄之后 还直通万里雪山 万里雪山 在这道雷霆的照耀之下 原本漆黑的环境 变得光芒四射 整个万里雪山的面貌 全部展现了出来 这道雷霆 颇有毁天灭地之势 万里雪山 逐渐开始出现雪崩 并且还有着大量的落石 从山顶滚落 叶玄的身影 已经完全被这道通天雷霆淹没 完了 白灵面色变得暗淡下来 心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希望 这毕竟是他的劫难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现在就连叶玄 都没能撑过这道天雷 他知道 不管自己再怎么强大 都不可能能比现在叶玄的状态强 而现在在通天雷霆的叶玄 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痛苦 这剧烈撕裂的痛苦 让他身体都不由地开始进乱 一剑开天 叶玄使出自己威力最为强大的杀招 试图劈开这通天雷霆 但试了几次之后 没有任何作用 一草一木皆为剑 万剑归宗 叶玄眼看着无敌惊声 快要撑不住了 身体的撕裂感 也开始侵蚀她的意识 在这临危之际 叶玄施展出了自己最新领悟的一招 只见周围草木 都化作剑缸为叶玄所用 最终集中在了叶玄的龙骨剑之上 龙骨剑释放出无比巨大的 一道剑缸包裹剑身 继续朝着通天雷霆斩去 这次似乎抵挡住了片刻 但也只是片刻剑缸轰然破碎 龙骨剑也随之碎裂 化为了碎片散落在了地上 还是不行吗 叶玄这时也是苦笑了一下 剑到的所有杀招 自己都拿了出来 但现在龙骨剑都碎了 也无法抵挡这雷露 看来该试试那招了 今天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雷霆究竟能不能将我湮灭于此 世间万物 化无法身 万象法身 柱无真身 万象真身 开 叶玄在无敌精神消散之前的最后一秒 将自己的最后一张底牌翻开 自从突破了真身镜之后 自己还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万象真身 他只知道这万象真身强大无比 但这也是第一次使用 在他口中吐出最后一个字时 他的身体中爆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 这个光芒甚至将通天雷珠的光芒都盖了下去 就在此刻叶玄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仙气飘飘的男子 站在原地 这个男子身着一袭洁白长袍 周身仙气环绕 长发在空中无风自动 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长袍却纹丝不动 第189章 法则 这个男子只能在眉眼之间看出是叶玄的模样 这便是叶玄经历万事铸造的真身 白灵原本已经化为死灰的内心 再次复燃 看着叶玄的真身 就像是看到上天的上仙一般 原本可以将叶玄彻底撕碎的雷珠 此时对叶玄就像是毛毛雨一般 对叶玄没有任何影响 散了吧 仙气飘飘的叶玄 看着头顶那遮天蔽日的乌云淡淡倒 但就是这么一句话 竟直接穿透了所有人的脑海 这句话 就像是理所应当存在一般 这就是天地法则 叶玄头顶的雷云也随之消散 叶玄的万象真身在这一刻也随之消散 回归到了原本的模样 恭喜你完成一次极致的锤炼 认真的锤炼熟练度增加一千 目前认真的锤炼总次数为九千一百 恭喜你获得新天赋 雷霆之身 雷霆之身 经历了万千雷霆洗礼的身体 对一切毒素与世间雷电免疫 掌握初级的雷霆之力 拥有释放雷霆的能力 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在了叶玄的耳边 这次可谓是给了他一个惊喜 原本他还以为完美的锤炼已经是最佳 但没想到竟然还有极致的锤炼 熟练度还一下增加了一千 这实在是出乎意料 而且还解锁了一个新天赋 这个雷霆之身 基本上把他刚才的那个想法扼杀了 之后自己可没法用雷霆断身了 不过他还是非常满意的 获得了全新天赋雷霆之身 或许也是因为自己用雷霆断身的原因 使得原本的方向发生了偏差 叶玄意念一动 掌心当中迸发出些许雷霆 这些雷霆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暴力的气息 但是对于叶玄来说也算是够用了 毕竟这可是象征着法则之力的雷霆 叶玄缓慢地从空中降了下来 重新回到白灵的身边 白灵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叶玄 他现在更不知道 自己面前这个人类极限究竟在哪了 刚才那一道天雷 就算是真的妖皇都难以抵挡 但叶玄就这么硬生生地挡了下来 而且看他的模样根本就毫发无伤 雷结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你应该会得到天道的反补 正式突破妖皇境界 恭喜你 叶玄淡淡道 表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好像这一切对他根本就微不足道 谢恩公 恩公此举 白灵永世难忘 白灵跪地对着叶玄拜了拜 不必了 突破之后回大洲找他吧 他还在等你 叶玄说完这话 消失在了万里雪山 白灵在叶玄离开后立刻盘息而坐 天道的负责下一秒便降临了 一道道白的光芒 如同涓涓细流一般进入到白灵的体内 这些白色光芒 治愈着白灵的伤势 白灵刚刚被雷霆击伤的地方 肉眼可见地恢复 没过一分钟便 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不过这些白色光芒 依旧是不断地落入白灵体内 白灵的气息也在缓慢地提升着 他将所有的天道福泽 都引入到了自己的内单当中 自己千年都没有动过的实力 在这一刻出现了松动 叶玄在离开之前 还在他的身边设下了一个结界 毕竟他现在身体还处于虚弱当中 如果到时候出现一个大妖来捣乱他 恐怕都难以有反抗之力 这个结界能够抵挡住 至少妖王巅峰实力的权力一击 陛下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吉恒现在心中也是无比的紧张 刚刚那一道天雷 简直就是要将这一片天地毁灭一般 而他刚才非常清楚地看到 那道通天雷霆 分明就是奔着夜旋而去了 此时的他也是在内心中祈祷着 但是他也知道希望不大了 不由地露出了无比失望的表情 传我的命令 所有将士们修复城墙 现在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知道万里雪山这些妖魔 会不会趁机出来作乱 所有将士最近这几天轮流镇守岗位 一定不要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否则的话 到时候葬送的 恐怕就是你自己的性命 吉恒现在心中的希望 已经降到了最低 他已经不认为 夜旋能够再活着回来了 心中也是万分的可惜 毕竟这可是大夏近千年来 甚至是近万年来 天赋最好的一个 遵命 其他手下的将军 这个时候 也是没有在这里继续耽误时间 开始布置着所有的一切 因为刚才的那一道天雷直冲地面 所有的妖兽 都不敢继续待在万里雪山了 纷纷朝着大夏边境城飞奔来 想要寻求一番庇护 所以 在夜旋接受天雷洗礼的同时 大夏边境军这边也没有闲着 依靠着阵法 全力抵挡着这些下山而来的大妖 以及妖王 那些大妖看到那条通天雷霆 就像是看到鬼一样 拼了命的 想要破开阵法逃命 但是他们 还是实在小看大夏的护国大阵了 最终被挡在了大阵外面 被那道雷霆的余威 轰成了飞灰 哎 这小子还是太冲动了 若是刚才听我的话 也不会落得现在这番下场 吉衡转身 就想离去 转身的同时也是 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怎么 你这是以为我已经死了 而就在这时 她的身后再次传来了 令她惊喜的声音 吉衡赶忙转过身 看着面前毫发无损的叶玄 一脸的不可置信 嘴巴张得 都可以直接塞下一颗鸡蛋 叶玄这个时候 看她的眼神 也是带着一股笑意 走到她的身边 拍了拍她的肩膀 陛下 陈没有那种意思 只是刚刚那道雷霆 实在是太恐怖了 陈以为 吉衡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跪倒在地 生怕叶玄曲解了自己的意思 好了 我知道你心里面是关心朕 不过朕从来都不会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这一次边境的大多数妖王 都死在了这场洗礼当中 边境应该能够 太平个几十上百年了 你的天赋不错 若是呆卷了边境的生活 可以前往皇城 以你的天赋与实力 竟然可以有一番大作为 叶玄对这个边境大将军 还是非常欣赏的 第190章 建阵 陛下 这个恐怕就不行了 几家世代都需要有人 在边境驻守着 这是自古以来留下来的规矩 并不是臣这一代能够破除的 更何况当时大厦实在是太乱了 如果我离开了 因为我的失职 导致万里雪山的妖兽 进入到大厦作乱 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所以陛下的好意诚心灵了 若是等到什么时候 大厦不再需要这边境城墙 我便带着将士们回来 姬衡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于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虽然也非常向往 能够和平常人一样生活 但是他的身份决定着 他不可能得偿所愿 而且边境的将士们 基本上也是从小生活在边境 有一些人甚至都不知道 皇城长什么样子 但他们自始至终 都没有任何的怨言 他们早就已经将守卫边境 当作自己出生下来 便携带的任务 也罢 你在边境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若是一时之间回到皇城当中 恐怕也会不习惯 这一切 还是要遵从你自己的意愿 现在万里雪山 我可以保证50年内 不会有任何的妖兽能够作乱 而且 你们这护国大战 虽然说有防护的作用 但是并没有任何攻击力 如果仅仅只是防守的话 迟早一天 还是会被别人攻破的 叶璇看了看 现在包围着整个边境城的 护国大镇 也是皱了皱眉头 这个护国大战 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一个乌龟镇 虽然说防守能力惊人 但也就如同一个缩头乌龟一样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这也是没有办法 不过 只要有边境军在 这个护国大镇 就不会被攻破 吉衡这个时候 也是目光坚定地说道 好 既然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会埋没了 你这一副赤胆忠心 叶璇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身躯冲天起 转瞬之间就来到了千米高空 以无血为影 邪万事见魂 以万物为机 助灭魔剑阵 灭神剑阵 且 叶璇口中喃喃着 而就在他念着这些咒语的时候 边境城中的一草一幕 都开始回应他 随风摇摆起来 并且这些草木上 也逐渐形成了一缕缕的钢器 这钢器风锐无比 就如同一柄柄的常见一般 叶璇的右手食指 冒出了一滴鲜血 这滴鲜血垂直下落 融入到了边境城的土地当中 而这些化为剑气的一草一幕 此时的气势也达到了顶峰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叶璇右手出现了龙骨剑的碎片 此时的龙骨剑已经破损不堪 基本上已经发挥不出任何的威力 不过 叶璇现在也没有其他 能够作为主剑的宝剑了 只能够拿这个龙骨剑凑合一下 以龙骨为主 率万剑诛魂 叶璇将城中一草一幕所凝聚出来的剑气 全部引入到了 这柄破损不堪的龙骨剑当中 半分钟之后 城中的异象也随之消失 城中所有的草木 也恢复到了原本的模样 随风摇曳着 好像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叶璇这个时候 也是从千米高空飘然而下 鸡横刚才当然也看到了城中所发生的异象 但是现在的他 也没有之前那般紧张 因为他知道 有叶璇在 根本就不会发生任何的意外 只要有了他就等同 是有了主心骨一样 等他看到叶璇拿着破损不堪的龙骨剑 从天而降的时候 才有一些疑惑的来到了他的身边 刚才阵将灭神剑阵 融入到了这护国大战当中 这灭神剑阵威力无比的巨大 现在这护国大阵 也算是攻防兼备了 此乃龙骨剑 只不过现在已经残破不堪 但即便是如此 他能够发挥的威力也非同小可 他乃是灭神剑阵的主剑 有了他 基本上就等于 有了这灭神剑阵的钥匙 一定要保存好 否则的话 很可能会让这大厦边境生灵涂炭 你叨叨吗 叶璇此时将龙骨剑 递到了基横的面前 表情异常严肃地看着他 灭神剑阵 作为现在自己威力最为强大 并且也是进攻性最强大的剑阵 叶璇深知 他一旦发动 恐怕就算是像白灵那般的妖黄 想要抵挡起来也够强 再加上刚才自己以鲜血为引 这个灭神剑阵 将会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 威力也会大大的加强 一旦灭神剑阵使用不当 都很可能会引起无比可怕的后果 沉清楚 沉谢陛下恩赐 基横将勇士守卫大厦边境的安宁 这些妖兽 想要踏足大厦的土地 除非先踏过我的尸体 基横现在也是满脸震惊的跪倒在地 双手接过了龙骨剑 接过龙骨剑的时候 他的双手都有一些颤抖 虽然说他并没有确确实实地见识过 这个灭神剑阵 威力究竟如何 但是依照 叶璇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基本上也可以估算一下 叶璇连那通天雷霆都能够抵挡下来 他权力不下的剑阵 又怎么可能会弱呢 所以现在基横基本上 可以算是手握一剑大杀器 嗯 这灭神剑阵 对一些大妖也有自动识别的功能 并且也会随之斩杀 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了 之后阵不在 你就将是大厦的一张底牌 叶璇对着他点了点头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吩咐基横率领着一些边疆战士们 去清扫周边城市的那些残余千佛宗和尚 现在千佛宗最为强 四根主心骨 已经全部死在了叶璇的手中 甚至连最后前来支援的那个高僧虚颖 也同样逃不过被斩杀的命运 东欲的 这个已经传承了将近万年的千佛宗 已经走向了灭亡 即使千佛宗当中 还有一些残余的弟子 但是主心骨都已经没有了 他们也成不了大气候 不过叶璇可是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让杨天刚带着真刚团 去将远在万里之外的千佛宗大本营 拆了个粉碎 当时周边的国家看到杨天刚 将千佛宗宗门都给拆了的时候 所有的国王都是目瞪口袋 他们身处于千佛宗周边的国家 深知千佛宗那几个和尚的实力如何 第191章 铲除 并且周边的国家 都被千佛宗的和尚入侵严重 虽然千佛宗自己口头上 表面上都说 不会干预到其他国家的内政 但是千佛宗周边国家的寺庙 可谓是数不胜数 而且大多数国家的国师 一般都是千佛宗的弟子 千佛宗这些渗透到其他国家的国师 以及弟子们 当知道自己的家被偷了之后 也是一联盟 因为他们这些被下放出去 其他国家当国师的一般实力 都不怎么样 实力强大的千佛宗弟子 会留在千佛宗继续修炼 以求达到更进一步的实力 但是 当千佛宗的弟子 知道自己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瓶颈 并且再难继续突破了 他们就会前往周边的国家 兴风作乱 他们在这些国家当中 建设了大量的寺庙 将千佛宗奉为圣教 将千佛宗的理念奉为圣境 并且还不断地去民众家中 抓一些有天赋的孩子进去修炼 从小就对着他们进行洗脑 使得他们对千佛宗 产生了一种非常盲目的信任 认为千佛宗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哪怕是没有任何理由地迫害一些百姓 他们也都只会认为 这些百姓本来就是妖魔化的 基本上这些众多寺庙 被千佛宗下发出来的弟子 窜取了国师一位的和尚 整个国家一年四季 基本上都逃不了妖魔的迫害 甚至有一些国家越接近皇城的地方 反而妖魔更多一些 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皇室子嗣 惨死在妖魔的手中 这些妖魔吃了皇室子弟之后 基本上实力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每一个皇室 只是身上都带着一些先天之气 对于这些妖魔可谓是大补 而且这些皇家子嗣身上 也会带着龙气 这对那些讲究血脉之力的妖兽 吸引就更大了 因为这些龙气 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发他们的血脉之力 若是能够激发他们一定的远古血脉 哪怕是无比稀薄的 也能够将他们的实力拉上一个大境界 但千佛宗的这些和尚 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不管是皇室子弟 还是这些妖魔 一直都是被他们玩弄在鼓掌之中 每当有一些妖魔 吃食了皇室子弟的血肉之后 正准备好好的吸收一番不速之客 便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而这些不速之客 也就是千佛宗的弟子 将这些妖魔尽数斩杀 并且取出他们的内担辅助自己修炼 能够成为异国之主 也不可能是傻子 当然非常清楚 这些和尚在耍心机 但这些国家的皇帝 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谁叫他的实力 足以媲美整个国家呢 甚至朝堂当中的许多大臣 也非常清楚 这些和尚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有一些忠心耿耿 并且愿意 为自己的国家 付出自己一切的臣子 将这所有阴暗的一切表露出来之后 没过两天 便会被杀害 经过反反复复几次之后 整个朝堂也不敢有任何质疑 这些和尚的人了 这一个个的国家 就在这些和尚的干预之下 慢慢地走向了灭亡 并且所有的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而这些当国师的千佛宗弟子 基本上只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 弄得整个国家名不聊生 但因为他们依靠着 千佛宗这个庞大的怪物 周边国家的皇帝 都不敢去动他们 因为他们都非常明白 千佛宗的那些老秃驴 可是出了名的户端 若是敢杀了他们的弟子 千佛宗不可能轻易地放过你 再加上千佛宗的弟子出来 虽然在千佛宗算是下游 对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这一个个的真刚径 可以算得上是 他们最为强大的 就算是调集全国的能人 也奈何不得他们 所以他们虽然 心里面对这些千佛宗的臭和尚 恨之入骨 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当周边的国家知道 千佛宗的老巢 直接被别人一锅端了之后 内心当中的喜悦 基本上已经可以一于言表了 只不过 他们也只能够憋在心里面 毕竟他们的国师 自始至终 还是千佛宗的弟子 若是内心当中的喜悦 表现出来的太离谱的话 恐怕这剩下来的和尚 也不可能会善罢甘休 随着千佛宗 这个庞大的怪物落下 所有的千佛宗 原先周边的国家 已经开始做打算了 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自己国家当中的 那一颗毒瘤给铲除 不然的话 迟早有一天 自己的国家也会走向灭亡 虽然说君家无情 但是为了自己的权力着想 也不可能再继续放任这些和尚 肆意妄为了 许多的国家 都是暗中联系了大夏 想要请求大夏的帮助 去清除自己国家当中的毒瘤 陛下 目前 大夏邻国雄辉国 一博国 白借国 秦宁国等一众小国 都传来了秘识 请求我们能够出兵 铲除他们国内的千佛宗弟子 并且还有一些远在数万里之外 深受千佛宗迫害的国家 也纷纷传来了秘报 想要请求大夏的协助 杨叶这时 站在大殿的中央 开始禀报 最近这段时间 所收上来的一些秘密的消息 这些秘识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国 这些小国领土面积 甚至都不如大夏的1% 国家当中的强者 当然也是如此 他们的国家 基本上完全是被 千佛宗的那些和尚给掌控着 皇帝也完全只是一个提线木偶而已 看来他们是知道 千佛宗乃是我大夏剿灭的 现在已经开始 来攀高枝了 把他们都带上来吧 叶璇坐在轮椅上撑着个脑袋 他现在每天最不想要做的 就是上朝 之前还可以锻炼一下发号施令 但是现在发号施令 已经到达了顶峰 现在管理这些朝政 基本上就成为了自己 一天当中最无聊的时候 现在也总算是有一个 自己也有一些感兴趣的东西了 虽然说 现在大夏的国土面积 已经无比的庞大了 但是 又怎么会有人 嫌弃自己的地盘大呢 叶璇现在倒是有一些好奇 这些小国的国王 是哪来的胆子 向自己求援 千佛宗或许还只是控制他们 而要是大夏出手的话 就不单单只是控制这么简单了 第192章 求援 叶璇现在 也不是不可以 将大夏的领土面积 再扩张一些 传个国使臣 在这一生过后 大量的外国使臣 开始慢慢地朝着殿前走来 这些小国的使臣 每个人都是风尘仆仆的 也就比那路边的乞丐好上一些 叶璇看到他们的模样之后 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生活 确实是挺惨的 身为一国使臣 出使其他国家 甚至就像是桃荒一样 在大夏也没有任何人 给他们接风洗尘 参见大夏皇帝 这些使臣看到叶璇之后 立刻跪倒在了地上 现在毕竟是自己有求人家 他们也不敢摆出任何傲慢姿态 都起来吧 你们的意图 朕也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过现在 朕就只有一个问题 朕为什么要帮你们 若是你们能够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朕倒也不是不可以出兵 叶璇依旧是用一只手撑着脑袋 一脸闲散地看着面前的这些大臣 对于这些闲事 叶璇自己也不太想要去多管 虽然说 也就只是出动几个人的事情 但是他人的死活 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自己国家的子民 自己又不是什么 心怀天下慈悲为怀的人均 只有充分的利益 才能够让叶璇心动 他可不会傻到 做这么一些平白无故 去帮助他们的事情 到时候 说不定还会养出一帮白眼狼 毕竟这世间实力为王 假设有一天 他们国家当中 出现了一个天才实力更为的强大 没有任何一个强者 会没有野心 这么一个强者 怎么会愿意 只拥有这么一点点的领土呢 而到了那个时候向外扩张 那肯定是必然的 而大厦这么庞大 并且肥沃的土地 必然是他们必争的 所以 在这样的世界当中 讲良心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所有的帝王都是狼子野心 若是你能够凭借一颗良心 在这兵甲之争中存活下来 那说明你就是 那所谓的天命之子 陛下 千佛宗危害世间 现在就是整个东狱的一颗毒瘤 这颗毒瘤被陛下除去 我秦宁国万事膜拜陛下 不过现在陛下 并未将这一颗毒瘤彻底铲除 千佛宗还有大量的弟子流于世间 陛下难道想要放过 这些千佛宗的畜生吗 秦宁国的使臣 率先开口说话 这也是所有小国当中最为强大的一个 这个国家位于大厦与大洲交界的上方 可以说是大厦和大洲的邻居 但是这个国家当中 已经许久未出现过真刚强者 这也导致了它的国土面积不断地被蚕食 到现在国土面积已经损失了大半 全部都并入到了大厦或大洲的境内 大厦先帝先前可没有少向外扩张 仗着自己国内有着三位真刚撑腰 不断地向外扩张的领土 若不是自古以来与大洲有着密切的来往 并且大洲的实力与大厦相仿 大厦先帝不可能这么老老实实地不动大洲 毕竟大洲的领土面积 和大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么大的一块肉放在自己的身边 没有哪个帝王会不垂涎 而洲帝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不过为了之后的长久发展 再加上阴山的原因 双方都将自己内心当中的欲望给压了下去 阴山蛇神可谓是将一场大战压了下来 否则的话 大厦和大洲早就已经奋出一个胜负了 现在阵要除掉的也就只是千佛宗来犯我大厦的那些和尚 只是因为他们不厌其烦的到来 阵才将他的大本营一锅端了 至于流落在外的那些弟子 有关阵何事 阵想要一举剿灭他们 轻而易举 不过 只要他们不来招惹阵 阵为什么又要费这些心思去杀他们 叶璇这个时候也是站起了身来 并且走到了这些使臣的身边 在他们的身边转了一圈 陛下就不怕这些剩下来的千佛宗弟子聚集起来 让陛下好不容易消灭的千佛宗死灰复燃吗 秦宁国使臣这时也是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他万万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大下国皇帝 为什么会这么的难缠 而且现在听叶璇所说的这些话的意思 分明就是不想出兵的样子 自己此次出来 可谓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现在也不能够保证 秦宁国的国师没有发觉这一切 但是只要他发觉了 恐怕秦宁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觉得 朕能够灭了一个千佛宗 就不能灭第二个吗 郑大可以告诉你 就凭他们这几个真刚的弟子 想要翻天是不可能的 他们或许在你们的国家 可以称霸一方 但是若真的敢来到大下复仇 朕可以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叶璇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龙椅之上 说完这句话之后 已经有一些不耐烦地看着他们了 陛下 看在天道的份上 救救百姓们吧 陛下大发慈悲 救救百姓的百姓们吧 陛下 这个时候 各个国家的使臣 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只能够不停地磕头 想要采取这样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唤醒叶璇的同情心 大胆 这里是奉天殿 不是你们哭爹喊娘的地方 来人给我拖出去 杨天刚看到他们 开始在这里哭爹喊娘之后 也是立刻吩咐旁边的侍卫 打算把他们丢出去 等等 不过就在侍卫即将上前的时候 叶璇叫住了他们 陛下 还请救救秦宁的百姓 臣回去定将禀报圣上 为陛下建庙立碑 感谢陛下之恩 秦宁国的使臣 这时也是迅速抓住机会 磕了三个想头道 建庙立碑这种事情政 没有任何的兴趣 不过如果你们真的 还想要继续活下去的话 朕到时可以给你们一条出路 不过这一条出路 需要你们自己去抉择 你应该是非常清楚 以我大下的实力 想要灭了你们诸国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若是你们答应了 朕会出兵荡平 所有千佛宗的和尚 若是你们不答应的话 朕也同样也会出兵 第193章 机会 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荡平的 恐怕就不仅仅 只是千佛宗的和尚了 叶璇这个时候 也是收起了原先 那一副不正经的样子 表情也是变得正中了起来 毕竟现在所说的这件事情 也已经不是什么儿戏 陛下请说 秦宁国使臣 再次率先开口 其他国家的使臣 自始至终 就如同秦宁国的附属一般 成为我大下的附属国 以后每年向大下进贡 至于进贡的多少 由大下来决定 你们的皇帝 依旧可以继续做下去 只不过你们的皇帝 就不再是九五之尊 既然成为大下的附属国 那你们的皇帝 就必须得要听大下的 大下也会庇护你们 至少保证 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势力的侵扰 但与此同时 你们自己国家的军队 也就不复存在了 大下军将会进驻到 你们的国家当中 朕相信我大下的将士 肯定是比你们国家的士兵 要强上许多 你们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这条路 五天之后 朕将会出兵 到时候 你们考虑的结果 自然也会见分晓 下去吧 退朝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叶璇说完这句话之后 没有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转身就消失在了大殿当中 秦宁国使臣这个时候 脸色也是变得异常的难看 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面前的这个皇帝 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年轻 当他第一眼看到叶璇的时候 也是感觉到异常的惊奇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兴奋 因为他没想到 大下的皇帝 竟然只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屁孩 这也就意味着 更加好忽悠了 所以 从一开始进入到大殿的时候 他就已经打算打感情牌了 但经过这短短几句话的接触之后 他才发现 面前自己之前觉得好忽悠的孩子 简直就是一头老虎 并且还是一头虎王 这次前来 就基本上等于是将秦宁国推向了虎穴 秦宁国使臣这个时候的脸色 也是异常的沉重 虽然说叶璇刚刚确实是给了两条路 但是另外一条路 很明显就是走向灭亡 叶璇刚才所说的 所有一切 就只是一个意思 让你自己选择 究竟是服从还是灭亡 而且 叶璇也是提出了一个最为致命的条件 附属国将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军队 也就意味着 这个国家将不会有任何的反抗余地 成为一个确确实实的附属国 所有的一切都能够依仗大夏 这基本上和灭亡了这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区别 若是你选择了服从 那你的国家将会附属于大夏 之后 大夏将会掌管你的一切 完全并入大夏 而如果你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那也就意味着你 自己打算死战到底 但以现在双方的实力差距来说 基本上和灭亡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现在 叶璇给出的这两条路 无疑都是断绝了这些国家 想要崛起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 这些使臣面色如此难看的原因 风尘仆仆来到大夏寻求援兵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大夏竟然是一处龙坛虎穴 秦大使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大夏这皇帝分明就是 将我们往死路上推啊 白借国使臣 现在整个人的表情 都是无比的苦涩 现在他基本上 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一定还有办法的 我们还是太看清这大夏皇帝了 他虽然说看上去那么的年轻 但是他的心性 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五日后出兵 他这是想要将我们往绝路上逼 他甚至都不想说我们做附属国 他想让我们在这三日当中 联合起来去对抗大夏 这是在给我们充分的时间啊 秦大使这时 总算是想明白了这一切 现在 他也是在回国的路上 他这一路上 始终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叶玄 要给出他们这么长的时间考虑 现在他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这小子压根就没有打算 要说他们做附属国 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 灭掉他们罢了 而这最好的借口 便是反击 现在 叶玄是我提出来的一个个条件 基本上都是将这些国家往绝路上逼 一个人逼上了绝路 都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甚至 现在还是一个帝王 一个国家的皇帝 又怎么可能会接受如此耻辱的条件呢 而不接受条件的唯一出路 就是主动进攻 这也就意味着叶玄 可以仗着反击的名头 将他们这些国家 全部都打下来 收归到大夏国土 没想到这个小子的心思 竟然这么重 兔子急了 还会咬人呢 他就真的不怕 我们联合其他国家 一举进攻大夏吗 白借国使臣这个时候 也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脸色因为情绪激动 变得异常难看 其他几个国家的使臣 也是同样心情无比的复杂 他们国家的实力本就弱小 现在也是为了城中的百姓 才出来求援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求来了一头老虎 现在也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秦宁国一咬牙 目光环视了一下 在座的所有国家使臣 似乎是在询问着他们的意见 秦大使请讲吧 现在我们基本上 已经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若是真的有一条出路的话 我们原因追随秦宁国 其他各国的使臣 现在内心当中 基本上也已经绝望 但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主意 现在也就只能看看 这秦宁国大使 能不能有办法了 去大洲 秦大使这时也是犹豫了一下 不过最终 还是从口中冒出了三个字 当他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所有的使臣们 都陷入到了一阵错愕 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与大夏 始终实力相当的大洲 形势实在是太过紧急了 他们只知道 大夏将千佛宗给灭了 心里面想着的 就只是找大夏求援 但竟然忘了 在大夏的不远处 还有一个与大夏实力相当的大洲 不愧是秦大使 差点把大洲给忘了 大洲虽然与大夏世代交好 但这一大部分 是因为殷山的缘故 白借国的使臣恍然大悟 连忙拍手较绝道 第194章 领土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赶路吧 大夏与大洲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们必须得要三天之内赶到大洲 秦宁国使臣这个时候的表情 依旧是非常的凝重 他知道 大洲和大夏 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充足的利益使然 他们是不可能出手相助的 所以现在秦宁国的大使 也是在想着 该怎么去应付大洲的皇帝 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大洲现在的皇帝 本来就是叶玄的大舅哥 他们现在去大洲 只不过是从一个坑里 跳进另外一个坑里罢了 三天之后 大洲这边也接收到了 这些使臣的消息 看来这些事情 是想要借我之手 去对抗千佛宗残留的那些和尚 还想借我之手 去对付大夏 难道他们不知道 大洲与大夏之间的关系密切吗 这些使臣会如此的愚蠢 圣白宇这个时候 看着奏折 感觉有一些疑惑的 对着面前的外交使问道 这个臣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有人传报来说 他们应该是从大夏那边过来的 可能是在大夏那边 已经吃了瘪 所以才想到来大洲 不过若是大夏 都不愿意帮他们的话 臣认为 也没有必要去插手 这个烂摊子吧 外交使这时思考了一下之后 还是觉得 不要插手这件事情为好 毕竟现在大夏风投正盛 最重要的是 大洲基本上需要依靠大夏 现在大夏展现出来的实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嗯 先把他们扣在这里吧 虽然不知道 他们心里面 究竟是什么鬼名的 但这些事情也不能着急 至于大夏那边 派几个姓史去询问一下 究竟是什么情况 圣白宇也觉得 不应该轻举妄动 毕竟这些使臣所说的话 也不一定完全是真的 稳妥起见 还是觉得去问一下 大夏那边的情况如何 若是叶玄有一些 其他的计划的话 自己这边也不能够去干扰了他 哇 外交使答应了一声之后 便离开了 安排人去大夏那边询问情况 皇宫外 这大洲的皇帝 怎么还没有一点性啊 现在我们已经拖不了 这么长时间了 这都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 三天之后 大夏就会出兵 若是到时候 陛下还不知道这些消息的话 我们恐怕就带着人头落地了 这个时候 诸国使臣脸色也是异常的难看 因为他们寄予厚望的大洲 现在连皇帝都不愿意见他们 这基本上就已经表明了 态度不愿意帮他们了 而皇宫那边传来的消息 都是大洲皇帝日理万机 想让他们多等一段时间 这一等就是两天 这两天 他们少不了催促 但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 怎么样 他们现在 恐怕已经开始心急如焚了吧 圣白鱼 倚靠在桌子上笑道 嗯 他们已经过来询问了很多次了 但是都被我们这边 回绝了 而且 根据我们这边的探子来报 他们现在在客栈当中心急如焚 并且 探子听了他们的对话之后 也得到了一些消息 似乎大厦那边在三天之后 将会出兵前往他们诸国 他们口中还说了一些条件之类的东西 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 不过他们 现在已经想要离开了 毕竟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还需要一段时间 外交使这时 也是不由地笑着说道 大厦要出兵讨伐他们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更不用管这样的闲事了 大厦有夜悬在 至少可以保证千年不抖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依靠着大厦 不要出现任何的纰漏便可 大厦的皇帝看在红蓝的份上 必然不会太过于为难大厦 只要我们老实一点 大厦至少能够保证千年的安定 圣白宇这个时候 也是坐起了身 他非常清楚 有夜悬在 大厦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 再加上 现在夜悬已经把威胁最大的千佛宗 都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的大厦 将会走上一条急速发展的道路 大厦只要跟在他们的后面 也不会差 夜悬对大厦 还是看在红蓝的面子上 否则的话 大厦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陛下 大厦现在这般实力 而又与大厦接壤 会不会有一天 外交使这个时候 表情也是有一些紧张的问道 但他也没有把所有的话说出来 他知道 圣白宇肯定是会理解自己的意思 这朕就不清楚了 至少在朕的手上 大厦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朕也迟早有离去的一天 朕也不能够保证 朕的子孙后代 是否有一些不长眼的 圣白宇这个时候 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确实是不敢保证 自己之后的后代 会不会有一些人不长眼去得罪大厦 叶玄现在的实力 至少在整个冬域 都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无敌了 他必然会为大厦留下大量的手段 而自己总有一天也要死去 等自己死去了之后 大厦的这些手段 肯定还会留下来 若是真的有那些不长眼的子孙后代 那大周也基本上可以说是毁了 就算是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 也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 都会做一些荒唐的事情 圣白宇不敢保证自己的后代 都是沉稳的天才 这 外交使这事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因为他们现在 也就只能够做好这一代人的事情 之后的子孙后代 究竟会做出什么样愚蠢的事情 谁也不敢保证 好了 下去吧 若是那些使臣还想来见朕的话 就跟他们说朕病了 需要一个月的恢复时间 如果他们还想要谈的话 就一个月之后再来吧 圣白宇这个时候 也是不想再去见这几个使臣了 反正到最后 也只是对着他们敷衍一下 就让他们走了 对于这些即将会被夜玄吞并的国家来说 是得不到任何的好处的 竟然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为什么又要去帮他们呢 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得罪了夜玄 与其面临这么多的风险 还不如安分守己地做好自己 第195章 千佛 若是他们再来的话 臣就把他们给打发走 外交使这时也是点了点头 然后就离开了 圣白宇看着面前的奏折 也是非常的头疼 这时他也不由地想到自己之前 在阴山的遭遇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自己 最为快乐的时光了 想到这里 他也不由地来到了窗前 看着窗外阴山的方向出神 他现在心里面 还是有一些纠结 毕竟人妖书徒 虽然说自己 确实对白灵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但是如果让大洲的百姓知道 大洲的皇帝是一个妖怪的话 那必将会引起大乱 而自从自己废除了后宫之后 朝堂当中的大臣 不断地变相催促着自己 尽快寻找皇后 传承子嗣 因为废除了后宫 所以想要传承子嗣 就更加困难了一些 这也不免让朝堂当中的大臣 非常的关心 不过圣白宇 现在心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心思 现在大洲的国事数不胜数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当中 干旱的原因 使得很多的地区 都是颗粒无收 百姓们不得已开始逃荒 朝着中兴地带走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 都饿死在了半路 这些朝堂当中 自然是不可能会有人禀报 不过圣白宇 现在手中 还掌握着一个大杀器 叶璇留给他的百炼成钢法 这个时候 已经出具成效 自己的实力 已经在这段时间当中的 刻苦修炼一下 总算达到了真钢 而且与此同时 他还让赵百战 去大洲各地 寻找着那些具有一定天赋的人 只为提升一下 大洲的上层战力 在这半年时间内 大洲皇室能够掌握的真钢 也已经达到了上百名 而且 殷山的那些大妖 也已经开始不再出来作乱 大洲靠近殷山的那部分地区 也总算是回归到了正轨 圣白宇现在心里面 既希望白灵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但又同时不知道 如果白灵真的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又该如何去应对他 自从上一次事情过去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白灵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任何的消息 现在圣白宇的内心当中 也是非常的担心 毕竟之前叶玄分明说过了 白灵恢复伤势 需要半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半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依旧是没有见到白灵的身影 他也是担心 白灵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大下皇宫 陛下 大洲那边来人了 先前那些国家的使臣 前往了大洲 并且好像是要请求大洲的援助 现在大洲那边来人 想要问问我们 大下这边是什么样的意见 杨叶站在大殿中央 禀报着最近这段时间 所发生的一切 哦 看来 他们还是不死心啊 不过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会去大洲求援 不用去管他们 只要圣白宇不是个蠢子的话 他也不会给任何的支援 叶玄听到那些使臣 竟然去大洲求援 都不由地感觉到 有一些好笑 圣白宇现在可不像之前 那番顽固子弟的样子 现在他所有的考虑 都是瞻前顾后的 他非常清楚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什么事情做了 对自己能有回报 所以 叶玄并不担心 圣白宇会做出 什么愚蠢的决定 默 杨叶行了一礼之后 默默地退到了一边 他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禀报完毕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 大下也是 正在紧张地进行复原任务 毕竟之前被那些和尚残害的 实在是太过于严重了 现在好不容易将大下 所有的千佛宗和尚清洗一空 现在还要去将他们之前 所建设的那些寺庙 全部拆掉 百姓们听到要拆掉那些寺庙的时候 都是纷纷拿起了自己家的锄头 干起活来 简直就是不知道泪呀 在广大百姓的支持之下 平均每一座寺庙 基本上一个时辰 就可以完全拆除 做爱卿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事情 便退朝吧 叶玄看到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事情 禀报了之后 也是一挥衣袖 离去了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所有大臣这个时候 也是跪倒在地 磕头行礼之后 便纷纷离开了奉天殿 爹 现在千佛宗都已经被我大厦给灭掉了 之前千佛宗所在领的那些领土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收纳进来啊 毕竟这千佛宗 本就是我们打下来的 千佛宗的那片佛土 也是无比的辽阔 理应归属于我们的战利品 对于这片土地 早就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垂涎欲低 并且 最近这段时间 我也一直都在 关注着这片佛土上面的动静 已经开始有不少的国家 开始蠢蠢欲动了 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国 竟然想从我大厦口中抢肉吃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杨家三父子这个时候 也是走在回家的路 杨天刚不由得有一些愤慨地说道 稍安勿躁 你这小子 就是太过于急切了 一点都没有任何的稳重可言 这个千佛宗领土的问题 牵扯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可急不得 而且 陛下现在也并没有要将这一片佛土 纳入我大厦国土的打算 陛下现在都不急 你有什么好急的 杨叶没好气地 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儿子 他承认自己这个儿子 虽然说武道天赋确实是不错 而且处理事情来也是井然有序 但唯一的缺点 就是在一些诱惑的面前 难以把持住自己 表现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无比的冲动 杨叶能够在这个位置上 待这么长的时间 最为重要的 便是他的稳重 即使是天塌下来 但也能够保持面不改色 那现在就这么把这一块肥肉放在这里 现在可是有不少人 都想要上前啃一口呀 杨天刚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太理解 明明这一块佛土 是可以收入囊中的 但是为什么叶玄 就是没有一点动静 都跟你说了 稍安勿躁 难道你听不懂爹说的话吗 不是我说你也确实应该去 学习一些礼法了 我承认 虽然说我的武道天赋 确实是不如你 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都已经明白了 你还不明白 第196章 大鱼 杨天宝这个时候 在旁边也是有一些听不下去了 两兄弟从小到大 也是谁都不服谁 但兄弟之间的感情 却不受到任何的影响 两兄弟对对方 基本上都是嘴上不饶人 杨天宝现在也是 瞪了杨天刚一眼 哦 这么说来 你是理解陛下的意思 杨天刚现在也是一点都不服气 看着杨天宝道 哎哟 你觉得陛下会这么蠢 既然都已经打下了千佛宗 为何不去将千佛宗的领土一举收下 陛下这是为了钓鱼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陛下是想 将那些还有狼子野心的国家 通通都钓出来 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 现在虽然说有一些小国 已经蠢蠢欲动地 占领了一些地盘 但是他们也仅仅只是试探一下而已 而这些小国也就仅仅只是一些小鱼而已 真正的大鱼还在边上疯狂地试探 真正的大鱼还没有上钩呢 叶玄早就已经知道千佛宗周边的那些大国 肯定不会放任这片这么大的土地流落到大夏的手中 他们到时候必将会插上一脚 而现在看着这些小国正在不断地蚕食着千佛宗先前的底盘 而大夏却没有一点动静 他们现在心里面肯定也是痒痒的 但是他们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并没有立刻地跳出来 而叶玄自然也不可能去收拾那几个小国 那几个小国甚至都不够自己塞牙缝的 他有的是那些还没有出来的大国 对于谋略你还是要和天宝学学 虽然说他平时对朝政当中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但他的见识与谋略并不是你能够比拟的 杨叶这个时候也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杨天刚 之后就没有再跟他们多言默默地回到了家中 杨天宝美好气地看了杨天刚一眼 故作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并且摇了摇头 然后跟着杨叶进入到了府邸当中 而杨天刚这个时候也总算是明白过来了一切 想到这里之后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摇头 大招 什么 一个月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既然生病了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 我们都在这里白白等了两天时间 你知道这两天时间究竟有多么的宝贵吗 白借国的使臣这个时候也是接受到大洲这边的态度 当他听到圣白与病了 并且不方便接见他们 让他们一个月之后再来时顿时怒火中烧 抱歉 还请你们请回吧 这个负责来传信的侍卫根本就不想去鸟他们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便离开了 白借国的使臣气的这个时候也是在原地跺脚 但很快就颓废了 他非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现在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而其他国的使臣也纷纷低下了自己的头 所有人都仿佛变得苍老了 原本还有一些希望 现在最后一缕希望也被掐断了 他们现在心里面也是知道自己 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那就是臣服 否则的话 那就是死路一条 不必垂头丧气 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惊人事 听天命 既然都已经到了 这一步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了 秦宁国使臣此时就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一样 他已经想尽办法想要挽救一下秦宁国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其他各国使臣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形成了定局 就算他们现在赶回去也已经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大家都回去吧 至于究竟是选择臣服还是选择死战到底 都是圣上的决定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服从而已 能够结识各位秦某三生有幸 若是能够在九泉之下见到各位还望能够做个伴 秦宁国使臣这个时候也是鞠了一躬 之后便率先离去了 他现在还是得要尽快赶回秦宁国 不管最后是死是活 他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至少不能死在一国他乡 其他人也只是短暂地停留了片刻之后 也踏上了归土 大荒国内 陛下 现在千佛宗已灭 千佛宗的佛土已经沦为了无主之地 据说千佛宗这块土地土壤异常的肥沃 而且传言在千佛宗这块土地上 修行能够事半功倍 并且千佛宗这块土地如此的庞大 现在正是抢夺这块宝地的时候 若是我们大荒能够将这一块土地抢到手的话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实力将能够大幅度地提升 而且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小国开始蚕食这片土地 若是现在还不动手的话 恐怕到时候就没机会了 大荒是与千佛宗接壤的一个大国 大荒与大夏被千佛宗的佛土相隔着 而千佛宗之前的影响力 让这两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接触 并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两个国家也从来没有想过 千佛宗既然有一天真的会被人给灭了 双方对彼此的实力都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既然都只是相处于这个东玉 国力相差也并不大 大荒相比于先前的大夏还是强上许多 国内的真刚强者就有二十位之多 并且有着十几个附属国 大荒因为先前忌惮着千佛宗 所以对大夏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了解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大荒对自己的实力也是无比的自信 千佛宗先前因为黄道龙弃的原因 并没有太过于去干涉大荒的事情 双方处于一个相互忌惮的状态当中 不过千佛宗还是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动作 比如说放一些妖兽去大荒作乱 然后派遣自己的僧人前去捉妖 捉妖之后对着当地的百姓洗脑新建寺庙 大荒的皇帝虽然说对这一切也早有耳闻 并且也知道这些和尚的目的是什么 但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小事而撕破了脸皮 因为他也是非常的清楚 如果撕破脸皮的话 恐怕会引发一场大战 而周边许多国家对大荒都是虎视眈眈的 大荒皇帝只能够将这所有的一切 强行验进自己肚子的 第197章 大结局 千佛宗为什么突然就被人给灭了 朕虽然说并不了解这千佛宗 究竟有多少顶尖强者 但若是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灭了 这其中是不是有诈 大荒皇帝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些担忧 毕竟和千佛宗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 他非常清楚千佛宗的实力如何 不过这项提案已经被大臣拿出来 说了好一段时间了 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 再加上这些小国探路 即使是有许多的地盘都被蚕食了 但灭了这千佛宗的大厦 依旧是没有任何出面的打算 就好像真的不要千佛宗 这一块风水宝地一般 千佛宗这一块宝地 不管是对哪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再加上大厦这么多天的销声匿迹 这也使得很多国家怀疑大厦和千佛宗死战 现在大厦国内也已经没有了强者 所以他们也并没有把握 能够守住这一块肥沃的宝地 最终才销声匿迹 不再管千佛宗这一块宝地的归属问题 再加上大厦最后 确实是非常低调的收场 这也使得其他国家 对这个猜测也是感到无比的可信 陛下 真的不能够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现在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的话 恐怕其他国家 很可能会借助千佛宗这一块宝地 一举非生 到时候恐怕我们想要 再翻身就难了 现在朝堂当中的大多数大臣的提议 都是将这一块宝地给拿下 基本上的将军都是激进派 之前这么长的时间 都被千佛宗给压制着 属于是有气没触发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们自然是想要好好的战上一场 而有激进派 自然也会有保守派 这些保守派都认为应该静观其变 至少要等到其他大国也出手了之后 大荒再出手 否则的话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很可能是会被夹手的 这些保守派很明显还是想要更加稳妥一些 但是大荒这些年当中被压制的实在是太死了 这也导致了大多数的人 心火都非常的旺盛 保守派的人远远不及激进派 大荒皇帝现在也是在考虑着究竟要不要迈出这一步 如果真的是要迈出这一步的话 那就得要做好一切准备 当然也要做好大战的准备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并不太清楚大夏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若是真的如同他们意料的那样 大夏为了一举歼灭千佛宗已经将自己所有的精锐 夺好之一空 那么大荒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将千佛宗的领土一举收入囊中 并且如果有野心的话 还能够进攻大夏 毕竟如果所有的精锐都已经战死了的话 大夏也就将会成为一个直老虎而已 随便点一把火便能够烧得一干二净 但不管是什么都会有相对性 如果大夏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精锐尽失 反而是保留了能够对抗千佛宗的那般实力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大荒将会走上一条灭亡之路 大荒皇帝现在心里面已经纠结得不行了 因为现在基本上属于是走错一步路 就将会带领着整个大荒走向灭亡 陛下 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呀 陛下 三思呀 这对大荒可是灭顶之灾 陛下 就在这个时候 朝堂当中也是开始响起了两种声音 大荒皇帝现在也是异常的头疼 肃静 大荒皇帝这个时候被他们吵的也是有一些心烦意乱的 大声呵斥的 朝堂当中这个时候才逐渐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大臣将军也纷纷跪倒在了地上 郎行大将军听令 命你率领三万骑兵前往彼叶国 三日之内拿下彼叶国 陈灵旨 荒谷大将军听令 命你率领三万精兵前往光临国 三日之内拿下光临国 陈尊旨 边寒大将军听令 大荒皇帝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也已经有了打算 最终野心还是战胜了他的理智 不过他选取的并不是直接去占领千佛宗先前的领土 而是去进攻那些正在不断蚕食领土的小国 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至少他们没有被人落得口实 即使是到时候大下实力依旧强盛 想要去报复那些蚕食自己战利品的国家时 也不可能算在自己的头上 毕竟自己还算是帮了大下一把 把蚕食领土的那些小国一一剿灭 虽然说将这些小国的领土全部占领 但自己可没有去碰你的战利品 你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报复自己 大荒皇帝这个时候也是安排好了一切 现在朝堂当中激进派也是内心当中的兴奋 已经异于言表了 不过保守派现在的脸色也是变得异常沉重 他们还是觉得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而这些保守派基本上都是一些老臣 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 并且见识过的事情也比这些年轻将军多得多 他们总感觉大下突然之间的暴起 和暴起之后的迅速销声匿迹 实在是太过于蹊跷了 不过现在既然皇帝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的话 他们也已经无力回天 他们能够做的也就只有坐观其变了 一天后 看来已经有大鱼咬钩了呀 不过这个大荒国抱着还挺聪明的 这是想要来一手掩耳盗铃啊 先是让这些小国去蚕食千佛宗的土地 然后他再去将这些小国给灭掉 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 叶璇坐在御书房当中 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不由地笑着拍手 不得不说这个掩耳盗铃完的实在是太好了 倒是让自己找不到讨伐他们的理由 不过 只要他们敢伸手 叶璇自然是不可能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现在距离自己出兵的时间也就还剩下最后两天 最后这两天时间 他还想看看能不能再钓上一条大鱼 杨叶见识到大荒国的计谋之后 也不由地笑着摇了摇头 对于这种计谋像他这种这么多年的狐狸 又怎么看不出来呢 第198章 大结局2 传阵的旨意 即刻出兵大荒 叶璇早已等不及了 本来还打算先将那些残余和尚的国家先收了 但既然现在大鱼都已经上钩了的话 那就先把这条大鱼解决了 再把旁边的那些小虾米一同收拾 臣遵旨 杨天刚接到命令也喜上没烧 毕竟大厦有了叶璇 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但至始至终 叶璇都没有任何扩张领土的打算 虽然杨天刚表面上没有说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解 现在总算是好扩张领土了 他也感到非常的激动 三天后 大军整顿完毕 踏上了讨伐大荒的道路 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阻碍 即使是路过一些邻国 这些国家也根本不敢有丝毫阻挡之意 甚至他们的皇帝都有下跪迎接叶璇 他们非常清楚 大厦现在的实力 只要一句话就能够将他们覆灭 叶璇并没有太过于为难他们 依旧是给了他们两个条件 要么归顺 要么负面 这些国家的皇帝自然是知道该如何去抉择 只是在这一路上就有近十个小国归顺大厦 而大荒这边也得到了消息 一时之间 大荒所有的保守派都纷纷陷入到了恐慌当中 而激进派依旧是主战 十天之后 大厦讨伐军到达大荒 大厦所过之处 无步无云密布 电闪雷鸣 大荒的百姓看到这一幕之后 都根本没有任何征兆的跪倒在地 匍匐在地面之上 根本不敢支持大厦大军 而大荒的大军 看到如同天灾一般的大厦大军 甚至都还没有开打 就已经溃不成军 大厦大军在战场上更是所向披靡 大荒皇帝也万万没有想到 大厦大军的战斗力竟然会如此强大 甚至还没有出十日 就已经打到了大荒皇宫 大荒皇帝知道这一场战争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 他现在心里面也同样后悔 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如此贪心 最终骄傲促使他不能够沦为阶下囚 最终选择了自吻而死 而大荒最终也是被大厦收归国土 打完了大荒叶璇也没有任何的停留 他这个人最为讲究的 就是一个说到做到 只是花费了三日时间 就将所有残余和尚全部清除 并且 东狱除大洲之外的国家 全部收归于大厦国土 若非是念在圣红鸾的情面之上 叶璇必将会一同整个东狱 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吗 圣红鸾此时已经接近临盆 孩子出生也就只在这几天时间之内 叶璇统一了东狱之后 就一直守护在圣红鸾的身边 甚至一刻也不愿意离去 除大洲之外 东狱所有的国家都已归顺大厦 现在整个东狱就只有大厦和大洲 这次也算是将所有的后顾之忧 全都清除了 等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花几年时间将他培养起来 之后我们便能够游历这片天地 做一对神仙眷侣 叶璇非常宠溺地摸了摸圣红鸾的秀法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圣红鸾脸上洋溢着无比幸福的微笑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使他本就倾国倾城的脸庞 更添几分色彩 叶璇不由得也是看入了迷 一时之间久久无法回神 他已经决定了 等孩子出生之后 最多再待二十年的时间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当中 他将会传授这孩子自己所有的修炼技巧 竭尽全力 让这孩子在二十岁之前突破法相境 这样他在冬域至少能够有自保的能力 至于大厦 当然也将会交于他的手上 治国之道 杨家会全力辅佐于他 有杨家在 叶璇也能够放宽心 而现在 自己也已经突破了真身境 有能力留下一道化身来护佣大厦 不过这也将会是大厦的一张底牌 一旦这道化身湮灭 也就意味着大厦威仪 三日后 叶璇此时在房间外无比焦急地踱步 圣红鸾的喊叫声 在房内一点点地刺激着叶璇 但即使是这样 叶璇也帮不了任何的忙 毕竟叶璇也不能够代替圣红鸾生孩子 你不要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晃得我头都快晕了 生个孩子 看把你紧张的 当时额娘生你的时候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都没有像你如此慌张 杨天雪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不过虽然他口中是这么说 但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些紧张 叶璇只是站定了一会儿 又开始来回踱步 直到一声婴儿的啼哭 打破了房外那沉重的氛围 恭喜陛下 是个皇子 红鸾怎么样 陛下放心 皇后娘娘并无大碍 嗯 朕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接生婆从房间里面 抱了一个孩子出来 叶璇赶忙走上前去 看了孩子一眼之后 连忙对着接生婆问道 叶璇再一次看了孩子一眼之后 并没有在这里继续停留 静止走进了房间当中 以后你便叫叶天吧 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杨天雪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抱过孩子 三年后 皇宫院子当中 叶璇带着叶天 跌跌撞撞地练着剑 又六年后 叶璇给孩子展示开天剑意 叶天似乎对开天剑意早有领会 只是看了一眼 便能够初步施展 在六年 一个剑没心目的少年被剑而立 周身散发着无比锋锐的气息 就在这一瞬 他的双眼睁开 与此同时 身后长剑就已出鞘 刹那间他面前的巨石轰然倒塌 而长剑也已归鞘 看来我们没必要待太长时间了 天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叶璇和圣红鸾在一旁看着叶天的剑法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都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孩子 他们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地去培养 而叶天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三年后 你们真的想清楚了吗 杨天雪看着面前的叶璇和圣红鸾 面色郑重地问 娘 日后天和大夏就拜托您了 这次离开恐怕不知归气 叶璇非常认真地点头 去吧 天交给我便是了 杨天雪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 所以也没有去挽留 叶璇和圣红鸾跪倒之后 磕了几个头便离去了 现在的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牵挂 离开大夏 做了一对神仙眷侣 而在此时 皇宫最高的观星阁当中 叶天手中拿着一块深蓝的玉佩 看着父母离开的方向 露出了微笑 我看着这件事 带ilate